苏南签到了三年,系统奖励了他一间便利店,他可以从里面购买日常生活用品,但是便利店里的商品,效果竟然如此离谱,红塔山让人瞬间进入到顿物状态,二锅头提升修行者的灵根品质,生抽、老抽、耗油,做出来的食物蕴含大道规则碎片,于是这个世界的修饰开始疯了,弟兄们努努力攻破了这个魔修窝点,就有临时买塔山了,反派宗门,听说用咱们宗门弟子就能兑换玉玺,太好了。 去统计一下,宗门还有多少弟子,第一章,迁道三年,天云大陆,天眼宗,清旋风,系统,迁道,定,迁道完成,恭喜宿主获得十年修为,定,宿主连续迁道三年,获得一间便利店,嗯,便利店,什么鬼,正躺在椅子上晒太阳的苏南,心中疑惑了一下,连忙打开系统,在系统界面里,出现了一个便利店的字样,点开这个便利店,里面出现一个 货价,只是上面只有四样东西,一瓶老抽,一瓶生抽,还有一瓶蚝油以及一包烟,接着下面是这些东西的售价,天道老抽,售价一百零十,天道生抽,售价一百零十,天道耗油,售价一万零十,红塔山,售价十块零十一根,一包一百八十零十,我靠,系统你怎么不去抢,一百零十一瓶我就忍了, 你这个天道耗油,一万零十,你这个铁牌商品也太坑了,看到出售价格后,苏南差点破口大骂,宿主,请不要诋毁,系统出品,必出精品,系统的声音在他的脑海中响起,又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你这个吃了能咋样,苏南依旧不满,你签到不给好东西,就算了,现在竟然竟然开始敷衍了,你觉得有人会花一百零十去买一瓶生抽吗?苏南是三年前穿越过来的,穿越到一名弟子身上,这名弟子是清旋风的风格, 说是风主,整个清旋风上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上一任的老风主说去云游,便将风主之位传给了他,好在老风主只是云游去了,并不是作画,不然宗门也不会同意苏南做清旋风的风主,三年中已有无数人要求取缔他,说其浪费资源,好在老风主余威还在,这些人并没有太过分,数次都被掌门压了下去,苏南穿越过来的时候,正巧这家伙修炼走火入魔杆了,于是他理所当然的成了这具身体的心中, 主人,好在他也获得了穿越者的标配,系统,这个系统每天能够签到一次,签到的奖励每次都不同,有功法,有修为,有武器,各种各样的,但是从来没有给过一个像样的东西,系统告诉他,连续签到时间越久,获得好东西的概率越大,于是他在清旋风开始了慢慢签到路,好不容易连续签到三年,结果就给了这么一个便利店,而且还只有四种东西,你这便利店的商品也太少了吧,谁家便利店, 只有四种啊,苏南再次开口问道,随着宿主不断签到,商品的种类会越来越多,好吧,他最终也是妥协了,好歹是给了点东西,总比没有强,刚刚签到,给的十年修为,让他的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这具身体的原主人,修为士运神境,点开系统面板,姓名,苏南,灵根,天灵根,二百一千,修为,化神境,中期,力量,二十五,幸运,三, 魅力,二,这些属性点也是平时签到,偶尔会奖励,三年中只获得了二十五点力量,三点的幸运值,两点魅力,可见这个系统的抠搜程度,这种属性属于额外属性,系统,咱俩都是自己人,商店里买东西,不能打个折吗? 系统出品,拒绝还价,但,苏南一个月的零食,也才一百克零食,好在他三年内,也攒下来不少,咬咬牙,从便利店中,兑换了一瓶生抽,一瓶老抽,至于耗油,还是算了,他不配,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他就没有吃过像样的东西,大概是因为修仙者,对于吃这方面不太注重, 就算是杂役风上的弟子,也是每天领取一些屁股单,一颗下去,一天都不用吃饭的那种,主打的就是一个方便,他兑换出来这两种调料后,去到厨房中,今天准备好好做一顿吃的,今天吃点什么呢?苏南呢喃了一句,打定主意,今天就是鸡蛋打卤面,拿出面粉,以他现在的修为,做一碗面食,再太简单了,几乎不费吹灰之力,面条就已经弄好,接着炒鸡蛋,这里吃的鸡蛋,还是他在清旋风后山中, 偶然间发现的灵机的蛋,起锅烧油,鸡蛋倒里面,要是有个西红柿,做好了,只有鸡蛋,看着实在单调了一点,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西红柿,鸡蛋炒好后,打开生抽,加了一点点,说来也奇怪,当生抽滴进去的一瞬间,一股奇异的香味,便从锅中传出,有点意思,这天到造的酱油,该说不说,确实有点东西,尽管没有其他的调料,只是加了一点生抽,这种香味,就让它开始流口水了,好香啊,什么味道? 正在这时,一名少女从清旋风飞过的时候,忽然闻到一股香味,顿时停了下来,落在了清旋风上,香味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么香?少女疑惑地朝着清旋风走去,顺着香味一路来到了厨房,此时的苏南正在往锅里煮面条,苏氏说,你这是做的什么东西?好香啊!少女看到苏南后,连忙开口问道,是玄灵威小丫头来了,今天怎么有空来我清旋风了?她看到走进来的少女,打了声招呼, 然而这丫头,似乎没有听到她的话,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锅里的面 小丫头,要不要一起吃点?苏南看到她的样子,有点好笑,开口问道 嗯嗯,玄灵威连忙点头,嘴角都快流出哈喇子了 稍等一下,我给你拿碗 苏南看到,面条煮得差不多了,接着从一旁拿出来两个碗,盛了一碗,放上鸡蛋卤,递了过去 玄灵威接过面条,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吸溜!迫不及待地用筷子夹起来一根面条,放进了嘴里 好香啊,苏师说,你这个面是怎么做的?面条刚进她的嘴里,一股奇异的香味,直接炸开 这就是普通的一碗鸡蛋面,你没吃过吗?苏南好奇地问道 刚才放生抽的时候,她也闻到了香味,只是不想眼前这位这么夸张 嗯,刺过,不过没有刺过像书 是书做得这么好吃的,小丫头像是饿死鬼一般,嘴巴里塞得满满的,说话都说不清楚 喜欢吃就多吃点,锅里面还有 苏南笑呵呵地看着她,不论是谁,当别人夸赞自己做的东西好吃的时候,心中都是十分的开心 她也拿出筷子,开始吃起来 确实不错,比她想象中的要好一些 吃完后,她竟然感觉到自己的修为有了一丝丝的提升 静见,炼气静,筑机静,凝神静,运神静,化神静,神玄静,道玄静,归玄静,化圣静等 第二章,相信我,真的很好吃 要知道到了她这个修为,竟然能够感觉到提升,可见这个面的效果有多么强大 她顿时明白了,为何叫天道生抽,这玩意确实有点东西 苏师说,我还要 玄灵薇举着碗,对她说道 这丫头吃的速度相当快,苏南一半都还没吃完 摇摇头,接过对方递过来的碗,起身又给小丫头盛了一碗 师说,你怎么做的,你能教教我吗,真的太香了 还是算了,我肯定学不会,我连盐和糖都分不清 苏南还没说话,她自己就一口否定了 说完话,三两口,一碗面条又下肚了 这次不用她说,苏南再次给她盛了一碗 看不出来,这么小的丫头,饭量还挺大 这个碗,可不是普通的碗,特别大 可好饱啊,苏师说,我以后还能来你这里吃饭吗 玄灵薇打了个饱格,摸了摸小肚子,有点不好意思的问道 可以,以后想吃了,随时来 她对此倒是没有什么意见 反正做饭,一个人也吃完,多一个人吃,也没有什么区别 谢谢苏师说,小丫头听到苏南的肯定回答后 高兴得差点蹦起来 此时她也吃完了,将碗筷收拾起来 师说,我来,我帮你洗 玄灵薇看到苏南要去洗碗,连忙起身 她也没有推脱,索性就让这小丫头去洗 从厨房中走了出来,来到之前晒太阳的地方 躺了下来,系统,给我来一根塔衫 好的宿主,收你十块零食 接着扣掉十块零食,一根塔衫出现在她的手上 手指一搓,只见出现了火苗,死 苏南猛吸了一口,一股奇特的感觉充斥在她的脑海中 爽,忍不住感叹了一句 还是塔衫斗镜,就是这个味儿 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这种东西了 这一口,差点让她飘飘欲仙 脸上一副享受的表情 瞬间浑身轻松,脑海中没有了一丝烦恼 还得是她,解忧消愁 要是再来点酒就好了 躺在椅子上,晒着太阳 时不时地来上一口,说不出的惬意 苏师说,你嘴里刀的小木棍是做什么的 闻起来,味道好奇特啊 玄灵威从厨房走了出来 看到苏南躺在椅子上,嘴里摇着一根小木棍 嘴巴和鼻子还时不时地冒出白烟 看起来很是奇特 这种白烟的味道不是那种特别强 反而有一种说不上的倾向 塔衫 苏南想也没想,开口说道 塔衫 那是什么 玄灵威疑惑道 师说,你能给我一根吗 闻起来好像,我想试试 看你很享受的样子 小孩子不能吸,更何况是女孩子 吸烟有害健康 苏南一口回绝 开啥玩笑 一根十块零食,可是他三天的工资了 更何况,这东西本来就不是给小孩子抽的 哦 玄灵威似懂非懂得点点头 反正刚才也吃饱了 这个香味只是好闻 但是没有刚才的面条香 也没有再纠结这个问题 小丫头,你怎么来我清悬风了 是有什么事吗 苏南看到对方不说话 随口问道 哎呀,忘记了 我师父,让我去林耀峰找沈师姐 刚才路过师兄这边 闻到了香味 把正事给忘了 师叔我先走了 晚上我再过来 玄灵威一拍脑袋 想起了之前的事情 连忙告别 轻轻一跃 化作一道长虹 消失在了清悬风上 苏南无奈地笑了笑 手中的塔山抽完后 整个人进入了一个奇特的状态 他的心前所未有的平静 有点像闲者模式的那种 整个清悬风被他的灵石笼罩着 清悬风上的任何风吹草动 都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就连蚂蚁爬动的声音 他都能感知得一清二楚 谁的灵石啊 如此庞大 此时距离清悬风不远处的一座山峰上 一名中年男子 感觉到了一股虚无的灵石 但是他却无法锁定 是从何处发出 是哪位长老又突破了 他心中疑惑道 护山大阵都没有反应 肯定是宗里的某位长老 或者谁突破了 这道灵石开始向四周蔓延 整个清悬风被笼罩在内 接着便是距离不太远的杂役风 苏南此时看到杂役风上 那些杂役弟子正在努力地干活 有的人正在挑水 有的人在匹柴 他甚至能够清晰地感应到 这些杂役的修为 这种感觉 他还是第一次 他的灵石开始慢慢地 将整个杂役风笼罩在内 最开始感应到这道灵石的中年男子 此时已经感应不到这股灵石 就好像凭空消失了一般 他也没有去接触对方的灵石 修事之间 随便窥探对方的灵石 是一种非常不礼貌的事情 苏南自己都没有发现 他的灵石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增长 仅仅一刻钟 他的灵石已经将三座山峰笼罩起来 里面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 而他本人以为自己在做梦 躺在椅子上已经睡着了 不知道是这根塔山的原因 还是什么原因 他的修为也正在急速地提升 之前三年签到 奖励的修为都累积在他的体内 签到获得的奖励 只是将他的修为堆上去 并没有彻底地消化吸收 此时仿佛得到了宣泄口 厚积薄发 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之前的一碗面 加上现在的一根塔山 直接成了导火锁 瞬间他的修为再度提升 灵药峰上 小师妹 你怎么才来 不是让你早些过来 现在都错过了最佳时间了 灵药峰上的一名女子 看着着急忙慌 跑来的玄灵威 不满地说道 不好意思啊 沈师姐 刚才路过苏师叔的清旋风 闻到一股香味 然后在师叔那里吃了一碗面 下次一定不会迟到 玄灵威低着小脑袋 不好意思地说道 什么面 能让你连这么重要的事 都能忘记了 说话的这位女子 是灵药峰的大弟子 沈星月 真的 沈师姐 要不晚上我带你 一起去师叔那里吃饭 可好吃了 玄灵威认真地说道 咱们修士 应该以修炼为主 贪恋口欲 如何能够提升修为 沈星月说着 在她的小脑瓜上 拍了一下 师姐 你相信我 真的很好吃 晚上我带你去 小丫头 倔强地说道 第三章 一起吃点 好了 专心修炼 趁着现在灵气 还比较充沛 快去修炼 其他的事情 以后再说 沈星月故意板着脸说道 知道了 师姐 玄灵威点点头 回答道 每天快中午时候 林耀峰的药园内 有一种特殊的灵气 正是她修炼所需 玄灵威修炼的功法 与这特殊的灵气有关 所以每天正午之前 她都会来林耀峰这边 修炼一个时辰 知道就好 你现在的修为 才助激进后期 说到一半的时候 沈星月眼神中 露出了难以置信之色 什么时候助激进后期了 昨天早上来这里 修炼的时候 不是才助激进中期吗 小师妹 你昨晚突破了吗 什么时候助激进后期了 沈星月再次观察了一下 对方 疑惑地问道 没有啊 早上的时候 都还是助激进中期 咦 我什么时候突破了 已经后期了 说到一半 玄灵威感应了体内的修为 真的助激进后期了 惊讶地喊了出来 这丫头没救了 自己什么时候突破的都不知道 果然只知道吃 想到这里 他心中有些埋怨 清玄峰的苏南 玄灵威口中的诗书 他自然是认识的 整个天眼宗 谁不知道清玄峰的风主 每天无所事事 不是在清玄峰下面的水塘里钓鱼 就是在后山上捕鸡抓鸟 而且清玄峰总共就他一人 不求上进 从来没见对方修炼过 要么就是弄一些什么吃食 修饰怎么能够有这么多的贪欲 如果不是前锋 主将位置传给他 他都要被贬到杂一封了 天眼宗五大封 只有清玄峰最拉垮 想到这里 又联想到玄灵威错过最佳修炼时间 他决定找宗主说一下 让宗主管一下苏南 自己不学好 也不要带着宗门的弟子 虽然他见到苏南 也要喊一声诗书 但是在他心里 从来没有把苏南和其他风主 放在同一个位置 并且在天眼宗 也是因为清玄峰的老风主 对宗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最后的风主之位 才会落在他的头上 这让他对苏南更加的看不起 师姐 我修炼完了 我回去了 正在他想这些事情的时候 玄灵威从药园中走了出来 不多修炼一会儿了吗 沈兴月关心地问道 虽然错过了最佳的修炼时间段 但灵药园中的这种特殊灵气 还是有的 我明天再来 师姐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吃饭 玄灵威一蹦一跳地来到他身边 开心地说道 吃饭 没有壁骨丹了吗 沈兴月疑惑道 哎呀 师姐 你记性怎么这么差 之前不是告诉你 我带你去师叔那边吃饭呢 可好吃了 不去 修士本就该去掉这些口腹之欲 才能更好的修炼 你也不能去 现在就回你的风尚 听到对方说去吃饭 他马上甭起了脸 严肃地说道 好吧 那我走了 师姐 玄灵威吐吐舌头 转身化作长虹 消失在灵药风上 师姐不去正好 这样还少了个人和我抢饭 在回去的路上 玄灵威嘴里嘟囔倒 菲利灵药风 便直接朝着清旋风而去 他没有注意的是 在他的身后 同样一道长虹 跟在后面 刚才这么听话地离开 不像他的性子 我倒要看看这个小丫头去哪 沈兴月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 看着前面急迟而去的身影 心中疑惑道 此时的苏南 从那种特殊的状态脱离出来 嗯 神玄境中期了 感应了一下修为 紧紧在这里躺了一会儿 竟然已经神玄境了 这可是一个大境界的跨越 如果被其他人知道 定要惊掉下巴 站起身来 伸了个懒腰 我就说 我还是很有修炼天赋的 嘴角一翘 嘴里嘀咕道 如果按照这种速度修炼 用不了多少年 就能站在这方世界的巅峰了 哼着小曲 回房拿出了鱼杆 准备去下面的水塘中 调会儿鱼奖励一下自己 苏师说 你这是准备去哪 苏南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叫他 扭头一看 是玄灵薇这个小丫头 小丫头 你的是忙完了 苏南看着对方 笑呵呵地问道 嗯 刚刚修炼完 师叔准备去做什么呢 玄灵薇点了点头 再次开口问道 我去下面的水塘里 调会儿鱼 晚上吃鱼 苏南拿出手中的鱼杆 让对方看了看 我最喜欢吃鱼了 师叔 我能和你一起去吗 听到吃鱼 小丫头的嘴角 都快流出哈喇子了 那走吧 他也没有拒绝 扛着鱼杆 顺着清旋风走了下去 这里的鱼塘 是之前他弄的 放进去一些鱼苗 等长大了吃 听到对方同意 玄灵薇一蹦一跳地跟在后面 十分地开心 两人刚离开没多久 这是去做什么 尽管好奇 他并没有马上阻止 接着便看到苏南二人 在鱼塘边有说有笑 掉了将近一个多时辰 玄灵薇手里 提着两条肥瘦的鱼 向清旋风上走来 沈兴月急忙躲了起来 他倒要看看 究竟是什么东西 竟然让这个小丫头 如此痴迷 回到清旋风 苏南快速地处理鱼 一条红烧 一条清蒸 接着将零米洗好 放进了锅里 煮饭 没多久 奇特的香味 从厨房中飘了出来 躲在一旁的沈兴月 自然也闻到了 忍不住多吸了几口 小丫头 去盛饭 拿三个碗 苏南将一条鱼做好后 放在桌子上 对一旁的玄灵薇吩咐道 好的 师叔 应了一声 心中还疑惑 为什么拿三个碗 难道师叔知道 自己要吃两碗吗 当他盛了三碗饭后 第二条鱼也做好了 端到桌子上后 坐了下来 玄灵薇看着桌子上的菜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来都来了 一起过来吃点 苏南淡淡地说道 师叔 你在和谁说话呢 玄灵薇有些疑惑 见过苏师叔 沈兴月从一旁走了出来 对苏南行礼 有些尴尬地说道 从苏南回到清旋风的时候 就感觉到对方的存在 不过也没有说出来 想要看看对方要什么 但从鱼端到桌子上后 他清晰地 看到对方咽了咽口水 现在的苏南灵石 何其强大 第四章 震惊的天眼风风煮 师姐 你不让我来 没想到你自己偷偷地来 玄灵薇看到沈兴月 从一旁走了出来 撅着嘴气愤地说道 我没有偷偷 小丫头的话 让他十分的窘迫 试图想要解释一下 但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 他实在想不出来 该如何解释 毕竟自己真的是 跟着过来的 来吧 过来一起吃 有你的这份 苏南作为两世人 通过刚才的对话 如何听不出其中的意思 但并没有说什么 反而招呼他 坐下来一起吃饭 多谢师叔 沈兴月听到苏南的邀请 想着拒绝的 但实在受不了这菜的香味 本来拒绝的话 硬生生改成了谢谢 坐吧 筷子自己去里面拿 苏南摆摆手 示意他自己去厨房拿筷子 沈兴月乖巧地点点头 跑进厨房内 拿了一双筷子 挨着玄灵薇坐了下来 师叔 现在能吃了吗 小丫头看着桌子上的鱼 迫不及待地问道 赶紧吃 等会儿凉了 就不好吃了 听到能吃后 玄灵薇拿起筷子 直接夹起来一块鱼肉 就放到了嘴里 嗯 好烫 一边往嘴巴里扇风 一边说道 苏南示意沈兴月也吃 他自己拿起筷子 夹起一块鱼肉 吃了起来 沈兴月同样用筷子 夹起一小块 放进嘴里 鱼肉刚进嘴里 爆炸的香味 充斥在他的整个口腔中 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竟然如此好吃 一点不腥 鱼的鲜味 混合着另外一种奇特的味道 真的好吃得爆 接着又夹起一块 快速地吃了起来 这个天道生抽 果然有他的独到之处 老抽的味道似乎更好 难道天道是专门 做调味料的吗 苏南吃了一口鱼肉 确实非常好吃 比他穿越前 在那种星级酒店里的鱼 更好吃 师姐 你不要和我抢 这条鱼都快被你吃完了 玄灵薇嘴巴里塞得满满的饭 嘴巴含糊不清地说道 你不是说休士 就应该不要贪图口腹之欲 看到一整条鱼都要被吃完了 他顿时急了 一边夹肉 嘴里一边嘟呢 沈兴月抬头看了看苏南 脸上再次浮现出一丝窘色 吃个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是吧 他心中恶狠狠地想到 不过加菜的速度 确实慢了不少 你们慢慢吃 我吃饱了 苏南简单地吃了几口 到了他的这个境界 吃饭真的只是口语 不吃也没有关系 师叔你真好 玄灵薇毫不吝啬地 对他夸赞道 自然是因为 把大部分的鱼 都让给了他的原因 吃完 等下记得马上洗了 苏南摇摇头 吩咐了一句 便离开了这边 再次回到他的椅子上 系统来一包塔衫 这玩意 只要拿起来 就有点放不下 与其一根一根地买 倒不如整包来的划算 接着一包塔衫 出现在系统背包里 他随手取了出来 拆开包装 点了一根 嘶 狠狠吸了一口 呼 一股浓浓的白烟 从他的口鼻中吐了出来 那种很空灵的感觉 再次出现 不过并没有之前那种效果了 师叔又去叼着他的小木棍了 玄灵薇远远地看了一眼苏南 嘴里嘀咕了一句 什么小木棍 沈兴月有些好奇 也看向那边 正在他疑惑的时候 感觉到体内的修为 竟然开始提升 小师妹 你中午吃完饭 有没有觉得自己的修为提升了 沈兴月连忙问道 不知道啊 我就感觉师叔做的饭特别好吃 吃完身体暖暖的 哦对 师姐这么一说 我想起来了 中午吃的饭 刚吃完 我就感觉体内灵力开始增多 应该是那个时候 到了助激进后期的 玄灵薇忽然想起了什么 顿时激动地说道 看来 你修为提升的原因 就是师叔做的饭的缘故 赶紧吃 吃完洗碗后 咱们赶紧吸收体内的能量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连忙说道 好 玄灵薇点点头 三两口 将剩下的菜全部吃完 洗了碗筷后 两人就在厨房外面 盘膝而坐 体内的灵气 开始一丝丝的增长 沈兴月越是吸收 越是心惊 仅仅一顿饭而已 竟然让他修为 提升了至少一成 这简直太神奇了 他看苏南的眼神也变了 甚至心中还有点后悔 后悔中午那会儿 心中编排对方 苏南悠闲地叼着塔衫 靠在椅子上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玄灵薇二人的修炼 也结束了 两人站起身 多谢师叔指点 沈兴月来到苏南一旁 恭敬地说道 苏南摆摆手 对方话中的意思 他自然明白 师叔 明天早上 记得给我留饭 玄灵薇则没有那么多顾忌 直接坐在苏南的旁边 笑嘻嘻地说道 贪吃的小丫头 苏南打去了一句 又聊了几句 他们二人离开了清旋风 而苏南也回到了自己的屋内 要是有个手机就好了 长夜漫漫 无心睡眠 感叹了一句 转身倒在床上 呼呼地睡着了 无二 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玄灵薇刚回到天眼峰 天眼宗宗主开口问道 爹 我跟你说 我今天在苏师叔那里设饭 可好吃了 可香了 而且还能增加修为 你看我现在已经住几近后期了 他看到对方后 开心地说道 甚至还将自己的灵气外放 展示他的修为能力 哦 苏师说 每个苏师说 他父亲疑惑道 我家威尔真厉害 这才多久已经住几近后期了 疑惑得同时还不忘夸奖对方一番 宠溺地摸摸他的脑袋 住几近后 后期 刚夸完 忽然意识得不对 这丫头早上才是中期 怎么现在就后期了 说着便抓起对方的手腕 检查起来 这 什么住几近后期 这都快要圆满了 我厉害吧 玄灵威养着小脑袋 骄傲地说道 厉害 我家威尔最厉害了 你还没告诉我 是哪个苏师说 震惊之余 再次问道 清玄丰的苏师说啊 他做饭可香了 是苏南 听到清玄丰 男子心中一动 之前一直没有关注过对方 自从清玄丰的老封主离开后 他从未去过清玄丰 这个封主之位 全当是看老封主的面子 苏南的资质很是一般 也就没有多加留意 看来 明天要去看看他了 对玄灵威仔细检查过后 并没有发现任何副作用 也就放心地任气离开 第五章 我也一样 林药丰药田内 沈兴越坐在药田旁边 正在想着 明天早上 要不要去清玄丰吃早饭 想个什么样的理由 才比较合理 毕竟他不像林玄威 始终有点摸不开面子 又想到当他吃点鱼 忍不住露出笑容 实在是太好吃了 而且还长修为 要是以后 能够天天去师叔那里吃饭 岂不是说不用修炼了 这时走来一位男子 兴越 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 男子约莫四十多岁 看到沈兴越一个人 坐在药田旁边傻笑 好奇地问道 啊 师父 忽然听到有人喊他 吓了一跳 刚想得太入神了 有人到了身边 都没觉察到 脸色一红 连忙站起身行李 你这丫头 在想什么事情吗 这么入神 竟然都没看到我 男子摆摆手 打句道 啊 没有没有 我在想 明天早上要不要吃 我在想 今天修炼的事情 忽然意识到 自己说错了 连忙改口 哦 明天早上吃什么 男子好奇地问道 没有了 我在想 明天早上 要给这些要原理的药 吃什么肥料 被男子戳破后 沈兴越眼神躲闪 急忙辩解道 是这样 那你慢慢想 别忘了修炼 男子也不戳穿他 点点头 笑呵呵地说道 知道了 师父 沈兴越恭敬地说道 男子别有深意地 看了他一眼 转身离开了 我该想个什么理由 去蹭饭呢 看到师父走后 他再次坐在药田中 嘴里呢喃了一句 蹭饭 在远处 刚才的男子 嘴里同样嘀咕了一句 接着转身离开了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大早 太阳刚刚升起 苏南已经起床 从屋子里走出 伸了个懒腰 系统 签道 定 宿主签道成功 恭喜宿主十年寿元 咦 今天运气不错 竟然是十年寿命 听到系统的提示 苏南开心道 大多数的签道 奖励寿元 也都是一年或者两年 十年这样的情况 十分的稀少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苏师说 早上好 苏南正想着 早上吃点什么的时候 忽然一道气生生的声音出现 是玄灵威这个小丫头来了 早上好 小丫头 这么早就起来了 看着小丫头 笑呵呵的说道 对啊 一天之际在余晨 师叔咱们早上吃什么呢 玄灵威点点头 眼神不断的看向厨房的方向 你早上想吃点什么 他本想着早上煮粥吃 但是没有小咸菜 或许凡人城镇中有 但是天眼宗并没有 修士大多都不注重吃 我想吃昨天中午那种面条 玄灵威直接开口说道 早上就吃面条呢 苏南好奇地问道 我中午要去沈师姐那里修炼 今天要是再晚去 就要被挨骂了 所以我想提前吃了 这样中午就不用吃了 玄灵威点点头 认真地说道 好 那咱们就吃面条 他点点头 倒也没有拒绝 你在这里等一会儿 我去坐 交代完 转身向厨房走去 他刚把面粉放进盆里 准备和面的时候 心中一动 又往里面加了一些面粉 开始忙碌起来 天眼风风主 一大早就看到玄灵威起床 朝着清旋风飞去 他皱了皱眉头 也在后面跟了过来 沈兴月同样也早早起来 不过他并没有像玄灵威一样 直接过来 而是快到清旋风的时候 停了下来 站在这里好久 在他身后不远处 灵耀风风主 同样在后面悄悄地跟着 他很好奇 这个丫头去做什么 看到对方在清旋风前面停顿下来 心中一动 莫非这丫头有心上人了 看到对方的扭捏的举动 不得不让人遐想 沈兴月似乎下定了决心 鼓起勇气 朝着清旋风飞去 沈世贱 你也来了 他刚落下 玄灵威马上开心地喊道 小师妹 你也到了 师叔呢 沈兴月落在清旋风上后 左右看了看 好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 有些拘谨 师叔去煮面了 哦 对了 我去和师叔说一声 让他多煮一些 不然不够咱们吃 说完一蹦一跳地 朝着厨房内走去 沈兴月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 脸色微红 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 昨晚想了一个晚上 也没有想到合适的理由 师叔 沈师姐来了 记得多煮点 玄灵威刚到厨房门口 就大声地喊道 知道了 你们把饭桌摆好 多拿起双碗筷 苏南一边和面 一边吩咐道 他们在这边忙碌着 在清旋风外面 空中站着两人 玄师兄 你今天怎么到这里来了 林耀风风主 看到对方打了声招呼 上官师弟 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被称作上官师弟的 林耀风风主 名叫上官云 上官云指了指清旋风上的 正在忙碌的沈兴月 开口说道 玄师兄 是不是也是为了 凌威这个小丫头 天眼踪踪踪主 玄君朔点点头 这个丫头昨晚回去 修为提升了一大截 说是在这里吃了饭提升的 我来这边看看 两人对视一眼 谁也没有说话 注视着忙碌的两人 苏南在厨房中 忙活了半天 炉子也弄好了 将面和炉子全部放在了桌子上 哇 做了这么多 师叔真好 今天我要吃三碗 玄陵威看到锅里的面条 两眼放光 宗主 上官师兄 不来一起吃点吗 苏南没有理会小丫头的话 反而对着清旋风外面 大声说道 话音刚落 清旋风上落下来人 玄君朔心中一震 他是怎么发现的 苏南走出来的时候 他感应了一下对方的修为 只是运神静 莫非对方隐藏了修为 这是他心中的第一个想法 上官云心中同样的想法 师父 爹 你也来蹭发啊 沈兴月连忙站起来 而玄陵威则是一脸不满 刚还说要吃三碗 现在看来 能吃两碗 就已经不错了 顿时不开心地说道 玄君朔听到他女儿的话 嘴角一抽 尴尬地笑了笑 刚好路过 看到窝在这里 他随便编了一个理由 我也一样 上官云附生说道 第六章 给我来一根 剧情需要 吴不良引导 请勿喷 掌门师兄 上官师兄 来一起吃点 苏南自然不幸 两人只是路过 不过他也没有追问 招呼两人坐下来 给他二人一人 盛了一碗面条 炉子的香味 让两人不约而同地 咽了口口水 是说 可以吃了吗 我好饿啊 玄陵威揉着肚子 可怜巴巴地说道 弯 不得无礼 玄君朔听到他的话 开口说道 不碍事 小孩子们 快吃吧 等会儿就不好吃了 苏南摆摆手 也示意两人吃 上官云拿起筷子 夹起面条 吸溜了一口 带着炉子的味道 让他睁大了眼睛 好香 这是第一反应 吸溜完第一口 接着第二口 每一口都让他回味无穷 玄君朔同样如此 难怪自己女儿 一大早就来这里 看来确实有他的独到之处 最开始 两人都还慢条斯理地吃着 而玄陵威和沈兴月则不同 完全不注意自己的形象 吸溜吸溜的声音不断 没多久 一碗就吃完了 接着又去盛第二碗 苏师弟 你这面是如何做的 味道非常好 这应该是我吃过的 最好吃的面了 玄君朔赞不绝口地说道 家常便饭 平时一个人清玄风 没有别的事情 就琢磨一下 吃吃喝 苏南笑呵呵地回答道 两人刚吃完 准备去盛第二碗的时候 玄陵威将锅 已经给霸占了 苏师说 你还要不要吃 不是了 我吃饱了 你吃 苏南摇摇头 他本一早上 只吃点清淡的食物 奈何小丫头到来 只要给煮面 爹 你别吃了 你都这么大了 还和我们抢 看到对方要继续胜 玄陵威直接开口说道 让玄君朔非常尴尬 你慢点吃 我吃饱了 最终什么都没说 将碗放了下来 刚放下碗 他就感觉体内的修为 增加了一些 似乎刚才吃的不是面 而是一碗 十分精准的灵力 难怪他女儿的修为 提升这么快 原来说的都是真的 苏南示意他们慢点吃 而自己则回到了自己 经常坐的椅子上 掌门师兄 来这边坐 玄君朔也从饭桌这边起身 来到了苏南这边 坐在了椅子上 苏南习惯性的 拿出塔衫 掌门师兄 要不要来一根 玄君朔看着 对方手中的小木棍 疑惑了一下 哦对 我忘记了 你不会这个 上一试的时候 身边有朋友 散烟习惯了 他自己拿出塔衫 点了一根 四 呼 深吸一口 接着白色烟雾 顺着他的口鼻中飘出 玄君朔闻到塔衫的味道 是那种异香 只是不小心吸到了嘴里 他就有种通透的感觉 嗯 师弟 给我来一根 看到对方一脸享受的模样 也忍不住开口 苏南从身上拿出来 递了过去 慢点抽 这个很贵的 玄君朔接过来塔衫 拿在手中 仔细地观察 上面写着三个小字 红塔衫 师弟 这红塔衫三个字 是何意思 他不禁好奇地问道 是这种东西的产地 据说是 红塔衫这个地方独有的 以此来命名 苏南随口说道 这玩意不好解释 他也解释不清楚 毕竟不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玄君朔点点头 也没再追问 他学着对方刚才的动作 搓出火苗 点燃 同样也是深吸一口 第一口刚吸进去 他竟然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 似乎所有的忧愁 全部都消失了 有种羽化飞生的感觉 而且 他许久未动的瓶颈 在此刻竟然有了一丝 松动的痕迹 这让他如何不吃惊 他无法形容出来 这种感觉 心中只有一个字 爽 苏南好奇地看着他的表情 按理说 从来没有抽过的人 第一口应该非常强 难道是秀为高的人 不会觉得强 对方脸上的表情 竟然也是十分地享受 好东西 师弟 你从哪弄来的这种东西 玄君朔吸了两口后 感觉他的零食 同样有了一丝提升 或许是错觉 但是那种感觉 让他十分地享受 托朋友 从异域带回来的 非常的贵 一根好几百零食 苏南随口编了个理由 听到玄君朔暗暗扎舌 手指夹着塔衫 仔细地观察 这玩意竟然如此珍贵 上官云也从那边吃完 走了过来 看到两人嘴里 都叼着一根小木棍 在吞云吐雾 掌门师兄 苏师弟 你们两人这是在做什么 这味道好神奇 他刚走近 就闻到了塔衫的味道 忍不住好奇道 好东西 苏师弟 托朋友 从异域弄来的 不等苏南说话 玄君朔率先开口 上官师兄 要不要来一根 苏南直接拿出塔衫 抽出一根递了过去 谢谢苏师弟 他十分客气地接了过来 在玄君朔的指导下 点燃后 吸了一口 紧紧一口 他整个人靠在椅子上 有种飞声的感觉 当真奇妙 这玩意竟然能够净化零食 不同于玄君朔 上官云对于零食非常有研究 吃惊地说道 我就说刚才感觉到 零食有所提升 原来是净化零食 他抽了一口 边吞吐边说道 师弟 你这个塔衫 还有吗 上官云忽然开口问道 我没有别的意思 如果你朋友 还能弄到的话 到时帮我也带一包 不让师弟白忙活 看到对方疑惑的眼神 他连忙解释道 有是有 就是这个东西有点贵 一根200克零食 一包20根 这一包 就要4000零食 苏南面露南色地说道 不贵 师弟 这里是5000零食 你到时候 让你朋友给我弄一包 多出来的 就当师弟的辛苦费了 上官云一听价格 眉头都不带皱一下的 从身上掏出一个储物袋 放在桌子上 师兄 你这是进外了 给我400就行 我朋友 也是经常去抑郁那边 随手的事情 我怎么能要师兄的钱 苏南连忙说道 师弟 你说的哪里话 毕竟也是托你关系 才能弄到 师弟 你是不知道 这个东西的作用 如果能够长期抽 对你将来从零食 进化到神食的时候 有很大的帮助 上官云一本正经地说道 这样上官师兄 我这里还有一包 直接拿给你 就4000零食 咱们师兄弟 你要是再推托 我就不给你了 苏南版起脸说道 就一师弟 我算是沾了师弟的光 说着从储物袋 取出1000零食 剩下的交给了苏南 第七章 宗门议会 系统 来一包塔衫 扣除宿主180枚零食 苏南从身上 拿出一包崭新的塔衫 递了过去 多谢师弟 上官云接过来后 面露喜色 一旁的玄君朔 看得有点傻眼了 心中暗自埋怨 自己刚才 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 不知道人家 还有没有了 师弟 你还有多余的吗 我也想买一包 玄君朔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这里也不多了 还有两包 就给师兄一包 等下次我朋友 这两天 就从抑郁那边回来了 苏南说着 从身上又拿出一包 递了过去 多谢师弟 那师兄就后颜收下了 接过塔衫后 同样拿出4000零食 爹 你也跟着师叔学 嘴里叼着小木棍 玄灵薇吃完饭 洗了碗筷后 跑了过来 都叼着小木棍 开口说道 小孩子家家的 知道什么 玄君朔板起脸说道 师叔 你不是说 抽烟有害健康 怎么还给 他们两个人 他扭头看向苏南 撅着嘴不满地说道 这个对小孩不好 特别是女孩子 我们都是大人了 苏南笑呵呵地解释 你跟着你师姐去修炼 大人说话 小孩别插嘴 刚才吃的饭 赶紧去修炼吸收 玄君朔瞪着眼 看着他 训斥道 知道了 玄灵薇吐吐舌头 转身和沈兴月离开了 师弟 自从老风主离开后 你这清玄风 实在冷清 要不要给你弄几个弟子过来 这样不会这么冷清 看到两人离开 玄君朔看了看清玄风四周 淡淡地说道 还是算了 我一个人清闲惯了 实在不喜欢热闹 而且我的修为 也实在叫不了弟子 苏南直接拒绝了 他的零食自己都不够用 收弟子不得花钱吗 师弟说笑了 你的修为低 咱们天眼中 也就没有什么高手了 刚才我二人站在清玄风外 师弟明显就感觉到了 可见 你的修为不比我二人差 玄君朔摆摆手 把心中的疑惑说了出来 之前被苏南发现的时候 他心中就有疑惑 只是上来就问人的修为 是不礼貌的 就算是同宗门 也不行 这是修士之间的大计 师兄说笑了 这都是一些旁门小道 在师兄面前完全不够看 苏南没承认 也没有否认 含糊其词地说道 他本没有打算隐藏自己的修为 只要没人来打扰便可 而且他也不会去沾染太多因果 过段时间就是咱们天眼宗 招收弟子的日子了 到时候师弟去看看 如果有顺眼的 可以收几个 等哪天师弟不想待这里了 清玄风也不至于后继无人 玄君朔再次说道 听掌门师兄的 到时候看看 苏南点点头 也不再推辞 不过到时候收不收都不一定 他可不想招收什么天才弟子 或者天命主角 到时候都是麻烦事 这也是他最烦的 万一收到个什么天命主角 随身携带群朝光环 擦屁股都给他擦不完 那我们就不再逗留 有时间 师弟也来天眼风上转转 玄君朔本来想说 有时间再来蹭饭 实在不好意思是做出口 我也不在这里多讨扰师弟了 上官云也站起身来 一一告别后 清玄风又再次清静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 天眼风上 玄君朔坐在大殿内 下面是天眼宗各封的长老及封主 他嘴里叼着一根塔衫 不过并没有点燃 掌门 在我们宗门管辖的地方 已经有好几处村庄的人 被屠戮殆尽 一位长老起身开口说道 手段极其残忍 已经派过去不少弟子 但都有去无回 玄君朔皱了皱眉头 有查到是什么人所为吗 目前还不清楚 据逃回来的弟子称 对方至少是运神镜 而且被杀害的村民 清一色被吸成了人干 连小孩都没有放过 这位长老再次说道 各封对此有什么看法 玄君朔看了看下面的人 开口询问 掌门 我建议各封抽出一名运神镜弟子 彻查此事 在我们宗门庇护的区域内 竟然发生这种事情 显然不把我们天眼宗放在眼里 又一位长老话语中 带着一丝杀气 运神镜在宗门中 已经算得上是强者 可以 你们把这件事安排下去 玄君朔点点头 像这种事情 偶尔会发生 掌门 清玄丰是否也要通知到 忽然有人开口说道 清玄丰就算了 毕竟只有一人 他想了想 最终还是否决了 掌门 依我看 应该让清玄丰野出一人 同样都是天眼宗的 同样获得宗门的资源 但只要资源不出力 这人没有把话说完 但其中的意思 大家都行之肚明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有人拿清玄丰说事了 许多人早已经对清玄丰有不满 不负责教导弟子 也不用负责宗门内的事情 每个月还可以领取宗门的资源 时间久了 自然会心里不平衡 这些玄君朔一直都知道 只是一直被他压着 掌门 如果这次清玄丰在置身室外 恐怕我们没有意见 下面的弟子也该有意见了 看到掌门不说话 这人又开口说道 听到这些 玄君朔就有点头大 从身上掏出塔衫 取出一根 放在嘴上点燃 深吸一口 一股奇特的能量 瞬间进入尸海 四 呼 吐出白烟 刚才的烦恼 感觉瞬间消失了 下面的人除了上官云之外 其他人都瞪大了眼睛 不知道这是在做什么 只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 上官云看到玄君朔点了一根 他也心痒起来 从身上同样取出一根 放在嘴边 然后一脸享受的模样 这 其他人彻底傻眼了 但谁也没说话 这件事改天在夜 把刚才交代的事情 你们安排下去 清玄丰 暂时不要去通知了 到吃饭时间了 都散了吧 说完后 玄君朔一个闪身 消失在了大殿内 咱们这等修为的人 用得上吃饭吗 就算不想说清玄丰的事 也不用如此敷衍的话 看到玄君朔离开 顿时有人不满道 吃饭 上官云愣了一下 忽然想到了什么 掌门师兄 等等我 我也去 对着刚离开的掌门 连忙喊道 说着也要离开 第八章 需要帮忙吗 上官封主 掌门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其中一位长老 看到对方也要离开 马上将其拦下 疑惑道 你瞒什么 上官云被问猛了 刚才掌门嘴里叼着一根小木棍 然后紧接着你嘴里 也叼上了小木棍 你们两个之间 不是在做什么暗号吗 而且咱们都是化神经的修饰了 什么时候吃过饭 掌门刚离开说吃饭 你也紧跟着要离开 拦下他的这位长老 是天眼峰的长老田德海 田长老 你多心了 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东西 是我们偶然间得到了 上官云把手中夹着的塔衫 放在他的面前 开口解释道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 田德海显然不幸 给你一根 你尝一下就知道了 我没时间和你说了 我要去吃饭了 不然就赶不上了 说着 从身上拿出一根塔衫 递给了对方 转身消失不见 田德海一脸猛逼 看着手中的小木棍 他也学着玄军硕的动作 将塔衫点燃 抽了一口 嗯 刚抽下第一个口 就瞪大了眼睛 田长老 这个小木棍是什么情况 剩下的几位长老和封主 都看向了他 疑惑地问道 他们只闻到了奇特的香味 但是并没有任何感觉 好东西 真是好东西 不行 我得找他俩问问 从哪弄来的这个东西 抽了两口 将手中的塔衫熄灭 小心地放在了橱屋袋里 嘴里嘀咕了一下 转身就要去追上关云 这是什么情况 那个小木棍究竟是什么东西 剩下几人更加搞不懂 一种檀香而已 至于这样吗 在他们看来 只是味道比较独特 怎么感觉跟中了血一样 走吧 咱们回去安排一下 刚才的事情 最终剩下几人 也离开了天眼峰的大殿 清玄峰上 苏南从后山出来 手里提着两只灵机 手里还拿着几个蘑菇 清玄峰后山 有个地方 他专门将周围围了起来 这几个蘑菇 是被他专门培养出来的 自从有了调料后 他对于吃饭这件事 十分的热衷 今天来只小鸡炖蘑菇 要是有酒就好了 看着手中的食材 心中想到 师弟 今天准备吃这个灵机呢 他刚从后山出来 玄军朔就出现在清玄峰上 看着手里提着的两只灵机 开口问道 掌门师兄来了 不错 正打算吃这个 苏南将手中的灵机 提起来给对方看了一下 回答道 灵机这种 做起来火候很重要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我烧火可是一把好手 玄军朔为了显得不是来蹭吃的 竟然说出了这么一个别角的理由 苏南明显愣了一下 也没有点破 嗯 那有劳师兄 等一下给烧火了 弄好了一起吃点 师弟放心 这个就交给我吧 我怎么也算半个炼丹师 对于火候的掌控 还是很有一套的 玄军朔拍拍胸口 自信地说道 苏南做梦都没有想到 平时不苟言笑的掌门 还有这样一面 随即也没再多说什么 将两只灵机放在一边 准备拔毛处理 师弟 今天吃灵机呢 他正准备动手的时候 又一人出现在清玄峰上 来的人正是上官云 也不知道 是因为昨天吃了面的原因 还是塔山的原因 他的瓶颈 竟然也有了一丝松动的迹象 所以今天听到玄军朔的话 马上想到了这里 上官师兄来了 不错 今天吃这个 苏南都不知道 该从什么地方吐槽了 这俩人的话 简直一模一样 这个灵机的毛 如果这样拔 拔不干净 要用开水 先烫一下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我烧开水一觉 上官云看了看 对方手中的灵机 眼珠一转 面不改色的说道 嗯 那有劳上官师兄了 等都好了 一起吃点 那我先去给师弟烧开水 说着就钻进了厨房内 刚进来 就看到玄军朔 正在灶台那里生火 嘴里还叼着塔山 他脸上 闪过一丝尴尬之色 刚才自己说的 估计对方听到了 掌门师兄 你太不厚道了 吃饭也不知道 喊我一起 连忙转移了话题 来吧 师弟 给你生好火了 你来烧开水 你的烧开水一卷 玄军朔细血地说道 那师兄 你怎么生火了 你不会说 你烧火一绝吧 上官云之前 还有一丝尴尬 看到对方生火 顿时反问道 都是喂了一口吃的 狠狠地抽了一口塔山 淡淡地说道 与君共勉 是说 我来吃饭了 今天吃什么好吃的 两人正在厨房说话的时候 外面传来的玄军薇的声音 今天吃灵机炖蘑菇 去那边做画 苏南看到这个小丫头 宠溺地笑了笑 要我帮忙吗 我会逃命哦 玄军薇蹦蹦跳跳地来到他身边 开口问道 不用了 等会儿我来弄 你去那边休息吧 星月见过师叔 苏南刚说完 沈星月也来到了这里 星月姐姐也来吃饭了 玄军薇看到他后 喊道 沈星月脸色一红 不过也没有否认 点了点头 转身对苏南问道 是说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嗯 不用了 你和凌薇小丫头去哪休息 好了叫你们 他摸了摸鼻子 有些无语说道 总感觉今天的人 有点怪异 开口说的话 几乎都一样 不过 这俩丫头还好 最起码 直接就是说来吃饭了 不像厨房里的两人 找理由 都找得有点别角 在厨房中的两人 自然也听到了 外面几人的话 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还是年轻好啊 上官云吐出一个烟圈 感叹道 是啊 年轻真好 蹭吃都能大大方方地说出来 不像咱俩 玄军硕抬头 看了看外面 同样感叹了道 毕竟咱们 已经到了要脸的年纪了 是啊 水开了没 你不是烧水一绝 嗯 锅里忘记加水了 稍等 我去弄点水来 苏南嘴角一抽 这两人的对话 他听得是一清二楚 此时田德海 站在清旋风外面 有些愣神 第九章 田德海的疑惑 上官云从天眼风离开后 田德海紧跟其后 想要看看 他和掌门有什么事情 刚才对方给他的那根塔衫 就让他足够惊讶 仅仅只抽了两口 他的石海 就有一种空灵升华的错觉 并且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对于零食的淬炼 其实这种 效果才会这么明显 刚在后面跟着 就看到上官云落在了清旋风上 来这里做什么 他心中疑惑了一下 刚才在天眼风上 还在讨论清旋风的事情 接着他便看到玄军朔 也从清旋风的一个房屋内走了出来 难怪刚才拒绝了众人的提议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想到这里 他并没有下去 而是将身影隐秘了起来 想看看他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田眼宗 他和上官云的关系 还算不错 没过多久 满满两大盘的灵机炖蘑菇 就端到了桌子上 连一刻钟都不到 就被洗劫一空 更有甚者 连骨头都没有放过 吃过饭 都能清晰地感觉到 体内修为的增长 玄灵威和沈星月 在打坐吸收体内的灵力 真的是在吃饭 田德海看了半天 实在有点不敢相信 这几人吃了什么东西 闻起来好香 他在这边都闻到了食物的香味 咽了咽口水 不过并没有下去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吃人手短 拿人手软 想到刚才玄军朔 直接否决了 取消给清玄峰提供资源的提议 又看到几人一起吃饭 实在匪夷所思 苏南三人吃完饭 坐在椅子上 他习惯性地 给两人散了一根塔衫 两人也没拒绝 接过来点了起来 三人边聊边吞云吐雾 距离太远 田德海听不到他们聊什么 只看到几人 吃完饭后 就坐在一起吞云吐雾 而另外两位小丫头 则在那里打坐修炼 这几人的操作 着实让田德海有点发忙 这清玄峰 有什么秘密不成 又看了一会儿 转身离开了这里 他刚转身离开 苏南有意无意地 朝着对方离开的方向 扫了一眼 抽完塔衫 两人也纷纷告别 而沈兴月两人 在吸收完体内的灵力后 也纷纷离去 接下来几天 每天除了玄灵薇和沈兴月 每天来蹭饭外 还多了玄军朔和上官云 作为两位 已经到了要脸年纪的人 每次都能说出匪夷所思的借口 苏南也不去点破 也会来这里帮着苏南干点活 毕竟天天来这里蹭饭 他也有点不好意思 你们听说没 林耀峰的沈师姐 咱们宗门的第一美女 天天出没于清玄峰 我见到了 有天早上 我有时路过清玄峰 正巧看到沈师姐在清玄峰上 洗衣服 真的假的 这还能有假 我亲眼看到的 莫不是沈师姐 看到清玄峰的封主了吧 应该不会吧 清玄峰的封主 不是一个废物吗 咱们天眼宗早就传出 要取消清玄峰的一切修炼资源 甚至打算另选封主 不好说 沈师姐毕竟太年轻 都喜欢长得帅的 天眼峰上的两名弟子 正在窃窃私语 互相说着八卦 你们刚才说什么 忽然一名男子出现在他们身边 大声地问道 大 大师兄 两人看到眼前的男子 连忙行李 说话都有点不利索 你们两个刚才说什么 男子脸色铁青 再次开口质问道 没 没什么 大 大师兄 看到男子的表情 两人都吓傻了 说 不然你们去砸一封喂猪吧 男子冷笑一声 立一声说道 大 大师兄 我们刚才都是瞎说的 他们之所以不敢说 是因为他们的大师兄 一直在追求林耀峰的沈星月 但是一直被拒绝 刚才的话 如果说出来 他俩估计不死也得脱层皮 不说是吧 男子拔出手中的剑 放在其中一人的脖子上 不说 以后都别说了 说着 手中的剑缓缓下压 这名弟子明显感觉 剑锋快要割破皮肤 我听人说 沈师姐天天在清玄峰上 帮忙干活 几乎每天都去 他们还说 看到了沈师姐 帮清玄峰的师叔洗衣服 他们说 沈师姐喜欢清玄峰的师叔 两人已经好上了 甚至 哄 男子听得牙子欲裂 一脚将两人踹飞 清玄峰是吧 将二人踢飞后 收起武器 嘴里嘀咕了一句 转身离开了这里 林耀峰 上官师弟 在吗 田德海落在林耀峰上 来到上官云的房屋前 轻声喊道 等了半天 屋内依旧没人回应 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田师伯 你还找我师父的吗 沈星月看到田德海 站在他师父的屋前 上前问道 对 你师父他不在峰上吗 田德海点点头 开口问道 师父他老人家 去后山禁地闭关了 说这两天可能要突破了 沈星月恭敬地说道 要突破了 田德海嘴里 嘀喃了一句 上官云这老家伙 走了什么狗屎运 竟然快要突破了 他心中嘀咕了一下 有什么事情吗 师伯 没什么 你先忙 我走了 田德海摆摆手 转身离开了这里 他之所来这里 是因为前几天 天眼峰长老会议上 上官云给了他一只塔山 这几天 已经把剩下的多半根 给抽完了 实在心仰难耐 所以来到灵耀峰上 想问问上官云 还有没有 结果对方闭关要突破了 忽然想到 那天掌门同样有 于是转身 朝着掌门那里去了 他来到掌门所在的地方 刚进入到这里 便有弟子出现 田师说 你要找我师父吗 田德海点点头 师父说 马上要突破了 去后山禁地闭关了 这名弟子恭敬地回答道 也闭关了 听到这名弟子的话 他心中不禁疑惑起来 怎么这两人都闭关了 而且都要突破了 难道是因为小木棍的原因 想到这里 他心中更加火热 但是两人都闭关了 他也没有办法 从这里离开后 心中一直想着塔山的事情 之前上官云给他的那根塔山 他自己也研究过 但是看不出里面是什么成分 里面包裹着的灵药 他一个都不认识 这该如何是好 忽然想到 那天看到清旋风尚 苏南他们几人都在抽小木棍 第十章 二国头 清旋风尚 系统 签到 定 签到完成 宿主获得幸运值加一 定 恭喜宿主连续签到七天 便利店解锁新商品 咦 出新东西了 苏南听到便利店里有新东西出现 一脸星星 连忙打开系统查看 这尊二国头 售价八百零十 系统出品必出精品 二国头都出来了 下次出什么 看到价格后 忍不住吐槽 这玩意的价格 还是一如既往的高 便利店的东西 每一天都有特殊的功能 就连生抽老抽 都能够改善体质 提香增鲜 增加修为 这二国头 明显比那些要贵 肯定效果不会太差 咬咬牙 从系统的便利店里 买了一瓶 取出来二国头 仔细的看了看 好家伙 还是六十多度的 看着酒瓶上的酒精度数 暗暗扎舌 这个世界自然也有人酿酒 不过苏南并不怎么喜欢这里的酒 或者说是 他在这里喝的酒太差 觉得一点都不好喝 休时之间 喝酒一般都是好朋友 在一起才喝一点 一般修为高的 普通酒 根本喝不醉 凡人世界中的酒 他没有喝过 穿越到这里三年了 也从来没有去过凡人世界 二国头对他来说 有种莫名的亲切感 虽然这个二国头 同样是系统生产 但能够看到 之前世界的产物 还是很开心的 喝二国头 怎么能没有花生米呢 看着手中的二国头 嘴里嘀咕了一句 但是花生这种东西 天眼宗上是没有的 为了喝这瓶二国头 他决定去凡人城镇 买一些花生 随便买点蔬菜之类的种子 自己一个人在山峰上 以前没有这些调料的时候 他也没有想其他的事情 现在系统便利店的调料 效果这么好 索性这次出去 多买一些蔬菜的种子 说做就做 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玄灵威来到了这里 师叔 你要出去吗 嗯 打算出去买点东西 顺便逛一逛 啊 这么说 今天没得饭吃了 玄灵威撇撇嘴 有点失望地说道 等我回来后 给你做好吃的 苏南笑笑 安慰道 好 那我等师叔回来 听到有好吃的 脸上马上露出两个小酒窝 我去了 说完 苏南轻轻一跃 化作长虹 消失在远处 我就在这里等 师叔的好吃的 玄灵威看着 看着对方离开方向 来到苏南经常坐着的地方 坐了下来 苏南刚离开不久 清玄峰上落下一人 朝着清玄峰的主房内走去 田师叔 你来这找苏师叔吗 玄灵威看到来的人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开口问道 是灵威啊 对 我来这里找一下苏南 他在吗 不巧 田师叔 苏师叔刚刚下山去了 啊 田德海彻底抹了 马德 这是怎么的情况 今天找谁 谁不在 心中莫名一股火气 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吗 压住心中的烦躁 和声问道 苏师叔没有说 只是说去买点东西 他摇摇头 田德海也不知道 是因为找谁都不在烦躁 还是别的原因 总之心中莫名的烦躁 也没有再说什么 转身离开了这里 玄灵威撇撇嘴 随后转身 回到座位上 学着苏南的样子 躺在上面晒太阳 也不知道 花生什么地方有 下山的苏南 路过了两个村庄 都没有找到花生 他的飞行速度特别快 此时已经距离天眼宗 也有上百里 每个宗门都会掌控一个区域 现在他所经过的区域 都是天眼宗的底盘 路上偶尔也会遇到 天眼宗的弟子 只是这些弟子 并没有发现他 距离他不远的地方 又有一座村庄 远远就看到 村子里生起的鸟鸟吹烟 苏南加快速度 朝着村庄而去 快到村庄口的时候 落了下来 之所以没有直接飞进去 是不想让这些村民 对他磕头之类的 他不习惯 刚进入村子 里面空荡荡的 还看到鸟鸟吹烟 转了好久 终于看到一人 迎面走来一位 看起来有七十多岁的老者 苏南走上前去询问 大爷 你们这边有花生吗 花生 没有 这种东西 在我们这边不好生长 老者摇摇头 大爷 这里气候宜人 为何没看到其他人 听到没有花生 也没有在追问 而是随口问了一句 都逃命去了 只有老头子 身子骨不行 走不动路 留了下来 老者叹了一口气 缓缓说道 逃命 这是为何 听人说 最近出现了妖怪 爱喝人血 已经有好几个村庄 遭遇不测了 还听说连孩子都没有放过 说着妖怪 他的眼神中露出了一丝恐惧 年轻人 看你穿着打扮 应该是城里人 赶紧逃命吧 晚了就来不及了 他又上下打量了 一下苏南 开口劝说道 哦 妖怪 苏南疑惑了一下 他刚才路过几个村庄 都没有遇到这种事情 正在他疑惑的时候 忽然感觉头顶有人飞过 是三名天眼中的弟子 形色匆匆 其中一人低头往下看了一眼 正好看到苏南 随即落了下来 你是天眼中哪座风的弟子 我是 不管你是哪座风的 快跟上 发现了一名摩羞 有弟子已经受伤 我们去救人 长老马上过来 这名弟子不等苏南回答 直接再次开口 快 跟上 说完 他化作长虹 急迟而去 苏南愣了一下 也连忙跟上 摩羞 难道就是刚才老者口中说的妖怪 尽管心中疑惑 但速度不慢 紧跟在那名弟子身后 而村子中的老大爷 看着飞走的两人 目瞪口呆 仙人 真的是仙人 老伯子 我们有救了 仙人来除妖了 他一边大喊 一边往家中走去 苏南运气修为 追上前面的弟子 摩羞在什么地方 我带你飞 你负责指方向 说着 伸手一挥 这名弟子 直接落在了他身边 待弟子心中一震 不过也知道 现在不是疑惑的时候 伸手指了一个方向 剑盾 苏南轻踩一下脚下的剑 低音一声 速度爆发 化作一道白光 急迟而去 眨眼间 便将前面的两名弟子 甩在身后 什么东西过去了 正在飞行的两名天眼宗弟子 疑惑道 第十一章 摩羞 师爹 快跑 他的阵法完成后 我们谁也跑不了 一名浑身鲜血的天眼宗弟子 对身后的人大声喊道 这时候 村庄的四个方向 分别出现了一道血色光柱 整个村子里 血流成河 而在村子的中央 堆积着大量的尸体 既然来了 就留下吧 还差一枚血魂丹 正好拿你们来炼药 你们的灵魂 可比这些凡人的强多了 一名戴着骷髅面具的男子 浑身散发着煞气 看着下面的天眼宗弟子 舔了舔嘴角 应笑着说道 我们的长老马上来了 你死定了 其中一名弟子 看着空中的摩羞 硬着头皮说道 这里距离你们天眼宗数百里 等你们的长老过来 你们已经成为了我的丹药 摩羞吃笑道 说着他从身上 取出一尊血色大顶 大顶悬浮在空中 他手势快速变换 一个个血色符纹 刻印在顶上 村庄周围的四根血柱 不断升高 渐渐地形成了一道血色光幕 浓烈的血腥味 渐渐弥漫整个村庄 下面的天眼宗弟子 手持长剑 向空中的摩羞刺去 躺臂当车 摩羞从身上 取出一杆小旗 上面黑雾缭绕 隐约能够看到 黑雾中猙獰的人脸 正好拿你来为我的魂帆 说着 伸手一抖 他手中的小旗 迎风暴涨 一个个恶鬼 从旗子中飞出 张牙舞爪地 向天眼宗的弟子袭来 一名弟子 持剑 向恶鬼杀去 然而这些恶鬼 好似杀不完 源源不断地 从旗子中钻出 天眼见证 一名天眼宗弟子喊道 他的声音刚落下 其他几名天眼宗的弟子 快速移动位置 形成一个四面围合的剑阵 天眼剑阵 起 一声令下 所有天眼宗的弟子 同一时间 挥出手中长剑 受到剑芒凌空而起 迅速融合 一道巨大无比的光剑 缓缓成形 斩 数米长的巨剑 对着空中的魂帆斩去 从魂帆中飞出的厉鬼 在接触到剑芒的瞬间 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开始融化 哄 巨剑与魂帆撞在一起 咔嚓 魂帆上出现了一道裂痕 而几名天眼宗的弟子 同样被震得 嘴角一血 瘫软在地上 本来想给你们的痛快 但是你们竟然敢打坏我的魂帆 我要抽出你们的魂魄 镇压在我的魂帆里 永世不得超胜 这名魔修 看到魂帆上的裂痕 心痛无比 看着下面的天眼宗弟子 阴毒地说道 伸手一招 魂帆恢复成原状 落在他的手上 空中的大顶 散发出新红色的光芒 与周围四根血柱相连 地上的血液 似乎受到了血木的吸引 纷纷化作血物 钻入了大顶内 紧接着 村子中央堆积的尸体 同样缓缓升起 落在了大顶内 见到此状 魔修伸手一挥 挤到魔器 钻入天眼宗的弟子体内 他便不再管这些 瞬间出现在大顶的一侧 双手快速打出硬绝 哄 血色的火焰 在大顶内燃烧起来 随着血焰的燃烧 大顶内的尸体 竟然开始融化 能够看到这些融化的尸体上方 随着尸体融化 再次从身上 举出几枚血红色的丹药 扔到了大顶内 他控制着血顶内的火焰 丝毫没有注意到 从远处飞来一道剑光 这道剑光 看似微弱 但撞在血木上的时候 咔嚓一声 四道血柱形成的光幕 瞬间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来的人正是苏南 他远远便看到了 这道血色光幕 破 随着血木裂开 魔修吐出一口鲜血 你是谁 他眼神中带着一丝恐惧之色 去将其他弟子带走 苏南没有理会魔修 将身边与他同行的天眼宗弟子 放在地面 吩咐道 是 吩咐完后 他抬头看向魔修 手中的长剑 对着魔修轻轻一展 魔修还没反应过来 剑光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连忙拿出刚才的魂帆 想要抵抗 咔嚓 魂帆根本无法抵抗 这道剑光 瞬间断成了两截 见势不减 扑吃一声 剑光站在了魔修的身上 透体而过 魔修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伸手分离 就在他的尸体下落的一瞬间 一道黑色魔器 从尸体中飞出 朝着远方顿去 苏南并止成剑 虚空一按 这道飞出去的魔器周围 顿时出现树道剑芒 剑灭 树道剑芒 瞬间将这道魔器湮灭 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接着再次一指 落在地上的魔修尸体 同样湮灭 仿佛没有出现过一般 空中的鞋顶 没有了血柱的支撑 哐当一声 摔在了地面上 从里面流出了腥臭的血水 还有几颗未成型的丹药 苏南来到血顶上 用力一踩 碰 血顶中 发出凄厉的惨叫声 接着化作虚无 消失不见 而在一旁观看的天眼宗弟子 全都张大了嘴巴 甚至都忘记了身上的伤口 师 前辈 和苏南一起来的这名弟子 刚准备喊师兄 但转念一想 这么厉害 肯定是宗门里的长辈 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如何称呼 苏南看了一下受伤的弟子 不是很厉害的致命伤 开口说道 已经安全了 等下有长老过来 会帮他们去除体内的魔气 我要去镇上买花生 先走了 说完 转身化作一道长虹 消失在了众人面前 宋师兄 刚才这位前辈 是我们天眼宗 哪座风上的 看到对方离开 其中一名弟子 开口问道 被称作宋师兄的人 是执法风的弟子 宋伯红 不知道 不过我应该完了 刚才我在路上的时候 看到这位师叔 以为是其他风的普通弟子 还训斥了 宋伯红苦笑一下 把当才遇到苏南的事情 简单地说了一下 其他人听到后 也是下了一身冷汗 这也不怪宋伯红 如此害怕 在宗门内 呵斥长辈 是要被逐出师门的 放心吧 宋师兄 这位师叔 肯定不会和你计较的 尽管如此 还是有人安慰的 正在几人聊天的时候 天眼宗的一位长老 急迟而来 魔修哪里去了 跑了吗 他看到地上 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鲜血 以为魔修已经逃了 六号死了 去查是什么人做的 在距离天眼宗 数千里外的一座山谷内 一名黑衣人 看着手中碎裂的令牌 脸色阴沉地说道 是 接着一道身影化作烟雾 消失不见 第十二章 神秘诗书 来的人正是田德海 回天师伯 魔修已经死了 宋伯闻恭敬地说道 死了 你们把魔修灭了吗 好样的 听到魔修死了 田德海松了一口气 对几人夸赞道 他刚才感应到 受伤的弟子体内有魔器 这名魔修的修为 至少也是运神境后期 没想到 你们能够斩杀一名 运神境后期的魔修 后生可畏 回到宗门 掌门奖励 你们贡献值 他没想到这些人 竟然能够将这名魔修 斩杀得如此利索 师伯 不是我们杀的 是咱们天眼中的一位师叔 宋伯闻连忙摆手 本来就得罪了这位师叔 这个时候 如果说成自己的功劳 到时候 别说逐出宗门了 估计小命都能丢了 师叔 是谁 田德海疑惑道 宗门接到救援信号 只派了他过来 不认识 穿着我们天眼中的服饰 不过那位师叔说 去买花生 然后离开了 接着 他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过程 简单地说了一下 听到对方说 只是一剑 便将魔修斩杀 让田德海更加疑惑 宗门内能够如此轻松 一剑斩杀 至少运神境修饰的人 至少也是化神境的修为 宗门内化神境修为的强者 只有几名长老和封主 而且就算是他 也不能如此轻描淡写地斩杀 一名运神境后期修士 这让他如何不吃惊 宗门的弟子 就更不可能了 弟子都是炼气境 祝鸡境和宁神境居多 运神境的都是极少 究竟是谁 你刚才说 斩杀魔修之人 说去买花生了 他忽然想到了一个人 再次开口问道 是的 师伯 这位师叔说 去城镇上买花生 还说长老马上就到 得到确认后 他大概猜出来是谁了 但是 这更加让他震撼 他有化神境修为 不是说 一直都是运神境吗 他之前去清玄丰的时候 玄灵威说 苏南去买东西了 结果刚才宋伯文的话 显然这人十有八九是苏南 如果真的是对方 那该如何 之前的宗门会议 还说要取消掉清玄丰的资源 也不知道 掌门有没有 把这件事告诉对方 看来要找个时间 去清玄丰上道个歉 田德海心中敌过了一下 先把你们送回宗门 进行疗伤 他在这附近观察了一下 确定没有留下任何披露后 带着几位受伤的弟子 离开了这里 苏南来到距离 天眼宗四百多里的一个城镇上 才看到有出售花生的 这魔修我以为多厉害 结果啥也不是 回去的路上 还在想刚才遇到的魔修 谁能想到阵仗挺大 结果一秒都没撑住 本来还想着 是一下之前 签到系统奖励的功法 心中狠狠鄙视了一下打了的魔修 如果魔修能够听到的话 要被气死 从头到尾就说了一句话 而且还没被搭理 然后就被打了 死得不能再死了 真正意义上的魂飞烟灭 回到清玄丰上 刚落下 是说 回来了 带了什么好吃的吗 玄灵威看到苏南出现 一脸开心的跑了过来 等会儿给你做点好吃的 苏南宠溺的揉揉 他的小脑袋 这个小丫头 竟然在这里等他 好夜 玄灵威开心的蹦了起来 小丫头吃得满嘴流油 打发走玄灵威后 天眼宗内 宋伯文几人刚刚回来 宋师兄 魔修被斩杀了吗 有弟子看到他们回来 连忙开口问道 斩杀了 被一位师叔一招秒杀了 你是不知道 当时的场面 宋伯文听到有人问 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就这样 苏南的事迹 整个天眼宗传开了 你们听说了吗 咱们天眼宗有位师叔 实力非常的恐怖 一箭秒杀一位魔修 据说这位魔修 已经快要化神经 什么听说 我当时就在现场 一名弟子骄傲地说道 真的吗 快说说看 当时究竟是个怎样的情况 师叔长什么样子 听到有人说 在现场 马上这些人来得兴趣 我也想和你们详细说一下 只是有点口渴 我先回去喝点水 这名弟子 看到众人催促他说 马上做出为难的样子 开始摆谱 来 师兄 我这里是上好的百花落 昨天刚从林耀峰的 一个小师妹那里 兑换来的 自己都没舍得喝 当即有人 从身上拿出一个小瓶子 递了过去 好吧 既然你们如此想听 我便与你们说说 当我们赶到的时候 那名魔修已经 将整个村子的人 屠杀殆尽 用这些村民的血液 组成了一个血煞阵 我和其他几位师弟 被困在血煞阵中 无法出来 魔修的实力 十分的强悍 手里一杆魂翻 我们根本不是对方的对手 正当我们绝望的时候 从远处 及时而来一道剑光 眨眼间 就出现在了血煞阵的外面 这道剑光上遍师叔 师叔提剑 对着血煞阵 轻轻一展 魔修布置的血煞阵 直接被师叔一剑展开 这名魔修 被吓得脸色惨白 急忙开口 你是谁 然而师叔是何等人物 看都不看魔修 抬手就是一剑 对方根本无法躲闪 剑光闪过 魔修已经伸手一触 他的残魂想要逃跑 师叔以止为剑 虚空一案 无数剑芒出现 瞬间湮灭 死得不能再死了 众人听得如痴如醉 纷纷开口问道 知道这位师叔是谁吗 师叔比较低调 杀完后 转身离开了 我并不认识这位师叔 应该是咱们宗门内 隐藏的一位爵士天才 师叔的年纪看起来 比我们还要年轻 这名弟子摇摇头 其实这些都是宋博文 让其他几名弟子传出去的 他怕被苏南责怪 又不知道对方是谁 只好用这个办法 希望对方 能够原谅他之前的过错 就这样一传十 十传百 整个天眼宗上 都讨论着 究竟是谁 年纪轻 修为又高 实在想不出来 究竟是谁 宗门里的长老 听到后 也纷纷皱起了眉头 私下都在讨论 究竟是谁 他们觉得 这些传得太假了 天眼宗内 画神经的修士 根本就没有欺人 只有田德海 一句话未说 他在考虑 该如何去清玄丰 他之前 想要找苏南要塔山 是因为 不清楚对方的实力 但是这次不同 对方的实力 明显和自己 在同一个级别 第十三章 师叔叫你追女孩 外面传得沸沸扬扬 都在寻找天眼宗的 这位神秘师叔 此刻的苏南 正在清玄风上 晒着太阳 系统 千道 千道成功 恭喜宿主 获得力量属性加一 苏南撇撇嘴 系统是越来越抠门了 自从千道 赠送了一个便利店后 再也没有出过 什么好东西 看了看时间 竟然奇怪的是 玄灵薇那俩丫头 竟然没有来蹭饭 昨天买回来花生米 本来打算小酌一杯 但是玄灵薇的出现 他也打消了这个念头 今天两人没来 他起身 拿出昨天买的花生 包壳 准备弄一道花生米 来尝尝系统那里 购买的至尊二锅头 究竟是怎么个事 横着小曲 在厨房里忙活了一阵 端出来一盘油炸花生米 刚出锅的花生米 打开二锅头 淋上一点在花生米上 死了 花生的香味 和酒的香味 顿时被激发出来 香味弥漫 让苏南食欲大动 又是美好的一天 看着自己的杰作 嘴里嘀咕道 来到院子里 拿出酒杯 倒上酒 敢问可是苏南苏师叔 此时一名男子 落在了清旋风上 看到苏南 语气冷硬地问道 不错 是指找我有事吗 他看了看眼前的男子 疑惑地问道 你配不上他 男子再次冷冷地说道 蛤 什么配不上他 这句话 直接给他整不会了 莫名其妙的一句话 实在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你配不上他 请你离开 不要再骚扰他 男子皱眉 冷声呵斥道 看你是师叔 我才好言相劝 如若不然 后果自负 男子说完 转身就要离开 等等 苏南叫住了对方 师侄 你有什么事情 只说 你这没头没脑的话 我实在听不明白 男子回头 冷冷地看了一眼 也罢 师叔 得罪了 让我看看 师叔是不是真的能够配上他 他转身 冷声说道 刷 拔出手中的剑 直接朝着苏南刺来 苏南愣神一下 并没有躲闪 怎么脾气这么暴 伸出两根手指 看着袭来的剑 双指一加 剑间被他夹住 男子想要抽剑 却纹丝未动 好像被铁钳夹住一般 他瞳孔一缩 虽说刚才只是试探性攻击 但对方轻描淡写地 化解了他的攻击 显然实力不在他之下 还默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苏南打了个响指 男子感觉到 身体一股无形的力量束缚 现在可以好好说说了吧 将男子束缚住后 轻轻一挥 男子直接来到他的身边 淡淡地说道 刚才被力量束缚住的时候 他就感觉到了两者之间的差距 传闻清旋风的风主 只有运神境前期的实力 但刚才的接触 对方最少化神境 男子心中一动 昨天宗门传得沸沸扬扬的 神秘诗书 该不会就是眼前这位吧 想到这里 心中一沉 年轻和实力 都和他们说得差不多 想到这里 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小家伙 你和我说说清楚 刚才说的什么意思 苏南看着他 笑呵呵地问道 你刚才说的我配不上他 你指的是谁 男子此刻已经后悔死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传说中的神秘诗书 竟然是清旋风的风主 既然你不说 那让我来猜一下 你这个年纪 又说我配不上他 这个他应该是一名女子 我说的对吗 见到对方不说话 苏南靠在椅子上 翘着二郎腿 脸上带着笑意 继续说道 而我咱们天眼宗里 接触过的女子 没有几个 天眼风上的江长老 年纪有些大了 看样子应该不是 先排除年龄 稍微大一点的 年纪和你相当的 那只有沈兴月 沈氏值了 我说的可对 当他说出沈兴月名字的时候 男子眼神出现了一丝波动 看来我猜对了 对方的表情 被苏南看得一清二楚 别有深意地说道 师叔 我错了 我刚才都是瞎说的 男子连忙认错 这可是传说中的神秘诗书 如果被别人知道 他找这位师叔的麻烦 都不用对方动手 其他弟子都能把他活吞了 既然是因为沈兴时的原因 那我将他叫过来 如何 说着苏南就要起身起来 苏师说 我错了 你别叫他 我向您道歉 刚才真的都是瞎说的 男子再次开口 试图解释 你喜欢他 苏南饶有兴趣地看着对方 问道 没有没有 怎么会喜欢沈师妹呢 我们只是普通的同盟关系 男子连忙摇头否认 他以为苏南在责问他 喜欢都不敢承认 你怎么追女孩 苏南看到对方 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 质问道 试说 刚才是我的不对 我不应该对你出手 乐正名失职 你喜欢沈兴越失职 但是不敢表白 是吗 试说 你怎么知道 我叫什么名字 乐正名瞪大了眼睛 大吃一惊 乐正名刚出现的时候 苏南确实没有认出来 后来通过他的猜测 顿时猜到了 对方是谁 天眼风的大弟子 这还是 玄灵威来蹭饭的时候 和沈兴越聊天 他无意间听到的 我说的对吧 苏南看到对方承认后 继续问道 乐正名点头 追女孩子 是要有技巧的 要不要师叔叫你追女孩 嗯 苏南的话 让他一愣 师叔 你们不是 下面的话 乐正名没敢说出来 你以为我 喜欢沈兴越那个小丫头 他细血地看着对方 问道 你还是太年轻 来咱们边喝边聊 说着苏南伸手一挥 将对方解开 拿起二锅头 倒了一杯 推到他的面前 一股浓浓的酒香味飘出 乐正名咽了口口水 这酒实在太香了 仿佛有什么魔力 他一直盯着酒杯中的酒 来尝尝 不用拘束 我看起来很吓人吗 苏南笑呵呵 搬起酒杯 抿了一口 酒刚进他的喉咙 一股猛烈的灼烧感 顺着喉咙流到了胃里 随着二锅头进入到肚子里 似乎对于周围灵气的感应 更加的清晰 对灵气也更加有亲和感 第十四章 苏南的奇葩理论 好久 苏南忍不住称赞道 系统出品 果然非同一般 刚才他浅尝一口 就感觉到自己的灵根有所提升 打开属性面板 姓名 苏南 灵根 天灵根 二一零一千 修为 神玄境 中期 力量 二十六 幸运 四 魅力 二 刚刚仅仅尝了一小口 灵根竟然增加了十点经验 这酒竟然自带洗水的效果 传说中 只有极少数的天才地宝 才有洗水的功效 洗水后 能够提升人的灵根品质 没想到这个二锅头 竟然也是这种效果 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有这个店了 确定不喝点吗 苏南拿起酒杯 再次抿了一口 对乐正名说道 多谢师叔 他终于没有抵挡住酒的诱惑 端起酒杯 同样喝了一口 一口下去 他的身上竟然开始出汗 有种说不出的舒畅感 师叔 这酒 乐正名自然感觉出了 这酒的特殊之处 开口问道 一杯酒而已 来 走一个 你和我说说 你和沈兴月那丫头的事 师叔我帮你出出主意 叫你追女孩 苏南摆摆手 示意他继续喝 对于这个八卦 他非常乐意听 来到这个世界三年了 几乎没有和其他人接触过 也没有手机 网络之类的 好不容易有个八卦是 他顿时来了兴趣 既然师叔问 那我就和师叔说说 接着开始说起了他的故事 他和沈兴月 本是同一个地方的人 小的时候 天赋不错 两人都被带到了天眼风 随着年纪的长大 他对人家产生了一丝 说不清的情愫 但却不敢说出口 每次只敢远远地看着对方 恰好听到宗门里有人说 沈兴月天天在清旋风 顿时心生怒意 接下来就发生了刚才的事 你为何不和他直接说 苏南好奇地问道 明明是青梅竹马 水到渠成的事情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万一他有心仪的人了 那样多尴尬 说着这里 乐正明端起酒杯 一口直接喝了下去 那你还是别对沈兴月 这个丫头伤心了 你没机会了 他夹起一粒花生米 放进嘴里 摇摇头说道 师叔何出此言 乐正明疑惑了一下 刚才还说叫他追女孩 怎么现在又告诉他 别追了 没有机会 曾经有位哲人说过 面对未知的事物 你不去试一下 你的成功机会只有零 如果你去试一下 起码有50%的概率会成功 你连尝试都不敢去尝试 你怎么会有机会 苏南义正词严地说道 可是万一失败了 你知道追女孩子 最重要的三点是什么吗 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开口问道 请师叔明示 乐正明摇摇头 他还第一次听到这种说话 追女孩子 最重要的三点 第一 坚持 他听到后 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第二 不要脸 嗯 听到这第二点 有点搞不懂了 我被修饰 岂能如此 第三 坚持不要脸 古人云 好女怕蝉狼 总结起来就是 你要做到 胆大心细脸皮厚 如果你这么在意面子 那你就别想着 和他结成道理了 苏南说完 端起酒杯 抿了一口 开玩笑 自己虽然没有追过女孩 但是见过啊 以前的时候 网上多少鸡汤 这还不是随便拿捏 这酒确实够近 喝起来浑身暖暖 体内的功法 开始缓慢地运转起来 女子不比我们男人 他们都比较害羞 你记住 你主动 你们就会有故事 可是师叔 我之前找过他 整个宗门的弟子都知道 而且 我已经暗示过他好多次了 他一直都没有表态 乐正明说到这里 眼神暗淡的了下来 我真的要去直接和他直接说吗 他不确定地问道 啊 你和他暗示过了 还好多次了 苏南有点猛 刚才不是说 没有勇气和他表白 都是远远看着吗 是啊 已经暗示过很多次了 表示自己喜欢他 想和他结成道理 乐正明点点头 听到对方的话 苏南眉头皱了起来 怎么了 师叔 我是不是没戏了 看到对方的样子 乐正明有点慌了 问题不大 小场面 不要慌 你师叔我是过来人 以前可是号称秦盛 这点小事 简单 苏南摆摆手 一脸自信地说道 失误了 还以为这家伙是不敢表白 我还搁这儿酷酷讲道理 嘴上说得非常自信 可是他心中有些泛嘀咕 如果你暗示过几次 对方没有表态 这种情况 也很好解决 他再次开口说道 追女子就像做买卖一样 讲究后发制人 你先追她 你就很被动 苏南自信满满地说道 师叔 你刚不是说 让我主动一点 主动了就有50%的机会成功 不主动 那就是一点机会 都没有了吗 乐正明疑惑地问道 他确实有点猛 刚才说的和之前说的 完全自相矛盾 你之前给的暗示 对方却没有表态 说明你暗示的方向错了 苏南端起酒杯抿了一口 感觉自己说的好有道理 师叔 那要怎么暗示 乐正明连忙追问 他确实怀疑过 自己表达的方式不对 对方才没有反应 想要知道一个女生 是不是真的喜欢你 你让她吃醋 吃醋 对方疑惑道 对 你要给她一种 你随时都会离开的感觉 你想想 如果一个女子喜欢你 她如果看到 你和其他女子有说有笑 她会有什么反应 说到这里 苏南都感觉自己是个情场高手 会生气 吃醋 乐正明眼睛一亮 不太确定的说道 不错 你回答得很好 你可出师了 只要让他吃醋 他就会倒过来追你 跟你表白 对方越听越觉得有道理 看向苏南的眼神都变了 甚至有点崇拜他 修为高 人长得帅 还懂得这么多 多谢师叔 我明白了 我这就让他去吃醋去 说着把酒杯里的酒 全部喝完后 行了一礼 转身化作长虹 消失在了清旋风上 我果然是轻胜转世 我都佩服我自己了 看到对方离开 苏南自言自语地说道 第十五章 掌门突破 手中的二锅头 已经被他喝下去了半瓶 此时的脑袋也有些晕了 打开系统面板 看了看自身的属性 林根依旧以十点的速度在增加 半瓶酒下去 林根已经增加了一百点 他有预感 如果再喝几瓶二锅头 他的林根就有望突破天林根 达到几瓶天林根 相信到那个时候 他的修为能够再上一个台阶 唯一不好的就是 这玩意太贵了 八百零食一瓶 他攒了三年的零食 也兑换不了几瓶 该如何获得零食呢 也不知道掌门和上官云两人的塔衫 抽完了没 嘴里嘀咕道 他觉得是时候想办法弄点零食了 如果只是靠着每个月领取的一百零食 想要到达不用惧怕任何人的程度 还不知道要多久 轰动 忽然天眼宗发出一道巨大的响声 紧接着一股旋而又旋的气息弥漫开来 这是什么情况 天眼宗的弟子纷纷疑惑 难道有敌人 这些人紧张看向声音发出的方向 正在思考的苏南也被这声音吓了一跳 他探出零食 向爆炸的方向探查过去 这家伙突破了 这么快 嘴里嘀喃道 此时的玄军朔从闭关地内走了出来 浑身散发着阵阵微压 大家不必惊慌 是我突破了 玄军朔的声音传入每一名弟子的耳朵 恭喜掌门 整个天眼宗的弟子朝着掌门的方向 大声喊道 轰隆 然而他的声音刚落下 又是一声巨响 上官云也出现在天眼宗的上空 恭喜上官师弟成功突破 玄军朔看到对方出现 脸上露出了笑容 掌门师兄 你也突破了吗 上官云尽管没有感应对方 但从对方的气势上就明白了过来 哈哈 不错 只比你早了几些 玄军朔哈哈一笑 开口说道 这多亏了苏师弟的塔山和实物 不然不可能这么快突破成功 上官云脸上同样带着笑容 目光看向清旋风的位置 不错 咱们要去感谢一下苏师弟 两人正在交谈的时候 天眼宗的上空再次出现几道身影 恭喜掌门 恭喜上官封主突破成功 出现的这几人 都是天眼宗的长老 以及其他封的封主 恭喜掌门再进一步 咱们天眼宗终于有了神玄境的强者 而且还是两位 走吧 咱们下去说 玄军朔白白手 率先朝着天眼封飞去 几人也紧跟其后 各个脸上都带着发自内心的笑容 没有什么事情 比一个宗门变强盛 更开心的事情了 苏南自然也感应了两人的气息 不过他并没有过去 反而坐了下来 恭喜掌门突破 今天可是三喜灵门 天眼宗的大殿里 田德海开口说道 哦 莫非田长老也突破了吗 玄军朔听到对方的话 不可置信地问道 掌门和上官封主突破 这是双喜 而且昨天的时候 在咱们天眼宗附近的摩修 也被斩杀 自然是三喜灵门 他把昨天遇到摩修的事情 也简单地说了一下 发现摩修的几名弟子 伤势如何 玄军朔听到后 眼睛一亮 关心道 已经帮他们处理好了伤势 至于奖励这方面 等掌门并夺 应该要奖励 至于要奖励什么 容我好好想想 显然他的心情也不错 大家祝贺完 都各自散了 掌门师兄 我打算去清玄峰上 感谢一下苏师弟 你要一起吗 上官云看到众人离开后 小声地问道 自然要去 一起 两人说着 化作一道长虹 朝着清玄峰而去 在他们离开后 田德海别有深意地 看着两人离开方向 恭喜掌门师兄 上官师兄成功突破 两人刚落下 苏南的声音便传了过来 这要多谢师弟的塔山 不然也不会如此轻松地突破 不错 这都是师弟的功劳 两人同时开口 这就客气了 我给你们准备了好东西 咱们来一起喝点 自己刚才喝的二锅头 还剩下少半瓶 就让两人尝尝 正好他也有个想法 想要和掌门商量一下 师弟有心了 听到对方说 准备了好东西 顿时眼睛一亮 能被苏南称为好东西的 顿时让他们来得兴趣 将二人来到酒桌旁 但是只有一碟花生米 两位师兄 来尝尝 这是我刚拖朋友 从异域那边弄来的 尝尝看 苏南拿起酒瓶 给二人一人倒了一杯 随着酒倒入杯中 酒香味便开始散发出来 酒香瞬间钻入两人的鼻子中 听到异域两个字 两人的眼睛亮了起来 之前的塔山 就是从异族弄过来的 至于是什么地方 谁也没有追问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恭喜两位师兄 成功突破 我们宗门再次提升 苏南举起酒杯 对二人说道 多谢师弟 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说着将杯中的酒 一饮而尽 他们脸上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师弟 这酒 到了他们这种修为 自然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体内的任何变化 不错 能够改善修行者的灵根 特意给两位师兄准备的 苏南也没有隐瞒 将二锅头的效果 和二人说了出来 这太珍贵了 上官云端着空酒杯 再次深吸一口气 觉得刚才被自己一口喝完 实在太浪费了 苏南再次拿起酒杯 给二人倒满 师弟 一杯就行了 这种东西 太珍贵了 给我们实在太浪费了 玄军朔连忙推辞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也没有伸手制止 他们都清楚 这酒的珍贵性 能够提升灵根的药物 或许有不少 但那都是在未修炼 还是小孩阶段的时候 这些药材有作用 一旦修行后 体内一旦有了灵气 灵根也变定型了 这也是为何修饰这么少的原因 而能够改变修饰灵根的药物 却是凤毛灵脚 而且还是无价之宝 两人端起手中的酒杯 甚至都不舍得喝下去 这本来就是给两位师兄准备的 哎 苏南不以为意 他今天之所以能够拿出这种贵的酒 心中有他自己的打算 第十六章 苏南的计划 那就多谢苏师弟了 两人举杯 再次感谢 这酒能够提升灵根 如果能够长期喝 相信用不了多久 他们都能再次突破 师弟 听说昨天遇到摩修 咱们宗门一位神秘师叔出手 是你吗 一杯酒下肚 玄君硕一脸享受的模样 随即想到什么 开口问道 不错 昨天我下山去买点东西 正好遇到宗门弟子求救 顺手宰了摩修 苏南也没有掩饰什么 这种事情随便一查 就能查到 果然是师弟你 他们说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师弟你 上官云也同样开口 夸奖道 那个摩修修为很一般 苏南白白手 从身上掏出塔山 一人发了一根 这两人看到塔山 眼神中闪过一丝激动之色 谁也没有拒绝 接过来熟练的点起 舒服的吐了一个烟圈 师弟 你这个朋友 能从抑郁带来的东西 实在是奇特 每样放在外面 都堪称西式珍宝 玄君硕吊着塔山 笑呵呵的说道 我这个朋友 是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的 他每次出现都不确定 我也曾多次问他 抑郁在什么地方 但对方从来不说 我也是在之前的一次下山时 偶然间认识的 我们两人一见如故 前段时间 给我带了一些抑郁的东西 苏南如何听不出对方的意思 但是他无法将系统解释清楚 直接想了个理由 糊弄了过去 也是 这等其人 行踪不定也是正常 不过既然师弟能够认识 也是师弟你的机缘 他们两人对于苏南的话 也没有怀疑 毕竟这种东西 如果真的是苏南自己弄出来的 那么他自己早就不是现在的修为了 要是我们宗门的弟子 都能使用这种东西 咱们天眼宗 必然能够称霸天云大陆 成为天云大陆的最强宗门 可惜 这等其人 他抽了一口烟 感叹道 师兄 前两天我下山买东西的时候 我的这名朋友 给我送来了一些东西 比如 今天喝的酒 也是刚送来的 我也想给咱们宗门做一些贡献 不过这些东西 实在太过昂贵 我也拿不出这么多零食 如果有足够多的零食的话 我想应该可以让我们宗门的每个弟子都使用上 苏南面露难色的说道 哦 玄君硕心中一动 他之前也是随口一说 随便感叹一句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苏南会说出这样的话 师弟 你看这样如何 我给你拿零食 你让你那位朋友 从异域那边多带些过来 他接着对方的话 提议道 师兄 尽管你有一些零食 但如何能够撑得起一个宗门的开销 这样有些不妥 苏南拒绝了对方的提议 我也可以拿出一些零食来 上官云在一旁接口说道 甚至可以让我们宗门的长老和封主 一起拿出零食 玄君硕听到上官云的话 心中一动 再次开口 师兄 这样做其实不妥 想要维持一个宗门的开销 仅仅靠我们自己 不能支撑多久的 他再次摇摇头 接着说道 不过我有一个提议 可以两全其美 哦 师弟有什么好办法 两人同时开口 掌门 咱们可以专门建立一个奖励的部门 而这个部门专门针对对宗门做出贡献的人 让他们来这里进行兑换需要的物品 设置的这个地方 就是用来兑换塔山 或者这种酒之类的东西 苏南把之前想到赚零食的方法说了出来 哦 师弟继续说 这个倒是第一次听说 玄军朔听到对方的话 顿时来了兴趣 咱们宗门不是有个百宝堂吗 所有的弟子可以用贡献点 在百宝堂兑换功法丹药等一些东西 咱们再设置一个类似的 不过这些并不是用贡献值来换 而是用零食 让这些弟子用零食来兑换 苏南继续说道 到时候可以通过百宝堂的统计 每个月贡献点前100名的弟子 可以来这边花费零食购买塔山 或者其他东西 这让不但那些天才弟子能够获得更好的资源 同时也能够刺激下面的弟子 更加努力地修炼 只要能够进入百宝堂 贡献排名前100 都可以花费零食来这里兑换 而且名次越高 兑换的时候就会获得更多的折扣 比如第一百名 一根塔山需要三百零食 那么第九十名则可以九折购买 只需要270颗零食 就能够兑换一根 以此类推 这样一来 无形中就有一种竞争力 他们都会每时每刻地进行修炼 用来提升自己 然后去完成任务 获得贡献点 苏南一口气 将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 他之前就在想 如何才能赚到更多的零食 虽然有间便利店 但是只有他自己能够看到 而且 如果靠自己一个人 慢慢地推销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够赚够足够的零食 随即想到了刚才说的办法 只是他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还没开口 玄军朔已经替他说出来了 好 这个题好 听到苏南的提议 他马上拍手同意 苏师弟果然是天赋一柄 竟然能够想出这种好办法 上官云也赞叹道 到时候 只有前一百名的弟子 才能够来清玄风尚进行兑换 这件事明天早上 召开宗门会议 玄军朔拍板决定了下来 对于一个宗门来说 什么最重要 当然是弟子的综合实力 苏南觉得自己真是个天才 这样一来 都不用刻意去宣传 这个时候 已经开始幻想 用麻袋装零食的日子了 到时候二锅头 买两瓶 喝一瓶争一瓶 这么做主要还是因为 他的这个坑爹系统 这个便利店并不像小说中那样 系统直接给具象 画出来一个店铺 在店铺内无敌 不然早跑出去开店去了 现在 他只能先在自己的地盘上 弄一个类似的店 毕竟 这可都是零食 饥饿营销这种手段 在他上辈子 见得实在太多了 只要运作得好 站在世界之巅 左搂右抱的生活 指日可待 第十七章 穷鬼 呸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玄军朔两人离开后 苏南再次从系统那里 购买了一瓶酒 自己慢悠悠地喝了起来 这种能够提升零根的东西 多多一善 要不是口袋里的零食不够用 他都想要拿这个泡澡 醉熏熏地躺在了椅子上 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 系统 签到 钉 签到成功 宿主获得零根加石 苏南撇撇嘴 这系统什么都好 就是有点抠 这每天签到的东西 都是什么垃圾玩意 当当当 宗门内的钟声传来 所有的弟子 全部听到了 各个封主和长老 也都纷纷出现在天眼封的大殿内 掌门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进来的时候 便看到玄君朔 已经在大殿内 稍等一下 人还没有到齐 今天有重要的事情宣布 对于咱们宗门来说 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玄君朔看了看大殿里的众人 缓缓说道 其他人听到后 心中不禁疑惑 这里的封主及长老 全部都已经到齐 掌门口中的人 指的是谁 又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更加让人疑惑 谁都没有说话 这时候大殿门口出现了一道人影 苏南落在天眼封上 朝着大殿内走来 见过掌门师兄 及各位封主长老 走进殿内 看到人已经都到齐 他对众人失礼 原来是苏封主 天眼宗宗门议会 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这时 一名中年男子的语气 带着一丝激笑 开口说道 嗯 宋长老说得不错 那请你离开 苏南点点头 说着指了指门口 对他说道 别以为叫你一声封主 你就真的把自己当成封主了 你最好识相一点 今天有重要的会议 这里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 宋姓男子 天眼封的上的长老 宋恒风 苏南师弟到了 咱们开始今天的宗门会议 就在宋恒风 还准备在说点什么的时候 玄君硕忽然开口说道 嗯 不仅宋恒风猛了 其他长老和封主 也有些摸不着头脑 都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们没有听错 等的就是苏南师弟 今天的事情 涉及到我们宗门的发展 希望你们都能够认真对待 玄君硕自然看出了这些人的想法 再次开口说道 苏师弟 接下来你来说 昨天和掌门师兄商议了一下 打算在我清玄风上 设立一个清玄阁 对宗门有巨大贡献的弟子 可以在清玄阁兑换奖励 苏南也没有墨迹 开门见山地说道 设立清玄阁 当即有人疑惑 掌门 我觉得此事不妥 我们宗门杂一风的百宝堂 就是类似的 为何还要重新设立 杂一风的风主 当即反驳道 这个清玄阁 和你杂一风上的百宝堂 完全不同 清玄阁是为了督促 和激励宗门内的弟子 更好的修炼 玄君硕自然知道 会有人反对 已经想好了应对之策 与百宝堂 不会产生任何利益的纠缠 百宝堂只要负责弟子 修行所需的丹药零食 等一些其他东西的发放 而清玄阁 则是发放另一种东西 面对众人的疑惑 他继续说道 清玄阁 发放什么东西 杂一风的风主 十分不服气 问道 玄君硕看了看苏南 是已该他上场了 苏南心领神会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从身上掏出一包全新的塔衫 拆开包装 给在座的几人 除了宋恒丰之外 一人一根 当发完的时候 正好盒子里还剩下两根 这是 其他人手中拿着塔衫 疑惑了一下 随即想到 之前宗门会议上 掌门和上官云 两人嘴里叼着的东西 凭什么我没有 宋恒丰看到没有自己的 愤怒地说道 两百零十一根 你要吗 苏南淡淡地说道 你 他原本想问 为何只有他的要钱 但花到嘴边 只说出了一个字 没钱还学别人抽烟 穷鬼 呸 苏南丢下一句 懒得搭理他 静止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上官云接过手中的塔衫 直接点了起来 四 呼 舒服地抽了一口 脸上露出享受的表情 玄君硕也是点起来 抽了起来 其他人见状 又联想到之前这两人 相继突破的事情 难道是因为这根小木棍 想到这里 他们也急忙学着这两人的操作 点了起来 整个大殿里 顿时气刷刷地传出 似乎的声音 一股白色烟气 从他们口鼻中喷出 他们几乎动作一致 脸上全部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随着一口抽进去 脑海中顿时出现了一股空灵的感觉 许久没有突破的瓶颈 就在刚刚的这一刻 出现了一丝松动 就连以前没有想明白的功法问题 此时脑海中 也多了许多思绪 掌门 这是何物 一位长老 看着手中的小木根 吃惊地问道 这是苏师弟通过特殊渠道 弄到的 相信你们也看到了 前两天我和上官师弟相继突破 就是这根小木棍 给我了许多的灵感 仅仅几天 就感觉瓶颈松动 这个东西 效果比物道查 还要好上不少 玄军朔举着手中的塔衫 吐出一个烟圈 淡淡地说道 刚才这些人就怀疑 之前两人突破 和这个东西有关 但是得到对方亲口承认 着实让他们倒吸一口冷气 他们自己也感受到了 这种空灵的感觉 让他们沉静无比 一旁的宋恒风 闻着空气中的味道 让他有些心痒 甚至有些后悔 刚才自己的行为 他看了看苏南 又看看了玄军朔 两百灵石就两百灵石 给我来一根 心痒难耐的宋恒风 开口说道 说完他从身上拿出两百灵石 走到了苏南面前 好的 老板 这是您的塔衫 结果对方递过来的灵石 他马上面露微笑 从里面掏出一根 递了过去 哼 宋恶赤冷哼一声 接了过来 学着其他人的样子 也来了一口 怎么样各位 这个东西的效果如何 玄军朔看到众人都体验过了 随即开口问道 第十八章 清玄阁成立 此物当真神奇 仅仅刚才一瞬间 我已经有了突破的思绪 如果能够多一些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也定然能够突破 田德海率先发言 他算是看明白了 这个东西只有苏南才有 而且他之前也来过一根 这一次 让他更加体会到了其中的神奇 掌门 你的意思 要把这等奇物 用来激励弟子修炼吗 我修行几百年来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 这些东西给弟子使用 又有人问宝 不错 我正有这种打算 而此物是苏南师弟特有的东西 苏师弟提出设置清玄阁 用此物来激励弟子的修炼 你们意下如何 玄军朔刻意强调了 苏南特有的东西 如果用此物当作奖励 确实可以 但是这二百零食一根 属实有点贵了 很多弟子应该兑换不起 宋恒丰抽了两口 淡淡地说道 虽然对他来说 两百零食不算什么 但一根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就结束了 这个没有打算 让所有弟子都能够用得起 毕竟此物也极为稀少 百宝堂每个月负责统计出 贡献点前一百名的弟子 这前一百名弟子 才有资格去清玄阁兑换这个东西 名次月靠前 兑换这个需要的零食便越少 这个东西 每个月也只有这么一点点 多了没有 玄军朔直接把昨天三人 商议出来的规则 当众和众人解释了起来 这种可以激励弟子们的修炼 而且清玄阁不单单 只有这么一种东西 还有更多神器的物品 所有人深深地抽了一口 砸一封的封煮 听到与百宝堂没有任何关系 也不再纠结这个 那我们怎样才能够获得 也需要去兑换吗 还是说 需要一个长老的排名 田德海问出一个 其他人都想问的问题 刚才只说给弟子兑换 并没有提起他们 这个我也有考虑 总共就这么一点 多了也没有 这种东西 是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弄来的 每个月只有固定的数量 除了弟子的外 剩下的会 优先给需要的长老提供 苏南淡淡地说道 众人点点头 谁也没有在说什么 默默地将手中的塔衫抽完 现在开始投票 同意清玄阁成立的 请举手 苏南介绍完清玄阁的基本构成后 大声说道 我同意 掌门率先表态 我也同意 上官云紧跟起后 我没意见 田德海也表示赞同 我没意见 我也是 接二连三的人 都表示了对这种事情 十分的放心 就连这些长老中的唯一女性 江秀云也赞同 这种事情 如果这个时候敢提出不同意 那么以后 你想要获得这种东西的几率 基本上是零了 好 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 那么现在我宣布 清玄阁正式成立 苏南任清玄阁第一任阁主 清玄阁所有的事情 均是他说了算 同时 清玄阁在天眼宗 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 不受宗门的约束 玄军朔直接宣布了清玄阁的成立 至于不受约束这一点 是苏南昨晚上说的 一开始 对方并不同意 毕竟这是天眼宗 但是苏南又拿出他那个奇人朋友说是 而且玄军朔突破后 再次感应对方的实力 仍然感觉深不可测 他如果不同意苏南的提议 对方直接跑路了 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掌门 这个清玄阁的权力 是不是太大了一些 宋恒丰当即提出了异议 你被清玄阁拉入了黑名单 成为清玄阁最不受欢迎之人 还没等玄军朔说话 苏南直接开口 我就是说着玩的 不要当真 听到对方的话 他甘笑了一声 连忙辩解 玄军朔什么都没有说 他之所以如此相信苏南 是因为昨天晚上的三人喝酒的时候 曾提出 让苏南来接替掌门之位 如果对方接替了掌门之位 那么就彻底和天眼宗绑定在一起了 不管以后如何 他都不会做出对天眼宗不利的事情 但是这个提议 当场被拒绝了 用苏南的话说 傻子才当掌门 好好地当咸鱼不好吗 要不是吃人嘴软 都想一巴掌拍死对方 什么叫傻子才当掌门 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便决定了清玄阁的成立 苏南也从封主变成了阁主 是天眼宗最特殊的一个存在 会议开完后 这些长老谁也没有离开 大家目光都看向了苏南 那个苏阁主 率先开口的是田德海 田长老 你有什么事情吗 那什么 你此物还多吗 我想来你这里购买一些 别人不知道苏南的实力 他可是一清二楚的 当初那名摩修 被对方轻松斩杀 就算是他 都很难做到 而且站在对方身边 他都无法感知到对方的实力 可见根本不是 常人口中的废物封主 还有一些 这些都是给清玄阁准备的 苏南点点头 笑呵呵地看着他 自然明白对方的想法 我想买十根 不 五根 你说个假 田德海心中很清楚 现在清玄阁才刚成立 还没有正式开始 发布任务之类的 现在买还容易一些 如果是以后 想买 可能都很难了 苏阁主 我们也想买一些 刚才感觉到了 瓶颈的一丝松动 见到有人开口 他们也马上复合到 我也不多 这样吧 咱们都同盟一场 亏本卖你们一些 真的不多了 如此 多谢苏阁主 听到苏南的话 他们露出了喜色 连忙道谢 接着 每个人都得到了十根 当即获得了三万多的零食 成本不到两千 定 宿主消费超过三千零食 获得便利店反馈 修为加十年 刚和这些人交易完 系统的声音 在他的脑海中响起 接着便感觉到 体内多了一股庞大的能量 他赶忙压住 刚刚达到神玄境中期的他 如果不压制住 可能又要突破了 系统奖励的修为 比正常修炼的能量 更加精纯 即便是他极力压制 但身体刚散发出来的一丝气息 也让周围的人为之一阵 第十九章 弟子奖励 当宗门的钟声响起后 许多弟子从各风跑了出来 发生什么事了 走 快去下面的天眼台 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吗 不知道 赶紧去 听到钟声后 所有天眼宗的弟子 快速地朝着天眼台集合 天眼宗一共五座风 好像人的手掌 而在五座山峰的中间 便是这些弟子口中的天眼台 只有发生重大事情 天眼宗的钟声才会响起 天眼台上 已经聚集了数千名弟子 这些弟子 都在小声地讨论着什么 正在这个时候 玄军朔和数位长老封主 出现在天眼台的前面 他们出现的这一刻 天眼台上的弟子 顿时安静了下来 今天召集你们 有两件事要宣布 第一件事 前两天 我们宗门附近出现了魔修 我们天眼宗的弟子 为斩杀魔修 不顾自身安危 成功将魔修斩杀 你们做得很好 因此 掌门会对这次行动的那些弟子 进行奖励 田德海率先开口讲话 说着 他念出了几名弟子的名字 让他们上前 宋伯文几人纷纷走到前面 玄军朔从身上拿出几个小词瓶 来到几位弟子面前 这是聚灵丹 作为你们的奖励 好好努力修炼 多谢掌门 几人听到后 心中震撼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会奖励他们聚灵丹 竟然奖励聚灵丹 在外面可是最少 也要五十零食一枚 好羡慕 早知道是这个奖励 我就应该第一个冲出去 你可拉倒吧 就你这修为 第一个冲出去 道士掌门最多奖励你一个骨灰盒 我要是有颗聚灵丹 早就突破这宁神境了 下面的弟子十分羡慕 第二件事 咱们宗门设立了一个清玄阁 就在清玄峰上 第一任阁主 苏南 玄军朔示意对方上前 苏南从后面走了出来 宋伯文几人 看到苏南的一瞬间 愣住了 神秘 诗书 他不太确定地说道 小家伙 我们又见面了 苏南对几人打了声招呼 一旁的田德海 听到了宋伯文几人的称呼 心中一动 之前就一直猜测 那人就是他 还好自己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而这些长老和封主 自然也听到了几名弟子的称呼 再加上刚在天眼峰大殿内 苏南身上散发出来的一丝恐怖气息 他们顿时明白了过来 前几天闹得沸沸扬扬的神秘诗书 就是苏南 神秘诗书 下面的弟子也听到了宋伯文的话 他就是前两天宗门传说的神秘诗书 果然好帅 年轻 实力强 我依旧记得师叔当时斩杀魔修的样子 屁 你又没在现场 你知道什么叫身灵奇境吗 好帅啊 现在还能转风吗 我要转入清旋风 他们都非常好奇地看着苏南 甚至有些女弟子 看着苏南 泛起了花痴 你们几个小家伙 那天很勇敢 这是给你们的奖励 苏南从身上拿出塔衫 一一分给几人 几人非常的疑惑 手中拿着小木棍 不知道这个有什么作用 当他们几人抬头看向一旁的长老时 发现几位长老的眼中露出了羡慕之色 这些长老怎么也没有想到 苏南会拿出这个东西来奖励弟子 他们自己的都还是两百零十一根 花钱买的 如何能够不羡慕 这东西究竟是什么 怎么连长老都羡慕 几人心中十分疑惑 不但是他俩疑惑 下面的其他弟子也疑惑 这个小木棍是什么 神秘师叔也太抠门了吧 屁 你知道的锤子 神秘师叔给的一定是好东西 你们没有看到那些长老眼神中的羡慕之色吗 你一说 还真是 究竟是什么东西 竟然能够让长老也羡慕 就在众人猜测的时候 苏南缓缓开口 这个可以让你们 进入一种玄妙的顿悟状态 如果是在瓶颈期 会有助于你们突破瓶颈 我靠 竟然能够进入到顿悟状态 真的假的 这要是真的 可比刚才的聚灵丹还要珍贵 就算不用 拿出去卖钱 都不知道能卖多少 你们知道误到查吧 那种东西 只是有一定的概率 让人进入到顿悟状态 却跪得要死 这种东西 直接能够进入顿悟 简直不敢想象 苏南的话 仿佛是在平静的湖面上 丢下了一块巨石 掀起了滔天巨浪 这种能够让人顿悟的东西 竟然拿来奖励弟子 许多人开始后悔 早知道那天也冲过去了 如果知道会奖励这种 能够进入顿悟状态的东西 死也要过去试一下 我都卡在平井半年了 感觉亏了好几亿零食 能够让人顿悟的宝贝 不知道诗书还有没有 真想抽自己两巴掌 这些弟子一个个除了羡慕之外 有的人脸上还带着一丝懊恼 大家不用羡慕 这个东西 在清玄阁也能够兑换 苏南自然听到了这些弟子的话 再次开口说道 真的 什么 能够在诗书那里兑换 原本懊恼的弟子 听到后眼睛亮了起来 以后每个月 百宝堂的贡献点 排名前100的弟子 有资格来清玄阁购买这种东西 除了这个能够顿悟的东西外 还有更多意想不到的东西 有提升灵根的东西 还有增加修为的东西 应有尽有 每个月一次的兑换机会 人人都有机会 他简单的把清玄阁的兑换规则 和这些弟子说了一遍 什么 还有提升灵根的东西 我靠 我是不是听错了 灵根还能提升 师叔说的是真的吗 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灵根的提升有多难 他们自然是知道的 特别是那些杂役疯的弟子 听到后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之所以是杂役弟子 就是因为他们的灵根比较差 灵根的好坏 才是决定一个人 未来的上限在哪 这也是 为何这些人如此激动的原因 第二十章 广告效应出现了 等奖励发完 苏南带着宋伯文几人 回到了清玄峰上 我来给你们演示一下 如何使用这个东西 在这个玄幻世界 这种塔山 对他们的伤害为零 有修为的人 是不会得病的 更不要说什么身体受损 这也是为何 苏南敢如此大肆地宣传这个东西 教导别人 和他们讲解一下 如何使用后 这几人也学着他的样子 深吸一口 瞬间感觉进入到了一个空灵的状态 紧紧一口 就让他们感受到顿悟的感觉 现在可以掐灭了 等你们修炼的时候 使用它 如果在瓶颈期 你们有可能会突破 看到几人会使用后 苏南再次交代了一下 便准备去那边椅子上坐着 多谢师叔 几人恭敬地向苏南行礼 打发走这几名弟子后 他再次躺在了椅子上 悠闲地晒着太阳 之前和那些弟子讲这个效果的时候 尽管他们惊讶 但毕竟没有亲身体验过 大多数人都持有怀疑的态度 苏南自然知道这个问题 他现在就在等一个时机 先把这个商品的效果宣传出去 之所以设置一个月兑换一次 他并没有打算 耗天眼宗的羊毛 毕竟一个宗门的 他就是想要借着天眼宗弟子的口 将这个东西宣传出去 到时候肯定有人上门 那种才是他的目的 系统 这个消费返还 是什么意思 在宗门议会上 系统提示 获得消费返现 宿主在便利店内 消费得越高 宿主得到的好处越多 宿主加油消费 系统回应了几句 便再也没有声音 今天返还的十年修为 苏南此时点起一根塔衫 开始消化体内多出来的能量 他再次进入到了一种玄妙的状态中 宋伯文也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迫不及待地点起了塔衫 他已经停留在运神境前期很久了 盘膝坐在床上 深吸一口 脑海中顿时一种旋又旋空灵的感觉出现 修炼上出现的问题 以前想不通的地方 此时竟然有了许多思绪 甚至对于弓法上的缺点 他也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宋伯文的灵灯本来就不错 悟性也很高 这根塔衫仿佛是一把钥匙 给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修炼大门 他的悟性直线上升 远超平时数十倍 同时也明白了弓法的最佳运行路线 周围开始迅速地汇聚灵气 他的修为此时也开始缓缓地提升 原本运神境前期的他 随着灵气的不断吸入体内 前期与中期之间的瓶颈 开始出现了一丝裂缝 到达运神境后 修饰的灵魂会带有一丝神性 贝贝称作尾神魂 只有不断地用灵力滋养 让尾神魂不断壮大 当尾神魂强大到一定程度后 便会发生蜕变 这个蜕变的过程 便被称作化神境 他的尾神魂开始不断地壮大 中期的瓶颈裂痕越来越大 当手中的塔衫燃烧带尽时 哄 宋伯文的体内一阵暴鸣 瓶颈也瞬间被击碎 成功迈入到了运神境中期 他并没有马上停止 借着这股空灵的感觉 继续修炼来稳固自身的境界 时间一点点过去 当天微微亮的时候 他睁开了眼睛 仅仅一夜的时间 他的修为已经稳固了下来 他再次被震撼到了 仅仅只是一根塔衫 竟然让他成功突破 甚至稳固了当前的境界 这放在修炼界 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 不单单是他 和他一起领奖的 其他几位弟子同样如此 一夜过去 这几名弟子中 已经有一半突破成功 而剩下没有突破的 也预感马上就要突破 更有一名弟子 为了实验 是否真的能够进入顿悟状态 他专门从百宝堂内 找了一本比较难以修炼的功法 进行参悟 结果在塔衫的加持下 他竟然一晚上就入门了 着实给他自己吓了一跳 宋博文推开房门 走了出来 咦 宋师兄 你今天看起来有点不同 刚从房内出来 便遇到了一名弟子 对他说道 刚刚突破 他也没有隐瞒 告诉了对方 恭喜宋师兄 你现在已经是咱们 天眼中的第一人了吧 我到现在都还在住几境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突破到凝神境 这位弟子看着对方 羡慕地说道 我之所以能够突破得如此迅速 多亏了苏师叔 给我的那根小木棍 宋博文并没有骄傲 把自己突破的事情 简单地说了一下 苏师叔 神秘师叔吗 给你的那个小木棍 效果真的那么好吗 这弟子显然有点不幸 尽管昨天苏南说 那个东西 能够让进入类似顿物的状态 但他觉得太夸张了 对 就是清旋风的苏师叔 多亏了这根塔衫 实在太神奇了 宋博文点头 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对 我现在就去百宝堂接任务 争取这个月的贡献点 进入前一百 他听到对方的话 想到了什么 转身就朝着 杂一风的百宝堂而去 不但是宋博文这边 其他弟子同样如此 他们对塔衫赞不绝口 因为这几名弟子 全部都是执法风的弟子 当即整座风上的弟子 第一时间朝杂一风冲了过去 一座风上 数百名的弟子 顿时天眼踪上空 出现了数不清的长虹 清一色地落在了 杂一风的百宝堂门口 师兄 我来这边接任务的 都有什么任务 负责百宝堂的弟子 正悠闲地靠在椅子上眯着 听到有人说话 吓了一跳 通常早上的时候 没有弟子来这边接任务 而且就算接任务 也大多数都是杂一风的弟子 接一些普通任务 帮其他风上的做一些杂事 赚一些贡献点来 兑换丹药工法之类的 他连忙站起身 这一看不要紧 只见百宝堂门口 站着数百名弟子 把门口堵得水泄不通 呦 这边是任务清单 需要接什么任务 可以来这边登记一下 这名弟子咽了咽口水 目瞪口呆地说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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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接了 听到有任务 前面的弟子 第一时间冲了进去 连任务的内容都没有看 只看一眼任务后面的贡献点 便直接接了下来 第21章 首席大弟子扫山门 你少接一点 后面还有这么多人 能不能要点脸 看到冲在最前面的弟子 一下就接了好几个任务 还在后面的弟子不乐意了 顿时骂道 能者多劳 师弟 这任务的水太深 你把握不住 让师兄来 而冲在前面的弟子 脸部红心不跳地说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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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接了 一边和后面的人说 一边又在任务列表上 指了几个任务 全部接了下来 快给我登记一下 我现在已经按耐不住 这颗躁动的做任务之心了 说着拿出身份令牌 对负责百宝堂的弟子 开口说道 负责登记任务的弟子 什么时候见过这种阵势 连忙拿起对方的令牌 开始记录任务 这里的任务非常之多 平时除了强制完成任务之外 其他疯的弟子 几乎都不会来这边 前面的接完任务 后面的马上涌了上来 全部都是看贡献点的多少 该死的 贡献点多的 全部被那些不要脸的家伙接完了 这里的很多任务 都是有唯一性的 比如某个地方 出现什么妖物害人 只要是在天眼宗 所管辖的区域内 这种事情 有很多 平时都是执法风的弟子 被封主强制派去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主动接任务的 数百名的弟子 蜂拥而入 贡献点高的任务 几乎都被清一色接完了 后面来的弟子 看到没有高贡献点的任务 甚至连杂役弟子的任务 都给接了下来 负责记录任务的弟子 整整一个上午 毛笔都写脱了好几根 所有任务被领取一空后 他才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就算他是一名修士 都感觉到胳膊酸 而想要来百宝堂 接任务的杂役弟子 来到百宝堂的时候 也傻眼了 这么多正式弟子 来这里接任务 他们眼神怪异的 看着这群弟子 昨天天眼峰弟子集合 这些杂役弟子 进入百宝堂 看任务清单的时候 一个任务都没有了 连打扫宗门 和林药园除草的任务都没了 朱师兄 任务都没了吗 被称作朱师兄的人 正是负责百宝堂 任务登记的弟子 朱庆南 没有了 你们今天都休息吧 任务全部被 其他方的弟子给接完了 或者你们可以 明天早些来这里 朱庆南摆摆手 有气无力地说道 杂役弟子 心中有几百句妈 麦批想要说 但是只能无奈地离开了 此时天眼中的山门口 一名身着青灰色长山的男子 正拿着扫把 快速地打扫着 路上的落叶和灰土 这时候山门口落下一道长红 一名女子出现在山门口 一块黑纱遮着面部 看不清对方的样貌 前辈 请问您找谁 这名正在打扫卫生的弟子 看到女子 开口问道 女子看了一眼眼前的弟子 心中一惊 运神经的弟子 竟然在打扫山门 她只是一眼 就看出了眼前弟子的修为 心中不禁疑惑 你这等修为为何来打扫山门 女子并没有回答弟子的问话 反而开口问道 这都已经不错了 就这我还是抢了半天 才抢到了的 有些弟子 现在连这个都接不到 她一脸得意地说道 该弟子不是别人 正是执法店的大弟子 宋伯文 昨晚修炼突破后 和其他弟子说了塔山的效果 其他人直接去百宝堂接任务 她去的时候已经晚了 贡献点高的任务 已经没有了 就这个 还是她靠着自己强恨的修为 挤到前面才接下来的 女子都看傻眼了 扫个山门 得一个什么劲 这种事情不是杂役弟子来做的吗 还是说 天眼宗的杂役弟子 都已经运神进了 我找你们掌门 尽管心中震惊 但脸上并没有任何表情 淡淡地说道 掌门在天眼宗 我找人带前辈前去 宋伯文听到后 恭敬地说道 之所以称对方为前辈 是因为她在对方身上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压迫感 修为比她高好多 女子也没有说话 点点头 她拿出一个传音石 李师弟 你来山门口 有位前辈拜访掌门 你来带一下 说完便收起了传音石 前辈稍等一下 一会儿人就到了 我先打扫山门 宋伯文对女子说完 再次转身 开始快速地打扫起来 她心中再次疑惑 听这名弟子的意思 对方在宗门的地位还不低 但是为何做这些事情 没多久 一道长红落下 一名弟子出现 宋师兄 前辈在哪 这名李姓弟子落在宋伯文身边 开口问道 那边就是前辈 你带着剧长门那里 她指了指山门口的女子 小声说道 李姓弟子 点点头 静止朝着山门口走来 见过前辈 前辈请随我来 对女子行礼后 开口说道 女子点点头 她拿出令牌 在令牌上输入一道灵力 接着山门口前出现连衣 护山大阵分开 出现一个入口 带女子进来后 这个入口再次闭合 接着两人化作长红 消失在山门口 一路上她的速度非常快 好似有什么急事一般 女子心惊 接她的这名弟子 修为同样不低 宁神静后期 刚才扫地那人 是你师兄 她好奇地问道 回前辈 山门口的是我执法风的首席大弟子 李姓弟子一边急速飞行 一边回应道 首席弟子为何打扫山门 终于还是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没办法 师兄实力高 本来这个打扫山门的任务 该是我的 结果硬生生地被她抢了过去 她无奈地说道 这特门是什么情况 女子彻底梦了 这个打扫山门 竟然还要竞争 她现在都有点怀疑 自己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这里真的是天眼踪吗 你们做这些事 还要靠实力来争抢 她再次开口 总感觉什么地方不对劲 但又说不上来 是啊 前辈你是不知道 他们凭借自己的实力高 直接把这些全部都抢了 是一点不给我们留 李姓弟子理所当然地说道 甚至语气中带着一丝怨气 说吧 速度再次提升 朝着天眼风而去 第二十二章 蚝油 尽管天眼中的山门 到天眼风有一段距离 但是也不用这么赶 这弟子的速度 就好像在逃命一般 女子心中十分的疑惑 不过也没有再问 没过多久 两人便来到了天眼风上 前辈 掌门就在大殿里 带二人落在天眼风上后 这名弟子恭敬地说道 嗯 女子点点头 刚准备说什么 这人则急忙地离开了 该死的大师兄本来快要接到任务了 被喊过来 不知道还能不能接到任务 趁着其他风的人还没有行动 我得去那边蹲着 也不知道能不能接到 嘴里嘀咕了几句 消失在了女子的视线内 这名弟子的声音虽然很小 但他的灵石和其敏锐 自然把对方的话听得一清二楚 皱了皱眉 总感觉这次的天眼总很怪异 索性也不再多想 朝着大殿内走去 刚进入到天眼大殿内 只见大殿上坐着一名男子 嘴里叼着一根小木棍 嘴里还时不时地冒着白烟 手里则是拿着一本书 似乎在思考什么事情 寻掌门 女子看到对方后 打了声招呼 是苏师妹啊 她心中一惊 刚才因为塔山的缘故 研究手里的功法时 进入了半顿目的状态 一时之间 竟然没有注意到有人来到 看到女子后 连忙把手中的塔山掐灭 拿出盒子 装了进去 牧师妹 今天怎么有空来我天眼总啊 玄君硕看着眼前的女子 笑呵呵地问道 我来给玄长们送点东西 说着从身上拿出一个盒子 递了过去 他接了过来 打开盒子 脸上露出了喜色 没想到速度这么快 竟然真的搞到了 东西已经送到 我便回去复命了 女子清冷地说道 难得回咱们这里 现在也快中午了 师兄带你去吃午饭 玄君硕看到女子想走 连忙说道 不必了 女子依旧十分地清冷 转身就要离开 师兄带你去吃好吃的 你绝对没有吃过 看到对方的态度 他也不能 再次开口说道 你应该把心思 都放在修炼上 如果还贪恋口腹之欲 你什么时候才能突破 嗯 女子本想说 什么时候才能突破画神境 结果刚只是扫了一下 发现对方已经神玄境了 原本想说的话 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这时候大殿内 走来一人 掌门 白宝堂那边出问题了 女子准备在说点什么的时候 忽然大殿外走来一人 来的人是杂一锋的管事 吴延平 白宝堂出什么问题了 这种事情 找你们封主就好 玄君硕看到来的人 顿时脸上带着一丝不悦 他刚准备给女子说点什么 被这走进来的人打断了 封主已经闭关了 白宝堂那边 被执法风的弟子给围上了 吴延平自然看出了对方的不悦 恭声恭敬地说道 执法风的弟子 玄君硕疑惑道 什么时候执法风的弟子 都开始去白宝堂接任务了 今天早上的时候 执法风的弟子 全部都出现在了白宝堂门口 直接把白宝堂里 所有的任务都接完了 那些没有接上任务的弟子 则在白宝堂 催着我们赶紧安排任务 连杂役封上的弟子 都没有任务可做 他把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 简单地说了一遍 脸上带着一丝无奈之色 任务都接完了 不是好事吗 这有什么问题 玄君硕不解 掌门 你有所不知 那些弟子催着我们白宝堂 继续放任务出来 而且还要那种贡献点高的任务 我怎么说都不管用 他们吵着闹着要接任务 如果再围下去 恐怕白宝堂要关闭了 吴延平在解释道 原本玄君硕想问一下 为何会这样 忽然想到了 之前苏南硕的那个 贡献前一百的名额 顿时明白了 这些弟子的想法 我知道了 这件事 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你先回去吧 玄君硕摆摆手 多谢掌门 吴延平恭敬地说道 说完便离开了这里 一旁的女子 听得也是一愣 随即明白了 之前带她到这里的弟子 为何会急忙离开 让师妹见笑了 师兄带你去吃好吃的 你肯定没有吃过 也就是师妹你 换做别人 根本就没有这种待遇 连咱们宗门内的长老和封主 挤破脑袋都吃不上 玄君硕看到杂一封的管事离开后 再次开口 殷勤地说道 别以为突破这神玄境了 就能够松懈了 女子依旧不为所动 走吧 师妹 等你吃过了 如果不好吃 你再离开 师兄也不多说什么 他直接一把 拉着对方胳膊 就要往外走 我自己会走 女子一把甩开对方的手 不悦地说道 玄君硕甘笑了一声 在前面带路 朝清玄风而去 苏南此时正在厨房里做饭 那天去买花生的时候 顺带买了一些其他的菜 他今天打算 做一个猪肉炖粉条 犒劳一下自己 之前系统便利店返还的修为 让他直接达到了神玄境巅峰 系统奖励的十年修为能量 比普通人修炼十年的能量 更加精纯 这也是为何他能够 直接达到神玄境巅峰的原因 来到这个世界 已经三年多 原来世界的饭菜 他十分地想念 今天中午 难得没有其他人来 他悠哉地切着菜 先把猪肉放进去炒一下 加入了生抽和老抽 忽然想到 系统便利店里的那瓶天道蚝油 顿时起了心思 那天宗门会议 从各个长老那里赚了一笔零食 咬咬牙 打算将那瓶价值一万的天道蚝油买了 尝尝这一万零食的蚝油 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 整整比生抽贵了一百倍 叮 恭喜宿主 一次性消费达到一万零食 系统返还奖励 蚝油系统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不过这个时候 他也没有顾上看系统奖励的东西 正忙着做饭 将蚝油取了出来 打开盖子后 往里面加了一点 蚝油刚到锅里 一股沁人心脾的味道弥漫开来 苏南此时有种错觉 感觉锅里的猪肉 此时开始吸收空气中的灵气 让原本普通的猪肉 变得更加的滑嫩 这么神奇 第23章 值不值两千零食 苏南看着锅中猪肉的变化 让他震惊不已 这一点都不科学 什么时候调料都能够改变食材的属性了 锅中的猪肉因为加入了蚝油 此时变得滑嫩光亮 看起来十分的有食欲 只是奇怪的是 之前炒菜的时候 只要加入生抽和老抽这两种调味料 香味马上扑面而来 但是蚝油加入到里面后 除了最开始的那股沁人心脾的味道外 后面再也没有了任何香味 不过也没有多想 开始加入其他配菜 这些配菜加入后 也发生了变化 和之前的猪肉一样 都仿佛活了一般 这口锅的上方不断有灵气被吸入 做好这一切后 开始小火慢炖 刚从厨房走出来 就看到两道身影落了下来 苏师弟怎么没有闻到香味 今天没做好吃的吗 玄君朔落下来 看到苏南的第一时间开口问道 平时他来这里的时候 已经香味弥漫他的整个小院了 今天怎么一点味道都没有 已经在锅里炖着了 苏南回答道 看了一眼他旁边的女子 点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师妹 穆梦瑶 师妹 这位就是我刚才路上和你说的 苏南苏师弟 他做的饭不大好吃 而且还有一想不到的好处 玄君朔介绍起来 见过牧师姐 苏南十分干脆地说道 我应该叫你师兄才对 你的实力在我之上 木梦瑶开口说道 他此时的声音 十分地清脆柔和 不像之前在天眼峰大殿那般清冷 刚才和他介绍苏南的时候 只是稍微地感应了一下 却没有感觉到 对方的真正实力 他不仅多看了对方一眼 那我就不客气 叫你一声师妹了 苏南也没有矫情 对方出现的瞬间 他就看到了对方的实力 神玄境前期巅峰 随时都能突破至中期 他点点头 也没有再说什么 师妹 来这边坐 等下饭就好了 玄君朔来这里蹭饭 已经好多次 和苏南一点都不客气 直接坐在了饭桌前的椅子上 木梦瑶点点头 坐了下来 你们稍等 马上就出锅了 师兄也没有提前打招呼 我只做了一个菜 苏南客气了一下 转身回到了厨房内 此时的木梦瑶心中还疑惑 究竟是什么样的饭菜 竟然让玄君朔如此推崇 在他看来 这些都是口腹之欲 没过多久 苏南从厨房里端出来一个盘子 里面盛着猪肉炖粉条 如果仔细看 能够看到这些菜的上方 有轻微的灵气波动 不过这两人都没有注意到 接着又成了三碗米饭 还好今天做的多了一点 不然真不够三个人吃的 玄君朔看到对方端出来的餐盘 心中一阵疑惑 因为今天的菜 竟然一点味道都没有闻到 难道说今天 见到自己带着客人来 苏南心中不悦了 想到这里 他心中不禁忐忑了起来 之前自己还吹得天花乱坠 如果真的很一般 到时候才是真正的丢人 苏南将米饭放在两人面前 来 尝尝我今天刚研制出来的菜 我已经好久没有吃过这种了 坐下来后便招呼两人吃 木梦瑶将脸上的黑纱取了下来 拿起筷子 夹了一块小小的猪肉 放进了嘴里 只见他咀嚼了后 眉头一皱 玄君朔看到后 心里一沉 玩犊子 看来真的和自己想的差不多 苏南不开心 故意弄得不好吃了 但是 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如果直接说平时不是这样 那岂不是得罪苏南了 他也拿起筷子 夹了一块肉放进了嘴里 刚咀嚼了一下 这块肉像是一团Q弹的能量团 香味在嘴里爆炸开来 接着便是肉中的灵气 瞬间顺着嗓子进入到体内 一股极其精纯的能量在体内爆发 他竟然感觉到体内的修为增长了一丝丝 穆梦瑶的感受和他差不多 这小小的一块肉 竟然包含了一道极其精纯的能量 他原本快要突破的瓶颈 此时已经出现了裂缝 苏师兄 你这肉是什么灵兽的肉 还是第一次吃 穆梦瑶咽下去后 十分好奇地问道 他从来没有吃过这种东西 肉中的灵力 竟然不用自己吸收 直接钻入到了体内 着实让他大开眼界 苏南抬头看到摘掉黑纱的穆梦瑶 眼神一致 随即恢复原状 他的样子十分惊艳 比他前世见过的大多数美女 都要好看许多倍 脸上的每一个部位 就好像是金雕细琢一般 这就是普通的猪肉 前几天在城中购买的 苏南淡淡地说道 他夹起一块 放进嘴里 好东西 心中不禁夸赞了一下 这一万零十花的值 确实是普通的猪肉 不过加入了天道蚝油后 这普通猪肉 变成了一种蕴含精纯浓郁的凌厉肉 穆梦瑶听到对方的解释 以为对方不想说 也没有再追问 十美多吃点 玄君硕在一旁 一直给穆梦瑶夹菜 这次他没有反对 任由对方往他碗里夹 他感觉只要多吃一些 马上就能够突破了 奈何他自己不好意思 玄君硕看到对方没有反对 夹菜更加起劲了 苏南好几次想要夹菜 都被他绑了回去 吃到一半的时候 穆梦瑶感觉到他的瓶颈 似乎随时都裂开 连忙放下碗筷 开口问道 苏师兄 你这里有空房吗 我要突破了 有 那边那间就是空房 苏南随手指了一下旁边的一间房屋 穆梦瑶起身失礼后 转身进入到了房屋内 师兄 两千零食 见到对方离开后 苏南伸出两根手指 对玄君硕说道 什么两千零食 他直接猛了 不是在吃饭吗 什么时候说零食了 这顿饭 我是一口没吃 全被你给师妹夹去了 你知道这顿饭 我画了多少好东西吗 苏南指了指桌子上 只剩下汤的盘子 开口说道 师弟 你觉得我师妹漂亮吗 玄君硕没有回答他的话 反而问道 漂亮 应该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子了 她点点头 不知道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介绍给你当道理怎么样 值不值两千零食 第24章 一举两得 苏南刚吃进嘴里的饭 直接喷了出来 玄君硕的话 直接让她的脑袋当机了 难道我师妹的样子 不值两千零食吗 看到对方的反应 玄君硕不禁问道 师兄 这不是值不值的事情 贩卖人口是不对的 苏南将嘴角擦了一下 淡淡的说道 什么贩卖人口 给你当道理 难道配不上你吗 我师妹天赋绝对不比你差 只要你点头 我马上帮你搞定 玄君硕嘴角一抽 这家伙的脑子是怎么长的 两千零食 没商量 本来这顿饭 就是为了准备让我自己突破的 结果我一口都没吃上 苏南摇摇头 直接伸出两根手指 十分淡定地说道 两千零食太贵了 你师兄 我现在都穷得揭不开锅了 玄君硕看到对方态度强硬 顿时卖惨起来 两千零食 否则以后 你想来蹭饭都没机会了 他依旧摇头 五百零食 外加我师妹给你当道理怎么样 他是我看着长大的 他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 我全部都知道 只要你点头 分分钟追到手 见到对方不答应 再次提出条件 师兄 你看我清玄丰如此清贫 如果是普通的饭菜 也就算了 但是今天这样的 你也吃出来了 这不是普通的肉 是我那个朋友从异域带回来的 仅仅这一顿的肉 就花了我三千多零食 两千零食 还是因为你是师兄 当师弟的 我吃点亏就吃点亏 苏南丝毫不为所动 摇摇头 态度十分的坚决 玄君硕也吃了刚才的菜 心中已经八九分 相信了对方的话 毕竟这菜中的精纯能量 都不是两千零食能够比你的 但让他拿出来 实在有点肉痛 这样吧 师兄 你来我这里办张月卡 这样我可以给你优惠 这一餐就收你一千零食 如何 见到对方不说话 苏南再次说道 月卡 是什么意思 玄君硕第一次听到这个词 疑惑道 所谓月卡 一天按一顿饭来说 就以今天的伙食标准 一个月三十天 你一次性付给我三万六千颗零食 这个月你 随时都可以来吃饭 而且我不吃 专门做给你吃 或者你可以让牧师妹来这里吃 他十分耐心地解释道 月解释 心中月兴奋 这样零食都不用麻袋装 直接用卡车装了 师弟 你这是不是太黑了 三万六 我上哪儿弄这么多零食 你也知道 咱们是小宗门 零卖都没有几条 而且还是那种乏卖 玄君硕脸色顿时垮了下来 虽然是好东西 但是这实在太贵了 师兄 也就是你 我才说出这个价格 如果是别人 一顿饭 最少也要三千零食 毕竟食材珍贵 我自己还要往里面搭钱 两人扯皮了半天 最终 他还是掏出了两千零食 毕竟月卡这玩意虽然实惠 但是实在太贵了 正在两人交谈的时候 刚才的房屋内 传出一阵剧烈的波动 木梦瑶突破了 他本来就突破在即 再加上刚才饭菜中的精纯能量 想不突破都难 他从房屋内走了出来 身上的气息 明显比之前更加强大 恭喜师妹 再进一步 玄君硕连忙开口恭喜 谢谢苏师兄的饭 不然不会突破的如此轻松 木梦瑶没有搭理对方 反而对苏南说道 不客气 有人付了钱的 他白白手淡淡的说道 付了钱 他疑惑了一下 玄君硕赶忙对苏南使眼色 让对方不要乱说 掌门刚才的饭钱付了 而且他还说 如果你喜欢吃 随时来我这里吃 他给报销 苏南仿佛没有看到 对方使的眼色 直愣愣说道 多少钱 我给你 不用他帮我付 木梦瑶听到后 皱起了眉头 声音十分的冷淡 师妹别听他瞎说 来这里吃饭 付什么钱 他是和你开玩笑的 玄君硕连忙解释 这把苏南看得一愣一愣的 他似乎很怕对方 你赶紧解释说 没花钱 忽然他的脑海中 响起了玄君硕的声音 这是一种传音秘书 可是你刚才明明已经付了钱了 我的人格不允许我说谎 苏南以同样的方式 传音道 而且 你为了能够省零食 还要让木师妹做我道理 你以后就是我的大舅哥了 你的付出 我不能不让他知道 玄君硕正想着 该如何劝说对方的时候 苏南的声音 再次在他的脑海中响起 顿时他心中一颤 玛德 这样是说出去了 才是真的玩犊子了 苏师弟 你可千万别这样说 我在你这里半张月卡 这个月用你的美食 将师妹留下来 他忽然说道 成交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话刚说完 苏南就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根本都不带一丝犹豫的 你的人格呢 玄君硕听到对方 如此干脆利落地答应 忍不住吐槽一句 有句古话叫 顾客就是神仙 在神仙面前 人格算什么 苏南淡淡地说道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苏师弟 这句话 他没有说出来 只是在心中吐槽了一句 苏师兄 刚才付了多少钱 见到对方不说话 他再次开口问道 刚才开玩笑呢 怎么会要钱 大家都是一个宗门的 你们能够来我这里吃饭 那是我的荣幸 他笑呵呵地开口解释道 苏师弟就是瞎说的 师妹 不要放在心上 我们天天都来这里蹭饭 玄君硕也连忙接口说道 如果师妹喜欢吃 以后每天来苏师弟这里吃饭 苏师弟最大的爱好 就是做饭 他说完 再次不动声色地 朝对方使了个眼色 对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做饭 每天做的饭都吃不完 如果牧师妹不嫌弃 可以来这里和我一起吃 苏南会议 开口说道 木梦瑶迟疑了一下 便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了 他本来是要拒绝的 但是刚才的菜 确实让他大开眼界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 而且还能增加修为 几人又闲聊了几句 玄君硕提议给木梦瑶 安排住处为由 带对方离开了 掌门师兄 记得明天来半月卡 玄君硕离开的时候 他对其传音道 明显能够看出 对方身体停顿了一下 这灵时不就来了 又能聊妹 又能赚钱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两人离开后 苏南悠塞地靠在椅子上 嘴里嘀咕道 第25章 纷纷突破 晚上 忽然天眼宗出现了一阵剧烈的震荡 原本正在修炼的宗内弟子 全部都飞了出来 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 似乎是从后山禁地发出的 这震荡的能量 让我感觉到心惊肉跳 正在他们交谈的时候 整个天眼宗的禁地上空 一个巨大的漩涡 正在缓缓凝聚 此时的苏南 正在研究刚从系统那里获得的功法 也被这道能量惊醒 站在清旋风的封顶 看着漩涡缓缓缓凝聚 他的瞳孔一缩 这漩涡是由灵气凝聚而成 轻轻一跃 他便朝着漩涡处而去 金硕和穆梦瑶也来到了这里 师兄 穆师妹 苏南打了声招呼 这是有人突破了 不对 是好几人正在突破 他刚说有人突破 随后仔细感应了一下 有数人正在突破 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是宗门的长老封主正在突破 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些人竟然都在同一时间突破了 天空中灵气翻滚 巨大的灵气漩涡开始慢慢形成 原本晴朗的夜空变得雾蒙蒙的 这些都是灵气太过于浓郁 雾化而来 天眼中的上空是一座巨大的巨灵镇 此时的巨灵镇开始全速运转 庞大的灵力从上空急速落下 朝着宗门的禁地而去 穆梦瑶看着眼前的场景 心中很是疑惑 是宗门的长老封主一些人正在突破 他还没说话 玄军朔已经开口解释道 这不解释还好 一解释 穆梦瑶更加震撼 从来没有见过 数位高阶修士 集体突破的 这都是多亏了苏师殿 他自然知道 这些人是为何而突破的 这些长老本来都已经在这个境界 累积了数十年 有的甚至上百年 苦欲无法突破 而苏南给他们的塔山 让他们都进入到了顿悟状态 在顿悟状态下 他们的悟性会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 突破也只是水到渠成而已 穆梦瑶听到他的解释 看了一眼旁边的苏南 眼神充满了疑惑 苏南则摆摆手 没有过多解释 哄 哄 先后两道声音响起 两股庞大的气息 从禁地中弥漫出来 接着从里面飞出两道身影 恭喜田长老将长老突破成功 修为在上一层楼 两人刚出现 苏南便认出了两人 开口说道 哈哈 这是多亏了苏阁主的奇物 不然也不会突破得如此轻松 田德海哈哈一笑 十分谦虚地说道 从他的脸上都能看出 对方十分地兴奋 对于修士来说 没有什么比能够突破修为 更加让人开心的事情了 多亏了苏阁主的奇物 不然老身也无法如此迅速地突破 原本想要突破 还要再过几年 谁曾想 仅仅这几天就已经突破成功 一旁的江姓长老 是天眼宗中 唯一一位女姓长老 名叫江玉彩 江长老客气了 以你的天赋 就算没有塔山 你也很快就能突破成功 苏南摆摆手 十分客气地说道 哄 哄 正在几人说话的时候 又有两人突破成功 出现在了几人面前 穆梦瑶看着眼前几人 最差的也是化神镜后妻 其他的全部都是神玄镜 更有苏南这个看不透的家伙 天眼宗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前后不到半个时辰 正在突破的数位长老和封主 都一一完成突破 这么一大群神玄镜的修饰 着实让人十分吃惊 玄君硕在一旁高兴的嘴 都快咧到耳朵根了 谁能想到 一个天眼宗 神玄镜都有这么多 每一位从境地里出来的长老及封主 看到苏南后 都会对其感谢 在他们看来 塔山这种东西 并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 假如人家不给 他们就算出再多的零食 都买不到 所以他们对苏南是打心底感激 寒暄过后 纷纷离开 当所有人都突破后 境地上空的灵气漩涡也开始消散 连带着巨灵阵也开始隐没于空中 中门的一众弟子被告知 是长老们的突破 也都散了 这一夜 木梦摇心中很是不平静 看到所有人都对苏南感谢 他实在想不通 究竟是什么东西 竟然能够让这些人都突破 然而这些突破的长老和封主 回到自己的住处后 谁也没有第一时间去巩固自己刚突破的境界 你通知下去 白宝堂的任务 前一百名中 咱们封一定要有五十个名额 某位封主在突破后 回到了自己的封上 把大弟子叫来 说道 师父 是为了那根小木棍 大弟子疑惑道 不错 为师告诉你 我之所以能够突破 全都是因为你口中的小木棍 瞬间就让人进入到了顿悟状态 这位封主点点头 回答道 师父 今天白天我听说 执法封的弟子 已经把白宝堂的任务全部都接完了 明天也不一定还有任务 不管有没有任务 你今晚就通知咱们封的所有弟子 一定要第一时间去白宝堂接任务 不管什么任务 这个东西 对于你们来说非常重要 其实他有句话没有说出来 如果一个月的白宝堂贡献点排名中 有五十名是他的弟子 那么 他就会有五十根塔山 毕竟这些弟子的修为很多人 都并不是瓶颈器 根本用不上 他要的就是弟子的名额 到时候去清玄阁兑换 肯定都是最低价兑换 那天宗门会议中 苏南也说了 塔山本就不多 每个月只能提供一百根 虽然他并不认为只有一百根 但是如果想要再找对方购买 肯定不是现在这个价格了 到时候五十个名额 就算有一半的弟子自己用 剩下的他还能低价 从弟子手中拿到 不止他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 其他几封的弟子同样如此 杂役封封主 回到住处的第一时间 就把吴管事叫了过来 什么 执法封的弟子 已经把任务全接了 你是怎么管的 听到吴延平的话 愤怒的吼道 他本以为作为杂役封的封主 百宝堂就是他负责的 怎么也能进水楼台先得月 这一百名的弟子中 他杂役封 起码能够占六十个名额 但听到今天一个弟子 都没有接到任务 如何不气愤 这样明天开始 你只把那些贡献点低的任务 放出去 高贡献点的 先不要弄出来 到时候我安排人去接 第二十六章 打起来了 第二天一大早 原本被警告过后 已经消停的百宝堂 此时再次出现了拥堵 之前还只是执法封的弟子 但是今天早上 其余四封的弟子 全部出现在了百宝堂外 天才蒙蒙亮 百宝堂外 已经聚集了数千名的弟子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都没有说话 眼睛都盯着百宝堂 似乎只要一开门 所有人都会第一时间冲进去 而在最前面的 依旧是执法封的弟子 他们昨晚根本就没有离开 一直在百宝堂外面打坐 负责百宝堂的弟子 刚出现在百宝堂这边 整个人就不淡定了 昨天人多也才数百名 但是今天这阵仗 他距离百宝堂还有数百米 就被堵得无法前去 师兄 麻烦让一下 让我进去 朱庆南十分客气地 对挡在前面的弟子说道 尽管人多 但是该干的工作 还是要做的 凭什么让你 先来后到 你不知道吗 我都在这里站了一个时辰了 这名弟子听到对方的话 直接拒绝了 就是 凭什么给你让 你是谁啊 你是掌门的儿子 还是长老的私生子 这人的脸皮真厚 没看到 我们都在这里等着 来晚了 你就好好地在这里等 在前面的弟子也纷纷开口 显然他们 对于这种插队的 十分的鄙视 我有急事 先让我进去 朱庆南再次开口说道 说得好像谁没有急事一样 没急事 谁会来这里等着 是你傻还是我傻 你这个理由 我四岁的时候就已经不用了 兄弟 麻烦你想到好点的理由 听到对方的话 后面的弟子哈哈大笑 这种别搅的理由 他们纷纷吐槽 我不过去 谁干嘛给你们开门 朱庆南愤怒的吼道 这个理由好 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 大部分弟子 每个月偶尔采来一两次白宝堂 而且负责白宝堂的弟子 都是杂役封上的几名弟子轮流 没见过朱庆南 也是正常 明天早上 我就用这个理由 其他人显然不幸 起哄道 他无奈地从身上拿出一个令牌 上面写着白宝堂三个字 我靠 还真是白宝堂呢 师兄快请进 距离他最近的一名弟子 看清了令牌上的字样后 连忙开口 他这一说 其他弟子也纷纷看了过来 赶紧 大家都让开 给白宝堂的师兄让路 师兄 你终于来了 我等的花都快谢了 师兄快走 确认是负责白宝堂的弟子后 马上中间让出了一条路 朱庆南无语地走了过去 刚打开白宝堂的门 外面的弟子蜂拥而入 别挤 别挤 我脚都离地了 后面的别挤 老娘都要被你们挤怀孕了 白宝堂就这么大的地方 外面数千名弟子都想要进去 显然是不可能的 白宝堂内已经水泄不通 师兄 今天的任务清单在哪 我包了 最前面的弟子来到接任务的地方 大声说道 前面的要点脸 给我们留几个任务 后面的人听到前面说包场了 顿时急了 纷纷开口骂道 甚至在后面的人开始偷袭 前面的人还没反应过来 直接被丢了出去 谁 谁这么把老子给丢出来了 你玩不起 你个小垃圾 被丢出来的弟子破口大骂 后面的弟子也有模有样的学着 开始偷袭前面的弟子 一开始 大家都还比较克制 最多也就是将前面的人制服后 直接往后面丢 有的甚至展开身法 身体化作一道流光 直接挤到了最前面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 互相偷袭 转眼间变成了群殴 大家也都开始下狠手 黑虎拳 地煞斩 绝命腿 纷纷出手 一时间 整个百宝堂内的弟子 打成了一片 抓安龙抓手 段子绝孙腿 猴子偷偷 你嘛 哪个王八蛋 对老娘使用猴子偷偷 站出来 老娘不灭了你 不知道哪位人凶 使用了下三滥的手段 朱庆男也傻眼了 看着已经准备好的任务清单 一时间不知道该不该拿出来 师兄 任务清单 快给我任务清单 我要做任务 这时 一名身上衣服 都成了一缕缕的弟子 趴在桌子上 艰难地说道 哄 他刚说完 直接被后面的弟子偷袭 整个人直挺挺地从门口飞了出去 百宝堂内 灵气横飞 各种功法肆虐 原本干净整洁的百宝堂 此时桌子也碎了 凳子也没了 屋顶上都出现了几个窟窿 朱庆男缩在墙角处 瑟瑟发抖 不敢出来 这群人为了接到任务 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这还仅仅是百宝堂内的弟子 在外面等待的人 看到里面时不时地有弟子被丢出来 而被丢出来的人 为了往里面挤 开始在外面搞偷袭 一时间 外面的人也开始了打斗 整个杂役封上 刀光剑影 大家都还是有点分寸的 并没有下死手 但是受伤是在所难免的 几乎所有的弟子身上都挂了彩 尽管如此 但这些人为了能够接到任务 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 掌门 打起来了 天眼封上 玄君朔刚从自己的洞府内走出 迎面走来一人 脸上带着一丝焦急之色 开口说道 什么打起来了 他听到后 脸色一沉 急忙问道 白宝堂门口 数千名弟子 为了接任务 打起来了 嗯 其他封主和长老 没有制止吗 听到是弟子打了起来 玄君朔松了一口气 缓缓说道 他刚开始听到打起来了 以为是嫡媳 封主和长老他们 也互相打了起来 此时已经出了天眼宗 正在外面打 这人一脸无奈地说道 来的人 正是杂一封的吴延平 他本来早上按照封主的安排 去白宝堂 准备把任务重新安排一下 结果刚到白宝堂 就看到宗门弟子 互相殴打 他把这话 告诉杂一封封主后 原本想着能够制止 谁曾想到 他刚阻止 并且罚打架的弟子 不得接任务后 其他封主和长老 也出现了 听到不能接任务 他们也急了 于是 三个封主和几位长老 也开始出手 第27章 沐浴录 整个天眼宗乱成了一团 封主和长老 谁也不服谁 直接就在天眼宗外面大打出手 而白宝堂门口的弟子 原本已经停手 但是看到 封主都动手了 他们再次开始互相打起来了 玄军朔出现在杂一封上 看到眼前的场景 一个头两个大 这些人为了能够接到任务 无所不用其极 够了 都住手 他的声音 夹带着自身的修为 对下面的弟子呵斥的 而在天眼宗外面 封主和长老 也听到了玄军朔的声音 纷纷停了下来 谁在打架 逐出宗门 你们几个 跟我来天眼风 对下面的弟子呵斥了一声后 再次开口 对几位封主长老说道 胡闹 弟子竞争也就算了 你们封主和长老也去掺和 丢不丢人 玄军朔看着面前身上 都挂了彩的几位封主和长老 呵斥道 都是活了几百年的人了 都活到狗身上了 宗门弟子之间的竞争 是不是也是你们叫缩的 他冷着脸质问道 掌门 我觉得这样有些不公平 我杂一封的弟子 本来就是靠百宝堂的一些日常任务 来兑换他们所需的功法和丹药 但是这样一来 我们杂一封的弟子 连普通任务都没得做 他们如何修炼 杂一封封主刘宗文率先开口 毕竟百宝堂的设立 本就是为了让杂一弟子 有动力修炼 这下好了 这些杂一弟子 连百宝堂都无法靠近 刘峰主打的一手好算盘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是怎么想的 这是一位长老 冷哼一声 讥笑着说道 大家都有这种想法 何必在这里装好人 一直没有说话的田德海 开口说道 他话中的意思 大家自然心知肚明 掌门 这百宝堂的贡献前一百 确实有些不合理 咱们宗门数千名弟子 先不说别的 就任务都不够他们去见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恐怕像今天的事情 还会发生 甚至他们 每天都会蹲在百宝堂门口 上官云看了看众人 开口说道 玄君朔点点头 对方说的不无道理 弟子之间的竞争 你们封主和长老就不要参与了 你们需要什么 直接找苏师弟 为人师表 你们这样像什么样子 他揉了揉眉心 有点头疼的说道 本来是一件好事 谁能想到会闹成这样 至于百宝堂的任务 我想想办法 暂时先关闭百宝堂 是 封主和长老点点头 清悬风尚 系统 千道 千道成功 寿源加三十天 宿主连续千道十二天 便利店解锁新商品 沐浴录 苏南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千道 解锁新东西了 他连忙打开系统便利店 新飞扬沐浴录 带装 五十零食一袋 看着价格 苏南撇撇嘴 这玩意比塔山还要贵 这个世界 修饰本来就不用洗澡 要这沐浴录有何用 看着解锁的商品 心中忍不住吐槽 不过还是购买了一袋 想要看看有何用处 宿主花费五十零食 购买沐浴录一袋 看着手中的沐浴录 他决定去洗个澡试一下 看看新商品有什么功效 毕竟系统便利店里的东西 每一样都有一个独特的效果 他试过之后 才能够给这个东西定价 现在的清玄阁 只有两样东西 塔山和二国头 生抽和老抽这些东西 他还没打算拿出来 让弟子兑换 弄了一盆水 回到自己房间内 将沐浴录涂在身上 刚涂抹在身上的一瞬间 就感觉到一股奇异的能量 从他皮肤的毛孔内钻了进去 他隐隐感觉到身体正在强化 当沐浴录中的能量 全部消失的时候 他的皮肤隐隐发光 好东西 竟然能够改善体质 强化身体 虽然只是强化了一丝 但如果长期使用 绝对能让身体强化 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地步 他现在开始有些 期待其他的商品 刚从房间内走出 玄军朔便来到了清玄峰上 掌门师兄 苏南行礼道 师弟今天看着有些不同 他看着对方 更加看不透 师兄是有什么事情吗 苏南也没有解释 反而开口问道 确实有些事情 昨天百宝堂出现了一些状况 接着他把百宝堂发生的事情 简单的说了一下 师弟有什么好办法没 玄军朔确实有些头疼 一直关闭百宝堂 也不是办法 毕竟最初也是为了激励弟子 能够努力修炼 这种百宝堂 接任务出现混乱的情况 是我没有想到的 这都怪我弄出来的这个 贡献点前百名 苏南愧疚地说道 师弟说的哪里话 你提出来的 也是为了激励弟子 好好修炼 玄军朔连忙摆手 这件事本来也不怪对方 这样师兄 咱们百宝堂任务 贡献点前一百的规则 依旧有效 前一百名可以进行折扣购买 至于没有进入前百名的弟子 可以直接用临时兑换 这两天 我想想办法 让我那位朋友 给我多弄一些东西过来 到时候 每个弟子 都可以来清玄阁 用临时购买这些东西 按照正常的价格 我相信 数千名弟子 也没有太多的临时 来这里购买 慢慢的 一切 就能回到正常状态 苏南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他之前说的百宝堂前一百名 本来就是一个诱饵 出现这种哄抢任务的事情 也在他的预料之中 之所以 没有一开始 就提出可以用临时兑换 他是不想 让其他人觉得 他是在薅宗门弟子的羊毛 你那个朋友 有这么多的东西吗 玄军朔听到 可以直接兑换 也激动了起来 应该足够这些弟子 兑换一波 清玄阁除了塔山外 还有其他的东西 这些弟子 也不一定全部兑换塔山 好 就按照师弟的办法 我现在就去安排 说完他急忙转身离开了这里 临时要来了 苏南满脸笑容的 看着对方离开 嘴里的难道 不知道 这次消费过后 系统会给他返现什么东西 之前返现的那本功法 缩地成寸 到现在 他都还没学习成功 实在是太难了 第二十八章 喝醉了 玄军朔刚把苏南的想法 说出去后 原本还在百宝堂门口 等着开门的弟子 全部都朝着清玄峰而来 苏南此时 坐在清玄阁门口 轰隆隆 地面传来阵阵震动 一大群的弟子 全部都朝着他这边来 师叔 可以对话了吗 给我来一根 冲在最前面的弟子 来到苏南身边 行礼后 开口问道 清玄阁一共有三件东西 正如你们看到的 塔山 一根两百零石 二锅头 一瓶三百零石 还有沐浴露 两百一袋 师叔 沐浴露是什么 有什么用吗 弟子看到苏南手中 拿着的沐浴露 好奇地问道 塔山你们知道 可以让人进入到顿悟状态 二锅头 能够提升你们的零根 至于沐浴露 可以强化身体 增强体质 他把三种东西的功能 一一介绍了一下 师叔 给我来一根塔山 最前面的弟子 开口说道 好的 说着拿出一根 递了过去 多谢师叔 接过塔山后 将手中的零石 交给了对方 苏南点点头 将零石收了起来 后面的弟子听到介绍 也纷纷激动了起来 师叔 我也来一根塔山 师叔 我来一瓶二锅头 这个二锅头 当然不是原装的那种大瓶 是苏南用装单要的小瓷瓶 将二锅头装了进去 一整瓶 可以装十多小瓶 这样一小瓶 也有一两多 物以稀为贵 一个接着一个弟子 前来购买 还好昨天的时候 苏南专门购买了一批瓷瓶 没想到 购买二锅头的人 比买塔山的 要多得多 这是让他实在没有想到的 木梦瑶打算来苏南这里吃饭 毕竟玄军朔在苏南这边办了一张月卡 这个月随时都可以来这里吃饭 他刚到这边的时候 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数千名弟子出现在清悬峰上 一个个的排好队 苏南则站在前面 苏师兄 这是在做什么 木梦瑶好奇地问道 这些弟子来清悬阁兑换东西 师妹 你还帮我弄一下 我一个人有点忙不过来了 看到有人出现 苏南连忙打招呼 木梦瑶也没有迟疑 直接来到苏南身边 将价格了解了一下后 也开始忙碌起来 天眼宗算是一个中型封门 有数千名弟子是正常的 大多数弟子来这里 也只是看了一下热闹 毕竟不是每一名弟子 都这么有钱 即便如此 也有将近一多半的弟子 都兑换到了想要的东西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这些弟子才慢慢散去 定 宿主在便利店消费额度达到三万 反现宿主二十年修为 当最后一名弟子也兑换完成后 系统的声音在他的脑海中响起 宿主是否现在提取反现修为 系统再次提示道 否 苏南否定后 系统便没了声音 这一天下来 木梦瑶也累得够呛 他虽然不太懂这些东西 有什么用 但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一直来这里蹭饭 帮个忙 自然也是理否应当的 宿师兄 这些弟子 兑换的这些东西 有何作用 特别是那个小木棍 我看到你们掌门嘴里也一直叼着 木梦瑶终于将心中的疑惑问了出来 这种东西可以让人进入到顿悟状态 苏南拿出一根解释道 我能试一下吗 听到能够进入到顿悟状态 他不由有些好奇 我是不建议女孩子抽烟 你要想抽 可以试一下 说着从身上拿出一根递了过去 苏南示范了一下 他也有模有样的学着 深吸一口 顿时整个人进入到了一种空灵的状态 原本就俊美的脸随着吸了一口 眼神迷离 让苏南都看待了 让他想起了上一世的一名美女抽烟的画面 十分的惊艳 木梦瑶直接进入到了顿悟状态 他的气息开始变得飘渺 临时不自觉地朝着四周散开 苏南对此并不陌生 他第一次抽塔山的时候 就是这种状态 也没有打扰对方 伸手轻轻一挥 一道能量将他笼罩在内 做完这一切 开始去厨房 做起饭来 今天忙了一整天 一口水都没喝 今天赚了将近二十多万的零食 直接从便利店内购买了几瓶二锅头 他打算直接将零根提升至极品添零根 当他做好饭的时候 正好木梦瑶也顿悟结束 他睁开眼的瞬间 整个人的气质都发生了变化 仅仅一根塔山 就让他之前突破的境界稳固了下来 多谢苏师兄 看到苏南连忙道谢 来吧 吃饭吧 他摆摆手 示意对方来吃饭 苏南有些好奇 已经好几天没有看到玄灵薇和沈兴月两个丫头来蹭饭了 就算今天来这里兑换东西 也没看到这俩丫头的身影 木梦瑶点点头 在饭桌前坐了下来 今晚简单的炒了两个菜 一碟花生米 从身上拿出二锅头 自己倒了一杯 喝了起来 零根加十 看到自己的属性面板 零根那一栏中 发生了变化 牧师妹 要喝点吗 好东西 举着手中的二锅头 对他问道 我不喜欢喝酒 木梦摇摇摇头 拒绝了 这个可以提升零根的品质 那来一杯 听到能够提升零根 他直接拿出杯子 放在了苏南的面前 就这样你一杯我一杯 边喝边聊天 师妹 你似乎对我们掌门师兄 有很大的敌意 能说说为什么吗 两人已经喝了将近两瓶了 即便是他们这样的修为 也承受住不住 至尊二锅头的威力 苏南此时已经有些醉意 而木梦摇更是脸色红郁 眼神有些迷离 如果不想说 就算了 看到对方犹豫的样子 苏南再次开口 他摇摇头 没什么好说的 都是一些陈年旧事 不提也罢 苏南疑惑 显然对方并不想说太多 这让他很是疑惑 来喝酒 不提不提 他也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 对方不想说 他也不去问 两人一杯 接着一杯喝 苏南的零根 差一点点 就蜕变成了极品天零根 两人都已经醉了 当第三瓶也喝完的时候 木梦摇醉倒在了桌子上 苏南摇摇晃晃的 将对方扶起来 送到了一旁的房间内 第二十九章 我衣服呢 脑袋真疼 昨晚喝太多了 第二天一大早 苏南从床上坐起 揉了揉脑袋 以后不能喝这么多了 喝酒无事 嘴里弥衫了一句 就要下床 我靠 我衣服呢 刚从床上下来 就感觉下身一凉 低头一看不要紧 自己竟然是光着的 然后便看到 地上横七竖八 倒着十多个酒瓶子 昨晚喝了这么多 马德 心疼死了 这一下八千零食就没了 看着地上的空酒瓶 一阵心疼 接着开始在床上找衣服 掀开被子的时候 看到一个储物袋 嗯 是谁的东西 拿起储物袋 疑惑了一下 探出零食将其打开 上面竟然没有零食印记 要知道 所有的储物袋 都会有专属的零食印记 这相当于一把锁 他的零食 刚接触到储物袋 上面便烙印下了他的印记 接着打开 看到里面一大堆的零食 仔细一看 整整两万枚的零食 天上掉馅饼了 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果然昨晚亏了八千多零食 今天早上就赚回来了 看着里面躺着的两万零食 心里美滋滋的想着 终于在床边的角落里 找到了他的衣服 以后不能喝这么多酒了 这喝完酒 衣服什么时候脱的都不知道 心里边想边穿起了衣服 按说他这样的修为 即便是喝醉了 也不可能喝断片了 但是他对于昨晚的事情 一点也不记得了 苏师弟在吗 正在他努力想着 昨晚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 门外传来了玄君朔的声音 长门师兄 这么早 是有什么事吗 苏南连忙整理好身上的衣服 打开房门 开口问道 牧师妹昨晚是在你这里的吗 玄君朔急忙问道 牧师妹 一句牧师妹 苏南顿时想起来 昨晚喝酒 好像就是和木梦瑶一起喝的 喝了多少瓶 他一点都不记得了 哦对 昨晚的时候 牧师妹来我这边吃饭 我俩喝了几杯酒 发生什么事了吗 苏南点点头 疑惑道 牧师妹今天一大早就离开了天眼宗 什么话都没有说 看她的样子 似乎受伤了 走路都有些别扭 喝完酒 她去过什么地方 听到对方的肯定回答后 她再次问道 喝完酒 玄君朔的话 让苏南脑海中出现几个片段 一细记得 喝到第三瓶的时候 木梦瑶就已经醉倒在了桌子上 由于时间太晚了 她只好将其抱起 送到了清玄丰的一个空房间里 好像就是她平时住的房间隔壁那间房间 接着扭头看房间 心中一惊 掌门师兄 我刚从这个房里走出来的 苏南指了指身后的房屋 不确定地问道 对 怎么了师弟 玄君朔疑惑地看着对方 有点搞不明白 问这是什么意思 你确定 苏南再次问道 我确定 刚我喊你的时候 你就是从这间房内走出来了 她十分肯定回答道 我怎么可能在这个房间 师兄 你是不是记错了 苏南心中更加震惊 她怎么会在这个房内 师弟 你怎么了 昨晚睡的哪个房间 你不知道吗 你还没回答我 昨晚牧师妹从你这里离开后 去哪了 玄君朔搞不懂对方是想表达什么 十分的疑惑 我想想 昨晚喝酒喝太多了 苏南伸手揉了揉眉心 想要努力想一下 昨晚发生的事情 师妹也喝酒了 喝了多少 看到对方许久没说话 玄君朔再次开口 这时她的脑海中 再次出现了一个片段 她刚把木梦瑶放在床上 对方便醒了过来 吵着说还要喝酒 不给喝酒 就不让她离开 苏南无奈地再次拿出一瓶酒 两人就这样在床边喝了起来 不知道喝了多少酒 接着她的记忆就出现了断层 我靠 该不会昨晚酒喝乱那啥了吧 苏南心中一惊 刚才的记忆片段中 她一直都在这边喝酒 忽然想起刚才玄君朔的话 说木梦瑶早上一大早就离开了 走路姿势 还有些怪异 似乎受伤了 等等 那这个厨物袋里的零食 岂不是 又再次想到 厨物袋里的两万零食 心中一凉 马德 贱娘们不会是把我拿啥后 这零食是给我的嫖子吧 心中恶狠狠地想到 师弟 玄君朔疑惑地喊道 他看到对方 好似穿剧变脸一般 一会儿黑色 一会儿红色 一会儿白色 啊 师兄 我没事 刚正在想昨晚的事情 可能喝酒喝太多了 我好好想一下 想到刚才的表情太流露于表了 马上镇定了下来 不动声色地说道 他都不记得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唯一能够确定的是 很有可能 大概也许别人睡了 早上自己都是光着的 只要是没发生点什么 就怪了 昨晚牧师妹 在我这里喝完酒后 便说要回去睡觉了 之后我也回屋了 牧师妹 只喝了一点点 我喝的有点多 苏南揉着眉心 假装正在回想 昨晚的事情 开口缓缓说道 奇怪了 之前师妹还说 在这里待一个月 很喜欢你做的饭 怎么突然就离开了 难道昨晚遇到摩修 让其受伤了 玄军朔有些摸不着头脑 想到之前 天眼宗区域内出现的摩修 嘴里难道 牧师妹受伤了 师兄猜的也不无可能 咱们去附近查看一下 有没有摩修出现的痕迹 苏南连忙接口说道 他可不敢说出自己的猜想 要是将昨晚的事情说出来 八成的被掌门包层皮 被他的师妹给睡了 呸是睡了他的师妹 这大舅哥 不得把自己的骨头 都给拆散了 他依稀记得 沐梦瑶昨晚说过 他和掌门之前 是同门弟子 两人的关系非常好 掌门一直很照顾他 把他当亲妹妹一样看待 至于后面发生了什么 苏南是一点也没有印象了 师弟说的不错 我这就安排人去外面转悠 如果师妹真的是被摩修打伤 以他的性格 离开这里独自养伤 是很有可能的 玄军朔肯定地回答道 越说越觉得 自己猜测的正确 师兄 我也去 你的师妹也是我的师妹 第三十章 就你了 面对玄军朔的猜测 苏南不敢说出事实 自告奋勇地说 要出去查询摩修的踪迹 正在飞行的苏南 忽然想起系统 这伙应该知道 于是问道 系统 昨晚发生了什么事 抱歉 系统十分注重宿主的个人隐私 当宿主出现一些特殊情况后 系统便会自动屏蔽感知 进入关机状态 马德 你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什么叫特殊情况 这下 他更加确定了自己的猜测 系统 千道 千道成功 宿主灵根加十 恭喜宿主 灵根升级 提升至极品天灵根 脑海中接连响起 两道系统的提示音 看来昨晚是真的没少喝 果然灵根已经提升至极品天灵根 此时也没有心情 看自己的属性面板 心中还在想着昨晚的事情 马德 贱娘们一声不吭就离开了 好歹你也说一声 其实他也不介意 对方多给几次钱 也不知道天眼宗附近 还有没有魔修 要是有个魔修就好了 正好可以交差 而且不能太弱 嘴里咕弄到 边飞边想着昨晚的事情 忽然他感觉到 在不远处 有一道身影 看到他过来 马上隐藏起了自己的身影 以苏南现在的恐怖灵石 这种级别的隐藏手段 根本不够看 在他眼里 形同虚设 咦 还真有 看到那边的身影 兴奋了起来 他在空中轻轻迈了一步 接着在他周围 出现一道涟漪 接着 整个人便消失不见 当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出现在了这道黑影身边 极品天灵羹果然厉害 原本想不通的地方 今天既然思路清晰 只是尝试了一下 就成功了 苏南心中不禁赞叹道 这个缩地成寸的功法 他之前琢磨了好久 就算有塔山的加持 也依旧无法领悟气精髓 道友 不用躲了 我已经看到你了 苏南来到这人身边不远处 淡淡地说道 嗯 隐藏在暗处的人 心中一惊 刚才看到这人 距离他还有数百米 怎么一眨眼的功夫 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了 你是谁 这人从暗处走出 眼神警惕地看着对方 略带沙哑的声音问道 你是摩修吗 看到这人出来后 苏南直接开口问道 你是谁 天眼踪的 这人脸上戴着一张 白色的骷髅面具 身体悄悄后仪 十分警惕地再次问道 好像在什么地方 见过类似的面具 你是不是摩修 苏南仔细看了看 对方脸上的面具 再次开口问道 这人没有说话 将手背在后面 似乎想要掏什么东西 再问你最后一次 你是不是摩修 他不理会对方的动作 再次开口问道 见到对方不说话 直接伸手一抓 抓住了对方的肩膀 往上一提 轰的一声 将这人的身体用力 砸在地上 扑 仅仅这一下 便口涂鲜血 你是不是摩修 轰 是不是摩修 哼 是不是摩修 接连问了三句 也狠狠地往地上 砸了三次 这人现在想要张嘴说话 都没有力气了 真弱 这个没办法交差 他嘴里咕弄一句 眼前真人的实力 只是运神镜 实在太弱了 给你一次机会 你搬救兵案 如果来的人 实力让我满意 我可以考虑放了你 不然你就等死吧 苏南眼珠一转 心中有了主意 将这人丢在地上 拍了拍手 话语中带着一丝威胁 马德 究竟你是摩修 还是我是摩修 这人心中 一万头神兽奔腾而过 他之前 将手背在后面的时候 就是想要叫人 但眼前 这人亲口说出来 他总感觉 什么地方不对劲 也没有想那么多 艰难地从身上 拿出一块灰色的令牌 咔嚓 用力将其捏碎后 手中的令牌 化作一道灰色光芒 消失在天际 这道灰色的能量 出现的一瞬间 他就用灵石锁定了下来 灵石跟着这道灰色的能量 急速朝着远处而去 苏南随手一挥 将这人打晕 找个地方藏起来后 轻轻迈步 朝着这道灰色能量追去 有灵石的标记 他能够准确无误地跟上 灰色能量的速度非常快 还好苏南使用的是 缩地成寸 如果只是飞行 很难追得上 距离天眼宗数千里的 一群山脉中 灰色能量 直接消失在山脉中 他的灵石跟着这道能量 刚进入到山脉中 便失去了感应 在山脉外围的一个地方 空中出现一道涟漪 苏南从里面走了出来 奇怪 怎么在这里消失不见了 他所在的方位 正是灰色能量 消失不见的地方 小心翼翼地 朝着山谷内走去 观察许久 周围也没有看到 任何人影 正在他疑惑的时候 忽然出现两道身影 脸上同样戴着面具 只是他们脸上的面具 是银色的窟窿 可惜 运神经后期 太弱了一些 抓回去不好交差 感应了一下 两人的修为 心中嘀咕道 怎么也得来个化神经的 正在他想这些的时候 两人开口说话了 刚收到八号发出求救信号 八号那边出事了 其中一人开口说道 先回大本营那边 让上面人定夺 另一人说道 这人说着 从身上掏出一块菱形金石 在他们身后的山上 找到一处凹槽 金石放进去后 轰隆隆 山上出现了一道门 在两人进入的瞬间 苏南也一个闪身 跟在这两人身后 走了进去 经过一段狭窄的通道后 一股淡淡的血腥味传来 苏南躲在暗处 仔细地观察里面的场景 这个地方修建在山峰的腹部 跟随两人进来后 里面是一座一座的血池 副主教 8号出事了 其中一人来到最里面的一个血池中 躬身说道 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血池中出现一人 这人脸上戴着金色骷髅面具 看着面前二人 冷漠地问道 血魂丹 找到了吗 8号所在的地方 正是之前6号所在之处 6号身上的三枚血魂丹 不知道有没有找到 这人再次躬身 十分恭敬地问道 咦 这个竟然是化神镜中期 这个可以 苏南感应了一下 每一个血池中 都有人在里面 而这个金色骷髅面具之人 竟然化神中期 就你了 虽然修为低了一些 但质量不够 数量来凑 第31章 师兄替你担着 1号 2号 你们前去8号所在地 将身上的血魂丹带回来 金色骷髅吩咐道 是 接着两个血池中 跳出两道身影 脸上同样戴着银色金边骷髅面具 规模不大 弄得还挺复杂 苏南看到出来的两人 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接着他手中的剑 轻轻一挥 困剑是 剑芒飞出 在空中分裂开来 化成树道剑芒 谁 金色面具之人见到剑芒 心中一惊 大声喊道 然而没有人说话 剑芒的速度非常快 几乎一瞬间 空中的剑芒分成三组 将修为高的三人 全部困在中间 另外两名修为低点的魔修 苏南随手一挥 将其打晕在地上 你是谁 副主教看着苏南 从暗中走出 眼神警惕地问道 他不敢动 围在他周围的剑芒 散发着阵阵锋利气息 我是谁不重要 你是魔修吗 苏南看了看对方 开口问道 谁派你来的 副主教想破脑袋 也没有想到 面前之人是谁 废话真多 直接一巴掌拍了过去 剑芒也随着他的巴掌 刺入了对方的体内 瞬间对方的修为被封 瘫软在地 另外两人 看得是心惊肉跳 三两下将三人废掉后 又将旁边晕死过去的人 提了起来 一共五个人 被他用剑芒拖着 朝着外面走去 这几个应该可以 嘴里呢喃了一句 从山洞内走出 快速地朝天眼宗内而去 掌门师兄 苏南在回来的时候 正好看到玄君朔 正在天眼宗外围区域 寻找魔修的痕迹 苏师弟 这是 看到对方剑芒上拖着的五人 开口问道 我刚出去寻找魔修的时候 正巧看到这五人鬼鬼祟祟 我上去询问 他们竟敢反抗 于是我便将他们带了回来 苏南指着身后的五人 缓缓说道 我怀疑牧师妹 就是被这几人所伤 他们反抗得太过激烈 现在可能已经说不出话了 说着伸手一挥 拖着这几人的剑芒 消失不见 几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师弟 这次多亏了你 玄君朔看到地上的五人 随即也想到了这个可能 这些人死不足惜 看他们装束 应该是血魔教的人 传闻血魔教以人为引 炼制丹药 来增强他们的修为 他厌恶地看了看地上几人 开口说道 那这几人应该就是 偷袭师妹之人 前段时间出现的魔修 正是为了炼制血魂丹 曾被我斩杀 这些人应该是冲着我来的 是我连累的牧师妹 牧师妹都是因为我的原因 才离开了天眼宗 请师兄责罚 苏南此时 脸上带着一丝愧疚之色 语气沉重地说道 师弟 这如何能怪你 如果不是当时你 出手将其斩杀 还不知道 有多少人遭其毒手 师妹也只是恰好 被几人遇到 玄军朔白白手 表示这件事不怪他 怎么能不怪我 这几人最高的修为 也才是化神经而已 如果不是我让牧师妹喝酒 这几人 如何是他的对手 都怪我 是我害得牧师妹受伤 苏南再次开口 面带愧疚 就差自裁了 师弟莫要这么说 都是这些魔修的错 这几人 交给师弟处理 师妹不会怪你的 他的性格 就是如此 不想让人 看到软弱的样子 等下次师妹 再来的时候 我替你说话 看到对方的样子 玄军朔继续安慰道 他没有想到苏南 竟然如此耿直 心中还有一些欣慰 宗门内 有苏师弟这样的人 真的是天眼宗的幸运 玄军朔心中想道 师兄 此言当真 听到对方的话 苏南马上激动了起来 那是自然 别看师妹 对我凶巴巴的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 他还是很听我说的 放心吧 我替师妹做主 原谅你了 如有有事 师兄替你担着 玄军朔拍拍胸脯 自信地说道 多谢师兄 苏南躬身行礼 心中的石头 总算放下了 对了 师兄 宗门附近 一直有摩修的影子 即便这几人落网 我想他们 也不会善罢甘休 我以清玄阁的名义 发布任务 凡是能够找到摩修 或者斩杀摩修之人 都可以来我清玄阁 花费十分之一的价格 兑换物品 师兄意下如何 忽然想到 数千里外的 那个山谷内的情况 他再次开口说道 如此甚好 只是这样下去 师弟恐怕会损失 不少零食 玄军朔心中一动 这个他之前 也有想过 只是需要庞大的资源支持 师兄说的哪里话 能够让咱们宗门的实力提升 又能为民除害 这点零食算什么 我只恨自己太穷 如果我有足够多的零食 一定免费 把那些东西 发给弟子 让咱们宗门 成为这片大陆的 第一宗门 苏南慷慨激昂地说道 师弟 你有这么分心就够了 你回去发布任务 剩下的事情 交给我 玄军朔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欣慰地说道 师弟果然对宗门忠心耿耿 我没有看错人 他心中不禁想到 苏南点点头 带着几名摩修 朝着清玄峰而去 他之所以有这个提议 有他自己的想法 像血魔教这样的组织 肯定会像复古之躯般 不断地找麻烦 与其如此 不如主动出击 刚回到清玄峰上 就看到一大群的弟子 站在清玄阁门口 师叔来了 见过师叔 苏南刚落在清玄峰上 许多弟子便对他行礼 师叔 我要兑换塔山 现在清玄阁能兑换吗 天眼宗的弟子 十分地客气地说道 自然是可以的 稍等一下 刚刚斩杀了几名摩修 说着将身后五人 像丢垃圾一样 丢到了一旁 死 这几人尽管修为被废 但他们身上的气息还在 只是这几人 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就让一众弟子 倒吸一口冷气 师叔好强 这几人身上散发的气息 让我感觉浑身站立 竟然被师叔轻松斩杀 之前不信 现在我信了 这几人身上的气息 我只有在风主身上感受到过 果然苏师叔才是最强的 第32章 清玄阁任务 正在这些人讨论的时候 苏南从清玄阁内走出 打开清玄阁 里面多了一个公告栏 一众弟子进来后 便看到了公告栏上的内容 天眼宗所有人 清玄阁正式发布任务 巡查天眼宗附近的摩修 接到任务后 发现摩修活动 提供线索 可以半价兑换清玄阁所有物品 斩杀摩修 可以以一折的价格 兑换清玄阁物品 清玄阁发布任务了 有摩修线索 就能半价兑换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公告栏上 写着的竟然是天眼宗所有人 不单单是弟子 长老和风主也可以参加 等我兑换完 我就去外面寻查摩修的踪迹 师叔刚刚斩杀了五名摩修 想来应该有摩修 在我们天眼宗附近活动 看到公告栏后 弟子都在互相讨论 师叔 这里的任务 是摩修就可以吗 有弟子看着苏南 开口问道 对 只要提供确切的信息 就可以半价兑换清玄阁的所有物品 他点点头 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师叔 先给我兑换一根塔扇 然后我就去寻查摩修 当即就有弟子拿出零食 递了过来 有一就有二 所有弟子看到公告栏后 都变得很兴奋 昨天大多数弟子 从清玄阁兑换一些物品后 回去都纷纷的突破 这让其他弟子眼红了起来 奈何临时不够 只能单瞪眼 没想到今天清玄阁就发布了任务 这让他们如何不兴奋 来这里兑换东西的弟子 离开清玄峰后 清玄阁发布任务的消息 整个天眼宗都知道了 除了那些还在修炼的弟子之外 天眼宗可以说清朝而出 不为别的 只为了能够半价兑换塔山 不单单是弟子 甚至连个别长老 都离开了天眼宗 想要寻找摩修的踪迹 对于他们来说 斩杀一名摩修 就能够一折从这边购买 这种诱惑实在太大了 他们不像弟子 一次都是一根一瓶的购买 而是整包整包的买 这要是一折 那能省多少零食 顿时天眼宗所在的区域内 这些弟子和长老 犹如蝗虫过境一般 出现任何人 都要上去盘问一番 你是摩修吗 你是哪个宗门的 哦 不是修士吗 那你是哪个村哪个镇的 说清楚 你来我们天眼宗这边 有什么目点 你家里几口人 地里几头牛 今天要是不交代清楚 就跟我回一趟天眼宗 我怀疑你是摩修 故意假扮成普通人 类似这种的事情 到处都有发生 当然这些弟子也是有分寸的 他们盘问之人 大多数都带着一丝可疑 如果真的是普通人 自然不会为难他们 甚至还会给他们一些银两 对于修士来说 经营都是唾手可得之物 你在这里鬼鬼祟祟的做什么 一名男子 小心翼翼的蹲在玉米地里 正准备掰玉米 忽然在他身后 落下一道身影 些人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来这里方便一下 面对宗门弟子的质问 这名男子磕磕巴巴的说道 哦 是吗 你是哪里人 给你一次机会 说实话 不然后果自负 这名弟子说着的时候 浑身散发出冷冽的气息 仙人要命 我实在太饿了 就想来这里偷几根玉米吃 普通人哪见过这种阵仗 当场瘫倒在地上 求饶起来 把玉米还回去 如果再干这些小偷小摸的事情 定不饶你 这名弟子 仔细观察了这人身上的气息 并没有发现任何不妥之处 丢下一句话 转身离开了 太他妈吓人了 就是去别人地里偷了根玉米 不至于让仙人来抓吧 看到这名弟子离开后 该男子躺在地上 心有余悸地想到 从此再也不敢做这些小偷小摸的事情了 类似的事情 不断地发生 天眼宗方圆几百里的范围内 别说摩羞了 连那些小偷小摸的普通人 也销声匿迹了 当然也有运气好的 有两名弟子 在巡查的时候 这里有个人昏迷了 看他的样子 应该是个摩羞 正在巡查的弟子 在一个隐秘的地方 发现了一人 脸上戴着面具 躺在那里 没有任何动静 这个人就是摩羞 前段时间 摩羞祸害村民的时候 我就见过 这人的打扮 和之前的摩羞一模一样 当即有弟子 认出来了 这名昏迷的摩羞 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 被苏南打昏过去 随手丢在一边的那位 发财了 发财了 走带回去 其中一名弟子 兴奋地喊道 小声点 这人虽然昏迷了 保险起见 先给他一刀 另一名弟子 比较冷静 提起手中刀 便在这人的身上 刺了一刀 破 鲜血顺着伤口 喷射而出 好在苏南 当时下手比较重 这人并没有醒来 先看看他的储物袋里 有没有零食 哦 对对 先看看 说着 就要这人身上 翻着储物袋 在这里 可惜打不开 怎么办 这两位弟子 都是宁神镜 储物袋打不开 要不咱先把他杀了如何 只要储物袋的主人死了 上面的零食印记 也会消失 两人说做就做 一刀刺进这人的心脏处 这人抽出了两下 没了气息 储物袋的印记 瞬间消失不见 快打开看看 里面都有什么 见到印记消失后 连忙催促道 我去 我们发财了 里面有五百块零食 还有一大堆的丹药 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咦 还有一枚令牌 从储物袋内 拿出一块灰色的令牌 走 先回去 咱们发财了 有零食去师叔那里 兑换东西了 说着两人扛起魔修 便朝着天眼宗而去 苏南看到这名魔修 自然知道 是他之前丢在那边的 也没有过多询问 直接让他们一折的价格 兑换了一些物品 这两人的事情 顿时在天眼宗内传开 听说了吗 林耀峰的两名弟子 斩杀了一名魔修 从魔修身上 搜出来五百多零食 知道 他们两人 一人兑换了一包塔衫 好羡慕 不行 明天我要扩大搜索范围 一传十十传百 整个天眼宗的弟子 跟打了鸡血似的 开始满世界的寻找魔修 第三十三章 其他宗门的猜忌 当天眼宗的弟子 疯狂寻找魔修踪迹的时候 其他宗门坐不住了 如此大规模的行动 他们都在互相猜测 对方究竟是要做什么 距离天眼宗最近的一个门派 天舞殿内 宋师弟 对天眼宗的事情怎么看 两名老者坐在一起 其中一位头发花白 身着褐色道袍的老者 开口说道 这位老者 便是天舞殿的店主 据说他们是为了消灭魔修 之前在天眼宗附近 出现一名魔修 屠杀了数个村落 另一位看起来六十多岁的老者 开口说道 消灭魔修用得着如此大洞干戈 其中一定有诈 连他们的封主和长老 都已经出动 头发花白的老者疑惑道 我也觉得 此事有些怪异 绝对不是消灭魔修这么简单 他们的弟子 已经出现在了我们宗门的外围 似乎在寻找某个东西 这与我得到的一条传闻 似乎有些关联 另一位若有所思地说道 什么传闻 难不成有绝世珍宝出现 宗主猜得不错 传闻咱们东狱这边 仁皇塔即将出世 我怀疑天眼宗此次的行动 就与仁皇塔有关 毕竟能够让整个宗门的人 都出动 也只有仁皇塔了 宋师弟 你的这个消息确切吗 被称作宋师弟的人 名叫宋志武 有很大的概率是真的 在西域那边的血魔教 已经开始行动 我想天眼宗的动作 应该和血魔教有关 看来血魔教 应该掌握了仁皇塔的一些信息 不然天眼宗不会全宗出动 天眼宗打着消灭魔修的旗号 案中对其调查 之前出现的魔修 我就怀疑 是血魔教的人已经过来 宋志武十分确定地说道 如果是这样 那就解释得通了 很有可能天眼宗 已经控制了血魔教派 过来的那些人 从他们口中 得到了仁皇塔的一些线索 至于消灭魔修 不过只是掩人耳目的借口罢了 我猜他们现在 还不能确定仁皇塔的具体位置 想来现在正在寻找的 便是仁皇塔的具体位置 好一个消灭魔修的理由 老者越说越觉得 自己猜测的正确 笃定地说道 师兄分析得很正确 我也是这么想的 如果真的是我们猜测的 恐怕咱们这里要变天了 宋志武点点头 脸上带着一丝担忧之色 不错 仁皇塔出事 如果是真的 那么咱们这里 即将成为众矢之地 到时候不仅仅有我们冬域的宗门 其他地域的宗门 也会来到这里 这么大一块肥肉 谁都想要来这里咬上一口 通知宗门弟子 在外面做任务的 也马上召回 天舞殿殿主点点头 对方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 正如他刚才说的 仁皇塔真的出事了 到时候 不知道会闹出多大的动静出来 那接下来怎么做 静观其变吗 宋志武开口问道 传闻仁皇塔上一次出事 还是在千年前 仁皇塔内有绝世功法 据说仁皇塔最高层内有帝皇传承 每一次的仁皇塔出事 必然掀起腥风血雨 天眼宗想要独自吃下 恐怕不可能 天舞殿殿主靠在椅子上 手里拿着茶杯轻轻晃动 嘴里迷难道 就算他想吃下去 也没有那个实力 就算其他地域的宗门不来 就咱们这里的宗门 也不可能让人不管 你去联系天眼宗宗主玄君硕 就说我们天舞殿 愿意帮忙一同消灭魔修 并且必要的时候 可以共进退 他将手中的放在桌子上 似乎做出了某种决定 对其吩咐道 是 宋志五点点头 自然明白对方话中的意思 两人商议完 他转身离开 朝着天眼宗而去 不只是天舞殿 发现了天眼宗的反常 同在一片区域的剑阁 同样发现了天眼宗的异常 天眼宗的事情 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 对此 你们有什么看法 剑阁宗门 同样召开了宗门议会 所有的长老 全部都聚集在一起 宗主 天眼宗对外宣称消灭魔修 我觉得他们必然另有所图 只是目前还不确定 他们想要做什么 一位长老开口说道 我建议派人出去打探一番 他们如此大规模行动 必然会露出一些风声 另一位长老 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先进观其变 派人密切关注天眼宗的动向 我不信玄君硕这个老小子 仅仅只是为了消灭魔修 难道是有别的什么事情 隐瞒了起来不成 剑阁宗主皱眉 他在前天就收到消息 有弟子发现 天眼宗全宗弟子清朝而出 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 也派出过弟子去打探 然而对方称 是为了消灭魔修 消灭你妹的魔修 别人不知道玄君硕 他是一清二楚的 像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对方怎么可能做 像天眼宗这种大规模行动 说消灭魔修 他连标点符号都不带信的 天眼宗所在的这片区域内 大大小小宗门数十个 天武殿 剑阁和天眼宗 是这些宗门中 实力最强的存在 东玉在天云大陆 算是比较偏僻的地方 并没有太过强大的宗门 宗主 听闻人黄塔即将出世 不知是真是假 天眼宗会不会 忽然在一旁 一直没有说话的一名美妇人 想到了什么 开口说道 人黄塔 剑阁宗主听到人黄塔 心中一动 接着说 很有可能 天眼宗是想一个人吃毒食不成 恐怕他玄君硕 没有这么大的胃口 我去天眼宗一趟 确定一下这件事的真实性 你们将外出的弟子 全部召回 东玉这边 可能要变天了 他吩咐完 急匆匆的离开了剑阁 人黄塔的出现 可不是小事 他们心里都清楚 一旦人黄塔出现 不知道会有多少势力前来 到时候 如果他们自己不团结 恐怕连汤都喝不到 别看在这里 他们的宗门强大 但是整个天云大陆上 比他们强的宗门 有许多 在这边相当于偏拘异于 穆长老 你刚才说的人黄塔 是传说中的哪个 看到宗主急匆匆的离开 一众长老有些发猛 看向美妇人 疑惑道 他没有说话 只是点点头 同样转身离开了这里 第34章 纷纷来访 玄军朔看着宗门内的弟子 如此勤奋 除了修炼外 几乎全部都出去寻找摩修宗迹 他很欣慰 同时心中也感慨 幸亏当初 他把取消苏南当封主的提议压了下去 看看现在宗门弟子的实力 仅仅过去六七天 宗门弟子 几乎都突破了一个境界 长老和封主同样都突破 他甚至已经开始幻想 将来天眼宗 爹 我不管 我要去师叔那里吃饭 已经好久没有吃过师叔做的饭了 突然一道声音 打破了他的幻想 玄灵威气鼓鼓地走了进来 怎么了 我二 你大师兄又出什么幺蛾子了吗 看到对方生气的样子 关心地问道 爹 要不你把大师兄给废了吧 我根本看管不了 林耀峰的师姐们 现在都不敢出门了 沈师姐都被逼得闭关了 玄灵威一听到大师兄两个字 就一个头两个大 嘴里抱怨道 他又干什么了 我不是让他遍避思过吗 玄军朔听到后皱起来眉头 他口中的大师兄正是乐正名 这家伙前段时间 不知道突然抽什么风 每天精心打扮好后 就开始去林耀峰上 骚扰女弟子 一开始还正常 就是偶尔去林耀峰上 和那些女弟子聊聊天 谁知道 后来变本加厉起来 只要沈星月和哪个女弟子说话 这家伙就去跟哪个女弟子表白 说什么要和人家做道理 沈星月吓得 在林耀峰都已经不敢和同门姐妹说话了 沈星月找到玄灵威后 想让他打探一下 乐正名究竟是怎么了 这一打探不要紧 当乐正名听说 是沈星月说 让他不要骚扰女弟子 也不知道 这家伙是不是吃错药了 更是变本加厉起来 开始在林耀峰上 见到女弟子 就被人家表白 把林耀峰搞得鸡犬不明 所有女弟子 看到乐正名 就跟看到色狼一样 转身就跑 最后上官云 告诉玄军朔这件事 他当时十分愤怒 直接让乐正名 去禁地面壁思过 谁知道这家伙嘴上说得去 结果一扭头便从禁地里跑了出来 再次跑去林耀峰 玄军朔自己不可能在身边看着 而天眼峰的其他弟子 根本不敢管乐正名 也就玄灵威敢说他 于是好说歹说的 他才答应去看着对方 他昨天又偷跑出去了 嘴里还一直念叨着 快成了 什么师妹已经吃醋了 马上就要向我表白了 我不能在这里 否则师妹找不到我了之类的话 然后趁我不注意 又跑了出去 我刚到林耀峰上 也没有看到他人 我不管 这是你就算给我添大的好处 我也不管了 爱咋咋店 玄军朔听到他女儿的话 额头上都快巨像画出黑线了 原本听话的大弟子 对他寄予厚望 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 好了 为了受委屈了 你不用看着他了 等我看到他 直接将他修为给封了 让他在禁地里面壁思过三年 他摸了摸玄灵威的头 安慰道 哼 你之前答应我的东西 记得给我 我去师叔那里吃饭了 好久没有吃师叔 做的饭了 原本还生起了小脸 瞬间开心起来 一蹦一跳地朝着清旋风而去 玄军朔无奈地摇摇头 一想到乐正名就头大 从身上掏出塔山 点了一根 深吸一口 长长地出了口气 掌门 外面有人求见 说是天舞殿宋志武 这时一名弟子走了进来 哦 宋志武来这里做什么 他心中疑惑了一下 让他进来吧 是 掌门 这名弟子刚出去 又一名弟子走了进来 掌门 剑阁宗主求见 今天是什么日子 这俩是约好了一起 心中不禁疑惑 让他进来吧 说完便坐正了身子 等着这两人 宋志武见过玄掌门 莫过多久 宋志武来到天玄大殿 看到对方后行礼道 宋长老 今天怎么有空来我天眼宗做客 看到来之人后 玄军朔同样十分客气地说道 只是嘴里叼着塔山 鼻子里冒着白烟 看起来十分的怪异 宋志武看到对方嘴里的小木棍 闻到了一股清香之味 心中不禁疑惑 这天眼宗的掌门是什么毛病 怎么把熏香叼在嘴里 莫不是天眼宗连一个香炉都买不起吗 尽管心中疑惑 但脸上没有任何表现 听闻贵宗正在消灭魔修 我们店主对你们此举十分赞同 所以命我过来帮你们一起 毕竟除魔味道是我们这些宗门的使命 宋志武双手抱拳 语气十分的客气 玄军朔 你嘴里吊着檀香做什么 你们宗门是没有香炉了吗 玄军朔正宜 霍天武店这葫芦里卖的什么钥匙 外面再次走来一人 正是剑阁宗主 剑一鸣 他没有像宋志武那般 进来第一眼就看到他嘴里叼着一根小木棍 直接说道 切 你懂什么 土鞭 玄军朔瞥了一眼对方 不懈地说道 咦 宋长老也在 你们天武店来这里做什么 剑一鸣看到宋志武 直接开口问道 见过剑宗主 我来找玄掌门有点事情 宋志武向对方行礼 语气依旧十分的客气 你也是为了那个东西来的 什么东西 这把玄军朔给听梦了 老玄 你别藏着掖着了 大家都知道了 你再遮遮掩掩就没意思了 剑一鸣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大大咧咧地说道 知道什么了 你们今天说话 怎么这么奇怪 说完再次抽了一口塔山 你今天更奇怪 叼着檀香 这是什么新提神方式吗 剑一鸣淡淡地说道 你董个锤子 土鳖 三百零食 给你尝一根如何 玄军朔也不恼 从身上拿出塔山 从里面抽出来一根 示意给对方看 你怎么不去抢 一根檀香 你敢卖我三百零食 你这檀香是误到茶做的吗 剑一鸣不屑地说道 顺手从旁边的桌上 拿起一颗水果 啃了起来 那你可别后悔 他又重新装进了盒子里 再次开口 你们两个是商量好了 一起来我天眼宗 有什么事情吗 第三十五章 达成合作 都现在了 你还装 你消灭摩修是为了什么 我们心知肚明 剑一鸣不屑地说道 我们消灭摩修的事 你们知道了 玄军朔疑获道 天眼宗消灭摩修 除了替木梦瑶出口气外 也是为了在清玄阁 能够低价兑换东西 来提升实力 废话 我们又不瞎 你们天眼宗全员出动 只是为了消灭摩修 谁信 剑一鸣心直口快地说道 一旁的宋志武 同样点点头 不过他并没有说什么 想说话的 都被剑阁宗主说了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 我们宗的弟子 现在满世界找摩修 确实是有原因的 他们需要大量的摩修 玄军朔索性 直接告诉了他们 这种事情 就算自己不说 他们也会知道 只是自己弟子需要摩修 他们来这里做什么 这么多摩修做什么 对方问道 自然是为了提升 宗门弟子的实力 玄军朔淡淡地说道 老玄 你胃口也太大了 你真觉得 你自己能够吃得下吗 剑一鸣语气中 带着一丝绩笑 对方刚才的话 让他更加确定了 之前的猜测 果然是人黄塔 要出事了 只是他没有想到 玄军朔这家伙 竟然想着独吞 这有什么吃不下的 我们宗门 自己弟子都还分不倦 他白白手 十分肯定地说道 现在宗门的弟子 就拿塔山来说 若不能人手一根 还吃不下 就算再多点摩修 照样能够吃得下 几天不见 你宣军寿长本事了 剑一鸣语气不善道 对方的话 让他十分不爽 什么叫你们弟子 还分布君 难道是打算 让全部弟子 进入人黄塔 剑一鸣宗主 在一旁没说话的宋志武 看到两人 似乎要掐起来了 马上传言给对方 我知道 你们剑阁 和我们天舞殿 来这里的目的一样 都是为了人黄塔的事情 但是现在 先不要动怒 天雁宗明显已经掌握了 人黄塔的大部分信息 现在消灭魔修 也只是为了从这些魔修身上 寻找关于人黄塔的线索 剑一鸣听到对方的话 传言道 玄军寿的意思 明显是想吃毒食 我猜测对方 肯定还不能确定 人黄塔的具体信息 他刚才说的话中 已经向我们透露出来 目前没有足够多的线索 不然 他不会说需要大量的魔修 而且我已经调查过 他们抓的魔修 全部都是来自血魔教 这其中的意思 已经不言而喻了吧 宋志武给他分析了一下 剑一鸣听到后 那你说 我们现在怎么办 他又不傻 只是包不住火的 但他敢独吞 似乎真有办法 神不知鬼不觉地 进入道里面 如果现在不争取一下 到时候人黄塔 什么时候出事 咱们都不知道 剑宗主 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 我们就算想要争取一下 也要讲究方式方法 如果闹掰了 到时候鸡飞蛋打 咱们什么好处都没有了 对方的话 宋志武自然也很清楚 从刚才这两人的对话中 不难听出 天眼宗真有办法 翘无声息地 进入到人黄塔中 剑宗主 你如果相信我 接下来听我的 他再次传音过去 剑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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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答应了下来 玄军朔看着下面两人 谁也没说话 自然知道 他们在互相传音 但也不点破 悠哉地瞅着塔山 看戏一般瞅着两人 眼神中带着几分戏血 玄宗主 我们今天来这里 就是为了帮你一起消灭魔秀 两人传音完后 宋志武客气地说道 是吗 你们天舞殿 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 他并不相信 这家伙的话 无力不起早的人 怎么可能只是 单纯地过来帮忙 而且帮忙 对他没有好处吗 除魔味道 是我等宗门的一贯宗旨 贵宗为了消灭魔修 不惜全宗出动 我们自然也不能袖手旁观 宋志武直接给 对方戴起了高帽子 似乎十分敬佩 对方的行为 玄宗主放心 帮你们一起消灭魔修 抓到的魔修 全部归你们 我们只是帮个忙而已 对 我们剑阁也是这个意思 一起消灭魔修 魔修归你们 不过等到魔修消灭的 差不多了 最后的好处 你得分我们一些 剑一鸣直截了当地说道 宋志武脸色一沉 不是说好了 让我来说 这家伙怎么就直接说 要好处了 果然是冲着 清玄阁的东西来的 我就说 这俩人怎么来了 玄军朔听到两人的话 马上明白了过来 只是让他想不通的是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而且 剑一鸣显布 认识这些东西 进来后 都没注意到自己手里的塔山 你们想要什么好处 他身体往后 靠了靠 细血地看着两人 最后事成后 分我一些名额就可以 建议冥想都没想 开口说道 五分 你要五成 剩下五成我们两个宗门分 他接着又补充道 太多了 我们自己也能搞定 你们加入帮忙 只是让速度提升了一些罢了 玄军朔摇摇头 直接拒绝了对方的提议 这俩货太狠了 本来这次的魔修就不多 如果再分一半出去 其实不和没有任务 直接兑换差不多了 玄宗主 至于如何分配 等一切弄好后 咱们再商议 你看如何 宋志武直接拦住 想要继续说话的建议名 开口说道 好 那就依宋长老的 不过你们记得 抓到魔修 全部交给我们宗的弟子 这一点很重要 不然咱们免谈 他点头答应了下来 毕竟有人帮忙 这会让弟子 能够兑换更多的东西 而且 之前也问过苏南 如果剩下的东西不多了 就收回任务 对方却说 东西还有很多 足够宗门弟子 全部提升一次 这才是他答应 两人帮忙的原因 至于最后 如何分配 那还不是他说了算吗 见到对方答应后 宋志武和建议名 便离开了 宋长老 你拉着我做什么 现在不谈好 分配名额 等他们弄好了 就晚了 出了天眼宗 建议名不满道 建宗主 现在主动权 就在人家手里 如果现在过早的谈论 分配问题 很容易谈崩 刚才对方的态度 你也看到了 不用我们人家 也能搞定 我们现在 只是锦上添花 等人黄塔出事后 我们也就有了主动权 宋志武高深莫测地说道 对 咱们先帮忙 哈哈 还是你们天舞殿 比较阴险 第36章 血魔教的反应 一大早 苏南起床 这几天 他又恢复到了以前的日子 玄灵威这个小丫头 突然说来这里帮他 于是 清玄阁便交给了他来管理 苏南自己落个清静 也没有亏待小丫头 每天可以在清玄阁的商品中 除了塔山外 选样作为自己的酬牢 也不是说不能抽 只是苏南单纯觉得 小丫头抽什么烟 不到成年不能 这是他上一世 根深蒂固的思想 就算宗门弟子来这里兑换 他也会提醒 如果发现不到成年 就抽塔山喝二锅头 直接落黑 并且他还警告 不到成年 使用这些东西 会消耗自身的潜力 这一言论 顿时让天眼宗的 那些小弟打消了念头 安安心心的在宗门内修炼 系统 千道 苏南换出系统 开启每日的千道 千道成功 宿主幸运加一 宿主连续千道15天 便利店解锁商品啊 哈哈 天道矿泉水 又有新商品 听到系统提示 苏南脸上露出喜色 连忙打开便利店 在系统货架上 出现了一瓶矿泉水 哇哈哈 天道矿泉水 售价10-10一瓶 系统 你是天道吗 怎么好几种商品 都是带着天道字样 还是说你和天道合作 他看着矿泉水的名字 终于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本系统所有商品 全部都是抽取天道规则制作 系统出品必出精品 苏南阿安扎舌 好家伙 直接抽取天道的规则 你既然这么厉害 既然选择绑定我 我肯定有什么过人之处 让你看上了 为什么不直接让我无敌 本系统只谈钱 不谈感情 马德 本以为是自己的小甜甜 没想到 是个狗资本家 看着自己属性面板上 再次多出来了一点幸运值 他到现在都不知道有什么用 这几天的签到 都是给他一些属性点 魅力值给了一点 幸运值给了一点 剩下的 就是力量属性点 别的不说 单说力量属性点 现在每多一点 他都能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体质变强 苏师爹 玄君朔落在清玄峰上 掌门师兄 苏南行礼 师爹 你又突破了 玄君朔目光落在他的身上 上下打量一番 眼神中充满了不可置信 不说说 他能够看清对方的修为 如果是原来的苏南 给他一种莫名的压迫感 那么 现在看起来好似普通人 身上一点气息都没有 这两天侥幸 突破了一个境界 苏南点点头 并没有隐瞒 最近几天来清玄阁兑的弟子 多了系统反线给他的修为 让他终于再次突破 达到了到玄境 如果没有猜错 师爹已经突破到了到玄境了吧 玄君朔不确定地问道 苏南点点头 并没有说话 死 看到对方肯定回答后 他倒吸一口冷气 这才多久 直接到玄境了 恐怕比老祖也差不了多少了 师爹 要不掌门你来 算了 但我没说 他本来想要说 让对方来当掌门 忽然想起之前的 对方说过的话 硬生生地把话憋了回去 师兄 最近你让弟子小心一些 我抓回来的那几名魔修 听他们说 好像他们和血魔交失去联系后 他们上面就会派人过来 但刚问到他们来这边做什么时候 那几人就临时枯竭而死 苏南忽然想到了什么 正色道 我今天来这里 就是想要问一下师弟 最近可能会有大批的弟子 来这里进行兑换 咱们清玄阁的东西 还够吗 虽然之前问过对方 但他觉得 还是有必要来这里确定一下 师兄放心 东西还有不少 肯定够弟子兑换的 东西够就行 至于血魔教的事情 师弟放心 他们翻不起来大浪 得知东西够后 他也就放心了 至于血魔教 倒是没有放在心上 如果说 昨天知道这个消息 或许还会担心 但是现在不同了 那我就不多打扰师弟了 从苏南这里 买了一包塔衫 和一瓶二锅头 便回去了 西域血魔教内 主上 我们派遣到东宇那边的人 没有了消息 可能已经遭遇不错 一名身着黑衣人 脸上戴着面具 看不清其面容 跪在地上 恭敬地说道 在他前方 坐着一名身材臃肿的男子 面目英质 怀里抱着两名女子 女子穿着十分裸露 男子的手 在女子身上 不断游走 一群废物 听到下面的话 这名男子 脸色露出一丝争鸣 摸着女子的手 瞬间用力 啊 怀中女子吃痛 惨叫一声 然而男子 仿佛没有听到一般 鲜血顺着她的手指 滴落下来 咔嚓 怀中的这名女子 便没了生气 她像丢垃圾一样 将人丢了出去 继续派人过去 这件事情不容有失 不管是谁做的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将这些废物身上的东西 带回来 对着下面 跪着地吩咐道 声音极其阴冷 还有 把她带出去 丢进血池 又指了指地上 已经死去的女子 淡淡地说道 是 在地上跪着的男子 连头都不敢抬 回应一声后 低着头 将地上的尸体 背了起来 躬身退了出去 男子怀中的另一名女子 好似刚才 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 用力蹭着对方 似乎是在讨好对方 脸上带着谄媚的笑容 搂着男子的脖子 啪 男子似乎没有心情 一巴掌 抽在女子脸上 滚 自己滚去血池里 女子瞬间面无血色 原本白净的脸上 此时多了一个清晰的手掌印 还要我说第二遍吗 看到女子不为所动 男子的声音 犹如九幽地狱般森浪 是 是 他战战利利地回答道 接着转身离开了这里 最好不要让我知道是谁做的 不然我亲自将你扒皮抽筋 练成血混蛋 男子抬头 看向外面 英智的眼神 不禁让人心神一颤 天眼宗这边 所有弟子出去 寻找魔修的踪迹 有了天舞殿和剑阁的加入 搜索的范围更大 在数千里外的那个山谷 被这些人发现了 第37章 疯狂抢人头 山谷内的地下空间内 一道白光闪烁 接着从里面出来一道人影 从传送阵内 走出一名男子 和之前的副主教一样 脸上戴着金色骷髅面具 原来在这山谷内 隐藏了一个传送阵 直接连接东狱和西狱 我就说 这里是个传送阵 你们不信 怎么样 我猜的没错吧 男子当露头 在他周围出现了数十名的宗门弟子 师兄果然会眼如距 差点就放跑这条大鱼了 周围出现的宗门弟子 让男子心中一惊 不过感应了一下 这些弟子 连一个化神镜都没有 心中松了口气 刚过来 我就能收到这么大的脸 男子甜甜嘴角 眼神中带着嗜血之色 话音刚落 他直接冲了过去 想要对这十几名弟子 一击毙命 哈哈 果然有条大鱼 回去一元分 你们一根塔山 他刚冲过来 那边便传来笑声 一名中年男子 出现在了男子面前 眼神细血地看着这人 多谢长老 围在这里的弟子 听到这名长老的话后 脸上露出了喜色 男子一惊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里还隐藏其他人 强行停下 转身就要逃跑 因为他刚才感应了一下 看不出对方的修为 来了就别想跑了 看到想跑 这名长老马上追了过去 大家节省 塔山想要跑 不知道哪个弟子 喊了一声 周围其他弟子一听 纷纷聚在一起 天眼见阵 斩 十几位弟子 瞬间组成见阵 向前一指 虚空出现一道硕大的剑芒 直接切断了男子的去路 别看这些弟子的修为 最高也才运神镜 但十几位弟子组成的剑阵 就算是化神镜 都要避其锋芒 男子急忙后退 在他身后 长老的攻击 瞬间出现在他的身后 哄 一击击中这人后背 将其重重地 砸在了身后的墙壁内 破 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这一击 让这名男子受了重伤 血顿 男子顾不上身体的伤 咬破舌尖 吐出一口精血 低喝一声 整个身体化作一道血物 朝着出口 急驰而去 欲 刚到出口处 再次出现十几名弟子 这些弟子的胸口处 绣着剑阁二字 剑阁的弟子 也来到了这里 看到有人冲过来 他们也瞬间出手 十几位弟子 同时出手 一道由剑芒组成的墙壁 堵住了去路 在这些人的围攻下 男子刚传过来 不到一刻钟 就交代到了这里 零损伤 斩杀一名魔修 继续在这里等 肯定还会有魔修传送过来 剑阁弟子 虽然不知道天眼宗的弟子 为何要对魔修动手 但是宗主的命令 他们不敢违背 就这样 这边传送过来的魔修 几乎没有一个 能够活着出去 西域雪魔教那边 看着不断碎裂的魂牌 彻底动怒了 雪魔教来到冬域的方法 只有两种方法 要么飞过来 要么就是通过传送阵 然后西域与冬域之间 距离太远 只能通过传送阵过来 整个山谷的地下 不止一座传送阵 随着雪魔教 越来越多的人传送过来 最开始守在这边的弟子 明显已经支撑不住 由于内部的空间太小 里面能够容纳的人 最多只有数百 外面的弟子 拼了命的想要进去斩杀魔修 而里面的魔修 同样想要逃出来 在里面 只要弟子受伤 就会被抬出来 然后新弟子再次冲进去 好像接力赛一般 马德 终于发现了一个据点 里面的魔修像韭菜一样 一茬接着一茬的 往这边传送 我休息一下 马上再去 让让 这次怎么说 也该我去了 你都受伤了 里面的水太深 你把握不住 让师兄来 师兄 你一把年纪了 连道理都没有 总要给家里留个血脉 还是让我去 我不怕 说着就要往里面挤 而山谷的地下空间内 每个传送阵口 都有一大波的弟子 和一名长老把守 甚至旁边 还有人统计 这次你们几个人 斩杀了三名魔修 可以换人了 师兄 我还能坚持一下 让我再守一波 马上就能凑起 一个人头了 听到要被换下去 顿时急了 说着 还从身上 掏出了半截塔山 递了过去 同容一下 而这名负责统计的弟子 悄无声息地 将半截塔山 装进了自己口袋后 淡淡地说道 看你现在的状态 坚持一波 也没什么问题 只能坚持一波了 我也是为了你好 多谢师兄 这把天舞殿 和剑阁的弟子 看傻眼了 他们这是为了什么 难道就不怕死吗 反而这两个宗门的弟子 十分的谦让 只要不让他们进 他们坚决不会进去 血魔教比天眼宗 要强上许多倍 只是传送阵少 一次也只能传送一些人 而且 因为传送阵的原因 太高修为的人 无法通过传送阵过来 血魔教的主上 看到传送过去的人的魂牌 在过去的一瞬间 就碎裂开来 让他震怒不已 传我命令 所有神玄境长老 向东玉出发 化神境以下之人 通过传送阵过去 随着他的一刀命令 血魔教的弟子 几乎全部出动 所有人都在传送阵外面 静静地排着队 而修为高的 则腾空而起 坐着非洲 向东玉出发 血魔教的主上 也在其中 这次的人魂塔 本来一直都是 他自己在策划 人魂塔的信息 他还是从一处遗迹中 得到的信息 数十年的研究 他终于确定了 在东玉的某个地方 于是 便开始命令弟子 去东玉 提前布置 为的就是人魂塔 出事的时候 他能够独占 谁能想到 就在快要完成的时候 东玉那边出现了意外 过去的人 全部都死了 如此才动身 前往东玉这边 希望能够赶得上 嘴里能难道 随着魔修不断地传送过来 整个地下空间内 血流横河 地上都变成了血泥 在里面战斗的弟子 都没有注意到 地上的血液 开始慢慢汇聚到 最中间的血池内 这个血池 开始发出微弱的光芒 轰隆隆 大地开始颤动 仿佛地震一般 最终新血池中的 新红色血液 如同沸腾一般 不知谁喊了一声 第38章 人黄塔出世 随着一声大喊 在里面的弟子 纷纷朝着出口涌去 只见中心的血池中 出现了一道血红色的光芒 光芒越来越盛 而血池中的血液 也变得越来越少 似乎有东西 在吸收血池中的血液般 轰隆隆 四周的石壁开始倒塌 大块的石头 从洞顶掉了下来 刚从传送阵出来的人 几乎瞬间 便被砸成了肉泥 传送阵也在这一刻 被毁坏了 最后面的弟子 刚出来的瞬间 整个山谷一旁的山体 完全塌陷了下去 站在外面的弟子 看得目瞪口呆 里面发生什么 是有什么东西 出来了吗 正在他们疑惑的时候 在山谷的上空 出现了一道 类似八卦图一样图案 八卦图缓缓旋转 一道道的青金色光芒 从虚空中落下 不偏不倚地落在了 刚塌陷的地方 去通知店主 疑似人黄塔出现了 天舞殿的一名长老 看着眼前的景象 对旁边的弟子说道 通知宗主 东西出现了 剑阁那边同样如此 只有天眼中的长老 还有些发芒 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随着青金色光芒 不断落下 塌陷的下方 也出现了同样的图案 每落下一道光芒 下面的图案中 便有一处亮起 一股莫名的威压 慢慢地从下方传来 天空中 随着八卦图的出现 在八卦图上方的虚空中 裂开了一道 巨大无比的裂缝 裂缝中 点点星光 同样缓缓下落 威压越来越大 周围的弟子 都感觉身上 仿佛背负着一座巨大的山 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大约一刻钟的时间 下面的图案 也被全部点亮 图案开始缓缓上升 随着图案上升 从下面慢慢地 升起了一座黑色的建筑物 最先出现的是建筑物的顶部 顶部依稀能够看清 雕刻着几根凶兽 一股沧桑的气息 从上面弥漫开来 周围的弟子此刻 全部跪在了地上 根本无法抵抗这股威压 随着建筑物慢慢地上升 建筑外观渐渐清晰 是一座漆黑色的塔 随着上升 塔开始慢慢变大 当两个八卦图案 重合在一起的时候 整个塔身 也从地底彻底出来 悬浮在半空中 周身弥漫着黑色的气息 秀为稍微弱一点的弟子 此时已经蹊跷流血 昏死了过去 带着弟子全部离开 这些长老看到后 连忙吩咐其他人 带着离开 只有天舞殿和剑阁的长老 死死地盯着塔身 似乎要看透一般 塔身悬浮在半空中 虚空裂缝中的星光 纷纷落在了塔身 哗啦啦 原本漆黑的塔身 好似褪皮一般 一块块黑色的东西 从它身上掉下了下来 当所有黑色物质 全部落下来后 一座青金色的塔 悬浮在空中 轰隆隆 整个天云大陆 都出现了剧烈的震动 正在往这边赶的血魔宗主上 感受到刚才的震动后 心中一惊 已经出事了吧 心中疑惑了一下 转向身后的人吩咐道 全速前进 是 他们所做的非洲 全速运转 眨眼间便是数十里 不但是他 天云大陆的各个地方 都感受到了 仁皇塔发出的震动 仁皇塔出事了 各方势力 纷纷行动 感应了一下方位 便朝着东玉这边来 派出天才弟子 前往东玉那边 仁皇塔出事 这次的传承 我们势在必得 安排宗门天骄 前往东玉 仁皇塔出事 毕竟天下震动 所有势力都会前往 让圣帝圣子和圣女 前往东玉 仁皇塔出事 圣事到来 各个势力纷纷派出 自己宗门的 天才弟子前往 这该不会是 传说中的人皇塔吧 田德海 目瞪口呆地 看着空中的塔 师生说道 田长老 这个时候 你还装呢 你们天眼宗 不就是为了仁皇塔吗 一旁的剑阁长老 听到后 激笑着说道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这里装 不去当戏子 实在可惜了 都出现在面前了 还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为了这个 田德海也是一愣 难道之前 发布消灭魔修士掩人耳目 其真实目的是为了仁皇塔 他忽然想到 清玄阁突然发布任务 早不发布晚不发布 偏偏就是前几天发布 难道苏南早 已经知道了仁皇塔 在什么地方了 心中疑惑道 行了 田长老 都这个时候 就别装了 仁皇塔都出来了 咱们是不是应该商量一下 该如何合作了 天舞殿的长老 开门见山的说道 合作 合作什么 田德海完全听不懂 对方说的什么意思 你这样就没意思了 我们天舞殿 帮你们消灭魔修 是和你们宗主说好的 现在仁皇塔 已经出事了 接下来就是伤头 如何分配了 你觉得这是我们 能分配的问题吗 有没有感觉到 刚从塔身发出的 那道能量 整个天云大陆 都为之遗产 他看着天舞殿的长老 跟看傻子一样 这种东西 不是谁说 带走就能带走的 我要回去通知宗主 田德海说完 带着门下弟子 纷纷起身 回天眼宗 仁皇塔依旧 在虚空中悬浮 虚空中的星光 不断下落 似乎还没有到 开启的时候 苏南在清玄峰上 自然感受到了 刚才的震动质感 心中疑惑 苏师弟 你是不是早早就知道了 仁皇塔要出事 玄军朔第一时间 来到了清玄峰上 刚落下就开口说道 仁皇塔 什么东西 苏南疑惑 他刚刚确实感受 到了莫名的气息 但是并不清楚 是什么东西发出的 好了 师弟 这里就咱们两人 如果你不提前知道 如何会发布 消灭摩修的任务 我们弟子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 找到了写魔教的老巢 仁皇塔就在里面 玄军朔淡淡地说道 当初说消灭摩修的时候 苏南给他提了个醒 说老巢隐藏在一个山谷内 结果弟子搜寻的时候 果然找到了摩修的老巢 这让他不得不认为 是苏南刻意安排的 接着玄军朔把人黄塔出世的过程 简单地给他说了一下 师弟 人黄塔出世后 只有年纪不超过三十岁的人 才能够进入到里面 这必将又是天才之间的争夺 第39章 矿泉水的效果 所有的弟子 回到宗门后的第一时间 便是来到清玄峰上 想要兑换塔山或者其他东西 当他们出现在清玄阁的时候 看到清玄阁上多了一样东西 师妹 这个透明瓶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看到兑换清单上 多了一样矿泉水 好奇地问道 这个师叔说 这个是矿泉水 可以恢复消耗的灵力 效果类似于回宁丹 价格是回宁丹的一半 但是一瓶却抵得上五瓶回宁丹 玄灵威此时负责清玄阁的兑换 见到有人问矿泉水 他解释道 便利店里刚夺出来的哇哈哈天道矿泉水 苏南直接购买了一瓶 每一种商品 他都要亲自试一下 看看有什么效果 才能决定这件商品的价格 回宁丹一瓶二十粒 价格是两枚零食一颗 大多数弟子都吃不起回宁丹 只能购买恢复相对慢一些的回宁丹 回宁丹是炼制回宁丹失败后的要扎制作成 一枚零食一瓶 只是效果非常一般 什么 这一瓶只要二十零食吗 听到玄灵威的介绍 外面的弟子顿时吃惊起来 按照回宁丹的价格来算 这一大瓶矿泉水 起码要两百零食 现在却只要二十零食 师妹给我来一瓶 顿时有弟子要兑换 这个是师叔最新炼制的 不在这次公告的优惠范围内哦 看到有人兑换 他热心地提醒道 才二十零食 师叔已经亏钱了 我们怎么还好意思 让师叔给我们优惠 听到这个 不能按照原价的十分之一兑换 这些弟子也不生气 反而非常感激苏南 除了塔山外 大多数弟子都是来这里 兑换一瓶矿泉水 毕竟 这种才是他们日常修炼所需 笨物只有在瓶颈的时候 才能用得上 反而这种矿泉水 成了热销产品 还想要再来一瓶 看着空荡荡的货架上 弟子有些失望的问道 要等明天了 玄灵威一点点头 对他们解释道 他们也没有失望 等待第二天再来抢购 另一边 苏南和玄军朔正在聊天 他是第一次听说人黄塔 毕竟他来到这个世界 也才几年而已 师兄 你的意思是 整个大陆的天才 都会汇聚于此吗 他看到对方 疑惑道 不错 据记载 每一次的人黄塔出现 都是一个盛世的到来 这次出现在我们冬域 我们才有了进入人黄塔的可能 如果是在其他地域 我们连进的资格都没有 全部被各大超级宗门垄断 玄军朔解释道 人黄塔什么时候开启 苏南问道 不知道 应该用不了多久 这也是咱们宗门的一次机会 他显得十分的激动 人黄塔只存在于传说中 没想到真的出现了 传闻人黄塔是天云大陆 第一位超越地境的强者 祭练而成 为天云大陆留下的一道传承 人黄塔内有超越地境的信息 这才是让所有人 玄军朔将自己知道的都讲了出来 这位强者是谁 有记载吗 苏南好奇地问道 不知道 天云大陆上没有任何一丝记载 或许是太过久远 如果不是人黄塔出世 可能很多人都认为 这都是一种传说 他摇摇头回答道 师兄 你刚说 进入人黄塔内 想要获得传承 除了天赋过人之外 还要极高的悟性对吗 苏南忽然想起什么 开口问道 不错 据古书上的记载 人黄塔的每一层 完成了对应的挑战后 便会获得一次领悟传承的机会 层数越高 获得传承的机会越大 而且完成每一次挑战后 都会随机给你一本修炼功法 只有领悟成功 才能够进入到下一层 哪怕是第一层给的功法 也是地级功法 这个时候的功法等级分为 天级 灵级 玄级 人级四个等级 当然还有超越天级的功法 圣级以及地级 这些只存在于传说中 听到对方的解释 苏南眼珠一转 心中有了一个打算 所有能够进入仁皇塔的弟子 可以来我这里领一根塔山 作为宗门的一份子 要为宗门做点贡献 他接着说道 师弟 你有这份心意就够了 本来消灭摩修的时候 你已经照顾宗门的弟子了 怎么还能再次要你的东西 不过师弟的话倒是提醒了我 等仁皇塔开启的时候 我出零石 到时候给能够进入的弟子 每人提供一根塔山 玄军朔连忙摆手 对方的话让他很感动 心中已经感慨过无数次 宗门能有苏南 是天眼宗之星 终于在他再三要求下 苏南勉为其难地接受 以二分之一的价格 给弟子提供塔山 别看这次斩杀的魔修很多 但是每个弟子分下来 一人顶多也就一根 只有丰主及长老 零石比较多才能整包地买 毕竟能够获得零石的弟子 几乎都很少 而且塔山是一种消耗品 兑换了后 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用掉了 掌门 剑阁宗主和天舞殿殿主 在山门口 要见你 正在两人聊天的时候 一名弟子落在了清旋风上 对二人行礼后开口说道 你带他们先到天眼殿内 我随后就到 玄军朔吩咐道 是 他看着弟子离开的背影 开口说 如果我猜得不错 对方是为了和我们联盟 师爹 你先忙 我去一下 苏南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对方刚离开 玄灵威一蹦一跳地走了过来 师叔 矿泉水没了 被一抢而空 看到他便开口说道 这么快 他有点吃惊 一开始定价二十零石一平 他觉得有点黑 毕竟只是一瓶水 谁会花二十零石购买 只是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竟然卖得这么快 他可是在清旋阁上 放了三大包 一包二十四瓶 我是不是很厉害 玄灵威看到对方吃惊的样子 得意地说道 小灵威最厉害了 说吧 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看到对方得意的样子 苏南摸了摸对方的脑袋 宠密地说道 看到玄灵威 他就想起了上一世 比他小时多岁的妹妹 我要吃红烧肉 没问题 过几天 我带你去仁皇塔里玩 好吧 我也能去吗 是说 我说你能去 你肯定能去 第四十章 齐聚仁皇塔 接下来的几天 天眼宗内 宗门弟子 陆陆续续 全部都回到了宗门内 就算在外面历练的弟子 也被纷纷召回 天眼宗的大阵已经开启 所有人感觉到了一种 莫名的压迫感 这几天 玄军朔也没有来过清旋风 不知道他们之间商议了什么 苏南倒是清静了下来 仁皇塔出事 已经过去了三天 整个冬域的势力 几乎全部聚集在了这里 还有许多伞修 也纷纷向这边赶来 仁皇塔依旧悬浮在空中 虚空中的巨大裂缝 还在不断地落下星光 随着能量不断被吸收 一道清金色的光幕 从仁皇塔上散发出来 最开始只有几张的范围 不断吸收星光 这道清金色光幕 也在慢慢往外扩大 一天不到的时间 光幕直径 已经超过了几百米 而且依旧没有停止外扩 一开始在仁皇塔下面的修饰 直接被光幕推了出去 有人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伸手接触了一下光幕 刚接触的瞬间 一股恐怖的犀利出现 想要将手臂拉回来 已经来不及了 几个呼吸间 这人便被吸成了一具人干 见到这种情况 其他人的脸色都白了 这是什么情况 大家不要靠近光幕 仁皇塔还没有开启 周围的人都在互相提醒 不要接触光幕的时候 忽然有一男子站了出来 看了看那具地上的干尸不屑地说道 真以为什么人都能接触仁皇塔吗 他对于死去的那名修士 没有一点怜悯之心 与其中带着一丝最有应得的意思 这人是谁 有人问道 但是谁也不认识 都摇了摇头 仁皇塔还没有正式开启之前 有自身的一种保护机制 这个时候竟然还有胆子 接触光幕 死也是活该 男子毫不客气地说道 我想起了 他就是咱们东玉墨家的少主 墨景深 听闻已经快要突破化神境 而现在才二十几岁 这时候有人再次开口 认出了刚才说话的男子 死 听到后 这些人吃惊不已 原来是墨家少主 看到那边的人 没 全部是墨家的 有人指着男子身后不远处的地方 那里站着一群人 统一的黑白相见长袍 静静地看着这边 有了墨景深的提醒 谁也不敢去碰触这道光幕 光幕往外扩散 他们就退一步 忽然天空出现一艘巨大的非洲 非洲缓缓下落 这只非洲竟然长达五十多名 从上面下来二十几人 散修看到非洲的时候 都纷纷散了开来 从上面下来的人中 大多数都是年纪 约某二十多岁的青年男女 领头的是两名老者 这些人刚落下 一位老者伸手一挥 巨大的非洲 瞬间消失不见 果然是人黄塔 没想到人黄塔 竟然真的出现了 其中一名老者 看着空中漂浮的青金色塔 嘴里的难道 忠愈之人 有人认出了这群人的来历 不过具体不知道 是哪一方的势力 这位老者 给我一种很强的压迫感 对方的修为最少 也是化神进后期 乃至巅峰 这些人刚落下 周围的一些散修 就开始小声地讨论起来 人黄塔不是你们这些人 能够指然地 给你们实习的时间离开 否则杀无赦 这些人正在小声讨论的时候 这群人中的一位老者 眼露寒光 看着四周之人 冷烈地说道 好大的架子 我倒是谁 原来是忠愈的云前宗 就是你们忠州的穷华圣地 都不敢在我们东宇口出狂言 你们云前宗算个什么东西 墨景深从人群中走了过来 瞥了一眼 刚才这群人淡淡地说道 谁家的小杂种 我看你是找死 他的话 直接让刚说话的这位老者 脸色一变 嘴里骂了一句 闪身就朝着对方冲了过来 啪 这名老者还没反应过来 远处的墨家人中 闪身出现在墨景深的旁边 抬起手掌抽了一巴掌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什么东西 一个化神镜也敢对我们少主动手 看着摔在地上的老者 吐了一口水 骂骂咧咧地说道 你 老者从地上起身 看着面前的中年人 还想再说什么 但看到对方目露凶光 生生把刚才的话咽了下去 人黄塔出现在我们东宇 我们还没说什么 你一个小小的云前宗 也配独占 云前宗本是忠愈的一个中型宗门 感受到人黄塔的气息后 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忠愈距离这边要近一些 其他地域的就没有这么快的速度 想要过来 就算速度最快的顶级非洲 也要半月之久 墨家好大的威风 这时候 天空中出现一条数十米长的黑龙 在黑龙的背上 站着十几道人影 说话之人 正是站在龙手上的男子 我倒是谁 原来是飞龙渊的人 你们中州人是属狗的吗 鼻子这么尖 刚才动手的墨家男子 看了看天空中的黑龙 淡淡地说道 黑龙缓缓落下 上面的十几人跳了下来后 他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怎么 你们东狱的人就这般没有素质 直接动手打人 男子看了看云前东的方向 激笑着说道 你也想尝尝我这巴掌的味道 墨家男子看着对方 脸上没有任何喜怒之色 淡淡地说道 哟 墨家这位小哥长得可真好看 你们墨家 要不要考虑和我连个音 正在两人剑拔弩张的时候 再次出现一群人 为首的是一名美妇人 媚眼如丝加上他那傲人的身材 很是诱人 刚说话的正是这名美妇人 一边骚去 我们家少主怎么可能看得上你 墨家男子 瞥了一眼来的人 不懈地说道 周围的散修和小势力 全部都不敢说话 聚集在这里的势力 越来越多 不到半天的时间 这里的人越来越多 几乎都是天云大陆上 有名的势力 当人黄塔周围 形成一个直径约莫数十里的光幕后 停止是外扩 塔身也开始 缓缓下落 随着下落 塔身缓缓变大 当整个塔落下来的时候 塔身宛如一座巨大的山峰 抬头看不到顶 第41章 天眼宗出洞 天眼宗 天眼殿内 此次人黄塔事关重大 距离我们东狱比较近的势力 都会去参加 像西狱南狱这些地方 他们想要过来 最起码也要一个多月 跨狱的传送阵 目前还没有 只有一些小型的传送阵 等其他地狱的人到来后 我们这边应该差不多 已经失恋完了 终于距离我们比较近的势力 应该已经快要过来 玄军朔坐在大殿正上方 开口说道 掌门 这次人黄塔出现 我们要让所有弟子都参加吗 上官云开口问道 只让宁神进后期以上的弟子参加 他摇摇头 接着说 此次人黄塔内的情况 我们都不清楚 修为太低的 过去容易送死 我们不能冒险 我同意掌门的看法 此次人黄塔出现 必将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争夺 我们不必带太多的弟子前去 执法封封主 聂无欺开口说道 我也赞同 聂封主和我想的差不多 我们宗内的弟子 大多数都是练气景 同意 同意 其他长老和封主 纷纷同意 这边由田长老和聂封主带队 天武殿和剑阁 已经和我们商议好 咱们三宗一致对外 玄军朔补充道 当 当 当 想起六道钟声 所有弟子聚集在天眼台上 天眼中六响 代表着有重大事情发生 玄军朔和数位长老 站在前面 看着下面的一众弟子 人黄塔出世 这对我们天眼宗对你们个人 都是一个天大的机缘 里面不但有传承 更有绝世功法 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缘 就看你们自己了 他的声音并不大 然而却清晰地传入到 每一位弟子的耳中 人黄塔的争夺 很是残酷 我们中可能会有人丢掉性命 不抢求你们每一个人都前去 我被修士 本就是与人争 与天争 人黄塔内 危机重重 所有宁神镜后期以下弟子 不得参加 玄军朔的话音刚落 天眼台上顿时一片叹息声 早知道我昨晚就应该咬咬牙 兑换一根塔山 今天就突破了 只差一丝丝 就到宁神镜后期了 哈哈 还好我有仙剑之名 前两天花光了所有零食 在师叔那边兑换了几根塔山 成功突破至宁神镜后期 亏大了 我感觉亏了好几个夜 掌门 为啥要求宁神镜后期 我助激进 表示不服 你可拉倒吧 斩杀摩修的时候 都差点丢了性命 掌门是为了你好 谁借我一根塔山 不知道现在突破 还来不来得及 这些弟子听到 只有宁神镜后期 才能够参加 顿时哀声叹气 这数千名弟子中 宁神镜后期 也猜不到百名 修为不够的弟子 留在天眼宗 这次由田长老 和聂风主带队过去 出发前 去仁皇塔的弟子 可以在清玄阁内 领取一根塔山 玄君朔自然听到了 这些弟子的话 但是他并没有说什么 反而交代了一下其他的 我去 竟然还有免费的塔山 不行我现在就回去闭关 争取明天突破至宁神镜后期 然后我去参加仁皇塔试炼 我也去 现在就去 我找我师父借点灵石 冲击一波 听到有免费的塔山领取 不能去的弟子 瞬间眼红起来 都吵着要去闭关 所有人去的弟子 来到清玄峰上 苏南一一给了他们一根塔山 随着仁皇塔缓缓落下 周围全部被青金色光木笼罩 东玉和中玉的势力 率先到达 更有许多隐秘势力 也纷纷到达 比如东玉的墨家 就是此次中最大的一个隐藏势力 整个仁皇塔外围 此时已经聚集了数万名的修士 还不断有人赶来 正在这时候 聂无期田德海带着数十名弟子 浩浩荡荡地落在了仁皇塔外 这是天眼宗 天眼宗带来这么多人 真以为什么人都能进入到里面吗 有人认出了天眼宗的弟子 激笑着说道 谁知道呢 或许人家弟子都是天才也说不定 哈哈 你们看 宁神镜后期的弟子都敢带来 真以为仁皇塔是你们后花园 这仁皇塔据记载 每一层对于试炼者都是挑战 不但要求极高的修为 还要有极高的悟性 每一层中都有数十卷功法 他们想要靠着人多 去瞎猫碰死耗子吧 哈哈 你别说 还真有可能 我回去 让我宗门内的宁神镜弟子也来 这或许也是个方法 天眼宗带着这么多的弟子 引起了周围其他人的嘲笑 聂风主 田长老 你们比我们来的还要早啊 这时候 天武殿的人也到了这边 落下后便看到了天眼宗的人 领队的是宋志武 看到天眼宗的人走过来打声招呼 天武殿只带来了二十名弟子 清一色的运神镜 你们来的也不晚 田德海笑呵呵的说道 他对于刚才周围人的嘲讽 丝毫没有放在心上 田长老 这宁神镜的弟子会不会有些不妥 毕竟仁皇塔内可不是闹着玩的 宋志武看着天眼宗的弟子 一多半都是宁神镜的弟子 仁皇塔不是小孩过家家 修为低的就不要浪费名额了 忽然云前宗的人 什么时候我们东狱的事情 轮到你们中狱的人说话了 信不信将你们赶出去 剑阁的大长老 剑九州刚到这里 就听到云前宗人的话 马上对了回去 剑九州朝两人点点头 算是打过了招呼 他身后同样带着二十多名弟子 同样世运神镜 无妨也让他们利用一下 田德海摆摆手 如果说实力或许不行 但是仁皇塔里靠的是悟性 要是说悟性高低 他天眼宗还没有怕过谁 我同意 我们东狱的机缘 凭什么让你们中狱人来 其他一些宗门 听到剑九州的话 回应起来 之前聚集在这里的时候 云前宗的人 没少对他们嘲讽 我也觉得 中狱之人不应该参加 仁皇塔还没开启 这里就已经充满了火药味 东狱三大宗门 两大世家 外加无数的小宗门和散修 聚集在一起 数万修士 对于中狱的人 都非常的痛恨 云前宗领头之人 脸色一变 墨家也看了看对方 但并没有说什么 第四十二章 开始试炼 各个势力正在互相争吵的时候 轰隆隆 仁皇塔的光幕 开始发生变化 最前面出现了一道门 从里面走出来一名身高一米的透明人影 随着这道人影不断走出 最终凝聚成一名老者 数千年没有看到人族修士了 这名老者 似乎在自言自语 又像是对周围人在说话 欢迎各位来到仁皇塔 我是仁皇塔塔林 你们可以称呼 我为塔古 塔古看了看周围的修士 淡淡地说道 仁皇塔是我主人离开天云大陆时 留给后人的机缘 所有人都可以参加仁皇塔试炼 他的话 让周围的人松了一口气 本以为会是一场腥风血雨的名额争夺 没想到谁都可以参加 仁皇塔 一共三十三层 每一层中 都有绝世功法 至于能不能领悟的道 就看你们个人的造化了 年龄三十岁以下 都可以参加 每五层中 有一丝仁皇塔的传承 能够完美通过三十三层考验者 便能获得我主人的完整传承 并且成为仁皇塔的下一任主人 提醒你们一句 不要投机耍滑 不符合要求之人 如果贸然进去 会被仁皇塔抹杀 随着话音落下 仁皇塔第一层的塔门 缓缓打开 一道巨大的石碑 从内飞出 轰的一声 矗立在塔外 所有参加试炼之人 将自己的临时印记 烙印在仁皇碑上 仁皇塔开启后 会出现十二个传送入口 每个传送入口 每次能够进入两百人 只有里面的人全部出来后 才能再次进入 接着 塔古站在仁皇碑上 虚空一案 青青色光幕上 出现了十二个传送入口 传送入口出现的一瞬间 便有势力占据了 其中一个传送入口 天眼宗也选择了一个传送入口 田德海聂无期 纷纷来到入口处 外面众多势力 只有十二个入口 顿时开始争强起来 天武殿和剑阁 同时来到天眼宗所在的地方 三大宗门站在一起 其他修士看到后 纷纷选择了其他入口 并没有打算硬闯 其他一些小的势力 为了争夺一个入口 互相打斗起来 刀光剑影 无数功法满天飞 仅仅几个呼吸间 就已经有数十人丧命于此 当然也有投铁的 想要来天眼宗这边 直接被三大宗门的长老拦截在外 他们也不手软 任何敢靠近这里的 纷纷毙命 此时只是出现了传送入口 仁皇塔还没有正式开启 外面的修士 天眼宗的弟子则站在外面 等待着长老的命令 你们记住 进入后 不要舍不得用塔山 不要求 你们能够闯过多少层 只要能从中带回一些功法就行 一切以安全为主 除了本宗弟子 不要相信其他任何人 也不要告知任何人 获得了什么东西 聂无七小声地对弟子提醒道 众人点点头 人皇塔开启 塔鼓的一道声音响起 传送入口闪烁着光芒 先进去一部分 探探虚实 等有人出来后 再进去第二品 田德海看着开启的传送入口 对一旁的弟子说道 不但是天眼宗 一旁的剑阁和天舞殿 同样是分批进入 两百名额 他们用不完 自然也会分一些名额给散修 清玄风上 我爹竟然不让我去 说我不到宁神经后期 我都宁神经了 太可恶了 玄灵威举着小嘴 一脸不满地说道 是说 你不是说带我去人皇塔呢 他们都去了 为什么我们还在清玄风上 忽然想起了什么 一蹦一跳地来到苏南面前 抓着他的胳膊摇晃起来 小丫头急什么 等会儿就带你去 等我弄完这个东西 苏南头也没抬得说道 他此时正在桌子上 摆弄着一面锦旗 弄好了 咱们走吧 他将这面锦旗丢到了储物袋内 对他说道 好耶 就知道师叔最好了 原本撅着嘴的小脸 马上露出了笑容 甜妮妮地说道 人皇塔这边 十二个入口开启后 瞬间这些修士 纷纷进入道里面 所有进入之人 将自己的零食印记 烙印在人皇碑上 顿时碑上出现了 此人的修为以及姓名 在外面的人看得嘖嘖称奇 这玩意竟然能够知道 试炼者的性命 碰 正在众人好奇的时候 忽然看到一人 身体直接炸成了血污 此人年纪超过三十岁 不符合试炼要求 被抹杀 塔古看了一眼血污 淡淡地说道 他这一句话 顿时让准备进入的人 停下了脚步 其中不乏浑水摸鱼之人 想着进入看一下 但看到被炸成血污后 心中一颤不敢进入到传送镇内 十二个入口 几乎瞬间便达到了宝盒 关闭了起来 数千人进入到了人皇塔内 其他人只能在外面等着 砰砰砰 仅仅不到一刻钟的时候 传送入口处光芒闪烁 接二连三的修士 从传送入口被丢了出来 被丢出来的修士 全部都是蹊跷流血 昏死了过去 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见到这种情况 有人疑惑到 不知道 出来的人全部都气息紊乱 石海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有人来到这些人身边 探查了一下这些人的气息 疑惑到 斯竟然如此恐怖 所有人倒吸一口冷气 自不量力 真以为什么人都能够进入人皇塔 云前宗的一位长老 淡淡地说道 他的话音刚落 他所在的入口处 被丢出来两人 身上穿的衣服 正是他云前宗的弟子 果然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能够随便进入的 看到他这边有弟子被丢出来 马上有人同样嘲讽到 天眼宗这边 同样也有人被传送出来 不过是天舞殿和剑阁的弟子 天眼宗的弟子 目前还没有被传送出来 里面究竟是什么情况 剑阁这边一名弟子被传送出来 临时同样受到了伤害 不过他并没有昏死过去 剑九州给受伤的弟子 为了担药后 开口问道 师叔 我只进入到了人皇塔第一层 第一层中 不知道被划分了多少个区域 每一个区域内 都有数十名修士 这个区域内 有无数符文出现在眼前 这些符文不断地 侵蚀着我们的临时 我想 应该是让我们从这些符文中 领悟出来对应的功法 结果 我临时受到了重创 被传送了出来 这名弟子沮丧地说道 第43章 地狱及难度的试炼 剑阁这边的一名弟子出来后 将里面的情况说明后 在外面的人都有点傻眼了 这人皇塔 竟然不是那种战斗试炼 直接第一层 就是领悟功法 这是不是太坑了 悟性这种东西 不是天赋高就悟性高 这两种东西是没有关系的 我还想着 以我的实力 进去试一下 好不容才 从那些大势力中 争取了一个名额 剑阁弟子的话 瞬间劝退了许多修士 接二连三 不断有弟子 从里面被传送出来 人皇碑上 不断地变化着数字 第一层修士 1978人 第二层修士 零人 十二个传送路口 一次可以进去2400人 仅仅一刻钟左右 已经有好几百人 从里面被丢了出来 始终没有一个人 能够成功 进入到第二层 这才仅仅第一层而已 人皇塔 人皇塔可是有33层 不单单是散修 甚至连其他各大势力的人 也都傻眼了 都只是传闻人皇塔内 有绝世传承 但是谁能想到 会这么难 究竟是我们高估了我们自己 还是低估了人皇塔 原本我还想试一下 都花了2000零食 买了一个名额 不知道现在退零食 还来不来得及 这些人心里开始动摇了 人皇塔 根本就是一座绝世秘境 在里面只有无穷无尽的功法 让你参悟 你看这么多人 没有一个进入到第二层的 可想而知 这其中的难度 我们这些人 还是算了吧 是啊 我也觉得我不配 许多散修打起了退堂鼓 他们自己认为自己天赋不错 但是悟性这种东西 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最清楚 这个时候 要是有悟道茶就好了 听说那玩意 只要喝上一口 就会进入顿悟状态 有人开口说道 你可拉倒吧 你知道悟道茶有多贵吗 别说悟道茶本就稀少 就算真的有人卖 你能买得起吗 就是 你有买悟道茶的钱 都能买一本灵接功法了 听到悟道茶 马上就有人反驳 悟道茶 就算那些大宗门的宗主长老 都不一定能喝得到 更别说你了 只有传说中圣地的圣主 才能喝到 我们还是算了 我估计用不了多久 那些圣地的人就会到来 不错 等那些圣地的人到了 我们连围观的机会都没有了 在这些散修说话间 传送入口 再次传送出来一些修士 人皇碑上的数字 此时也变成了一千三百多人 这个时候出来的人 基本上都是昏死过去的 偶尔有几个清醒的 也完全领悟不出来 第一层内的功法 守在外面的人 原本还想等着出来的人 说一下里面的情况 增长一些经验 但是每个人遇到的功法都不同 更不要说互相交流了 这些人出来后 脑子里都跟江湖一样 尽管这些人 术不进人皇塔 要离开 但是谁也没有移动半步 此时都在围观 想要看看 有没有什么绝世天才 一个时辰过去了 第一层中的修士 已经只剩下了九百多人 第二层依旧是灵人 无一人能够进入到第二层中 聂风主 你们天眼中当真深藏不露 我们宗门进去的弟子 此时已经出来了一多半 而你们宗门的 一个都未出来 天舞殿的宋志武 看着传送出来的宗门弟子 话语中透露羡慕 我们天眼中的弟子 或许天赋不高 实力不强 但是悟性却还是不错 聂无七笑呵呵的说道 宗志武有些无语的看着对方 天舞殿的以断体为主 悟性相对要低一些 也是正常 聂风主有些谦虚了 我们剑阁的弟子 修剑心最注重悟性 却出来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弟子 而你们却一名都未出来 剑九州也接话说道 他们剑阁弟子 全部都是剑修 修剑心 如果说悟性 他们剑阁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哪怕是那些圣地的弟子 也不敢说悟性能够超越剑阁 剑修本就重在悟 聂无七笑笑 并没有说什么 平日里在天眼宗内 私下都被弟子称之为聂阎王 要说弟子最怕谁 正是聂无七 而一旁的田德海 虽然想说点什么 但是被他的一个眼神制止了 在他看来 这些都是苏南的功劳 如果不是他 此刻天眼宗弟子 比这两个宗门也好不了多少 有人闯过第二层了 正在几人说话的时候 忽然有人惊呼一声 所有人都看向了人黄碑上 指尖上面显示 第二层修士 一人 这人是谁 不知道在第一层 究竟领悟出了什么功法 会不会是仁黄塔的一丝传承 这人绝对是天骄 2400人 只有这一人通过了第一层的考验 这时候 12个传送入口的其中一个 光芒闪烁了一下 又有一名修士 从里面被传送了出来 大家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 都在纷纷猜测 进入第二层的人是谁 仁黄碑在烙印零时的时候 虽然有登记人的姓名 但是上面却不显示 刚传送出来的人 就是进入第二层的那人 他刚一出来 仁黄碑上第二层的数字 变成了零 有人眼间指着仁黄塔前面的石碑 大声说道 听他这么一说 所有人将目光再次聚集在仁黄碑上 第二层修士 灵人 还真是 快看看这人是谁 周围的修士纷纷围了上来 被传送出来的人 是一名散修 他被传送出来的时候 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昏死过去 反而十分的清醒 这位道友 第二层是什么情况 你在第一层获得了什么功法 能说说第二层是什么情况吗 许多人围上来后争先恐后的问道 这名三修什么时候见过这种阵仗 他人都有些猛 第一层中 我就获得了一卷灵阶中品功法 他挠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我靠 是灵阶中品功法 第一层就是灵阶功法 那二层 岂不是天阶功法了 第三十三层更加不敢想象 难道真的和传闻说的一样 里面有超越地境的信息 第四十四章 坐地起驾 这位小友 你可愿加入我们云前宗 只要你来我们云前宗 我可以让你做我的清传弟子 云前宗的长老 也来到了这位伞秀的身边 开口说道 啪 啪 云前宗的算盘打得 再难遇都听到了 当真好记责 忽然墨家一人走了出来 啪啪鼓掌 缓缓开口说道 你什么意思 云前宗的这位长老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冷声问道 我什么意思 你心里清楚 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墨家之人 瞥了对方一眼 激笑着说道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爱惜人才 我看这位小道友 一介散修 修炼不义 生出爱财之心 他更为掩对方 正义凛然地说道 扑痴 你这话你信吗 这里这么多散修 偏偏对这位小道 有生出了爱财之心 那不如 让你们宗的爱心泛滥一点 将这里的散修 都收入你们宗门如何 墨家男子吃笑一声 再次说道 我云前宗招谁 与你墨家何干 这人有些气急败坏 当真是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还是你们云前宗会算计 灵阶中品功法 已经是顶尖功法了 难道你们云前宗 有天阶功法不成 不过 就是要弄这位小道友的功法而已 还舔着脸说 收入宗内 什么清传弟子 你也就骗一下这位小道友 谁不知道你们的打算 将小道友收入门喜爱 这样一来 不但获得了一位 天赋极高的弟子 更能白白获得 一卷灵阶中品功法 一卷灵阶中品功法 即便是我们墨家 都没有几卷 墨家男子 丝毫不理会对方 直接说了出来 灵阶功法 已经是高端顶尖功法 天阶功法 只存在于传说中 即便是那些圣地 也不一定有 更不要说什么 比天阶更高一层的圣阶功法 你 好 好 好 显然是被戳中了心事 云前宗长老 脸色顿时战红了起来 指着对方 连说了三个好字 这位小道友 我出二十万零食 不求购买你的功法 只需将你的功法 他应给我墨家一份即可 如果你愿意 也可以来我墨家 我墨家 虽说不是什么宗门 但即便是圣地 都不敢对我墨家怎样 墨家男子 丝毫在意对方的样子 反而转身 对这名散修开口说道 这位散修有些发呆的 看着眼前的男子 跟做梦一样 二十万零食 这都抵得上几个 小型宗门的所有资产了 这位小道友 来我们飞龙渊如何 我愿意出二十二万零食 只要小道友愿意 我共享临阶中品功法 飞龙渊的人走了过来 同样给出了自己的筹码 这位散修彻底傻眼了 原本一些小宗门 也想着邀请对方加入宗门的 但是看到这些势力 给出的条件后 都默默地闭上了嘴 小道友不急 反正时间还早 你慢慢考虑 墨家男子 看出了对方的纠结 温和地说道 他们看中的 正是这卷临阶功法 看到几大势力 争抢的画面 周围的一些散修和小宗门 马上不淡定了 我决定了 我要去试一下 钱都花了 如何能有退票的道理 此时 一位购买了 进入人黄塔名额的散修 正在和对方商量 如何退钱的时候 忽然改变了主意 这是你的两千零食 名额我们收回了 其中一个势力 见到刚才的情景后 马上利索地 从口袋里掏出了两千零食 还给了对方 刚你们不是说 已经售卖 该不退款吗 这位散修看着 递过来的零食 顿时极了 我们宗门做生意讲究的 就是一个信誉第一 既然你不想进入 那我们自然会退款 不等对方回答 直接将零食塞了过去 那我现在重新购买行吗 看着手中的零食 这散修恨不得抽自己两巴掌 嘴欠个什么价 当然可以购买 两万零食一个名额 这个势力 马上换了一副嘴脸 坐地起价 你们怎么不去抢 听到这个价格后 差点蹦起来 这位道友 我们的价格一直都是两万 请不要侮辱我们 如果你非要 我们讲道理 在下还略懂一些拳脚 这人眼皮都不带眨一下的说道 你要明白 进入里面 最差也是灵界功法 那可是 二十万零食 收你两万 已经很良心了 见到对方不说话 他再次补充了一句 同样的事情 在其他传送入口 也在发生 原本已经打了退堂鼓的人 此时心思再次活络起来 这可是二十万零食啊 就算自己不用 卖了钱 一辈子也用不完 我突然觉得 我又行了 谁都不要和我讲 我要进去试炼 命没了下辈子 可以再来 请 要是没了 我死也不甘心 都别拦着我 我要去人黄塔 一众伞修仿佛打了鸡血一般 开始找其他势力购买名额 然而 这些势力 没有一个省油的灯 纷纷提高了名额的价格 许多伞修 本就没有多少零食 加上这么一涨价 顿时许多人不乐意了 人黄塔 本来是无主之物 凭什么不让我们进 就是塔古前辈都没有说不让我们进 凭什么你们拦着 真当我们是软柿子不成 对 我们这么多人 你们能够都拦得下吗 原本已经平静下来的修士 此时再次纷纷不奋斗 一些小宗门也有了意见 哄 一个跳得厉害的伞修 直接被传送入口的一名负责人 一拳打成了血舞 要么老老实实购买名额 要么这就是下场 这些大型势力 自然不会惯着他们 霸占传送入口的这些宗门 不是他们不想让自己宗门的弟子都进去 主要是人黄塔的试炼太过于残酷 从里面传送出来的 除了刚才获得功法的这名伞修外 其他人全部都是零食受到重创 他们不敢用自己宗门的弟子来赌 所以只有提高价格 即便没有功法 赚一些零食也是好的 就连天舞殿这几个宗门也有同样的想法 一个名额就是好几包塔山 田德海看到其他入口名额的价格 心中不禁想到 第45章 苏南到来 仁黄塔外围 此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些小一些的宗门和散修 因为一卷灵阶功法 坚定了他们进入仁黄塔试炼的决心 天眼宗这边也有人过来询问名额 大家都不确定 是不是这次进入后 仁黄塔就会关闭 对于他们来说 灵阶功法就是一不登天的机会 许多小型宗门 别说灵阶功法 他们宗门内有黄阶上品功法 就算是不错了 就连天眼宗这样的宗门 也才只有一卷灵阶功法 这群人正在争夺名额的时候 一道长虹划过长空 朝着这边来 许多人已经见怪不怪 自从仁黄塔出现后 几乎每天都有人和一些势力前来到此 这道长虹落下 出现两道身影 一男一女 男的高高瘦瘦 心眉见目 刀削般的脸庞 棱角分明 女的则看起来十四五岁 一副美人胚子 两人刚落下 便有人朝着这边看来 一道道灵石对其试探 然而 他们的灵石还没有接触到对方 就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威压 还没来得及收回灵石 直接被这道威压碾碎 破 所有试探的修士 此时口吐鲜血 灵石受到了重创 这是谁 他们心中疑惑万分 对方连自身的气息都没有释放 自己的灵石就已经受到了重创 其他几个大势力 警惕地看着这对男女 如灵大敌 云前宗的一名长老 灵石也受到了反噬 这是哪个世家或者宗门的人 好恐怖的实力 不知道 莫非是中州圣地的人来了 没见过此人 不知道这人是谁 许多人摇头 就连莫家的人 看到这对男女后 眼神中也露出了警惕之色 他们同样感受不到对方的气息 不过莫家之人并不向其他修士 直接用灵石试探 我们东狱的人吗 莫家一位老者 看着不远处的男子 嘴里呢喃道 应该是我们东狱的人 其他地狱的 除了靠近我们这边的中狱部分势力 其他人想要过来 还需要一段时间 另外一名老者 缓缓说道 希望如此 两人简单交流了一下 便不再往这边看 其他人的目光 一直停留在这对男女身上 只见这对男女 朝着剑阁这边走来 剑九州和宋志武 两人警惕了起来 他们看不透对方的修为 虽说刚才没有用临时试探 但看到那些其他修士的惨状 也知道这两人不简单 不自觉地将手放在了武器上 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 苏格卓 聂无七田德海 两人看到走过来的这对男女后 走上前打声招呼 见到认识对方 紧张的两人 稍微松了一口气 这两人的反应自然逃不过聂无七的眼睛 这位是剑阁的剑九州长老 这一位是天舞殿副殿主 宋志武 这位是我们天眼宗清玄阁苏南阁主 他带着苏南来到这两人身边 介绍了一下 见过宋殿主 剑长老 久闻苏阁主大名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听到聂无七的介绍后 两人才彻底放松了下来 苏南给这两人的压力太大了 他们手心都是汗 人黄塔外 任何一个高等级修士 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威胁 天眼宗的人 不知道 我从未在天眼宗见过此人 或许是天眼宗的师祖之类的人 只是刻意变化成如此年轻的模样 其他修士看到着人和天眼宗打招呼 纷纷猜测 念风主 这是在做什么 苏南看着周围围着的修士 有些好奇地问道 这些修士 只是远远地看着天眼宗这边的传送入口 谁都没有上前 这些都是想要进入人黄塔的修士 接着 他把这边的情况简单地说了一下 几位前辈 你们这边还有名额吗 我出两万零食购买 正在这时 一位伞修来到几人这边 十分恭敬地问道 我们这边还有几十个名额 田德海淡淡地说道 前辈 给我来一个名额 周围其他修士听到这里 还有十几个名额后 纷纷围了上来 我也想购买一个名额 正在田德海准备说什么时候 苏南将其拦了下来 然后对他传音了一句话 接着带着玄灵威踏入了传送阵内 念风主 苏阁主他 怎么进去了 见到苏南踏入了传送入口 这两人眼神中露出吃惊之色 连忙问道 不符合条件的会被人黄塔抹杀 宋志武也连忙开口 苏阁主 今年才二十多岁 聂无七看到两人的表情后 淡淡地说道 二十多岁 两人脸上的表情 好像实话了一般 苏 苏阁主是什么修为 见九州不确定地问了一下 半个月前 好像突破至神玄境了 不等聂无七回答 田德海直接说道 果然是神玄境的强者 没想到 你们天眼宗上 竟然有如此强者 宋志武听到后 心中很是吃惊 这二十多岁的神玄境 给他带来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冲击 大家都是两个肩膀 扛一个脑袋 为何人家二十多岁 就已经神玄境了 自己都几百岁了 也堪堪突破到神玄境 他自认为自己的天赋 不算顶尖 也绝对不差 但是这一对比 他甚至感觉自己白活了 这些年都修炼到狗赌子里了 现在应该是到玄境 正在他感慨自卑的时候 田德海再次说了一句 果然天赋一禀 竟然已经到玄境 什么 你说半个月又突破了一次 宋志武忽然反应了过来 到玄境 不但是他 连旁边的剑九州都震惊无比 这他妈还是人吗 半个月突破一次 你以为是炼气境吗 就算是炼气境 也没听谁 能够半个月突破一个大境界 两人呆呆地 看着苏南进入的背影 他在仁皇碑上 留下一道印记后 两人进入了仁皇塔第一层 看到两人的表情 聂无七和田德海对视一眼 心领神会的一笑 两人也是听玄境说说的 当时 他俩人的表情 和这二人简直一模一样 刚开始听到的时候 这俩人感觉自己的道心 都要被毁了 不能让自己一个人受罪 你们不问还好 既然你们问了 那道心都一起毁吧 第四十六章 虚伪的天燕宗 他怎么进入仁皇塔了 那些一直在关注苏南的人 看到对方进入到传送路口后 露出吃惊的表情 哈哈 天燕宗竟然没有将仁皇塔的规则 和他们的老组讲 真是找死 这一下有好戏看了 顿时 有人幸灾乐祸起来 特别是刚才临时受到创伤之人 更是如此 他们都在期待 对方被仁皇塔拍成血雾的样子 然而 他们期待的画面并没有出现 对方不但没有变成血雾 而且 仁皇塔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说是因为对方修为高 仁皇塔无法将他抹杀吗 应该不会 这可是仁皇塔 有没有可能 人家现在的模样 就是他的真实样子 马上有人反驳道 不可能 我们宗门的化神经长老的灵石 都还没接触到这人 直接便被一股神秘能量反噬 绝无可能是二十多岁的样子 很有可能对方身上有什么特殊的法宝 能够屏蔽仁皇塔的探测 众说纷纭 都十分好奇 苏南为何能够进入 你们说 有没有可能是仁皇塔太久 没出世 自身的能量消耗的差不多了 所以 修为高的人 仁皇塔已经抹杀不了了 忽然有一位脑回路十分清奇的家伙 开口说道 死你别说 还真有可能 听到这人的说法 马上有人认同 据记载 上次一次仁皇塔出世 还是万年前了 经过万年岁月的侵蚀 这种可能性很大 这人分析的头头是道 那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修为 才能够不被仁皇塔抹杀 听到分析 马上有人开口问 刚才这人 很有可能是神玄境 毕竟云前宗的一位长老 也受到了一丝伤害 但是受伤不重 据我推测 应该神玄境进入不会被抹杀 而化神境进入后 就算有力量 想要抹杀 应该也有逃命的机会 这人越分析越觉得 自己的猜测没有问题 这个言论 也被不远处 其他大势力中的人听到 他们也有些半信半疑 毕竟让他们相信 苏南只有二十多岁 他们更加相信这个言论 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人二十多岁 能够到达神玄境的 从运神境开始 每一次提升 不单单是灵力的多少 更加注重悟性的高低 运神境和化神境 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 化神之下接楼椅 并不是无地放始的 这也是为何一个宗门内 大多数弟子都是运神境 一个化神境都没有的原因 几位前辈 刚才和你们说话之人 是你们天眼宗的弟子吗 猜测归猜测 但是谁也不敢确定 有人来到天眼宗这边 开口问道 毕竟只有天眼宗的人 心里最清楚 风主确实是我们天眼宗的弟子 清玄风上的弟子 聂无七点点头 肯定地回答道 风主 听到对方的话 马上给你猜测出 是天眼宗的风主 这人心中顿时更加确定了 刚才那人的猜测 果然是修为高 人黄塔便抹杀不了 这人没有继续问 转身就要离开 我们风主今年才二十多岁 所以才能够进入人黄塔 诸位道友 一定不要尝试进入 否则被人黄塔抹杀 就得不尝试了 看到对方离开 连忙开口提醒 聂无七自然知道这人的想法 他也听到了之前这些人的言论 如果苏南不是他们天眼宗的 他都有点相信了那人的言论 我靠 这天眼宗太虚伪了吧 他的话顿时引起了周围人的不满 就是 这天眼宗实在是虚伪 他们肯定很早就知道了 这个秘密 只是怕我们知道 才刻意说出刚才的话 看似关心我们 实则是想他们宗门独吞人黄塔的功法 对 天眼宗太不要脸了 真特么虚伪 谁都知道 到达化神境后 悟心自然不是运神境的人 能够比拟的 如果不是被我们发现 恐怕人黄塔内的功法 都要被天眼宗全部带走了 还好我们之前试探了一下 如果不试探 谁能知道天眼宗竟然和我们玩这一出 虚伪的天眼宗 呸 卑鄙 听到聂无七的话 这些人顿时骂了起来 爱信不信 不信你们自己去试一下 我知道 看到大家如此修为 白白丢掉性命 实在可惜 他的脾气也上来了 这么多人骂他宗门 心里自然不愤 他急了 他急了 果然如同我们猜测的一样 虚伪的天眼宗 竟然妄想将人黄塔独吞 还好被我们发现了 这些人为了得到人黄塔内的东西 此时把脑子都丢了 谁也不会相信 刚才进入之人才二十多岁 对 故意让他们的封主变换成青年模样 为的就是迷惑我们 太无耻了 同为东玉宗门 我持与天眼宗为伍 真不要脸 竟然让一个几百岁的老家伙 装二十岁 聂无七月解释 这些人越不相信 就连不远处的墨家之人 也有些疑惑 他们刚才猜测对方 最少也是神玄境修为 二十多岁的神玄境 打死他们也不会相信 咱们要不要派人试一下 墨家的一位老者 疑惑道 不接 名额暂时先别让出去 先看看其他人如何做 嗯 他们还算比较理智并没有盲目的派人进入 而其他的势力就没有这么冷静了 由于大多数都是化神境 都不敢去尝试 前辈 你们的名额还售卖吗 之前围在天眼宗这边的散修 再次开口问道 现在不卖 我们的名额还有用 田德海直接拒绝了对方 果然天眼宗有问题 之前还两万零食出售名额 现在却不卖了 他们肯定是为了给修为高深的人预留的 等我联系掌门 将我们宗门内的太上长老喊来 他老人家差 一步就神玄境了 进入到人皇塔内 即便无法抵抗人皇塔的抹杀 也能够全身而退 对 我也联系我的长辈 让他们来 天眼宗想要独吞 简直痴心妄想 哈哈 还是我们机智 虚伪的天眼宗 这些人的谩骂 让聂无七和田德海脸色 变得十分难看 本来只是 善意地提醒一下 谁能想到这群人 一点脑子都没有 第47章 苏南的疑惑 人皇塔内 苏南带着玄灵威走了进来 一层内的空间 远比在外面看着更大 里面被划分成不同的区域 许多修士盘系而坐 一道道灰蒙蒙的气息 凭空出现 接着便钻入了修士的体内 这些人的脸上 带着一丝痛苦之色 入眠一般 根本无法清醒过来 是说 你看 这些是我们天眼宗的弟子 玄灵威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名修士 兴奋地说道 只见这名弟子 嘴里还叼着 已经燃烧殆尽的塔山烟嘴 这群修士中 天眼宗的弟子 一眼便认了出来 只有他们嘴里叼着塔山 身上散发着一股 悬而又悬的气息 如老僧入定般 沉浸在其中 这些弟子 与其他修士的表情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脸上没有任何痛苦之色 苏南点点头 并没有过去打扰他们 再次来到另一个区域内 这些被划分开的区域 对他似乎没有任何影响 苏南在一层中 随意地走动 这些修士中 时不时有人身体 化作一道白光 消失不见 这些应该是被传送出去了 在他们 被传送出去的瞬间 苏南看到他们的嘴角 有鲜血溢出 整个区域内 逛了一大圈 大多数修士 都是集中在中心的区域内 而外围则没有什么修士 却灵威跟在苏南身边 见到对方盘膝坐下来 他也有模有样地学着 盘膝而坐 接着他的脑海中 出现了一道声音 人黄塔第一层试炼 成功领悟出一种功法 便可进入第二层 在他的头顶上方 同样出现了一道灰色的能量 他的灵石 接触到灰色能量后 出现了一个个的金色字符 当这些字符出现在他的面前时 他的脸上出现了怪异的表情 这是汉字 不确定地看着眼前的字符 一个个字符不是别的 正是他上一世所认识的字 天云大陆上的字 和他原本世界的字完全不同 如果不是这具身体的记忆融合 他在这个世界宛如文盲一般 此时看到这些金色字符 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虚空中出现的字符 一个一个全部的都是方块形的汉字 箭 清 乱 云 法 一个个的汉字漂浮在空中 这些汉字在苏南出现的瞬间 并没有像其他修士那般钻入体内 这些汉字是做什么的 看着虚空中的金色汉字 有点摸不着头脑 他试着触摸这些汉字 灵石刚碰到这些汉字 他们便瞬间出现在了石海内 一个个的汉字仿佛有某种魔力 在他的石海内乱跑 难道是要将汉字组合在一起 心中忽然冒出了这么一个想法 说做就做 试着将石海中的汉字组合 他看到一个箭 用灵石控制住这个字 然后又将另一个法字与箭字放在一起 瞬间这两个字便组合在一起 变成了箭法 但是并没有功法出现 原本都是单个的字符 唯独这个是由两个字组成 一股玄妙的气息 从这两个字上散发出来 果然是这样 看着石海中的箭法二字 脸上露出喜色 嘴里嘀咕了一句 他试着将其他汉字 与箭法两字放在一起 却没有像刚才两个字一般 融合在一起 这里的字符无穷无尽 全部都是汉字 他再次看向虚空中的汉字 想要从里面挑选出一个合适的字 阳字进入他的视线 将这个字与之前的箭法二字融合时 再次发生了变化 阳箭法 变成了这般 不过 依旧没有功法出现 难道是九阳箭法 想到这个后 他马上在这群金色汉字中寻找九字 当 字与之融合后 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套功法 一大段 全部由汉字组成的功法内容 刻印在他的脑海中 瞬间便将这套功法融会贯通 仿佛已经学过了许多年一般 九阳剑法 临间上品 接着一枚玉箭凭空出现 落在了他的手上 还能这么玩 看着手中的玉箭 有些无语 原本人黄塔的逼格 在他心中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从潘西坐下到功法玉箭 出现在他的手里 仅仅只花费了几期的时间 好在这里没人 如果有人看到 必然会大惊失色 或许是因为 他认识这些汉字的原因 又或许是他修为高的原因 他并没有如同其他修士一般 字符直接钻入他的体内 只有他碰触过的 才会进入到体内 而且还能被他 用灵石驱赶出来 这人黄塔的主人 难不成也是个穿越者 不然如何会出现汉字 苏南脑海中 再次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而和他一起进来的玄灵威 就没有这种待遇 一道道金色字符 钻入他的体内 他的脸上带着一丝痛苦之色 石海在崩溃的边缘 苏南见状将灵石探入对方石海 轻而易举地 将对方石海内的字符驱赶出去 石书 随着这些字符被驱赶出去 玄灵威瞬间清醒过来 这些字符好深奥 我完全看不懂 石说 你领悟成功了吗 看到苏南出现在他身边 脸上露出喜色 开心地问道 苏南点点头 将手中的玉碱递了过去 你看一下 能不能领悟成功 石说 这就是你刚才领悟的功法吗 看着对方手中的玉碱 玄灵威不可置信地说道 你试一下 如果能够领悟成功 那么等一下 应该可以进入到第二层了 好 他也不客气 直接玉碱案再没清楚 金色字符钻入他的石海内 所有的文字在他石海内 此时的他进入到了顿悟状态 苏南看着对方进入顿悟状态 也没有去打扰 再次玩起了组合文字的游戏 这次的速度比第一次更快 几乎两个呼吸 他的手上便出现了一个玉碱 一个接着一个的玉碱 不断地出现在他的手中 一层内的功法 仿佛无穷无尽一般 全部都是临阶功法 这要是拿出去了定然引起轩然大波 别人都是辛辛苦苦半天 才有可能领悟出一卷功法 他倒好 直接批量领悟 跟工厂流水线一样 第48章 包场了 快看又有人进入到第二层了 仁皇塔外围的人 时刻关注着石碑上的内容 第二层修士 一人 不知道这人能在第二层坚持多久 同时 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传送入口 只要能从第二层出来的人 必然能够获得一卷灵阶功法 在这里的一些大势力 都把目光聚集在传送入口 天雁宗所在的传送入口这边 光芒闪烁 一道人影从里面传送了出来 我们天雁宗的弟子 看到出来的人后 田德海笑呵呵地说道 他也注意了一下石碑 当石碑上第二层的人数变成零的时候 他所在的传送入口 便出现了人影 恭喜天雁宗 喜得灵阶功法一卷 见九州和宋志武 看到天雁宗的弟子 脸上露出了羡慕之色 他们宗门到现在 没有一人能够进入到第二层 从里面带出功法来 这名弟子 看到天雁宗两人 弟子拜见聂峰主天长老 不必多礼 在里面收获如何 聂巫七摆摆手 连忙问道 信不如命 说着 从身上拿出两枚玉剪递了过来 两卷 饶氏这两人 也是大吃一惊 怎么会有两卷功法 这要多谢苏师叔提供的塔山 不然恐怕我连一卷功法都无法领悟 这名弟子话语中提到苏南的时候 与其十分的恭敬 这两枚玉剪 让见九州和宋志武都看傻了 灵阶极品功法 聂巫七扫了一眼 师生说道 什么 两个都是灵阶极品功法 可能是我运气比较好 这名弟子挠挠头 酷厚地说道 借助塔山的效果 他们的悟性瞬间提升了数十倍 尽管他们不认识那些字符 但是在强大的悟性作用下 硬生生地领悟成功了 天眼宗这边的对话 让周围的人听得目瞪口呆 着实羡慕得不行 竟然能够从第一层 带出来两卷灵阶功法 而且还是极品灵阶功法 同时他们也听到了 这位天眼宗弟子口中的塔山 露出了疑惑之色 不过也没有多想 都还在等待着他们老祖的到来 接着石碑上 再次出现了两人 成功进入到第二层 这两人进去没多久 便被传送了出来 正在这些人 好奇会是什么人的时候 又是从天眼宗那边的传送路口出来的 我靠 又是天眼宗弟子 见九州看到出来之人后 蹦不住了 这二人同样 一人带着两卷灵阶功法出来 不过并不像第一位出来的一样 是极品功法 这两人带出来的四卷灵阶功法 只有一卷是极品功法 其他三卷都是上品的 我领悟的两卷都是极品功法 第一个出来的天眼宗弟子 看到这两人后 嘚瑟的说道 要不是 我塔山不够 我肯定也是极品功法 长老 我要求重新进入 听到对方两卷全是极品功法 脸上露出了不甘心之色 不要气馁 后面还有很多弟子 没准他们的只是灵阶中品 田德海的嘴都快咧到耳朵根了 笑呵呵的安慰道 马德 你听听 这是安慰人吗 这特么说的是人话吗 你们天眼宗就这么确定 都能参加出功法 正在他们心里吐槽的时候 天眼宗的弟子 接二连三的从里面传送出来 基本上每个人都是两卷功法 最次的也是中品功法 唯一个获得了灵阶下品功法 被其他弟子很试鄙视 剑阁和天舞殿的人 已经彻底麻木了 他们进去的弟子 目前还没有一个成功领悟功法 而传送出来的 看看人家天眼宗 都开始攀比上了 马德 看不下去了 私质是准备包场了吗 这些人口中的塔山 究竟是什么东西 难道是 之前进去的那位神玄境强者 给他们带的什么法宝之类的 这种想法 突然在他们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没多久 从远处急迟而来一道长红 一名白发老者 出现在了这里 身上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神玄境强者 这老者刚一出现 马上有人走了过来 见过老祖 你确定人黄塔内 神玄境可以进入 老者看到眼前之人 疑惑道 千真万确 刚才天眼宗那边 就是一名神玄境的人进去了 自从他进去后 他们天眼宗的弟子 都从里面带出了两卷功法 我怀疑是因为有那位神玄境强者 在里面帮助他们 这人肯定地回答道 两人说话间 一艘巨大的非洲落了下来 从非洲上下来一名老者 云前宗的长老 马上迎了上来 见过太上长老 他们宗门的神玄境强者 已经到来 这些宗门内 神玄境已经是一方大人物 接二连三的强者 纷纷赶来 为的就是人黄塔内的功法 经过他们再三确认后 都得出了一种结论 那就是 神玄境强者可以进入 而不受影响 即便如此 他们谁也不敢第一个尝试 毕竟天眼宗的话 他们不知道真假 这些都是修炼了几百年的老怪物 城府极深 他们不会因为弟子的几句话 就去冒险 他们都在等 等待着这些人口中的那个苏师叔 从人黄塔内出来 看看对方 究竟是不是和这些人说的一样 天眼宗这边则不管这些 时不时的有弟子从里面出来 带出来的功法 最差的也是灵阶下品 几乎都是两卷功法 没有人是一卷的 苏南在这里已经大半天 一层中所有的金色字符 能够组合成的功法 他都试了一遍 而这第一层中 几乎被传送出去 将近百分之九十之多 苏南看了看这里剩下的人 能够成功领悟的 寥寥无几 除了天眼宗的弟子外 他从进来后 只看到一人领悟成功 进入了第二层 他也感受到了第二层的召唤 不过并没有急着进去 反而在一层中 不断地组合功法 玄灵威也将他之前给的功法 领悟成功 小丫头 你在这里等着 我先出去一下 他看着自己弄出来的功法 差不多了 他的计划还没有实施 打算出去 第二层对他来说 随时都能去 现在 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第四十九章 集体团灭 谁都不曾想到 人黄塔 竟然第一层就拦住了这些宗门 除了天眼宗外 其他势力的人都是一脸愁容 反观天眼宗这边 封主和长老 嘴巴都快咧到耳朵奔了 源源不断地灵结功法 被带出来 之前还嘲笑天眼宗的人 此时全部都闭上了嘴 这一卷卷的灵结功法 属实让他们十分眼红 他们真的是因为 一名神玄境的强者进去了 才带出了这么多灵结功法吗 一些势力的老祖 顿时坐不住了 疑惑地问道 是的 老祖 我亲眼看到 静如那人的修为最少 也是化神镜巅峰 很有可能是神玄境的强者 这人把之前苏南刚到时 发生的事情 简单地说了一下 你说那人看起来 只有二十多岁 这位老者再次问道 回老祖 那人看起来 确实只有二十多岁 不过我们怀疑 他是刻意变成这个样子 用来迷糊我们的 这人信誓旦旦地说道 接着将他们这些人的猜想 一股脑全部说了出来 不错 你们分析得很对 不可能有二十多岁的 神玄境强者 哪怕他在娘胎里 就开始修炼 也断然不可能达到神玄境 老者点点头 心中已经做出了决定 看着天眼宗弟子 一个个的代工法出来 而其他势力和散修 只有一两个人通过了第一层 更加确定了这些人的猜想 我准备一下 也去试一下 老祖 你进去之前 先变换一下容貌 我怀疑 外貌也有一些原因 见到自己的老祖同意 进入人皇塔 脸上马上露出了兴奋之色 连忙贴心地提醒道 所有势力此时 都和刚才这位老者一样 看着天眼宗那边 不断地铲出灵接工法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进去 反观那些 没有神玄境到来的势力 心中是万分焦急 生怕自己的强者来晚了 里面的工法都被抢完 就连墨家那边 也变得不淡定起来 墨老 我们应当如何 是在等等 还是和其他势力一样 直接派出强者 直接进入 看着一直没说话的墨老 旁边之人开口问道 也罢 我进去看看 你们都是化神镜 很有可能 承受不住人黄塔的力量 即便是经过了 万年岁月的侵蚀 被称作墨老的人 最终也下定了决心 这次的人 黄塔事关家族的未来 不得不去冒险 天眼宗已经赚得盆满钵满 大家都非常的眼红 我们不能再等了 此等机缘 我们势必要争夺一番 墨家老者 再次开口 他们也已经看到了 其他势力的强者 纷纷赶到 如果这个时候 再不做出决策 恐怕到时候 连汤都喝不上 周围的其他势力 和墨家的想法一样 一本灵结功法 对于他们来说 珍贵无比 所有的势力中 只有剑阁和天舞殿 无动于衷 只有他们心里 清楚苏南的真实年龄 正在这时候 一艘非洲再次落下 落在了飞龙渊那边 从上面下来一名老者 见过太上长老 飞龙渊人看到老者后 马上行礼 接着几人 简单交谈几句 所有的势力 仿佛商量过一般 每个势力 都派出一名强者 朝着传送入口而去 而且他们的外貌 都刻意的变换 成了二十多岁的样子 见九州看着 进入传送入口的几人 嘴角一抽 有些无语的说道 聂风主 你不去提醒一下吗 如果到时候 真的出问题了 你们天眼宗 恐怕要成为 众矢之地了 我已经提醒了 这群人脑子不好使 一聊百聊 真到我们天眼宗 是软柿子不成 聂无期看着 即将迈入传送入口的人 冷声说道 恐怕经这一次 这次来到这里的势力 都要元气大伤 实力也会倒退几十年 宋志武淡淡地说道 他感觉自己十分庆幸 还好这次 和天眼宗站在一起 不然就算 他都很有可能如此做 神玄境强者 在任何一个势力中 都是顶尖战力 要想培养一个这样的强者 不仅仅是有资源 就可以的 许多中小型的宗门 甚至连一名神玄境 强者都没有 心中尽管这样想 但是他们 谁也没有开口提醒 别人实力的削弱 等于变相增强了 自己的实力 只见这十多人 迈入传戎入口 进入到了仁皇塔的范围内 塔谷站在石碑上 好奇地看着近来之人 碍于规则 他并没有提醒 之前已经对外面的人 说明了规则 这些人不遵守 他也不再大力 他们进入到仁皇塔后 快步朝着石碑而来 争先恐后地想要 在石碑上 烙印上自己的灵石 先一步进入仁皇塔 必然会多一份功法 他们的灵石 刚烙印在石碑上 年龄不符 抹杀 一道沧桑的声音 出现在他们的脑海中 还莫等他们 反应过来的时候 仁皇塔上空 出现一只金色手掌 轻轻一挥 扑 这些人连惨叫声 都没有来得及发出 直接化作一团血舞 团灭了 近来的十多位 神玄境强者 被直接团灭了 外面的几大势力 看到后 头皮发麻 怎么可能 这是怎么回事 老祖他就这样 被抹杀了 不可能 太上长老可 是神玄境中期的强者 看到自己家的老祖 被拍成血舞 他们牙字欲裂 尸声道 他们始终都不敢 相信看到的事实 苏南此时 从人黄塔一层 走了出来 咦 怎么如此多的血舞 他出来的时候 正好这十多位强者 被拍成了血舞 随手一挥 驱散开血舞 朝着天眼宗的 传送入口走来 天眼宗 看到苏南出现的一瞬间 这些势力 再也蹦不住了 愤怒地看向天眼宗这边 都是天眼宗害的 害我们老祖被抹杀 这些人将矛头指向天眼宗 在他们看来 都是因为天眼宗 他们的老祖 才陨落 天眼宗的人 滚过来 你们害死我们老祖 是不是该给个交代 当即有人来到天眼宗这边 怒骂道 老夫很早便提醒你们 不要随便尝试 聂巫七看着 朝他们围过来的人 面无巨色 淡淡地说道 说着他身上的气势 开始攀升 神玄剑 对方散发出来的威压 让这些势力 停顿了一下 第五十章 算喜丧 今天你们天眼宗 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你以为你一人 能够抵挡住我们这么多人吗 天眼宗 故意坑害我们 今天势必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这一喊 周围的势力 全部都围了过来 你们老祖去送死 关我屁事 我再三提醒你们 你们偏要去送死 聂巫七 依旧面无表情地说道 把你们的灵结功法 分我一半 此事便不再追究 不然对你们天眼宗宣战 对 将你们的灵结功法交出来 不知道谁说的交出功法 顿时其他势力 眼神中露出了贪婪之色 交出来你们的灵结功法 这些围上来的势力 纷纷拔出武器 向他们逼近 念风主 这是什么情况 正当众人拔剑相向的时候 苏南的声音传来 他从传送入口传了出来 看着周围的人 好奇地问道 他们想要抢夺我们的灵结功法 田德海将刚才的事情 简单地说了一下 听说各位 你们想要功法 听到了事情的经过后 他转身看着周围的这些势力 开口问道 你们天眼宗故意坑害我们宗门强者 是不是应该给个说法 听到对方的问话 马上有人开口说道 啪 这人刚开口 苏南直接虚空一挥 这人被一巴掌抽飞了出去 在空中转了几圈 重重地摔在地上 昏死了过去 这个就是说法 你们谁还要说法吗 苏南拍了拍手 淡淡地说道 这里的势力 他还真没有放在眼里 这群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谁也没有开口 刚才被打婚的人 是一位已经化神经后期的修士 结果连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即便是墨家之人 也没有看清对方出手的踪迹 心中很是震惊 是你自己找死 现在还有脸招我们讨要说法 谁给你们的勇气 梁静茹吗 苏南也不惯着这些人 直接开口骂道 他此时有些头疼 原本他计划是在这里做一笔生意 想将自己的塔山 推销一下 结果谁能想到这些人 一点脑子都没有 直接将他们的老祖给坑死了 这个时候推销 不知道这些人还会不会相信 不就是死了几名长辈吗 搞得给你们死了爹似的 他们这么大年纪了 也算喜丧 我们天眼宗怎么说 也是名门正派 对于你们的遭遇 我很痛心 正所谓兽人 以鱼不如兽人 以鱼 我有一种奇物 可以让你们的弟子 进入人皇塔后 获得功法 他索性开门见山地说道 这些人能够聚集在这里 定然是为了人皇塔内的功法 与其拐弯抹角地 和这些人周旋 还不如直接了当地说出来 当即有人问道 苏南知道 这个时候说 什么都没有用 他看了看周围这些人 转身来到聂无七身边 直接从身上 拿出一大堆遇检 这一堆的遇检 起码有一两百个之多 苏格主 这是 聂无七看着面前的遇检 说话都有些不利索 尽管他猜测到 这是临阶功法 但是如此之多 他实在也没有想到 这些全部都是 临阶下品功法 到时候给杂一封的杂一弟子 让他们学习 指了指面前的功法 仿佛看垃圾一般 十分嫌弃地说道 原本还叫嚣着的人 也安静了下来 这场面太震撼了 这个操作 着实让周围的人 看傻眼了 马德 这是去进货了 还是说对方真的有办法 从仁皇塔内 获得功法 这个疑惑 出现在周围 每一位修士心中 聂无七和田德海 还有一旁的剑阁 和天舞殿之人 全部都傻眼了 别人最多 就是一个两个带出来 这货怎么 直接是几百个的往外带 还有 什么叫给杂一弟子学习 我们拼死拼活 争抢的东西 你们却说 给杂一弟子学习 那我们这些人算什么 还不如你们天眼中的杂一弟子 最开始获得 凌阶功法的那位散修 忽然觉得 之前获得的凌阶功法不香了 之前出价购买的人 心中仿佛吃了一坨那啥一样 不等这些人说什么 他再次伸手一挥 地上再次出现一堆御剑 这个是凌阶中品功法 给各个封的正式弟子学习 都是一些 看起来还凑合的功法 苏南指着 刚才拿出的御剑 再次对聂无七说道 这一堆也有将近百枚御剑 周围人的眼睛 都快从眼眶里蹦出来了 马德 还让不让人活了 一卷凌阶中品功法 即便是在大宗门内 都是正宗之宝的存在了 但是 在这人口中 竟然只是凑合 你要不要听听 你在说些什么 而那些散修 此时都很想说 你们天眼宗 还招收弟子吗 在他们震惊的时候 苏南再次伸手一挥 又是一堆御剑 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些相对好一些 这些是临阶上品功法 给青传弟子学习 我靠 还有 马德 人黄塔是他家吗 难道他说的是真的 这个时候 周围的人 已经忘记了 他们的长辈和老祖惨死的事情 眼睛目不转睛地 看着面前成堆的御剑 这一堆上品功法御剑 也有大几十枚 接着又是一堆御剑 这些是临阶极品功法 到时候给那些首席弟子 和真传弟子学习 聂风主 将这些全部带回宗门 原本来找天眼宗麻烦的人 彻底梦了 聂无七 已经完全说不出来话来了 聂风主 愣着做什么 赶紧收起来 苏南看到对方的表情后 提醒道 哦 对对 他只愣愣地点点头 将面前的几堆御剑 收了起来 你说这些是临阶功法 就是临阶功法了吗 显然这些人并不买账 苏南直接从里面 选了两枚 丢给说话之人 自己看 这人疑惑地接过御剑 临时扫了一下 脸色马上变了 怎么样 现在相信了吧 他笑呵呵地看着这人 你有什么办法 这人没有回答 直接问道 这人的反应 周围人都看在眼里 此时已经有七八分 相信对方的话了 如果没有特殊的东西 如何能够获得 如此多的功法 苏南从身上拿出一面旗子 上面写着八个大字 祖传塔山 一发入魂 第五十一章 如此推销 众人看着苏南拿出来的旗子 上面的八个大字 十分疑惑 两千零十一根 进入人黄塔后 点燃一根 直接进入顿悟状态 悟性提升几十倍 他从身上拿出一根塔山 对众人解释道 我们怎么知道 你说的这个是真是假 看着对方手中的小木棍 马上有人质疑道 取消你的购买资格 还有质疑的吗 面对质疑 苏南连解释都懒得解释 直接将这人否定 听到苏南的话 这人脸上带着一丝不屑 两千零十 你买不了吃亏 两千零十 你买不了上当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有没有人要购买 他拿着塔山 看着众人 吆喝道 有一种路边摆摊的济世感 谁也没有出生 没有见过这种东西 谁也不敢肯定 一定有效果 你 对 就你了 你身上带零十了没有 看到都不为所动 苏南心意狠 指着一位中年男子 开口问道 我 被指着的人 是云前宗的长老 吕远松 他指了指自己 疑惑了一下 对 就是你 身上带了零十没 苏南虚空一抓 这人便出现在了面前 呆 呆了 吕远松心中大害 说话都不理所了 刚刚他感觉到 一股恐怖的力量 将他包裹 他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便被抓了过来 便宜你了 作为这里的第一个顾客 给你打八折 是你自己拿零十 还是我自己取 上下打量了一番眼前之人 这人的修为话神尽后期 八折 多少零十 吕远松有点被吓了 此刻他才清晰地感觉到 对方深不可测的实力 仅仅是一丝气息 就让他灵魂站立 一千八 有吗 苏南美好气地说道 马德 连个数都不会算 心中吐槽了一句 有 有 他一边说 一边从储物袋内 拿出了一千八百枚零石 这个是你的了 我现在教你如何使用 将手中的一根塔衫 递给对方 吕远松有些惶恐地接了过来 不知所措 苏南再次拿出一根 点燃了塔衫 教他如何使用 他有母有样点燃 吸 对 吸一口 咳 咳 咳 或许是太害怕的原因 低口直接呛的咳嗽了两声 嗯 刚开始咳嗽了两声 接着他就感觉到 一股空灵的能量 钻入他的脑海中 整个人的思绪 瞬间变得十分通透 修炼上的一些疑惑 也在此刻有了思绪 好东西 吕远松嘴里 呢喃了一句 脸上的表情很是享受 效果如何 和他们说说 正在他还在回味的时候 苏南的声音 将他拉回了现实 这个东西 堪比误到茶 不对 误到茶都没有这个效果这么好 这钱花得太值了 误到茶 周围人全部都听到了他的话 这小小一根 效果难道比误到茶还要好 看到对方的表情 许多人心中已经有些异动 如果真的和他说的一样 那两千一根 确实太划算了 正在他们疑惑的时候 吕远松再次开口 前辈 还有吗 再丢我来两根 对对方呵斥 他也不恼 表情十分的夸张 问对方还有没有的时候 脸上竟然还带着几分谄媚之色 第二根可不是这个价格了 苏南淡淡地说道 没关系 前辈 你说个价 给我来两根 对他来说 两千零食都不一定能够买到一杯误到茶 这玩意比误到茶的效果好太多了 第二根就是两千零食了 这是我们天眼宗给你们提供的福利 苏南淡淡地说道 没问题 前辈 这里是四千枚零食 他从身上掏出零食递给了对方 苏南接过零食 怎么样 我是不是没有坑你 没有没有 多谢前辈 于远松看着手中的两根塔山连连感谢 这一操作 着实把一旁的人给看傻了 难道效果是真的 看到对方如此干脆利索地掏出零食购买 众人再次陷入了沉思 他小心翼翼地将两根塔山放进储物袋内 回到了云前宗这边 这什么情况 老吕 你被收买了 云前宗的另一位长老 看到这一操作 不禁疑惑道 听我的 赶紧买 没准等下 就没有了 说着便将嘴上的塔山递给对方 示意他抽一口 对方疑惑了一下 吸了一口 马德 少吸点 看到这人用力吸了一口 吕远松当即喊道 这位长老没有理会 吸了一口 马上有一种玄妙的感觉 出现在脑海中 周围的人 目光纷纷看了过来 这人再抽了一口后 眼神火热 前辈 给我来两个 他也来到苏南身边 从身上拿出零食 十分恭敬地说道 这可比什么误道差好太多了 他是有幸喝过一次误道茶 两者一对比 他自然感觉到塔山的魅力 这是你的 苏南接过零食 递过去两根 看到递过来的塔山 脸上顿时露出了喜色 同样小心翼翼地接过来 放进了储物袋内 显然并没有打算 现在就使用 那个 前辈 给我来一根 我试一下 看到云前宗两名长老的操作 马上有人心动了 我们天眼宗也没有多少了 咱们天下修士 是一家 如今人黄塔出事 本就是给家人们谋福利 需要的素来购买 看到有人上前 苏南再次拿出一根 语气十分的诚恳 接过递过来的零食 递给了对方塔山 这人迫不及待的点上 吸了一口 所有人的目光 再次放在这人身上 如果说刚才的云前宗 是被人收买的 这人应该不是 只见这人吸了一口 脸上露出了陶醉之色 果然比误倒茶效果 好太多了 前辈再丢来两根 他嘴里叼着塔山 再次从储物袋里 拿出零食 递给了苏南 能够购买点的人 全部都是长老之辈的人 这些零食对于他们来说 不算太贵 有一叫有二 马上一群人 纷纷开口 找苏南购买塔山 聂风主 你们天眼踪不厚道 有如此好东西 竟然一直藏着掖着 见九州也购买了一根 抽了一口 看着聂无七 有些不满的说道 第52章 商品升级 人黄塔外 顿时出现了奇怪的现象 一群人什么都不做 盘膝而坐 嘴里叼着烟 吞云吐雾 脸上的表情 十分的享受 进入到了顿物状态 甚至一些比较有钱的散修 健壮也纷纷找苏南购买 刚刚仅仅出售了一批 他已经获得了近百万的零食 恭喜宿主 便利店商品消费达到八万 系统返现三十年修为 系统的声音 在他的脑海中响起 叮 便利店解锁新功能 商品升级 宿主是否花费零食 升级商品 系统 商品升级是什么 苏南疑惑了一下 打开系统便利店 宿主可以花费零食 升级便利店内的商品 升级后的商品 效果会提升 听到解释后 他直接选择升级 系统 升级商品 请宿主选择要升级的商品 系统的声音 再次在他的脑海中响起 升级塔山 宿主是否花费一百五十万零食 升级红塔山 我靠 你怎么不去抢 我辛辛苦苦赚零食 容易骂我 听到一百五十万零食 苏南忍不住骂道 宿主是否花费一百五十万零食 升级红塔山 是 无奈的他 他切齿地说道 定 宿主花费一百五十万零食 升级成功 获得力群香烟 原商品红塔山 香烟效果变为原来的百分之八十 副作用增加百分之十五 系统的声音 在苏南脑海中响起 接着在塔山旁边 多出来一盒红色的力群 嗯 两道系统提示 让他有些疑惑 红塔山 二十零食一根 一包一百八十零食 售价没有变 但是效果 却下降了百分之二十 减量不减价这事 呸 随即又点开刚升级的产品 力群 一百零食一根 一包一千九百零食 但是 依旧没有显示效果 马德 竟然是这样升级的 看着便利店里多出来的力群 马上明白过来 连续签到解锁的商品 只是一个大类型 同种类型 只能通过升级商品来获得 看着其他的商品 沐浴露升级 需要五十万零食 矿泉水升级 需要五十万零食 生抽老抽升级 需要一百万零食 二锅头升级 需要两百万零食 马德 升不起 根本升不起 看着空空的储物带 苏南泪流满面 一夜回到解放前 宿主升级成功 返还十五年修为 正在他心疼自己临时的时候 系统再次提示道 还算你有点良心 有总比没有好 相信各位 也感受到塔山的效果 如果你们的弟子 进入人皇塔的时候 有他的帮助 定然能够在里面 获得灵机功法 看着周围的修饰 苏南再次开口说道 刚亏的钱 必须从这些人身上赚回来 这些势力 听到他的话后 起了心思 对方说得不错 别看两千零食一根 但是如果能够获得 一卷灵机功法 那就是二十万零食 百倍的收益 稳赚不亏的生意 也不知道这个塔山 还剩下多少 前辈 给我来五根 马上有人来到苏南面前 恭敬地说道 从身上掏出一万零食 递了过去 云前宗给弟子购买了五根塔山 预示着接下来的试炼中 你们最少会获得五卷灵机功法 交易完成后 苏南大声地喊道 前辈 给我来十根 又有人上前购买 金雷门购买了十根塔山 你们宗门一定会崛起 将来必定会成为东玉 数一数二的大型宗门 这个金雷门 他并没有听说过 应该是一个小宗门 不过并不影响 他夸赞对方的宗门 这一喊 其他势力心中 马上多了一丝紧迫感 咱们通知宗门 让他们送临时过来 我们弟子不能落后于别人 金雷门都购买了十根 如果我们不购买 他们获得了灵机功法后 以后的宗门实力 定然会在我们之上 一位小宗门的长老 对旁边之人开口说道 我这就联系宗主 将这边的事情 简单地说一下 这对我们宗门来说 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机会 说完便开始联系宗主 快派弟子回宗门 把这根塔衫带给宗主 让宗主带灵石过来 事关我们宗门的兴衰 不知道这个东西还有多少 来晚了 恐怕就没机会了 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又一处宗门的长老 对身边的弟子吩咐道 这位道友购买了十根 接下来你一定一飞冲天 没准人黄塔的传承 就是你的 苏南的声音再次响起 我靠 我怎么没想到 听到人黄塔的传承 这里的势力彻底坐不住了 他们来这里的目的 都是为了人黄塔内的传承 如果有塔山的帮助 获得传承的机会 便大了许多 苏南的话 也提醒了那些大型宗门 这些宗门内 纷纷让人回宗门 带灵石过来 所有宗门顿时卷了起来 他们心中都是想着 如果对方有 我没有 岂不是以后要落后于他 有些宗门 尽管对于人黄塔 没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此时却行动了起来 不买不行 万一到时候别的宗门都强大了 唯独自己一成不变 以后的宗门能不能站得住脚都不一定 特别是 原本就敌对的宗门 更是卯足了劲 势必要在这次的机遇中 超越对方 一道道的长虹飞驰而去 谁也顾不得人黄塔内的试炼 先获得塔山再说 苏道友 我们天舞殿与贵宗同气连枝 能否先给我们一线 等回去后 我便将灵石给送过来 宋志武来到他身边 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来这边的时候 并没有带太多的灵石 自然是没问题的 你要多少根 苏南点点头 没有拒绝对方 剑阁同样如此 谁能想到 天雁宗竟然有这样的好东西 他们此次前来 都没有得带太多的灵石 人黄塔试炼的竞争 现在已经变质了 原本彼得是弟子的天赋和实力 现在却变成了彼得是 谁的速度快 谁的灵石多 苏南看着便利店里的塔山 他都搞不清楚 现在的塔山究竟有什么副作用 效果下降20% 这些人应该不会发现 副作用这个 他更加管不着了 他现在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赚取足够多的灵石 来升级商品 力群都出来了 华子还会远吗 第53章 是他 师傅 我不想去人黄塔 一名女子倔强地说道 为何不去 人黄塔可是咱们 天原大陆上的第一秘宝 里面的机缘无数 恐怕整个大陆的人 此时都已经往那边赶去 如果我没有猜错 中招那边的天骄 已经在去的路上了 现在出发 还来得及 咱们宗门有专门的传送阵 那边你师叔也在 一名美妇人 看着面前的女子 苦口婆心地劝道 女子依旧摇头 是不是不想看到天眼宗的人 放心 到时候 我让你师叔和你一起 美妇人再次劝道 听到天眼宗几个字 女子的眼神亮了一下 随后再次黯淡了下来 听师父的 人黄塔应该已经开启了 你执念的东西 或许在人黄塔里有线索 这句话刚说完 女子的眼睛再次亮起 显然美妇人刚才的话 打动了她 你把这封信带给你师叔 通过咱们宗门的传送阵过去 这次除了你之外 还有其他五位弟子 和你一同前去 见到女子这次没有拒绝 脸上露出了笑容 从身上拿出一份书信递了过去 知道了 师父 女子点点头 接过书信 便离开了这里 这丫头 上次回来后 就变得怪怪的 看着女子离开的身影 呢喃了两句 也转身飞走 人黄塔外围 掌门师兄 玄军朔来到了这边 苏南上前行礼说道 这丫头是不是进人黄塔了 师兄放心 灵威小丫头在里面领悟 我给她的功法 没有危险 苏南看出了对方的担心 开口说道 那就好 人黄塔这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宗主 这是苏阁主从人黄塔内 带出来的功法 他还没说什么 聂无七从身上 拿出一个储物袋 递给了对方 苏师弟的功法 让他自己处理就好 嗯 这里面的都是 玄军朔接过储物袋 习惯性的查看了一下储物袋 推辞的话 刚到嘴边 突然愣住了 是啊 这里面全部都是灵阶功法 灵阶极品功法 三十五卷 剩下都是上品 中品和下品 聂无七淡淡的说道 呃 全是灵阶 师弟 你去人黄塔内进货了 他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淡定 这里面少说 也有几百卷灵阶功法 这可是灵阶功法呀 随便一卷 都能让修士 争得头破血流的存在 小场面 淡定 只是一些灵阶功法而已 一些不值钱的东西 不用这么激动 苏南摆摆手 淡定的说道 你回去将这些功法带回去 看看谁适合 就让咱们宗门的弟子学习 不能亏待了咱们宗门的弟子 灵阶功法 就让他们用来练手吧 对了 还有那些杂役弟子 也让他们学习灵阶功法 那些低阶功法 以后就留着烧火用吧 玄军朔听到对方的话 竟然有种想要抽对方两巴掌的冲动 听听 说的这是人话吗 什么叫不值钱的玩意 杂役弟子 就用灵阶功法练手吧 也不是苏南没有想过 将这些功法卖钱 这些东西 能够强大自己的宗门 首先想到的是 自己的宗门 这三年内 掌门对他 还是非常不错的 并没有如同其他小说中那般 无底线的嘲讽打压他 来到这个世界 已经三年多了 对这个宗门 还是很有归属感的 毕竟他的根 就在天眼宗 玄军朔点点头 也没有多说什么 许多事情 不一定要挂在嘴边 我感觉 人黄塔肯定不是 我们看到的这么简单 苏南再次说道 我也觉得 我已经听说了这边的事情 人黄塔33层 不管是什么人 都只是进入第二层后 直接被传送了出来 这其中 恐怕还有其他的事情 他点点头 很赞同对方的话 两人谈话间 天空出现树道长虹 其他宗门的弟子回来了 这些人回来后 他们所在的宗门长老 第一时间便找到了苏南 前辈 我买20根塔衫 一名老者 直接从身上拿出零食 交给了对方 苏南也没有多说什么 从便利店里 直接取出来一包 递给了对方 这个是弱化版的塔衫 效果的话 应该没有人能够看出来 这人接过塔衫 连声道谢 转身回到了自己这边 不断地有长虹落下 这些宗门之人 回来的第一件事 便是来这边购买塔衫 再也没有一个人 质疑这个东西 第一轮试炼结束 正在这些人 购买塔衫的时候 一直没有说话的塔古 再次开口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在里面的弟子 全部被传送了出来 玄灵威也从里面 传送了出来 是说 我怎么出来了 我刚领悟成功 你给我的功法 他睁开眼 看着面前的苏南 疑惑道 第一轮试炼结束了 苏南指了指不远处的塔古 解释道 马上开启第二轮试炼 所有参加过第一轮的试炼者 不得参加第二轮 试炼通过人数达到标准后 人黄塔正式开启 正在大家疑惑 为何还有第二轮的时候 塔古再次开口 众人听到规则后 脸色一僵 我靠 第一轮参加过的 不让参加 我还买了这么多根塔山 许多人忍不住吐槽道 第一轮参加的弟子 基本上都是他们的精英弟子 这些本就是为他们准备的 谁能想到 不让参加第二轮了 岂不是说 已经白买了 很多宗门 甚至连一个达到第二层的人都没有 去通知宗门 派下一批弟子过来 尽管他们抱怨 但人黄塔的规矩 他们也不能改变什么 只好从宗门内 重新挑选弟子过来 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事情 这时候 又一艘非洲出现在上空 非洲缓缓落下 上面走下来 一位雍容华贵的美少妇 在他身后 跟着十六位弟子 其中一名女子 脸上戴着黑纱 让人看不清面容 纤细的身材 凸显出个别部位的傲然 让不少人都将目光 停留在这位蒙面女子身上 是她 苏南看着对方 嘴里嘀咕一句 牧长老 见九州看到看的人后 马上赢了上去 第五十四章 是我让他干的 被称作牧长老的美妇人 名叫牧倩兰 剑阁的长老 牧长老 玄军朔也和对方 打了声招呼 然而牧倩兰冷哼一声 并没有搭理对方 他甘笑了一声 向后面走去 师妹 上次你受伤 也不和我说一声就离开了 我很是担心 现在伤好些了没 对方没有搭理他 玄军朔也不挠 来到蒙面女子身边 脸上露出谴媚的笑容说道 这蒙面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沐梦瑶 受伤 他还没说话 在他身后的一名男子 听到后疑惑了一下 师妹 你什么时候受伤了吗 谁做的 告诉我 师兄替你报仇 接着更是来到 沐梦瑶身边 脸上露出关心之色 他也被玄军朔的话说猛了 自己什么时候受伤了 我没有受伤 只是临时有事离开了 没有和你道别 看着对方 他的声音很是轻猛 你就是天眼宗的宗主 是谁吃了雄心抱子胆 胆伤我师妹 师妹不肯说 你还说 这名男子看着玄军朔 指高气昂地说道 我说了没有受伤 这里没有你的事 沐梦瑶看着男子 冷声说道 师妹 咱们接一步说话 看到对方的样子 玄军朔小声说道 他以为是自己说出了 对方受伤的事情 他才生气了 想要带他去一旁 将事情解释清楚 我说了 不是受伤才离开的 沐梦瑶有些无语 他上次离开 全然是个人原因 我知道师妹说的都是气话 上次你离开前 我就发现师妹受伤了 走路都走不稳 上次的事情 苏师弟都和我说了 他听到这个后 黑纱下面的脸颊 刷的一下红了起来 他和你说了 沐梦瑶咬牙切齿地说道 这语气充满杀气 玄军朔直接愣了一下 他从来没有见过 对方如此生气 那件事也不怪苏师弟 都是师兄的错 他试图解释 刷 话还没说完 直接被沐梦瑶拽着 消失在原地 上次的事情 他真的都和你说了 两人来到了人少的地方 沐梦瑶再次问道 这次的语气中 带着一丝杀鸡 你别怪苏师弟 他也是第二天发现你离开后 才和我说的 苏师弟正好也在这边 我将他喊过来 玄军朔有点不知所措 说完 转身朝着天眼宗那边去 不给对方拒绝的机会 看来 上次师妹受伤很严重 不然不会这么生气 这叫什么事 上次答应苏师弟 这件事帮他扛 要是知道师妹如此生气 定然不会答应他 他在喊苏南的路上 心中想到 苏师弟 想必你也看到师妹来了 上次的事情 师妹很是生气 我刚才从话中 都能感觉杀气 咱们过去给师妹认个错 他来到苏南身边 将刚才发生的事情 简单的说了一下 你是怎么说的 我就说了师妹受伤的事情 不知道怎么就突然生气了 一提到你 他似乎更加生气 玄军朔疑惑道 走 师弟 师兄说过帮你扛 肯定会帮你扛的 到时候 大不了你将责任 全部推到我身上 就说是我让你这么干的 上次你们喝酒的事情 他挺生气的 不过师弟放心 有我在 师妹怎么说 也不会杀了我 看来上次你俩喝酒没少喝 不然以师妹的修为 怎么可能被几名摩羞偷袭受伤 不等对方说话 直接拽着苏南朝那边走去 边走嘴里还不停地解释 苏南摸了摸鼻子 暗暗给对方竖起了大拇指 大舅哥好样的 嘴上嘀咕一句 什么 显然对方没有听清 没 我刚说多谢师兄替我扛着 他连忙解释 师弟说的哪里话 如果可以 我都想将师妹介绍给你 玄军朔白白手 一脸无所谓地说道 当两人来到这边的时候 木梦瑶并没有离开 依旧在这里站着 师妹 我将苏师弟给喊来了 木师妹 好久不见 上次的事情 苏南看着对方摸了摸鼻子 开口说道 闭嘴 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 直接被木梦瑶打断 语气十分的冰冷 你将上次的事情 说给他了 他看着苏南 冷声问道 我没 师妹 上次的事情 是我让苏师弟干的 你要怪就怪师兄 玄军朔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将所有责任 推到了自己身上 这把一旁的苏南都给看傻了 好家伙 师兄这人真好 有事是真的扛啊 很好 你的意思是你指使他做的 全程你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木梦瑶说出这两句话的时候 能够感觉到语气中的森森杀意 不错 是我指使的 师妹要怪就怪我 本想让师妹放松一下 没想到发生了后来的事情 这个时候 玄军朔也只能硬着头皮硬扛下来 毕竟他答应了苏南 而去对方对天眼宗的贡献 他宁肯自己被师妹出气 都不能让苏南受到伤害 宗门离了他可以 不能没有苏南 不能没有清玄格 蹭 木梦瑶拔出剑 寒光闪烁 就要朝着对方刺去 他此时已经气得不行 原来这一切都是算计 他是被对方算计了 这如何不生气 剑尖快要刺到对方的时候 苏南伸手一挥 直接将对方的攻击挡了下来 跟我来 挥出一股轻柔的力量 将他包裹住 师兄 你在这里稍等 这件事不能让你扛了 说完 带着木梦瑶 转身消失在他面前 师弟 你 看到对方离开 玄军朔原本想要拦下 话还没说完 两人就已经消失不见 难为师弟了 他嘴里呢喃道 此刻在他心里 苏南的形象变得无比高大 苏南带着木梦瑶 来到了数十里外 一个无人的地方 落了下来 要不要喝点 说着从身上拿出二锅头 笑呵呵地说道 看到二锅头 木梦瑶黑沙下的翘脸 刷得一下红了起来 上次的事情是他指使你做的 他冷声问道 第五十五章 我的梦想 林师兄 我看到师姐被一名男子 抱起来飞走了 人黄塔外 一名弟子说道 被称作林师兄的男子 正是之前替木梦瑶 说话之人 名叫林峰 有看到去什么地方吗 对方的话 让他脸色一沉 随即问道 往那边去了 这人指了一个方向 林峰没有说话 顺着这人指的方向而去 玄师兄 只是看到你走路姿势有些不对 以为你被摩修偷袭 受伤才离开的 之前斩杀过一名摩修 苏南将之前的事情 说了一下 你还说 木梦瑶听到对方的话 脸色再次红了起来 冷哼一声 好好 不说 其实师兄也是为了你好 你不告二遍 他再次见到对方的时候 心中有一些说不上来的感觉 最好是这样 如果不是你说的这样 我会拉着你一起去死 木梦瑶此时的语气 已经缓和了许多 要不要再来喝点 说着他把之前的二锅头再次递了过来 他并不喜欢喝酒 上次他自己都不清楚 为何鬼使神差的喝了那么多 离开天眼宗 回到自己的宗门后 感觉自己的灵根提升了 原本的天灵根 此时变成了极品天灵根 今天有事 不喝酒 他摇摇头 你也是为人晃台而来的 苏南好奇地问道 他没有说话 点点头 你也能进去吗 对方和玄军朔 以前是同门师兄妹 怎么可能进得去 怎么 我很老吗 沐梦瑶恶狠狠地问道 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人黄塔只让三十岁以下的进入 你和玄师兄是同门师兄妹 苏南连忙否定 试图解释 你的话 不就是说我老 语气中 带着一丝威胁之意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老 一点都不老 他摸摸鼻子 连忙纠正刚才的话 果然任何世界的女子 都很在意自己的年龄 那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 没有 没有 我刚说你最美 你最年轻漂亮 你才十八岁 我说我自己老了 人黄塔不让进了 见到对方抓着刚才的话不放 苏南瞬间认怂 上辈子 他就明白一个道理 不要试图和一名女子讲道理 呸 登徒子 无耻 听到对方的话 木梦摇骂了几句 这件事 也算接过去了 你如果进人黄塔 把这个带上 对你有帮助 苏南从系统便利店里 买了一包力裙 递给了对方 人黄塔他是进去过 里面的情况 他最有发言权 咦 怎么和之前的不同 说着他从身上拿出一个红塔衫的盒子 里面还有几根没有抽完的烟 嗯 你这个是从哪弄来的 他有些好奇地看着对方手中的烟盒 疑惑道 别管从哪拿的 你还没有回答我 为什么和这个不一样了 木梦摇脸色微红 轻冷地说道 好在有黑沙遮着 苏南并没有看到 这包红塔衫 自然是上次喝酒 两人喝醉后 早上起来 从床上捡起来的 他就顺手装进了自己的储物袋内 这种事情 他怎么可能说出来 这个是升级款 上面的字都不一样 这个效果好 原来的你就别用了 进入人黄塔后 对你有帮助 他也不纠结这个问题 随口解释道 哦 木梦摇点点头 接过来李群 放进了储物袋内 你要不要把脸上黑沙取下来 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 你天天遮着脸做什么 苏南看了看对方 忍不住说道 最开始他就想要说 但是一直没敢开口 呸 什么丑媳妇 难听死了 他白了一眼 尽管嘴上这么说 但还是把脸上的黑沙取了下来 这才对嘛 这么漂亮的小姐姐 天天遮着 多浪费 尽管已经见过对方的样子 但是取下黑沙的这一刻 苏南还是被对方惊艳到了 木梦摇脸色微红 瞪了他一眼 你这次来人黄塔 又是来卖你的红塔衫 为了缓解尴尬 他岔开了话题 对啊 这里不是人多吗 正好推销一下我的商品 你很缺零食吗 要这么多零食做什么 你是不当家 不知柴米油盐贵 娶妻生子哪样不花钱 没钱没有娶媳妇 怎么生孩子 对方的话 让他脸色再次微红 看得苏南眼睛都快直了 恨不得上去咬一口 这个给你 我用不着 木梦摇被对方看得 有些浑身不自在 目光看向别处 从身上拿出一个储物袋 递了过去 嗯 这是什么 有些好奇的接过储物袋 疑惑道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白了他一眼 淡淡的说道 苏南打开储物袋 脸上露出吃惊之色 我去 你从哪儿抢的 这么多 你挖人家灵脉了 还是刨别人祖坟了 储物袋内 竟然有将近百万零食 如何让他不吃惊 这些都是我师父给我的 也用不到 你不是很缺零食吗 这些都给你用 木梦摇随口说道 富婆 咱师父还缺徒弟吗 我当徒弟很有经验 你收徒弟也行 咱们肥水不留外人田 我有二十多年当徒弟的经验 要不你包养我也行 我的梦想 就是有富婆能够看穿我的逞强 让我卸下伪装 走进他三六弟的心房 苏南打去道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还是个小富婆 这是什么神仙师父 竟然随便给的零食 都是上百万 扑吃 他忍不住笑了出来 似乎感觉到有些失态 再次板起脸 我师父不收男弟子 你捨这条心吧 我也不需要 想笑就笑 笑起来这么美 干嘛一直板着脸 看到对方的样子 苏南笑呵呵的说道 要你管 你将这些零食收起来 别再卖你的东西了 成本价二十 你才卖两百 什么时候才能赚够零食 娶媳妇生孩子 木梦瑶瞪了他一眼 我靠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上次喝酒我和你说的 听到对方竟然知道成本价 苏南心中一惊 马德 该不会是上次喝醉后说出来的吧 心中暗暗发誓 以后不能喝醉了 好了 我要回去了 师父让我去闯一下人黄塔 我认真的 人黄塔三十以下才让进 否则会被抹杀 看到对方要去人黄塔 苏南一本正经地说道 不要随便问一名女子的年龄 我的情况特殊 符合条件 第五十六章 别犯罢总病 师妹 原来你在这里 我找了你好久 正在两人说话的时候 忽然从远处飞来一道身影 人还没到 声音先传了过来 木梦瑶看到来的人后 用黑纱再次将脸遮了起来 又来了 我先走了 看到飞来的身影 眼神中闪过一丝厌恶之色 对苏南说了一句 转身便要离开这里 来的人正是凌峰 师妹 你怎么跑到这里了 刚才找了你半天 你有没有受伤 我听师弟说 你被人掳走了 我很是着急 连忙找了过来 你放心 师弟们马上便会过来 他刚落下 脸上露出殷勤之色 来到木梦瑶身边 十分关心地问道 我来什么地方 是我的自由 关你什么事 是保了称的 他的声音再次变得十分清冷 语气中透露着浓浓的厌恶之意 凌峰脸上顿时闪过一丝尴尬之色 一闪即逝 我是担心师妹被小人算解 俗话说 穷山恶水出刁民 冬域这种地方 什么人都有 师妹还是要多加小心 他说这话的时候 一犹所指的 瞥了一眼旁边的苏南 我的事情 还轮不到你管 木梦摇冷声说道 说完看了看一旁的苏南 温声说道 我先走了 下次再找你喝酒 留下一句 轻轻一跃 化作一道长红 消失不见 听到对方说 下次找他喝酒 让他心中一动 竟然有些期待起来 是你将我师妹掳过来的 看到苏南还在站一旁 脸色阴沉了下来 阴狠的眼神看着对方 他刚在远处 便看到木梦摇取下了 脸上的黑纱 而自己刚过来 对方就重新戴上了 平时在东门内 他都是戴着面纱世人 从来没有在 每个男的面前 摘掉过面纱 心中顿势不是滋味 而且刚才和他说话 语气极其冰冷 而对面前这个男子 却异常温和 这让他十分的妒忌 面对木梦摇 他没有任何办法 放在眼里 你是哪位 苏南瞥了对方一眼 化神静初期 根本不放在眼里 淡淡地说道 天眼宗是吧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掳走我师妹 如果我师妹受到一点伤害 我让你整个宗门陪葬 他看到对方长袍上的 天眼 二子 随即知道了所在的宗门 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屑 来之前他就了解过 东玉这边十分贫瘠 强大一些的门派 也不过才是神玄境强者 你是脑残霸总人看多了吧 真以为自己是霸总啊 对话的话 让他无力吐槽 脑海中已经出现了 前世看到的一些狗血小说 你最好现在给我磕头认错 别说你 就是你们天眼宗掌门 我都没有放在眼里 如果让我知道 你对我师妹有图谋不轨 你们全宗人都要陪葬 林峰尽管听不懂 对方说的什么意思 但是想来也不是什么好话 再次威胁到 神经病 苏南丢下一句话 转身就要离开这里 你算什么东西 你也配合我师妹喝酒 我会让师妹知道 你我之间的差距 小小天眼中的弟子 也敢置暗师妹 我看你是找死 刚才木梦瑶和对方说的话 显然两人不止一次一起喝酒 这让他更是怒火中烧 说着就朝对方袭去 冲着他的要害来 话神经的修为 如果苏南的境界和对方相同 这冷不防的被偷袭 不死恐怕也要受到重伤 碰 好在他的动作 在自己眼中都是慢动作 还没有攻击到身前 直接被他一脚踹飞在地上 直接摔了个狗吃屎 一脚踩在对方的背上 什么垃圾玩意 没有霸总命 别他妈犯智障霸总病 嘴里骂了一句 直接用力踩了下去 啊我要你死 林峰惨叫一声 恶毒地骂道 苏南力道控制得很好 看似平淡的一脚 其实一道剑芒 已经顺着自己的脚 进入到了对方的体内 除非修为超过他一个大境界 否则无人能够看出来 他现在已经是道玄境中气 系统返还给他的修为 他还没有来得及练花 一直在压制着 做完这一切 苏南转身离开 他之所以没有下死手 不是惧怕什么 只是不想给木梦瑶惹出麻烦 听这人的话 显然对方宗门内的人 都知道是为寻找他而来 如果真出了意外 到时候想解释 都解释不清楚 留下这道剑芒 只等以后直接引爆 让对方死得无声无息 林峰趴在地上 阴狠的眼神 看着对方离去身影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苏师弟 怎么样 师妹下手重不重 玄军朔看到苏南回来的时候 连忙上前询问 刚才木梦瑶的态度 他可是十分的清楚 上下打量对方 似乎想要看出来 什么地方受伤了 怎么可能对我下手 木师妹看我这么帅 都不舍得打我 苏南打趣道 你可拉倒吧 你还没有我一半帅 师妹刚都差点揍我 他瞅了对方一眼 淡淡地说道 爹 你哪有师叔长得帅 你连师叔的三分之帅都没有 苏南还没说话 玄农薇突然接话道 你个死丫头 我可是你爹 胳膊肘往外拐 玄军朔嘴角一抽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笑骂道 略略略 玄农薇对他吐了吐舌头 还是小丫头有眼光 等回宗门了 师叔给你做好吃的 耶 就知道师叔最好了 说完他高兴地蹦了起来 师兄 木师妹所在的门派 厉害吗 苏南忽然一本正经地问道 师妹的门派 在中周都能排进前三 怎么了 问这个做什么 是不是觉得自己配不上他 师弟放心 师妹不会嫌弃你的 看到对方这么问 玄军朔同样打趣道 我刚才把他们宗门中的人给打了 他缓缓说道 他觉得这种事情 还是要和宗主说一下 你还说没被打 等等 你说什么 你说 你把师门宗门的人给打了 苏南点点头 没什么 打就打了 这是在咱们东狱 他的宗门再厉害 还能翻天不成 师弟放心 我早就看那些人不顺眼了 玄军朔拍拍对方肩膀 满不在乎地说道 第五十七章 嚣张的凌峰 当凌峰的师弟们赶到这边的时候 只看到他自己躺在地上 林师兄 你这是怎么了 师妹呢 废物 你们怎么才来 看到赶来的人 他开口骂道 林师兄 我是按照你吩咐的 马上通知师兄他们 最开始通知凌峰的这人 连忙开口解释 一群废物 他丢下一句 转身离开了这里 这人马上跟了上去 其他人站在这里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我们也走吧 谁让人家有个好爹呢 一位年纪看起来二十多岁的男子 看着对方离开的背影 淡淡地说道 剩下的人也没有说什么 轻轻一跃 化作树道长虹 朝着仁皇塔那边去 仁皇塔新一轮的试炼 再次开启 这次各个宗门之人 比之前派进去的弟子还多 每个传送入口 只有两百个名额 哪怕是中州过来的宗门 此时也把名额 留给了自己的弟子 不对外出售 他们的红塔山 都已经购买好了 临街功法的诱惑 怎么可能是临时能够相比的 没有抢到传送入口的散修 这次连进入的机会都没有 纷纷开口抱怨 甚至有一些散修 组成了一个大型组织 准备再次抢夺一个入口 苏南依旧回到这边 继续售卖他的塔山 穆前兰则带着穆梦瑶一众弟子 来到了剑阁所在的传送入口 剑阁和天舞殿的弟子 都在这里 等着第二轮试炼的开启 九州 这是我师姐那边的几名弟子 等下随我们剑阁 一起去扔黄塔 他来到剑阁这边 温和地说道 嗯 剑九州点点头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低层对于修为没有什么要求 只要是三十岁以下都可以进入 唯一要求的就是悟性 如果悟性太低 我建议还是不要进去 不然石海会受到重创 他抬头看了看对方身后的弟子 提醒道 我知道 多谢九州提醒 目前蓝点点头 道谢一声后 转身看着身后的十几名弟子 缓缓开口 刚才剑长老的话 你们也听到了 人黄塔的试炼 对悟性要求极高 如果你们对自己没有信心的 可以留在外面 切 知道我们带了什么吗 凌峰直接接话 傲然说道 悟道茶 你们见过吗 恐怕只是在书中见过吧 喝了后 可以让人进入顿悟状态 还不等别人说话 他再次开口 从身上拿出一个盒子 打开后 里面满满一盒子的悟道茶 哦 我忘了 你们东宇这边太过于贫洁 自然没有见过这些东西 怎么样 需不需要我分你们一点 手里拿着悟道茶 看着剑阁和天舞殿的弟子 得意地说道 对了 师妹 你有没 我出来的时候 我专门给我爹药的 分你一半 师妹你要小心东宇这边的人 俗话说 穷山恶水出刁鸣 看了看一旁的沐梦瑶 又瞥了一眼不远处的苏南 神态十分的傲慢 不需要 他冷冷地说了一句 将你的东西收起来 沐浅兰皱起眉头 呵斥道 大宗门的弟子 果然不一样 出手竟然如此阔绰 苏南看了一眼对方 自然听出了对方话中的意思 语气中听不出是夸赞还是嘲讽 你还是很有眼光的 凌峰听到对方的话 以为自己手中的悟道茶 让对方明白了两人之间的差距 一脸得意地说道 既然大宗门如此阔绰 想来也不会白白使用我们的传送入口 听到对方的话 他轻笑一声 再次开口 你什么意思 凌峰看到对方脸色阴沉了下来 之前在对方面前没有讨到便宜 还被对方揍了一顿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我们东宇这种平静的地方 悟道茶这种高档东西 我们自然用不起 你们每个人随便给我们几百万零食就可以 毕竟我们占据这个传送入口 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这点零食 想必贵宗门还不放在眼里 苏南不急不缓地解释道 不错 既然你们宗门连悟道茶都有 想必也不会占我们这些小宗门的便宜 宋志五点点头 也接口说道 他一开始就看眼前这个家伙不顺眼 之前看到对方傲慢的态度 他眼神中就闪过一丝不悦之色 本来让这些人从这个传送入口静 他心中就有些不悦 这是他们三方共同占据的传送入口 自己这边的弟子进入后 空缺的位置才会以出售的形式 给各位散修 剑阁的长老 张口就要了十几个名额 如果是他们自己宗门的弟子 自然不会说什么 但是眼前这人明显不是剑阁之人 我看你们是穷疯了 林峰顿时气劫 骂了一声 这话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去别的地方打听一下 我们这个传送入口都是要收费的 毕竟我们冬域比较贫瘠 好不容易遇到一只肥羊 呸 不对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慷慨的大宗门 苏南脸上挂着笑容 淡淡的说道 不就是传送入口吗 这里又不是只有你们一个 就算花灵石也不会给你 林峰说完 转身朝着其他传送入口而去 而他身后的其他弟子 也只好无奈的跟了过去 你们这里的传送入口 多少钱一个名额 我买一些 他来到一个传送入口前 大声的问道 说完 还朝苏南这边挑衅的看了一眼 不卖名额 负责这个传送入口的一名老者 脸色不悦的说道 主要是这家伙的态度 实在太牵走了 一万零食 一个名额 见到对方说不卖 他马上开口 说一万的时候 还刻意将声音加重 好像在施舍一般 不卖 滚 林峰的语气 让这名老者十分恼怒 直接骂道 两万零食一个 我买十个名额 到时候额外多给你一万事 专门赏给你的 如何 他再次趾高气昂地说道 扑痴 苏南站在不远处 笑出了声 不但是苏南 就连周围的一些散修 也笑了起来 第58章 狗都不喝 这人是哪个山沟里 出来的二货 有散修小声说道 哈哈 我也不知道 笑死了 这逼让他给装的 愣是把两万零食 说出了两百万的感觉 对对对 我刚就想这么说 这个逼让他给装的 还多出来一万 专门赏给你的 哈哈 周围人笑得前仰后合 这位道友 麻烦你说价格之前 先打听一下行不 有位好心的散修 终于还是忍不住 提醒了对方一下 你提醒他干啥 反正在这里也是无聊 这多欢乐 林峰听到周围人的话 脸飞了下来 我这里有物道茶 你将名额让给我们 我除了给你零食外 再分你以前的物道茶 再次从身上拿出物道茶 向这名老者说道 滚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老者再也忍不住 骂了出来 土鳖 你知道物道茶是什么吗 以前物道茶 价值好几十万零食 真是一群土鳖 连物道茶都不认识 对话的话 让林峰蹦不住了 将物道茶放在对方面前 大声说道 不就是物道茶吗 还几十万零食一钱 两千零食 我都不要 当然了 如果你一百零食一两 我可以考虑 将你手中这盒物道茶 全部收了 物道茶我喝过 和塔山比 简直云泥之差 物道茶只是临时提升一丝悟性 不等老者说话 周围散修中 马上有人说道 如果苏南还没有出售塔山 物道茶 这些人肯定会抢着药 哪怕几十万零食 对于一些大宗门来说 没有什么比能够提升实力的东西更重要 但自从尝试过红塔山后 这些人已经对物道茶提不起兴趣了 你们这群土包子 真以为这些是普通茶叶 还有幸喝过 大言不惭 一句话 卖不卖名额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为了不在木木窑窑面前丢了面子 开口威胁道 周围的话 瞬间让林峰破防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拿出物道茶 这些人也看不上 在他心里 东玉果然是个穷困潦倒的地方 连物道茶都没见过 管你是谁 就算你是圣地的人 来到我们东玉 也要老老实实地遵守我们这边的规矩 而且名额不卖 请你离开 否则对你不客气了 说话的这名老者 神玄静修为 丝毫没有将对方放在眼里 不信邪的林峰 再次换了一个传送入口 结果依旧相同 不但不出售名额 甚至连物道茶都不要 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给你们天才地宝 你们都不认识 终于忍不住的他 对着周围的修士破口大骂 我们东玉是很穷 但是在我们这里 物道茶这种东西 狗都不喝 你也好意思拿出来当宝贝 铺吃不错 这玩意在我们这里 狗看了都摇头 你们这些大宗门 竟然果然不一般 对于林峰的破口大骂 自然也不会有人惯着他 直接对了回去 他们说这个也是有底气的 之前购买塔山的时候 苏南就告诉他们 如果以后需要 可以去天眼宗找他 红塔山可比什么物道茶墙太多了 有一些宗门的人 在一根塔山后成功突破 这让他们对于塔山 更加屈之若乌 人黄塔马上开启第二轮试炼 需要进入人黄塔的试炼者 请准备好 传送入口即将开启 塔林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 所有人马上朝着传送入口而来 纷纷等待着第二轮的开启 凌峰听到后 也急了 朝着剑阁这边走来 牧师说 他无可奈何地回到了这边 穆建兰无语地看着对方 自然明白对方的意思 如果是之前 或许还能厚着脸皮 从剑阁这里 拿出十几个名额来 但经过刚才这么一闹 他实在张不开口 心中埋怨了一下穆梦瑶师傅 怎么派这么个二世祖前来 属实有些头疼 这个传送入口 毕竟不仅仅是他们剑阁一个宗门 之前对方 连天舞殿和天眼宗都给得罪了 他还能说什么 难道让剑阁替他们出零食吗 怎么样 霸总太子爷 只有我们这边 出售进入人黄塔的名额 需要购买吗 苏南笑盈盈地看着对方 开口问道 这还是看在牧长老的面子上 才忍痛割爱 出售给你的 现在的名额 很紧张的 让出十几个名额 预示着我们就要 有十几名弟子 无法进入人黄塔 他说着 看了一眼旁边的穆倩兰 在他身后的穆梦瑶 差点笑出声 多少零食 林峰也实属无奈 人黄塔的第二轮 试炼马上就要开始 如果再不进入 恐怕会错过许多机缘 而且他还有误道茶 他已经幻想着 出来后 凭借误道茶 直接碾压冬域的这群土包子 一百万零食一个名额 你这么大的宗门 你这些失地的 肯定也会一并掏出来的吧 见到对方问价 他马上开口 并且给对方扣上了一顶高帽子 以他对对方的了解 说出这种话 为了在穆梦瑶面前装逼 自然不会说出 没有零食之类的话 我没有带那么多零食 身上只有五百万 林峰无奈地说道 那真的很抱歉 小本买买 该不设账 你看看 你身上有没有值钱的法宝 天才地宝之类的 来顶账也是可以的 当然 悟道茶除外 我们喝不起 说完苏南 还贴心地提醒了对方 悟道茶不要 扑齿 穆梦瑶实在没忍住 轻笑一声 感觉到自己失态 马上绷住了脸 你们带零食了没 咱们凑一凑 他无奈地看着身后的人 小声问道 师兄 我们来的时候 都没有带什么零食 我身上只有三万 我也是 只有五万 我只有一万 这群人满打满算 凑出来十五万零食 你看这个东西 值多少钱 林峰咬咬牙 从身上掏出一把赤红色长枪 枪身隐隐弥漫出一丝煞气 这个东西 都不知道是几手货了 上面都有划痕 你看这里 还有补漆 这里还缺了一款 苏南接过来 随意地扫了一眼 缓缓说道 什么补漆 苏南的话 他一句都没听懂 你就说值多少零食 这个东西 看在你的面子上 算你五十万零食好了 第五十九章 圣灵根 林峰也实属无奈 最终他和他的师弟们 将储物袋内 比较值钱的东西 都抵押出来 才凑够了一千万零食 看你的样子 也拿不出一枚零食了 剩下的人 我发发慈悲 就当免费送你了 总共十六个弟子 除了木梦瑶之外 其他的人全部都要花费 零食购买名额 林峰什么也没说 转身朝着传送入口而去 木梦瑶走了过来 从身上拿出一个储物袋 这是我的名额费用 对苏南眨眨眼 开口说道 还有 看着对方递过来的储物袋 他疑惑了一下 这个小富婆 难道随身携带了 几百万的零食不成 师妹 你的名额费用 我已经帮你出了 不必再给他 见到木梦瑶 从身上拿出储物袋 林峰连忙开口说道 这下师妹绝对能够看得清楚 谁才是对他最好的 看着对方收下了储物袋 鄙夷地看着对方 师妹怎么可能看上这家伙 竟然还想赚师妹的钱 心中恶狠狠地想着 我的名额费用 我自己拿 用不着你的 木梦瑶冷冷地说道 说完对苏南点点头 转身进入了人黄塔内 林峰还想说点什么 看到他离去的身影 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眼神中阴毒之色一闪而过 接着同样进入了人黄塔 当所有人都进入后 苏南看着手中的东西 这里的灵石一共五百万 剩下的这些法宝之类的东西 比这些只多不少 灵石我就留下了 其他的 你们两个宗门分一下 如何 将刚才林峰等人抵押的东西 拿了出来 放在建九州和宋志武的面前 苏阁主 说的客气了 这次只有你们天眼宗的人 没有弟子进入 本就应该归你们天眼宗 宋志武看着眼前的东西 并没有接 反而客气地说道 建九州同样点点头 一码归一码 这本就是我们三个宗门 一起拿下的传送入口 自然是要平分的 苏南直接将这些东西 递给了两人 不给他们拒绝的机会 这两人之所以不要 除了刚才说的原因之外 他们也是怕林峰背后的势力 建九州是心中最清楚的 不过如果他同意了这些人 免费进入 到时候恐怕另外两个东门以后 会将他排挤出去 苏南也自然知道 这两人的想法 直接将东西和这些人瓜分了 接着他拿出木梦瑶 刚给的储物袋 打开后 里面并没有零食 只有一个小纸条 欠你一百万零食 下次喝酒的时候 还给你好家伙 还是小富婆会玩 苏南将纸条收好 继续在这里售卖塔山 第二次的人黄塔试炼 持续了七天 里面的人才全部出来 不过这次大多数人 都从里面带出了一卷功法 然而林阶的功法 依旧是少数的 大多数都是黄阶的 即便如此 也让这些宗门开心不已 第二次进入的这些弟子 不论是天父还是悟性 都远远不如第一次进入的那些人 能够有这样的结果 还是多亏了红塔山的缘故 苏南则已经回到了清玄峰上 这里发生的事情 他是一点都不在意 塔林说 只有通过试炼的人数 达到了人黄塔开启的要求 人黄塔才是真正的开启 现在的测试 更像是败入宗门前的 资质测试一般 能够领悟出来功法 便代表着完成了第一关的考核 至于开启的时间 还不知道多久 系统 签到 苏南悠哉的靠在椅子上 签到成功 恭喜宿主 获得灵根等级加一 我靠 系统 我爱死你了 这次竟然这么大方 看到灵根等级加一 而不是灵根加一 连忙打开属性面板 原本的极品天灵根 此时变成了圣灵根 果然灵根还能升级 他一开就觉得 灵根不可能 只有极品天灵根 因为喝酒的时候 他的灵根经验还在增长 果然和他猜测的一样 接着系统的声音 再次响起 连续千到二十五天 解锁商品可乐 可乐 这玩意都出来了 苏南看着系统便利店的货架上 多出了一个商品 可乐 快乐肥宅水都出来了 他以为这种 是要通过矿泉水升级的 这玩意有啥用 难道也能增加 修为不成 心中疑惑了一下 点开整个商品的信息 可乐 售价701罐 250ml 我靠 你怎么不去抢 这玩意 实在太贵了 谁能喝得起 只有正常的一半 价格 却和二锅头 差不多了 而且系统 依旧什么作用 也没有说明 只有出售价格 对于新出的商品 他都比较好奇 有什么作用 不知道 喝了有什么效果 心中不禁好奇到 当即从便利店内 购买了一瓶可乐 购买可乐 花费700零食 打开可乐 吃的一声 泡沫也跟着出来了 迫不及待地喝上一口 竟然感觉到 寿源多了一丝 尽管不多 但是依旧感觉到了增加 我靠 竟然能够增加寿源 他习惯性地抽出一根烟 这是刚升级的力群 点燃抽了一口 和第一次抽塔山的时候一样 直接进入了顿物状态 他的灵石 再次向四周扩散 眼神中 多出了一丝明雾之色 被他积压在体内的修为 也在这根力群的影响下 已经完全压制不住了 到玄境中期的修为 开始缓缓提升 系统奖励的修为 不断被身体吸收 他的灵石出现了变化 整个天眼宗都被他的灵石笼罩在内 耳边有隐隐道明 在清旋风的上空 出现了一道莫名的力量 随着苏南的灵石不断上升 很快便接触到了这股力量 他的灵石竟然开始吸收这股力量 灵石在急速地壮大 宗门正在修炼的弟子 似乎受到了什么感应 纷纷抬头 看向上空 只见虚空中出现了一朵巨大的莲花 金色的莲花 莲花还未绽放 还只是花孤朵 随着苏南不断地吸收虚空中的那股能量 天空中的金色莲花 开始慢慢绽放 天眼宗境的最深处 如同一座雕像的老者 忽然睁开了眼睛 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缓缓起身 从境地内走了出来 归玄境气息 他有些疑惑 走出境地后 同样看到了天空中的金色莲花 道化金莲 这时有人即将突破归玄境 什么人 竟然敢在我天眼宗内突破 好大的胆子 看着空中的金莲 脸上带着一丝怒意 第六十章 太丑了 他本就是道玄境修饰 这种突破归玄境的意象 自然一清二楚 而他自己就是在 道化金莲这个境界过程失败的 之所以愤怒 是因为想要突破归玄境 除了需要庞大的灵力和悟性外 还需要气韵的加成 这人选择在天眼宗突破 必然是看中了他们宗门的气韵 此时正是这人突破的关键时刻 这名老者凌空而起 想要寻找突破之人 他的灵石覆盖整个天眼宗 但是依旧没有找到正在突破的修饰 只有天眼宗的弟子 抬头看着上空的金色莲花 只见空中的金莲 缓缓绽放 一半接着一半花瓣 绽放开来 竟然达到了五瓣 老者没有找到突破之人 看着天空中绽放的莲花 心中惊骇不已 这金色的花瓣 代表着人的天赋和悟性 如果说正常人 能够突破至归玄境 道化金莲 大概是三瓣 天赋越高 花瓣越多 他在突破归玄境的时候 同样是三瓣金色 对此他并不满意 想要将第四瓣凝结出来 结果他失败了 突破失败 根基受到了重创 从此无缘 再次突破归玄境 可眼前之人 竟然能够凝结五瓣花瓣 可见天赋之恐怖 正在他疑惑之时 金色莲花 再次凝聚出一瓣 六瓣 这人究竟是谁 我一定要将他找出来 我天眼宗数百年的契约 恐怕要被他一人吸收完了 看到凝捏出第六瓣的时候 这名老者 已经忍不住了 开始在天眼宗内疯狂寻找 如果这人不是天眼宗之人 等他突破完 恐怕天眼宗的气数也要尽了 他可没有听说天眼宗内 有道玄境的修饰 就连玄君朔 也才只是神玄境 七瓣 天空中的金莲 再次凝聚出一半 七瓣莲花 散发出一种莫名的契机 宗门内的弟子 看得如痴如醉 比他们西塔山的效果更加好 这股契机 让他们纷纷进入到了 深层次的顿悟中 老者此时已经彻底放弃了寻找 能够凝聚出七瓣金莲之人 恐怕就算是圣地的那些顶尖强者 也不过如此 即便自己找到了 恐怕也不是对方的对手 他现在只祈祷对方 给宗门内留一丝气语 正在他想着这些的时候 天空中的金莲 再次发生了变化 第八瓣花瓣 又开始缓缓凝结起来 速度非常之快 几乎眨眼间 第八瓣便已经成形 八瓣 老者咽了咽口水 目瞪口呆地说道 第八瓣出现的瞬间 虚空中的金莲开始凝聚灵力 庞大浓郁的灵力 缓缓落下 整个天眼宗都被笼罩在内 这种灵力带着一丝金色的光芒 灵力刚落下 便进入到了正在顿悟的弟子体内 老者也顾不上那么多 所有天眼宗的弟子 全部出来修炼 他的声音响彻整个天眼宗 天眼宗内 所有的长老 全部都去人黄塔那边 宗门内只剩下了弟子 据说要有大势力到来 宗门内的顶尖站里 早早过去 以防万一 不过苏南并没有听到 他此刻正在专心致志地进行突破 在他石海内 同样有一朵金莲 和虚空中的一模一样 看着只有八瓣的金色 忍不住撇撇嘴 太丑了 他印象中的莲花 最少也是十几二十多个花瓣 这八个花瓣 实在太丑了 于是他便开始了凝聚花瓣 第九瓣也开始成型 天眼宗的老者 此时已经说不出话来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人到画金莲的时候 能够凝聚出九瓣莲花 难道是某个地精大能转世 心中不禁疑惑道 第九瓣的出现 天眼宗内的灵气 已经浓郁到了可怕的程度 灵气再次误化 整个天眼宗被笼罩在内 所有在顿悟的弟子 修为不断地攀升 十瓣 老者已经彻底麻木了 他此刻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 苏南此时 打算凝聚第十一瓣花瓣的时候 系统奖励的修为 已经消耗殆尽 看着石海中的金色莲花 他很是不满意 太丑了 这莲花不要也罢 接着伸手便将金色莲花打碎 随着他石海中的金莲碎莲 天眼宗上空的金莲 也开始缓缓消失不见 所有的意象戛然而止 结束了 老者有些疑惑道 他没有化莲成功 所以并不知道 后面是什么样的场景 而苏南将金莲打碎后 金莲化作一团金色灵力 融入到了他的石海内 道玄境巅峰 此刻天眼宗上 雾化的灵气 开始朝着清旋风汇聚 难道突破之人在清旋风上 看着灵气汇聚的地方 不禁疑惑道 他也快步朝着清旋风而去 刚靠近清旋风 便看到一名青年 靠在椅子上 雾化的灵气 疯狂地钻入他体内 而这名青年 似乎睡着了一般 老者缓缓落下 并没有上前打扰 天眼宗的弟子吗 看着面前的青年 十分的好奇 这人正是苏南 灵气被吸收得差不多后 他也睁开了眼睛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伸了下懒腰 咦 大爷 你找谁 看到不远处站着的老者 苏南好奇地问道 这老者什么时候出现的 他都没有感觉到 我是玄格勇 天眼宗的太上长老 不知阁下是 他看到苏南的第一眼 便能感觉到 对方同样是道玄境巅峰 见过玄前辈 我是清旋风的风主 苏南 听到对方自我介绍后 他连忙行礼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天眼宗竟然还有太上长老 咱俩修为一样 不必这般称呼 玄格勇摆摆手 这个青年竟然真的是天眼宗的人 他脸上顿时露出了和蔼的笑容 宗门规则不能坏 苏南说道 咱们修士 达者为先 不必拒泥这些礼数 刚才是你在突破吗 为何现在还是道玄境 失败了吗 他再次摆手 并且将自己的疑惑问了出来 没有失败 只是我不太满意 便停止了修炼 不太满意 寻德勇有些猛了 是啊 刚才凝聚金莲的时候 只有十个花瓣 太丑了 而且灵力也不够了 所以我打算积攒一下 等下次重新再突破看看 苏南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太丑了 丑了 了 玄德勇脑袋翁的一下 停止突破 竟然是因为嫌弃花瓣太少 金莲看起来太丑了 这说的是人话吗 想当初自己为了凝聚出第四半 都差点把小命搭进去 最后还是失败了 货比货 得扔 人比人 算了 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心中突然冒出这么一个想法 第六十一章 苏南赠礼 嗯 挺好 挺好 玄德勇丹笑道 实在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 没想到李师弟的徒弟 竟然如此天才 看着苏南 夸赞道 他口中的李师弟 正是苏南的师父 清玄丰前任丰主 我看玄师伯也是到玄境巅峰 师伯怎么还没有突破 也是因为花瓣太少 太丑的原因吗 对方的修为他一眼便看出来了 到玄境巅峰 和他几乎一样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天眼宗竟然还有道玄境的强者 他印象中 他师父离开之前 好像是化神境后期 说是要去寻找突破机缘 嗯 差不多 差不多 既然没有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了 我的寿缘已经不多 要回去沉睡 只有宗门的生死危机才会出来 这次出来 是因为感觉到 有人在突破归玄境 马德 这个地方 一点都待不下去了 寿缘不多 苏南疑惑了一下 师伯 我这里有一样东西 或许对你有点效果 忽然想到刚才迁道 解锁的新商品 可乐 不必浪费了 普通增加寿缘的灵物 对我已经没有太大作用 他白白手 直接回绝了 已经吃过太多增加寿缘的药 身体本就已经油尽灯枯 是要三分毒 这几百年内 药物毒素堆积在体内 已经无力回天了 所以对方的话 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苏南从便利店便利店里 购买了一瓶可乐 递了过去 师伯 你尝一下 又不坏事 这是我最近研究出来的一种饮品 他自己心中也不清楚 有没有作用 毕竟他喝的时候 只感觉增加了一点点寿缘 聊胜于无 也罢 玄德勇也没有再拒绝 接了过来 这桩饮品的罐子 挺独特 手里拿着可乐 观察一番 教诲他如何打开 他直接一饮而尽 随着可乐进入体内 身体宛如干涸的土地 瞬间吸收殆尽 接着皱起了眉头 没有效果吗 看着对方的表情 苏南忐忑地问道 竟然真的能够增加寿缘 这一贯下去 竟然增加了将近十年的寿缘 玄德勇有些吃惊地说道 到了他这个程度 别说寻常药物 就算一些珍贵的灵药 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 身体已经对这些药物 产生了抗药性 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小小一瓶饮品 竟然增加了十年寿缘 好好 多了这十多年的寿缘 又能多守护天眼宗十年 玄德勇连说三个好字 能够看出此时激动的心情 有效就好 听到对方的话 苏南松了一口气 是不 既然对你有效 我这里还有一些 说着直接从便利店内 购买了十瓶 递了过去 一瓶十年 这些差不多能够增加百年的寿缘 只是他不清楚 可乐会不会也让身体产生抗药性 这么多 看着递过来的十瓶可乐 眼神中露出吃惊之色 这都是平时没事 随便炼制出来的 既然对师伯有效 就当试之孝敬师伯了 我还可以炼制 苏南没有提灵石的事情 这种将一辈子都奉献给宗门之人 他很尊敬 好好好 他再次连说三声好 也就是没有酒 不然高地也要和你喝上几杯 你这个东西 对于我们这些老家伙来说 实在太珍贵了 玄德勇已经激动的 有些语无伦次 酒 我这里有酒 听到对方说酒 苏南马上拿出一瓶二锅头 咦 这是什么酒 瓶子很独特 二锅头 还是原来世界的那种绿色瓶子 与这个世界的酒坛相比 确实比较奇特 苏南也没有解释 直接拿出两个酒杯 又拿出一碟花生米 放在桌子上 师伯 来尝尝 倒了一杯 递了过去 玄德勇也不客气 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嗯 这酒 他瞪大了眼睛 酒刚下肚 他就感觉到了一股奇异的力量 在体内游走 接着他之前突破造成的伤势 竟然有了恢复的征兆 此时他心中已经开始自我怀疑 他只是几十年 没有从禁地内出来 难道自己记错了 外面已经过了几百上千年了 怎么这些东西 他听都没听过 而且效果出奇的好 师伯 这酒如何 好酒 竟然能够修复体内的暗伤 甚至灵根都有一丝丝的提升 他将自己的感受说了出来 这种突破造成的暗伤 是突破时被大道反噬造成的 不可逆的伤势 没有想到 这看似简单的酒 竟然能够恢复他体内的暗伤 有效就好 师伯 来喝 苏南再次给倒上 他自己也喝了一杯 俗话说 烟酒不分家 随手拿出一包力群 习惯性地递了一根过去 这是 玄德勇有些疑惑地 开着对方手中的小木棍 苏南简单解释一番 教会对方如何使用 死 呼 一口下去 他整个人都梦了 一道旋而又旋的契机 出现在他的实海中 顿悟 这种感觉 他比谁都清楚 早些年的时候 有幸喝过一次悟道茶 也是这种感觉 只不过和现在这种相比 相差甚远 这种表情 苏南已经见怪不怪 这瓶二锅头 苏南只喝了两杯 剩下的全部被他喝完了 体内的暗伤 已经恢复了十分之一 而且 零根也获得一丝丝的提升 之前突破失败 借助刚才的烟 他感觉还能再试一次 再尝试突破一下 不过并不是这个时候 小家伙 今天多亏你的东西 天眼宗有你 真是我们天眼宗之星 玄德勇毫不吝啬地夸赞道 既然对师伯有效 我这里还有一些 师伯拿去 说着 再次从身上拿出十瓶二锅头 十包力群 这 他本想拒绝 但是这种东西 对他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每一样 对他都是至关重要 单单是二锅头 他就无法拒绝 师伯 这是我孝敬您的 有你在我们天眼宗作镇 我们才能安心地修炼 苏南看到对方的表情 连忙开口说道 如此 那我就后援收下了 这些东西 对我来说 确实有很大的用处 他也不再推辞 将这些全部收了起来 这点零食 对于苏南来说 完全不是事 仅仅在人黄塔那边卖名额 就赚了大几百万的零食 第六十二章 竟得打起来了 玄德勇接过苏南赠送的东西 两人交谈一会儿 他便离开了这里 差不多第三轮测试要开始了 应该去人黄塔那边看看了 对方离开后 苏南呢喃道 不知道这个人黄塔 究竟要开始几轮测试 从出事到现在已经半个多月了 其他地狱的势力 相信要不了多久也会出现 到时候 恐怕他们所负责的传送入口 会出现新的争夺 打定主意后再次朝着人黄塔那边去 玄德勇带着这些东西 回到了境地深处 外面的事情解决完了 是何人来我天眼中突破 一道沧桑的声音在境地深处响起 是咱们本宗的一名弟子 清玄丰一脉的人 玄德勇淡淡地说道 什么 咱们天眼中的弟子 他的话顿时让说话 只能大吃一惊 他道话今年是三半还是四半 连忙追问道 九半还是十半 我记不清了 玄德勇一脸淡定地说道 九半还是十半 你确定没有看错 这人的声音明显颤了一下 自然不会看错 那个小家伙天赋 是我见过最强的 哪怕是那些影视宗门和圣地的天骄 都无法比拟 好好 天佑我宗 听到对方的肯定回答后 这人语气十分的激动 哈哈 果然是我清玄一脉的弟子 即便是九半金莲 未来很有可能踏入地境 这时候 又一道苍老的声音 从境地内传出 我就说我清玄一脉 必定会崛起 这小家伙是谁的弟子 你可问清楚了 这道苍老的声音再次传来 嗯 这个我没有问 不过他没有突破成功 玄德勇将之前苏南突破的事情 简单地说了一下 太丑了 哈哈 好一个太丑了 有气魄 这小家伙有大气魄 要不是我们登进游窟 我都想出去看看这个小家伙 他们听到不突破的理由后 也是哈哈大笑 对方没有受伤 反而是他停止了突破 果然还得是我清玄一脉的人 这人的话语中 带着一丝得意之色 怎么感觉你的生命气息 变得浓郁了一些 最近有所突破 最开始说话的那位老者 只是随意一扫 便看出玄德勇的状态 哈哈 还是被师兄你发现了 那个小家伙赠予我一些东西 让我恢复了一些 玄德勇哈哈一笑 简单地将事情说了一下 什么 能够增加寿元呢 又一人开口 吃惊地问道 还多给了你一些 还有这种好东西 什么灵药 竟然对你还有效果 一瞬间 六七道声音从里面传出 接着几道身影 出现在玄德勇身边 是什么东西 拿出来我看看 一名头发全白的老者 率先开口问道 是说 你怎么也出来了 看到老者 他很是吃惊 别废话 快拿出来 让我看看是什么东西 我还能抢你的不成 白发老者吹胡子 瞪眼地看着他 呵斥地 他无奈地拿出一瓶可乐 就是这个东西 怎么打开 看着手中奇形怪状的瓶子 再次问道 是 玄德勇拉开可乐拉环 里面冒出许多气泡 这个真的能喝 看着里面不断出现的气泡 白发老者 心里有些打鼓 这种冒气泡的东西 真的不是毒药吗 我先替你们尝尝 不等对方回答 直接将这一小罐可乐 一饮而尽 果然如此 增加了将近十年的寿源 其他人都盯着白发老者 他忽然开口说道 就是有点少 巴达巴达嘴 有些意犹未尽地说道 德勇啊 那个小家伙给了你多少 听到白发老者的话 一位看起来骨瘦凌寻的老者 来到玄德勇身边 开口问道 三平 他犹豫了一下 缓缓说道 你确定吗 德勇啊 你从小就不会撒谎 每次你撒谎的时候 都会顿一下 师伯说得对吗 老者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呵呵地说道 尽管笑得很温和 可太过瘦弱 整个面部看起来十分的争鸣 好吧 师伯 瞒不过你 给了五瓶 玄德勇干笑着说道 德勇啊 当初被你师父赶出去 是谁替你说情 你不会忘记了吧 老者再次说道 师伯 真的只有六瓶 没了 不然你来搜 最终无奈 再次拿出一瓶 既然你已经喝过了 那把剩下的交出来吧 正好我们几个人还没喝 分一下 这位瘦骨临寻的老者 看到有六瓶 眼睛一亮 满意地点点头 这几人 除了刚才喝过的人之外 其他人一人喝了一瓶 他们的身体 在可乐的滋养下 生命气息开始浓郁起来 我刚见你进来的时候 嘴里叼着一根小木棍 是做什么的 一直没有说话的一位老者 看着玄德勇 忽然开口 师说 这个也是那个小家伙给我的 玄德勇剑瞒不住了 只好拿出六包一群 在这里 只有他的辈分最小 不然也不会让他出去 索性又把二锅头 也拿了出来 将使用方法 告诉了这些人 你是说这些东西的效果 比如倒茶 要好伤许多倍 其中一位老者 一脸不可置信地 看着面前的小木棍 不错 而且这个酒 还能提升灵根 甚至修复体内的暗伤 玄德勇将自己的感受 说了出来 所有人眼光灼热地 看着陆合力群 和六瓶二锅头 我们七个人 怎么分 总共只有六合 一位老者 看着眼前的东西 缓缓开口 我清玄丰的弟子 这些东西 按说应该都是我的 不过看在咱们师兄弟 这么多年的感情上 我拿两盒力群两瓶酒 剩下的你们平分 另一位老者 一副理所当然的语气 淡淡地说道 我配 还多年师兄弟感情 你还要不要脸了 还你清玄丰的弟子 你教过人家小家伙吗 当即有人反驳 直接开骂 对 你是怎么说出口的 还你清玄丰的弟子 我还天眼东曾经的掌门 这些应该都是我的 几位老者 跟泼妇骂街一般 互相吐口水 各种谩骂 接着开始动手 为了抢这几种东西 谁也不服谁 都想多分一些 于是 禁地内 传出轰隆隆的震动声 在禁地门口之 手的弟子感应到后 脸色一变 里面战斗十分激烈 他不敢进入查看 拿出一枚通讯令牌 发出一条消息 掌门 不好了 有人闯入禁地 已经打起来了 第六十三章 难道是副作用 玄军朔此时和众位长老 都在仁皇塔外 他们并没有打算再派人进去 之前获得的功法 已经足够多 都是在等待仁皇塔的正式开启 忽然 他感觉到储物袋内 传讯令牌震动了一下 掌门 不好了 有人擅闯禁地 已经打起来了 令牌中传出弟子急促的声音 他脸色一变 我们现在马上回宗门 出事了 对周围的长老传音道 发生什么事了 聂无七听出了对方话语中的交集 连忙问道 有弟子发来消息 宗门禁地被人闯入 已经打起来了 什么 不但是聂无七 其他长老都是脸色微变 剑长老 宋殿主 我们去去就来 他对另外两个宗门的人 简单的交代了一下 不等他们回话 一群长老急急忙忙的离开了这里 剑阁和天舞殿 露出了疑惑之色 仁皇塔外的宗门世家越来越多 一开始掌控传送入口的小型宗门 此时也被后来的势力抢了过去 好在天眼宗这边 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数十位长老占据在这里 再强大的势力也要掂量一下 俗话说 强龙不压地头蛇 中周过来的一些势力 都将目光放在了势力 稍微弱一些的宗门身上 这个时候 天眼宗全体离开 让这两个宗门 有些摸不着头脑 苏南此时正在往仁皇塔这边赶 数位长老刚离开没多久 他便到了这边 来到这里 并没有看到玄君硕和其他长老 疑惑地看了看四周 他刚这边 马上有人围了过来 苏阁主 你可算来了 苏前辈 你总算来了 等你等的花都谢了 苏前辈 可把你给盼来了 围上来的这群人 眼神火热地盯着他 让苏南心中一阵发毛 苏前辈 你的塔山 给我俩二十根 让让 我先来的 不要插队 马德 我昨天就到这里了 苏前辈上次离开后 我就在这里一直等着 你能有我早 苏前辈 给我来十根 一天不见 如隔三秋 苏南还什么都没有说 这群人就争先恐后地说道 甚至为了能够早些买到塔山 都开始互相骂骂起来 大家不要急 慢慢来 都有 都有 看到这些人 他心中一乐 难怪刚才看自己的眼神这么火热 原来是为了塔山 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林峰早在几天前 就已经从仁皇塔内出来了 他也算可以 通过了第一层的考验 至于获得什么品阶的功法 就不得而知了 当看到这么多修士 对苏南毕恭毕敬 十分的不爽 我当是谁 这不是从仁皇塔内 唯一一个带出人阶功法的人吗 林峰的话 被一些修士听到后 直接对了回去 什么情况 人阶功法 人皇塔一层内 不是说都是 临阶功法起步吗 听到人阶功法 马上有人来了兴趣 而林峰听到后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哈哈 不然说 这是个人才 进去的时候 还炫耀他有什么误道查 笑死了 也是多亏了误道查 不然恐怕连人阶功法 都无法领悟出来 真是厉害 哈哈 听到有人解释 周围人全是哈哈大笑 林峰眼神怨毒地看着苏南 他之所以领悟出来的是 人阶功法 确实跟对方有些关系 他体内被苏南留下了一道剑芒 每当他领悟功法的时候 这道剑芒便在他体内游走 打断他的思路 让他一直都无法尽心名神 这些人有一点没说错 多亏了误道查 才让他勉强通过了考验 和他一起进入的其他的弟子 在误道查的帮助下 最差也是黄阶功法 至于为何这些人是如何知道的 这就要说人黄塔了 后来他们才发现 当人从二层被传送出来的时候 获得什么样的功法 石碑便会闪烁对应的颜色 白色代表人阶功法 黄色则对应黄阶功法 以此类推 或许是第一次被苏南 带出了太多的灵阶功法 后面基本上都是黄阶功法居多 苏前辈给我来二十根塔衫 这里是四万枚零食 见到凌峰不说话后 这些人再次将苏南围了起来 给我来三十根 这是六万零食 这些一个接一个的 找苏南购买红塔衫 仅仅不到一刻中 苏南再次赚了大几十万的零食 这种十根二十根 买的都是少数 大多数散修 都是一根两根的买 还是塔衫舒服 这不比那个什么 误道查好几百倍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自从上次抽了 我这两天 已经突破了一个小境界 似乎就是这个位 爽 整个人黄塔外 出现了一个怪异的现象 大多数修士 嘴里叼着小木棍 吞云吐雾 而那些买不起的修士 则露出羡慕之色 二狗 你还记得不记得 咱俩三岁那年 你掉进粪坑里 是谁救的你 怎么突然提这件事了 看在我救你一命的份上 分我一根 我感觉已经到了突破的极限了 就差这一哆嗦 不行 我总共就买了两根 这还是从我前两天 悄悄把我爷爷的传家宝给卖了 才买了两根 我准备用这两根 冲击下一个境界 被称作二狗的人 直接一口回绝了 类似的事情 都在不断地发生 兄弟 借我一根 我马上就要进人黄塔了 等我出来后 我还你十根 不见 我自己都不够用 无奈之下 只好在这人身边大口的稀气 买不起 文文为总没人管吧 看着这群人 一脸享受的表情 苏南有些无语 这该不会就是升级了产品后的 副作用吧 难道这些人有烟瘾了不成 修士怎么可能有烟瘾这种东西 也不知道二国头 升级后 会不会也有副作用 苏南看着有些目瞪口呆 林峰自然也看到了这些人的行为 林师兄 他们嘴里叼的那个小木棍 真的比物倒茶还要好吗 一名弟子有些不解地问道 一群土鳖 连物倒茶都没见过 他们知道什么 林峰不屑地说道 师兄 要不咱们也去找他买两根 试一下吧 我看有些人真的进入到了顿悟状态 这名弟子指了指不远处的修士 有人紧闭双目 身上散发出一股奇特的气息 我们特么哪儿还有灵石满 他看着对方美好气地说道 第六十四章 真香 听到身边人的话 林峰气不打一处来 我跟你们说 谁也不准去找他购买这些东西 如果被我发现了 你们知道后果的 他实在丢不起这个面子 之前就和苏南闹得不愉快 这个时候 自己人再去找对方购买 他的面子往哪儿放 这名弟子点点头 什么也没有说 苏南这边的生意十分的火爆 不断有人找他购买塔山 今天坑了多少零食了 木梦摇走了过来 看到苏南打趣道 什么叫坑 我这叫为家人们谋福利好吧 他瞪了对方一眼 一本正经地说道 这还不叫坑 卖得这么贵 我都怀疑你的心是黑的 看着对方的表情 他嘴角上扬 似乎很喜欢看他赤扁 怎么贵了 哪儿贵了 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这么假 不要睁着眼睛乱说 我做生意很难的 这些修饰 应该找找自己的原因 这么多年了 有没有好好修炼 有没有努力赚零食 苏南义正词严地说道 你不当家 不知道柴米油盐贵 我每天起早贪黑的摆摊 一天下来 也才赚几百万零食 木梦摇嘴角一抽 好家伙 你听听 这说的是人话吗 也才几百万零食 看到这对方的脸 都想抽一巴掌 太牵走了 这么看着我 做什么 是想喝酒了吗 苏南看到对方 一直在看他 为使神差地问道 呸 你个灯徒子 木梦摇听到后 脸色一红 骂了一句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许多人都原地打坐 开始修炼起来 今天人黄塔又开启一次 第三轮的测试 谢谢你的东西 这是奖励你的 木梦摇随身拿出一枚玉剪 递给了苏南 这是 人黄塔内获得的 我总共获得了两枚 这枚就当是你的好处费了 苏南将预剪贴带眉心 天阶功法 再次吃惊 人黄塔第一层 能够领悟出天阶功法吗 你确定 这是人黄塔获得的 我说是就是 你有什么问题吗 见到对方质疑 木梦摇做出凶狠的样子 说道 好吧 你说是那就是 离我的梦想又进了一步 你什么梦想 被富婆包养的梦想 呸 灯徒子 哈哈 苏南忽然发现 逗逗他 也是蛮好玩的 也没有了之前那种冷冰冰的样子 我打算回天眼宗那边 要不要一起去喝酒 他再次开口 改天再喝酒 我晚上要去牧师说那里 木梦摇摇摇头 好吧 那改天有机会 一起喝酒 这次他没有拒绝 点点头 又聊了几句 转身离开了这里 天色已经黑了 苏南也不打算在这里过夜 天眼宗距离这里 也不算太远 刚离开这边没多久 就感觉到身后有人跟着 他的临时何其庞大 身后之人自然瞒不过他的感知 不过并没有急着识破对方 就这样慢悠悠地 朝着天眼宗的方向去 走了差不多半个多时辰 忽然停了下来 这位道友 跟了半天了 你要是打劫 麻烦你快点出手 不然我就到家了 停下来后 找了块石头 坐了下来 看向跟踪他的人的位置 有些兴奋地说道 他来到这个世界 还没有遇到过打劫的 难免有些兴奋 话音刚落 从身后的树林中 走出一位黑衣人 身上包裹的十分岩石 只露出两个眼睛 你这打劫一点都不专业 都跟了我一路了 也不见你动手 你这专业素养不行 白瞎你这套装备了 看到对方走出来 上下打量了一番 有些失望地说道 我不打劫 是来找你买东西的 黑衣人声音沙哑地说道 做生意 你早说 我以为是遇到打劫的了 白高兴一场 这下给黑衣人整不会了 为什么感觉对方有些失望 这人什么毛病 你要买什么 苏南也没有了追问的兴趣 直截了当地问道 这里是两万零食 我买十根塔山 黑衣人从身上拿出除物袋 递了过来 我以为多大的生意 才十根 也值得你跟踪我半天 接过除物袋 看了看里面的零食 随手递给对方十根塔山 以后找我买 可以大大方方的 不用这样尾随我 今天心情好 没有动手 不然我怕你没机会说话 苏南丢下一句 转身离开了 黑衣人接过塔山 也转身消失在了山林里 师兄 买到了没 在距离人黄塔不远处的一个山谷内 黑衣人刚进去 便有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急忙问道 买了 十根 咱们一人一根 这人说着 从身上拿出刚才购买的东西 分了出去 他解下脸上的面罩 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对林峰提议 买塔山的弟子 咱们在这里 抽了再回去 不然被林师兄 发现了 咱们就完了 他小心翼翼地提醒道 其他人点点头 来到这里的人 正好是十个人 一人一根 学着那些人的样子 点燃了口中的塔山 抽了一口 这东西果然比物道查好 难怪那么多人买 当即有人感叹道 是啊 没想到 竟然还有这种神奇的东西 也不知道 那人是从哪儿弄来的 这东西 比物道查好太多了 可惜我们林师不够 不然多买一些 正在他们感叹的时候 忽然一道身影 出现在他们面前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这声音下的几人 连忙起身 将手中的塔山掐灭 林 林师兄 林峰之前就发现 这几人不对劲 果然和他猜测的一样 师兄 你别生气 这个东西 真的比物道查好 你尝一下 有一人小心翼翼的 来到他面前 举起手中的半截 还着着的塔山 递了过去 我就算死 也不会抽的 林峰正色道 林师兄 你试下 真的比物道查好太多 我感觉我的瓶颈 都有些松动了 是啊 林师兄 那个人也不知道 是我们购买的 他都没认出来我们 有一人劝说道 林峰被说的有些心动 其实他也有些心仰 之前看到那些修饰的模样 他很想试一下 只此一次 冷喝一声 便接过了对方 递过来的半截塔山 吸了一口 师兄 你要是不满意 以后我们不买便是了 见到对方许久未说话 有人小心翼翼的问道 下次买的时候 多买一些 记得找其他人 帮我们买 我让宗门那边 弄一些零食过来 第六十五章 突破归玄境 苏南刚回到清玄峰 就看到玄军朔站在这里 似乎已经在这里很久了 苏师弟 你可算来了 看到对方回来 他急忙走了过来 师兄 发生了什么事了吗 今天我在那边 没有看到咱们宗门的人 看到对方急切的样子 苏南疑惑道 你那里的力群和酒还多吗 还有一些 怎么了 他不会在这里 就是为了要这些东西吧 心中有些不解 快 给我拿一些力群七盒 二锅头来七瓶 听说你那里有新产品 叫什么可乐 是不是 苏南一样拿出来十个 递给了对方 我只拿七个 其他的你留下 多少零食 到时候我给你 师兄这就见外了 这些本来也是 准备给你们准备的 趁着这段时间 再次提升一下 看到对方只拿了七个 把剩下的这些 也推了过去 不能多 只拿七个 不然还会打起来 玄军朔摇摇头 有些无奈的说道 打起来 发生什么事了 他有些疑惑道 师弟 你是不是遇到了太上长老 还给了他一些东西 之前在清玄峰上 确实遇到了 我看师叔受缘不多 便给了他一些东西 苏南点点头 将之前在清玄峰发生的事情 简单的说了一下 就是这些东西 玄师叔带这些东西 回到禁地的时候 里面的其他师叔伯 甚至还有两位始祖 为了这些东西打起来了 之前我收到弟子发来的消息 说有人擅闯禁地 我带着所有长老回到禁地后 发现是师叔伯 他们互相打了起来 到现在我都还没劝停下来 不知道你去哪了 只好在这里等你 好了 我先不说了 赶紧把这些东西送给这群祖宗们 不然禁地都要被他们先飞了 玄军朔对他解释完后 拿起东西便着急忙慌地离开了这里 苏南嘴角一抽 现在也明白 为何在仁皇塔外 没有看到宗门的人 将剩下的几样东西收了起来 今天又卖了将近百万的零食 系统升级二锅头 定 宿主花费两百万零食升级二锅头 升级成功 宿主获得新商品 六十三度至尊二锅头 保留之前二锅头成功 只是升级了一下度说 你就花了我两百万零食 听到系统的提示后 他忍不住吐槽一句 塔山只花费了一百万 便升级成了力群 这二锅头怎么回事 马德 这不纯纯坑爹的吗 宿主请不要质疑系统的商品 说完这句 再也没有了声音 六十三度至尊二锅头 售价八千零食一瓶 五百ml 我靠 你怎么不去抢 升级了一下 价格竟然翻了十倍 奸商 看着出售价格 苏南终于忍不住骂道 然而系统什么话都没有说 咬咬牙 从便利店内购买了一瓶新的二锅头 购买成功 花费八千零食 恭喜宿主 在便利店内消费达到十万零食 系统返回奖励 麻将一副 已经放入系统背包 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 麻将 什么鬼 听到系统的提示 疑惑了一下 打开系统背包 里面一个盒子 取出来后 打开果然是麻将 四个人打的那种 这玩意有啥用 拿起一张麻将 仔细端向了一下 并没有看出个所以然 等什么时候人 黄塔这边的事情结束了 可以找人玩玩 嘴里嘀咕了一下 再次放进了系统背包里 拿起刚升级的新产品 准备小酌一杯 想要看看这两百万零食 究竟花的值不值 新升级的二锅头 瓶身是淡蓝色的 刚刚打开瓶子 一股清香飘出 倒了一杯 一饮而下 酒刚进喉咙里 冰冰凉凉 带着一丝甘甜 然而随着酒进入到体内 仿佛是一团火焰 在他体内燃烧 在他体内爆发 之前的清凉 全部消失不见 强烈的灼烧感 让他额头开始冒汗 好似刚才喝的不是酒 而是喝了一口盐浆 痘大的汗珠 滴答滴答的 从脸上滴落 好在只持续了十几秒 这种灼烧感 慢慢退了下去 苏南感觉到 身体一阵轻松 随着身上的汗也蒸发 在他皮肤表面 留下了一丝丝灰色痕迹 轻轻动了一下身体 这些灰色物质 纷纷脱落下来 这是洗水 看着身上掉落下去的灰色物质 疑惑到 按理说 到了他这个修为 体内已经不会再有杂质 洗水 只针对于刚入门的修炼者 随着修为不断提升 灵力会不断地 冲刷体内的杂质 从地上捏起一片灰色杂质 有些搞不懂 不过 他并没有再喝第二杯 这种吞岩浆的感觉 他实在受不了 这也太烈了 至于排除体外的灰色物质 他打算阿天找其他人试一下 看看会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如果仅仅只是洗水 那和八百的二锅头 也没有什么区别 提升灵根品质 本就是洗水的一个过程 将酒放进了厨袋内 回到房间休息去了 半夜的时候 忽然感觉到外面灵气翻滚 苏南从梦中惊醒 走出房间 便看到天眼宗上空 出现了一朵巨大的金色莲花 这是突破归玄境 这种场景 他并不陌生 之前自己突破的时候 也是这种异想 谁突破了 他有些疑惑 正在疑惑之时 便看到虚空出现了一道虚影 这道虚影坐在金色莲花中 虚空中的灵气 疯狂朝着金莲涌来 金莲开始慢慢绽放 一瓣 两瓣 花瓣凝结的速度非常快 一眨眼的功夫 便已经凝结出了三个花瓣 随着灵力不断涌来 第四瓣也开始出现 接着第五瓣 也紧随其后 一道道玄傲的气息 从天眼宗内飘散出来 紧接着便钻入到了虚空中的金莲内 随着这道气息进入 第六瓣终于凝结成功 哄 金莲最终绽放开来 虚空中出现一道黑色裂缝 一道道金色的能量 从虚空中落下 大部分落在了金莲上 剩下的 则融入到了天眼宗的各个山峰内 苏南想要伸手触摸一下 这金色的能量 然而这些能量 直接从他的手掌穿透过去 看得见摸不着 恭喜师祖成功踏入归玄境 玄君朔的声音在天眼宗内响起 第六十六章 于朝到来 整个宗门都听得一清二楚 接着许多长老纷纷祝贺 恭喜师祖成功进入归玄境 哈哈 这都多亏了那个小家伙的东西 虚空中传出来一道爽朗的笑声 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 出现在众人面前 没想到我一个将死之人 竟然能够再次突破到了这一步 伸手抚着白色胡须 脸上露出感慨之色 那个小家伙在哪 带我去看看 话音刚落 这位老者便出现在了清玄峰上 在他身后的是玄君朔和数位长老 见过师祖 苏南连忙上前行礼 不必客气 老夫白礼容 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 白礼容摆摆手 面色和善地说道 多亏了你的东西 之前我听玄德勇那个小家伙说 你突破时 凝聚了石瓣精莲 又自己打破 理由是 嫌弃花瓣太少 太丑了 本以为夸张 现在看来他所说是真 他只是随意一扫 苏南便感觉全身被看透了一般 师祖谬赞了 我只是比其他人稍微幸运了一点点而已 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 听到对方的介绍后 他愣了一下 对方怎么信白礼 得了吧 你小子 别在这里得到便宜还卖乖 这次师祖能够突破 全是你的功劳 说吧 那你想要什么 对了 这里是师祖给你的零食 玄君朔嘴角一抽 看到对方那一副倩倩的样子 忍不住吐槽道 说着 将一个储物袋丢了过来 这是 他疑惑地打开了储物袋 好家伙 两百万零食 马德 合着都是一群土豪 就他自己一个穷逼 每天都为了零食 在努力地奋斗 这怎么好意思呢 苏南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是他的动作 是一点不拖泥带水 储物袋直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别在这里假惺惺了 这是师祖给你的 你也不用客气 给你你就收着 玄君朔实在看不下去了 瞪了他一眼 哈哈 这性格 我喜欢 不骄不躁 天眼宗还要靠你 白礼容笑呵呵的说道 他今天很是开心 多谢师祖 收下零食后 苏南连忙道谢 你有什么想要的 直接开口 即便是要当这天眼宗的掌门 也没问题 现在就让选小子退位 掌门就算了 我不是那块料 师祖到时候 就帮我宣传一下 咱们清旋阁的商品吧 到时候整个大陆的人 都来买我们的商品 等转够了零食 让咱们宗门的弟子 人人都是天骄 成为大陆第一宗门 苏南摆摆手 随口说道 师祖 你以为我没说过这个吗 你知道他怎么说的 苏南这家伙说 傻子才当掌门 对方还没说什么 玄军朔直接说道 哈哈 这小家伙和我的性格一样 当初我师兄 也是让我当掌门 被我直接拒绝了 傻子才当掌门 一天到晚操心不完的事 有这个时间 还不如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至于宣传清旋阁的商品 这个不用刻意说 许多老家伙 肯定闻这位就来了 白礼容满不在乎的说道 马德 这掌门是没法干了 合着你们都是聪明人 就我一个人是傻子 小的说也就罢了 这下老的也说 这是存心和他过不去了咋地 老念 要不你来当掌门 玄军朔看着旁边的聂无七 开口说道 傻子才当掌门 如果不是执法疯没有人接手 我连疯主都不想当 还是百里长空 那家伙鸡贼 直接甩手出去云游去了 聂无七一脸嫌弃地说道 百里长空 正是清玄峰的前任疯主 也正是苏南的师父 你们有谁愿意当掌门吗 我现在就可以退位让险 玄军朔顿时气节 看着身后的其他长老和封主 开口说道 众人纷纷摇头 甚至有几人表示 如果可以的话 请尽快选新封主 都想退位 玄小子 你就好好当你的掌门 刚才听说人黄塔出事了 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百里长开口问道 东宇这边大大小小的势力 几乎都到了 中州那边的大势力 最近几天应该也快到了 东宇这边的势力 还好说 我们和剑阁还有天舞殿联合 占据了一个传送入口 但中州那个大势力到来了 恐怕事情就变得没有那么简单了 说到这个 他也收起了笑容 严肃地说道 放心 中州不知道以前的那些家伙 会不会这次也过来 百里长嘴里呢喃了两句 师兄 你是说其他地狱的人 也快要到这里了吗 苏南开口问道 不错 应该这两天就要到来 最快的应该是中州余朝 玄军朔肯定地说道 人黄塔每一次的出事都带来了无尽的腥风血雨 这次恐怕也不例外 只是这次为何会出现在我们东宇 百里长嘴里呢喃了一句 回去吧 估计过不了几天 禁地内的几个老家伙 恐怕还会有人突破 师祖 这些你带回去 师叔吧 他们肯定用得到 见到要离开 苏南再次从便利店内购买了一批 对于他们用得上的东西 递了过去 对方没有犹豫 接过来拍了拍他肩膀 转身离开了 人黄塔外 第三轮的试炼已经结束 所有人都在期待 他的正式开启 忽然从远处飞来了一艘艘的非洲 这些非洲的速度极快 几乎眨眼间 便出现在了人黄塔的上空 每一艘非洲上 都有一面巨大的旗帜 旗帜上只有一个大大的 于字 这是中洲的于朝之人 有人认出来了到来之人 于朝 许多东狱之人 第一次听说于朝 他们许多人 一辈子都没有出过东狱 自然对这些不是很清楚 没错 其他地域都是宗门 只有在中洲势力最大的 不是宗门 也不是圣地 而是一个传承数万年的皇朝 于朝 传闻万年前 于朝出现一位地境强者 斯难道说 现在这位地境强者还在吗 有人好奇地问道 应该早已经作画 即便是地境强者 也不能永生 不过即便是已经作画 但是于朝依旧是中洲最强的势力 没有人敢招惹 这几人的对话 让周围的人倒吸一口冷气 第67章 这个东西来得很 于朝的到来 让许多势力紧张不已 毕竟这种庞然大物的到来 必然会参与争夺 这里的势力 哪怕是东狱神秘的墨家 脸色都有些微变 整整十艘非洲 悬停在上空 下面的人 莫名有一种压迫感 庞大的非洲 缓缓降落下 当距离地面 还有二十多米的时候 停止了下落 一艘非洲 有将近五十多米长 非洲上面 有一层淡蓝色的光幕 随着非洲停止下落 这道淡蓝色的光幕也缓缓消失 一位身着明黄锦袍 头戴金冠 玉带束腰 面容极其俊美的男子 从非洲上走出 虚空站立 皱着眉头 朝四周看了看 在他身旁是一位 身着墨色长袍 手持一把折扇的男子 年纪与他相仿 同样十分的帅气 在他身后 则是十多位身穿 墨色甲皱的侍卫 这些人的身上 散发着淡淡的煞气 这是于朝二皇子 于书 这位二皇子 十八岁便踏入了化神境 二十岁的时候 正面击败一名神玄境初期强者 是整个大陆上 最年轻的化神境强者 当之无愧的中周 第一天才 于书刚出现 下面就有人认了出来 周围人再次被震惊到 他身边那位男子 罗紫棋 中周穷华圣帝的圣子 传闻他的天赋 不比二皇子差 同样早早便跨入化神境 至于现在的实力 不得而知 只是没有想到 穷华圣帝竟然和于朝的人 同坐一艘非洲 这两人的出现 引起的一阵骚动 圣帝圣子 于朝皇子 这两人身后的势力 极其庞大 至于其他的非洲上 则是一些天赋极高的年轻人 看来 这是中周的最强势力了 一些散修看着于朝的人 咽了咽口水 这些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异常强大 皇兄 那边那个是仁皇塔吗 正在这些人 小声讨论的时候 忽然从非洲上 跑出一名少女 看起来只有十几岁 小丫头 你终于舍得出来了 我以为你要等我离开 才会自己出来 于叔看到少女后 没有丝毫的意外之色 淡淡地说道 皇兄 你早就发现我了吗 少女听到她的话 脸上露出吃惊之色 我藏得那么好 怎么会被发现呢 嘴里小声的嘟囔道 既然来了 就跟在我身边 不要到处乱跑 于叔宠溺地摸了摸她的脑袋 宠溺地说道 不要摸我脑袋 长不高了 少女摇晃了一下脑袋 撅着嘴 不满地说道 我才没有乱跑 别总是一副大人的样子 你也就比我大鸡碎而已 整天跟父皇似的 像个小老头 于兄 我就说早点让小丫头出来 你偏说要让她吃点苦 罗子齐看着少女 打去道 好啊 皇兄 原来你早就发现我了 却不肯早说 害我在非洲上饿了好几天 听到对方的话 少女气鼓鼓地看着于叔 不满地说道 父皇本意就是不让你来 你偏偏要来 不吃点苦 你怎么会知道 外面世界的危险 哼哼 再也不理你了 说完少女气鼓鼓地 把头扭到一边 于叔无奈地摇摇头 于兄 这人黄塔 十二个传送入口 我们如何行动 是否要占据一个 罗子齐看着这些传送入口 问道 现在不急 咱们等等看 传闻人黄塔会 经过十轮的测试 才能够正式开启 看现在的情况 只是开启了三轮 现在没必要 占据传送入口 毕竟这边是冬域 如果强行占据一个 传送入口 恐怕会引起 整个冬域之人的不满 人黄塔没有正式开启前 我们不必树立 如此多的敌人 他摇摇头 直接否定了对方的提议 按照古书上的记载 十轮测试 一次进入两千人多人 十次便是两万多人 我们这边 也不过一百多人 到时候借他们的入口 进去拿个名额就行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其他地域的人 也应该很快就要到来 到时候必然会有一番争斗 现在不宜得罪这些人 于叔把自己的想法 说了出来 罗子齐在一旁听着 点点头 对身边的一人吩咐道 吩咐下去 谁也不准去人发生冲突 现在应该还在测试中 等下一轮开始的时候 我们去找他们交涉一下 是 接着从非洲下来的人 找了块空地 聚集在一起 并没有马上去传送入口处 罗兄 咱们也在这边转一下 东宇这边 我还是第一来 所有人都安顿好后 于叔提一道 正有此意 两人一拍即合 正准备离开 一位身着墨色甲州的侍卫 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殿下 不好了 公主不见了 这人单膝下跪 有些忐忑地说道 不碍事 小丫头 指不定又去哪封了 放心 等下我去找她 于叔摆摆手 示意对方不必担心 之所以不担心 是这丫头身上带的宝贝 连她这个皇子 都羡慕得不行 这些保命法宝 即便是遇到到玄境的强者 都要让对方脱层皮 这边的修饰 与我们中周有些不同 你看他们那边都在排队 是在做什么 打发走侍卫后 两人在人黄塔外围这边 随意地走着 忽然看到不远处地方 一群人站在那里 似乎是在排队 他有些疑惑地问道 咱们过去看看 罗子齐也发现了 这些人的异常 有些好奇 两人绕到旁边 看着他们排队的正前方 在这些人排队之人的前方 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 前方是一位青年 在青年的旁边 插着一根旗杆 上面挂着一面旗子 祖传塔山 一发入魂 这是什么意思 两人十分不解 这位道友 你们在这里排队做什么的 虞叔有些好奇地问道 自然是买苏前辈的东西 这人看了看两人 回答道 显然也认出了 这两人的身份 苏前辈 你是说前面那位青年吗 对 好了 不说了 终于快要轮到我了 正在两人 还要再问些什么的时候 前面排队的人离开后 这人连忙往前走去 罗兄 你知道 这个塔山是什么吗 罗子齐摇摇头 显然也是第一次听说 两人并没有插队 只是有些好奇地 看着这些人 没过多久 排队的人都买完了 苏南满意地 看了看今天的收获 正准备回天眼踪 这位 前面 你这里卖的是何物 虞叔本想喊道友 但是感应了一下 对方的气息 根本看不透对方 于是改口 询问道 两位道友 来一个吗 这个东西逮得很 第六十八章 我皇兄能吃两斤 面前的青年 与他的年龄相仿 但是却感应不到 对方的修为 除非超过他两个大境界 与罗子齐对视一眼 同样在对方眼神中 看出了一丝凝重之色 苏南自然认出了 这两人的身份 之前于朝到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赶了过来 周围那些修士的话 他自然也听得一清二楚 看到这两人 来到自己这边 直接开口说道 前辈 这是何物 我关刚才 许多修士都在这里排队 看着对方手中的小木棍 于叔有些疑惑 你看他们 苏南指了指不远处的 一些修士 他们盘膝而坐 嘴里叼着小木棍 正在打坐修炼 从他们的身上隐隐透出一丝玄妙的气息 这是 顿悟 他瞳孔一缩 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如果一个两个进入顿悟状态 他还能理解 毕竟每个人的机遇不同 但是成群成群的人 集体进入到顿悟状态 他从来没有见过 就算是他们余巢 这些皇子 天天喝的都是悟到茶 也不可能如此迅速的 进入到顿悟状态 有些不确定的说道 眼光不错 他们正是在顿悟 苏南点点头 回答道 就是这个小木棍 能够让人顿悟吗 罗子齐看到一人 嘴里叼着小木棍 正是他们之前询问的那名散修 刚还和他们说话 结果现在就已经进入到了顿悟状态 如何能让这两人不吃惊 怎么样 要不要来两根尝尝 他拿出两根塔衫 朝对方两人递了过去 继续说道 一根只要两千零食 不过就是一顿花酒的钱 两千零食一根吗 于书接过来 拿在手里仔细观察一番 但是却什么都没有看出来 不错 是不是很划算 两千零食你买不了吃亏 两千零食你买不了上当 呃 苏南的话 直接给来两人准不会了 这叫什么话 什么叫两千零食买不了上当 如果真如前辈所说这般效果 两千零食当真不贵 说着他从身上拿出四千零食递给了对方 好了 谢谢老板 苏南接过零食 脸上露出职业笑容 前辈 这个该如何使用 于书学着其他修饰那般 两根手指夹起来 询问道 从这边点燃 然后吸入便可 他从身上掏出一根立群 来了一个现场教学 两人有模有样的学着他的动作 死 呼 这二人眼睛一亮 随着一口烟进入体内 整个石海便出现一种空灵之感 这是进入顿悟的前兆 是不是没有骗你们 看到两人的表情后 苏南开口 缓缓说道 此物当真神奇 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神奇的东西 罗紫棋赞叹道 确实十分神奇 这比我在皇宫内喝的悟到茶效果好太多了 两者之间根本是云泥之别 于书也感叹了一句 这东西是前辈自己锁链之吗 他再次开口问道 不错 整个大陆仅此一家 别无他寻 苏南点点头 仅仅这种顿悟的感觉 就让两人陷入无法自拔的状态 不知前辈是否还有 给我来十根 我也在买十根 两人同时开口 师叔 皇兄 正在苏南准备给这两人拿塔衫的时候 忽然两道声音传来 扭头一看 是玄灵威 在他旁边还有一位少女 看着少女的穿着打扮 应该是于潮之人 玄灵威和这位少女的年龄相仿 小丫头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手里提着的是什么 看着对方手中 提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有些好奇地问道 雪儿 你刚跑哪儿去了 侍卫说找不到你了 我正打算去找你 于书看到少女后 开口问道 这就是我师叔 我跟你说 我师叔比你什么皇兄帅多了 玄灵威没有回答苏南的问话 反而转身 看着和他一起走来的少女 炫耀地说道 我皇兄才帅 追他的女子 从我们皇宫 能够排到你们东狱 被称作雪儿的少女 同样仰起小脸 愣着对方 开口说道 如果单纯比外貌 他和于书是两种不同的气质 苏南属于那种酷酷的帅 而于书则是那种 白皙俊美类型的 我师叔修为高 你皇兄肯定没有我师叔厉害 不知道有多少女子 看到我师叔后 都得了相思病 他瞥了一眼于书 再次开口 我皇兄化神境 就敢打神玄境强者 一巴掌 能把神玄境强者拍死 少女同样瞅了一眼苏南 不过他自然看不出 苏南的修为 我师叔一个人 敢单挑一个魔教 里面都是神玄境强者 我师叔吹一口气 就把他们吹得魂飞魄散 玄灵威气势 一点也不弱于对方 甚至语调 都比对方高了一些 我皇兄敢骂到 玄境强者 一骂一群 少女丝毫不让地说道 这把苏南给整不会了 好家伙 小丫头 谁教你的 虽然说他现在 打神玄境强者 这俩丫头难道认识 两个小丫头 都是争强好胜之人 针锋对卖忙 谁也不让谁 燕淑在一旁 也听傻眼了 嘴角一抽 有些无语 他什么时候 骂到玄境强者了 还一骂一群 这丫头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师叔敢打到玄境 一个人打一千个 玄灵威再次开口 得意地说道 苏南 这位少女停顿了一下 脸上十分的不服气 但是 似乎他知道的最高修为 只有到玄境 我皇兄敢吃屎 看到对方得意的样子 少女忽然想到了什么 再次开口 大声喊道 燕淑 我皇兄还能吃两斤 玄灵威顿时期节 正准备说话的时候 苏南伸手 直接将对方的嘴巴给捂住了 小姑奶奶 别瞎说 你师叔我可不敢 我没这个本事 哈哈 说了吧 你师叔肯定不敢 我皇兄就敢 哼 跟我斗 你还能了点 看到对方被捂住了嘴巴 少女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我不敢 死丫头 你赶紧闭嘴 虞叔脸上已经出现了黑线 一把将少女拉到自己身边 同样捂住了对方的嘴 嗯 红 黄 昏 凶 少女想要挣扎出来 但是嘴巴被死死地捂住 只能发出嗯的声音 第69章 密谋 两人同时捂住两个小丫头的嘴 对视一眼 眼神中闪过一丝尴尬之色 把一旁的罗子棋 给看得有些蒙圈了 虞兄 雪儿刚才 你闭嘴 虞叔瞪了对方一眼 他马上闭口不言 但脸上的表情 却出卖了自己 你最好不要笑出声 好的 虞兄 我紧来 罗子棋心中早已经笑开了花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不苟言笑的二皇子 如此表情 明显 是被小丫头的话 整破房了 我妹妹 有些不懂事 刚才瞎说的 虞叔尴尬地看了看一旁苏南 指了指旁边的少女 干笑一声说道 明白 我理解 苏南点点头 心中庆幸 还好没有让玄灵威 这个丫头说出来 不然丢人的就是自己 谢谢 他感激地看了对方一眼 我们还有事 就不在这里打扰了 说完就要拉着少女离开 然而 少女却找准时机 正开了对方的束缚 我刚才赢了 你师叔不敢吃 我皇兄敢 手下败将 眼神挑衅地看着 对方的玄灵威 开口说道 谁说我师叔不敢 我师叔 苏南刚把手从他的嘴上拿开 他马上就要反驳 结果他的嘴巴 再次被捂上了 不好意思 前辈 舍妹从小被宠坏了 多有打扰 这次于叔不给少女说话的机会 直接带着对方便离开了这里 罗子奇对苏南行礼后 跟着二人离开了这里 师叔 你干嘛一直不让我说话 看到几人离开后 玄灵威有些不满地说道 小丫头 你要多说两句 你师叔我以后就没脸见人了 苏南美好气地说道 接着看到对方手上提着的黑乎乎的东西 好奇道 你手上拿着的是什么东西 上次师叔给我做的那个叫花鸡 特别好吃 这几天师叔白天一直在这边 我已经好久没有吃不好吃的了 就想着自己学着做一下 玄灵威将手上黑乎乎的东西 放在他面前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这是灵真鸡 你不说 我还以为是一块碳 苏南有些无语地看着对方 你是怎么和那个小丫头吵起来的 哼哼 我本来正在做叫花鸡 都是他打扰了我 不然早就做好了 而且还说 我不会弄 说什么他家的厨子 做的才是最好吃的 我当然不服气 师叔做饭才是最好吃的 接下来的事情 他都不用想 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两人谁也不服谁 都是十几岁的小丫头 从小被宠溺坏了 互相攀比起来 恰巧于书正在他这里 两人都背锅了 好了 走吧 回天眼踪 师叔给你做好吃的 苏南说完 带着玄灵威 飞离了这里 爹 你试下这个东西 绝对比我们的污道茶 好上不止一个档子 中州的某个神秘宗门的大殿内 一名中年男子和一名青年 青年从身上掏出一根塔山 递给了老者 哦 这是个什么东西 中年男子接过对方递过来的塔山 拿在手中 仔细打量一番 却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之处 爹 这个是在冬域那边带过来的 整个冬域的人 花零食就能够买这种东西 两千零食一根 别小看这个东西 可以让人瞬间进入到顿悟状态 青年不是别人 正是凌峰 他尝试过塔山后 便带了一些 再次从剑德的传送阵传送的回来 这次回来的目的很简单 他打不过对方 但是不代表他尸门中没有人 凌峰将使用方法告诉对方 接着自己也点燃了一根 中年男子点燃后 深吸一口 顿时感觉到了其中的玄妙之处 连忙开口问道 这东西果真神奇 是出自何人 这个是天眼宗的一个封主出售的 我暗中调查过 这个东西 应该是 他自己炼制而成 至于这中间是什么东西 便不得而知了 他从抽了第一根塔山开始 就已经让人在暗中调查 甚至还收买了两名天眼宗的弟子 从他们的口中得知了这个消息 天眼宗 倒是听说过这个门派 中年男子 嘴里嘀咕了一句 爷 咱们派人将他抓回来 岂不是直接控制这种东西的产量 到时候 咱们宗门必然会成为天元大陆第一宗门 这个东西 对于我们修士 太过于重要了 凌峰接着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对方什么修为 他开口问道 对方的提议让他有些心动 这个东西 对他来说 十分的诱人 刚刚只是抽了几口 就隐隐要进入顿物的感觉 比我强一些 最多是神玄境修为 他们宗门我也调查过了 没有高手 那些长老和封主 都是化神境和神玄境初期 不足为虑 我们也不必和整个天眼宗为敌 只要将其抓住 从他口中问出这种东西的炼制方法便可 凌峰再次说到 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狠辣之色 对方不但坑他 竟然还敢和他抢女人 他现在已经开始幻想 抓回来苏南 从对方口中得知了炼制塔山的方法后 如何折磨对方 让对方求生不能求死不成 中年男子脸上有些犹豫之色 虽然他也很心动 但是两地狱之间距离太远 即便是有传送阵 但也只是让一些修为 低一些修士传送过去 真正的强者 无法使用这种小型传送阵 我看到有其他门派 也在打天眼宗的主意 我们应该先下手 不然到时候 会被别的势力抢先一步 获得了炼制方法 反而长大了 比为富想的周到 这样 我让01和03与一同前往 记得不到必要的时候 千万不要与天眼宗作对 中年男子听到他的话 有些心动 打定主意后 接着说道 天眼宗虽然与我们宗门无法相比 但是在东狱 那是他们的地盘 事情闹得太大 到时候无法收场 爹 你放心 我知道怎么做 凌峰自信地说道 正如凌峰所说 中州过去的势力 几乎都在暗中联系他们的宗门 甚至已经有不少人 已经将塔山带了回去 这种东西的出现 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 对于修士来说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有诱惑力了 第七十章 暗流涌动 墨家 家主 这个东西 你认为如何 墨家大厅内 一名老者 手中同样拿着一根塔山 冒着屡屡白烟 旁边一人开口询问 这种东西当真神奇 第一次见到这等奇物 是什么人在出售 天眼宗的一位丰主 至于对方从何处所得 我们并不清楚 据我推测 应该是他自己炼制而来 不然不会在人黄塔外 如此大规模的出售 你有什么想法 家主 要不要派一些人过去 将其抓回来 问出他的炼制方法 先静观其变 恐怕不止我们 一家势力盯着对方 应该有许多势力 都将目光放在了 这位丰主身上 那如果有人截足先登 我们岂不是竹篮打水 强行抓回来逼问 是下策 你如何能够保证 对方说的是正确的炼制方法 我们只静观其变 必要的时候 给予对方一些帮助 家主 这是何意 这位丰主 先不说修为如何 他敢如此大张旗鼓的售卖 定然考虑过这种后果 现在恐怕已经有诸多势力 盯上了他手中的此物 你要知道 锦上添花 如何比得上雪中送炭 属下明白 我这就去安排 叫上几名祖老 即便人黄塔没有什么收获 有这个东西 不比人黄塔的机缘差 是 属下告退 非龙渊 宗主 这种东西 对于我们来说 十分重要 如果能够获得此物的炼制方法 必然能够让宗门实力 获得大幅度提升 你安排人下去 先不要急着动手 隔岸观火 才是上策 是 各个势力 都有着相同的方法 这种东西的出现 直接打破了物道查的垄断 没有境界要求 任何境界都能使用 能够让人瞬间进入到顿悟状态 这种东西 比外挂还要强 这让他们如何不动心 不过大多数势力都在观望 谁也不想当这个出头鸟 东宇的其他势力 更是不敢轻举妄动 天眼宗的实力 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个庞然大物 人黄塔外 表面看风平浪静 私下去暗流涌动 清旋风上 系统 千道 定 千道成功 宿主寿命加一年 苏南伸了个懒腰 从屋内走出 此时已经中午了 日常千道过后 直接坐在了 晒起来太阳 一道长虹 从远处飞来 一道人影 落在了清旋风上 是数天没见的沈兴月 兴月 拜见苏师叔 看到苏南靠在椅子上 他走到面前 行礼道 沈师侄 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里了 他打去道 师叔 我刚闭关出来 听师父说 人黄塔出事 我想去试一下 师父说去人黄塔 可以来找师叔领一样东西 沈兴月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师侄原来一直都在闭关 我说 最近怎么没见到 来我这里蹭反 苏南呵呵一笑 最近因为一些事情 闭关了一段时间 他有些无奈地说道 使用方法 你应该知道 进入后 变点燃 会让你进入到顿悟状态 他也没有多问 从身上拿出两根力群 递了过去 多谢师叔 沈兴月接过力群 连忙道谢 走吧 我也正好要去那边 我带你过去 苏南看了看时间 差不多了 今天的摆摊生活 还是要开始的 之所以如此 每日都不间断地去那边出售塔山 是为了做一个实验 最开始塔山升级后 原来的塔山增加了一个副作用 现在就是为了确认一下 这个副作用究竟是不是烟影 如果这个副作用 真的是烟影 那接下来就好玩了 毕竟是系统给赋予的副作用 恐怕就算是天道 也很难将这个副作用消除 现在就好似在养宠物一般 只不过 他养的是人黄塔外的一些修饰 每天定期投喂一些食物 这么做 他也是有自己的打算 之所以敢如此大张旗鼓地售卖 自然考虑过各种后果 商品没有升级之前 他还没有计划 如此大量的出售 但是升级后 则不同 并且为了做实验 他每天都会推施一些时间过去 从最开始的早上去 到现在的中午去 这么做 就是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测 随手一挥 将沈兴月托起 化作一道长红 朝着人黄塔那边去 苏前辈怎么还没有来 是啊 按照以往的时间 苏前辈应该要来了 为什么还没到 早知道昨天多买两根了 我很快就要突破了 感觉现在的我 强得可怕 谁说不是啊 这塔山太上头了 完全抵挡不住顿物的诱惑 估计苏前辈快到了 咱们都排好队 争取给前辈留个好印象 对对 苏前辈看到我们如此 明天定然会准时到来 人黄塔外 许多修士已经自觉地排起了队伍 都在等待着苏南的到来 这群排队的人中 还有余叔昨天被那丫头给闹的 忘记找前辈买塔山了 余叔有些懊恼地嘀咕道 昨天本来打算买十根的 结果他妹妹的出现 把这件事给忘记了 昨天只抽了一根 让他有些意犹未尽 二金兄 你太不厚道了 竟然自己偷摸 来这里排队 都不喊我一下 旁边传来一道声音 将他的思绪打乱了 来的人正是罗紫棋 看到对方后 脸上露出了一丝无奈之色 两人的关系特别好 不然给他十个胆子 也不敢拿这个开玩笑 滚 你要再敢说这个 现在就把你给灭了 听到对方的话 他冷声说道 哈哈 不提这个也行 不过我有个条件 说什么条件 你把你排队的位置让给我 昨天的事 绝对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罗紫棋眼珠一转 不怀好意地说道 那你还是说吧 虞书淡淡地说道 你作为虞朝的二皇子 说好的尊严哪去了 正在两人互相语言攻击的时候 一道长虹出现在上空 这边排队的人 目光全部朝着空中看去 是苏前辈 苏前辈来了 快排好队 我的塔山 终于要来了 第七十一章 玉玺 苏南刚来到这边 许多修士已经围了上来 苏前辈 你终于来了 没有你我都快活不下去了 你恶不恶心 我鄙视你 苏前辈 你就是我的神 给我来一盒 你挤什么 没看到苏前辈都已经来了吗 谁都有份 他被周围这些修士的眼神 看得有些发毛 好像小姑娘 被一群流氓盯着一般 大家久等了 不要紧 各位有序地购买 此时人黄塔外 人越来越多 很多人并不是为了人黄塔而来 这里的大多数人 已经超过了人黄塔 进入的年龄限制 他们来到这里 则是专门找苏南购买塔山的 自从人黄塔开启后 许多修士尝到了塔山的甜头 有的人仅仅这几天便突破了一个境界 就这样 一传十 十传百 越来越多的人 知道了塔山的存在 这也是为何 人黄塔外的修士越来越多 不管是散修 还是宗门的人 都是在这里等 塔山已经成为了重要的资源 短短十几天的时间 有不少人获得了巨大的提升 甚至一些中小型宗门中 出现了神玄境的强者 这让他们更加的疯狂 这次足足售卖了将近一个多时辰 叮 便利店消费达到十五万 系统返还三十年修为 叮 便利店消费达到二十万 系统返还三十年修为 系统的提示音响起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了 仅仅一个时辰 就获得了六十年的修为 苏南脸上露出喜色 越来越多的势力来到人黄塔 也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塔山的效果 就连渔潮和穷华圣地的人 也来这里购买 可见这种东西的影响力 今天的售卖结束后 他并没有直接离开 反而在这附近转悠 一直等到天黑了 他才慢悠悠地离开这里 只是这次 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遇见飞行 而是选择步行回去 天色越来越黑 路过一片森林的时候 已经伸手不见五指 周围安静地可怕 只有偶尔几声野兽的吼叫声 沙沙沙 苏南悠闲地漫步在夜色中 时不时地抬头看着茫茫星河 嘴里哼着小曲 心情很是不错 你们还不出现 我可要出了这个森林了 他头也没回 淡淡地说道 花音落下 没有任何回应 似乎是在自言自语 接着又走了一段距离 距离森林的边缘 已经不到五十米了 你们确定还不动手吗 那我可要走了 他再次开口说道 既然已经发现了我们 那就乖乖束手就擒 免受皮肉之苦 花音刚落 在他前面出现了四道身影 四人身着黑色镜装 浑身遮得严严实实 只露出一双眼睛 胸光闪烁 其中一人声音有些沙哑地说道 你们这些人 一点都不专业 我都提醒你们好几次了 现在才出来 有没有一点专业素养 我还刻一找 比较容易被偷袭的地方 你们都没有出手 丢人 你们是我见过的 最差的一群劫匪 苏南对于这四人出现 脸上没有露出 任何意外之色 也无惧色 对四人教育起来 这四人有些无语 特么的 到底谁来偷袭谁的 好了 既然你们出现了 那就动手吧 我也不问 你们是谁 就你们这种脑子 估计也不是什么大势力派来的 见到四人不说话 他再次开口 找死 其中一名黑衣人当即出手 手持长刀 速度极快 朝着他的面门而袭来 在空中留下了一道道的残影 苏南轻轻侧身 攻击落空 啪 在闪声的同时 他一巴掌抽在了这人的脸上 砰的一声 刀飞了出去 咔嚓 一颗参天巨树 直接被撞倒了 接着便没了声息 不知是死是活 老三 为首的黑衣人大声喊道 然而那边却没有任何回应 一起上 剩下的三人见状 纷纷拿出武器 顿时感觉到 周围的灵气变得有些狂躁起来 其中一人 手中的长刀 发出淡淡的白芒 化神镜 三道白色刀芒成品自行 对着苏南的要害来 绝灵震起 另一人手中拿着一颗淡蓝色的珠子 往空中一抛 一道道复杂的符纹 凭空出现 苏南感觉到周围的灵气 正在急速消失 仅仅几个呼吸 他周围已经没有了一丝灵气 这人再次拿出一颗血红色的珠子 再次抛向空中 血煞锁魂阵 起 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他的双手手势不断变换 在苏南周围的 开始弥漫血红色的雾气 两道血红色的光芒 直冲他的尸海 正在这时 一道身影从上方出现 一把残破的锤子出现 虚空都因为他的出现 出现了一丝涟漪 苏南眼皮都没抬一下 看似凌厉的攻击 但在他的眼中宛如婴儿般 对着天空轻轻一拍 咔嚓 绝灵阵出现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两道血红色的光芒 刚出现在他面前 直接被他的探出的零食击碎 破 在外面操控阵法之人 吐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的气息萎靡了起来 这是阵法的反噬 接着苏南再次一拍 在他上方的人 在空中还没来得及躲闪 直接被拍成了血雾 而正面袭击之人 剑撞 连忙后退 想要逃命 苏南伸手轻轻一弹 一道白色剑芒消失在空中 紧接着出现在这人的眼前 扑斥一声 他的脑袋掉了下来 而身体依旧往前跑了十几步 才缓缓倒下 轻跨一步 直接出现在了这人的身边 在这人身上翻找了一番 找出一枚令牌 端向了一下 吴雀 他呢喃了一句 接着用地往地上一踩 轰隆 他周围数十米的地方 直接他陷了下去 一道道巨大的裂缝 以他为中心 向四周蔓延而去 这恐怖的威力 顿时惊动了人黄塔外围的修饰 发生了什么 好恐怖的灵力波动 在那边的森林中 难道有什么一宝出尸 马上有人顺着 能量波动的方向看去 过去看看 修为高的人 不约而同地朝着那边飞去 苏南拍拍手 将刚才的令牌丢在了地上 接着将刚才的尸体 处理干净后 转身朝着天眼踪而去 第七十二章 限量出售 这里的波动 恐怕不是一宝 更像是有强者在战斗 率先到达这里的一名老者 看着面前的巨大深坑 脸上露出悍然之色 最少也是神玄境的强者 恐怕还是中后期的 有一人看着面前 被破坏的地方 开口说道 究竟是何人所为 不知道 他们在这里仔细搜寻一番 却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 那边有一团血迹 恐怕之前在这里战斗之人 已经离开 其中一人发现在深坑不远处 有一滩血迹 血迹未干 想来应该刚离开不久 回去吧 人黄塔出世 越来越多的影视出现 又是一场腥风血雨的来临 有人感叹了一句 接着便转身离开 后来的人看到眼前的巨坑 同样露出震撼之色 但和之前那几人一样 什么都没有发现 苏南离开这里后 再次慢悠悠地走了起来 一路上遇到了两次偷袭 每次他都将动静弄得特别大 快到山门的时候 将自己伪装成受伤的样子 大摇大摆地来到山门口 苏师说 你受伤了 守门弟子看到苏南 吃惊地问道 不 爱是 不 苏南摆摆手 正说话的时候 忽然吐出一口鲜血 苏师说 我送你回青悬峰 这名弟子健壮 连忙背起对方 朝着青悬峰而去 接下来的几天 他安静地待在青悬峰上 再也没有去人黄塔外出售塔山 系统奖励的修为 他吸收后 直接压制下来 并没有急着突破 苏师弟 听说你受伤了 苏南正躺在椅子上晒太阳的时候 玄军朔出现在青悬峰上 来到他身边 急忙开口问道 没有大碍 前几天回来的路上 被人偷袭了 他淡淡地说道 我刚从人黄塔那边回来 听守门弟子 说你受伤了 似乎很严重 前几天在距离人黄塔百里外 有强者在战斗 而且不止一处 战斗之人的修为 最少也是神玄境后期 难道是你 玄军朔面色凝重地说道 嗯 他们想要将我抓回去 大概是因为塔山的缘故 苏南点点头 将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 你知道是什么人做的吗 敢偷袭我天眼中的人 我这就请师祖过来 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杀气 天眼宗内 什么人都可以出事 唯独苏南不行 老祖都曾他再三交代 一定不要让对方出事 他可是天眼宗的未来 师兄放心 我没事 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 我心中自由打算 听到对方的话 苏南心中有一丝温暖 不管对方出于什么心态 我这就交代下去 天眼宗加强防备 两人交谈几句 玄军朔便匆忙离开 这天开始 天眼宗的护宗大阵 已经全部开启 甚至还多加了一些大阵 天眼宗的门口 甚至从仁皇塔外 调回来两位长老把守 一副山雨欲来的感觉 仁皇塔外 苏南出售塔山的地方 已经围满了人 苏前辈 怎么还没有来 苏道友 已经好多天 没有出现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存粮 已经见底了 只剩下两根了 想念苏前辈的第四天 我靠 你竟然还有两根 我出三千零食 卖我一根怎么样 我出四千 一万我都不卖 想都别想了 苏前辈再不出来 我就要疯了 已经断粮好几天了 我们要不要去天 眼宗那边看看 如果今天还不出现 我就打算去天眼宗那边 我也好几天没有了 现在没有塔山 我连打坐都走山 苏前辈 快出现吧 许多人看着空荡荡的位置 他们心中 都有一种莫名的烦躁 正在这时 一道身影落了下来 来人正是苏南 苏前辈 我想死你了 苏前辈 你终于来了 想你想的睡不着了 一群人看到 他出现后 再次骚乱起来 大家久等了 这几天出了一些事情 晚来了一些 他看了看周围的人 大声说道 前几天回去的路上 被人偷袭 受了点伤 这几天一直在宗门内养伤 本来还想多休养几天 但是我想到这里 还有许多道友 等着我练制塔山 只好带伤练制 不过 诸位道友可能要失望了 由于我的精力有限 再加上身负重伤 今天的塔山 只有一千根 大家排好队 为了诸位能够买到 现在开始 每人限购一根 再次我对诸位 道友道歉 苏南缓缓地说道 听到他的话 周围人脸色一变 一根 一根怎么够 我现在一天 最少也要三根 苏前辈 献购两根行吗 一根真的不够 有人想要 多购买几根 哀求道 我靠 哪个王八蛋 竟然敢偷袭苏前辈 我要问候他 祖宗十八代的女性 马德 别让我知道是谁 竟敢打伤苏前辈 我要去刨他祖坟 草 是哪个什么狗东西干的 我认你仙人板板 也有人开始 对偷袭者的祖宗十八代 开始问候 大家别为难苏前辈了 都已经负伤给 我们炼制了 对 苏前辈太不容易了 哪个狗娘养的 偷袭苏前辈 周围这群修士的话 苏南听的是 一清二楚 现在开始出售 大家自觉排好队 一人限购一根 苏前辈 给我来一根 最前面的一名修士 拿出两千零石 递了过去 这个时候 许多人开始往前挤 这位道友 我已经快不行了 临死前 我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在抽一根塔山 你能满足我这个愿望 把你的这个位置 让给我吗 还在后面的人 都有些急了 我比你的病情 还严重 我得了一种 不愁塔山 就不能活的病 我出一千零石 有没有愿意 让个位置让给我的 我出一千五百零石 各位道友 让孩子买一根吧 我只差一丝丝 就要突破了 为了这根塔山 我都差点卖身了 得了吧 就你这模样 还卖身 有人要吗 这位道友 你把这个位置让给我 我今晚去你那里 随便你怎么样 更有女修士 为了获得一个名额 开始色诱前面的人 第七十三章 苏钱辈大意 今天的生意已经做完了 带来的一千根塔山 瞬间便被抢购一空 只卖了两百万零石 没有买到的人 哀声叹气 一脸愁容 买到的人 脸上也没有多么高兴 毕竟只购买了一根 许多宗门的人 为了购买塔山 都带了上百万的零石 只有一根 这回去如何交差 我自己都不够用的 兄弟 你的这个卖给我如何 价格你随便看 我劝你死了这条信 我差你这几万零石不成 看着别人手中的塔山 不少人有些眼馋 这位道友 咱俩能共同抽这个吗 奴家刚学了一套 高阶双修功法 更有一些女修 使出浑身解数 只为来上几口 如果是以往的时候 一千根绝对够这些修士 用了 但现在不同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 知道塔山的效果后 这里聚集了好几万人 跨越数万里 不为人黄塔 仅仅只是为了购买塔山 没有买到的道友 不要急 等我回宗门 将伤势养好后 一定多炼制一些 扑 苏南看着这群 唉声叹气的修士 开口说道 然而话还没说完 一口鲜血 从嘴里吐了出来 整个人的气息 顿时围抿了起来 看起来 像是受到了很严重的伤 苏前辈 你怎么了 看到对方吐血 有人脸上露出焦急之色 连忙开口询问 不碍事 扑之前被人偷袭 又加上强行炼制塔山 伤了元气 各位道友不要丹 扑 行 我没事 扑 苏南摆摆手 示意自己没事 然而一段话说下来 吐了三口血 苏前辈为了给我们炼制塔山 不惜代价 强行炼制 我这里有一颗六品回原丹 前辈你务必要收下 尽管不是什么很高级的丹药 但是对你的伤势有所帮助 当即有修士站了出来 从身上拿出一枚淡黄色的丹药 递了过去 眼神中带着浓浓的感动 前辈 我这里也有 虽然也不是什么绝品丹药 我虽然没有什么丹药 但是我这里有一颗地玄枝 我也有 前辈 你需要什么丹药 尽管说 即便我们没有 也一定想办法给找来 是啊 前辈 你尽管说 周围众多修士 纷纷开口 拿出各种疗伤丹药和灵草 要给苏南使用 谢谢大家的好意 你们不用感动 我也赚了你们的零食 你们的丹药我不能收 咱们本就是一场交易 你们不必为了我 如此破 扑费 他这句话没说完 又是一口鲜血 胸口的衣服 已经被染成了血红色 苏前辈 你别这么说 如果不是你 我现在都不可能突破之前的境界 这位道友说得极是 如果不是前辈您 恐怕我们这辈子 连顿悟是什么都不知道 尽管前辈没有说什么 但是塔山的效果 比物道茶都要好上好几倍 前辈完全可以卖两万一根 但是仅仅只要我们两千零食 我也一直觉得 这不是什么交易 前辈炼制的材料 先不说炼制的材料 我们平时找炼丹师炼药 都不止两千零食的费用 对 苏前辈这不是交易 这是在给我们整个大陆的修士送造化 如果不是苏前辈 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待遇 而且前辈从来没有看不起我们这些散修 这些修士开始挠补一些画面 苏南的形象在他们心中被无限放大 我不能收你们的东西 你们能够来这里购买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 好了 各位道友 我先回去养伤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些人会如此挠补 不过这对他来说 是好事 说完后 他轻轻一跃 向着天眼宗的方向去 苏前辈是我们修士的楷模 苏前辈大意 那些狗娘养的东西 竟然偷袭前辈 我现在就去调查 一定要亲手抓住这些人 将他们送到前辈面前 我也去 看到苏南离去的背影 这些人再次说道 苏前辈现在还负伤 会不会有人 忽然这群修士中 有一人呢喃了一句 其他人听到后 马上朝着苏南离去的方向去 一定要保护苏前辈 我的塔山 还指着苏前辈 其中一人想到这里 马上追了上去 其他人自然也想到了这些 甚至有些人想着如果这个时候 能够帮助一下对方 下次没准可以多卖自己几根塔山 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 毕竟这种事情 越少人知道 才越能凸显出自己 这些修士中 不乏一些化神镜和神玄境的修士 少宗主 刚才我打听过了 你说的那人 好像受伤了 前几天被人偷袭了 现在身受重伤 今天在人皇塔外出售塔山的时候 有人看到他不断的凸显 一位身着灰色长袍的男子 来到凌峰面前 恭敬地说道 消息缺陷吗 他疑惑道 苏南的修为 他是清楚的 应该是神玄境 最差也是化神境后期 或者巅峰 打自己跟打儿子似的 怎么会受伤 消息缺陷 之前在人皇塔百里外的地方 发生过三场战斗 我去那边调查过 发现了这个东西 灰袍男子从身上拿出一枚令牌 递了过去 凌峰接过令牌 仔细端向了一下 只见令牌的正面是两颗字 血影 反面则是一个编号 金 42号 是血影门的人 你的意思是 血影门的人 对他进行了偷袭 这梅令牌 他很是清楚 血影门的总部在什么地方 无人知晓 但是整个天云大陆上 都有他们的分布 是一个顶尖的杀手组织 少宗主猜测得不错 正是血影门金牌杀手 42号 不过据我观察 血影门应该不止这一个人 应该还有其他人 这梅令牌的主人 应该已经死亡 看来不知 我们想要得到炼制方法 凌峰靠在椅子上 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 似乎在思考什么 你和林三去拦截他 只要活着就行 其他的你们随意 我不想看到 他完整地出现在我面前 他似乎做出了某种决定 眼神中闪过一丝狠辣之色 对旁边之人吩咐道 是 第74章 阁下还不出来 苏南回去的时候 依旧慢悠悠 身上的气息极其不稳定 似乎随时都能从空中掉下来一般 每走一段路程 就停下来休息一下 刚从空中落下 便吐了一口血 看起来十分的狼狈 休息的时候 眼神中露出一丝警惕之色 不断地观察四周 阁下 已经跟了这么久了 不必躲了 我已经发现你了 接着他便大声说道 然而 四周什么回应都没有 阁下还不出来 莫非让我请你出来不成 见到没有反应后 再次开口说道 大概过了一刻钟左右 苏南再次跃起 朝着天眼宗飞去 此时在他身后不远处 有两道身影 正在不断地靠近 前面那人应该就是 少宗主所说之人 林三 等下动手的时候 少宗主说了 人要活的 但是不能完整 放心 我心里有数 等他走一段距离 被称作林三的人 点点头 传音回道 这人十分的警惕 刚才他说的话 我怀疑已经发现了我们 这人再次开口 脸上带着一丝疑惑之色 林一 你胆子越来越小了 就他现在的这种状态 刚才的样子 明显是在虚张声势 林三则不懈地说道 小心使得万年传 少宗主说 对方很有可能是 神玄境的强者 林一摇摇头 眼神十分的警惕 神玄境怎么了 我们杀过的神玄境 还少吗 即便他没有受伤 我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他的语气中 依旧透露着不屑之色 我总觉得 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小心为上 少宗主如此看重此人 必然有一些特别之处 别到时候阴沟里翻船了 看着苏南离去的背影 林一的脸上依旧十分凝重 他的直觉告诉他 这件事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 但又看不出什么问题来 好吧 听你的便是 你就是仅剩过头了 林三无奈地答应了下来 他不敢用零食 去探查苏南的修为 怕打草惊蛇 但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怎么看都不像是一名强者 明显能够感觉到 对方体内的气息十分不稳 这也是他如此自信的原因 苏南在前面又飞了一段距离 马德 那群人怎么还没到 我走的已经足够慢了 心中不断地吐槽 看来还要再休息一下 想到这里 身体再次晃悠了起来 连带着身上的气息 也开始萎命 下落的时候 一个猎且差点摔倒在地上 吐 一口黑色的血液 从他嘴里吐出 吐完鲜血 他朝着林一和林三的方向 看了一下 又朝着另一个方向看去 接着在地上盘膝而坐 阁下已经跟了这么久了 不必躲了 我已经发现你了 见到没有人回应后 再次开口 阁下还不出来 莫非让我请你出来不成 说完话 警惕地朝着四周看去 怎么样 林一 我就说这家伙在虚张声势 只是炸我们一下而已 听到苏南刚才的话 林三脸上的不屑之色更浓 激笑着说道 难道真的是在炸我们 还是发现了我们 刚才我看到 他朝我们这边看了一下 林一脸上 依旧带着一丝疑惑之色 他的第六感 一直告诉他 这是个陷阱 但是对方刚才的表现 却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如果仅仅只是炸一下 反而有种化石天足的感觉 林一 你要是不上 那我就上了 少宗主还在等着我们负命 如果等 对方回到了天眼宗内 我们想要动手 就没这么容易了 看到对方迟迟没有做决定 忍不住催促道 就爱你说的 咱们动手 他也终于下定了决心 心中不断安慰自己 或许是自己想多了 我没有想到 有一天我会成为香伯伯 你们三组人 一直跟着我 却不动手 是都想到当黄雀吗 正当他们准备动手的时候 苏南再次开口说道 什么 等等 林一一把拽住林三 制止了对方的行动 怎么了 林三脸上有些不悦 总感觉今天的林一有些婆婆妈妈的 你没听他刚才说吗 这里有三组人马 假如说他自身炸一下 为何这人刚才只看了三个方向 他自然看到了对方脸上的不悦之色 开口解释道 你忘了 之前这人遭受过三次偷袭 连血影门金牌杀手都已经会出现了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贸然行动 其他隐藏的势力 等下很有可能坐收鱼翁之力 接着再次说道 他越说越觉得自己分析的很有道理 林三听对方的解释后 脸上也出现了一丝疑惑之色 难道真的还有其他人在 他小心翼翼地观察四周 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现 保险起见 咱们先去周围观察一下 不然我们很有可能成为那只螳螂 林一见到对方 有些相信自己的分析后 再次补充道 好 你去那个方向 我去那边那个方向 两人分头行动 朝着刚才苏南看的 另外两个方向靠近 而坐在地上休息的苏南 嘴角微微上翘 然而身后两人全然没有发现 既然你们不肯现身 那我可要走了 苏南再次开口说道 说完过了一会儿 他再次起身 轻轻一跃 继续赶路 林一和林三在两处搜寻了半天 什么都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其他人的痕迹 我这边也没有 那人已经离开 我们追上 不要让别人抢先一步 给抢走了 两人简单地交谈了几句 快速追去 他们的速度很快 没用多久便看到了苏南的身影 这家伙绝对是受伤了 不然不会行动如此缓慢 林三看着对方 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想法 正在这个时候 他们看到苏南再次停了下来 他朝着身后的方向 仔细感应了一下 马德 你们终于快要到了 阁下已经跟了这么久了 不必躲了 我已经发现你了 阁下还不出来 莫非让我请你出来不成 我没有想到 有一天我会成为香伯伯 你们三组人 一直跟着我 却不动手 是都想到当黄雀吗 他再次开口说道 马德 不能忍 这家伙绝对是装的 动手 林一此时感觉自己被耍了 怒不可遏地说道 第75章 修士也疯狂 林三听到刚才苏南的话 知道自己被耍了 直接闪身袭去 记得留下他的命 其他随意 林一赶忙提醒一声 他们没有忘记凌峰的要求 不能完整地带回去 说完也紧跟其后 这两人都是神玄境 轻轻一跃 便出现在了对方不远处 林三身上散发出阴冷的气息 手持长剑 向前一展 术道剑芒 直击苏南四肢 想要将其打废 剑芒的速度极快 眨眼间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林立的剑意 让周围的空间都发上了扭曲 咔嚓 然而苏南随意一挥 靠近他的剑芒 瞬间碎裂开来 怎么可能 林三大吃一惊 虽然刚才的攻击 只是试探性的一击 但也不可能被如此轻松化解 对方的衣服都没有动一下 这个时候 林一的攻击过来 一把幽蓝色匕首 想要刺入对方的腰部 苏南轻描淡写地跨出一步 直接出现在了林三的身后 林三瞳孔一缩 心中大害 就要躲闪 一巴掌拍在他的后背 整个人飞了出去 哄 恐怖的能量波动 他整个人飞出去数十米 才止住身形 恐怖的灵气波动 将周围数十米范围内的东西 全部摧毁 整个森林中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地 林一也被这恐怖的能量波动 击飞出去 两人同时从地上爬起来 互相对视一眼 眼神中露出了凝重之色 就在两人犹豫 要不要逃命的时候 苏南身体微微晃动 他脸色一变 嘴角一出一丝鲜血 上 他明显已经是强弩之末 林一敏锐地觉察到对方的状态 原本已经退去的两人 再次冲了过来 然而 两人刚冲上来 再次被一巴掌拍飞了出去 这次比之前的声势更加浩大 逃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见状 两人转身就要离开 然而他们刚转身 苏南虚空一抓 两人身体后退 直接出现了他的面前 又是一巴掌 哄 看似声势浩大 这都是他故意弄出来的 不断的轰鸣声 从森林中传出 苏南弄出来的声势 距离这里数十里外的修士 都感觉到了 跟过来的修士 有上百名 那边有战斗 快过去看看 该死 不会是哪个狗娘眼的 在路上埋伏苏前辈吧 我们快去 不能再让前辈受伤了 快 快 跟过去看看 这些修士 感觉到那边的战斗后 急速追了过去 这些修士 恨不得多长两条腿 林一和林三脸上露出了绝望之色 打又打不过 跑又跑不掉 对方明明有实力 轻易秒杀他俩 这里已经没有一块完整的地皮 到处都是坑坑洼洼 尽管苏南没有下杀手 但是这一次次的攻击 两人的内脏 都已经出现了裂痕 受到了很严重的内伤 就连他们的神石 都受到了重创 就在两人游进灯窟 快要昏迷过去的时候 他从身上拿出一瓶矿泉水 一人灌下去半瓶 顿时这两人维米的气息 再次恢复起来 但也仅仅是让两人恢复了一些 不会马上昏迷过去 林一零三两人 已经没有了反抗之心 接下来迎接他们的必然是死亡 啊 你们好卑鄙 噗 绝望的两人 本以为接下来又是无尽的戏耍 忽然听到苏南一声惨叫 整个人倒飞出去 在空中吐出两口鲜血 重重摔在地上 在那边是苏前辈 果然是有人偷袭他 他刚摔在地上 不远处出现了数百位修士 这些修士刚到这里的时候 就看到苏南被对面两人击飞出去 其中一名修士大声喊道 马德 这两个狗娘养的 看到被击飞出去 这些修士顿时极了 苏南受到就等于断了他们的塔山 是可忍赎不可忍 给老子去死 谁给你们的狗胆 敢偷袭苏前辈 先过我牛大林这一关 马德 敢找苏前辈麻烦 除非从我宋忠平尸体上踏过去 你们这俩小崽子 我曹你们十八代祖宗 给老子死 苏前辈对我刘日生有再造之恩 你们两个王八蛋找死 这群修士彻底疯了 争先恐后地对这两人出手 在他们出手的时候 都大声地喊出了自己的名字 不为别的 只想让苏南能够记住自己 下次买塔山的时候 能够多买两根 一时间 刀光剑影 各种功法 纷纷砸向这两人 让一让 让一让 你们别挤 我李下流还没出手 让我向上人也来一下 马德 这俩王八蛋哪了 别挤 你特么把刀砍我身上了 你们特么吓 谁特么趁机我老娘 所有人争先恐后地出手 后面感到的修士 为了能够出手一次 使劲往前挤 他们也同样把自己的名字 大声喊了出来 都为了能够在苏南面前 表现一下 让对方记住自己 结果还没出手 仅仅一轮攻击 这两人已经被轰成了渣渣 就这种实力 也敢对我们苏前辈出手 苏前辈 你怎么样 苏前辈放心 有我琉莲春在 谁也别想伤了你 这群修士斩杀二人后 都朝着苏南围了过来 对 我冯霄就算拼了这条命 也不会让人伤害到前辈你呢 这群修士 你一嘴我一嘴 纷纷围了上来 对苏南嘘寒问暖 苏某再次多谢诸位道友 他艰难地从地上坐了起来 身上的气息 比之前售卖塔山那会儿 更加萎靡 苏前辈说的哪里话 你为了我们 负伤给我们炼制塔山 我们这些不算什么 这些人客气道 诸位道友 我先回宗门养伤 争取多炼一些塔山给你们 他艰难地说道 哼 说完再次吐出一口鲜血 苏前辈 我送你回去 马上有修士 提出送他回去 但都被苏南拒绝 你们能够来这里救我 我已经很过意不去 如何能够再次麻烦诸位 这里有几瓶我 随手炼制的灵液 补充一下你们的灵力消耗 说着 他从身上掏出一件矿泉水 放在地上 诸位道友 等我养好伤 定然给你们多炼制一些 说完他朝着天眼宗而去 并没有让这些人相送 第76章 人太多没看清 苏南离开后 这些修士看着地上的矿泉水 脸上有些疑惑 这是什么东西 其中一人从地上拿起一瓶矿泉水 有些疑惑道 刚才出手 伤了元气 我拿一瓶替你们试试 有人也拿起一瓶 直接放进了自己的储物袋内 他的话音刚落 其他修士马上反应了过来 我刚才受伤了 我拿一瓶疗伤 我刚才被人砍了一刀 正好需要这个疗伤 刚才飞过来的时候 有点晕见 我也拿一瓶 马德 你们不要抢 给我一瓶 本来就二十多瓶矿泉水 直接被前面的人抢光了 我靠 你们要不要脸 大家都出手了 凭什么只有你们有 打开 大家一人分一点 后面没有拿到的修士 不乐意了 开口说道 对 一人分一点 你们想独吞不成 这里有宗门之人 也有散修 虽然他们不知道 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但是苏南炼制的 岂能是普通之物 前面拿到矿泉水的修士 想离开也无法离开 被其他人围在里面 甚至还有修士丢出几个阵法 大有你不给分 谁也别想离开的想法 最先拿到的这些矿泉水的修士 无奈之下 只好每人分了一小瓶 也就一口左右 分道后 这些人才离开 苏南在回去的路上 十分的开心 他早就知道 有人跟踪偷袭他 塔山的效果如此神奇 有觊觎之心的人许多 这里面有许多都是一些大宗门 如果他公然将这些人斩杀 自然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毕竟一个天眼宗 还不足以抗衡众多宗门 刚才发生的事情 一切都是他刻意安排的 这个锅必须甩出去 必须有人扛着 这不 今晚来到这里的数百修士 都是他甩锅的对象 前几天开始 他就在计划这件事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他已经确定 塔山升级后 新塔山的副作用是烟疫 而且是系统赋予的副作用 修为再高 也会受到影响 今晚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过仅仅这一次 还足以让其他势力忌惮 得再添一把火 毕竟类似于朝这种庞然大物 即便有修士替他挡着 也不一定能够挡住 别看他实力强 那些大势力的底蕴 不是他能够比得了的 这点他心里十分清楚 剑阁内 林峰此时的心情特别好 他也没有在人黄塔外 而是在剑阁内住了下来 等待着人黄塔的正式开启 有零一和零三出手 他感觉十拿九稳 悠哉地抽着塔山 对于他来说 顿悟什么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很享受这种感觉 等了半个多时辰 并不见着二人回来 心中突然有些不安 于是派出一名弟子 让他前去查看一下 然而又过了半个时辰 两人依旧不见回来 难道这二人会失败 应该不可能 这可是爹亲自交出来的弟子 别说苏南 就算是神玄境巅峰的修士 他们都杀过 想到这些 安心不少 他派出去的弟子 也没有回来 正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 一名弟子着急忙慌地跑了进来 少 少宗主 好了 这人焦急地说道 说话都有些不利索 急什么 看到这人貌似的模样 林峰皱了皱眉 呵斥道 什么就不好了 听到这名弟子 说不好了 他心中一沉 难道林一和林三 真的出事了不成 开口问道 少宗主 你派出去的两人 失败了 他们被人斩杀了 这名弟子说话的声音 越来越低 你说什么 咔嚓 林峰手中握着的茶杯 自己变成了碎片 他大声地问道 派出去的二人 被斩杀了 这人颤颤巍巍地说道 他低着头 不敢抬头 是谁做的 苏南不可能有斩杀 这两人的实力 而且他还受伤了 林峰听到这名弟子的话 脸色阴沉了下来 连声质吻 人太多 莫看清 啪 你说什么 没看清 让你去做什么的 连是谁做的都没看清 听到对方说没看清 气得直接站起身来 抽了这位弟子一巴掌 冷声呵斥道 回哨宗主 出手的人太多了 数百名的修士 同时被他们二人动手 我根本没有看清 是谁斩杀了他们 当我靠近的时候 两人尸骨无存 直接被打成肉泥 我过去的时候 正好看到二人 将那人打飞出去 那人连途漱口鲜血 重重地摔在地上 然而从那边的冲出来 数百名的修士 这些修士 不分清红皂白 直接出手 这二人连反应都没反应过来 就被斩杀 他将自己看到的事情 简单地描述了一下 是哪个宗门出手 数百名修士 林峰听到对方的话 有些傻眼了 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天眼宗的修士 有金雀门 狂刀门 青椒帮 郑元宗 李火门 难道都是和天眼宗有关系的 这名弟子的话 让他彻底猛逼了 这么多宗门 虽然大多数 都是一些中小型宗门 但是如此庞大的数量 让他十分骇然 东玉这边的宗门出手 也就算了 毕竟东玉这边 并不知道 林峰背后的宗门 可以理解 但是特么的 这里面 竟然还有中玉的几个宗门 他们也出手了 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 这两人的身份 不止这些宗门 剩下的 还有一些散修 以及一些影视 他们纷纷出手 前后不到两个呼吸的时间 两人便已经死亡 不得不说 如果苏南在这里 定然会嘖嘖撑起 这么多宗门 这名弟子 竟然全部都能认得出来 林峰有些头疼的 揉了揉太阳穴 他怎么也想不到 本以为 只是一次简单的狙杀 怎么出来这么多宗门 马德 这些宗门 还有散修 都是吃饱了撑的 难道不怕得罪他的宗门 哐荡 正在他思考的时候 他房间的门 被人一脚踹开 整个门框 碎裂开来 林峰 你最好给我一个 合理的解释 接着 一道清冷的声音 从外面传了进来 声音中 还带着一丝杀意 第七十七章 木梦瑶的威胁 林峰被吓了一跳 看到来的人后 马上露出了笑容 关心地问道 师妹 你怎么来了 谁让你生气了 你自己做了什么 心里最清楚 这只是 给你一次警告 别以为有你爹撑腰 就可以为所欲为 再有下次 废了你 木梦瑶眼神冰冷地 看着对方 语气中充满了杀意 师妹 你这是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明白 对方的话 让他有心猛 尽管心中疑惑 但是脸上却依旧带着笑容 眼神中带着一丝无辜之色 他心中一紧 难道自己找人偷袭素男的事情 被发现了 应该不可能 这件事只有他自己清楚 对方怎么可能知道 而且 01和03 现在更是尸骨无存 对方也不可能有证据 我刚在门口 已经站了半天 做什么事情 你心里最清楚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计划什么 前两天传送过来的人 做了什么 我不想追究 见到对方不承认 穆梦瑶再次开口 我听不懂师妹在说些什么 他心中有一尘 即便如此 他依旧面不改色 正色道 果然是为了苏男的事情 刚才他和这名弟子对话 全被听到了 看在你爹的面子上 仅此一次 然而穆梦瑶却不和他解释 态度依旧十分的冰冷 哄 他一脚将他面前的桌子里踢碎 整个房间好似掉入了冰窟 做完这一切 他转身离开了这里 贱人 等我收拾了苏男 到时候再找你算账 对方离开后 林峰的脸阴沉了下来 看着地上已经碎成粉末的桌子 愿毒地说道 显然他是为苏男来的 现在都搞不明白 对他如此伤心 对自己却这般冷漠 你给我等着 有你求我的时候 林峰阴狠的眼神 闪过一丝力气 将这封信交给我爹 他看到后便会明白 从身上拿出一封信 递给了一名弟子 是 林师兄 这人接过信 转身离开了这里 先让你蹦那几天 下次可没有这么好运了 林峰嘴里 呢喃了一句 习惯性地 从身上拿出塔山盒子 打开后 发现里面已经没有了 该死 一定要赶紧弄到手 这该死的苏男 竟然搞什么限量出售 马德 看到没有塔山后 气急败坏地骂道 上次弄的限量出售 他根本就没有排到 和他一起的几个师弟 同样如此 希望爹那边赶紧安排 接下来的几天 人黄塔外围 发生了一件大事 之前 还在争夺传送入口的 几个中小型宗门 接二连三地离开了这里 甚至有的宗门 一夜之间 被人灭了 顿时引起的一阵慌乱 人黄塔外 人心惶惶 许多小型宗门 此时都萌生出了退意 你们听说了吗 云青宗昨天 全体离开了人黄塔 今天早上有人发现 他们宗门 二十多个人 包括宗主和长老 全部被人斩杀 就在距离人黄塔 不到百里的地方 真的假的 云青宗可不算小宗门 他们的宗主 都是化神境 真的 而且这些人 全部都是被一击毙命 思知道是谁做的吗 没人看到 恐怕这云青宗 在人黄塔内 获得了什么了不的东西 被人惦记上了 不仅仅是云青宗 离开的俄 其他几个宗门 也在回去的路上 被全部斩杀 一时间 这里的气氛 变得十分的压抑 然而这些事情 苏南并不知晓 他回到青玄峰后 原本维米的气息 瞬间消失不见 演戏真累 果然影帝 不是随便什么人 都能做的 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点燃了一根立群 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感叹道 之前的一切 都是他装出来的 这才仅仅只是开始 会有越来越多的势力 来到人黄塔 是时候 做一些准备了 嘴里能难道 接下来的几天 苏南一直都待在青玄峰上 一步都没有离开 每天就是在青玄峰上 做做饭 钓钓鱼 偶尔逗逗玄灵威 这个小丫头 人黄塔 从出世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中州的其他势力 几乎全部出现在了这里 这个时候 天眼宗他们早早便放弃了 这个传送入口 通过测试的弟子 全部回到了自己的宗门内 静静地等待着正式开启 其他势力 则再次开启了混战 每时每刻 都在发生着流血事件 人黄塔外 一些势力 为了争夺传送入口 已经打红了眼 像南宇和西宇 以及北宇的一些势力 距离比较近的 也已经纷纷赶来 整个人黄塔外 血流成河 为了争夺一个 进入的名额 不知道有多少修士 丧命于此 所有人都在为 争夺进入的名额 大打出手的时候 在这里有一群修士 显得十分的突兀 简直就是人黄塔外的 一股清流 他们只是围着一面小旗子 静静地坐在那里 从来不参与这些争斗 只是让人 这些修士的脸上 都带着一丝愁容和焦虑 那些宗门势力之间的战斗 他们毫不关心 连正眼都没有瞧一下 那边打得不可开交 残肢断臂横飞 他们就好像 没有听到一般 目光全部看向那面小旗子 祖传塔山 一发入魂 也不知道苏前辈 什么时候过来 我已经三天 没有塔山了 感觉快活不下去了 你三天 也好意思说 快活不下去了 我已经八天了 上次排队 就没有买到 不知道苏前辈的 伤养得怎么样了 前辈受伤十分严重 希望赶快好起来 我不能在这里干坐着 我得去附近看看 有没有烟头 这群修士围在苏南的摊位前 小声地说着什么 要不咱们去天眼东那边看看 这样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如果今天还不来 我正打算去天眼东看看 对 一起去看看 万一苏前辈 看到我如此关心他 没准能卖给我一根 脸上挂满愁容的 不只是伞修 还有一些宗门 这几天没有了塔山的宫印 他们宗门弟子 进入人皇塔后 连一本最低的人 都无法领悟出来 再要经过几轮的测试 人皇塔就要正式开启了 没有塔山 自然是不行的 第78章 想独吞 在距离人皇塔数百里外的地方 出现了数艘血红色的非洲 这些非洲 并没有直接出现在人皇塔外围 反而落在了数百里之外的地方 正式收到人皇塔出事的消息后 第一时间往这边赶得血魔叫 一名身材臃肿的男子 从一艘非洲上走出 他刚落下 在他不远的一个山体旁边 出现了一道暗门 暗门打开后 从里面走出来一人 脸上戴着银色面具 见过主上 他对臃肿男子 十分恭敬地说道 人皇塔那边 现在什么情况 男子淡淡地问道 那边有许多宗门 为了争夺人皇塔内的机缘 这个时候 正在疯狂地抢夺传送入口 已经打得不可开交 这人连忙回答道 说话的时候 身体压得很低 不敢抬头看对方 很好 找到之前斩杀我叫真没 他点点头 看不出喜怒 再次问道 是天眼宗做的 他们宗门的长老和弟子 全部出洞 打着消灭摩修的口号 捣毁了我们在这边的据点 也是他们让人皇塔提前出事的 说着 他将自己调查出来的情况 一一对其说道 天眼宗 实力如何 男子皱了皱眉头 显然没有听说过这个宗门 据我们的弟子得到消息 天眼宗的掌门 疑似达到了神玄境 而其他的长老和封主 几乎都是化神境 这人从身上拿出一份资料 递了过去 这上面详细写了天眼宗的情况 甚至一些长老的名字 上面都有 人皇塔外 都有哪些势力到了 他继续问道 中州的渔潮已经到了 还有穷华圣地的人 东玉这边 只有比较神秘的墨家 其他势力不足为虑 你做得很不错 一个小小的天眼宗 竟然敢如此 现在给你个任务 去将天眼宗灭了 我会给你两名神玄境的血魁 男子随意扫了一眼 对方递过来的资料 冷声说道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竟然只是这样一个宗门 让他损失了将近四分之一的弟子 当初山谷内的据点处 传送镇那边传送过来的弟子 全部被斩杀 这让他十分的恼怒 是 主上 听到两句血魁 这人脸上露出了喜色 血魁是用修饰炼制的 修饰生前是什么修为 炼制的血魁 便是什么修为 血魁的战斗力 不是一般的神玄境能够比拟的 他们是没有任何痛绝 不怕死 而且经过特殊炼制后 身体堪比神兵力气 这也是为何之人 听到两句血魁后 如此兴奋 接着他带领着众多血魔教的弟子 朝着天眼宗的方向去 人黄塔外的修饰 心中越来越焦急 苏南迟迟没有出现 这些人已经变得有些心烦意乱 这些都是买过塔山的人 我打算去天眼宗那边看看 去看看苏前辈的伤势如何了 我也去 在这里干等 我感觉自己快要做话了 有人提出要去天眼宗 找苏南 马上就有人回应 也要一起去 在这里等待的修饰 全部起身 打算去天眼宗那边一趟 数千名修饰 有散修 有宗门之人 他们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找苏南 买塔山 这一大波修饰的离开 让其他刚到这里的势力 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他们要去做什么 这一大群修饰的速度非常快 正当他们在全速赶路的时候 忽然一艘非洲 从他们头顶飞过 速度比他们快了好几倍 没过多久 便消失在这群人的视线中 这艘非洲是哪个宗门的 看着非洲快速离去 当即有人疑惑到 不知道 看不清非洲上的人 不过他们去的方向 好像是天眼宗 接着便有人摇摇头 便是自己没有看清楚 莫非他们也是去找苏前辈 也是为了塔山吗 该死 你说的这个很有可能 苏前辈这个时候正在养伤 就算能够炼制 应该也不会有太多塔山 毕竟需要养伤 他们如此之快 定然是发现了 我们要去天眼宗 他们想要抢先我们一步 baby 如果被他们抢先一步 岂不说我们没有机会了 不行 我们也要加快速度 先到先得 这人说完 用出了保命之法 整个人化作一道顿光 眨眼间便消失在了众人面前 我靠 我要脸 这人分析的很有道理 各位我也先走了 说着 再次有人身体化作顿光 急速朝着天眼宗而去 这数千名的修士 谁都不傻 自然明白他们的想法 纷纷祭出自己最强顿数 比之前的速度 还要快上数倍 谁都不想落后 落后就要挨勒的道理 他们比谁都清楚 买塔山都不积极 那脑子指定有问题 他们开始了拼命地赶路 果然人在被逼的情况下 能够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潜力 他们刚到天眼宗山门口的时候 那艘非洲也才停了下来 接着非洲上走出一名男子 脸上戴着银色面具 在他身旁 有两位包裹的 炎炎实实之人 这两人身上 散发出浓烈的煞气 这正是血魔教的一众弟子 这位道友 你们是哪个宗门的 太卑鄙 太不厚道了 正当血魔教的领头之人 发布命令的时候 忽然从他身后 传出一道声音 只是这道声音的呼吸 有些急促 刚才使用的保命顿数 消耗了他一多半的灵力 为首之人 看了一眼刚说话的修士 眼神中闪过一丝疑惑 但并没有说话 大家都是商量好了 一起来添眼踪 没想到 你们竟然用非洲 而且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 这人见到对方不说话 以为自己猜中了 再次开口 语气中带着一丝埋怨之意 是不是想独吞 然而血魔教为首的男子 脸上闪过一丝狠辣之色 就要动手将眼前之人宰了 忽然他感觉到不远处 又有修士过来 而且不止一鸣 数百名的修士出现在这里 你们宗门太不厚道了 竟然想吃毒食 马得 还好劳自得炖竹厉害 就是 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不要脸的宗门 你们以为先到了 苏前辈就能卖给你们吗 竟然还想独吞 别以为你坐着非洲 就装什么大势力 身后的几百名修士出现后 开始指责坐非洲过来的人 第79章 非但不听 还敢反抗 让开 否则杀无赦 血魔教之人 看到面前出现了数百名修士 冷声呵斥道 泽泽 这宗门真不要脸 竟然还敢让我们让开 怕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这个宗门 我们东狱的吗 一看就不像好人 这群修士看着非洲上的人 有些疑惑道 血魔教的男子 看着面前一大群的修士 脸色有些阴沉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何刚到这边 就有这么多修士出现在这里 给你们实习时间 现在就离开这里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血魔教为首的男子 听到这群修士的话 再次开口 威胁道 马德 果然这个不要脸的宗门 想要独吞 我好怕怕 有种你来杀我 我们也给你实习时间 不离开就死 这些修士 当然不会惯着对方 怒对回去 他们都是八百的新年 本来这次来到这里的人就多 如果再加上这群 做非洲过来的人 更加轮不上他们买了 既然对方不讲道义 提前来到了这里 他们也没有必要客气 更何况还敢威胁 简直就是找死 血魔教领头之人 看着眼前这群修士 眼神有些冰茫 这些人出现在这里 他原本以为是巧合 但是听到 刚才这群修士说的话 瞬间明白了 这必然是天眼宗安排的 杀 没有多余的废话 有两句血鬼 让他信心大增 面对这些修士 没有丝毫畏惧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 非洲上血魔教弟子 纷纷从非洲上跳下 抽出武器 向这群修士杀了过去 马德 这宗能不要脸就算了 竟然还敢对我们出手 来到天眼宗的这些人 本来就是因为没有塔山 心里十分烦躁 正愁没地方发火 这下可好 对方竟然先动手了 干他们压的 弄死他们 给他们脸了 好生相劝 让他们离开 非一旦不听 还敢反抗 杀 这群人也不是什么好脾气 对方出手 岂能挨打 于是 这群修士也来了脾气 直接和对方打了起来 血魔教的男子 伸手一挥 两道血色人影 直接从非洲上 飞了出来 神玄境的傀儡 身上密密麻麻的符纹 脸上也布满了符纹 看起来十分的恐怖 两具傀儡 加入到了战斗 神玄境的傀儡 身体坚硬无比 这里的修士 一时之间 竟然无法阻挡 这里有两个怪物 我们抵抗不住 好在能够率先到达这里的修士 没有一位 是修为低的 都只是被傀儡击飞后 受到了一些内伤 并没有性命之忧 你们让开 让老夫来会会这俩玩意 接着便有一名老者 出现在傀儡的面前 哄 试探性的攻击 其中一具傀儡 两人的碰撞 傀儡身体 只是摇晃了一下 而这名老者 直接后退了数十步 咦 这玩意竟然没有灵力 是傀儡 简单交手后 老者的难道 来几位化神经的道友 这两句是傀儡 我们只要将他困住就行 他随即大声喊道 能够第一时间 赶到天眼宗这边的 就没有一个修为低的人 修为低的人 还在后面疯狂赶路 老者话音刚落 老夫来看看 究竟是什么傀儡 我精通傀儡之术 我来看看 带两具傀儡 就想和我们抢塔善 他也配 当即有几位化神经 出现在傀儡身边 血傀也是厉害 尽管傀儡没有灵力 但是他们的攻击 朝朝致命 即便是化神经 有护体刚气 但在傀儡面前 宛如纸壶的一般 轻松便破开刚气 将一位化神经 老者重创 失去了战斗力 我倒是小瞧了这个东西 我们困住他 不要和他们近身战斗 看到其中一人受伤后 他们马上与傀儡 拉开距离 树龙发 其中一人 拿出一面小旗 往空中一抛 旗子迎风见长 随着老者的一声逼喝 直接涨到十米多高 旗子迎风飘扬 旗面上刻画着 两条巨大无比的黑龙 困 他再次大喝一声 旗面上的两条黑龙 仿佛活了一般 直接从旗子里 飞了出来 将两具傀儡缠绕起来 让其不能一动半分 树龙发 莫非是邱伯涛 邱老前辈 他怎么会在这里 有人看到空中的这面大旗后 认了出来 吃惊道 邱伯涛 很出名吗 对 就是他 看到旗子中 飞出来的那两条黑龙了吧 这是当年邱老前辈 独自一人 进入飞龙渊 斩杀了两条黑龙 将其魂魄 炼入藩里的存在 当有人质疑的时候 马上有人开口解释 那对方怎么才华神经 传闻当初 斩杀两条黑龙后 被飞龙渊的人 追杀万里 最终不敌 被飞龙渊的人重伤 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 想来应该是 受到了重创 境界跌落 有人猜测到 我靠 这么猛 难怪一人 抵挡两具傀儡 都不落下风 听到这人的话 周围的修士 咽了口口水 被飞龙渊追杀万里 还能逃掉 现在竟然还敢 光明正大的 出现在这里 不得不让人佩服 没想到 老夫退隐多年 竟然还有人认得老夫 哈哈 飞龙渊算什么 等我再有几根塔山 老夫便能恢复到 当初的境界 一个小小的飞龙渊 老夫的树龙帆 还缺几个主龙魂 听到有人议论 邱伯涛 哈哈一笑 脸上带着一丝 骄傲之色 大声说道 这些人分析的不错 他原本是神玄境巅峰 差一步便踏入到玄境 当初被飞龙渊之人追杀 本可以逃命 他还嘲讽对方无能 扬言还要多练几只龙魂 这一下 让飞龙渊彻底怒了 将他们的老祖请了出来 直接将对方打成重伤 拼死逃出后 保住了性命 境界却跌落智化神境 本已经退隐 伤了根基 无法再次恢复 人黄塔出事的时候 他本无心前往 后来 听到有人议论塔山 按捺不住好奇 也买了几根 试了一下后 直接进入到了顿悟状态 原本沉寂的心 再次活跃起来 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塔山 开始在人黄塔外蹲守 前后只买了不到十根 这让他十分的恼火 他不是没想过 自己来添眼踪 但他怕自己一个人 对方不见 刚好有人提议过来 他也跟着过来了 第八十章 我怀疑有内鬼 双方一开始打得势均力敌 两具傀儡 即使被困住 也依旧牵制着 其他几位化神境 而来这里买塔山的修士 他们并不拼命 都是为了购买塔山 拼命什么的 自然是不会拼命的 这也是为何打到了现在 双方依旧胶着着 但是时间越久 血魔教这边 觉得压力越大 这边不断的修士 从远处赶了过来 这里发生了什么 怎么打起来了 我靠 怎么回事 不是说找苏前辈买塔山吗 这里怎么打得不可开交 不知道 我刚到这边 就看到前面来的人 和另一拨人打了起来 难道是和天眼宗打起来了 后面来的修士 看到后很是疑惑 哄 一名修士被击飞了出来 刚好落在刚到的人身边 这位道友 怎么打起来了 是天眼宗的人不让进去吗 将这人扶起来 连忙问宝 不是 这群人竟然想独吞塔山 要把我们赶走 这人一脸气愤地说道 什么 好胆 我靠 这群王八蛋是哪个宗门的 竟然还想着独吞 他的话 直接让后来的修士愤怒不已 当即有人骂道 马德 给他们脸了 道友们 咱们一起上 什么狗拔玩意 弄死他们 谁给他们的勇气 敢说出这样的话 于是 后面赶来的修士 纷纷加入到了战斗中 局势开始朝着一面倒去 血魔教的人已经开始有些抵挡不住 双拳难敌四手 现在一名血魔教的弟子 就要应对好几个修士的攻击 也是这群修士下手比较轻 谁都没有想着伤人性命 但是就这样 血魔教也有些抵挡不住 这也是他们点备 统一的服饰 一眼就能看出 本来这群修士都是来自不同的宗门 再加上一些散修 如果真的是混战 根本分不清敌我 奈何血魔教的人 全部都是统一戴着面具 不打你们打谁 后面赶来的修士越来越多 数千名修士将血魔教的人团团围住 两具血魁也被彻底束缚住 不能动弹 血魔教的领头彻底傻眼了 他使出了浑身解数 甚至都用出了保命手段 才从这里逃离出去 外面的战斗自然引起了天眼宗的注意 掌门 咱们天眼宗门口 有数千名修士在混战 一名弟子急急忙忙来到天眼峰 向玄军朔汇报 什么 有人在天眼宗来打斗 是哪个宗门 听到弟子的汇报 连忙追问 脸上露出吃惊之色 之前他就听说 有人偷袭对方 为的是塔山 难道今天就是为了这个 不知道是哪个宗门 正在战斗 场面十分的混乱 这名弟子摇摇头 玄军朔一个闪身 直接朝着山门处而去 他出来的时候 这边的战斗 已经快要打得差不多了 除了血魔教的领头之人逃跑之外 其他弟子都被控制了起来 这些人怎么处置 有人看着被俘虏的血魔教弟子 开口问道 刚才咱们的战斗 必然引起了天眼宗的注意 为了不必要的误会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这些俘虏 让这些人有些头疼 如果这些被苏前辈误会了 恐怕会适得其反了 正当他们在纠结的时候 忽然天眼宗的山门缓缓打开 从里面走出来一位中年男子 诸位道友 为何出现在我天眼宗山门处 所有人的目光看了过去 一时之间走出来之人 正是玄军朔 他从山门处走了出来 看着数千名修士 心中意紧 不过脸上并没有露出任何表情 开口直接问道 见过玄宗主 他们自然认得对方 我们本是来看望苏前辈 人黄塔外许久不见苏前辈前去 今日众位道友提议前来 其中一人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对玄军朔行礼后 继续说道 嗯 血魔教 他看着被制服的这些人 一眼便认了出来 天眼宗对血魔教实在太熟悉了 血魔教之前一直都是偷偷摸摸 许多修士并不认识 但是天眼宗却知道 毕竟当初可是为了塔山 直接堵在对方老窝 将人家这个据点一锅端了 玄宗主认识这些人吗 看到对方的表情 有人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 不错 这些是血魔教之人 之前我天眼宗与他们有些摩擦 想来是来报复的 玄军朔也没有刻意隐瞒 毕竟这件事 即便他不说 别人也能查得到 人黄塔出事 就是因为血魔教的原因 我等刚到这边 便看到有人在贵宗门口鬼鬼祟祟 本意驱赶他们 奈何他们反抗 只好将他们制服 他的话音刚落 其他修士眼睛一亮 对 我们本是来看望苏前辈 这群人试图对贵宗不利 马上有人接话 点头称是 高 实在是高 这样不但没有误会 反而让对方成情 他们纷纷表示 这些人要对天眼宗不利 这都是活了多少年的人 听到对方的话 脑子转得不可畏不快 如此便多谢诸位道友了 玄宗主说的哪里话 除魔味道 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自然不能看着这些 魔修胡作非为 诸位道友 请随到天眼宗 玄君说也没有多想 他们和血魔教之间 本来就是死敌 这群修士马上露出了喜色 只要能够进入天眼宗 自然能够见到苏南 血魔教唯一逃出去的人 使出浑身解数 逃了回去 主上 不好了 他连滚带爬地 找到血魔教教主 何事惊慌 你不是去天眼宗了 看到眼前之人 脸上带着一丝怒意 冷声问道 主上恕罪 我们过去的弟子 全军覆没 血鬼都被他们俘虏了 这人听到对方 话语中的一丝怒气 连忙跪在地上 身体不住地颤抖 废物 那你还有脸回来 你也去死吧 教主冷言喊着对方 语气中充满了杀意 伸手虚空一抓 便掐住了对方的脖子 主上 饶 命 怀疑是 我们中有内 滚 他的脸色已经发紫 嘴里艰难地说道 啪 你说一个让我幸福的理由 否则死 教主将他重重地丢在地上 冷声说道 我们的人刚过去 天眼宗那边 就有人叫我们拦了下来 上千名的修士 第八十一章 是我耳朵出问题了吗 天眼宗内 这群修士 打量着周围 玄宗主 不知苏前辈的伤势 恢复得如何 刚进入到宗内 便有人急切地问道 苏前辈 这个称呼 让玄君硕愣了一下 随即反应了过来 苏师弟此时正在清玄风上养伤 前几天回来的时候 被人偷袭 现在已无大碍 多谢诸位道友的关心 没事就好 这群贼子实在可恶 听到没事后 众人心中一喜 脸上露出了笑容 只要对方没事 这次来 必定能够买上塔衫 一想到这些 这群修士心中十分的火热 不知道我们能否去看望一下苏前辈 此次前来 我们带了一些疗伤的担药 又有人开口说道 苏师弟现在正在疗伤 不宜过多打扰 诸位道友人数众多 他脸上露出了为难之色 这些人来这里的目的 玄君硕自然是一清二楚 不过对方没有说 他自然也不会提 数千名的修士 数量极其庞大 根本不可能让这些人 直接去清玄封上 玄宗主放心 我们不会打扰到苏前辈的休息 我带了一些疗伤的担药 或许对苏前辈的伤势有所帮助 见到对方为难 马上有人再次开口 不错 之前见到苏前辈受伤 我们很是担心 便筹集了一些疗伤担药 此次前来 专程是来送担药的 在仁皇塔外 许久未见苏前辈 我等十分担心 这些人纷纷附和 说话的语气 那叫一个诚恳 我去问一下苏师弟 诸位在这里稍等 也可以在我天眼宗内转转 有劳玄宗主 多有打扰 有劳玄宗主 听到对方去询问 他们再次开口 态度十分的谦和 苏师弟 玄君硕落在清玄封上 一眼便看到苏南正坐在桌子前 面前还放着一瓶酒 掌门师兄 正好你来了 咱们来喝两杯 看到对方后 他再次拿出一个酒杯 这正是之前升级的62度二国头 晚点再喝 宗门内来了一群修士 说是专程来看望你的 玄君硕摆摆手 直接坐在了对面 将刚才发生的事情 简单的说了一下 哈哈 没想到他们会来得这么快 我还以为还要过上几天 他们才会出现 听到对方的话 苏南哈哈一笑 说道 哦 苏师弟竟然知道这些人会来 看到对方的表情 他有些疑惑 他们来这里 应该是为了购买塔山吧 苏南没有正面回答对方的疑惑 直接开口问道 应该是 他们进来的时候 就开始问我 你的身体状况 这些人无力不起早 咱们天眼中能够吸引他们的 恐怕也只有师弟的塔山了 玄君硕点点头 肯定地回答道 刚才师兄说血魔教的人 出现在我们天眼中外面了 他忽然想起 刚才对方说的事情经过 追问道 对 我想应该是西域的血魔教 已经到了我们冬域 随便一查 便知道之前的事情是我们做的 除了人皇塔外 恐怕还是爱复仇的 苏南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这样 师兄 你先让那些人在我们天眼东转转 我准备一下 晚点让他们全部来这里 好 我这就去安排 虽然不清楚对方要做什么 但他也没有问 说完直接转身离开了这里 带玄君硕离开后 这些人有些好奇地打量着天眼宗 不过谁也没有离开 都在静静等待 半个多时辰后 一道长虹落在了天眼台上 看到来的人后 这些人有些激动 诸位道友 苏师弟正在打坐疗伤 让诸位久等了 估计还需要一段时间 竟然来到了我们天眼宗 诸位道友可以四处转转 有任何需要可以和我说 来的人正是玄君硕 他语气中带着一丝歉意 应该的 苏前辈疗伤要紧 是我们打扰了苏道友的进修 理应等待 玄宗主客气的 我们再次等待 天可便是 这些人听到后 脸上也没有露出丝毫失望之色 反而有些兴奋 毕竟对方刚才的话 并没有拒绝他们 意思就是 晚点对方会出现 几天都等下来了 还差这一时半刻吗 整个天眼台密密麻麻的全是修士 许多弟子路过的时候 都会好奇的往这边看一眼 有些散修 闲着无聊 开始在天眼宗内转悠 毕竟这可是东域内 比较强悍的宗门 这应该是天眼宗的主峰了 你看那边几名弟子 嘴里叼着的塔山 正在修行 几位散修 出现在天眼宗的一座主峰上 看着不远处的几名弟子 有些羡慕的说道 他们从山峰下一路上来 看到了许多弟子 这些弟子的修为 最差的修为都是猪肌镜 练气镜的几乎看不到 肇事殿 咱们赶紧去 明天早上摆宝堂的任务 就会更新 我们现在就去那边排队等着 这次怎么也要去抢两个任务 走 这次一定要抢几个任务 前几天被那群牲口 一口气全部给接完了 搞得我这个月的贡献值 连前一百都进不了了 两名弟子 匆匆忙忙的 从这几位散修身边经过 他们仿佛没有看到这几人一般 两人边说边朝着上面急驰而去 趁着我们还没有突破至凝神镜 一定要多刷一些贡献值 其中一名弟子 语气中带着一丝兴奋之色 师弟 我已经有些压制不住现在的境界了 感觉这两天随时都能突破至凝神镜 马德 丑死了 怎么突破得这么快 我上个月才突破住激镜 本以为能够压制到下个月才突破的 另一人则不同 十分无奈地说道 我比你强一些 最起码还能压制七八天 不过再过七八天 恐怕也要突破至凝神镜了 恐怕这个月底之前 也要突破至凝神镜了 哎这特么叫什么事啊 被喊召师弟的弟子 听到对方的话后 脸上的兴奋之色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满脸愁聋 那群牲口是怎么做到的 竟然能够压制将近两个月了 等一下 我得找他们问问 如何才能够让自己的修为两个月内 不从筑机突破到凝神镜 这两个人边说边走 一会儿便消失在几名散修的视线中 李道友 我刚才是不是听错了 刚刚这两名弟子说的什么 竟然要压制境界 不想突破 是我隐居太久 已经和这个世界脱节了吗 听他们说 一个月就能从筑机镜突破至凝神镜 是我耳朵出问题了 还是这个世界疯了 其中一人十分疑惑地问道 这几位散修中 说话之人便是邱伯涛 第82章 哎你这 邱伯涛脸色十分的怪异 刚才经过他身边的两名天眼宗弟子的对话 直接给他干懵了 邱道友 不是你耳朵有问题 是我们几个耳朵都有问题了 其余几名散修 听到对方的话 有些无语地说道 他们刚才也清清楚楚地听到 两名弟子竟然害怕突破境界 终究是这个世界疯了 还记得当年 我为了从筑机镜突破至凝神镜 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努力 他们竟然害怕突破得太快 还有天理吗 还有王法吗 邱伯涛越说越郁闷 马德 要不要听听你们在说什么 这说的是人话吗 还特目地觉得突破得太快了 李道友 你当年从筑机镜突破至凝神镜 花费了多久的时间 他看着身旁的一名散修 开口问道 我记不太清楚了 不过应该是一年多才突破 为了争夺修炼资源 每天拼死拼活 为的就是能够快速突破 被喊李道友的散修 名叫李东华 眼神中泛起一抹回忆之色 王道友 你花费了多久 听到对方的话 邱伯涛看向另一人 我和李道友差不多 也是花费了将近一年多 这人淡淡地说道 我也和你们差不多 用了将近十个多元 还是因为意外获得了一株灵药 才能如此快速地突破至凝神镜 听到两人的回答 他点点头 同样说了起来 嗯 邱道友 你问这些是什么意思 李东华忽然想到了什么 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之色 开口质问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好奇 刚才天眼宗的两名弟子 他们的天赋该有多妖孽 才能一个月突破一个大境界 邱伯涛摆摆手 连忙解释 我们追上去看看 这里应该就是天眼宗的 核心弟子所在处 天赋比我们高 加上有足够的修炼资源 一个月突破 应该也是正常 看到对方不买账 他连忙转移话题 另外两名散修也不再追问 纷纷点头 顺着刚才两名弟子的方向 走了上去 杂一封 百宝堂前 此时已经坐满了弟子 他们非常有序地排着队 盘歇而坐 但谁也没有修炼 师兄 我有件事 想要请教你一下 哦 师弟有什么事情 师兄 你是如何做到境界 压制两个月 还没有突破 致您神境 这名弟子刚说完 周围的弟子 都纷纷竖起耳朵 朝着这边看来 这个啊 说来话长 最近嘴有些感 这位师兄 自然看到了周围人的目光 淡淡地说道 师兄 我这里有前段时间 兑换的二锅头 还有一些 问问题的这名弟子 随即从身上 拿出一个拇指大小的瓷瓶 递了过去 师弟 你这是做什么 我不是那种人 那什么 晚些时候 我去找你 详细和你说 男子看到对方的小瓷瓶后 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 不露声色地将瓶子收下 温和地说道 多谢师兄 其他弟子 见到对方并没有说 他们脸上顿时露出了失望之色 师兄 我这里还有半袋沐浴露 你能和我详细说说吗 见到之前之人的操作后 马上有人有模有样地学着 哎呀 师弟 你这是做什么 师兄不是这样的人 你这样让我很难做啊 这样吧 东西我先收下 在这里推来推雪 影响不好 晚些时候 你来我这边去 见到又一人拿出东西后 这人脸上露出了为难之色 将那半袋沐浴露 同样放进了自己的储物袋内 这几名弟子的动作 全部落入了邱伯涛几人的眼中 他们跟着之前两名弟子 同样来到了百宝堂这边 看着这里一群弟子 都在这里排队 而百宝堂的大门则紧闭着 正当他们好奇的时候 便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 他们的修为 自然将这些弟子的话 听得一清二楚 二锅头是什么 那个什么沐浴露又是什么 这几名弟子的对话 让他们听得云里雾里 不知所云 没有听说过 今天也是第一次听说 不过看样子 应该是个好东西 其他几人同样摇摇头 有一就有二 其他的弟子 也纷纷拿出一些 奇奇怪怪的东西 与这名弟子进行交易 你看你 哎呀 这你真是 这让我说你什么好 这不用 这不用 你看这 真的是 师弟 你这就见外了 咱俩 你这 真不用 有什么半瓶矿泉水 还有什么苏师叔的一顿饭 半根立群等等一些东西 这名弟子 虽然表示拒绝 但是身体 非常诚实 来之不拒 愉快地收下了各种东西 这天眼宗当真奇怪 这里的弟子 竟然没有一个 是宁神静的 基本上都是 驻基静巅峰状态 随时都能突破 邱博 涛仔细地 观察着这些弟子 眼神中 充满了疑惑 这天眼宗 也不过如此 竟然是如此风气 李东华 把刚才这些弟子之间的动作 尽收眼里 眼神中 带着一丝不屑 核心弟子 竟然连宁神静都没有 恐怕用不了多少年 这天眼宗会没落 剩下的散修 同样摇摇头 正在几人感慨的时候 忽然白宝堂的门 缓缓打开 从里面走出一名中年男子 武馆是出来了 大家赶紧排好队 这个月的贡献名单 是不是要出来了 不知道这次的 第一名会是谁 我只要能够 进到前五十就行 快站好 估计就是今天出来 不过也有 可能是来更新任务的 随着中年男子 一出现 原本盘膝而坐的弟子 纷纷站起身来 一脸期待地看向前方 咱们杂一丰 这个月的贡献值 排行榜前一百名 已经出来了 此人正是杂一丰的管事 吴延平 他手中拿着一张纸 看着下面的弟子 第一百名 李丰山砍树一百科 宗门打扫卫生 六次 林药园除草 三次 看着手中的纸张 将这人这个月做的事情 一一列举了出来 杂 杂一丰 邱伯涛脸上露出吃惊之色 连说话都不理所了 什么时候杂一丰的弟子 都这么高的修为了 不但是他 李东华此时也猛了 第83章 傲气的杂一弟子 几人在吃惊的目光中 看着吴延平 将名单的上的一百个名额 一一说完 无一例外 全部都是杂一丰的弟子 这些人的工作 也全部都是杂事 打扫卫生 砍树 卫灵兽 除草等等 以上就是这个月杂一丰 前一百名的弟子 你们明天便可以去清玄阁 领取你们这个月的奖励 他说完后 将名单贴在了百宝堂门口 便转走了进去 差一点贡献值 就能进入前一百名了 坑爹 我也是 那天早上 就是因为多修炼了一会儿 来得晚了一些 少接了一个任务 气死了 这群牲口 第一名的贡献值 竟然高达五百多点 我只有他的临头 马德 太不要脸了 一点任务也不给我们留 没有进入前一百名的弟子 听到刚才的排名 骂骂咧咧地骂道 早知道 我就不该心软 不然我就是第五十名了 心软把那个任务让给了你 这次你要让给我一个任务 我只要再多抢一个任务 就能到前二十名了 现在开始 我就不睡觉了 吃喝拉撒 都在百宝堂这里 而这些进入前一百名的弟子 似乎对于自己的名次 也很不理想 心里都憋了一口气 想要冲击更高的名次 我的梦想就是 突破宁神境之前 获得一次第一名 某一位获得第二名的弟子 嘴里尼南道 邱伯涛几人 谁也没有说话 这杂一封弟子的操作 着实让他们摸不着头脑 这位小道友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他们来到最后面一位弟子身边 与其温和地问道 当然是领任务 这名弟子抬头看了一眼几人 没好气地说道 我的意思是 你们这个排名 是有什么用吗 这人的回答 直接给几人整不会了 你们是谁啊 这名弟子 有些不耐烦地问道 邱伯涛还想在问的时候 被身边的李东华拦了下来 接着他从身上掏出十颗零食 递了过去 小道友 我们是来你们天眼宗做客的 看到你们刚才在这里排队 有些好奇 李东华的语气中 还带着一丝讨好之色 你们不会也是来当杂一封弟子的吧 说实话 你们的年龄有些大了 虽然我们宗门的杂一弟子 对于年龄没有要求 他说这话的时候 眼神上下瞟了几眼这几人 一时之间 邱伯涛几人额头 飘起了黑线 对方话语中的意思 显然把这几人 当成了来应聘杂一弟子的 小道友 你误会了 我们只是有些好奇 你们的争夺这个前一百名 是为了什么 李东华再次拿出十枚零食 递了过去 这名弟子不动声色的 将零食放进自己口袋里 不管你们是不是 来应聘杂一弟子的 我全当是你们来应聘的 毕竟我们天眼宗 不同于其他宗门 看到那个白宝阁了吗 这可是我们杂一弟子专属的 即便是那些核心弟子 都无权来这里领取任务 他一脸傲然的说道 你继续说 这几人看到 对方傲然的样子 也不恼 别说你们 我们天眼宗 其他疯的弟子 现在都争着抢着 想要来我们杂一 疯当杂一弟子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看到几人听得十分认真 他竟然还摆起了架子 一副认真说教的样子 我们不知道 还请你给我们解惑 几人摇摇头 态度也非常的诚恳 这也不怪他们如此 实在是太好奇了 从来没有见过杂一弟子的修为 提升如此迅速 而且还如此卖力的 给宗门做贡献 这种弟子 在其他宗门内 几乎没有 这就不得不说 我们的苏阁主了 想当初苏阁主 以一己之力 创建了清玄阁 他是我们所有杂一弟子的偶像 更是整个天眼宗弟子的偶像 他说到苏阁主 三个字的时候 眼神中充满了崇拜之色 苏阁主 几人疑惑道 对 清玄阁的阁主 他点点头 你们苏阁主 是不是叫苏南 邱伯涛再次开口问道 放肆 我们苏阁主的名字 也是你们能够叫的 听到对方的话 这名弟子脸色一变 当场呵斥道 嗯 我的错 是我说错话了 小道友不要生气 说着他学着李东华的样子 从身上拿出十颗零食 就要递给对方 算你识相 也就是看在你一把年纪了 不和你计较 不然就你刚才这句话 在我们天眼宗 都能死伤好几次了 这名弟子接过来 对方递过来的零食 随后放进了自己口袋里 语气才缓和了下来 小道友 你继续说 见到对方语气缓和后 邱伯涛连忙说道 刚才说到哪了 苏阁主创建了清玄阁 当初苏阁主 凭借一人之力 创建了清玄阁 你知道清玄阁是做什么的吗 几人摇摇头 亮你们也不知道 苏阁主的清玄阁内 可以兑换各种奇物 比如这个 说着从身上 拿出一根塔衫 这个可以让人 瞬间进入到顿悟状态 让你的悟性直线提升 又比如这个 接着又拿出一个 四方形的小纸片一样的东西 中间鼓鼓囊囊的 这个是沐浴露 用这个洗澡后 可以增强身体强度 强化身体 比一些体秀都要强悍的体质 不等几人问 他直接介绍起来 还有这种东西 几人看到对方手中的沐浴露 眼神中充满了疑惑和震撼 这难道是脆体的药液 李东华疑惑地问道 脆体药液也配合沐浴露比 这个没有任何副作用 也不会让身体产生抗药性 这么一小包抵得上体秀 苦秀一个月都不止 面对几人的质疑 他当场反驳 竟然如此神奇 这算什么 这个知道是什么吗 他收起沐浴露 再次拿出一个小词瓶 二锅头 喝了可以提升灵根 别说什么洗水单 洗水单根本无法和这个比 这个不论什么修为 什么年纪 只要长期饮用 即便你是没有灵根之人 都能变成极品天灵根 甚至圣灵根 第84章 这谁顶得住 提升灵根 这次这几人 彻底被这名杂役弟子 给震撼到了 提升灵根的丹药或者灵药 他们自然是知道的 这些东西 每一样无不是凤毛灵脚的存在 而且任何提升灵根的东西 包括这名弟子口中的洗水单 都是最开始的时候 效果明显 随着不断使用 效果会大大的折扣 而且像对方口中说的 没有年龄和修为的限制 普通人都能够使用 他们简直听都没有听说过 特别是邱伯涛 眼神死死地盯着 对方手中的小瓷瓶 眼神中闪过一丝贪婪之色 不过随即消失不见 他确实想要这种东西 当初被非荣渊的人追杀 受伤后便是伤了根基 让他的灵根受损 如果这个东西 真的能够提升灵根 对他来说简直就是神药 不错 我的灵根就获得了一次提升 原来的夏品劣质灵根 现在已经是中品灵根 这名弟子骄傲地说道 灵根等级 夏品 中品 上品 地灵根 天灵根 极品天灵根 圣灵根等 死 这几人倒吸一口凉气 着实把他们震惊到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神奇的东西 这个二国头 也是苏格主那里兑换的吗 当然 苏格主那里的东西 可不止这些 自从创建了清玄阁 苏格主为了让我们杂役弟子 也能够好好修炼 他特意给百宝堂开了一个特权 一个月内 百宝堂贡献值 前一百名的弟子 可以免费去清玄阁 兑换自己需要的东西 而没有进入百宝堂的杂役弟子 一个月内 也能够花费极少的零食 从那里兑换东西 这个特权 只有我们杂役封的弟子有 百宝格的任务 也只能杂役弟子见 他说起杂役弟子的时候 脸上带着一丝骄傲之色 这几名散修 彻底蹦不住了 从来没有见过 哪个宗门的杂役弟子 能有如此的优越感 说的他们几人 都有一种冲动 要加入天眼宗的杂役封 当杂役弟子 这杂役弟子 实在太有诱惑力了 单单对方介绍的几样东西 就让他们几人 十分的心动 更不要说 还有其他更加神奇的物品 他们心中 甚至有些遗憾 遗憾自己 为什么不是天眼宗的弟子 这特末待遇 也太好了 塔山岂不是随便抽了 更何况 还有其他听都没有听说的东西 这前一百名中 前五十名 可以免费兑换两样东西 前三十名 可以兑换三样东西 以此类推 你知道清玄阁内 什么对珍贵吗 什么东西 这几人此时 已经被这名弟子话吸引了 无自觉的追问到 第一名 可以在清玄阁 品尝到苏格主 亲自做的饭 当他说起这个的时候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这几人 实在想不明白 一顿饭而已 怎么会有如此的表情 苏格主做的饭 绝对是天下第一美味 不但好吃 还增加修为 我们掌门的女儿 几乎每天都能吃到苏格主 亲自做的饭 硬生生从柱基镜 提升至了孕神镜 前后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没吃过 但是每个吃过的弟子 都说苏格主做的饭中 蕴含了大道的规则碎片 虽然我不知道 这个是什么 不等这几人回答 他直接开口解释道 什么 大道规则碎片 这几人失声说道 这个杂役弟子 不知道 不代表他们 这几人不知道 从运神镜想要 突破智化神镜 需要给体内的灵附上 一种神性 这种神性 便是一种 大道规则碎片的简化 再简化版 如果真如这名弟子说的这般 那以后 岂不是说 可以批量生产化 神镜修饰了 他的话 让几人心中 掀起了惊涛骇浪 看来 你们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傻 你们是不是 也觉得很厉害 知道厉害就对了 我们苏格主的东西 随便拿出来一样 你们见都没有见过 看到几人的表情 这名弟子得意地说道 好了 和你们说的不少了 我没时间和你们说了 我要排队了 不然等下位置 都没有我的了 他说完 直接来到百宝堂前面 盘戏而坐 李道友 你觉得 刚才这名弟子的话 有多少可信度 邱伯涛缓缓 开口问道 不知道 但是我感觉 他刚才说的话 几乎都是真的 但是我无法接受 李东华脸上的表情 特别怪异 似乎还没有消化完 刚才这名弟子说的话 如果这要是真的 我感觉 天元大陆要变天了 什么圣地 什么隐士宗门 都是狗屁 只要给那位 宿阁主一些时间 天眼宗或许要称霸整片大陆 邱伯涛心有余悸地说道 邱道友说的对 如果这些都是真的 恐怕未来真的要变天了 另一位散修 也缓缓开口 这名名叫王英文 画神镜修士 你们说 我现在加入天眼宗 不知道 还来不来的 急 王英文冷不丁地说了一句 什么 王道友 你要加入天眼宗 你不是不喜欢束缚吗 听到对方的话 李东华表情有些诧异 那是以前 如果真的有这些东西 不用说送 只要能够直接购买 别说束缚 就是让我在天眼宗看大门 我都乐意 他淡淡地说道 你想得到挺美 但是恐怕人家不要你 邱伯涛有些无语地说道 其实 他心中也是这么想的 不说别的 就那种 可以提升灵根的酒 就让他心仰难耐 比之前的那什么塔山 还要有诱惑力 更何况 还有大道碎片的饭 这谁顶得住 就算是地境强者来了 也顶不住啊 那可是大道碎片 那可是提升灵根 地境强者 也无法抵御 这种东西的诱惑 等下一定要想办法 见苏格主一面 或者对玄宗主 留下一个好印象 这样万一能够收下自己 到时候什么飞龙渊 那分明就是自己家的鱼塘 到时候树龙藩内 最少十条龙魂起步 邱伯涛想着这些 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笑容 邱道友 你在想什么龌龊的事情 感觉你刚才笑得 十分阴险猥琐 李东华看到对方的表情 忍不住打去道 对方这个表情 他心中自然一清二楚 因为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第85章 修士的责任 类似这样的事情 在天眼宗的各个风上都有发生 许多人看到天眼宗弟子的修行 都是十分的羡慕 他们心心念念的东西 在人家宗门内 都是最普通不过的东西 甚至还有许多 是他们听都没有听说过的 来到天眼宗 才是真正的大开眼界 不仅仅是散修 甚至来到天眼宗的一些 其他宗门弟子或长老 心中都生出了一个想法 想要加入天眼宗 诸位道友 请来我清旋风 这时候一道声音在天眼宗内响起 声音不大 但是却清晰地传入这些修士的耳朵中 苏前辈 没错 正是苏道友的声音 走 赶紧去 晚了 可能什么都抢不到了 刹那间 天眼宗内一道道身影在空中急驰 密密麻麻遮天蔽日 煞事壮观 苏南站在清旋阁前面 静静地看着到来之人 苏前辈 伤势恢复得怎么样 苏前辈 我想死你了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你饿不饿心 我都替你害臊 苏前辈 我想你想的请示拿 他有些无语地看着这群修士 在他的印象中 修士本就是那种高冷 漠视一切的姿态 但这群修士总感觉什么地方不对劲 多谢诸位道友关心 我已经恢复了一些 并无大案 尽管心中十分无语 但是脸上却没有任何表现出来 没事就好 苏前辈鸿福齐天 我就知道那群贼人 如何能够伤到的苏前辈 听到对方说已经无恙 这群修士长舒一口气 心中想着他们没有白来一趟 但是谁也没有提出购买塔山 一番问候之后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场面一片死寂 谁也没有说话 大家来这里 想必是为了购买塔山 苏南率先打破了沉默 直接开口说道 一众修士听到后 脸上露出了喜色 我这里的塔山也没有很多了 不过能够来到这里的道友 都能够买一根 听到只有一根的时候 他们的神情黯淡了下来 都来到天眼宗了 本以为能够多买一些 想必大家也看到了 之前血魔教的人 已经对我天眼宗展开了报复 如果不是诸位道友的出手 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宗门也要备战 准备迎接血魔教的报复 所有的资源都是弟子优先 希望诸位道友能够理解 这些人的表情 苏南尽收眼底 开口解释道 今天能卖给诸位道友一人一根 已经是从弟子的资源中 抽取出来的一部分 相信你们也看到了 我的伤势只是刚刚恢复 还无法继续炼制塔山 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剩下的这些 都是为我宗门弟子准备 他的解释 让周围修士黯淡的表情 稍微缓和了一下 等我们宗门成功抵御了血魔教的报复后 再给诸位道友提供塔山 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苏前辈 我帮你们宗门 共同抵御血魔教 忽然一名散修开口说道 还有我 魔修的耳朱之 不错 斩杀魔修 乃是我被修士的责任 见到有人开口 顿时有人复合 表示愿意一起抵抗魔修 这些说话的人 大多数都是散修 有宗门的人 谁也没有说话 最开始的时候 他们并不知道 对方是血魔教 大家一起出手了 但是现在知道了 反而有些顾忌 生怕对方被血魔教报复 毕竟他们代表的 可是一个宗门 这种事情 并不是他一人可以决定的 诸位的好意 我们天眼中心领了 血魔教乃是西域的强大魔教 我不能让你们白白 送掉性命 苏南白白手 直接拒绝了这些人的提议 苏道友这话不对了 诸杀魔修 本就是我们修士的责任 血魔教本 就是用凡人生命 来强大自身修为 这种毒瘤 本就人人得而诸之 邱伯涛站了出来 大意凛然地说道 不错 血魔教的罪行 庆竹难书 他们所在的地方 生灵涂炭 这不是你们天眼宗 一个宗门的义务 是我们全天下修士的责任 李东华也站了出来 他的声音 铿锵有力 每一个字 都表明了他的决心 贵宗当初 斩杀血魔教之人 本就是替天行道 更是我被修士的楷模 王英文看到 两人都站了出来 他也急忙表示了自己的立场 生怕晚了 不行 我不同意你们这么做 这本就是我天眼宗的事情 你们的好意 我心领了 一人一根塔山 需要的道友 钱来购买 苏南再次拒绝 甚至不想再提这个 马上转移了话题 拿出塔山 但是这些人 心里非常清楚 如果这个时候离开 恐怕以后 想要购买塔山 估计比城地还难 苏前辈 这样 你卖我们塔山 我们替你阻挡血魔教的报复 咱们一举两得 我们得到了塔山 你们宗们的压力 也得到了缓解 这时候又一名散修 站了出来 不错 咱们各取所取 也不是邦尼 我们只是为了自己 能够购买塔山 马上又有人附和 站在一旁的玄军朔 眼睛都要看直了 他恨不得 马上答应 然而看着苏南 并没有答应 他还是忍住了 苏师弟 还是心太软 如果换做我 我肯定马上答应下来 这么好的事情 上哪找去 他心中不禁想到 苏前辈 你要是不答应 我们就不走了 赖在你们天眼中 接着有个散修 再次开口 态度十分的决绝 你们真是 苏南叹了一口气 接着说道 雪魔教本 是我们宗门自己的事情 你们如果非要留下来 塔山为原来 十分之一的价格 出售给你们 全当是感谢你们的心意 我也想免费送给你们 奈何财力不足 众多修士 听到苏南的话 很是感动 这岂不是说 只要两百零食 就能买一根塔山 苏前辈 我们本就是自愿的 原价卖给 我们就好 不行 如果你们想要留下来 帮我们添眼宗 那就是原价的十分之一 不然请你们离开 以后再也不会出售塔山 苏南的态度 十分的坚决 第八十六章 其他宗门的反应 在苏南的强烈要求下 这些修士 最终以两百零食的价格 购买塔山 每天可以购买 两根一折的塔山 这数千名修士中 除了伞修外 还有其他宗门的人 他们听到这个 很是兴奋 最开始 还有些顾忌自己的宗门 听到只需要两百零食一根 宗门各屁 自己享受才是硬道理 当然帮天眼宗的好处 不止于此 苏南还拿出了二锅头 分装成一个个小瓶子里 对他们一一介绍了起来 能够击杀一名血魔教的人 可以免费获得一小瓶 二锅头 效果已经和他们说了 可以提升零根 这些人对苏南的介绍 没有丝毫的怀疑 毕竟能够造出塔山的人 再弄出点别的 他们也觉得很合理 听到这些后 他们比之前更加的兴奋 此时他们恨不得 马上还有血魔教的人出现 有劳诸位道有 苏南再次答谢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苏前辈不必客气 就这样 这群修士便留在了天眼宗 不过他们并没有在天眼宗内 反而是在天眼宗的外围 找了个地方 休息了下来 而那些来自其他宗门之人 此时急速朝着自己宗门而去 金雀门 宗主 刚我去了天眼宗 一名金雀门的人 回到宗门后 第一时间找到他们的宗主 买到塔山了吗 此时金雀门的宗主 正蹲在地上 在他面前 有十多个烟头 似乎想要找一个 稍微长一点的烟头 见到有人进来 连忙站起身来 急气地问道 买了两根 说着 从身上拿出了两根塔山 怎么踩两根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手却一点步都不慢 拿过来一根 直接点了起来 一脸享受的模样 靠在椅子上 是这样的 我们到了天眼宗 接着把在天眼宗内 发生的事情 简单地说了一下 你是说 血魔教要对天眼宗报复 只要帮忙的人 每天都能够买两根塔山 金雀门的宗主听到后 追问道 对 是这样的 所以我回来征求一下 宗主的意见 我们要不要去帮忙 听说还有提升灵根的酒 把见到的那些商品 全部都说了出来 去 当然去 派几名长老 再加上一些弟子 听到有这种好事 男子想都没想 直接答应了下来 宗主 血魔教可是西域那边 最强的一个宗门 我们 慌什么 我们只是帮忙 又不是拼命 实在不行就跑路 四百零食就两根塔山 带过去的人 记得让去的人 每天上交一根塔山过来 男子满不在乎的说道 等一下我将宗门之人 集合起来 看看有谁想去 是 结果宗门的长老和弟子听说 只要去天眼宗那边 就能两百零食购买一根塔山 都抢着要去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 临时举办了一次选拔 许多宗门内都出现在了相同的事情 人黄塔外 许多中小型的宗门 纷纷离开了这里 你们宗门怎么离开了 不等着人黄塔开启吗 有人疑惑道 没时间 我们要回去参加大笔 被问的宗门弟子 随口说道 宗门大笔 你们脑袋嗅逗了 这个时候 弄什么宗门大笔 说了你也不懂 我先走了 一时间 人黄塔外 已经消失了许多人 都是急匆匆的离开了这里 他们不是 没有想过趁火打劫 但是塔山这种东西 只有苏南一个人会炼制 其他人根本没有办法炼制 这就让他们非常头疼 仅仅只要花一些零食 就能获得的资源 他们拼什么命 青椒帮内 你是说 只要斩杀一名血魔教的人 就能获得一瓶提升零根的酒 一名壮汉看着身边的人 正色道 对 他们是这么说的 还有这种好事 真是天助我眼 你现在马上集结人 我知道一个血魔教的弱点 这位壮汉听到对方确认后 脸上露出了兴奋之色 他们青椒帮并不属于宗门 更像是一种地下势力 经常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血魔教到来的时候 手下便有人发现了 我们能够对付得了他们吗 看着自己帮主 手下这人有些担忧地问道 放心 我们又不抓他们的头 血魔教的弟子 那么多 少几个 他们也不会发现 这位帮主 显然已经想到了这些 我这就找人安排 然而血魔教这边并不知情 不同宗门的人 回到宗门后 听到天眼宗说的条件 都行动不已 他们纷纷开始动手 甚至有些人 开始私下收集血魔教的位置信息 有一些情报组织 甚至更是全员出动 而那些没有找到血魔教的宗门 则是派弟子前往天眼宗 毕竟只要在天眼宗内 就能低价购买两根塔山 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 这些宗门 纷纷朝着天眼宗赶去 这种好事 可不是随时都能有的 都很期待血魔教的出现 毕竟一名血魔教弟子 就是一瓶二锅头 这可是能够提升灵灯的好东西 他们如何能不心动 天眼宗外围 此时已经出现了许多修士 清旋风尚 苏南悠闲地靠在椅子上 系统 签到 定 签到成功 宿主获得一年修为 宿主连续签到 解锁便利店商品 陈醋 好家伙 醋也出来了 现在系统便利店里的商品种类 越来越多 之前的生抽老抽这些调味料 他都花费零食给升级了 升级后的调味料 用来做饭后 饭菜内蕴含了 极少一丝大道规则 这也是后来 他将自己做的饭 也列入了奖励中 打开便利店 陈醋 售价500零食 没有说明任何效果 直接购买了一瓶 准备看看 这个陈醋有什么效果 每次便利店里出现新商品 他都非常的期待 听说你受伤了 看起来没什么大碍 这时 清旋风尚出现一位女子 看到苏南后 女子淡淡地说道 牧师妹 你怎么过来了 找我喝酒吗 来的女子正是穆梦瑶 她打趣道 你这个身体状况 能喝酒 穆梦瑶眉毛一挑 挑衅地说道 我靠 你看不起谁 现在就喝 第87章 展开行动 冬域 血魔胶据点内 主上 练魂阵的阵点 已经让手下的人去布置了 33个阵点 都在同时进行 相信很快就能完成 至于阵点的建奏 我让人从城镇中 找了一些普通人 来这里做挖掘的工作 一名血魔胶的弟子 恭敬地对血魔胶的教主说道 血魔胶教主 名叫樊千鸣 小心一些 不要被那些宗门的人发现了 主上放心 这些百姓 这些百姓都是我花高价招过来的 只是告诉他们 有活需要干 他们并不知道 来这里做什么的 而且 当阵点建造完成后 这些百姓 可以直接血迹了 这人面无表情地说道 做得不错 人黄塔快要开启了 血魂丹的数量 准备的怎么样 他看着这名弟子 淡淡地说道 还差一些 之前这边据点 被捣毁后 藏在这里的血魂丹 全部没了 很有可能已经被天眼宗的人 全部拿走了 又是天眼宗 你之前说的那间 有没有查出来是谁 樊千鸣脸色阴沉了下来 说话的声音有些冷意 回 回主上 目前还没有查出来 这名弟子的脸上冒出冷汗 说话忍不住颤抖 声音也越来越低 废物 天眼宗暂时先不管 先去把阵点弄好 过些时候 我亲自去那里一趟 如果阵点 再出什么问题 你就可以去死了 他冷声说道 是 这人躬身后退 离开了房间 传我命令 33个阵点 哪个阵点出问题 全部人陪葬 他从樊千鸣那里出来后 没有了刚才的鳄鱼之色 声音极其冰茫 是 使者大人 雪魔教的弟子 依旧源源不断地 从西域那边传送过来 这些人都在秘密地建造 练魂阵的据点 其中一个阵点处 雪魔教的人正在忙碌着 除了雪魔教的修饰外 还有一些普通人 这些都是被他们抓过来的 当免费劳动力的 在他们不远处 有几道身影 正在远远地看着 小二 你确定这里没有高手吗 一个黑衣人 这些人都没有修为 不会引起怀疑 到时候安排进入的人 从里面引出来一人 咱们直接抓走就行 天眼中那边 又没有规定 雪魔教弟子修为 咱们就抓化神经以下的修饰 完全可以做到 神不知鬼不觉 抓一个 就能换一瓶二国头 我看了一下 这里除了那个化神经之外 有二十名雪魔教的弟子 而且 就算被化神经的发现了 以宗主的修为 完全可以轻松离开 小二分析的头头是道 做得不错 晚上的时候 你让里面的人 引出来一个试一下 不行咱们 就换别的方法 这两人商量完之后 找个了地方 悄悄地躲了起来 时间一点点过去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今天先干到这里 那边有吃的东西 吃完原地休息 一个时辰 接着干 这个镇点内 一位中年男子 脸上戴着金色骷髅面具 对下面的一些普通人说道 这些普通人 谁也不敢多说什么 你们在这里 看着他们 我回去给金石大人 汇报今天的进度 他对旁边的一位 雪魔教弟子吩咐道 这位雪魔教的弟子 脸上戴着一张银色面具 是 大人 中年男子交代完后 转身离开了这里 赶紧吃 吃完休息一个时辰 继续干活 该弟子对着那边的人 大声喊道 正在这个时候 一人走了过来 大人 我有件事 想和你说一下 哦 你有什么事 大人 我之前 在一个地方 发现了这种东西 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听他们说 这个东西 能够换钱 这人从身上 拿出一枚零食 递了过去 血魔教的这名弟子 看到对方手中的零食后 眼睛一亮 连忙问道 你是从何处寻得此物 那里是否还有这种东西 当然 那里有不少这个东西 只是我挖不出来 如果我告诉你此物 在什么地方找到的 你看工钱 能不能多给我一些 这人看了看对方 犹豫片刻 咬咬牙 支支吾吾的说道 只要你说出来 此物是何处寻得 工钱少不了你的 听懂对方的话 这名弟子眼神中 闪过一丝不屑之色 果然都是一些 没见识的废物 连零食都不认识 本以为对方 会提出什么条件 没想到只是加一些工钱 多谢大人 我现在就带你过去 这人听到对方的许诺后 脸上露出了一丝激动之色 说着便朝着远处走去 而这名血魔胶的弟子 则跟在后面 脸上同样非常激动 能够发现零食的地方 自然是有一个零食矿脉 即便不是矿脉 也是一个灵气 十分充沛的地方 两人越走越远 渐渐地消失在了夜色中 还有多远 已经走了将近半个时辰 他有些不耐烦地问道 很快就到了 大人不要紧 这人头也没回 依旧往前走 碰 一声闷响 血魔胶的这名弟子 感觉后脑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 连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直接昏死了过去 宗主 得手了 这个人是宁神静的修士 这人倒下后 从身后的树林中走出来三人 其中一人一脸兴奋地说道 快将他绑起来 小心一些 赶紧离开这里 这位宗主看到 倒在地上的血魔胶弟子 脸上露出喜色 吩咐道 这几人干净利索地 将此人捆绑了起来 直接将人扛在肩上 你不要回去了 避免被人怀疑 又对刚才引人出来之人 交代了一句 接着从身上 拿出两颗灵石地 给了对方 接着几人便消失在了夜色中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 第88章 悲催的血魔胶 帮主 你确定这里的人 我们能够对付的了吗 青椒帮帮主 带着一众人 在血魔胶的另一个阵点处 蹲守着 其中一人 咽了咽口水 有些不安地说道 怕什么 这些人 我早就打探过了 这里只有一个化神经出气的修士 到时候 我想办法将这人引开 你们看到那些 脸上戴着面具的人没 我把这些人引开后 你们直接冲进去 只抓修为低的 打不过的不要硬抗 一次行动 抓一个 我们就算成功 你们得手后 咱们在老地方集合 青椒帮的帮主 眼睛瞥了一眼不远处的阵点 淡淡地说道 帮主 你确定 你能够从化神经的修士手中逃脱吗 一名小弟 有些不确定地问道 啪 他直接一巴掌 拍在小弟的后脑勺上 说什么话 你帮助我好歹 也是准化神经的人 即便打不过 逃命总能逃的 而且在塔山的帮助下 我已经成功学了一门神法 别说那个化神经 就算是神玄境 我要是想跑 他们也拦不住 这人傲气地说道 这名小弟 伸手揉了揉脑袋 脸上带着一丝委屈 我也是担心帮主 好了 别废话 你都带几个弟兄 埋伏好 随时等待我的信号 是 帮主 等天黑了后 行动 你们看好 别抓错了 那些普通人 我们不抓 帮主放心 交给我 保证完成任务 两人商议完后 开始在这里等待着 等天黑了后 震点处的人 已经开始休息 就是这个时候 等我引开后 记得 能多抓几个 就多抓几个 不论死活 帮主多加小心 小意思 看我的 男子说完 一个闪身出现在了 阵点的外围 看着里面的人 大声喊道 里面的人 听着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挖此地 交出买地钱 谁 这个阵点的领头之人 看着不远处站着的男子 冷喝一声 你爷爷 你找死 雪魔叫的领头之人 听到后 脸色一变 直接朝着对方冲了过来 眨眼间 便出现在了这人面前 一拳 朝着对方的脑袋袭去 男子往后一躲 堪堪躲开对方的攻击 孙子 没大没小 敢打你爷爷 躲开对方攻击后 还不忘嘲讽 一下对方 找死 这人脸色沉了下来 眼神中闪烁着寒芒 再次朝对方袭去 然而 对方并不攻击 边躲边往后退 两人交手数十招 已经惊动了这个阵点的 其他雪魔叫弟子 孙子 就这点手段吗 人多大人少 不要脸 说完 转身朝着不远处 急驰而去 想跑 没门 紧接着追了出去 兄弟们 动手 直接抓修为低的 看着对方的服饰 不要抓错了 见到围守之人离开后 在不远处埋伏的一群人 直接冲了出来 他们手中 拿着各种武器 在这些人 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直接扑了上去 基本上十个人 对付一个 而雪魔叫这边的人 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十个人一轮的攻击 就已经昏死了过去 见到有人昏死过去 马上就有人扛起来 转身离开了这里 这拨人得手后 再次向另外一个人攻击 雪魔叫的弟子 只能被动应战 兄弟们 撤 得手五名 在抓了五名 雪魔叫的弟子后 这群人中 有人大喊一声 数十道身影 转身狂奔 瞬间便消失在了黑暗中 该死 究竟是什么人 追出的那人 过了半个时辰 骂骂咧咧的 回到了正典处 金卫大人 您离开后 我们这边也遭遇了袭击 不过还好 只有五名修为低一些的弟子 遭遇了不错 这人刚回来 便有人上前报告 你们多加小心 今晚轮流值班 明天 我找使者大人说此事 是 这样的事情 不断地发生 33个镇点 有三处镇点 都是遭遇了偷袭 不过损失并不严重 这些人并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有一天 33个镇点中的 其中一个地方 负责这里的人 发现这里的弟子 越来越少了 几乎每天 都会少一名百姓 和一名弟子 最开始人多的时候 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随着人数不断地减少 当他发现的时候 这个镇点的弟子 几乎消失了一大半 天眼宗内 不断有人 扛着血魔胶的弟子 来这里换二锅头 虽然是免费获得 但是许多人 并没有选择二锅头 反而是换成了一根塔衫 原本守在天眼宗外围的 其他宗门弟子和散修 看到这些 天天扛着血魔胶弟子 来换东西的人 眼红了起来 他们留下一部人 在这里镇守 其他人 也有模有样的学着 开始专门针对 落单的血魔胶弟子出手 其中有个宗门 派出去了两名画 神经修士 误打误撞地 发现了一个镇点 待他们收拾完 这个镇点的人后 发现这个镇点下面 竟然有许多灵石 他们才不怪 这些灵石放在这里 有什么用 直接将里面的灵石 全部都给挖了出来 哈哈 发财了 这里竟然有五千枚灵石 这个可匕首在那里好多了 不但有灵石买塔衫了 还有这么多血魔胶的弟子 用来画二锅头 就这样一传二 二传三 许多宗门 纷纷加入到 抓捕血魔胶弟子的行列中 三十三处镇点 已经有一大部分被人发现 除了最开始 那些小型宗门 不能完全拿下镇点外 稍微大一些的宗门 直接将整个镇点占据 犹如蝗虫过境一般 镇点处被他们掘第三尺 连一颗灵石碎屑都不给留 苏南在清玄风上 已经有些梦了 他原本只是想着 让这些修士 帮天眼宗拖延一阵 竟然这么猛 短短几天的时间 他已经从便利店里 购买了十几瓶二锅头 一瓶二锅头 就能分装成二十个小瓶子 连他看了都暗暗扎舌 血魔叫内 主上 不好了 负责镇点的这位使者大人 此时胆战心惊地说道 什么事 樊千铭一听对方说不好了 心中就莫名的烦躁 我们的镇点 已经有二十个被人偷袭 破坏了 第八十九章 咱们将计就计 樊千铭额头轻轻爆起 你再说一遍 主上 我们的三十三个镇点 有二十多个被人破坏 甚至咱们血魔叫的弟子 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人胆战心惊地说道 啪 他一巴掌抽在对方脸上 整个人被抽得转了两圈 摔在了地上 你再说一遍 此时的樊千铭 已经暴怒无比 这三十三个镇点 每一处都是他提前弄个好的 这三十三处镇点 是炼魂阵的最佳方位 这被其他修士发现 他如何不生气 主上 我们血魔叫内有内奸 如此隐秘的地方 定然是内奸出卖 不然可能被发现 这人连忙跪在地上 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道 你特么告诉我 又是内奸 杨宗义 要不是看在你爷爷的面子上 我一掌毙了你 听到内奸两个字 樊千铭再次不淡定了 破口大骂 我们三十三个镇点的所有位置 只有最核心的人员知道 而其他弟子并不知道 杨宗义跪在地上 头也不敢抬 小声说道 即便是精卫 如果不是内奸 他们是如何知道 这三十三个镇点的具体位置 越说越觉得自己分析的很有道理 原本有些颤抖的身体 此刻镇定了下来 主上 这内奸隐藏的极深 恐怕我们之前在冬域这边的据点被毁 也是内奸所谓 说这些的时候 他眼神中闪过一丝自信的光芒 那你说如何做 才能救出内奸 樊千铭叹了一口气 对方分析的也不无道理 这三十三个镇点 全部都在人黄塔周围的隐秘位置 如果没有内奸 怎么可能短短几天 二十多个镇点 全部被其他修士发现 这明显就是针对血魔教的 主上 我们可以将计就计 重新弄新的镇点 看到对方稍微缓和了一些 他马上再次开口 重新弄 你当这三十三个镇点是随便弄的 每一个位置都是极其特殊的位置 樊千铭冷声说道 他恨不得一巴掌拍死眼前之人 事情办不好不说 还出一些馊主意 主上 我的意思是 我们故意弄一些假的镇点 可以混淆视听 以假乱真 即便有内奸 也分辨不出真假 哦 继续说 听到对方所言 心中一动 点点头 示意对方继续 重新弄正点后 每一个正点 都只告诉一个人 这样一来 即便有内奸 也不可能知道全部的位置 而且 哪个正点率先被修士发现 那么负责这个正点的精卫 必然是内奸 得到了教主的肯定 杨宗一越说越起敬 甚至开始分析 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不错 我倒是小看了你 你现在就去安排 至于新正点的位置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 你安排每一个精卫前去 如果此事办成 必有重赏 樊千明满意地点点头 对方说的这个办法 确实不错 可信性非常高 多谢主上 接着他转身离开了这里 要去安排接下来的事情 天眼宗外 有几人正等在这里 一道身影 从里面飞了出来 帮主 怎么样 兑换了二国头没 苏格主有没有卖给我们塔山 见到对方出来 这几人马上围了上来 急忙问道 有 兑换了两瓶二国头 甚至苏格主还卖给我两包塔山 说着如同炫耀一般 从储物袋内取出了两包塔山 两包 这么多 果然还是血魔教的弟子好 他们的命可以兑换二国头 就连他们身上带的零食 也能够买塔山 看到如此多的塔山 忍不住激动道 哈哈 不错 回去后 吩咐手下的人 继续打探血魔教的据点 这可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 只要再抓一些血魔教的弟子 我的灵根就能提升至地灵根了 这人就是之前青椒帮的帮主 看着手中的小瓷瓶 激动地说道 我靠 我怎么没有想到 只要抓到血魔教的弟子 他们身上还有零食 在他们不远处的修士 听到几人的对话后 一拍脑门 有些懊恼地嘀咕道 不行 我也找人去打探血魔教的据点位置 刚才这人只带了两名摩修 竟然能够买得起两包塔山 可见这血魔教的弟子 有多肥了 这人着急忙慌地离开了这里 转身去 而在天眼宗外围的修士 同样见到了青椒帮的收获后 都是心动不已 恨不得马上就去抓血魔教的弟子 在他们看来 这些血魔教的人 每一个都是移动的宝库 随便抓几个都能发财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秘密打探血魔教的位置 他们的这些正点 自然都是在人黄塔的周围 一传十时传百 众多修士为了塔山 变得疯狂起来 整个人黄塔外围 犹如蝗虫过境一般 不放过每一个角落 但谁也不说话都想闷声发大财 接着便发生一道怪异的现象 人黄塔周围不断有修士飞过 整个天空一道道长虹掠过 让那些守在人黄塔外围的势力 有些摸不着头脑 而这些寻找血魔教据点的修士 见面后问候的话也变了 怎么样 有线索吗 你找到了吗 有没有什么发现 咱俩可是过命的兄弟 你不能骗我 等等之类的话 甚至有一些会顿数的 都开始掘第三尺 想要找到血魔教的据点 这时候一名老者 在路过一座石壁的时候 总感觉什么地方不对劲 仔细观察许久 终于看出来了不对劲之处 这里是被一座小型的阵法遮掩 这一个血魔教的据点 竟然在山体内部 还用阵法遮掩 还好老夫擅长阵法之道 他悄悄地破开阵法 往里面扫尸一眼 里面果然是血魔教的人 不过里面有一位 化神经巅峰的强者 他不敢轻举妄动 决定回去摇人 这个据点 他看到里面 最少有十几个血魔教的弟子 锅头和塔山 他为了不打草惊蛇 再次将阵法恢复原状 做好标记后 激动地离开了这里 离开的时候 甚至他还在对方的阵法外 又加上了三层阵法 用来遮掩这里的异常 以防万一被人发现了 甚至还加了四道困阵 防止里面的人离开 做完这一切 急速离去 第九十章 这么多内奸 血魔教内 主上 新的阵点已经全部弄好 现在只要静静地等待 内奸自动出现 每个阵点处 我都留了后手 只要里面的印记被破坏 我们第一时间 便能感应得到 为了稳妥 每一个阵点负责的精卫 我都专门记录了下来 这是负责阵点的精卫 杨宗义从手中 拿出一张名单 递了过去 自信满满地说道 樊潜明点点头 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点点头 结果名单 仔细看了起来 这上面的名字 每一个都是血魔教的中间力量 这次过来 虽说是全员出洞 但是不可能真正地 全部从西域赶过来 能够来到这里的 基本上都是精英 人黄塔对血魔教来说 非常的重要 他已经计划了数百年 绝对不容有错 看着名单 他很不希望 这里面的人士内奸 每一个精卫 都是宗门花海量资源培养起来的 敢出卖血魔教 到时候定然让对方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他嘴里呢喃了一句 声音中充满了杀意 正在两人商议着什么的时候 杨宗义身上的令牌 闪烁了一下 主上 内奸出现了 他拿起令牌 看了一下后 脸上露出喜色 开口说道 什么 这么快 是谁 他的话 让凡千鸣一惊 心中更加相信了对方的猜测 血魔教内 果然有内奸 如果不是内奸 这次的新阵点 怎么可能如此快地被修士发现 甚至已经遭遇到了破坏 要知道每一个阵点 都是有屏蔽的阵法 即便是修为高一些的修士 也不会轻易地发现 这种阵法 普通修士根本无法发现 除非是那种 擅长阵法之道的老家伙 但这些老家伙 谁会闲着蛋疼 来人黄塔外围瞎转悠 是我们的新阵点 19号阵点位置 负责这里的精卫 是冯正龙 杨忠义看着令牌上收到的信息 急忙说道 听到这个名字 樊千鸣拿起手中的名单 仔细看了起来 冯正龙 难怪发现不了内奸 原来是他 嘴里嘀咕一句 这个人他有印象 是他在血魔教内 记住的为数不多的精卫之一 之所以知道此人 是因为这人的天赋很高 仅仅不到百年 便突破到了化神境巅峰 如果不出现意外 将来必然是血魔教的 长老一类的人物 为此他对此人倾斜大量资源 是重点培养对象 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会是内奸 出卖血魔教 带着血鬼 将此人抓回来 我要亲自诛杀 樊千鸣此时的声音 犹如九幽地狱般 透露着彻骨的含义 是 主上 杨宗义恭敬地说道 说完转身离开了这里 急速朝着十九号镇点去 哈哈 怎么样 我没有骗你们吧 我就说 这里是血魔教的据点 咱们一举拿下 到时候我们四六分 我六 你们四 之前发现这个的那位老者 带着几人 再次回到了他之前标记的地方 破开阵法后 满脸笑容地 对身后几人说道 没问题 这里这么多血魔教的弟子 足够我们分了 记住 要活的 苏格主可是说了 活得更有价值 接着几人 便冲了进去 这个地方正是十九号镇点处 里面的血魔教之人 看到有人冲了进来 便出手反击 然而 只有一名化神镜巅峰修士 其他都是一些运神镜 助激镜 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战斗已经结束 只有一位逃了出去 正是那位化神镜巅峰的修士 这几位也不练战 三下五除二 将这里 其他血魔教弟子 全部捆绑起来 转身朝着天眼宗的方向而去 此时杨宗义 带着邪魁 正在急速飞驰 忽然迎面飞来一道身影 只见这人身上 全是鲜血 显然是受了重伤 使者大人 两人擦身而过的时候 认出了对方 急忙开口 看着此人 杨宗义一眼认出了他 正是他要去抓的 十九号镇点的精卫 冯正龙 使者大人 我们的新镇点 被人发现 里面的弟子 恐怕已经遭遇不测 我拼死才逃出来 认出对方后 冯正龙一脸焦急地说道 哦 冯经卫 你是如何逃出来的 听到对方的话 他撇撇嘴 显然不相信对方的话 这明显是苦漏技 十九号镇点 来了好几位化神经的修士 我一个人无法抵挡 快去告诉主上 建造镇点的资源 还没有带回来 血魁 拿下 他身后的血魁 一个闪身 出现在冯正龙面前 一拳将其打翻在地 使者大人 你这是做什么 冯正龙面露吃惊之色 惊恐地问道 此时 他已经身受重伤 无法抵抗血魁的攻击 还苦肉戒 真当我是三岁小孩 看着对方焦急的表情 他心中 无懈地想到 带着此人 快速地朝着血魔劲去 主上 冯正龙被带了回来 血魁将此人丢在地上 此时的冯正龙 已经昏死了过去 本就受到重伤的他 在被血魁击伤 此时 犹如死人一般 瘫在地上 让他活着 剥皮抽筋 将他悬挂在外面 我要让他眼睁睁 看着自己 被野狗吃掉 同时也让其他弟子看看 这就是出卖血魔教的下场 樊千鸣阴毒地 看着地上之人 话语中 没有一丝感情 正当杨宗一准备 说什么的时候 他身上的令牌 再次闪烁起来 拿起令牌 此刻他的脸 刷的一下 变得苍白无比 主 主 上 三号 五号 十三号 十八号 二十二号 二十三号 二十五号 的阵点 都遭遇破坏 他说话的声音 再次颤抖起来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竟然有如此多的内奸 这才多久 竟然有八个阵点被发现 八个内奸 他的心在狂跳 这么多的内奸 他有些不知所措 樊千鸣额头 清金爆起 好好好 究竟是谁 竟然敢在我血魔教内 安插如此多的内奸 把这些人全部抓起来 搜魂 我倒要看看 是谁如此大胆 敢引我血魔教 此时他怒急而笑 做梦都没有想到 这次过来的精卫 短短几天 竟然冒出了八位内奸 他如何不生气 第九十一章 审讯内奸 一共九个阵点 被人发现 只抓回来的六人 其余三人消失不见 主上 我们究竟所犯何罪 为何如此对待我等 被抓回来的几人 跪在地上 眼神中充满了恐惧之色 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 究竟是因为什么事情 每一个精卫对血魔教 可以说是忠心耿耿 然而被抓回来后的第一时间 便对其中一人进行了搜魂 搜魂的手段极其残忍 看着搜魂之人扭曲的面部 凄惨的叫声 让这些人心中聚颤 好手段 竟然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樊千鸣皱起了眉头 刚才的搜魂是他亲自出手 但是 在这人的魂魄记忆中 全部都是关于血魔教的事情 甚至从他加入血魔教 一路努力修炼 成为了精卫 却没有一丝 关于内奸的信息 主上 他加入血魔教之前的记忆 全部都没有了吗 杨英文听到对方的话 连忙问道 没有 他的记忆都是从加入血魔教开始了 之前的记忆一点都没有 当真是好手段 竟然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显然对方早就防备了这一天 他脸色阴沉地说道 本以为通过搜魂 就能知道 是何人算计他 却一无所获 而被搜魂过的人 已经成为了一具行尸走肉 将尸体带下去 炼成血鬼 随手将手中的尸体 丢在了地上 剩下的几名精卫 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 抖落筛康 只要你们说出来是谁指使你们做的 我可以给你们一个痛快 交代完后 他将目光再次看向几人 淡淡地说道 尽管他的声音十分温和 但谁都能听得出来语气中的杀意 主上 我们听不懂您说的什么 什么谁指使的 正点被其他人发现 是我们的疏忽 如果主上想要惩罚我们 杀了便是 还请主上给我等说明 也好让我等死个明白 这几人根本不明白 对方话语中的意思 脑袋都是猛的 很好 你们非常好 我很欣赏你们的骨气 希望你们等一下 还能像现在这般硬气 樊千铭听到对方的话 原本已经压下去的怒火 再一次被点燃 嘴角带着嗜血的笑意 看着几人 来到其中一人面前 并没有看对方 咔嚓 一道骨头碎裂的声音响起 他踩在对方的小腿上 一股狂暴的灵力传出 对方的小腿 刹那间变成了一滩肉泥 剧烈的疼痛感 让他的脸部扭曲 喉咙中 的声音 汗水夹杂着血液 衣服直接湿透 额头轻轻抱起 张着嘴巴 宛如离开水的鱼一般 很好 非常好 樊千铭嘴角 露出一丝残忍的笑容 咔嚓 这人的另一条小腿 也被踩成了肉泥 剧烈的疼痛 整个人直接昏死了过去 他从身上拿出一粒丹药 掰开这人的嘴巴 强行塞了进去 片刻后 昏迷的人悠悠醒来 紧接着一声惨叫 嘴角一雪 很不错 以前都没有发现 你们的骨头如此之硬 去给我找一条野狗 他瞥了一眼一旁的杨英文 冷声说道 是 片刻后 一条身高将近一米的黑狗 被牵了进来 这狗进来后的一瞬间 变得暴躁无比 眼睛泛起红光 杨英文松开了手中的绳子 黑狗直接扑在了 这名精卫身前 整个下半身 被啃食殆尽 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 被一点点的啃食 瞳孔剧烈收缩 但却什么都做不了 最终地上 只剩下了一具骷髅 浪费了一颗丹药 丢出去 挂在外面 他拍拍手 淡淡地说道 这一操作 让剩下的几人 牙子欲裂 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现在 你有什么想要交代的吗 樊潜明指了指 另一个精卫 脸上再次露出笑容 语气依旧十分地温和 然而 对方的笑容 在这几人眼里 却是恶魔的微笑 心中的恐惧 已经上升到了极点 主上 我说 我什么都说 被吓得有些语无伦次 你说的让我满意 我可以给你个痛快 樊潜明点点头 示意对方说 我 这人张了张嘴 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并不是他不想说 是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 主上 你想知道什么 你问 我绝对置无不打 他小心翼翼地说道 很好 既然不知道要说什么 那就不要说了 对方的回答 让樊潜明气急而笑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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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连四声 这人的四肢全部被踩烂 如刚才那人一般 迎接他的便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吃掉 甚至在最后的时刻 将这人身上的精血 全部给炼化 成了一颗血魂丹 我的话不想重复第二遍 你 考虑得怎么样 将血魂丹拿在手里 轻轻地颠了一下 玩味地看着剩下几人 淡淡地说道 主上 我们所犯何罪 还请主上明说 即便是死 让我等也做个明白鬼 左右也是死 有人直接大声喊道 将他们带下去 我不想看到他们死得太过痛快 见到几人强硬的态度 樊千鸣索性不再自己动手 对一旁的杨英文吩咐道 是 主上 接着 他便将几人带了下去 天眼宗外围 有好几拨人 从内走了出来 每一个走出来的人 脸上都带着喜色 这位道友 可否借一步说话 一名修士走了过来 对其中一人说道 接着 他从身上拿出一根塔衫 递了过去 这人看到塔衫后 心领神会地接了过来 你们在那边等我一下 我去去就来 对他的同伴交代了一句 跟着这人朝着一旁走去 道友 你们是如何寻到血魔教的据点 可否告知一二 倒是必然少不了道友的好处 他四周看了看 发现没有人跟过来后 小声地问道 问的时候 又拿出一根塔衫 递了过去 这个恐怕 看着对方手中的塔衫 迟了一下 道友 还望告知一二 说完 又递上一根 好吧 告诉你也无妨 不过 你不要告诉别人 终于在对方递过来四根塔衫后 这人终于开口说道 这种事情 迟早也会有人知道 现在告诉对方 他还能摆得几根塔衫 再过几天 恐怕连一根塔衫都没有了 第九十二章 全室内奸 两人在密林中交谈了一会儿 双方都十分满意地离开了这里 原来如此 对方告诉他 如何寻找血魔教的据点 血魔教的据点 大多数都是有阵法隐藏 得知这个消息后 这人也开始行动 第一时间回到自己的宗门内 毕竟宗门内 什么样的人才都有 宗主 将咱们宗门擅长阵法的长老 派出去 血魔教的据点 需要一位擅长阵法之人 才能寻到 一名血魔教弟子 就是一瓶二国头 这种破天的富贵 马上就要降临到我们宗门了 回到宗门的第一时间 便是找宗主商议此事 此言当真 呆宗宗主听到后 眼睛亮了起来 千真万确 这是我花了十根塔衫 才换来的消息 绝对不会有假 这名弟子 十分笃定地回答道 不错 如果消息为真 等我们抓到血魔教的弟子 获得的奖励 定然少不了你的一份 多谢宗主 两人再次商议了一下 带着几名老者 便离开了宗门 接着当天下午 他们就发现了一个 血魔教的据点 抓到了几名血魔教的弟子后 朝着天眼宗儿去 他们怎么这么也抓到了 血魔教的人了 有修士认出了这几人 不禁疑惑道 他们的运气真好 我已经在人黄塔外围搜寻了好几天 血魔教的一根头发丝都没有发现 人比人气死人 看到对方抓回来的几名血魔教弟子 十分的羡慕 那位老者 我认识 是他们宗门内的一名正法师 难道说 血魔教的据点 需要正法师才能发现 有人眼间 认出了这几人的一位老者 有些疑惑道 你这么一说 我也注意到了 之前发现据点的那些人中 似乎都有一个 或者几个正法师 你猜测的很有可能是对的 听到刚才之人的话 马上有人开口复合 经你们这么一说 我也发现了端倪 之前的那群人中 有一人 他就是擅长正法之道 我们也可以试试 寻几名正法师 这些人越来越觉得 自己的猜测是对的 纷纷开始寻求正法师的帮忙 结果还真被他们蒙对了 这些据点的外面 都是树道十分隐秘的正法 短短两天 便发现了一个血魔教的据点 消息一传十 十传百 所有抓捕血魔教的修士 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于是乎 原本不怎么吃香的正法师 此时成了香波波 纷纷出高架 邀请正法师帮忙 甚至一些 无入流的正法师 出场费都是三根塔山起步 风老 我们需要一个正法师 听闻你最擅长 隐秘正法的布置 不错 老夫半生都在钻研正法之道 尤其擅长隐秘正法 只要您肯帮忙 费用你来说 十二根塔山 风老 我们现在也没有这么多 能不能便宜一些 出不起 就不要来打扰老夫 老夫并不是那种 见前掩开之辈 请诸位离开 我还要钻研正法 听到对方想要砍价 这老者 直接一口回绝了对方 行 冯老 就按你说的来 咱们事先说好 我只负责破阵 其他事情 则由你们自己负责 至于你们 能够获得多少 我一概不参与 那就这么说定了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随时都可以 竟然商议完 快速地离开了这里 类似的事情 在不同的地方 都在发生着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仁皇塔外围的据点 被发现了十几个之多 当然 也有一些三流阵法师 在得到报酬后 并没有找到据点 但依旧不影响 他们的受欢迎程度 苏南在清玄峰上 看着不断 有人送来的血魔教弟子 很是诧异 这是捅了血魔教的老窝了 这几天 怎么抓来这么多血魔教之人 他不禁疑获到 如果不是他再三确定了 这些人就是魔修 他都一度怀疑是这些人 故意找了一些群众演员 来烂鱼充树的 此时的清玄峰上 已经有将近一百名魔修 这些魔修被送到这里后 全部都被苏南关 在了地牢里 之所以没有杀这些人 是他觉得 这些人还有用 都是免费的劳动力 你说什么 血魔教内 樊千明的大声呵斥道 主上又有二十个阵点被发现 这二十个阵点中 有十八个阵点是 我们重新建造的诱饵阵点 杨英文小心翼翼地说道 当他身上的那枚令牌 不断闪烁光芒的时候 就有些慌了 几乎每天都闪烁数次 一到到阵点被发现 攻破的消息传来 他整个人都骂了 如果隐瞒不报 恐怕等他的 也是被喂狗 但是说了 他的拿捏不准 自己的小命 能不能保得住 再三纠结之后 终于做出了决定 说出来了 起码能混个全尸 这次过来之人 难道全尸内进不成 之前的九个阵点被发现 他已经怒不可解 现在又多了二十个据点 难道说 跟着他过来的这些精卫 和弟子 都是内奸 这么一看 他是带了一群内奸过来了 这还是只是 目前发现的 许多没有被发现的内奸 恐怕会更多 这让他心生恐惧 究竟是哪个势力 竟然如此煞费苦心的 往他的宗门内 安排眼线 而且还不止一个 如果不是这次来冬域 他都还发现不了 越想心越惊 之前那几人 有没有交代出来 想到之前 被抓的几人 再次问道 他们进入咱们 宗门之前的记忆 似乎都被抹除了 根本无法查证 这些人都在打马虎眼 即便是用上了酷刑 对方也没有说出来 杨英文硬着头皮说道 如此看来 恐怕还有许多内奸 并未被发现 樊千鸣 脸色阴沉地说道 他此时脑海中 闪过一个荒唐的念头 这么多人 都是内奸 只有他自己 不是内奸 难道他自己是内奸 其他人才是 真正的血魔教弟子 这个荒唐的念头 他自己 差点都脑子转不过来 主上 我有个办法 可以一举将这里 所有的内奸 都给揪出来 杨英文看到对方脸上 不断变换的怪异表情 他脑海中 闪过一个想法 连忙开口说道 小伙伴们 我以小长假开启 有没有出去浪一下 第九十三章 血魔教是好人啊 什么办法 当真能够抓出全部内奸 樊千鸣 看着对方自信的样子 疑惑道 主上 咱们这次过来的精卫 你觉得有多少人是内奸 杨英文没有回答 反口问道 应该不会太多吧 他有些不确定的说道 此时在他心里 也有些打鼓 毕竟大多数精卫 都是亲自挑选培养出来的 最开始说有内奸的时候 他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血魔教不同于其他宗门 他们宗门内的弟子 想要提升修为 只有通过吞食血魂丹 这种剑走偏锋的修炼方法 这种功法 可以让人急速提升修为 但没有血魂丹 将无法进行提升 本就不是其他宗门之人 能够学习的 但是从最初的一两个内奸 到现在好几十个 现在已经陷入了自我怀疑 究竟是哪个宗门 竟然提前这么多年 就在他身边安插内奸 当听说有数十位内奸的时候 他心中都把这么多年来的仇人 都想了一遍 也没有想出来 究竟是谁如此大手笔 我感觉这次的精卫内 还隐藏了内奸 只是我们没有发现 从仁皇塔出世提前出世 到现在 主上 你有没有觉得 这都是有人刻意安排的 如果没有内奸 这人是如何能够做到 让那个仁皇塔提前出世 很有可能 东玉这边 就是那神秘之人 故意安排的 杨英文将自己的猜测说了出来 不错 你分析的和我想的不谋而合 恐怕真有一位神秘人 在幕后操纵着一切 但是这么做 他有什么目的 凡千鸣点点头 对方的分析 他觉得十分的合理 只是心中有些疑惑 不知道对方究竟想要做什么 主上 这还不明显吗 咱们来东玉这边 是做什么的 杨英文缓缓问道 你是说 仁皇塔内的 他心中一惊 不太确定的说道 不错 我想应该也是这个 这人想做受渔翁之力 那为何 现在要针对我们布置的阵点 凡千鸣再次疑惑 想必 对方通过安插在我们宗门内的人 已经知道了应对的方法 所以才会让这些阵点暴露出来 给破坏掉 试图打断我们的计划 不错 应该是如此 如此看来 对方图谋很大 我们宗门内 定然还有许多内奸 听到对方的话 他眼睛一亮 十分肯定道 你刚才说 有办法救出来全部内奸 要如何做 主上 我们重新建的阵点 只有你我二人知道 显然对方并不知情 我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将所有的精卫都派出去 让一名精卫建一个阵点 这样一来 如果是内奸 对方定然会想办法 让人发现 破坏阵点 如果不是内奸 也加快了阵点搭建的速度 一鼓作气 将这群内奸 一锅端了 对方不是 想要破坏我们的计划 那么我们就演一出戏给他们看 到时候 主上给每一名精卫 下一道禁止 只要他所在的阵点出了问题 直接启动禁止 让其死亡 让这些内奸 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 杨英文淡淡地说道 眼神中闪过一丝狠辣之色 主上 我们在暗中搭建一个区域传送阵 让宗门那边 继续过来人 人黄塔应该快要启动了 只有清除了内奸 咱们才能安心 就爱你说的做 樊千鸣点点头 如今也只好如此 到现在 他自己都有些搞不清楚 究竟有多少内奸 这种是最快速的方法 还有背后操纵这一切的神秘人 他一定要将其揪出来 英文 宗门有你 真是宗门之幸 他伸手拍了拍杨英文的肩膀 欣慰地说道 都是主上栽培 听到被夸 脸上露出喜色 去安排吧 是 两人商议完后 再次行动起来 而人黄塔外的修饰 并不知情 依旧 每天都在不断地寻找血魔教的句点 兄弟们 加把劲 只要再抓紧名摩修 咱们每个人的灵根 都能提升一品了 这几名修士 短短几天的时间 已经抓获了数十名的血魔教弟子 获得的二锅头 让他们的灵根 获得了巨大的提升 再加上塔山的缘故 这些人的实力 都提升了一个档次 然而接下来的几天 他们不论如何寻找 都再也没有找到血魔教的句点 血魔教的人 不会被我们抓完了吧 有人不太确定地问道 应该不会 听说血魔教是西域的顶尖势力 即便不能全部来到咱们东域 起码也有几百上千人过来 马上有人否定这个说法 要是有传送阵 能够直接前往西域就好了 天天蹲守在血魔教的门口 守住带兔 想想就很美 得了吧 先不说有没有传送阵 能够传送到西域 就算能到 你能打得过吗 西域最强势力 可不是说得完的 且 如果血魔教真这么强 为何在东域连反抗都不敢 别整天想这些没用的 咱们还是好好寻找一下 他们的据点 不然付给阵法师的费用就浪费了 大家都在猜测 为何血魔教消失得无影无踪 正在苦苦搜寻不到 准备放弃的时候 忽然有修士再次发现了血魔教的据点 而且这次的据点比之前的还要多 几乎每隔一段距离 便能发现一个据点 不过里面的血魔教弟子 比之前要少上许多 即便如此 也足够让这些修士兴奋 再次开始疯狂的寻找和抓捕 血魔教真是好人啊 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马上又来了一片 血魔教的人一定要顶住 有没有认识血魔教的人的 想办法通知一下他们 让他们从西域那边再过来一些人 他们的弟子已经不够用了 希望这次持久一些 不要和之前一样 还没动手 直接就没了 这群修士彻底疯狂了 谁都不能确定 这是不是最后一批 都想获得更多的资源 甚至为了一个血魔教的人 双方大打出手 人黄塔外的那些势力 此时的注意力 也放在了这些修士身上 血魔教这是造了奶门子的念 刚到冬域 就被追杀 有人感叹道 你知道个屁 抓住血魔教弟子 就可以去天眼宗 换一瓶二锅头 你知道二锅头吗 二锅头 这人疑惑得摇摇头 那可是可以提升零根的东西 不论年龄 修为 只要喝下去 就能提升零根 当真 自然 走 咱们一起去抓血魔教的弟子 第九十四章 塔古的疑惑 原本无动于中的一些大型势力 终于按捺不住 终于的渔潮 穷华圣地 此时都已经忘记了 人黄塔的试炼 纷纷让手下的人 寻找血魔教的据点 修兄 你说那些人说的是真的吗 真有可以提升零根的酒吗 罗子齐有些好奇地问道 如果是天眼宗那位的东西 我觉得90%的概率是真的 难道你忘了塔山了 修书思索片刻 淡淡地说道 这些我当然知道 但是听起来 确实有些匪夷所思 我们去抓几个血魔教的弟子 自然就清楚了 走 咱们也去寻找一下 不但是他们 其中势力也纷纷疑惑 他们都是抱着试者的态度 最开始并没有派太多的人 去寻找血魔教的据点 但是 当他抓了一名去天眼宗 兑换奖励后 才真正的明白了 为何那些修士 如此的疯狂 这简直就是神酿 世界上 竟然有如此神奇的东西 提升零根的同时 竟然我零根上 受到的一些暗伤 也恢复了 这人兑换了一瓶二锅头后 当场一饮而尽 一股暖流 涌入他的零根 不断地滋润着 零根上的一些暗伤 也隐隐有了修复的征兆 如何不让他吃惊 不仅仅是他 其他势力也是如此 仅仅只有 五指大小的瓶子 就能让他感觉到 零根有一丝丝的提升 这下这些势力 彻底疯狂了起来 原先只是一些 中小宗门和散修 四处寻找血魔教的弟子 现如今 人黄塔外的众多势力 也纷纷加入了进来 整个人黄塔外围 天空中一道道长红飞过 遮天蔽日 此时 谁也不再去占据 什么人黄塔的传送入口 纷纷离开了传送入口处 加入到了寻找 血魔教具点的行动中 人黄塔传送入口处 一个人影也看不到了 塔骨脸上浮现出疑惑之色 为何这些修士都不参加试炼 距离正式开启 还有两轮测试 但是接连几天 没有一个人参加 空空荡荡的人黄塔 塔骨陷入了沉思 这是我见过的 最差的一切修士 一点上进心都没有 整天瞎晃悠 就他们还想获得主人的传承 做梦去吧 心中恶狠狠地想到 那些中小型宗门寻找得慢 但是这些大宗门势力 什么样的人没有 他们寻找的速度非常之快 仅仅几天的时间 血魔教的所有阵点都被发现了 而且都是一锅端 根本不给对方任何反应的时间 源源不断的血魔教弟子被送来 清悬风上的苏南 看着面前的血魔教弟子 突然有些头疼起来 他有些后悔 要求抓活的了 但是 如果不抓活的 就分不清究竟是不是血魔教的弟子 你们想不想要活命的机会 苏南看着眼前这群人 忽然问道 想 还请前辈饶命 我等也是误入歧途 才加入了血魔教 听到对方的话 这群人连忙跪在地上 大声说道 想活命 也不是不可 现在开始 自费修为 我可以让你们留在我这里 他淡淡地说道 这 听到自费修为 都犹豫了起来 在他们血魔教内 没有修为 就等于死亡 当然 我不强迫你们 不愿意也没事 我会给你们的痛快 见到众人脸上的犹豫之色 苏南再次开口 前辈 我愿意自费修为 片刻后 有一人站了出来 不等对方回话 他伸手 往自己胸口一拍 破 一口鲜血吐出 整个人的气息 瞬间萎靡了起来 身上再无一丝灵气 很好 以后你就是我清旋风的生产小队长 苏南点点头 赞赏地说道 这人确实有一股子狠劲 能够如此决绝 是他没有想到的 见到有人站出来 马上就有人也跟着站出来 自费修为 变成了一名普通人 自费修为的人 则站在苏南的身后 当然也有一些 不想自费修为的 苏南也没有勉强 直接一见了结了对方 几乎有一多半的人 不想自费修为 在他们的印象中 自费修为 就等于变成了其他人的资源 他们血魔教 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吃人 血浑丹 都是用修饰的精血炼制而成 经过一个多时辰的处理 有二十多个人 废除了修为 其他人则全部投胎转世了 你们选择留在这里 是你们最明智的决定 原来的名字 就不要再叫了 以后你们的姓蓝祥 后面加上你们原来名字上的一个自便课 晚些时候 我会给你们制作相应的身份牌 你是最先表态的 你以后 就是这群人的小队长 等下将这些人的名字统计一下 然后拿给我 看着二十多人 苏南缓缓说道 清玄丰后山有许多空地 他之前就想着自己种一些菜之类的东西 以后吃起来也方便 但是自己懒得去弄 现在有免费的劳动力 他的心思再次活络起来 是 苏前辈 我叫蓝祥起 蓝祥起激动地说道 你的任务 就是带着他们去后山开肯荒地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很好 你们中 有没有会做饭呢 他再次开口问道 刚刚忽然想到 都有免费劳动力了 要是有人做饭 岂不是更舒服了 前辈 我在加入血魔胶之前 就是一名厨子 又一人站了出来 开口说道 很好 以后你就是咱们的厨子 以后的饭 就交给你来做 晚些时候 我给你一些菜谱 你按照上面的做就可以 你以后 就叫新东方 是 多谢前辈 新东方听到后 脸上同样露出了喜色 能够活下来 就已经不错了 甚至还能留在清玄风上 眼前这人的修为 他看不出身前 但身上偶尔散发出来的气息 却让他震惊不已 好了 接下来 先把这里的尸体处理一下 去后山找个地方埋了 这群人的动作非常迅速 即便是废除了修为 但依旧比普通人强上许多 苏南回到房间 拿出纸笔 开始写诗谱 忙完这些 天色已经很晚了 苏前辈 这是所有人的名字 蓝响起恭敬地递过来一张纸 上面写着二十多个人名 很好 这里有一些屁股单 拿去分给其他人 等我培训好新东方后 你们就不用吃这些东西了 是 第九十五章 古灵族 人黄塔外 远处的天空 一道道黑影 朝着这边急速而来 走近后 会发现 这一道道的黑影 竟然是一只只巨大的苍蓝 苍蓝浑身灰白相间的羽毛 双翅张开 有将近二十米 在其的背上 隐隐看到树道人影 他们身穿兽皮 赤裸双脚 头戴戴着不知什么羽毛编制的帽子 青衣色的男性 这些人的身材十分的魁梧 古铜色的肤色 身上爆炸般的肌肉 给人一种莫名的压迫感 手里拿着不知道什么瘦类的腿骨 每个人身上都弥漫着一丝凶狠的气息 苍蓝缓缓落在人黄塔外围的空地上 这群人从鸟背上跳了下来 朝着四周看了看 其中一人开口说道 我就说路上不用这么紧 你看还没有人来 他们怎么可能和我们相比 每一只苍蓝背上 都有数十道人影 待所有人来到空气上后 苍蓝展翅一挥 宛如利剑一般扶摇直上 消失在众人的视野内 奇怪 距离人黄塔出世 已经快有两个月了 为何没有见到其他势力的到来 这群野人中 为首的一名老者 有些疑惑道 他头发花白 但是身体却异常结实 如果不是脸上的皱纹 完全看不出对方的年纪 爷爷 奇怪什么 他们都有自知之明 人黄塔本就不是他们能够染指的 一名青年 瘟声瘟气地说道 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屑 不对 我们南狱都到了 其他地狱的势力 竟然还没有到 这非常不对劲 老者摇摇头 脸上带着一丝思索之色 反正已经到了 想那么多做什么 我都快饿死了 先去找点吃的 胡子 咱们一起去 我看那边有一片森林 咱们去打点猎物 青年挠了脑脑袋 满不在乎的样子 对着一旁的另一人说道 是 邵组长 咱们要不要多带几个人 这喊做胡子的男子 走了出来 身高将近两米五 约抹二十五六岁左右 不用 那边能有什么厉害的野兽不成 青年白白手 朝着远处的森林狂奔去 黑虎的动作也不慢 紧跟其后 速度非常快 眨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族人原地休息 派几人出去打探一下消息 老者对着身后的众人吩咐道 是 接着走出来 几名男子朝着四周而去 而老者则朝着 人黄塔的传送入口而去 南狱古林族族掌古镜 见过塔古大人 老者看着人 黄塔门口的塔铃 恭敬地说道 咦 小家伙 你竟然认识我 塔铃看着对方 眼睛一亮 有些好奇地问道 自然认得塔古大人 在我古林族中 一直都有记载塔古大人的事情 明明一个不知道多少岁的老头 被塔铃称为小家伙 他一点都不能怒 他心里清楚 塔古不知道存在了多少万年 我有些印象 只是记忆太过于久远 有些模糊不清 塔古点点头 淡淡地说道 塔古大人 这里为何没有见到其他修士 古敬向对方行礼后 恭敬地问道 这里原本有众多势力出现 但前几天不知何事 都急匆匆地离开了这里 塔古将最近几天看到的现象 和他简单地说了一下 急匆匆离开 古敬皱起了眉头 十分的疑惑 莫非有什么大事发生 心中不禁想到 你们古灵族 现在要参加试炼吗 还有两轮测试 人黄塔便可正式开启 塔古看着对方 温和地问道 他是第一次遇到 对他如此尊敬的人 不由地对其族人 有了一种莫名的好感 是的 塔古大人 我们从南域过来 便是来这里参加试炼 古敬恭敬地回答道 如此 第八轮现在还无人参加 你可以让你的族人 通过传送路口进入 开始的测试 只是测试你们的天赋 如果觉得不行 你可以去寻找 一下天眼宗 据说他们那里 有一种很奇特的东西 能够临时提升悟性 让人进入到顿悟状态 他看了看对方 好心地提醒道 人黄塔内发生的事情 他一清二楚 包括进入测试后 那些修饰嘴里叼着的塔山 不过 他只是一个灵体 无法尝试塔山的味道 但不妨碍 他告诉古灵族 如果被其他势力的人 听到两人的对话 绝对会惊掉下巴 他们参加人黄塔测试的时候 塔古连话都不说 甚至看都不想看这些人一眼 但是此时 对古灵族 竟然还贴心地提醒 怕对方悟性不达标 告诉他们什么 能够提高悟性 会告诉如何 才能够快速地通过测试 简直没有天理啊 人黄塔的资质测试 并没有规定 不允许使用外物 但是 他不能直接让修饰通过测试 所以只好提醒他们 这都是因为 最开始古镜 对他恭敬的态度 以及和人黄塔的 主人的一些渊源 天眼宗 古镜听到后 疑惑了一下 天眼宗 好像距离这里不算太远 会经常有修饰 从这里飞过 到时候你找一名修饰 一问便知 至于如何能够获得 天眼宗的塔山 就看你们的运气了 塔古对古灵族的族长 耐心出奇地好 和对方一一解释起来 塔内测试 对于悟性的要求 非常之高 我怪你们古灵族 是以断体为主 悟性 恐怕不及那些修饰 只有通过了测试 在正式开启的时候 才能够进入到里面 争夺机缘 你们古灵族的修炼之法 主人以前 也修炼过类似的断体术 等你们进入到人黄塔后 去第三层的第二个房间内 有你们需要的东西 他甚至将人黄塔内的 适合古灵族的东西位置 都告诉了对方 只是碍于规则 他无法取出 不然估计这家伙 能够直接取出来送给对方 多谢塔古大人 我这找人去寻找天眼宗 古镜也没有想到 塔灵竟然会对他如此提醒 心中万分感激 塔古点点头 不再说话 再次回到了人黄塔前 你们几个出去打听一下 天眼宗在何处 古镜回到族人这边 对着几名男子 吩咐道 是 族长 接着几名族人 再次离开了这里 族长 我们现在做什么 剩下的古灵族族人 看着古镜 开口问道 等他们几人 打探消息回来后 咱们再行动 先在这里 原地休息 阿列他们应该快打猎回来了 第九十六章 良药苦口 人黄塔外围之前的势力 此时谁也没有发现 这里多了一个势力 南域古灵族 他们此刻都已经疯了一班 人黄塔周围 寻不到血魔礁的据点后 便开始 以人黄塔为中心 朝着四周 不断扩大搜索范围 谁也不再留意 人黄塔的事情 反正 人黄塔的开启 还有一段时间 也不急于这一时 胡闹 简直就是胡闹 终于 穷华圣地 一名中年男子 脸上带着一丝怒意 用力地拍了一下桌子 现在 是圣子让他们去人黄塔 占据传送入口 血魔礁是什么试炼 西域最强大的宗门 这个时候断然与其作对 虽说我们不怕对方 但也会给圣地带来无尽的麻烦 中年男子便是穷华圣地的圣主 叶志成 刚才他收到了 从东域传递过来的消息 消息内容中说 圣子罗子齐带领穷华圣地众人 在东域追杀血魔教之人 叶志成本以为此时 他们的弟子 已经进入到了人黄塔内 开启了正式试炼 谁知道 不但没有参加试炼 还去追杀血魔教了 圣主 圣子说 俘虏一名血魔教弟子 就能够兑换一瓶二国头 这个东西堪比圣妙 不但是他 就连渔潮的人 也在进行追杀 旁边一男子 手中拿着一个储物袋 从里面拿出一封信 递了过去 胡闹 什么二国头 只是他的借口罢了 现在回信 告诉他 马上停止 对血魔教弟子的追杀 人黄塔才是正事 不要在外面 给圣地惹事 叶之晨一挥手 将递过来的信 直接变成了碎屑 可见其愤怒程度 圣主 这是圣子 给带回来的两样东西 声称是给您的 接着这人 从储物袋内 拿出了一根塔衫 以及一个 只有拇指大小的瓷瓶 这是何物 他接过来塔衫 捏在手上 仔细观察了一下 没有看出任何端倪 刚才给你的那封信 圣子交代 里面是这个东西的使用方法 你刚才怎么不说 这是圣子 通过圣地的圣气 万里缩传递回来的 要不再问问圣子 这人脸上 不敢有半分恼怒之色 连忙说道 不必了 他摆摆手 再次拿起另一个小瓷瓶 打开了瓷瓶 一股酒香 从里面弥漫出来 仅仅只是香味 便让人浑身舒畅 好酒 叶之晨情不自禁地夸赞了一句 这就是圣子口说的二锅头 只有抓一名血魔胶的弟子 才能够兑换这么一小瓶 听到对方的夸赞 这人连忙开口解释 玩物丧志 就为了这么一小瓶酒 竟然与血魔胶结仇 简直太好了 他看着小瓷瓶 实在忍受不了酒香的诱惑 全部倒入口中 喝了下去 边品尝还不断地呵斥对方 然而他的话刚说到一半 忽然感觉到了体内的异常 他的灵根竟然得到了一丝丝的提升 要知道到了他这种修为 灵根早已经定型 就算是圣药 都不可能让其发生一丝变化 他的这句话 直接让身边之人懵吗 这是什么意思 与血魔胶结仇 简直太好了 这圣主今天是怎么了 圣主 您 这人小声问道 你现在给圣子传递消息 人黄塔的事情 先放一放 优先抓不起魔胶的弟子 如果人手不够 我可以用万里缩 送弟子过去 帮忙一起抓 叶志尘似乎没有听到对方的话 直接吩咐道 圣主 您刚才不是说 他没有把话说出来 但是其中的意思 再明显不过了 刚才还呵斥圣子 不务正业 给宗门惹麻烦 怎么前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就变化了 简直翻脸 比翻书还快 我说什么了 叶志尘看了看对方 淡淡地问道 圣主 您不怕 我们与血魔胶结仇吗 一个小小的血魔胶 我还没有放在眼里 他们这等魔修 人人得而诛之 这是我们圣地的责任 按照我说的做 看着对方眼中的疑惑 他正色道 是 圣主 我这就去询问圣子 尽管这人想不明白 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毕竟是圣主的命令 他必须要去执行的 对了 刚才发生的事情 不要和任何人说 特别是圣子 让你带回来的两样东西 知道吗 这人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再次开口 强调了一下 弟子明白 说完 转身离开了这里 叶志尘看到对方离开后 伸手一挥 将整个大殿屏蔽起来 接着蹲在地上 一点点地捡起刚才 被他拍成碎屑的纸片 一张小小的纸张 被拍成了数千块的碎屑 将所有碎屑捡起后 开始重新拼接起来 上面密密麻麻的字 前面都是一些问候 和冬域发生的事情 他直接忽略 直接往下扫 想要寻找这个小木根的使用方法 这根小木根 名叫塔山点燃后 吸入口中 可以让人进入顿雾状态 中间的省略号 是一些字体消失不见 他拼起来的时候 有一些碎屑 已经变成了粉末 根本无法拼凑起来 竟然可以进入到顿雾状态 他心中不禁好奇到 拿着塔山 仔细端向了一下 点燃哪一端 看着塔山的两端 一端是橙色部分 另一端是白色部分 心中不禁疑惑到 但是在努力拼凑了半天 没有拼完整 中间省略的部分 只拼出了两个字 橙色 看来是点燃橙色这一部分 接着 他便将塔山的白色一端 放入口中 伸手搓出一撮火苗 直接点燃了橙色部分 紧接着一股烧胶皮的味道 直冲他的喉咙 可嗨嗨 第一口直接吸了进去 差点被这股味道枪死 什么鬼东西 呸 枪的眼泪都快出来了 正要丢掉 忽然想到 纸条上说的 可以进入到顿悟状态 良药苦口 心中不断地安慰着自己 他知道圣子肯定不会骗他 于是忍住了不适感 用力抽了起来 可嗨嗨 可嗨嗨 每一次都想把这个东西 丢在地上 但最终还是忍住了 终于橙色部分 燃烧完后 再次吸了一口 整个人瞬间 进入到了一种 空灵的状态 嗯 他心中一阵 这种顿悟的感觉 太熟悉了 从开始接触 修炼到现在 他进入过顿悟状态 不过几百年时间内 也仅仅顿悟过一两次 果然良药苦口 还好没丢 心中不禁感叹道 第97章 震怒的樊千鸣 不仅仅是穷华圣地 于朝这边 同样收到了 传递回来的两样东西 在感受到其效果后 马上让其抓捕血魔将 不为别的 只为能够获得 这种神奇的东西 同时也安排人 暗中调查天眼宗的背景 既然能够制作出如此东西 必定不是普通的宗门 既然敢拿出来 对方必然不怕 其他势力的觊觎之心 所有来到仁皇塔的势力 纷纷对其弟子下命令 抓捕血魔教之人 为首要目标 这些势力都疯狂了起来 这种能够提升实力的资源 谁不眼红 整个东狱掀起了一波 抓捕血魔教的热潮 血魔教重新建立的阵点 一一被这些宗门发现 为了能够抓到一名血魔教弟子 许多宗门之间互相争抢 一个阵点 往往都是好几个宗门同时发现 为争夺血魔教之人 纷纷大打出手 血魔教呢 主上 不好了 我们的阵点 已经有80%被暴露出来 杨英文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 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失声说道 什么 80%的阵点被暴露 樊千明瞳孔一缩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起来 对 前几天还偶尔只有几个被发现 但是不知为何昨天开始 突然接连不断地收到阵点被破坏的信息 杨英文将手中的那枚令牌递了过去 对方接过令牌 注入灵力后 一条条的信息浮现出来 所有阵点内 都会安排一个特殊的东西 与令牌之间产生一种关联 一旦哪个阵点被破坏 令牌上就会收到消息 好 很好 我没有想到 此次跟我过来的精卫 竟然有如此之多的内奸 他看着这些信息 有些失神 这次过来的精卫 有数百名 每一个精卫最差修为也是化神经初期 他几乎将宗门中一多半的精卫带了过来 为的就是仁皇塔的争夺上 有十足的把握 但是仁皇塔还没有正式开启 自己这边已经开始了内乱 正在他们说话间 令牌上再次闪烁起来 又有三条信息 浮现 42号阵点遭遇破坏 13号阵点遭遇破坏 27号阵点遭遇破坏 啊 樊千鸣看到三条信息 脸色铁青 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哄 整个桌子瞬间化作飞灰 把一旁的杨英文下了身体一颤 你说 如此多的内奸 究竟是何人所为 他眼神中闪过一丝心红之色 心中的愤怒已经快到达到顶点 回 回主上 能够有如此多的内奸 主动暴露出来 我们此次的正点 恐怕不会是其他宗门之人安排进来的 杨英文小心翼翼地说道 他已经从对方身上感受到了一股恐怖冷冽的威压 你之前不是说 是其他宗门势力安插进来的 现在为何又说不是 对方的话 让樊千鸣额头青筋爆起 已经快要压制不住目意 整个房间内的温度骤然下降了 主上 之前揪出的那些内奸 从他们口中 没有获得一点关于其他宗门的信息 当时我就觉得非常怪异 究竟是什么的强者 才能够抹去这些人的记忆 一开始我也怀疑是其他宗门 为针对我们血魔教 故意安插进来的内奸 但是即便是那些大宗门 圣地 恐怕也不可能安插如此之多的人 而且还全部都跟随我们来到了冬域 这一点非常的奇怪 杨英文脑海中灵光一闪 随即想到了一种可能 最开始说话 还有些不利索 随着他越解释 心中越肯定了 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 说话也越来越淡定 脸上还出现了一丝自信之色 你说此话 是何意思 樊千鸣听着对方的分析 总感觉抓住了什么东西 但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连忙追问 他的怒意也消散了一些 主上 如果是你在我们血魔教内安插了内奸 你会只安插在一个地方吗 杨英文开口问道 不会 如果是我在一个宗门内安插内奸 定然会散布在这个宗门的各个地方 这样即便是有一处被发现 也不会全部暴露出来 他若有所思地回答道 刚回答完这个 他原本脑海中闪过的东西 此时变得清晰了起来 似乎问题的答案 马上就要浮出水面了 主上说得不错 这种道理 我们都了解 但是为何我们带过来的精卫 却大多数都是内奸 或者说 全部都是内奸 主上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杨英文看到对方的反应 十分的满意 他感觉自己当真睿智过人 这种事情 经过刚才的解释 他的脑海中出现了答案 同时在心中 也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你的意思是说 樊千明没有把话说完 但对方显然已经明白了 对方要说的什么 不错 主上猜测的不错 恐怕这次的内奸 不是其中宗门安插在我们血魔教内的 而是咱们宗门内的人 安插在主上身边的 杨英文斩钉截铁地说道 他感觉自己已经查清楚了 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主上你想 为何这些内奸口中 从来不提其他宗门 张口闭口都是血魔教 即便用酷刑 对方也依旧声称是血魔教的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宗门内和主上不合之人 或者是与主上有过节之人 刻意给安排过来的 不然 为何我们这次带过来的精卫 全部都是内奸 杨英文的话 让对方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樊千明刚刚脑海中出现的想法 也是这个 听到对方的解释 他脑海中的第一反应就是 宗门内有人针对他 这么多年来 如果真有人针对他 而且能够在他身边 安插如此多的内奸 恐怕也只有那些人了 主上 据我所知 这次过来的时候 安排精卫的人是副教主 他没有把话说完 但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 是他 樊千明脑海中浮现了一道身影 这人名叫纪红昌 血魔教的副教主 很早之前 为了和他争夺教主之位 两人就互相暗中出手 只是他如何也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如此大胆 敢明目张胆地 往他身边安插精卫 看这次内奸的数量 恐怕对方已经 很早就在计划这件事了 想到这里 他背后一两 第98章 排队曲号 杨英文的推测 让他后背一两 如果说真的是纪红昌所为 那恐怕在血魔教内 被他收买之人的数量 远远不止于此 连他都懂 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对方自然也不会傻到 将所有的内奸都派遣过来 主上 副教主会不会趁着 这次人黄塔出事的时机 在你离开后 他 杨英文再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应该不会 对方想要趁着我离开之际 在宗门内弄什么大动作 必然不会将这些内奸都安插过来 樊千明摇摇头 否定了对方的说法 恐怕对方是想借着这次人黄塔的事情 切记罢免我这个教主 咱们宗门内 背后支持他的长老 以及太上长老也不在少数 倘若这次的人黄塔内 我没有得到任何收获 对方定然会拿这个说示 毕竟之前他提议要过来的 被我直接否定了 这也就解释通 为何这群精卫不惜暴露正点 为的就是让我此行一无所获 他接着解释道 越说越觉得自己分析得很对 脸色阴沉了下来 主上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如果真如你所说 恐怕这次过来的人中 不止精卫是内奸 那些淫卫或者更低的同位中 也会更多 杨英文想了想 再次开口说道 不错 精卫都能被收买 剩下的这些人 恐怕也有问题 樊千鸣点点头 自然也想到了这里 这些人该如何处理 现在也拿捏不准 哪个不是内奸 他揉了揉眉心 有些头疼 现在后悔出发之前 没有让自己身边的人过来 如果过来的人 全部都是纪红昌安排的人 别说人黄塔内的机缘了 要不要多久 自己恐怕都要被手下 这群内奸给出卖了 主上 所幸我们一不做二不休 将这次跟过来的血魔教弟子 全部派遣出去 让他们全部去修建正典 然后秘密地 再重新从宗门内 调姓得过的精卫过来 就是时间上 有些来不及了 如果再从那边调人过来 恐怕人黄塔 就要开启了 杨英文提议道 就按你说的做 将全部人都派出去 我倒要看看 他记红昌 在我身边安插了多少眼线 如果只是精卫过来 可以建造传送阵 化神经的修为 还能够通过传送阵过来 只是代价 有些高罢了 他不以为然地说道 想让我失败 那咱们就比比看 究竟谁更极高一筹 嘴里冷笑一声 你现在就去安排 将这次过来之人 全部安排出去 不论修为高低 不论职位大小 全部都安排出去 我倒要看看 你记红昌 有多大的能耐 是 主上 两人交谈完 杨英文走了出去 大厅内 只剩下了他自己 随手拿出一枚令牌 这个是血魔胶的通讯令牌 他注入灵力后 不知道说了一些什么 随即令牌暗淡了下来 记红昌 好胆 我倒要看看 你究竟有多大的能耐 教主的位置 可不是谁 想做就能做的 嘴里能难道 这也不怪他往这方面想 毕竟此次发生的事情 太过于匪夷所思 即便是 有其他宗门 安插内奸 也不可能安插如此之多 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 这些内奸 还全部都被他带了过来 如果说是其他宗门 安插的内奸 那恐怕整个血魔胶内 除了他之外 将全部都是内奸了 这种情况 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一口断定 就是记红昌所为 天眼宗外 急到身影 出现在了山门处 麻烦通报一下 南域古灵族 前来拜访贵宗宗主 一名老者 带着几位青年 来到山门处 对守卫客气地说道 来的人 正是古灵族的族长 古静 他听取了塔古的建议 来天眼宗寻求 叫做塔山的东西 他们古灵族 天生物性就不高 决定来这里看一下 能不能求的此物 他们心中 也有些拿捏不准 前辈你好 来这边取一下号码 等一下 交到了你的号码后 便会有人带领你进入 山门口的弟子 看到出现的几道身影后 指了指 旁边不远的地方 开口说道 在他不远处那边 有一座小石屋 屋子上 只有一个窗户 窗户上面 挂着一个牌子 取号区 啊 这位小道友 什么是取号 古静有些疑惑 难道是太久 没有来东狱 外面已经发展成 这个样子 前辈 最近拜访我们天眼宗的人 实在太多 宗主也是分身乏术 所以我们苏格主 弄出了一个这样的方法 这名弟子脸上 没有丝毫的傲慢之色 十分耐心地解释道 他可是清楚地记得 苏格主再三交代过 面对所有来拜访的修士 不论对方修为高低 宗门势力大小 都要保持微笑服务 不能因为对方的修为低微 就看不起对方 更不能因为对方背后的势力庞大 而谄媚阿谀 只要做好了微笑服务 每天都有一根塔山 只要有一位修士不满 那么便会换其他人来 所以他的态度十分地友好 如此多谢小道友 古静十分客气地说道 听到了对方的解释 心中不由一震 这天眼宗 果然是一个庞大的势力 每天竟然有如此多的人 前来拜访 这是他没有想到的 朝着刚才对方指的方向 来到是小石屋前 这位前辈 您是来取号的吗 他还没说话 石屋内的弟子率先开口 十分客气地问道 嗯 对对 我来取号 前来拜访贵宗的宗主 古静有些愣神 连忙点头 麻烦您说一下来拜访的目的 我们这边 会给您做一个简单的登记 这名弟子 看到对方的样子 也没有嘲讽 依旧十分的客气 这就是微笑服务 我想来贵宗购买塔山 他说出了自己此次前来的目的 好的 前辈 这是您的号码 你可以在那边的客厅中 稍作等待 稍后会有人播报号码 当听到您手中的号码后 会有专门带领您 进入天眼宗内 这名弟子递出一枚 带有天眼宗特殊标识的令牌 古静接过令牌 看到令牌背面有个数字 238号 接着在这名弟子的指引下 来到了石屋后面的一座洞府内 这个洞府 是专门供前来拜访之人休息的地方 第99章 一般不喝水 古静拿着手中的令牌 有些猛逼的来到了后面的一座洞府内 洞府内空间十分的宽敞 洞府中央是一排排用石头做的椅子 上面还放着不知什么野兽的皮毛 大部分的椅子已经坐满了修饰 在洞府的最前面 有一个石头做成的柜台 几名天眼宗弟子站在那里 柜台上放着一些瓶瓶罐罐 不断的有修饰拿着手中的令牌 来柜台这边取水 然后小心翼翼的将水 装入随身携带的容器中 放入了储物袋内 古静看着这群修饰的迷之操作 心中很是费解 眼前的一切都让他摸不着头脑 正在他疑惑的时候 前辈 我们这边免费提供饮水 如果你需要 可以自行爱去 不过每人只能喝一杯 柜台内的一位天眼宗的弟子 看到他们几人进来后 从柜台内走了出来 热情地说道 谢谢这位小道友 不用了 我们修饰一般都不喝水 古静摆摆手 同时十分客气地说道 这冬玉已经落魄到这种程度了 水都没喝过 还是说 这水有什么奇特之处 听到这位弟子的介绍 心中疑惑道 但并没有说出来 好的 前辈 如果你需要的话 再来 天眼宗的弟子点点头 转身回到了柜台内 继续忙其他事情了 这位道友 你是第一次来这里吧 等天眼宗弟子离开后 他看了看周围的这些修饰 让古静觉得奇怪的是 这里坐着的修饰 大部分人的身边 都捆绑着一名身着黑衣的人 这些人面部都戴着同样的面具 不知道这些是做什么的 不过也没有多想 带着身后的两名族人 找了一个空位置 坐了下来 静静地等待着叫号 这位道友 你是第一次来这里的吧 古静刚坐下来 他身后的一名修饰 哈哈一笑 对他说道 不错 今天正是第一次来天眼宗 让道友见笑了 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 他转过身 看到一位年纪约莫五十多岁的男子 对其点点头 客气地说道 看到你刚才拒绝了天眼宗弟子的水 就知道 你是第一次来这里 这人笑呵呵地说道 这是何意 还请道友解惑 对方的话 让他心中一动 莫非真的是自己猜想的一样 这谁有些什么特别之处 连忙问道 这谁可不是普通的水 看到柜台上的那个瓶子了吗 这人指了指柜台上的一个透明的瓶子 说道 古镜点点头 眼神中带了一丝疑惑之色 这水的效果 比回灵丹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重要的 十分容易吸收 化神境修饰 只需要几口 便能将体内的灵力 恢复至巅峰状态 是要三分毒 但是这个水 却不会让身体产生任何负面作用 也不会有抗药性 你说神奇吗 这人十分耐心地对其解释道 基本上每个修饰 来到这里 都会去取上一杯这种水 绝对是恢复灵力的圣鸟 他的解释 顿时解开了古镜心中的疑惑 多谢道友提醒 连忙道谢 不必客气 道友可不要浪费了这个机会 请56号 左德荣道友 前往天眼宗入口 有弟子会带你进入宗内 这人刚说完 洞府内一道声音响起 哈哈 正好我是56号 就不陪道友了 先走一步 左德荣哈哈一笑 转身朝着洞府外走去 道友先忙 古镜点头 客气了一句 待对方离开后 他看了看柜台 愁愁了一下 想到刚才自己还说了一句 我们修士一般不喝水 脸上顿时一阵火烂烂的感觉 太丢人了 太特么丢人了 听到刚才这人的解释 这种水十分奇特 但是他实在摸不开面子去取 忽然心中一动 二娘 你拿着这个令牌 去柜台那边取一些水回来 记得用瓶子装好 不要洒了 对旁边一位族人说道 族长 咱们修士 喝什么水 你要喝水 我身上也有袋 这是从我家后山上装的山泉水 出门前 俺娘绕俺带的 这个叫二牛的青年 挠了挠脑袋 从身上拿出一个牛皮带 递了过来 马德 和这刚才聊天的话 他是一句也没有听到 见到对方的操作 古静一个 脑袋两个大 让你去你就去 哪那么多废话 记得用小瓶子装 不要用你这个牛皮带 知道了族长 二牛拿着令牌 去柜台那边取水去了 古静有些心虚地 看了看四周的修士 生怕他们嘲笑自己 刚才实在太丢人了 然而四周的修士 基本上都没有注意到他 这些修士 三三两两地进行着交谈 李道友 这是你刚住的血魔教弟子吗 不错 昨天运气不错 发现了一个据点 还好我眼计手快 抢到了一个 你运气真好 我就不信 已经搜寻了十多天了 一个据点都没有发现 这人羡慕地说道 我也是运气好 现在随着那些大势力的加入 血魔教的人 明显已经不够抓了 这位李道友感叹道 谁说不是啊 本来之前隔几天 还能发现一名血魔教的弟子 现在倒好 毛都见一感 没有血魔教 也只能自掏腰包 找苏阁竹买几根塔衫 这人脸上带了些许的怨气 我可是听说 那些个大势力 正计划寻找血魔教 在东狱这边的老巢 准备一锅端了 这位理性修士 再次语出惊人 我靠 这些大势力 实在是太不当人了 难道他们不懂得 循序渐进吗 端人家老巢 和杀鸡取卵有什么区别 听到对方的话 马上有人愤怒地说道 太过分了 我还等着血魔教的报复 然后从西域那边 派遣更多的弟子过来 如果那些大势力 一锅给端了 以后他们都不敢来东狱了 那二锅头怎么办 在这两人旁边的修士 听到后 也不满地说道 但是 我们谁敢挂 惹不起 根本惹不起 这些人你一句 我一句的 互相讨论着什么 这些人的对话 把古静听得一愣一愣的 什么血魔教 一锅端 二锅头 听得他是云里雾里 请57号 池上林道友 前往天眼宗入口 有弟子会带你进入宗内 这时候又一道 声音响起 第100章 精卫的威胁 随着洞府内的声音响起 马上便有修士 朝着外面走去 走的时候 手里还提着一名黑衣人 刚才叫的是57号 古静响起 交给自己的令台上 写着238号 心中有些无语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了 天眼宗 清悬风尚 苏南将一本 约有一纸后的书 递给了身边一人 吩咐道 这个是菜谱 今天你先做上面一些 简单的菜 是 阁主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之前 给改名的血魔教弟子 新东方 新东方有些激动的 接过食谱 回到了厨房 小心翼翼的翻开 认真阅读上面的内容 苏南也没有去打扰 朝着后山而去 见过阁主 一群赤裸着上身 正在卖力地 开垦着荒地的人 见到他过来 恭敬地行礼 后山此时已经大变样 原本荒芜的地方 已经变成了一片片的凉田 之前的20多个血魔教弟子 在他的调教下 这些人已经能够 熟练地使用各种农用工具 最近感觉怎么样 在这里待得还习惯吗 苏南看着这些人 笑呵呵地问道 多谢阁主给了我们 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 听到问话 这些人脸上 多露出了感激之色 仅仅几天的时间 原本心中还有抵抗之意的众人 此时全部都是 发自内心的感激 不为别的 因为他们都全部 废除了修为 变成了普通人 需要吃饭 苏南并没有让他们 一直使用壁骨单 毕竟那种东西 还要花费零食 去零药风尚购买 他觉得太麻烦 于是弄了几口大锅 就简单地 给这些人做一些吃的 这一吃不要紧 这些人吃过他做的饭后 脸上顿时露出了激动之色 原本劳累一天 吃过饭后 疲劳马上一扫而光 不但如此 还感觉到 体内有微弱的灵气出现 这让他们如何不吃惊 仅仅只是吃饭 就能感觉到 体质在不断地变强 这些苏南自然一清二楚 不过他并没有 给这些人修炼功法 只是让这些灵力 不断地在这些人的体内堆积 蓝想起 那边今天又来了一些 血魔教的弟子 你去负责一下 如果有人愿意留下来 就让其废除修为 如果不愿留下 就让他们自行了断 他指了指这群人中的一人 吩咐道 是 阁主 我这就去 蓝想起躬身行礼后 转身离开了这里 我这里有一些种子 等一下你们种下去 他从身上拿出几袋种子 这些都是之前三年 签到系统奖励的东西 他的系统背包里 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 每天签到 系统奖励的东西 包罗万象 阁主 这些种子 需要特殊的种植方法吗 其中一人 小心翼翼地接过来种子 开口问道 不用 这就是一些瓜果蔬菜 挤得浇水便可 是 阁主 苏南交代完后 回到清玄峰上 这个时候 已经有好几名修士 来到了这里 他们将血魔教的弟子 交道到了清玄阁内 在清玄阁内 同样也是血魔教的弟子负责 这些已经称不上是血魔教的弟子 算是清玄峰上的杂役弟子 这些弟子 马上开始盘问这些血魔教之人 经过再三确认后 拿出一瓶二锅头 递给对方 之后这些修士便离开了这里 之前全部都是苏南亲力亲为 现在有了这些人的帮忙 他倒是清醒了下来 正想着去做点什么的时候 忽然听到清玄阁内 传出了吵闹的声音 既然你们已经被抓了过来 现在在你们面前 只有两个选择 一 废除修为 可以留在我们清玄峰上 二 自行了断 蓝响起看着被捆着的血魔教弟子 眼神中没有一丝同情之色 毕竟血魔教不像这些宗门 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同情一说 那才是真正的人吃人的宗门 你如果受伤了 不但要防备敌人找上门 还要防备宗门内的其他人 将你当成血尸 炼化成泄魂丹 这种事情 在血魔教内 是被允许的 用他们教主的话 这叫物尽天择 只有真正活下来的人 才能够成为血魔教的精英 所以这些人 几乎都是心狠手辣之人 我倒是谁 黄锦启 原来是你出卖了我们 这名血魔教的人 看着面前之人 显然认出了对方 冷笑着说道 我叫蓝响起 两个选择 请你马上做出选择 蓝响起听到对方的话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淡淡地说道 怎么 找到新的主人 现在都敢对我大呼小叫了 这人冷声说道 我再说一遍 两个选择 要么废除修为 要么死 如果你不做选择 我便替你做出选择 蓝响起的脸色 变得有些难看 这人不是别人 他之前在血魔教的时候 他便是在这人手下 真以为你加入了 这个什么狗屁天眼宗 就安全了 给你一个机会 现在放我 回去后 或许我还会顾念旧情 饶你不死 这人的态度十分的嚣张 丝毫不把对方放在眼里 甚至出口威胁 眼神中带着一丝绩笑 你忘了 你的家人是怎么死的 他再次开口 眼神中闪过一丝残忍之色 嘴角微笑 冷笑着说道 蓝响起听到对方的话 身体一颤 拳头握得咔咔作响 额头上都爆出了清惊 你真以为到了天眼宗 就变成了好人不成 当初可是你亲手 将他们炼化成血魂丹 用来提升你的修为 看到对方的样子 这人再次开口 声音充满了嘲讽之意 不是我 是你 是你 将他们炼化成血魂丹 这人的话 瞬间让他眼睛变得血红 一股暴虐的情绪 从身上弥漫出来 蓝响起 什么情况 苏南听到了清玄阁内的声音 皱了皱眉头 走了进来 哥主 对不起 随着对方的声音响起 原本暴虐的气息逐渐消失 眼中的血红色 缓缓退去 简单地将刚才的事情说了一下 这就是你的新主人 就是他让你出卖的我们 这人见到苏南进来 脸上依旧带着一丝不屑 你最好将我放了 我们血魔胶 不是你一个小小的 天眼宗能够得罪得起的 甚至出言威胁道 这人的脸上 带着金色面具 显然是一名精卫 这种情况 你和他费什么话 直接杀了 苏南看都不看对方一眼 直接对蓝响起说道 你敢杀 这人话音未落 脑袋滚在到了地上 别让我再看到类似的情况 苏南瞥了一眼地上的人头 冷声说道 是 阁主 第101章 至尊二国头 被抓来的血魔教修士 愿意留下来的 几乎都是修为相对比较低的 那些修为高的 一个个桀骜不逊 丝毫没有把天眼宗放在眼里 苏南很是奇怪 这些人是修炼的 把脑子修炼没了吗 根本看不清自己的状况 都沦为街下囚了 还敢口出狂言 他也终于明白 为何前世看的那些小说中 那些个反派 为何没有一个 能够活到最后 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这也不管他们 血魔教在西域 几乎是只手遮天 没有任何势力敢反抗他们 处理完这些事情后 苏南再次悠哉地躺在椅子上 便利店消费额度达到30万零食 系统返还奖励30年修为 系统的声音在他的脑海中响起 苏南早已对此见怪不怪 现在几乎系统每天都有这样的提示 随着越来越多的势力 来到天眼宗内购买塔山 系统奖励他的修为也越来越多 连他自己现在都搞不清楚 究竟有多强 每天都是奖励数十年的修为 他现在还不打算出售 除了塔山以外的其他商品 类似二锅头这样的商品 现在只是宣传阶段 什么时候血魔教的人 从东玉这边清理干净了 他才考虑以后出售的问题 血魔教在这里 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威胁 通过血魔教的弟子 他才真正的了解到血魔教的实力 天眼宗在血魔教面前 只能算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以前的时候 化神镜在天眼宗都是长老级别的存在 然而在血魔教内 每一个精卫最差都是化神镜 而去精卫才是血魔教的中流砥柱 所以他才会这么做 让其他的势力一起加入血魔教的讨伐 是时候给他们增加一些动力了 素男嘴里呢喃了几句 想到这里 在清玄阁内发布了一条新的公告 从现在开始 所有抓住精卫的修士 可以获得一瓶至尊版二国头 至尊版二国头 前来兑换的修士 看到这个公告后 纷纷疑惑 这个至尊版二国头 和原来的二国头有什么区别 不知道啊 什么是精卫 亏了 早知道 我应该晚些再去叫人了 我之前抓的那位 就是精卫 哼 正好 我这里有一名精卫 我可是费了老大的劲 才抓到这个 当即有人从清玄阁内 兑换了一小瓶至尊版二国头 兑换出来后 他就迫不及待地喝了下去 一口下去 体内便生腾起灼烧感 仿佛他的五脏六腑 全部都燃烧了起来 逗大的汗珠 刚从皮肤上出现 瞬间就蒸发了 接着在他的皮肤表面 只留下了一道灰色的印记 仅仅持续了十几息 这种灼烧感 渐渐消失 这名修士感觉到 身体有一种 前所未有的舒畅感 抖了抖身体 一层层的灰色物质 从他身上脱落了下来 看到身上脱落的灰色物质 难道是洗水 应该不是 我记得洗水排出的东西 是黑色的污垢 他这个是灰色的 这位道友 至尊二国头 有什么效果 见到这人恢复原状后 连忙有人上前询问 苏格主 真乃神人眼 如果我猜的没错 这个至尊版二国头 不但可以提升灵根的品质 可以清除体内的丹药之毒 他恢复原状后 对着清玄隔行了一礼 缓缓说道 什么 丹药之毒 真的假的 听到这名修士的解释 周围的人炸开了锅 所谓的丹药之毒 就是他们常年修炼 所吃的一些丹药 是要三分毒 不管是何种品质的丹药 都无法完美地 将其中的毒性取除 常年累月地积累下来 许多修士体内 已经堆积了众多的丹毒 这也正是所谓的抗药性 一直吃某一种丹药 时间久了 便能感觉到药效越来越差 这便是单独 在体内堆积过多 修为越高的人 越知道单独的危害 那些已经修行了 几百年的人 无法再次做出提升 都是因为体内的单独 天眼宗山门处的洞府内 也收到了同样的消息 古今在这里 已经待了将近一天 近来这里的修士 络绎不绝 这些修士 似乎都十分的有耐心 面对长时间的等待 谁也没有不耐烦 你们听说了吗 只要抓住血魔胶的一名精卫 就能兑换一瓶 至尊版二锅头 这时 一名修士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至尊版二锅头 那是什么 听到这人的话 众多修士一脸疑惑 接着 他将刚才在清玄峰上看到的事情 简单地说了一下 真的假的 真能驱除单独 真的 我亲眼看到的 我靠 驱除单独 不行 这个修士交给你 你先在这里帮我去领 我现在就去抓精卫 我没时间 我也要去抓精卫 你可拉倒吧 你什么修为 你在这里帮我领 作为报酬 我给你一根塔山 许多人听到这个消息后 眼神都变得十分火热 把一旁的古镜 给听得目瞪口呆 这群人说的都是什么 驱除单独 单独他自然知道是什么 只是这个至尊二锅头 又是什么鬼 他再度陷入了自我怀疑 之前的矿泉水 他让族人 从柜台上取回来一杯后 喝了一口 真的如同之前那人告诉他的一样 可以恢复体内的灵气 让他大开眼界 本以为已经接受了外面变化 很快的事实 结果又出了个至尊版二锅头 这一刻 他都觉得自己是真的野人 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快了 他已经感觉跟不上这些人的节奏了 已经有人炼制出了 可以除去单独的东西 太让他震撼了 短短几十年没有来冬域 这冬域的变化 实在太大了 这层出不穷的东西 他听都没有听说过 现在心中十分的庆幸 塔古让他来天眼宗 不然真的要落伍了 这种消息传递的速度非常快 那些大型势力 专门有人在天眼宗门口 搜集情报 听到至尊二锅头的一瞬间 他们也癫狂了 原本发现据点后 那些精卫自爆 对于他们来说 无所谓 抓一个精卫太费时间 但是现在不同了 任何想要自爆的精卫 都在第一时间被控制住了 第102章 道前宫 你倒是挺清闲啊 还有时间在这里钓鱼 外面发生的事情 苏南并不知道 他此时正悠哉地 在清旋风下面的水潭里钓鱼 一名女子出现在他身边 打句道 牧师妹 今天怎么有时间来我这里了 看到来的女子 苏南眼睛一亮 即便已经见过数次 但每一次看到木梦瑶 都让他心神一颤 怎么 不欢迎我 木梦瑶白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哪里哪里 我高兴都还来不及 你住在这里都可以 他连忙白手解释道 得了吧 跟谁学的 油腔滑掉 真心话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他没事就会来到天眼宗这里 从最开始的尴尬 到现在已经十分的熟悉 哦 那你说说 怎么个如隔三秋 木梦瑶眼神细血地看着对方 想你想的吃不下筷子 咽不下碗 已经好久没有喝酒了 他白了对方一眼 听听 这说的是人话吗 走 牧师妹 请你吃饭 最近心调叫出来一名厨师 正好你来了 带你去尝尝 你还有闲心做吃的 我今天过来 是提醒你一件事 林峰那边 已经派人过来了 据说这次过来的人 至少也是到玄境巅峰 甚至是归玄境的强者 苏南正要带他去清玄峰的时候 木梦瑶一本正经地说道 林峰 他疑惑了一下 对 之前他在你这里吃扁 再加上你现在弄出来的这些奇异的东西 他背后的势力 已经将你盯上了 木梦瑶正色道 林峰背后究竟是什么势力 为何从来没听你说过 苏南十分疑惑 不管是剑阁那边的人 还是木梦瑶本人 从来都没有提过林峰背后的势力 似乎十分的神秘 他也问过玄君硕 但是对方也不清楚 只知道当初木梦瑶是被强行带走 至于其中的原因 对方却一句也不说 道乾公 他沉吟片刻说出了三个字 道乾公 苏南嘴里呢喃了一句 接着摇摇头 没听说过 我师父只是道乾公的一个客卿 至于他们的势力有多么庞大 我并不清楚 我来这里 只是为了提醒你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你先暂避锋芒 木梦瑶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这个道乾公比其卸魔教如何 苏南见到他的神情如此严肃 心中自然明白这个宗门的不简单 开口问道 我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道乾公有化圣经的大能 如果过来之人是归玄境 恐怕你们天眼宗整个宗门 都不是对方的对手 所以 我希望你能够暂时隐匿 对方过来后 没有找到你 也不会为难天眼宗 他极其认真的解释道 通过对方的话语 能够听出此事的严重性 我离开了 他们就能放过天眼宗 苏南有些不解 天眼宗内 现在最强的也只是归玄境 后山禁地的那些老祖 如果你离开了 找不到你 他们是不会也不能为难天眼宗 木梦瑶犹豫片刻 点点头 肯定地回答道 他不会离开的 别说归玄境 就算化圣境的来了 也不敢将我们天眼宗如何 师妹 我们天眼宗已经沉寂了太久 苏师弟的出现 让我看到了曙光 苏南正准备说什么的时候 玄君朔突然出现 直接开口说道 只是暂时地离开 又不是不回来了 你为何这么迂腐 木梦瑶看到对方出现 丝毫没有意外 皱了皱眉头 无悦地说道 师妹 不一样 即便这次我妥协了 我们的老祖也不会妥协 玄君朔摇摇头 缓缓说道 到前宫而已 他们还不敢让化圣境的强者过来 一个小小的归玄境 放心便是 他似乎看出了对方的担心 再次开口补充道 小小归玄境 你现在什么境界 大言不惭 木梦瑶看到对方 气就不打一出来 你别理他 听我的 我带去一个地方 暂时隐匿起来 你不是对方的对手 即便是整个天眼宗 恐怕也很难抵抗 接着他看向苏南 直接开口 牧师妹 即便我这里躲起来了 那下次 下次下次 总不能他们来一次 我躲一次 苏南摇摇头 虽然他不清楚 道前宫是什么样的势力 但也没有把对方放在眼里 只是一个归玄境而已 他现在只是没有突破 只要他愿意 随时都能突破 这也是他的底气 你妈 木梦摇气节 他今天来这里 原本以为对方 会同意他的提议 没想到 这俩货 一个比一个强硬 走吧 牧师妹 我亲自培训出来的厨子 你肯定还没有尝过他的手艺 绝对好吃 看到对方生气的样子 苏南连忙转移话题 都什么时候 还有心情吃 听到对方的话 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走吧 师妹 我早听说 苏师弟那里 亲自培养了一个厨师 弄出来的菜 我也没有吃过 今天还是沾了你的光 玄君朔也连忙开口 他直接拉着对方 就要朝着清玄丰而去 我自己会走 无奈的木梦摇 只好跟着去了清玄丰 他还是想劝一下苏南 对他 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愫 三人来到清玄丰上 新东方将菜谱拿出来 苏南喊道 阁主 这是菜谱 新东方听到后 连忙从厨房里跑出来 恭敬地将菜谱放在桌子上 牧师妹 这是菜谱 你看看 你想吃什么 随便点 我让人给你做 他指着这本本厚厚的菜谱 随意地翻开 对其说道 菜谱里面的每一道菜的下面 都附带着一个图案 正是这道菜的样子 几天没来清玄丰 师弟连菜谱都弄出来了 玄君朔看到 菜谱上的图案 惊讶地说道 然而 木梦摇什么都没有说 他还在想着 如何劝说对方 见到对方并没有兴致点菜 玄君朔直接点了几个 看起来非常有食欲的菜 师妹 你不用担心 到乾宫的人 还不敢在我们东狱撒野 你忘记了 血魔教现在的遭遇 看到对方不说话 玄君朔再次开口 血魔教的教主 最起码也是到玄境的强者 很有可能已经归玄境 但是如何 说报复我们天眼宗 现在他们的弟子 连出门都不敢出门 到乾宫如果敢在东狱找麻烦 我就放大招 他在厉害 能打得过 整个大陆的修饰不成 苏南也接口说道 第103章 天眼宗才是内奸 中州 穷华圣地内 你是说 这个至尊版二国头 可以消除体内单独 在大殿内 一名老者有些震惊地问道 对 从东狱那边传回来的消息 确实如此 一名青年弟子点点头 肯定地说道 如果真是这样 恐怕所有的势力 都要坐不住了 老者嘴里呢喃了一句 他最清楚 如果体内的单独能够消除 那么代表着延续受源的药 可以无限制地吃 我们那边的人 有没有得到这种 他再次开口问道 尽管心中十分惊骇 但脸上依旧十分的平静 目前还没有 只有抓住了血魔教的精卫 才能够兑换这种至尊二国头 我们那边的人 获得都是普通的二国头 血魔教精卫 老者嘴里呢喃一句 接着说道 让东狱那边的人 尽可能地多抓一些精卫 这种东西 对于我们宗门来说 非常的重要 剩下的事情 我来想办法 是 两人简单交谈了几句 这名青年弟子转身离开 如果说一开始的二国头 只是能够提升灵根 这些大宗门 还不是很在意 但能够驱除单独 对他们来说 无比重要 不仅是穷花圣地 于朝那边也传回来了消息 并且带了一瓶 至尊版二国头回来 这个天眼宗内 究竟是什么人 竟然能够研究出这种好东西 要不要将其抓回来 于皇看着手中的空瓶 刚才他亲自品尝了一下 嘴里呢喃了一句 和传说中的一样 果然能够清除 体内常年累计的单独 只是这么一小瓶 只能清除很小一部分 说那边怎么说 有没有调查天眼宗 接着向旁边的侍卫问道 二皇子说 天眼宗的那位阁主 实力深不可测 看不出对方的深浅 哪怕是阁老 也看不透对方 这名侍卫恭敬地说道 传消息过去 让说想办法接触一下 天眼宗的这位阁主 如果可以的话 多购买一些这种酒 对我们有大用 于皇沉思片刻 缓缓说道 是属下遵命 不单是这两个势力 东狱的墨家 同样开始关注起了天眼宗 最开始的二国头和塔山 对于他们这种大势力来说 能够通过临时购买 都不算什么 但是这种至尊版二国头一出现 他们瞬间坐不住了 这种能够清除单独 越是庞大古老的势力 越需要这种 他们的宗门底蕴 都是因为体内太多的单独 寻常增加兽源的药 已经没有任何效果 哪怕是极品圣药 也已经效果甚微 这不得不让他们上心 越来越多的势力 暗中关注着天眼宗 他们都想将这种东西 据为己有 但是谁也不想 当这个出头鸟 在没有确定天眼宗的实力之前 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无奈之下 只能让在东狱这边的人 抓捕血魔胶的精卫 这个时候 对于他们来说 什么血魔胶的报复 完全都不放在心上 而血魔胶也到了血眉 所有派出去 修建正典的弟子 没有一个能够逃脱的 不论隐藏得多么深 都会有人发现 甚至那些精卫 也无疑幸免 全部都被活捉 主上 我们派出去的人 全军覆没 恐怕和主上猜测的一样 这些人全部都是内奸 血魔教内 杨英文有些忐忑地说道 那些精卫 有没有抓回来 樊千明皱起了眉头 虽然他猜测 有很多内奸 但他想破脑袋 也想不明白 这次过来的人 竟然全部都是内奸 没有 我赶过去的时候 所有的精卫 都消失不见 就连主上 在他们驶海内下的禁止 也都没有出发 杨英文小心翼翼地说道 他此刻已经感觉到了 对方身上那一丝 暴虑的气息 好 很好 纪洪昌果然是好手段 让你搭建的传送阵 现在怎么样了 樊千明冷声问道 回主上 还在搭建中 咱们能够用的人 实在太少了 他刚说完 便感觉到一股阴冷的气息 将他笼罩起来 连忙再次开口 主上 这次我去抓捕精卫的时候 有一个意外发现 什么发现 对方冷哼一声 阴沉地问道 主上 我发现所有消失的精卫 还有咱们血魔胶的弟子 全部都被送到了一个地方 杨英文连忙说道 继续说 前几天 镇点不断被发现 我就去镇点之处 刚到那边 就看到一群 其中宗门的修士 将整个镇点围了起来 那些精卫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第一时间就被控制住 甚至连神室内的禁止 也给压制了下去 我小心翼翼地 跟在这些人身后 这群人 竟然全部都朝着天眼宗而去 当时非常的疑惑 为了弄清楚 他们这是要做什么 于是四处打探 主上 你猜我打探到了什么 说 原本想表现一下自己的功劳 结果对方不理会 冷冷说了一个字 这些人 拿咱们血魔胶的弟子 交给天眼宗后 竟然可以从天眼宗内 换取修炼资源 而且 我还汇入了天眼宗 主上 我在天眼宗内 发现了咱们血魔胶的弟子 咱们的弟子 竟然成了天眼宗的弟子 杨英文确实发现了 清玄峰上的几名弟子 其中一人 曾经还是他的手下 但是却看到对方 穿着天眼宗的服饰 在清玄峰上忙碌着 似乎还很开心的样子 但也是因为 看到了血魔胶的弟子 他才没有继续探查 他被这些弟子发现 你说什么 血魔胶的弟子 成为了天眼宗的弟子 樊千明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神色冰冷地问道 主上 我现在有个猜测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看到对方的表情后 他心中一动 小心翼翼地问道 说 主上 你可曾记得 人黄塔没出事之前 我们冬裕这边的据点 是被哪个宗门剿灭的 嗯 听到对方的话 樊千明眼神闪过一丝光芒 似乎想到了什么 我们之前的据点 就是被天眼宗剿灭的 巧合的是 现在我们正点 被这些宗门发现后 咱们的弟子 再次出现在了天眼宗内 主上 我怀疑 天眼宗才是内奸 第104章 好歹读的计策 你说的天眼宗是内奸 是什么意思 樊千明似乎想到了什么 但不敢确定 开口问道 主上 你有没有觉得 每次我们的计划出现意外 都有天眼宗的影子 杨英文肯定地说道 不错 之前的据点被剿灭 正是天眼宗 他点点头 肯定了对方的说法 为何每次我们的计划出现的意外 都和天眼宗有关 主上有没有想到什么 继续说 此时的樊千明 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只是他还不太确定 我怀疑 继父教主早已经和天眼宗暗中勾结 是指天眼宗的一切 都是继父教主的安排 最开始主上发现 仁皇塔在东狱的时候 只有父教主和主上知道 如果父教主在主上安排 东狱这边据点的时候 就已经和天眼宗暗中勾结 这所有的一切都说得通了 不然 一个小小的天眼宗 如何敢与我们宗门抗衡 而被抓回去的这些血魔教弟子 明面上是被杀了 其实全部都折服在了天眼宗内 恐怕这次仁皇塔的计划 都是在父教主的计划中 主上 如果我们这次失败了 最后反而是父教主成功了 到时候 杨英文没有把话说完 但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 啪 樊千铭一巴掌拍了在桌上子 脸上的表情有些扭曲 果然和我猜测的一样 这个天眼宗十九八九 就是姬鸿昌安排的 之前我们的计划失败 恐怕也是他暗中 让天眼宗做的 好一个姬鸿昌 最后这一句 近乎吼了出来 主上 我们这次过来的人 全部都是姬父教主安排的 那么这些正点 被其他修士发现 一切也说得通了 他先通过天眼宗 打着消灭魔修的旗号 让这些内奸故意暴露正点的位置 然后再通过修炼资源的交易 把他派遣过来的弟子 全部都安排进天眼宗内 其他宗门的修士 发现了据点 抓捕咱们宗门弟子 用来迷惑我们 如果我们没有提前发现内奸 恐怕到最后 是我们和整个东狱的宗门 乃至中周等一些势力为敌 而副教主则坐收渔翁之力 杨英文偷偷是道地分析着 主上虽然修为深不可测 但双拳难敌四手 更何况是仁皇塔外所有的势力 到时候恐怕 最后这句话 他没有说完 樊千鸣则听得一身冷汗 不错 如果真的按照之前的计划 最后自己 恐怕小命都要交代到这里了 其他宗门一直破坏阵点 他怎么可能忍得了 好歹读的计策 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主上 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杨英文小声地问道 怎么做 他记红昌 不是想要坐收渔翁之力吗 我先把和他勾结的天眼宗灭了 樊千鸣眼神充满了杀意 主上 不可冲动 感受到对方身上的杀意 他连忙阻止道 怎么 有些疑惑地看着对方 继父教主能够想出如此周密的计划 定然会有后手 恐怕在天眼宗内会有强者 杨英文说道 有强者又如何 我怕他不成 小小冬玉 我还没有放在眼里 整个血魔教内 谁是我的对手 樊千鸣满不在乎地说道 继父教主既然能够暗中勾结天眼宗 甚至收买 恐怕也会同样请其他强者 到天眼宗内作证 并不一定是我们血魔教内的人 杨英文的这句话 直接让对方陷入了沉思 他分析的不错 如果没有强者作证 人黄塔的计划 根本不可能成功 就这些证点 都需要一个强者来引动 更何况人黄塔内的 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做 这个时候的樊千鸣心中 也有些打鼓 开口问道 我们应该先暗中观察一下 现在外面的证点的弟子 恐怕都是副教主的手下 咱们现在的这个落脚点 恐怕也不安全了 我一经之计 先离开这里 然后去天眼宗外为折服 暗中观察对方的行动 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我们会提前发现对方的计划 等到发现了 他们派遣的强者 咱们先下守围墙 将其斩杀 然后等我们的传送阵搭建完成 咱们的人过来后 一切计划 又可以顺利进行了 如果我猜的没错 最近几天 副教主那边应该会行动 人黄塔用不了多久 就要开启了 杨英文再次分析道 就按你说的 咱先离开这里 樊千鸣点点头 这个时候 他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心中不禁感叹 多亏这次带来了杨英文 不然 自己恐怕真的要栽到这里了 两人简单收拾了一下 趁着夜色 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里 在他们离开没多久 有几道身影出现在了这里 你确定这里 就是血魔 交在东狱这边的老窝 其中一人问道 不错 我从一名血魔交的弟子 口中得知 另一人点点头 十分肯定地说道 咱们先说好 如果里面精卫有很多 咱们五五分 放心吧 我打听过了 这边的据点内 还有比精卫更高级别的人 如果抓到这个 肯定不止一瓶 至尊版二锅头 那就这么说定了 等一下 我通知我的人 马上就过来 说完 谁也不再说话 似乎等待着什么 大概过了半个时辰 又来了几人 动手 不要放跑任何一名血魔交的人 这可都是宝贝 随着其中一人的一声令下 十多个人影 第一时间冲了进去 据点外面的阵法 全部都被暴力破坏 哄 哄 巨大的爆炸声 向四周扩散 刚离开不久的樊千鸣 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 脸色一变 果然和你猜测的一样 该死的季红唱 等我回去 我定让你生不如死 回头看向爆炸声 传来的方向 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杨英文之前的猜测 果然是对的 还好离开得及时 不然真的要折 在这里了 主上 我们走 别被人发现 他连忙催促道 这次樊千鸣 没有说话 点点头 带着对方 几个闪身 消失在夜色里 第105章 到钱宗来人 樊千鸣二人 连夜来到了天眼宗的外围 这里怎么这么多人 他看着四周 到处都是修士 这些人三三两两坐在一起 似乎在小声地讨论着什么 主上 你看那边 杨英文指了指不远处 时不时有人提着一名 被捆绑的结结实实的血魔教弟子 来到山门处 果然已经和天眼宗暗中勾结 之所以将这些弟子捆绑起来 恐怕是为了掩人耳目吧 樊千鸣顺着对方指着的方向看去 脸色阴沉了下来 嘴里呢喃道 主上说得不错 这么做 就是为了怕主上发现 如此大规模地把弟子招回天眼宗 恐怕他们 最近要有大动作了 人黄塔那边 应该也要开启了 杨英文点点头 眼神中闪过一道睿智的光芒 肯定地说道 我倒看看 他能玩出什么花样 破坏我的计划 那谁也别想成功 樊千鸣阴沉地说道 两人在天眼宗门口折服了下来 想要看看对方接下来会做什么 此时 天眼宗门口出现了两道身影 范儿 这就是你说的天眼宗 一位先锋道鼓的老者 对身旁的青年问道 这位老者 须发揭白 常然垂胸 眼神中透露着一丝沧桑的气息 对 这就是天眼宗 那个至尊板二锅头 就是出自这里 这位青年回答道 他不是别人 正是临风 此时的他 眼神不善地看着天眼宗的入口处 心中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走吧 范儿 咱们先去他们的宗门内看看 老者点点头 打亮了一下天眼宗周围 只见天眼宗入口处 络绎不绝地修饰 静静处处 两人来到山门处 这时候 在山门处负责接待的弟子 看到面前的两人 脸上露出职业微笑 这位前辈 您是要拜访我们宗主 还是去清玄阁 十分恭敬地对两人问道 让你们的宗主 亲自出来见我们 临风来眼神扫一眼说话的这名弟子 趾高气昂地说道 不好意思 前辈 如果想要进我们的天眼宗 需要去那边取号 这名弟子看到对方跋扈的样子 并没有恼怒 态度依旧十分的友好 取什么号 你现在通知你们宗主 告诉他到乾宫来访 让他出来迎接 否则后果自负 临风根本没有将这名弟子放在眼里 语气中充满了威胁之意 两位前辈 我们天眼宗最近访客比较多 如果您想见我们宗主 麻烦你去那边取号 我们这边会尽快给你们安排 这名弟子再次开口说道 眼前的两人 正好是他今天接待的第一百位修士 苏南曾经说过 每接待一百位修士 零差评 便可以去清玄阁领取一根力群 这可是力群 没使用二十根力群 可以永久提升一丝悟性的存在 比塔山的效果 好了几倍不说 还能永久提升悟性 即便是在天眼宗内 也不是每个弟子都能获得的 价格非常的贵 啪 临风不耐烦地看着眼前之人 伸手一巴掌抽了过去 这名弟子没有反应过来 直接被一巴掌抽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嘴角一出一丝鲜血 现在 马上 通知你们宗主 让他出来迎接 再敢多说一句 废了你 眼神中带着闪过一丝狠辣之色 激笑着说道 这名老者将临风的行为看在眼中 却没有出手阻止的意思 似乎默认了对方的做法 这名弟子 伸手捂着已经肿起来的脸 从身上拿出一枚令牌 宗主 有两人 自称道前宫的人 让你亲自出来迎接他们 对着令牌说完 起身站在了一边 不再说话 尽管十分的愤怒 但却不敢说什么 莫过多久 玄军兽的身影出现 几人不知道 说了什么 三人便朝着天眼宗内而去 刚才这两人是谁 竟然赶在天眼宗门口 如此嚣张 在天眼宗外围的修士 看到刚才发生的事情 小声问道 不知道 应该是某个大势力 你没看到 天眼宗的宗门 都亲自出来迎接了 连大话都不敢说 这里有人认出了玄军兽 刚从里面出来的那人 就是天眼宗的宗主吗 我记得天眼宗的宗主 最起码也是神玄境的强者 为何会怕这两人 有人不解道 你这么一说 岂不是说 刚才的那名老者的修为 比神玄境还要强 思这下有的看了 不只是那名老者的修为 恐怕这两人身后的势力 也不简单 不然单凭这两人 天眼宗没必要怕 也不知道是哪个势力的 果然还是实力 才是硬道理 人家不但不怕的罪天眼宗 还能大摇大摆地进入 再看看我们 人比人气死人 这些修士的对话 让周围其他势力 陷入了沉思 一些大势力 比如渝朝和穷华圣地的人 看到刚才的事情 他们心中也有了些异动 之前他们不是 没有想过 用自己的宗门势力 去压迫天眼宗 让他们交出那些东西 但是 谁也不能确定 这个宗门的实力 但是 刚才的事情 却让他们起了心思 主上 刚才的两人 你知道是什么势力的吗 杨英文自然也看到了 刚才发生的事情 疑惑到 刚才的那名老者 是归玄境的修为 只是不知道 对方是哪个势力的人 当那名老者出现的一瞬间 樊千明便注意到了对方 归玄境强者的气息 太熟悉不过了 他自己 就是归玄境 只是天眼宗山门处 有护山大阵的原因 听不清 他们说的什么 主上 你说 这会不会是 继父教主请来的人 听到对方的话 杨英文心中一动 忽然想到了什么 嗯 樊千明心中一震 对方的话 提醒了他 刚才对方如此嚣张 但天眼宗还是十分客气的 将对方请了进去 如果说天眼宗 是继父教主的一个据点 那刚才之人 很有可能是 对方派过来的 知道主上在这里 对方肯定不会 从血魔教内 派人过来 杨英文分析到 第106章 给他们掌掌见识 杨英文的话 让樊千明陷入了沉思 对方分析的很有道理 不然 为何自己的据点 刚被捣毁 这边就来了一名强者 要知道 人黄塔外围 需要搭建的阵点 至少也是需要 道玄境巅峰的实力 才能完全掌控 这人恐怕 真的是纪洪昌派过来的 主上 我们接下来该如何 杨英文小声地问道 和咱们一起过来的弟子 全部都在天眼宗内了 就剩下咱们两人了 恐怕多不过副教主了 他脸上露出了担忧之色 谁说我们只有两个人了 他纪洪昌 不是想要独占人黄塔吗 我倒要看看谁 他是黄雀 先在这里守着 等那人出来的时候 想办法解决掉 到时候来个偷梁患主 他既红昌做梦 也不会想到 最终安排的一切 会成为我的嫁衣 樊千鸣脸上 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没有了之前的阴沉之色 刚才一瞬间 想到了解决的方法 接着他把自己的计划 简单地说了一下 高 实在是高 副教主拿什么合主上斗 杨英文听到对方的计划 连忙拍起了马屁 两人交谈完 在天眼宗外围 静静地折服了起来 等待着对方的出现 此时天眼宗内 玄宗主 我刚才的话 已经很明确了 交出你们炼制至尊二锅头 以及塔山的方法 我可以放你们一马 你要明白 匹夫无罪怀弼其罪的道理 这种东西 不是你们天眼宗 所能够拥有的 也只有我们到前宫 才有能力 拥有这种炼制之法 天眼殿内 这名老者 十分平静地说道 尽管对方脸上 没有任何表情 但任谁都能够 从对方的话语中 听出其中的威胁之意 前辈 这个恐怕不能答应你 玄君硕听到对方的话 脸色阴沉了下来 对方那种 趾高气昂的态度 丝毫没有把天眼宗 放在眼里 只要你教出这些东西的炼制方法 我可以保证 到前宗会庇佑 你们百年 保证百年内 没有任何势力 敢与你们为敌 老者也不恼怒 再次说出了自己的条件 在他看来 能够得到到前宗的庇佑 已经是天大的好处了 而且我私人 还可以给你提供 异卷灵阶上品功法 即便是在我们到前宗内 临阶上品功法 都是极为稀有的存在 说着他从身上 拿出一卷淡绿色的竹简 放在了桌子上 多谢前辈的好意 我们心领了 但是这个东西的炼制方法 并不是我们天眼宗的 而是一位艺人前辈 给予我们的 玄君硕摇摇头 不动声色地撇了撇嘴 拒绝了对方的提议 还临阶上品功法 马德也好意思拿出手 之前苏南从人皇塔内 带出来的临阶 极品功法 都不知道有多少卷 而且这种东西的炼制方法 他确实不知道 一直都是苏南在弄 哦 你口中的艺人 是何人 可否交出来 与老夫一见 老者别有深意地 看了对方一眼 淡淡地说道 根本不相信 对方所说的话 这恐怕很难 那位艺人前辈 每次都是他主动出现 我们无法联系 他再次拒绝 我也不为难你 也不要你的炼制方法 以后你们产出的东西 90%交给我们到前宫 此事我做主 不再追究 而且其他任何事里 也不会再找你们的麻烦 老者再次说道 然而玄军朔 依旧摇头拒绝 你不要不识胎卷 我们到前宫 能够站在你面前 和你谈 已经是给足了你面子 别给两标脸 老者还没说什么 一旁的凌峰 直接开口骂道 尽管对方的修为比他高 但依旧没有 将对方放在眼里 在他的印象中 一个小小的天眼宗 还不是随便拿捏 给你一卷临阶上品功法 都是看得起你 你们这小小的天眼宗 能拿得出一卷临阶功法吗 林峰十分不屑地说道 不就是一卷临阶上品功法 我们的杂役弟子 都是修炼的临阶极品功法 正在这个时候 苏南的声音响起 他从门口 缓缓走了进来 玄师兄 将临阶功法拿出来 给他们掌掌见识 这么大年纪了 能见一件临阶极品功法 也死而无憾了 他进来后 看都没看这两人 直接对玄军朔说道 玄军朔也十分配合地 伸手一挥 哗啦啦 一大堆的临阶功法堆在桌子上 这里 全部都是临阶极品功法 功法的品阶不同 散发出来的气息自然也不同 这位老者一眼 便看出了这些功法的品阶 脸色瞬间有些难看 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多 赶紧多看看 不然以后都没有机会看到了 苏南丝毫不理会对方的表情 淡淡说道 玄宗主 这就是你们天眼宗的态度 老者站起来身来 目光中闪过一丝寒意 冷冷地说道 同时从他身上 散发出强大的气息 师伯不用和他们废话 一个小小的天眼宗 现在就灭了他们 到时候自然能够找到炼制的方法 临风看着进来的苏南 眼神中出现一丝狠毒之色 玄宗主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交还是不交 你宗门数千名弟子的性命 可都在你的一念之间 老者身上的气息越来越强大 玄君硕此时已经有些承受不住 好大的威风 我倒是谁 原来是你 林南宗林老狗 这时又一道声音从外面传了进来 一名老者踏步而来 癌之人正是天眼宗的师祖 白李荣 白李荣 你还活着 林南宗看到对方后 眼神中露出诧异之色 怎么 你都还没死 老夫自然活得好好的 白李荣看着对方 眼中中闪过一丝细血之色 接着他随手一挥 刚才那股龟玄境的气息 瞬间消失不见 老东西 回去告诉你们到前宫的人 想要东西 来找老夫拿 说着他身上 也散发出龟玄境的气息 什么 你也突破了 感受到对方身上的气息 林南宗眼神一致 有些吃惊的说道 怎么 只需你突破 老夫不能突破 白李荣的气息 明显比他还要强上不少 凡 咱们走 他什么话也没说 直接对一旁的林峰说道 是不 我们 林峰还想说些什么 走 说着直接带着 对方消失不见 几乎眨眼的功夫 便出现在了天眼宗的山门处 主上 他们出来了 第107章 关闭清玄阁 师祖 为何不将他们留下 见到两人离开后 玄君朔开口问道 道前宫的实力深不可测 而且我也没有把握 将其留下来 这里是咱们的宗门 如果在这里打斗 会毁掉我们的宗门 白李荣摇摇头 缓缓说道 让其这么离开了 恐怕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吧 玄君朔看向两人消失的方向 有些担忧地说道 怕什么 我们这些老家伙还没有死 教出炼制方法 绝无可能 除非我们全部死绝了 白李荣淡淡地说道 尽管他的语气十分的平淡 但任谁都能听出 其中的霸气和决绝 好了 我回去修炼了 小家伙 这是给你的 不用怕 万事由我们老家伙在前面顶着 想做什么 尽管去做 他从身上拿出一枚戒指 丢给了苏南 说着就要离开这里 一般都是用储物袋 这种储物戒指 非常的稀少 其内部的储存空间非常大 但炼制储物戒指的材料 太过于稀有 以至于很少有人用得起 接过来戒指 打开一看 里面满满当当全是零食 恐怕有近千万零食 看着这么多的零食 眼神露出一丝诧异之色 师祖 这是 苏南疑惑地问道 给你的辛苦费 我们宗门的未来 还是要靠你了 白李荣笑呵呵说道 师祖 你等一下 这些东西给你 你和其他师祖们 先用着 说着便从便利店里 购买了一大堆的礼裙 二锅头 可乐等一些东西 甚至连沐浴露都给拿了许多 并且一一告诉了 这些东西的效果 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这些东西 对于我们这些老家伙 还是很有用的 哈哈一笑 直接将这些东西 收了起来 转身消失在了大殿内 一时间 天眼殿内 谁也没有说话 玄君硕脸上 依旧带着一丝担忧之色 师兄 你在担心什么 苏南开口问道 恐怕这件事 要不了多久 宗门内的弟子也会知道 到时候 怕是会引起一些慌乱 他沉思片刻 缓缓说道 你是在担心这个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 对方的话 苏南不以为意地说道 师弟 你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师祖的话 我们相信 但是下面的弟子 恐怕不会相信 到时候 下面的弟子慌乱了起来 咱们天眼中还没有应敌 就先内乱起来了 不仅仅是弟子 怕有些长老也会如此 人心涣散 更加难以抵抗到乾公的报复 玄君硕 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这件事 说简单也简单 即便是我们努力 想要遮掩此事 只怕也是只包不住火 苏南缓缓说道 他点点头 确实如此 道乾公来到天眼中的这件事 即便是宗门内不说 其他修士也看到了 宗门内弟子 想要知道这些 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遮掩 这个时候也是个机会 我们就将刚才的事情 再夸待一下 师弟这是为何 玄君硕闻言 眼神中露出诧异之色 看到对方诧异之色 苏南解释道 我们宗门内 数千名弟子 两有不齐 对宗门有二心之人 也有不守 很有可能 还有其他宗门安插在 我们宗内的间隙 趁着这次的机会 可以清理掉这些人 恐怕即便是师兄 也无法保证 宗门内的弟子 都是一条心吧 他点点头 并没有说话 默认了下来 对方说得不错 这些年来 不断的发展 确实不能保证 每一名弟子 都对宗门忠心耿耿 那一师弟的意思 我们应该如何做 想到这里 玄君硕赶忙问道 通知宗门内的 所有弟子和长老 告知他们到乾宫的事情 并且告诉他们 到乾宫的实力 就说对方对派归玄境的强者 对我们宗门进行报复 再把今天到乾宫 这个老头的话 原封不动地 转述给宗门之人 将这次事情 说得严重一些 告诉弟子 不想丢掉小命的弟子 可以随时离开 另外 驱散宗门内 所有非本宗的弟子 关闭清玄阁 护山大阵正式开启 玄宗进入备战状态 苏南一口气说完了自己的打算 好 就按师弟说的 我马上去办 接着天眼宗内 响起了七道钟声 所有来天眼宗的道友 请速速离开 清玄阁暂时关闭 一道灰红的声音 在天眼宗内响起 我靠 我刚抓住一名血魔教的弟子 你告诉我 清玄阁要关闭了 这这么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关闭 我好不容易才排队 进来的 怎么一进来就听到这个 玄宗主 请你给我们一个说法 为什么突然要关闭清玄阁 这些前来兑换的修士 愤愤不平地说道 很抱歉 想必诸位道友也看到了 道前宫来到我们这里 想要读通我们清玄阁的东西 被我们拒绝后 对方扬言报复 整个天眼宗即将进入备战状态 无法在对外出售 希望诸位道友理解 玄军术的声音再次响起 语气中带着一丝歉意和无奈 道前宫 是什么势力 很强吗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有修士疑惑道 据说 道前宫是这片大陆上 最神秘的势力 即便是那些圣地 都要礼让三分 死这么强 当然 听说到前宫内 随便一个长老 都是到玄境的修为 而且他们的公主 据说是化圣经 难怪天眼宗要如此 哎 我得赶紧去兑换一下 别到时候 真的不能了 听到其他人的解释 马上感叹了道 这个弱弱强识的世界 谁的权都大 谁才是真理 如果这是真的 岂不是说 以后想要来跟塔山 都没可能了 当即有人说道 尽管他们十分的不满 但是依旧无法改变 这个事实 所有来这里兑换东西的修饰 全部都被驱立了天眼宗 接着所有的长老和弟子 被召集在天眼台上 玄君硕站在前面 表情十分的严肃 下面站着的弟子 自然也听到了 刚才的喊话 心中都有一些忐忑 如果真的是到前宫 他们该如何应对 第108章 他没告诉你我是谁吗 天眼台上 到前宫的人 不会真的要来 报复我们天眼宗吧 有弟子小声问道 宗主刚才都说了 恐怕这是真的 对方很有可能 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有人脸上露出担忧之色 怕什么 到前宫也不一定 打得过我们宗门 有弟子不服 你没听之前有人说吗 到前宫里 长老的修为 都是道玄境 我们宗主 好像才是神玄境 这怎么打 而且我还听说 他们那里的 归玄境强者 都不知道有多少位 我们拿什么跟人家拼 我们的长老 大多数都是 画神境和神玄境 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 当即有人反驳道 我们不是还有师祖吗 你们忘记了 之前我们天眼宗的一名师祖 突破之归玄境 怕什么 归玄境 我们也才一个 师祖到归玄境 人家到前宫的归玄境 数不胜数 一个师祖 如何能够抵挡得住 这么说 这次真的完了 我看这次 我们天眼宗有点悬 很大概率被灭踪 又有弟子 神色担忧地说道 人家到前宫的公主 可是画圣境的强者 画圣境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你们知道吗 别说反抗了 人家吹口气 我们都能灰飞烟灭 恐怕我们天眼宗 这次真的完了 怎么就得罪了道前宫 那我们怎么办 只能等死吗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 那只能离开这里了 总不能在这里白白送死 马上有弟子 有些心虚地说道 我看这位师兄说得对 我们还是趁早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就我们这样的修为 在宗门内 也帮不上什么 那人刚说完 马上就有人附和 我靠 你们还是人吗 这种话也说得出口 当即有弟子开口骂道 宗门给你修炼资源 培养你 让你有现在的修为 结果世道临头 你们竟然想着逃跑 简直猪狗不如 苏师叔为了让我们提升修为 给了我们多少好东西 你们都忘记了 拜类 畜生 你命不值钱 你就留在这里好了 我们可不想白白送死 这些弟子 你一言我一语 已经开始胡掐了起来 这些弟子之间的讨论 自然一字不落地 钻入了玄军硕的耳朵中 他心里冷笑一声 果然苏师弟的话 是对的 这些弟子中 有二星的还不在少数 如果不是这件事 恐怕他也不会想到 会有这样的弟子存在 这个时候 一道声音响起 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宗门得罪了道前宫 恐怕用不了多久 对方就会派人前来 能不能度过此劫 我也不是很清楚 对方的实力 正如其他人所说的那样 确实很强 但是我们天眼宗 从剑宗那一刻开始 就从来没有怕过任何一个人 道前宫狼子野心 想要抢夺我们清玄阁的东西 我们自然是不可能答应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让所有的弟子 都跟着我们白白送死 从现在开始 所有想离开的弟子 就可以离开了 宗门不会对你们有任何的限制 但过了今天后 所有弟子不得离开宗门一步 否则 杀无赦 玄军硕的声音 十分的冷冽 语气中充满了杀意 好了 现在大家可以散了 至于如何 你们自己定夺 说完 转身朝着天眼风而去 在他身后的数位长老 眼神中也带着一丝惊骇之色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看 我说什么了 我们这样的修为 在宗门 也是浪费宗门的资源 对 我们现在离开宗门 也是给宗门减少压力 并不是你们说的什么忘恩负义 对对 毕竟要应敌 我们也做不了什么 反而还会浪费宗门的灵食 用来修炼 我们不给宗门添堵 我们不做宗门的累赘 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 今天就离开这里 当这些弟子散开后 马上有人说道 你们要不要脸 说出这样的话 你们还是人吗 呸 宗东显 你们这群出头不如的人 你们是怎么说的出口的 自然也有弟子 对于他们的言论破口大骂 但无论说什么 这些决心要离开的弟子 谁也拦不住 在他们的脸上 看出了恐惧 甚至有一些人 已经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准备离开 天眼中午作风 已经有不少弟子 从山上下来 朝着山门处而去 清旋风上 苏南冷眼注视着那些 急匆匆离开的背影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天眼店内 数位长老 谁也没有说话 今天的事情 正如我说的那样 诸位长老封主 如果想要离开 我不会有任何怨言 许久后 玄军朔缓缓开口 我等与天眼宗共存亡 我等在天眼宗数百年 早已看待了生死 数位长老 竟然没有一人退缩的 他很欣慰 很好 现在回到你们自己的住处 有弟子离开 不要管 人各有命 任他们去吧 说完 玄军朔离开了天眼店 数位长老 对视一眼 谁也没有多说什么 纷纷离开了这里 天眼宗外 之前杨英文的提醒 樊千鸣一直悄悄地 跟在林南宗的身后 是不 我们就这样离开了吗 林峰有些愤愤不平地问道 他本以为 今天能够直接灭了天眼宗 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只说了几句话 便带着他离开了 那个白礼荣 同样是归玄境 我没有把握对付他 而且不清楚对方宗门内 究竟有几个归玄境 此事等我回去后 慢慢计划 分放心 天眼宗的东西 迟早是我们的 先让他们蹦那几天 林南宗摆摆手 缓缓解释道 林峰表面点头 但心中依旧十分的不爽 阁下 跟踪了我们这么久 还不出来吗 正在他还想准备 说些什么的时候 忽然林南宗看向左侧 冷声说道 本想着再过会儿 送你们上路 没想到 你们这么急着去死 一道人影 从旁边的树林中走了出来 这人正是樊千鸣 他冷冷地看着对方 阁下是谁 为何要跟踪我们 林南宗在对方出现的一瞬间 心中一沉 他清晰地感应到 对方的修为 同样是归旋径 而且比他的 还要强上不少 什么时候 东宇这边的归旋径这么多了 心中有些不解 难道他没有告诉你 我是谁吗 樊千鸣淡淡地说道 第109章 激战 林南宗警惕地看着对面两人 开口说道 阁下什么意思 不用装了 谁让你来的 你心里最清楚 樊千鸣看着对方的表情 心中很是不屑 谁让我来的 他心中疑惑了一下 林峰把至尊二锅头的事情 告诉了他爹 林天雄 也就是道歉公公主后 是林天雄派他来天眼宗这边 将炼制方法拿回去的 莫非是他 心中有些不解 不过这些并没有说出口 只是在心中想了一下 面前这二人明显来指不善 你是为天眼宗而来的 林南宗忽然想到了什么 开口问道 对方的样子 明显是来报复的 如果说在东宇 与他有过节的 只有天眼宗 你知道就好 你们准备做什么 心里最清楚 打算就这么离开了吗 对方的话 让樊千鸣更加确认了 对方的身份 果然是那边派来天眼宗的人 自己什么都还没有说 这人就提出来了天眼宗 看来这个天眼宗 对季红昌非常重要 没想到 竟然还隐藏了一位高手 道说我小看了你们 林南宗心中一沉 但脸上却没有露出任何 吃惊之色 淡淡的说道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天眼宗竟然还有一位 闺玄境的强者 之前的白礼容就让十分的意外 在他印象中 这个宗门内 有一名道玄境 就已经很厉害了 没想到 除了白礼容之外 竟然还有一位 看来他也不是很信任你 竟然没有告诉你 我的存在 樊千鸣鄙夷夷的看了对方一眼 缓缓说道 他 他忽然想到 出发之前 林天雄只是交代了一下 小心一些 并没有和他说 天眼宗内的强者都有谁 莫不是 对方故意不说这些 想要坑自己 但是这么做 林天雄有什么好处 这不得不让他往这方面想 毕竟从那边过来 是他安排的 既然你什么都不知道 那就去死吧 樊千鸣哈哈一笑 在他心中 已经将对方判了死刑 话音刚落 整个身体弥漫出血红色的煞气 紧接着 一道道身影 从煞气中凝结 这些血红色的身影 面部十分的猙獰 朝着对方飞快地扑去 林南宗来不及多想 伸手一挥 一团团金色火焰出现在他的面前 金色火焰散发出阵阵炽热气息 在他出现的瞬间 直接朝着血影席卷而去 然而 血影不退反进 他们张开锯口 一股骨灰色的能量 从他们口中喷出 哄 金色火焰与灰色能量 碰撞了一瞬间 两道能量相互交织 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 以他们为中心 周围数十里的森林 瞬间化为飞灰 身后的山峰 在这两股能量的碰撞下 轰然倒塌 这声巨响 即便在数十里外的 修为低一些的修士 瞬间嘴角一写 承受不住这两道能量的碰撞 归旋径强者 弹指尖 周围的一切被湮灭 两道能量不断交织 灰色能量明显占据了上风 金色火焰 渐渐被压制了下去 凡千鸣不出手 则已 一出手 就是要将对方置于死地 林南宗眼神中 出现一丝疯狂之色 给我去死 随着他的一声吏喝 在他的头顶 出现了一道金色的莲花 道化金莲 道玄境独有的标志 一朵六瓣金莲 缓缓绽放开来 这朵金莲 与道玄境 唯一不同的是 在金莲的中心 一道金色的人影 盘膝而坐 这道金色人影 五官十分的清晰 正是林南宗的模样 刚才听到这声巨响的修士 纷纷朝这边赶来 这些人 大多数都是神玄境修为 都不敢靠得太近 只是在观察 其中一位道玄境的修士 看到了这朵金莲后 脱口而出 归玄境 道化金莲后 金莲会慢慢吸收 其花瓣的道运 从而孕育出神奇 刚才看到金莲中的小人 便是归玄境 才会有的东西 神奇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刚才的碰撞 竟然是两位 归玄境的强者 快退 这里不是我们 能够围观的 这名道玄境修士 连忙出口提醒 紧接着整个人 急速后退 他的话音刚落 原本紧闭双目 金色小人 忽然睁开了双眼 两道金莲 从他的眼神中 一闪而出 同时双手做出一个 向上托举的动作 原本已经被压制的 金色火焰 瞬间升腾起来 金色火焰周围的虚空 出现了一道道 黑色的裂缝 显然虚空 承受不住火焰的能量 碎裂开来 血影口中的灰色能量 似乎也受到了刺激一般 树到血影 纷纷爆裂开来 一道道血色煞气 瞬间融入到灰色能量中 两者之间 再次发生剧烈的碰撞 哄 再次发出一道巨响 没有来得及反应的修饰 瞬间被这股能量击飞出去 蹊跷流泻 显然受到了重伤 而这群修饰中 唯一的道玄境 连忙后退 同时在他的头顶 一朵金色的莲花 缓缓绽放 只是他的金色中央 并没有金色小人 只有一团金色的能量 这团能量 急速将他整个人包裹起来 然而 这股能量的冲击 险些将包裹他身体的 这道能量积散 破 连土三口血 头上的金莲缓缓消失 整个人的气息地维拟了起来 差一个境界 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差距 这名道玄境强者 嘴角露出一丝惨笑 而其他神玄境的修饰 几乎轻一色瘫倒在地上 显然受到了重创 这种级别的能量碰撞 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承受的 如果你就这种实力 现在可以去死了 樊千鸣与对方简单交手后 不懈地说道 尽管只是一次交手 双方都用出了杀招 只见他的头顶 出现了一朵血色莲花 莲花缓缓绽放 每一半花瓣 都像是刚从血液中 拿出来一半 浓郁的血沙气息 弥漫开来 七半血莲 在血莲的中心 同样是一道血色的小人 这道小人脸上 被一层血气所笼罩 看不清他的样子 随着血色小人 睁开双眼 在他周围 出现了数千道血影 每一道血影 都比之前的要强大数倍 直接朝着林南宗扑去 此刻的他脸上 闪过一丝慌乱之色 怎么可能 第110章 恐怖的天眼宗 林南宗如何也没有想到 对方刚才竟然没有使出全力 他一把将一旁 已经昏死过去的林峰 拉到身边 接着从身上 拿出一尊黑色小顶 黑色小顶迎发长 一个呼吸间 化作了数丈高的锯顶 在锯顶上 一道道神秘的符纹 缓缓流动 随着符纹的不断流动 一道道暗金色的光芒 垂垂落下 形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光幕 他抓着林峰 躲在光幕内 锯顶将两人笼罩起来 刚做完这一切 血影的攻击已经落在了顶上 轰隆隆 一声声的巨响 黑色锯顶剧烈晃动 似乎承受着巨大的冲击力 每一道血影的攻击 都让顶上的符纹暗淡一些 林南宗脸色有些发白 即便都是归玄境 但是仅仅只是一个花瓣的差距 竟然有如此大的实力悬殊 在黑色锯顶的笼罩下 他转身就要逃跑 明显不是面前之人的对手 想逃 做梦 樊千鸣看着对方急速后退 嘴里露出一丝残忍的笑容 血煞 哦 他冷喝一声 数千道血影 直接朝着黑顶扑去 哄 血影接触到顶的瞬间 便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恐怖的能量 直接轰击在顶上 黑顶垂落下来的光幕 出现了一丝裂痕 林南宗瞳孔一缩 原本已经消失的金莲 再次在他的头顶出现 金莲中间的小人 张开双臂 一道道能量 不断地涌入顶内 刚出现的裂缝 瞬间消失不见 恢复如初 然而 他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轰轰轰 三道血影 再次爆炸开来 已经消失的裂痕 再次出现 而且 这次的裂痕 比之前的更大 恐怖的能量 黑顶上的符纹 此时也出现了裂痕 在一道道血影的轰击下 黑顶形成的光幕 终于承受不住 剧烈的能量冲击 咔嚓一声 在林南宗 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碰 化成了粉末 破 光幕碎裂 反射到他的身上 吐出一口鲜血 头顶上的金莲 也暗淡了一些 黑顶的符纹 同样从顶上缓缓隐去 就这 你也敢来抢我的东西 谁给你的勇气 看着对方的样子 樊千鸣讥笑着说道 血煞 去 他再次一声低喝 空中的血影 瞬间凝聚在一起 一道数十丈高的血影 缓缓出现 这个血影的模样 竟然是樊千鸣的模样 血影手持一把血色镰刀 去死吧 下辈子睁大眼睛 不要再被人卖了 他冷声说道 话音刚落 血影双手握住血帘 用力一挥 朝着对方砍去 乾坤镜 现 林南宗此时真正地感觉到了一丝死亡的气息 急忙从身上拿出一面八卦镜 吐出一口金血 金血碰触到八卦镜的瞬间 便被其吸收殆尽 八卦镜中射出一道刺眼的光芒 这道光芒一分为二 其中一道对着血连攻击而去 另一道光芒 则将它和林峰包裹在一起 血连与八卦镜中的一道光芒 撞击在一起 轰隆 整个虚空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黑洞 一道道刚风从黑洞内吹了出来 紧接着 另一道包裹着林南宗二人的光芒 直接朝着黑洞而去 我记住你了 咱们后会有切 他看了一眼樊千鸣大声说道 说完 整个人被这道光芒包裹 瞬间消失不见 而刚出现的黑洞也缓缓愈合 整个虚空再次恢复平静 樊千鸣皱起眉头 随着黑洞的愈合 他已经感觉不到对方一丝气息 显然 对方通过特殊手段 已经离开了这里 我在天眼宗随时等着你们 有种再派人过来 面对对方的威胁 他霸气地说道 他已经认定 天眼宗就是对方的据点 只要自己守在这里 不怕对方不出现 也没有打算对天眼宗动手 毕竟在他看来 这种小据点根本不配他出手 只是他眼中的一个诱饵罢了 这一操作 直接让在远处观望的其他大势力 心中一紧 他们原本已经安排人手 准备对天眼宗进行掠夺 甚至一些大势力的人 已经出现在了天眼宗不远处 这天眼宗竟然如此强悍 打归玄境强者 如此轻松 刚才战斗的两人 最后的话 他们听得一清二楚 快通知宗门 先放弃针对天眼宗 对方疑似有归玄境巅峰强者 其中一个大势力中的一人 连忙对身边的吩咐道 告诉宗门 取消行动 天眼宗深不可测 对方有归玄境强者 而且还不是一名 两人之前的话 也有修士听到 这个结果 是他们不能接受的 原本想着道前宫 对天眼宗出手 定然是十拿九稳 他们急忙对宗门传送消息 希望在天眼宗被灭之前 能够分到一杯羹 然而他们的消息 刚发出去不到半天 眼前的情况 让他们瞬间傻眼 那些已经准备 出动强者的宗门 再次接收到 传回来的消息后 同样也傻眼了 不是说 对方只是 神玄境的强者吗 什么时候 有归玄境巅峰强者了 而且还不止一名 这还是只是表面上的实力 谁知道 他们还有多少抵御 一瞬间 所有大势力抹了 天眼宗 恐怖如斯 就算是渝朝和穷华圣地的人 都放弃了行动 南狱的古灵族组长 古静听到这个消息后 整个人不淡定了 那天 他都没有买到塔山 天眼宗就封闭了山门 正打算强行去破开 天眼宗的山门 结果这个消息 让他瞬间停手 樊千明自然也感应到了 周围的这些势力 但是对于他来说 根本不屑一顾 丢下一句话 转身离开了这里 刚才两人的战斗 天眼宗内的白李荣 自然也感应到了 他刚出现在战场的外围的时候 便看到了苏南已经到了这里 两人对视一眼 谁也没有说话 接着 苏南目不转睛地看着战斗 这两人的交手 让他眼睛一亮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战斗竟然还能这么打 不过也仅仅是觉得 对方的攻击招式很华丽 威力在他看来 也就一般般 看完后 苏南来到山门口处 恰好看到数百名修士出现在这里 随口问道 诸位是来这里做什么的 那些已经出现在天眼宗山门处的势力 听到对方的问话后 心中一紧 此时进退两难 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第111章 修士的疯狂 没事 我们溜达 对苏南撞个正着的这群修士 其中一人咳嗽了一声 尴尬地说道 对对 刚当修炼的时候 有一些感悟 出来走走 溜达一下 听到这名修士的话 其他人马上附和道 你们溜达 竟然整个宗门的人都出来溜达 修炼氛围不错 苏南点点头 随口说道 这些人来这里的目的 他自然一清二楚 不过懒得揭穿这些人 呵呵 这群修士尴尬地笑着 只见这群修士脸上的冷汗 哗哗地往下流 此时的他们心中十分恐惧 刚才的战斗 他们在极远的地方 就感应到了 恐怖的能量波动 现在都还有些心境 龟玄境的强者 那可是让他们仰望的存在 只要对方出现 动动手指 明年的今天 就是他们的继人 不是每一个宗门 都有龟玄境强者 你们很热吗 苏南也没有点破 指了指前面几人脸上的汗 淡淡地说道 是啊 是啊 他们连忙复合道 那你们继续溜达 他似笑非笑地 看着这群修士 淡淡地说了一句 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看到对方消失在视线内后 这群修士 整齐华裔的伸手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太吓人了 如果被对方知道 自己是想来趁火打劫的 估计现在他们都已经凉了 接下来的几天 天眼宗将宗门全部封闭 护宗大阵开启 整个宗门 都有一种莫名的压迫感 从玄君硕 公布了道前宫的事情后 已经有数百名的弟子 都在那天悄然离开 所有势力的人 再次聚集在仁皇塔外围 这位道友 你还有塔山吗 我愿意高价购买 我前天就已经断货了 你有吗 我出十倍的价格购买 高价收购塔山 半根也可以 价格随便提 零食不是问题 一卷临接下品功法 换塔山 有没有道友换 同手无欺 这些势力的人 聚集在这里 他们并没有选择 去参加仁皇塔的试炼 都在求购塔山 随着天眼宗封山 塔山的副作用 已经开始出现 一开始 这群修士都还想着 去天眼宗那边购买 但是山门处 已经封闭 阵法开启 他们别说进去了 连天眼宗的弟子都没看到 无奈之下 只好在仁皇塔这边 向其他人求购 但是这种东西 本就稀少 谁也没有多余的 最初都还很和谐 只是互相抢购 然而随着副作用 越来越大 这群修士 开始打起了歪主意 开始互相争抢 于是 这边再次变得混乱起来 都想要对方手中的塔山 甚至有的修士 为了一个塔山的烟地 争得面红耳赤 没办法 塔山带给他们的副作用 已经越来越强烈 这群人眼神泛红 不怀好意地看着其他人 将你手中的塔山交出来 否则别怪我不念 同门之间的情谊 即便是同一个宗门的人 也丝毫不在意 师弟 师兄也是为了你好 将你手中的塔山交出来 我可以放你一马 师兄 我也没有了 放屁 之前我还看到你偷偷地在抽 身上绝对还有半根 赶紧交出来 否则 叫你一声师兄 那是看得起你 真以为怕了你不成 于是 同一宗门的人 也开始互相争强起来 师弟 当初你能够败入我们宗门 是什么原因 让你成功地踏入炼气境 才通过了宗门测试 你凭良心说 师兄对你如何 师兄 我知道 当初都是因为你的那株 十年的赤心疼 才让我打通经脉 踏入炼气境 我很感激你 但是当初如果不是 你抢别人道理 被人寻仇 让我背锅 我也不会被打得经脉断裂 无法踏入炼气境 嗯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师弟 你忘记当初是谁给介绍的道理 师兄 别说了 你抢了别人道理 害怕人家的报复 才让给我 说是为我抢的 为此我才背锅 断了经脉 嗯 这个也不重要 师弟 这么多年 我作为门派大师兄 一直对你非常照顾 你那根烟嘴 让师兄来一口 师兄 这么多年 如果不是你一直暗中 与我争夺修炼资源 这个大师兄的位置 该是我的 贼子 你不说还好 看见 原本两位关系 非常好的同门师兄弟 此刻拔剑相像 厮杀了起来 与此同时 另一处 徒儿 实话和你说 师父已经十日不多 临终前 只有一个心愿 你能帮师父完成吗 师父 你说 徒儿能够做到 一定替师父完成 临终前 我只想喝上 一口二锅头 就算死也瞑目了 师父 你放心 等你走了 我一定把师父的后事 大操大半 弄得风风光光 师娘我也替你照顾好的 你就安心地走吧 逆徒 受死 类似的事情 到处都在发生 为了能够抽到一根塔衫 喝到一口二锅头 大打出手 人黄塔外围 打得不可开交 然而即便如此 塔衫依旧是功不应求 我们这样打下去 就算把所有人都杀了 恐怕也凑不出来十根塔衫 我们为何不去天眼宗 他们那里 肯定有数只不进塔衫 供我们使用 这时候 突然有修士大声说道 一个小小的天眼宗 我们这多修士 不幸拿不下他们 有没有一起去天眼宗呢 原本这群人 正在打得血肉横飞的时候 瞬间停了下来 马上有人回应道 他们也实属无奈 这里所有人身上的塔衫 本就不多 再次争抢 也是无济于事 东西只有这么多 再如何争抢 也无济于事 对 一个天眼宗而已 真当我们怕他们不成 天眼宗内 肯定有抽不完的塔衫 我们这么多人 即便有归玄境 我们也不怕 有人提到天眼宗 众多修士 眼睛一亮 顿时动了心思 让他们忽略了之前 两名归玄境 强者战斗的恐怖之处 不管是散修 还是宗门势力 一拍即合 第112章 再次升级 这群修士 如同恶狼一般 开始朝着天眼宗而去 于朝 于兄 我们要不要和他们一起 穷华圣地的罗子齐 来到这边 开口问道 我们先等等看 天眼宗可是有归玄境强者 我们此次过来的人 恐怕不是他们的对手 于书皱了皱眉头 他并没有像其他修士 那般头脑发热 冷静地说道 我也是这个想法 但是没有塔衫 实在有些心神不宁 罗子齐点点头 也明白 但是塔衫的副作用 让他坐立不安 咱们再等等看 如果前面那些人 能够攻破天眼宗的护山大阵 我们再做决定 那就一鱼兄说的 两人简单交谈几句 谁也没有再说话 悄悄地跟在大群修士的后面 想要坐收鱼翁之礼 这里发生的事情 苏南并不知道 刚回到清玄峰上 便看到白里荣站在这里 似乎是在等他 见过师祖 他对其行礼后 恭敬地说道 回来了 今晚的战斗 你感觉如何 白里荣摆摆手 温和地问道 闺玄境强者 确实有些强 苏南点点头 淡淡地说道 那个欺绊精脸的 即便是我 恐怕也不是骑对手 他别有深意地 看了一眼对方 再次说道 虽然不知道对方是谁 但绝对不是我们天眼宗之人 而且道乾公 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说到道乾公的时候 他的眼神中 带着一丝忧虑 师祖是担心 道乾公的报复吗 苏南看到了 对方眼神中的担忧 开口问道 不错 他们并没有表面那么简单 道乾公 归玄境修士 最少有十几位 如果对方过来 恐怕我们很难抵挡 白里荣点点头 此时的他 没有了之前在天眼殿内的霸气 其他几位师祖 现在的静静如何 忽然想到之前禁地的事 开口问道 宗门禁地内 还有好几位师祖 这段时间 苏南不断给他们各种东西 按理说 应该要突破了才对 他们现在距离突破只差一丝 少了一丝神性 有几位卡在 道玄境多年 正是这一丝神性 少了一丝神性 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有些疑惑 不错 道玄境想要突破之归玄境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在金莲中 郁郁出那一丝神性 但是神性这种东西 虚无缥缈 捉摸不定 不过不必担心 有你的力群帮助 他们突破只是时间问题 说着 白里荣的脸上 露出一丝感激之色 如果不是眼前这个小家伙 或许自己现在也无法突破之归玄境 悟性不够吗 苏南嘴里 呢喃一句 或许我有办法 什么 白里荣没有听清对方刚说的话 师祖 你稍等一下 系统 升级力群 需要多少零食 一千万零食 系统机械的声音 在他脑海中响起 苏南摸了摸手中的戒指 这里的零食 还是之前对方给他的 系统 帮我升级力群 定 宿主没有达到升级力群的条件 是否强行升级 强行升级将花费双倍费用 我靠 你怎么不去抢 听到这个提示 他心中破口大骂 但无论他如何骂 系统都不做任何回应 升级力群 最终无奈 只能硬着头皮升级 定 花费两千万零食 升级成功 获得新商品 玉西 宿主强行升级 系统免费保存之前商品 效果不削弱 接连好几道提示音响起 还算你有点良心 听到免费保存之前的力群后 心里嘀咕了一句 接着打开便利店 在里面多出来一种新品种 玉西售价5010亿根 价格一如既往的黑 效果一如既往的没有显 从便利店内购买了七包玉西 递给了对方 师祖 你把这个给其他师祖 试一下 这个是最近获得的 或许对他们有帮助 这是 白礼容看着手中的粉色的烟盒 有些疑惑 这个和之前的力群一样 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 苏南也不能确定效果如何 含糊气词地说道 好 我去给他们试一下 对方点点头 也没有拒绝 简单交谈几句 对方转身离开了 此时 外面的修士 已经来到了天眼宗的入口处 打开大阵 交出你们的东西 否则我们要硬闯了 一名修士 站在天眼宗的山门处叫嚣道 身体的强烈不适感 已经让他们 忽略了天眼宗的强大 天眼宗的人听着 我们现在数万名修士 只有一个要求 交出塔山 打开山门 交出塔山 你一言我一语 十分嚣张地叫道 然后天眼宗内 寂静无声 没有任何回应 该死的天眼宗 竟然敢无视我们 给我打 其中一个中型宗门的长老 破口大骂 接着便对着天眼宗的 护山大阵攻击起来 不 攻击在护山大阵上 只是掀起一道连衣 并没有对其造成任何伤害 看到有人动手 这群修士 也开始疯狂攻击山门处的阵法 接连不断的轰鸣声 在天眼宗的山门处响起 正在他们打得起劲的时候 在天眼宗上空 灵气忽然疯狂凝聚起来 几乎眨眼间 一个直径树里的 巨大灵气漩涡形成 周围的灵气 纷纷朝着上空凝聚 你们快看 那是什么 有修士抬头 看到了虚空中的异象 狮声喊道 这是什么 我感觉到一股恐怖的威压 这恐怖的灵气 莫非天眼宗内有 绝世一宝将要出事 很有可能 诸位道友 加油 破开天眼宗的大阵 里面的一宝是我们的 听到这个猜测 这群人更加疯狂起来 滬山大阵上的联姻越来越大 似乎真的要承受不住 然而 正在他们脸上露出兴奋之色的时候 在庞大的灵气漩涡下面 出现了一朵金莲 金莲缓缓绽放开来 六半金莲 这是道玄境要突破 看到金莲的这一刻 有人反应了过来 吃惊地说道 这人的话音刚落 虚空再次出现一朵金莲 五半金莲 两 两名道玄境在突破 紧接着 虚空出现了第三朵金莲 第113章 神性气息 所有的修士 全部停了下来 目瞪口呆地看着天眼宗上空 出现的金莲 问 又一道玄奥的声音 传入众人耳中 接着虚空中 再次出现了一朵金莲 五半金莲 又是一个五半金莲 这群修士彻底傻眼了 天眼宗什么时候 这么多的道玄境修士了 并且 他们竟然同一时间进行突破 太假了 马德 怎么可能 有这么多的道玄境同时突破 我们还要不要继续 怕神 这名修士的话还没说完 虚空中再次传出一道玄奥的声音 问 又一朵金莲在天眼宗上空绽放 喂 天眼宗门口的数万名修士 已经彻底麻木了 都张大的嘴巴 呆呆地看着虚空中的金莲 五朵金莲 在虚空中同时绽放 这场面 别说山门前的数万名修士 就是跟在后面的虞潮 和穷华圣地之人 也目瞪口呆 虞兄 五名道玄境巅峰修士 同时突破 这样的场面 你见过吗 多子齐咽了咽口水 有些失神的问道 虞叔什么都没有说 摇摇头 他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龟玄境的突破 都是常年累月的积累 从来没有听说 谁能够像天眼宗这样 批量突破的 虞潮这边跟来的人中 自然也有强者 赵师 你见过这样的场面吗 一名虞潮的人 十分恭敬地 对前面的一位中年男子问道 没有 突破龟玄境 并不像道玄境这么简单 我已经处于道玄境的巅峰状态 但却卡在这个瓶颈近五十年 到现在依旧 无法领悟出那一丝神性 将其赋予到我的神器上 被称呼为肇师的男子 嘴角露出一丝无奈 缓缓说道 道玄境的精炼 在常年累月的修炼中 会慢慢凝聚出一尊神器 只有给这尊神器 赋予一丝神性后 才能突破瓶颈 达到龟玄境 但这一丝的神性 几乎阻拦了 百分之八十多的道玄境修饰 传说人皇塔内 有一种被叫做神经的物质 可以让道玄境 有很大概率突破瓶颈 达到龟玄境 也有人称 这种神经 是陨落的化圣境强者 撕掉后 其血液凝聚而成 只有陨落的化圣境强者血液 才能够凝结成神经 这也是为何 众多势力纷纷派遣弟子 进入仁皇塔 参加试炼的原因 强如道前宫 也依旧派人前来 大多数都是为了这个东西而来 毕竟一个宗门内 能够有一名龟玄境强者 便已经算得上是大型宗门 正在这些人 小声嘀咕的时候 天空中的五朵金莲 开始发生了变化 在他们上空 那个直径树里的灵气漩涡 此时开始疯狂地旋转起来 随着金莲花瓣的不断绽放 灵气漩涡也开始发生变化 从中间的巨型灵气漩涡中 分出五道 每一道灵力 从漩涡中心分离出来后 瞬间化作金色的光点 落在了金莲的花瓣上 看起来特别的绚丽 接着空中出现了 五道玄奥的气息 每一道气息都不相同 声色隐晦 让天眼宗外面的修士 头脑发胀 他们拾海中 嗡嗡声不断响起 听得到 但无法从中领悟出任何东西 啊 突然一名修士 惨叫一声 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双手抱头 身体蜷缩在一起 蹊跷流泻 似乎受到了重创一般 这才仅仅只是开始 随着光点不断落在金莲上 又有数十名修士 倒在地上 浑身抽搐 嘴角一血 昏死了过去 大家快封闭六十 这是天地规则的声音 看着纷纷倒下的修士 有强者连忙提醒 不是你们现在 能够承受的 这仅仅只是 一散出来的一丝 如果不封闭六十 你们的石海 恐怕就要枯竭干裂 这人话音刚落 所有的修士 纷纷照做 盘膝坐在地上 封闭六十 痛苦才减轻了不少 二皇子 如果你觉得不是 马上封闭六十 这种天地规则 并不是你现在的修为 能够承受的 这种能够感受的越多 对你将来突破归玄境 越有帮助 虞潮的赵师 来到虞书身边 提醒道 他点点头 在虚空盘膝而坐 小心翼翼地 僵尸海中的 嗡鸣声驱赶出去 只留下极少一部分 开始慢慢体悟起来 而这位赵师 同样在虚空中盘膝而坐 这对他来说 有非常大的好处 刚刚仅仅感受了 一下这种玄奥的声音 突破归玄境的瓶颈 便少了一丝束缚感 不要小看这一丝束缚 仅仅这一道声音 就让他对神性 有了一丝名物 尽管距离突破还很远 但却是已经迈出去了一步 修行最难的 便是这第一步 只要迈出去了第一步 剩下的只需坚定地走下去便可 需要的只是 时间的累积 赵师睁开眼 对着虚空的五朵金莲 深深一败 其中的感激之意不言而喻 如果只是一位道玄境 正在突破归玄境 是不可能 有如此强烈的天地规则声音 这五朵金莲的出现 天地规则中的玄傲气息 变得十分浓郁 才让他有了如此的感悟 每一位归玄境的神奇 都是不同属性的神性 这也是为何 他只是有一丝名物 而不是顿武 随着时间推移 金莲开始发出耀眼的光芒 一道肉眼不可见的气息 在其上面缓缓凝聚 金莲中的神奇 开始慢慢成形 原本模糊的四肢 在这道玄傲的气息作用下 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神奇的面部 也开始慢慢勾勒起来 最开始出现的是嘴巴 接着是鼻子 耳朵 眉毛 最后 凝聚成的是一双 闭着的双眼 武道神奇 在身体凝聚成功后 全部是在金莲中 盘膝而坐 紧闭双眼 空中的灵气漩涡 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 整个天眼宗上空 灵力变得狂暴起来 原本温和的灵力 宛如一道道刚风 天眼宗护山大阵外的大山 肉眼可见的 被风化成一粒粒沙土 好在这灵气刚风 并没有对山门处的修事来 不然这数万名的修事 不死也要根基受损 此时的他们 彻底冷静地下来 恨不得扇自己两巴掌 怎么就猪油蒙心一般 来找天眼宗的麻烦 就眼前的场面 人家随便吹口气 自己都不知道 要灭掉多少次 他们心中突然庆幸之前 没有打破山门处的阵法 不然今天来这里的修事 一个也别想活 正在他们感叹的时候 虚空中 那个直进树里的灵气漩涡下方 再次出现了一朵金莲 还哦 第114章 这是什么妖念 那些修为强一些的修事 并没有封闭六十 此时他们心中 再次掀起惊涛骇浪 竟然还有一位 道玄境巅峰 要突破归玄境 什么时候突破归玄境 变得这么随便了 而且还是这么多人一起突破 苏南在清玄风上 之前续空中 出现金莲的时候 他就已经明白 是禁地内的老祖 开始突破了 怎么也没有想到 刚升级的玉西 竟然有这种强悍的效果 正当他在抬头 看着空中的五朵金莲时 他体内的灵力 忽然不受控制一般 疯狂运行起来 之前被他压制的境界 此时再也无法压制 不知道这次会出现几般花瓣 希望不要太丑 苏南嘴里弥瞒了一句 索性也不再压制 将之前系统奖励给他的修为 全部都是放了出来 哼 体内一阵暴明后 在他的头顶上空 出现了一朵巨大的金莲 这朵金莲的花孤朵 比他周围的其他五朵金莲 加起来都要大 随着他的金莲 缓慢凝聚成型后 虚空中的巨大灵气漩涡 开始将灵力 不断地注入到金莲内 我靠 这朵为什么会这么大 道化金莲 大小不都是一样的吗 为何最后出现的这朵 会如此巨大 外面修为强一些的修饰 吃惊地说道 正当他们吃惊的时候 这朵巨大的金莲 开始缓缓绽放 一半花瓣从金莲上撑开 怎么感觉这朵金莲 不像是突破归玄境 而是在突破道玄境 这气息像是道化金莲的气息 站在虚空中的肇师 看着这朵巨大的金莲 嘴里尼南了一句 他就是道玄境巅峰强者 刚才绽放出来的一半花瓣 明显是刚凝聚出来的 而不是像之前的那种 提前凝聚好 几个花瓣同时绽放 他疑惑的时候 凝聚完成 紧接着是第三半 也只有道玄境的修饰 才能够看得出来 这花瓣是刚凝聚而成的 因为他的凝聚速度太快了 给人一种 已经提前凝聚好的错觉 几乎两个呼吸 便凝聚出一半 第四个 第五个 第七个 这七个花瓣 前后也就几个呼吸的时间 又是一个七半金莲的道玄境强者 这天赋太变态了 看到七朵凝聚成型后 马上有人感叹道 三半是天赋上家 四半是天赋极家 五半是天赋极品 七半已经算得上妖孽级的天赋了 然而话音刚落 第八半再次极快地凝聚出来 五不是眼花了 一二三四八 马德 真的是八半金莲 我们天云大陆上 八半金莲的道玄境 都是凤毛麟角 这人是谁 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天赋 没想到天眼宗内 竟然隐藏了如此一位妖孽 然而他们的话 刚说完 他怕被打脸 第九半凝聚了出来 这次根本没有给他们感叹的机会 第十半再次出现 不是说 金莲最多只有九半吗 还是我眼花了 我怀疑我是在做梦 竟然看到了十半金莲 啪 接着听到一道清晰的耳光声音 你特么打我做什么 疼了劳资了 知道疼就好 我还以为自己修炼走火入魔了 你妈 然而 这还没有结束 这些人的话没说完 第十一半再次凝聚 这第十一半 比之前凝聚的要慢上不少 靠 谁同我一见 这特么怎么可能 一定是在做梦 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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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草 你特么还真的疼啊 就算老夫说的是真的 谁让你们三个人一起动手的 疼了老夫了 这名修士 看着大腿上三个鲜血直流的伤口 忍不住破口大骂 刚骂完 就看到周围还有数十名修士 手拿长剑 正要向他大腿处刺去 滚 老夫开玩笑的 骂了一句 一瘸一拐地向远处走去 想要离开这群牲口身边 没有刺出来的人 脸上露出一丝遗憾之色 这个时候 虚空的这朵巨大的金莲 再次发生了变化 第十二半再次凝聚出来 马德 我真的走火入魔了 十二半 真的是十二半 谁能告诉我 这是什么情况 于朝这边的中年男子 肇失此时也是口干舌燥 瞪大了眼睛 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这真的是道玄境 这特么是什么妖念 十二半 即便是仁皇塔的主人 也没有这么多吧 有些失魂落魄地说道 虚空中的灵气漩涡 变得更加疯狂 这朵金莲 似乎要将整个漩涡内的灵气给榨干 这次这群修士 谁也没有再说话 一刻钟后 第十三半花瓣凝聚成功 呼 我就说 肯定有第十三半 看到凝聚出来 我也就放心了 这么大的金莲 有十三半 非常合理 你妹啊 谁家的金莲 能够凝聚出十三半花瓣 看着巨大的金莲 这群修士彻底崩溃了 说话都有些语无伦次起来 这些人已经麻木了 自己说的话 都感觉不够大脑了 好可惜竟然只有十三半 虽然比上次突破时凝聚的七半 好看了不少 但还是感觉这朵金莲有些丑 这个时候 忽然虚空中传来一道声音 这声音中带着一丝嫌弃之色 这道声音不大 但是却清晰地 传入到了每一位修士耳中 谁 谁在说话 别告诉我是十三半这人 你听听 这说的是人话吗 还太丑了 我不嫌弃丑 你分我五半吧 可恶 这个笔还是被他装到了 这人究竟是谁 有些耳熟 一时之间想不起来了 正在这些人疑惑的时候 拼一把 看看能不能再凝聚出两半出来 十五半比十三半 肯定能好看不少 这道声音再次响起 听到这道声音的修士 全部抬起头 直勾勾地盯着虚空中的金莲 再次过了一刻钟左右 第十四半凝聚成功 又过了半个时辰 十五半同样凝聚成功 玩独子了 感觉已经到了瓶颈了 只能凝聚十五半了 好可惜 早知道不突破了 现在没办法 要是再重新来一次 太麻烦了 就这样凑合看吧 这道声音嘀咕了几句 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满 草 看着的这群修士憋了半天 齐声骂道 第115章 突破 苏南看着十五片花瓣 有些犹豫 他始终觉得 金莲的花瓣 在十六到十八瓣 才是最完美的 但他实在已经 无法凝聚出一片花瓣来 有些遗憾地嘀咕了两句 索性也不再纠结这个 选择突破道玄境 十五片花瓣的金莲 开始从虚幻慢慢凝食 原本有些透明的花瓣 开始一片接着一片 开始凝聚成实质的花瓣 每多实质化一片花瓣 他身上的气息便增长一分 整个天眼中上空 一道恐怖的微压 缓缓出现 而苏南也感觉到修为的瓶颈 金莲的花瓣 随着不断的凝食 他都没有刻意去冲击 这道瓶颈竟然开始出现了裂痕 第五片花瓣实质化的时候 他便成功击碎瓶颈 跨入到了道玄境 这一刻的苏南 身上的气息极其强大 天眼中入口的众多修士 浑身站立地看着虚空中的金莲 这也是因为苏南第一次突破道玄境 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气息 当第七片花瓣开始凝食的时候 扑通一声 这群修士内有将近一半的修士 双腿一软 整个人跪了下来 直到第七片彻底凝食实质化后 他们身上的威压才消失不见 眼神中带着一丝恐惧 看着虚空中的金莲 转身就要离开这里 此时的这群修士 已经早已经忘记了什么塔山 什么二锅头 只有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结果他们刚抬起腿 第八片花瓣开始凝食实质化 再次扑通一声 想要离开的修士 此时变成了单膝跪地 不过另一条腿 是直接平伸出去 看起来十分的滑稽 隐隐传出一声轻微的咔嚓声 啊 惨叫声响起 只是强制给他们 来了一个一字马 我靠 这特么什么情况 我就是想离开这里 老夫的腿 本来就一条好腿了 现在还被这股气息给压断了 这特么精灵 你就算想压我 你特么倒是让我先把裤子提上 此时 一位光着定的修士 破口大骂道 道友 你为什么光定 是因为喜欢吗 这位光定修士身边的修士 尽管自己现在的样子 是一字马 也改不了心中这颗 缓缓燃烧的八卦心理 你喜欢 你特么全家都喜欢 老子刚才想使出顿术 离开这里 但刚施展顿术 这道威压 直接将我的顿术打断 听到旁边之人的调侃 这人面红耳赤的说道 原来是不喜欢 好可惜 我给你一百块零食 你再示范一次 给我瞅瞅 他露出一丝遗憾之色 再次问道 你这字马 也很独特 给你两百零食 你再做一遍看看 这两人互相掐了起来 这股威压来得快 走得也快 在威压消失后 好在这道威压并不是针对他们 许多人并没有受到什么大的伤害 除了某位被踹断好腿的修饰外 这次他们学聪明了 威压消失的一瞬间 这群人急速朝着远处而去 或许是因为虚空中金莲的存在 他们此时无法遇空飞行 朝着身后的方向 第一时间冲去 却被他们身后 反应迟钝的修饰 阻挡了去路 你特么 快赶紧给牢 哼 比之前还要强的气息 再次出现 这人话还没说完 整个人便趴在了地上 还特么有完没完 这都第三次了 我们走也不行 你们到底要怎样 这特么幼来 真当我们是软势则不成 干 然而 无论这群修饰骂得如何难听 这道威压丝毫不理会 依旧是一闪即逝 随即再出现 苏南的身体 每一片花瓣十字化后 都会让他的体质增强一分 此时的他 正沉浸在提升实力的喜悦中 直接忽略了山门处的修饰 第九片 第十片 一片接着一片 不断地实质化 他的身体 此时隐隐发光 在皮肤下面 似乎隐藏着一道恐怖的力量 这一切外人无法知晓 随着时间推移 他剩下的几片花瓣 也变来得越来越难以实质化 每一片凝聚起来 都需要庞大的灵力支持 这个时候 虚空中灵气漩涡的旋转速度 明显已经慢了下来 苏南有一种预感 十片花瓣以后 每凝聚实质化化一片 都需要恐怖的灵力 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 还悬浮在虚空的另外几朵金莲 开始发生变化 原本盘膝而坐的小人 忽然有了动作 只见几位金莲郁出的神奇 双手做出一个上托的动作 从他们的手心处 一道灰色的能量 缓缓升起 已经旋转下来的灵气漩涡 再次加速 这是什么 苏南也感应到了几道神秘的能量 忽然进入到了他的石海内 正当他疑惑的时候 停滞不动的金莲 再次开始实质化 哼 恐怖的威压 比之前还要强 天眼宗山门的修饰 彻底麻木了 我们错了 放我们离开吧 再也不敢找你们麻烦了 有人此时面露哀求之色 这股恐怖的气息 已经让他们精神崩溃 想离开这里 都无法离开 对他们来说 就是一种煎熬 对 我们错了 请天眼宗的前辈放过我们吧 见有人开口认错 马上有人附和道 然而这些苏南根本听不到 你们求饶也没用 这股气息并没有刻意针对你们 如果想要针对你们 恐怕现在都已经是尸体了 所以你们还是省点力气 摆一个舒服的姿势 等待下一次威压的到来 随着其他金莲小人的能量 不断传入 苏南的金莲彻底完成了实质化 他的身体空前强大 随手一挥 就能感觉到周围空间的波动 似乎已经承受不住他的力量了 然而 这些依旧没有结束 金莲实质化后 在金莲的中心 开始出现一团神秘能量 这团能量 正是刚才从其他金莲小人 传递过来的能量 归玄境吗 他嘴里呢喃了一句 苏南似乎已经明白了 这团能量是什么 想要达到归玄境 金莲孕育神器是最关键的一步 他本以为 还要一段时间的累积 才能够慢慢孕育 谁曾想到 刚突破到玄境 体内的神器已经有了外形 这怎么可能啊 站在远处 正在抬头观看了一名修士 吃惊的喊道 第116章 逼问 从来没有修士 能够一次突破两个大的境界 但是他却亲眼看到 明明是在突破到玄境 怎么此时的气息 看起来更像是归玄境 虚空中 那朵巨大的金莲中 一团神秘能量 开始缓缓成形 出现了人的形状 这就是御御出的神器 随着这道神器出现 周围的五朵金莲中的小人 瞬间睁开了眼睛 有了一丝灵动之色 哄 五道恐怖的能量 在天眼中上空爆发开来 全部都是归玄境的气息 神器被赋予了一丝神性 他们突破成功 而苏南的十海内 玉玉出的神器 依旧紧闭着双眼 没有要睁开的意思 但是他的五官 已经变得清晰可见 你们快看 是苏阁主 当全部威压都消失不见的时候 这些修士 已经彻底放弃了逃跑的想法 纷纷躺在地上 看着虚空 忽然有人大声喊道 我去 你不说我都没注意到 还真是苏前辈 难道说 苏前辈已经突破这归玄境吗 真的假的 苏前辈 这是归玄境 这肯定就是苏前辈 太强悍了 这些人纷纷讨论起来 毕竟他们在天眼宗内 最熟悉的 莫过于苏南 虚空中的灵气漩涡 开始缓缓消散 哈哈 终于突破到了归玄境 这都要感谢小家伙给我们的东西 正在这些修士讨论的时候 虚空中传出一道沧桑的声音 这道声音感慨道 不错 困在道玄境将近百年 没想到竟然突破成功 紧接着又一道声音响起 这些声音虚无缥缈 但任谁都清楚 这两道声音出自天眼宗 原本外面的修士只是猜测 是有人在突破归玄境 听到这两道声音 坐实了他们心中的想法 暗暗扎舌 天眼宗恐怖如斯 一下读出来如此多的归玄境 在整个冬域 谁敢招惹 哈哈 我就知道我们宗门是最强的 看到了吗 我们天眼宗的也有归玄境强者 好想知道 那些脱离我们宗门的败垒 现在是什么心情 而且还不止一位归玄境强者 我看到我们的苏诗书 也突破了 那群白眼狼 估计现在要后悔死了 嘿 活该他们退出 不就是一个小小的道前宫 我们天眼宗无所畏惧 天眼宗内的弟子 同样看到了刚才的异象 整个宗门的弟子 十分兴奋 之前心中 还在忐忑道前宫的报复 这一下出现了 数位归玄境强者 让他们心中 顿时安定了下来 苏南此时也完成了突破 他的神奇内有神性 但是却神奇 却没有苏醒 他的境界 依旧只是道玄境 但是身上的气息 却比一般的龟玄境 还要强上不少 苏南睁开眼的第一眼 便感应到了天眼宗外围的修饰 心中有些疑惑 这些人究竟是来这里做什么 之前突破的时候 并没有注意到这里 正在他疑惑的时候 清玄风上出现了五道身影 恭喜诸位师祖 成功突破龟玄境 苏南还没开口 再次出现一道身影 正是玄君说 哈哈 多亏了这个小家伙 其中一名老者 俯着胡须 笑呵呵地说道 不错 我们这几个老家伙 能够突破 全都是这个小家伙的功劳 另一人也附和道 苏南见过诸位师祖 看到几人出现 他赶忙迎了上来 不必客气 没有你的东西 我们怎么可能突破 他们白白手 温和地说道 即便没有我 师祖们想要突破 也只是时间问题 苏南十分谦虚地说道 这都是你的功劳 这个东西给你 你现在的境界 已经和我们一样 一位老者 拿出一枚令牌 递了过来 师祖 这是 结果令牌 仔细观察了一下 上面什么字都没有 苏师弟 还不谢谢师祖 不对 我现在都要称 你位苏师祖了 玄军朔看着这枚黑色令牌 心中一阵 连忙说道 师兄 你 这一下 给苏南整不会了 我们宗门的身份令牌中 不同颜色 代表着不同的身份 而黑色令牌 是我们宗门最高的 只有师祖级别 才能够拥有 他连忙解释道 这师祖 这使不得 我如何能够担得起这个身份 听到对方解释 但是苏南连忙 就要将手中的令牌 还回去 给你你就拿着 你的实力 恐怕比老头子 我都要高 我都感应不到你的具体修为 最开始说话的那位老者 将令牌推了回去 开口说道 不错 这是我们几个老家伙 一致决定的结果 好了 小家伙 我们回净地巩固一下境界 顺便让里面 那几个老家伙羡慕一下 哈哈 说完 舞蹈身影 一个转身 消失不见 师兄 这 苏南看着手中的令牌 有些不知所措 师祖给你的 你就拿着 玄君硕正色道 那好吧 不过我有个提议 咱们师兄弟之间 该如何称呼 还如何称呼 如果师兄不同意 那我就把令牌 还给师祖 苏南再次说道 他听到后 点点头 眼神中 带着一丝感动之色 掌门 山门外 有弟子传训 之前攻击 我们护山大阵的修士 此时还没有离开 一名弟子 来到清玄峰上 对玄君硕说道 师殿 这些人 你看如何处理 他看了看旁边的苏南 开口问道 他们既然敢攻击 我们的护山大阵 自然不能轻易饶过他们 师兄 咱们这样 好 就一师弟所言 此时的天眼宗山门口 这群修士 谁也没有离开 这时候 玄君硕出现在山门处 诸位道友 来我天眼宗做什么 看着密密麻麻的修士 他淡淡地说道 玄宗主 我们想要购买一些塔山 有修士 直接开口说道 玄宗主 我这里还有两名血魔教的弟子 不知道你们还能不能兑换 这可是你们发布的公告 不错 我这里也有一名血魔教的弟子 之前你们说可以兑换 我们才冒死去抓 难不成玄宗主想 要耍赖不成 这些人 纷纷开口说道 对 你们天眼宗 是要把我们当傻子耍吗 不要以为你们宗门强大 就不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 第117章 宣战道前宫 天眼宗门口 这群修士 你一言我一语 纷纷指责 诸位道友 我们此次封闭山门 也属实是无奈之举 想必大家也知道 之前道前宫的人 来我们宗门 威胁我们交出塔山 以及其他东西的炼制方法 如果交出去这些东西的炼制方法 恐怕以后 一万零十都不一定能够买得了一根塔山 玄军朔看着众人 缓缓开口说道 诸位可曾想过 如果我们真如你们说的那么不堪 当初怎么可能出售这些东西 在我们天眼宗看来 众修士平等 任何道友都有购买的权利 但是对方扬言 要么交出炼制方法 要么只能对他们出售 诸位也知道道前宫的实力 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招惹得起的 只能关闭宗门 甚至不惜遣散宗门内的弟子 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 这件事我知道 之前我就看到天眼宗内 有许多弟子离开 有修士点点头 肯定的说道 我也见到了 原来是因为这个 我也见了 不错 那天确实看到 从里面走出来许多弟子 其他人马上附和道 想必诸位道友 今天都看到了 我们宗门内出现的异常 他再次开口说道 其他人点点头 不想看到都难 六名道玄境的强者 一起突破至归玄境 这种事情 简直闻所未闻 之所以能够如此 是因为我们天眼宗 最近炼制出来一种新的东西 不但可以永久提升悟性 这种东西内 还带有一丝神性气息 说着 他从身上拿出一包玉玺 从里面抽出来一根 顺势点燃了起来 深吸一口气 一股淡淡的白烟 从他的鼻子中喷出 刹那间 一股香味 弥漫开来 靠前一些的修士 不自觉的深吸一口气 这种香味 对他们来说 实在太有诱惑力了 什么 神性气息 修为比较低的修士 根本不知道 说的是什么 但是在场数万名的修士 自然有人知道 这代表了什么 玄宗主 是突破归玄境的那种 神性气息吗 一位中年男子 缓缓开口问道 不错 正是那种 因为这种东西 我们宗门才出现了 同时突破的现象 玄君硕点点头 肯定的说道 私当真 自然 需要什么条件 一名到前宫的弟子 可以获得一个购买的名额 没问题 到时候希望贵宗不要食言 自然不会 既然敢来威胁我宗门 我们自然不会束手就擒 这名中年男子点点头 转身急匆匆的离开了这里 这两人的对话 让其他人 听得云里雾里 根本没有明白 说的是什么 诸位道友 相信你们也看到了 我手中的这个 蕴含了一丝神性气息 是能够让道玄境 突破之归玄境的东西 今天开始 一名到前宫的弟子 可以获得一个购买的名额 如果不需要这个 则可以直接兑换一根塔衫 不需要额外花费零食 至于诸位如何决定 你们自己定夺 这种东西 数量很少 玄军朔说完 不给其他人反应的机会 直接转身回到了宗门内 护山大阵再次落下 将天眼宗笼罩在内 如果他当时说的是真的 恐怕这次真的要掀起地震了 神性气息 竟然能够炼制出来 富含神性气息的东西 不行 我要汇报给宗门 这次恐怕要变天了 许多影视大佬 恐怕要出来了 我也要回去汇报一下 接二连三的人 匆匆离开了这里 这距离这里不远处 于朝的人 看着天眼宗的方向 照时 天眼宗宗主说的话 是否为真 当真能够炼制出来 蕴含神性气息的东西不成 于书有些不解地问道 对方说的恐怕是真的 他不会拿自己的宗门开玩笑 如果这都是假的 天眼宗距离猎门也不远了 照时思索片刻 缓缓分析道 这是等于和道前宫勋战了吗 此时的天眼宗 有些鲁莽了 于书听到对方分析后 淡淡地说道 二殿下为何会认为鲁莽了 照时抬头看了看对方 追问道 如果我是天眼宗的宗主 此时定然会韬光养晦 慢慢壮大自己 而不是如此高调地 与一个比自己强上许多的势力硬碰硬 他拿出的这个东西 恐怕会成为众矢之地 到时候 不知道有多少老怪物纷纷出来 他们不敢得罪道前宫 但是肯定敢得罪天眼宗 他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不错 二殿下分析的完全正确 但又不全面 还请照师解惑 于书的态度十分的恭敬 你没注意到 对方最后说的那句话 如果想来抢夺 自己掂量一下 这并不是威胁 整个东域乃至天云大陆 能够炼制出这个东西的 恐怕只有天眼宗 成为众矢之地 是自然的 但是却不会被群起围攻 首先 他们有归玄境的强者 一定意义上 已经超越了大部分的势力 再者就是 只有他们掌握了炼制方法 这也是一种无声的威胁 只要你敢来天眼宗找麻烦 这种炼制方法 就永久消失 大家谁也别玩了 如此多的势力 他们是不会做到一见一致的 而且只是一名道前宫的弟子 到时候谁能知道 是谁做的 这种不比找天眼宗麻烦好多了吗 毕竟一方是面对六七位 归玄境强者 另一方则是一名普通的宗门弟子 哪个更划算 一目了然 他将自己的想法 一口气全部说了出来 于说点点头 如果苏南在这里 定然会发现 这人分析的和他心中的计划 一模一样 当时对玄君硕说的 正是如此 让他将玉玺的作用 宣传出去 间接与道前宫宣战 修士的劣根性 他一清二楚 他就是要让所有势力知道 天眼宗不是软柿子 谁想捏就能捏的 这是一个阳谋 要么来天眼宗抢 要么抓一个道前宫的弟子 能够修炼几十上百年的人 自然会多疑 他们会猜测 天眼宗敢如此高调 必然有什么后手之类的 第118章 东玉震动 苏南大摇大摆地 来到了宗门后山的境地 拿出令牌 对着入口处 轻轻一按 境地的入口便打了开来 弟子苏南拜见诸位师祖 来到里面 恭敬地对里面人行礼 小家伙 今天怎么有空来 我们老家伙这里 这道声音 是百里荣的声音 对方缓缓出现在苏南面前 笑呵呵地看着对方 开口问道 我有事想请几位师祖帮帮忙 他行礼后 恭敬地说道 哦 什么事 尽管说 百里荣有些好奇地看着对方 师祖 你能不能让其他师祖 这几天 没事就在咱们天眼宗内 来回转悠一下 苏南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这个自然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么做有什么用 他有些好奇地问道 只是在宗门内转悠一下 又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接着 苏南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没问题 我来安排 百里荣听到后 不带一丝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某个宗门内 一名弟子正在汇报天眼宗那边的情况 真的假的 天眼宗可以炼制 含有神性气息的东西 真的 之前我亲眼所见 他们宗门那天 有六名道玄境的修士 一起突破归玄境 既然敢拿出这种东西 对方必然有什么后手 宗主猜测得不错 我也认为他们有后手 如果没有后手 他们怎么可能如此明目张胆地拿出这种奇物 先让人去打探一下 如果对方真的能够炼制出这种东西 抓一名道玄境的弟子 也不是什么难事 毕竟谁知道是我们做的 是 与此同时 其他势力也纷纷开始打探天眼宗的实力 然而他们的人 刚到天眼宗附近 便被归玄境的强者神石锁定 无法靠近半分 这下更加坐实了 天眼宗有后手的事情 同时也更加坚信 其宗门能够炼制出蕴含神性气息的东西 这天眼宗内 归玄境强者的数量 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另一宗门内 你们谁知道到乾宫在什么地方吗 据说是在中州 不过具体位置 不得而知 这就有些难办了 中州距离我们太远 过去也不一定能够找到 咱们东域的剑阁 似乎与到乾宗有些联系 当时人黄塔开启的时候 是剑阁的一位长老 带着到乾宫的弟子前来的 去剑阁那边看看 许多宗门势力纷纷盯上了剑阁 中州 穷华圣地 圣主 圣子传回来消息 东域那边的天眼宗 放出悬赏 一名道乾宫的弟子 可以兑换一个 购买代神性气息东西的名额 带有神性气息的东西 消息准确吗 穷华圣地的圣主 皱了皱眉头 目前没有人兑换过 消息有待确定 不过圣子建其宗门内 六名道玄境修士 同时突破归玄境 这人恭敬地说道 先观察一番 如果此消息是真 恐怕第一个 坐不住的便是到乾宫 不但是穷华圣地 中州的大部分势力 也纷纷得到了消息 不过 谁也没有轻举妄动 建阁内 掌门 我们宗门外 现在已经有十几个宗门势力 在暗中观察 他们的目的 很明确 正是到乾宫的几名弟子 天眼宗放出的消息 犹如一颗炸弹 将平静的冬域 掀起了轩然大波 这种能够突破归玄境的东西 足以让人陷入疯狂 这条消息 炸出了许多隐士强者 不管什么势力 归玄境都是顶尖战力 有许多宗门内 几乎没有一名归玄境 甚至到玄境都非常少 咱们宗门内的 那几名到乾宫弟子 怎么办 要不要 这人说到这里 比了一个抹脖子的东西 不可轻举妄动 该做的事情 还是要做的 只要到乾宫的弟子 还在我们建阁内 自然不能出事 建阁宗主 建一鸣思索了片刻 缓缓说道 那外面的那些势力 随他们去吧 建阁 交出到乾宫的弟子 否则老夫就要杀进去了 正在两人谈话的时候 外面传来一道 极其嚣张的声音 建一鸣脸色一变 到玄境修士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么快 就有到玄境修士前来 开启护山大阵 我出去看一下 被身边人吩咐了一句后 急匆匆地朝着外面而去 建阁山门处 一名黑袍男子 凌空而立 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 让人不寒而立 我给你们实习的时间 不交出到乾宫的弟子 老夫便要大开杀戒了 黑袍男子 眼神中 闪过一丝桀骜之色 再次开口说道 间隔外围的其他势力 看着对方 这人是谁 不知道 不过对方是一名道玄境强者 这位该不会是百年前的那位吧 谁 东方丽 死不会吧 不是说对方已经作画几十年了 看这人的样子 明显才五十多岁 东方丽 很厉害吗 有人不解 很厉害吗 百年前 咱们东狱有个宗门 地灵门 他看上了人家宗门内的一样东西 为了得到这样东西 他将整个地灵门的人都给灭了 不过 传闻当年此人也受到了重创 没多久便作画了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当即有人解释道 死真的假的 这么忙 自然是真的 这件事当初传得沸沸扬扬 都以为他作画了 没想到在这里出现了 正在这些人小声讨论的时候 剑阁山门处 出来一人 剑一鸣 东方丽 你竟然还活着 他看到林空而立的黑袍男子 瞳孔一缩 认出了此人 没想到还有人认得我 既然知道老夫是谁 也省得麻烦 到乾公的弟子 在什么地方 东方丽咧嘴一笑 露出了森白的牙齿 果然是他 听到对方承认 不但是剑一鸣 周围一些修饰 也倒吸一口冷气 谁也没有想到 真的是他 给你实习时间 我不多要 交出五名到乾公弟子 见到对方不说话 他再次嚣张地说道 第119章 谁敢杀我 剑一鸣 看着对面的极其嚣张的东方丽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此时他有些左右为难 谁也不想得罪眼前这家伙 倒不是说惧怕他 而是一旦被这人盯上了 整个东门都有数不清的麻烦 但是如果将到乾公的弟子交出去 那他剑阁以后 再东狱也不用混了 那几位到乾公的弟子 此时已经离开了我们剑阁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心中一栋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 东方丽显然不相信对方的话 你还有五夕的时间 说着身上的气势开始攀升 你若不信 可自行去我剑阁寻找 但是如若寻找不到 该当如何 剑一鸣再次说道 说话的时候 他不动声色地按了一下腰间的玉佩 有没有 只有找了才知道 他东方丽是谁 怎么可能受到别人的威胁 剑阁内 一名长老急匆匆地朝着藏剑峰而去 在藏剑峰上 此时有十几位到乾公的弟子 正在这里交谈 这剑阁的灵气 比起我们宗门 实在差了不少 东狱果然是一片蛮荒之地 其中一人说道 就是 而且这个所谓的剑阁 还声称是什么东狱三大宗门之一 他们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 另一人点点头眼神中带着一丝不屑 也不知道这个人黄塔什么时候开启 都来这边好长时间了 再不看 正在几人说话的时候 一道长虹向他们飞来 紧接着 一道人影落在了这群人的面前 不是说了 没有我们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前来打搅 其中一位到乾公的弟子 看到这名长老的出现 打断了自己的话 脸色不悦地说道 就是 一点规矩都不懂 难道你们宗主 没有教你们这些吗 另一人也随声附和道 蛮荒之地 果然不懂一点规矩 即便面前的这位长老 修为比他们高 也依旧被这些人嘲笑 宗主有令 请你们现在离开剑阁 通过剑阁内的传送阵 暂时回你们的宗门 听到到乾公弟子的话 这名长老脸色一僵 努力压下去心中的怒火 冷声说道 要不是忌惮他们身后的势力 此时他都想一巴掌拍死眼前的人 你说什么 赶我们走 你再说一遍 其中一人听到这位长老的话 面露不屑 缓缓说道 如果不想死的话呢 现在就离开剑阁 滚回你们的宗门 见到对方嚣张的样子 这位长老直接呵斥道 他早就受够了这些人的嘴脸 每天在剑阁内 耀武扬威 就是眼前 这群人让剑阁陷入了危机之中 看着这些人 他都有种一巴掌拍死对方 送到天眼宗 拿去换东西了 怎么 你要动手不成 我就站在这里 有种你就动手 一个我们宗门的附庸 谁给你的胆子 在我们面前叫嚣 这群道前宫的人 丝毫没有把面前 这位长老放在眼里 依旧十分的嚣张 长老脸色黑了下来 碍于剑一鸣的命令 他没有动手 正当他准备强行 将这几人带走的时候 忽然心中一动 抱歉 刚才是我的态度不好 宗主刚才传令 让你们先行回到宗门 间隔外 有人找诸位的麻烦 他的语气顿时弱了下来 十分歉意的说道 这就对了 说话客气一些 等这边的事情结束后 回到宗门 少不了你的好处 是谁 你没有告诉他们 我们是道前宫的人吗 接着又问道 我们宗主已经说了 但是对方丝毫不在意 还说道 前宫算个屁 让你们让出人黄塔的名额 否则就要杀进来 我们宗主为了诸位的安全 让我先带你们离开 这位长老一改之前的态度 再次温和地说道 哪个宗门的人 竟然敢不把我们宗门放在眼里 谁给他的狗胆 你前面带路 我倒要看看 他们敢不敢杀我们 对方的话 直接让这几人炸毛了 他们都是道前宫的顶尖天才 早已经傲气惯了 之前在任何地方 只要说出自己的宗门 哪一个不是想要讨好 宗主的命令 在下不敢违抗 还请几位诉诉回你们宗门 怕什么 你只管前面带路便是 如果你们宗主怪罪你 我们帮你担着 这几人不以为意地说道 还是请诸位赶快离开 外面的人扬言 要你们滚出冬域 如果不离开 就要取你们的性命 甚至说 一个小小的道前宫 这里是冬域 不滚就死 这位长老的声音越来越低 好歹 你是说 外面的人想要我等几人的性命 不错 在我们剑阁外面 已经有许多人想要你们的性命 我们宗主此时正在帮你们抵挡 让我回来 带领诸位 速速回你们宗门 剑阁长老添油加醋地 将外面的情况说了一遍 只怪我们剑阁太弱 无法震慑他们 我们宗主也只能替你们拖延片刻 还请诸位速速跟我离开 笑话 这小小的冬域 还有敢找我们到前宫麻烦的人 我倒要去看看 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听到对方的肯定回答后 这些道前宫弟子的脸上 带着一丝不屑 激笑着说道 也不怪他们如此 道前宫在整个天云大陆上 都是属于顶尖的势力 别说一个小小的冬域 即便是中州的圣地 都不敢如此 你不用说了 前面带路 我就站在他们面前 看看他们敢不敢动手 说话之人 是这群道前宫内 实力最强的一人 他们正在剑阁的山门处对峙 剑阁长老咬咬牙 似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低声说道 走 师弟们 咱们去看看 是哪个狗东西 赶着我们道前宫的麻烦 哈哈 我也想看看 这种事情 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了 我现在已经能够想象得到 他们看到我们这多人出现的样子了 这群人说着 便朝着山门处而去 这位长老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转身离开了这里 山门处 既然你不肯交出来 那我只要硬闯了 东方力轻轻一跨 瞬间出现在了剑一鸣身边 他连忙躲闪 东方力 真当我怕你不成 说着就赢了上去 正在两人开打的时候 山门处出现了十多道身影 我等便是道前宫弟子 现在就站在这里 你们谁想杀我 第120章 心内的剑一鸣 道前宫的这些弟子 从剑阁内走出后 直接大声地叫嚣道 我们就是道前宫的弟子 站在这里不动 我看看谁有胆子 来杀我们 这些平时跋扈惯了的弟子 丝毫没有把东玉这边的势力放在眼里 之前凌峰在的时候 他们还低调一些 咦 不请自来 这些人的话音刚落 周围的其他势力 将目光纷纷看向这些人 天上真的掉线饼了 本来想着 如何才能够进入剑阁内 抓人 谁能想到 这些人智障 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隐藏在周围的势力 眼睛冒着绿光 摩拳擦掌 似乎都在等待出手的机会 原本正在对峙的两人 此时也停了下来 你不是说 道前宫的弟子 都不在你剑阁内的吗 东方丽看着这几人 玩味地说道 剑一鸣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不是让带他们离开吗 这群玩意怎么出来了 真当这里 是你们道前宫的地盘不成 不但是剑一鸣没说话 东方丽也看着几人 不知道心中在想些什么 周围的那些势力 眼神火热地盯着这些人 同样没有说话 怎么 不敢动手了 我听说 有人想要找我们道前宫的麻烦 还想让我们滚出冬域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里 有种来杀 一群冬域的土包子 给你们胆子 你们敢动手吗 这些道前宫弟子 看到周围的人都没有说话 以为这些人都惧怕道前宫 更加嚣张地说道 你说 你是道前宫的弟子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东方丽饶有兴趣地 看着说话之人 缓缓问道 看着这群二货 此时心中怀疑 这些人根本就不是道前宫的弟子 很有可能是间隔故意弄出来 迷惑众人的 不然怎么可能有这么杀笔的人 听到东方丽的问话 周围其他势力的人 忽然也想到了这一点 马德 差点被间隔的人忽悠了 很有可能 这些人就是间隔安排的 等我们为了这些人 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 恐怕到时候 间隔自己偷偷地将这些人 抓到天眼宗去兑换奖励了 你这么一说 不是没有可能 只是这间隔安排的人 演技实在太差了 就是 就算找个替身 起码也要弄得像一点 整得跟个250的 一眼就看出了不是真的 间隔太卑鄙了 竟然跟我们玩套路 东方丽的话 让周围的势力 心中十分疑惑 他们也开始 怀疑这些人 都是一些假冒的 笑话 我到前宫的人 还需要什么证明 量你们也不敢动手 听到对方的质疑 这些人其中一人 讥笑着说道 给你们机会 你们也不中用啊 之前不是还叫嚣 让我们滚出东狱 怎么现在没人说话了 呸 打击 你们建格 麻烦下次找人的时候 能不能稍微专业一点 是出不起钱吗 找这么一群250 东方丽此时更加坚信这群人 不是到前宫的弟子 不屑地说道 虽然这些人的修为不低 但是明显是没有脑子的 建一鸣 一听对方的话 心中松了一口气 还好这群人没有脑子 被对方误会是自己找的替身 正要准备说点什么的时候 忽然一位到前宫的弟子 站了出来 既然你们想要证明 我就给你们长长见识 满足一下你们的心愿 机会只有一次 错过这次机会 恐怕你们一辈子 都不会见到我们到前宫 这人说着 从身上拿出一枚令牌 接着注入灵力 这枚原本灰色的令牌 随着灵力的注入 瞬间变大 颜色也从灰色 变成了金色 令牌正面刻着一个 道子 另一面 则是一个八卦图案 随着灵力的不断注入 令牌背面的八卦图案 开始亮了起来 接着在令牌的上空 同样出现了一个八卦图案 八卦图案出现的一瞬间 它周围的空间 出现了一道道细微的裂缝 似乎虚空无法承受 这幅图案的力量一般 这就是我们道前宫的 乾坤八卦令 只有我们宗门的核心弟子才有 看到周围的空间裂缝了吗 一枚令牌 就是你们永远得不到的宝物 还用不用再给你们证明一下 这名弟子 左手托着令牌 一脸傲然地说道 确实是道前宫的令牌 没想到 竟然真的是这个宗门的弟子 东方丽眼睛一亮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群人竟然说的是真的 是自己误会了 建一鸣 看着这弟子的迷之操作 此时一种一巴掌 抽死对方的冲动 累了 毁灭吧 马德 你们想死 真的施拦也拦不住 本来他还想着解释一下 故意露出被人揭穿的表情 谁能想着 这群智障弟子 竟然直接将自己的身份 给暴露了出来 还特么亲自证明了一下 就这 还特么说 你们是道前宫的核心弟子 你们道前宫 是修炼的 把脑子都给修炼没了 要不是碍于牧长老的关系 他早就不想搭理这些弟子了 不仅东方丽眼睛一亮 周围其他的势力 同样将目光聚集在这几人身上 心中开始盘算着 除了东方丽要五名弟子外 剩下的 他们该如何 怎么 现在知道了 知道害怕了 刚不是扬言要杀了我们 我现在就在这里 有种就动手 这名弟子的态度极其嚣张 建一鸣在一旁 已经捂住了脸 太特么丢人了 这都什么玩意 他很想去道前宫那边 问问他们的宗主 道前宫是智障儿童培训基地吗 很好 既然一而再的要求 我便满足了你心愿 东方丽咧嘴一笑 闪身出现在了这群弟子面前 伸手就要将这些人全部带走 住手 数道声音响起 其中一道声音便是建一鸣的声音 他看着对方要动手 怒吓一声 想要阻止对方 另外的数道声音 则是在一旁围观的其他势力 东方前辈 你不是说 只要五名 剩下的分与我们如何 接着也有人朝着这些弟子袭去 一边冲一边大声喊道 第121章 纷纷出手 随着东方丽动手 周围的势力也不再藏着掖着 纷纷出手 看着这些道前宫的弟子 眼冒绿光 像是恶狼看到了小绵羊 一拥而上 东方丽最先出手 建一鸣根本不是对手 闪过他的拦截 随手一挥 三名道前宫的弟子便被他抓在手中 这些弟子也才画神镜 在他面前如同小鸡一般 再次一挥 又是三名弟子被抓 哈哈 剩下的留给你们 我先告辞了 得手后 东方丽哈哈一笑 转身朝着远处而去 贼子 休走 建一鸣想要出手拦截 对方却不与他缠斗 几次躲闪便消失在了远处 间隔外围 剩下的势力 看着剩下的道前宫弟子 也纷纷出手 建一鸣想要拦截 然而全是屠楼 双拳难敌四手 更何况如此多的势力 有几人将他缠住后 其他人则像恶狼一般 扑向了道前宫弟子身边 从动手到结束 不到一刻中 所有的道前宫弟子 尽数被抓 哈哈 抓到一个 快撤 这些人抓到一名弟子 便马上撤 根本不给建阁反应的机会 只留下建一名艺人 傻愣愣站在山门处 东方丽带着六名道前宫的弟子 一路飞奔 来到天眼宗山门处 告诉你们宗主 我来兑换东西了 请打开山门 他的声音响彻整个天眼宗 随着声音落下 山门处的阵法 缓缓打开 从里面走出一位老者 东方丽看着看着面前之人 心中一紧 归玄境 这人是归玄境 归玄境的气息 他太了解了 当初被人追杀 其中就有归玄境 这是六名道前宫弟子 直接将六名弟子 放在老者面前 这名老者检查一下后 随我来 两人直接消失在了山门口 进入到天眼宗内 东方丽变得有些心惊胆战 这里随处可见 归玄境的强者 天眼宗当真深不可测 心中也更加肯定了 那个蕴含神性气息的东西 最终 他以一万零十一枚 购买了六根玉玄 又买了两包塔衫 以及几瓶至尊版二锅头 从头到尾 天眼宗内的人 都没有多看他一眼 似乎根本没有 把他放在眼里 兑换出来后 迫不及待地 想要尝试一下所谓的玉玄 其他势力 抓到的道前宫弟子 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天眼宗 都在观察 想要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他们说的 那种效果 如果只是虚假宣传 他们现在放了道前宫的弟子 还来得及 正在他们等待的时候 忽然感觉到 天地出现异象 在距离他们数千里外的上空 一朵巨大的金莲缓缓出现 有人在突破 周围的灵气 疯狂朝着那边去 随着时间推移 金莲中诞生出的神奇 哈哈 老夫终于突破归玄境 我倒看看 谁敢与老夫作对 一道人影虚空而立 大声笑道 这人正是东方里 他是在抽了五根玉玺后 成功突破至龟玄境 我去 真的突破了 看来这东西是真的 许多势力都在关注着对方 见到对方突破 心中都十分的激动 接着他们也将手中的 道前宫的弟子 交到天眼宗内 随着东方里突破的消息 越传越远 不单单是东狱 就连中州那边 许多势力也开始纷纷行动 纷纷抓捕道前宫的弟子 一时间 所有人都忘记了 人皇塔的事情 本就该早早开启的人皇塔 却没有一个势力 去参加测试 都想要抓捕道前宫的弟子 毕竟这种 能够突破龟玄境的东西 对他们这些势力来说 太重要了 一些隐世不出的老古董 也纷纷出山 他们什么都不干 找到道前宫的山门口 便躲在暗处 只要有弟子出现 便会被这群人 第一时间抓住 道前宫的强者 一出现 他们也不缠斗 直接逃跑 对方不追后 他们再回来蹲守 如复古之躯 没办法 这个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 使用过玉玄境后 突破至龟玄境 抓捕道前宫弟子 已经成了热潮 谁不想让自己的宗门内 多一名龟玄境强者 困在道玄境多年的修士 更是激动不已 最开始 道前宫还十分的硬气 胆敢抓捕他们的弟子 便会被无限期追杀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修士出现 他们想要挨个追杀 也分身乏术 整个中周变得十分热闹 中间也有不少势力 试图想要直接去天眼宗 抢夺玉玄 然而天眼宗的态度十分决绝 当有势力去天眼宗 想要抢取豪夺的时候 清悬阁内 发布了一条消息 由于有个别宗门的原因 不再兑换玉玄 大家一起玩玩 反正都已经得罪了道前宫 也不怕再多得罪一个 至于玉玄 想要没门 其他东西 更是想都不要想 没有了 这消息一出 那些正前往中周 准备蹲守道前宫的人 顿时不乐意了 麻痹的 究竟是哪个不要脸的玩意 你自己不想要玉玺 别连累我们 我特蒙都把道前宫得罪了 现在特蒙告诉我不兑换了 是谁 马德 自己站出来 草 谁敢阻止老夫近身归玄境 我与谁是不两立 这群修士纷纷怒了 破口大骂的同时 都开始寻找 究竟是谁让天眼宗停止了兑换 不得不说 人多力量大 在天眼宗不对换的这段时间内 还真有人将这个宗门给找了出来 一个名叫地隐门的宗门 接着这群修士 一夜之间 将地隐门的宗主及长老 全部抓了起来 送到了天眼宗门口 并且保证 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件事才作罢 再次开启了兑换 没有办法 不是他们不敢得罪天眼宗 而是因为这玩意 只有人家才能制造出来 他们这些人 看着玉玺 也研究不出其中的炼制方法 甚至连玉玺中间的东西 他们都分辨不出来是合物 而且 人家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大不了一起玩玩 甚至天眼宗这个时候 不断地遣散弟子 整个宗门 原本数千名的弟子 此时只剩下不到几百人 留下来的 全部都是不怕死的弟子 天眼宗空前绝后的团结 第12章 清玄阁公告 与此同时 有几个宗门聚集在某地 正在商量什么 到乾宫那边 我们恐怕很难对付 到现在我们宫英门 也没有得手几个 咱们该如何 其中一人开口说道 哼 依我看 咱们不如联合在一起 攻打天眼宗 到时候不求炼制方法 将它们炼制出来的 分一下 也足够我们使用 这么做 会不会有些不妥 毕竟我们现在 动天眼宗 便等于得罪了 其他众多势力 另一人脸上 露出一丝担忧之色 放心 一个小小的天眼宗 在其他人 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咱们迅速出击 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们已经得手了 至于后面的事情 天眼宗都被灭了 其他人自然也不会追究 不错 他们之所以如此维护天眼宗 不过就是为了 玉兮和其他东西而已 那便如此 咱们商量一下 准备行动 这些势力 都有自己的私心 谁都想强大自己的宗门 和自身的实力 而天眼宗 就只有一个条件 要么用到乾宫的弟子来换 要么你们就来灭了我们宗门 天眼宗内 因为到乾宫的原因 此时宗内的所有的弟子 包括长老 全部不限量 供应各种商品 他们的实力 几乎一天一个变化 吃的饭 全部都是由 清玄阁的那些弟子做的 喝的水 全部都是矿泉水 塔山 利群 更是从来不断 就连二锅头 也是每天都不限量 在这种资源供应下 禁地内的几位师祖 几乎清一色的 都是归玄境 宗门的封主和长老 也突破至了道玄境 在苏南一次又一次的 升级调料后 做出来的饭 一顿顶的修炼一个月 师弟 我们如此高调的行事 会不会得罪 整个大陆的试炼 玄军朔 有些担忧地说道 我们只是给他们提供福利 何来得罪一说 苏南不以为意地说道 木秀与林峰必摧之 咱们宗门有这种东西 他们迟早会联合在一起 而且我听说 已经有人开始暗中联合 似乎在商量 如何对付我们 师兄放心 这些我自有安排 咱们这样 苏南低声说了几句 第二天 天眼宗的清玄阁内 便贴出了几条公告 恭喜宗英门 兑换成功玉溪两根 一瓶至尊版二国头 预祝宗英门掌门 成功突破归玄境 恭喜苍丰宗 兑换成功玉溪三根 宗门有望再添加 三名归玄境强者 即将迈入顶尖宗门行列 恭喜天兰阁 兑换成功玉溪三根 塔山两包 宗门势力再增强几分 前来兑换的东西的一些宗门 看到这些公告后 心中很是吃惊 宗英们 你们特么好样的 原本已经计划 准备袭击天眼宗的几个宗门 再次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其中一人直接开口说道 道佑 你这是什么意思 宗英门的宗主 有些发猛 本来他都想好了 前几天兑换了两根玉溪 正好让一位长老秃 破到了归玄境 为此次的行动 再次增加一份胜算 口口声声说 你们没有得手 要不是我今天在清玄阁内 看到你们获得了两根玉溪 差点被你们忽悠了 你们宗英门真卑鄙 嘴上和我们说合作 结果暗地里又去兑换 合着是明面上拖着我们 你们自己发展实力 这人直接骂倒 道有这话什么意思 我们兑换了两根玉溪 也是为了增强实力 好应对我们这次合作 宗英门其实并不知道 清玄阁贴出来的公告 心中还疑惑 对方为何知道这些的 少来这套 收起你虚伪的嘴脸 除非你把你兑换的两根 分出来给我们 不然这次合作作废 对 没错 除非你将手中的两根玉溪 分出来给我们 不然我们的合作作废 其他几个宗门的头头 听到提议后 也是眼睛一亮 毕竟大家都是合作关系 既然合作 那就要拿出诚意来 这是我们自己得到的东西 凭什么分于你们 不合作便不合作 几人因为一条公告 闹得一拍两散 清玄阁的公告出来后 让许多势力 心中都有了一种危机感 我靠 苍丰宗竟然兑换了三根玉溪 原本还与他实力相当 如果这样下去 对方用不了多久 便直接压我宗门一头 不行 我得想办法 多抓几名到乾宫的弟子 来提升宗门的实力 马德 没想到天兰阁 竟然敲咪咪的弄了三根 这岂不是马上就要超过我了 他们宗门的归玄境 要是超过我的宗门了 以后我还怎么在这边混 通知下去 全力抓捕到乾宫的弟子 许多宗门看到 清玄阁的公告上 有自己的宗门名字后 他们心中的第一反应 我宗门真强 竟然金榜提名了 而不是害怕的得罪了到乾宫 被人报复 还有一些宗门 看到公告上 敌对宗门的名字后 心中的第一反应就是 马德 他们宗门凭什么 能够比我们获得得多 不行 我们要加油抓捕 不能被他们超过了 我们一定要比他们强 这一条条的公告 似乎已经成了 他们互相攀比的资本 毕竟一根玉析 就代表着 宗门内会有一定的概率 出现一位归玄境强者 这让他们如何不上心 中州距离东域 数十万公里 这些人为了能够抓到后 第一时间回到东域 甚至不惜花费巨额资源 不间断的传送 一时之间 到乾宫内 所有弟子人心惶惶 没有办法 露头就描 谁也不敢单独出去 即便是到乾宫的 归玄境强者 出去后 都有被人围攻的可能 于是 他们开始封闭山门 但是 在长过玉析的甜头后 这些势力 非常有耐心 封闭了山门 我们就在外面等 你们总不能一直不出来 修炼资源 各种东西 总需要出来 到乾宫内 公主 最近咱们宗门内 频频发生弟子 失踪事件 今天又有三名弟子 不知所踪 如今老祖 还在闭关中 我们的敌对宗门 也纷纷开始行动 第123章 暴躁的林天雄 随着不断有宗门 从天眼宗内 获得玉析 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这些宗门之间 缓缓拉开了差距 毕竟 一个宗门内的 归玄境强者数量 直接代表了一个宗门的实力 甚至有一些小型宗门 通过从天眼宗 兑换一些商品 依然挤入了 中大型宗门的行列 也忽略了与之为敌的后果 心中只有一个想法 我宗门定然不能落后 于其他宗门 不然等到前宫的弟子 被人抓完了 即便不被到前宫灭 也会被其他势力灭掉 毕竟这个大陆 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天眼宗炼制出来的东西 相当于给了他们一个机会 不仅仅是宗门 甚至一些散修 也纷纷加入到了抓捕行列中 他们根本不在意 谁对谁错 只在意 能不能得到什么好处 天眼宗此时 就像一块滚刀肉 谁也不敢得罪他们 只要你前脚得罪了对方 去找他们的麻烦 天眼宗后脚就敢公布 抓捕某某某势力的弟子 可以兑换某某某 别以为不会有人动手 只要这种消息一公布 马上会有数不尽的势力 瞬间这个宗门内的人抓绝了 之前的血魔教 就是一个例子 不过当时 能够兑换的东西 还没有那么吸引人 但也导致整个冬域的血魔教弟子 只剩下了一个教主 和一名使者 如果当初是用玉西作为奖励 恐怕西域的血魔教 也会和现在的道前宫一样 毕竟连道前宫都敢得罪的人 还怕这些吗 特别是弄出了公告后 这些人更是开始暗中较劲 谁也不想落后于人 实力才是硬道理 现在的中周 犹如前段时间 人黄塔出世一般 许多势力纷纷聚集在这里 欺人太甚 所有弟子全部召回 没有命令 任何人不得出去 道前宫的公主 林天雄听着手下人的汇报 脸色有点难看地说道 当初并没有把天眼宗放在眼里 这种宗门还不是随意难念 谁能想到 只是过去试探了一下 结果现在就被人堵在了门口 已经将所有弟子召回 但是咱们宗门一直封闭山门 恐怕也不是长久之计 这人开口说道 这种事情 林天雄自然清楚 但是现在也没有办法 而且即便是封闭了宗门 也依然有弟子不知所踪 据说 他说到这里的时候 忽然停了下来 没有继续说下去 据说什么 回公主 据说 咱们内部出现了艰险 有人为了获取天眼宗的东西 有人悄悄与外面的势力勾结 在宗门内 将一些弟子想办法弄出去 已经有不少核心弟子 惨遭毒手 他小心翼翼地说道 本以为封闭了山门后 一切就算结束了 谁能想到 即便是封闭了山门 还是有弟子不断失踪 啪 林天雄脸色黑了下来 一巴掌拍在面前的桌子上 哄 桌子瞬间消失不见 放肆 留我查 出卖同门 查出来定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他愤怒地吼道 从来没有想到 有一天会被一个小宗门 给逼到这种地步 咦 已经安排人去查了 但是目前并没有查出是谁做的 弟子依旧 每天都有失踪的 对方愤怒的样子 把这人吓了一跳 扑通一声 跪在了地上 废物 林天雄冷声骂道 通知宗门弟子 暂时不要随意走动 见到对方不说话 过了片刻 他缓缓开口 再次说道 咱们到前宫内 人心惶惶 许多弟子整天担惊受怕 都躲在自己的屋内 即使两人碰面 也不敢打招呼 生怕扭头被人绑出去 换东西了 这人再次小心翼翼地说道 看到对方愤怒的样子 他生怕下一秒 自己被拍死 派人去天眼宗 不幸连一个小小的天眼宗 都收拾不了 回公主 已经安排长老前去 可是长老刚出咱们到前宫 便被人伏击 所有派出去的长老 连中周都没有走出去 便与宗门失去了联系 林天雄 公主 实在不行 咱们 什么 他有些不耐烦地问道 咱们实在不行 就派人过去 向他们道歉 赔一些东西 给他们 不然这样下去 我们宗门耗不起了 这人小声说道 你说什么 我到前宫 是何等地位 给他东宇一个小小的宗门 道歉赔礼 真当我到前宫 拿他没有办法不成 对方的话 直接让林 天雄鹿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手下之人 竟然敢提出道歉 到前宫可是连圣地 都要礼让三分的存在 这么一个庞大的势力 如果向对方道歉赔礼 从此在这片大路上 也抬不起头了 公主 现在不仅仅是天眼宗 中州的渔巢 穷华圣地 天书阁等一些 超一流宗门 也暗中对我们出手 他们明面上 是为了兑换那些东西 实际上 已经暗中勾结 想要削弱我们的势力 之前本就有摩擦 这次他们正好 借着这个理由 光明正大的 对我们出手 不然 为何我们的长老 连中州都出不去 便消失不见 这人苦口婆心地说道 林天雄自然也明白 这个道理 但是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他如果现在 将自己的底蕴搬出来 其他势力 马上就动手 我们只是 暂时放过天眼宗 等人黄塔的事情结束 画圣境 可以出动的时候 一个小小的天眼宗 还不是任我们拿念 见到对方没有说话 这人再次开口劝谏 人黄出世 画圣必逝 如果画圣境的强者 选择这个时候出来 必然会沾染人黄的因果 这是他们所不能面对的 这也是为何到乾公 一直隐忍到现在 即便有弟子消失 他们也只能派出 归玄境的强者前去 你联系一下剑阁 让他们想办法 联系一下天眼宗 灵天雄终于妥协了 如果再不解决掉这件事 恐怕到乾公 也要在中州消失了 第124章 一鸣兄 太客气了 天眼宗 清悬风上 二桶 碰 九万 四条 胡 我靠 不可能 苏师弟 你是不是耍赖 怎么每次都是给你点炮 玄君硕气愤的说道 哈哈 没办法 运气好 别耍赖 来来 拿零食 苏南哈哈一笑 掌门 该我了 我都在这里等半天了 站在玄君硕身后的田德海 开口说道 再来一把 我不信邪了 他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直接将手中的麻将打乱 准备再来一把 不能耍赖 说好的一人三局 你都打了四局了 在清悬阁外面一张桌子上 坐着四人 此时 他们正在打麻将 苏南 玄君硕 白礼容 上官云 这四人嘴里叼着烟 看起来不伦不类 在他们周围 则围着一群人 几乎都是天眼宗的封主 长老 甚至还有禁地中的几位师祖 他们都是目不转睛的 看着这几人打牌 这个麻将还是很早之前 系统奖励给他的 一直都没想起来 自从封闭了山门后 无所事事的他 才想起来这个 最近所有的势力都前往了中州 南德清闲了下来 于是拿了出来 便在清旋风上 与其他几人玩了起来 苏南只是给他们说了一下规则 这些人全部都记下来了 本以为只是一副普通的麻将 谁能想到 每一颗麻将子 都是由大道碎片凝聚而成 当你通过打牌 组成了胡牌 便能从中领悟出一丝丝大道规则 尽管只是微乎其微的一丝 但也让众人很是震惊 即便是在周围观看的人 也能有些许的感悟 这也是 为何这群人 全部都围在这边 那些没有上手的人 看得更是心痒痒 也有人效仿 制作出来 但是除了苏南拿出来的这副麻将之外 自己制作的 根本没有这种效果 正在几人争论的时候 掌门 剑阁见一鸣在山门外 想要见你 一名弟子来到清旋风上 对玄军朔恭敬地说道 哦 见一鸣找我做什么 他心中疑惑了一下 剑阁找你 恐怕是有什么重要的事 你去看一下 田德海接口说道 正好你也输了 刚好可以给我人位置 说着就要坐下来 带他去天眼殿 我随后就到 是 玄军朔也没有说什么 对这名弟子吩咐完后 起身离开了这里 当他赶到天眼殿的时候 剑阁明已经在内等待 在他身边 还有两人 当玄军朔走进来的时候 他以及身后两人 同时看了过来 剑阁明心中一惊 他此时已经有些 看不透对方的修为 之前两人实力相差无几 仅仅一段时间没见 他竟然从对方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压迫感 什么时候变这么强了 难道突破到了道玄军 心中十分的疑惑 不过也没有问 一鸣兄 这两位是 玄军朔进来 第一眼便看到了 他身边的两人 从身上拿出一盒塔衫 熟练地掏出一根 递给了对方 开口问道 这两人是道前宫之人 我特此前来找玄军 见一鸣也不客气 接过来对方递来的塔衫 不过并没有点上 淡淡地说道 这种东西 平时想抽都弄不到 看看人家天眼中 都是整合整合地抽 人比人 气死人 一鸣兄 太客气了 没想到你这家伙 不声不响的 也抓了两名道前宫的人 一听是道前宫的人 他不等对方把话说完 直接开口说道 接着从身上掏出一盒力群 再次拿出一根力群 递给了对方 自己点燃了一根 抽了起来 看着力群盒 他把刚才要说的话 都给忘了 这种东西 一看就比塔衫还要高级不少 还有 你这什么意思 我一说道前宫的人 你直接拿出了 比塔衫还好的烟 这是几个意思 不过一鸣兄 不是我说你 你竟然不把他们绑住 万一逃跑了 岂不是白忙活了 走走走 我带你去清玄阁 一鸣兄想要兑换点什么 先说好 即便咱俩关系好 像玉西这种蕴含 正在他愣神的时候 玄军朔直接拉着他 就要去清玄丰 玄兄 你误会了 这两位不是我抓来的 是到前宫的人 来贵宗议事 对方的话 让见一鸣愣了一下 瞬间反应过来 这是以为自己 抓到前宫弟子来换东西的 于是连忙解释 不是来对话呢呀 玄军朔眼睛贴了一眼 这二人 语气中带着一丝 可惜之色 玄兄误会了 贵宗最近和道前宫之间 发生了一些误会 他们公主派人过来 想要与贵宗和解 他摇摇头 连忙否认 这种事情 一定要解释清楚 不然误会了 到时候 间隔就危险了 一听对方是来和解 玄军朔直接将刚才 递给对方的那根塔山 还有力群 直接从对方手中抽了回来 接着放入自己的烟盒中 脸上也没有了 刚才的友好之色 随后走到了 天眼殿的阵位上 陈生说道 剑兄 这件事我无法做着 你也知道 我天眼宗向来不惜与人争 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还请剑兄回吧 这件事 我做不了决定 是我们师祖的主意 他的态度十分的坚决 丝毫没有 将对方放在眼里 现在道前宫的处境 他是一清二楚 别看一直都在天眼宗 但是外面的事情 他比谁都清楚 他们天眼宗的地牢内 都有许多道前宫的弟子 对方当初一而再再而三的 对他们进行威胁 这种事情 可不是说和解就能和解的 哼 小小的天眼宗 我们能来与你们和解 已经是给足了你们的面子 别给脸标脸 对方的态度 直接让两名道前宫的人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他们什么时候 受过这种待遇 冷声说道 剑兄 你也看到了 这种态度 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谈的 还请你回去吧 至于这两位 既然来了 那就留下吧 相信整个大陆的修士 更喜欢玉兮多一些 他们会感谢你们道前宫的 剑一鸣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你们特么都什么时候了 哪来的这种优越感 心中忍不住骂道 第125章 谈崩了 道前宫的两人 脸色一变 听对方的意思 他们二人 恐怕要嘎在这里了 剑一鸣心中 已经将这两人的祖宗十八代 都问候了一遍 麻痹的 你们这是来求人的态度吗 你们道前宫要是这么硬气 干嘛还要来和解啊 拽得跟个二五八万似的 这要牛逼 你们还整这一处干啥 马德 你们是破罐子破摔 不怕 可是我们剑阁还特么在冬月 而且还惹不起人家 万一给人家逼急了 再把剑阁弟子弄个悬赏 那特么才叫俺独子了 尽管心中十分的不满 但他却不能落井下石 毕竟剑阁和道前宫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玄兄 有事好商量 他连忙站起身来 和气的说道 剑兄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 我们天眼宗 本就和道前宫施不两立 玄君硕此时看都不看着两人 淡淡地说道 玄兄 当初的事情 确实是他们那边的不对 基于你们的东西 这是大忌 如今能够来到这里 也已经意识到了错误 看着对方强硬的态度 他连忙解释 之前道前宫联系他的时候 就知道对方服软了 不服软不行 现在所有的势力 都盯上了道前宫 他就算再强大 也不可能斗得过如此多的势力 关键天眼宗弄出来的 什么清玄阁公告 间接地让这些势力 互相之间生出了争斗之心 完全忽略了 其他因素 建一鸣说完 看了一眼旁边的二人 不动声色地 对他们使了个眼色 然而这两人仿佛没有看到一般 脸上依旧带着一丝自傲之色 希望你们天眼宗 不要不识抬举 真以为我们到前宫 怕你们不成 限你们三天之内 取消那个什么清玄阁的悬赏 否则 后果自负 其中一人的态度 依旧十分地嚣张 似乎他们能过来 已经是给了他们莫大的面子 只要你们取消了 那个什么清玄阁的悬赏 我们道前宫便不再追究 你们天眼宗不要自悟 道前宫不是你们能够得罪的 另一人点点头 也开口说道 草 建一鸣脸色一黑 心中骂了一句 这他们是杀笔吧 你们这么硬气 为什么还要前来求和 玄军朔则心中冷笑 从两人脸上的表情 就能看出对方的不屑之意 建兄 你也看到了 请回吧 他直接下了逐客令 玄修 还请 建兄 请 建一鸣还想说些什么 直接被对方打断了 玄军朔摆出一个请的手势 嗨 他叹了一口气 转身就要离开 你们天眼宗好自为之 这两人冷冷地看了一眼 对方也要转身离开 我让你们走了吗 玄军朔看着两人也要离开 冷声说道 你们天眼宗什么意思 这两人被拦下后 脸色铁青地问道 没什么意思 既然来了 就不用回去了 来都来了 就都留下了吧 他身上的气息缓缓散出 一股强烈的压迫感 直接锁定了两人 玄修 你这是 建一鸣心中一震 就要出手阻拦 建兄 这是你的报酬 你可以走了 看在咱两东关系不错的份上 就不收你零食了 玄军朔直接从身上 拿出两根玉玺 放在对方手里 然后不给对方说话的机会 直接一挥手 带着到乾宫的两人 消失在了天眼殿内 这两人 是通过剑阁的传送阵过来的 修为都不是很高 到乾宫内的强者 都无法离开他们宗门 外面被人虎视眈眈的盯着 建一鸣看着手中的两根玉玺 有些发麻 最终无奈的 拿着两根玉玺 转身离开了 这特么叫什么事 心中愤愤地想到 本来是来商谈的 结果好像自己 把他们卖了一样 本想着将两根玉玺还回去 想了想 最终还是放进了 储物带内 等回去 和宗门的长老 商量一下再说 同时他心中也十分地好奇 这两根东西 究竟有什么魅力 竟然能够 让如此多的势力 不惜得罪到乾宫 清玄风上 玄军朔再次回到这里 这里依旧是一群人 围着一张桌子 都在这里打麻将 对方来这里做什么的 苏南看着他 再次回到这里 开口问道 带着两个智障 想要和我们商量和解的事情 说着将身后两人 直接丢在了地上 你最好放了我们 否则 你们等着被灭门吧 我们到乾宫 不是你们 能够得罪得起的 这两人丝毫没有认清 自己的处境 开口威胁道 果然是两个智障 将他们带到 杂役封的地牢里 给他们长长记性 瞥了二人一眼 苏南淡淡地说道 此时的天眼宗 已经做出了最坏的打算 大不了到时候 与死网破 这不仅是玄君硕的意思 更是这几位老祖的意思 他们天眼宗 已经寅远很久了 这次要闹 就闹个大的 随着越演越烈 天眼宗内的弟子 也越来越少 清玄峰上 依旧不断有人 其他修士 拜着到乾宫的弟子 前来兑换东西 一个到乾宫 有数以万计的弟子 一开始 大家都只是兑换玉玺 或者购买塔山 后来有一人 来到清玄阁的时候 看到一群人 围着一张桌子 他也来到这边 看了半天 桌子上的小方块 竟然蕴含着一丝 大道规则碎片 他看到那些 在桌子上 打麻将的人 周身都有 大道碎片规则的笼罩 这种规则碎片 对于规玄境的人来说 十分的重要 于是问 能不能让他也来一局 试一下 苏南点点头同意了 一名到乾宫的弟子 可以玩一局 这位老者 在打了一局麻将后 当场突破了一个小境界 他本就是一名 规玄境的强者 从规玄境到化圣景 一共分九重 每一种则代表了 对大道规则的一种理解 仅仅只是打了一局麻将 他便从规玄境 一重突破至了二重 这麻将中的大道规则碎片 都不用他刻意去领悟 只要接触到麻将快 就以一种 无法理解的速度 开始提升 他的这次提升 让他更加简单了 对到乾宫弟子的抓捕 有一就有二 渐渐的也有人 发现了麻将的好处 于是乎 抓捕到乾宫弟子的热度 再次掀了起来 第126章 反正他们也不知道 对于清玄阁的麻将 渐渐被众多强者知晓 他们也想过 将麻将据为己有 先不说 能不能打得过天眼宗的人 有人试过 那个麻将快 只要一离开麻将桌 就像一颗炸弹一般 一种莫名的心计 让他们放弃了抢夺 于是他们 除了换玉西 又多了一项 打麻将 到乾宫彻底抹了 之前规玄境的强者 还不算多 现在堵在他们宗门门口的修士 一多半是规玄境强者 为了能够突破 已经彻底疯了 剑阁内 一鸣回来了 事情办得怎么样 商量妥了吗 剑阁的太上长老 看到剑一鸣回来后 疑惑地问道 没有 到乾宫的两人 脑子有问题 我本来已经准备好的说辞 一句也没说出来 他摇摇头 有些心累地说道 这种事情 不是一次 就能商议成功的 到乾宫的 那两人回去了 太上长老 开口安慰道 没有 那两人换了两颗这个东西 剑一鸣摇摇头 拿出玄境朔给他的玉玺 递给了对方 一鸣 你 你不会把这两位 道乾宫换了玉玺了吧 你糊涂啊 我们现在也得罪不起 道乾宫 看着对方手中的 两根玉玺 太上长老 心中一惊 不是带着他们 去商量事情的吗 怎么把这两人 给换东西了 师伯 你误会了 这不是我主动换的 是对方给我的 看到对方误会了 他赶忙开口解释 接着剑一鸣将发生的事情 简单的说了一下 愚蠢 道乾宫的人 一向自傲惯了 听到事情的经过 他忍不住骂了一句 这位太上长老 和剑一鸣之前的想法 出其的相同 都特么去找人家和解了 还整得 跟人家欠他们似的 这特么不是有病是什么 道乾宫的人 都是脑子有坑 都修炼到狗身上了 师伯 我们该如何 与道乾宫那边交代 他们那边已经在催了 我还没有想好如何说 还有这两根玉蜥怎么办 这是对方故意给我们的 可能是想挑拨 我们和道乾宫之间的关系 剑一鸣指了指两根玉蜥 有些无奈地问道 其实他想多了 玄君硕根本就不是 想用这两根玉蜥来挑拨他们 这么低级的计策 谁都能看得出来 之所以给他两根 完全是习惯性的动作 当时他根本就没有想那么多 这东西 当真有外面传闻的那么神奇吗 太上长老仔细地 端向着手中的两根玉蜥 嘴里嘻喃道 不知道 但是如此多的势力都想要这个东西 应该有一些作用 剑一鸣也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师伯 咱们要还回去吗 如果被人知道 我们收了对方的玉蜥 恐怕到时候解释不清楚了 同时也有些担忧 这个东西如何使用 太上长老似乎没有听对方的话 手里捏着一根玉蜥 十分好奇地问道 这个应该是和塔山一样 将一头点燃 然后吸的 我试一下 太上长老 按照剑一鸣所说的方法 直接点燃 深深吸了一口 这一口下去 他脸上顿时露出了吃惊之色 一股旋而又旋的气息 涌入他的石海内 紧接着便出现一道 十分奇特的能量 神性气息 果然有神性气息 他诗声说道 他也是道玄境的修为 对于神性气息 再熟悉不过 为了不浪费这种气息 也顾不上和建一鸣说话 盘膝而坐 嘴里叼着玉蜥 身上开始出现一道道 玄奥的气息 在他的头顶上 出现了一朵小型的金莲 金莲缓慢地吸收着 这股玄奥的能量 随着口中的玉蜥燃烧完 头顶的莲花 缓缓升空 不断放大 紧接着剑阁的上空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灵力漩涡 在漩涡的下面 则是一朵金莲 有人要突破归玄境吗 而建一鸣更加吃惊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仅仅是一根玉蜥 太上长老竟然开始突破了 心中顿时明白了 为何那么多的势力 都要去中州 抓不到乾公的人 时间一点点过去 太上长老也即将完成突破 剑阁内的弟子 都好奇地看着空中的金莲 是谁在突破归玄境 咱们剑阁也有归玄境的强者了 他们都在纷纷猜测 是谁在进行突破 建一鸣第一时间 将他们所在的地方 封锁了起来 即便是长老 也不能靠近这里 又将地上的烟蒂 捡了起来 放进了自己的储物袋内 这种事情 不能被其他人看到 不然到时候就解释不清楚了 果然神奇 老夫困在这个境界近八十年 没想到 仅仅只是一根 就让我突破成功 太上长老突破成功后 睁开了眼睛 十分开心地说道 恭喜师伯 成功突破归玄境 实力再进一步 建一鸣恭喜道 一鸣 这次多亏了你 这里还有一根 这个交给你处置 他将剩下的一根 递了过去 师伯 我们该如何 与道前宫交代 他们的弟子 被天眼宗留下 而且也没有商议成功 建一鸣没有接地过来的玉西 反而有些担心地问道 本来还可以还回去 结果被太上长老 使用了一根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鸣 你还是太老实 对方摇摇头 感叹道 师伯 这是什么意思 一鸣 你这样 只见太上长老 在见一鸣耳边 小声地嘀咕了几句 师伯 这样做 会不会不太好 毕竟到前宫 与我们有着那层关系 这样做 万一被他们 发现了怎么办 他听到对方的话 脸色有些古怪 忐忑地问道 所以说 一鸣 你太老实了 这么多年 到前宫头口声声 说帮我们 让我们成为 东狱的第一势力 这些年 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什么都没做 反而天眼宗的这次事情 咱们东狱的其他势力 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听文天武殿 已经有两人 成功突破归玄境 恐怕这次事情过去后 咱们间隔 就要沦为二流势力了 太上长老 与众心长地说道 那他们发现怎么办 我们不说 他们怎么知道 每次都是从我们这边过来的 天眼宗不会说 我们自然更不会说 反正他们也不知道 这也是一个机会 第127章 请前辈则罚 在剑阁禁地处 剑一鸣静静地站在这里 在他的面前 有一处巨大的祭台 祭台上密密麻麻 刻着数不清的字符 他伸手拿出一块 菱形金石 放在了 菱形中央的 一个菱形缺口上 金石严丝合缝地放了进去 接着一道浓郁的灵气 从缺口处宣泄出来 原本灰色的字符 忽然间缓缓亮起 随着字符 越来越亮 整个祭台上的字符 宛如活了一般 有规律的互相组合 紧接着组合成一个 十分复杂的图案 随着图案完成 祭台上的光芒 越来越盛 两道虚影 缓缓在祭台上凝聚 紧接着便出现了两道身影 两名男子出现在祭台上 一位年纪约莫七十多岁 头发花白 褶皱的皮肤 看起来十分的苍老 另一位则看起来四十多岁 剑德宗主 剑一鸣 见过到乾公两位前辈 剑一鸣看到 这两人出现后弯腰行李 十分恭敬地说道 事情处理得怎么样 两人看不出喜怒 中年男子看着对方 缓缓问道 回前辈 谈崩了 面对中年男子的问话 见一鸣的语气 十分的恭敬 谈崩了 这是为何 这位老者 皱了皱眉头 有些疑惑道 我到乾公的两名弟子 现在何处 为何不见他们 对方还没有回答 中年男子同样皱起了眉头 四处打亮了一番 同样开口问道 扑通 剑一鸣跪在了地上 语气沉重地说道 是晚辈的错 没能带回两位师弟 请前辈责罚 哼 责罚等下再说 究竟发生了何事 中年男子冷哼一声 语气中带着一丝质问 回前辈 昨天我带两位师弟 前去天眼宗 与他们商讨和解之事 天眼宗与我们并没有谈拢 两位师弟被他们留了下来 剑一鸣说到这里的时候 脸上露出了浓浓的愧疚之情 天眼宗 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崩然挑衅我到前宫 发生何事 你与我详细说说 中年男子听到后 语气变得有些阴冷 这一切都怪我 是我没有和师弟提前说好 怪我没有提醒师弟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经两位前辈责罚 面对男子的质问 他脸上的愧疚之意更浓 声泪俱下地说道 说 究竟发生了何事 中年男子有些不耐烦地摆摆手 示意对方继续说 我与两名师弟刚到天眼宗 由于他们宗门封闭山门 我等几人便在山门处 等对方出来 或许是在那里等了时间有些久 从我们到山门处等 大约过了一刻钟的时间 他们才请我们进入 两名师弟觉得被对方怠慢了 从进入他们山门处 便质问他们如此怠慢 对方起初并没有将两位师弟弟的话放在心上 将我们带到天眼殿内 在等待他们宗主的时候 天眼宗的两名弟子 未曾与我们倒查 两位师弟不满对方待客之道 便与他们宗门发生了冲突 我极力阻拦 奈何两位师弟下手太快 在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结束了战斗 甚至扬言说 说到这里 建一鸣的声音变得非常小 甚至不敢说下去了 说 他们二人说什么了 老者缓缓开口 两位师弟说 天眼宗是什么垃圾宗门 也敢于我到前宫为敌 能来你们宗门 已经给了你们足够的面子 速速让你们宗主 提着脑袋来见 两人听到这话 眼角一抽 也没有怀疑 这话的真伪性 这是道前宫弟子的傲气 这是他们这种 超然宗门客 在骨子里的骄傲 在打伤了对方五名弟子后 还不等他们宗主出现 便有三位归玄境强者 直接将两名师弟制服 我本欲与他们说明来意 奈何两位师弟何时 受到过这种侮辱 直接对三位归玄境强者 破口大骂 骂得不堪入耳 是我没有及时拦下两位师弟 才让他们一时冲动 怪我之前没有提醒 毕竟天眼宗感 公然叫板 他们显然已经不惧怕 咱们到前宫 也怪我实力不够 无法与之抗衡 本想与他们好言相劝 将两名师弟放回 奈何对方根本不听 如果不是对方想要 让我回来给两位前辈带话 恐怕我现在也回不来了 请两位前辈责罚 这一切都怪我 是我实力不够强大 无法将两位师弟带回 是我没有提醒两位师弟 让他们谨言慎行 请前辈责罚 见一鸣说到这里的时候 眼睛泛红 声音竟然有些哽咽 罢了 这是不怪我 是他们二人的错 你做得很好 不必接怀 老者看着对方的表情 摆摆手 声音出奇地温和 没有了之前的责问之一 没有人比他更加清楚 自己宗门内 这些弟子的尿性 只要离开到前宫 他们从来不会把 其他宗门之人放在眼里 更何况 还是东玉的一个宗门 不但是宗门内的弟子 即便是眼前这二人 此刻也没有将天眼宗 放在眼里 在他们看来 这种宗门 他们随便吹口气 就能将其覆灭 对方现在 也只是凑巧 因为一些特殊的东西 才蛊惑其他宗门 与之为敌 如果没有其他宗门 这小小的天眼宗 都不知 被他们覆灭了多少次了 这两名弟子说的话 他们比谁都清楚 如果这两人 不这样说话 他们才觉得奇怪 毕竟 已经高高在上太久 傲气惯了 你做得不错 是那二人的问题 晚些时候 我会再派两名弟子过来 到时候 你在带着他们 去天眼宗一样 这次 我会提醒他们 让他们听你的话 到时候 一切都按照你说的来 这是给你的奖励 说着 老者从从身上 拿出一个小瓷瓶 轻轻一丢 缓缓地落在了 建一鸣的手掌 多谢两位前辈 我一定不负前辈所托 看着手中的瓷瓶 他连忙攻身 感谢道 过些时候 我等着安排弟子过来 说完后 两人的身影 在祭台上缓缓消失 直到祭台上的字符 彻底暗淡下来 恢复到了之前的灰色 他才松了一口气 不懈地看了一眼 手中的瓷瓶 将其随意地丢进了 除物袋内 转身离开了这里 第128章 给他们个下马威 太上长老 在外面静静等待着 看到建一鸣 从禁地内走了出来 缓缓上前 他们怎么说 成了没 果真如师伯所说一般 他们对此没有任何质疑 他点点头 脸上露出一丝喜色 之前脸上的愧疚之色 一扫而空 哈哈 成了便好 接下来就按照我们的计划 能好一些 我们宗门便会壮大一些 太上长老 辅长大孝 十分的开心 他们心中都十分的清楚 只有将所有的责任 推向道前宫 他们才会不断地派人前来 如果把主要责任 推向天眼宗 他们将不会再派弟子过来 毕竟通过 间隔禁地的传送阵 也只能传送过来 一些修为比较低的弟子 修为高的人 无法通过这个传送阵过来 只要间隔不断地 给他们希望 同时其他宗门 也不断地给道前宫压力 他们这边 就能不断地薅羊毛 完全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让自己的宗门强大 何乐而不为 至于道前宫的人 会不会知道 他们更不用担心了 过来的弟子 他们就没有打算 让其离开天眼宗 而且 这两个宗门之间的仇恨 已经到了无法和解的地步 即便真的能和解 他建一鸣也有办法 让其无法和解 想到这里 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道前宫呢 公主 派过去的两名弟子 被天眼宗留了下来 现在恐怕已经遭遇不测 一位老者对灵天雄说道 天眼宗如此嚣张 好胆 他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事情是这样的 老者将事情的经过 简单地说了一下 公主 我们还要继续派人过去吗 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去 派几个机灵一些的弟子 记得提醒他们 收起宗门的傲气 最近外面的这些势力 似乎疯了一般 凭空多出来许多龟玄境修事 宗门最近有些难办 只要能说服天眼宗 关闭这种悬赏 给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 到时候必将他们覆灭 灵天雄皱了皱眉头 无奈地说道 最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 突然就多出来许多强者 由于封闭宗门 外面的发生了什么 他们并不清楚 宗门内现在人心惶惶 即便严苛排查 每天依旧有弟子失踪 虽然说都是一些天赋 不算出众的弟子 但依旧头疼不已 属下明白 我这就去安排 有了之前的教训后 这次选人过去 经过了深思熟虑 你们二人过去后 一定要听剑阁宗主的安排 他们让你们怎么做 便怎么做 此事一定要成 切莫不可私自行动 也不可太过嚣张 明白没 只要你们将此事办成 我会禀明公主 收你们为清传弟子 对于再次派去的弟子 道前宫再三强调 弟子明白 这两人一听到 清传弟子四个字 眼冒金光 同时心中将这些话 牢牢记在心里 如果自作主张 被我知道后 后果你们知道的 长老放心 弟子一定谨记教会 再三叮嘱后 又有两名弟子 通过传颂阵 来到了冬域 县阁内 有劳宗主带路 这两人的态度 比之前的人 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咱们都是自己人 喊我师兄便可 两位师弟不必客气 建一名摆摆手 与其十分的客气 接着 他便带着两人 朝着天眼宗而去 再去的路上 这二人心中有些打鼓 心中一直记着长老的交代 于是虚心问道 建师兄 到天眼宗 我们该如何做 还请师兄明示 两位师弟 你们觉得我们 去找对方谈判 应该如何做 建一名没有正面回答 反问道 我等不明 还请师兄明示 这两人与之前那二人 完全不同 身上没有任何一丝 嚣张气息 说话的语气 都十分的温和恭敬 师弟 谈判如同战斗 两人战斗 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看着两人的态度 心中一喜 这二人看着比较好忽悠 修为 其中一人 不太确定地说道 不错 两人战斗 首先最重要的因素 便是修为 除此之外呢 建一名并没有反驳 点点头 顺着二人的话 再次问道 我等不知 请师兄明示 两人摇头 他们心中只记住了一句话 听见阁宗主的指示 两人战斗 除了修为之外 重要的是气势 俗话说 一鼓作气 在二摔三而结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拿出我们的气势 将对方震慑住 只有将他们震慑住 他们才会乖乖地 与我们谈判 咱们宗门内的强者 并不能过来 咱们几人的修为 定然比不过 对方的归玄境强者 建一名的话 两人不自觉地点点头 确实是 对方有归玄境的强者 而他们 才只是化神境 如果只比修为 恐怕无法战胜 但是 我们宗门 是何等的地位 咱们到乾宫 在整个天云大陆 那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他们一个小小的天眼宗 如何有资格 与我们平起平坐 如果不是距离太远 咱们宗门 随便派几名强者 便能将他们覆灭 看到两人点头 他心中一喜 继续开口说道 所以当我们修为不够的时候 我们的气势不能输 只要将其威慑住 拿出我们到乾宫的威信 将其狠狠地打压 只要我们的气势 占据上风 他们自然不敢造次 这两人听完 眼睛一亮 觉得对方说得很有道理 只有真正的威慑住对方 他们才能放低姿态 之前来的两名师弟 就是太过于客气 才导致他们看不起 我们到乾宫 他们一个小小的天眼宗 有什么资格看不起 我们到乾宫 他们给我们宗门提鞋都不配 所以我们的态度 一定不能太过于谦和 让他们以为我们好欺负 是个软柿子 任其拿捏 师兄明白了吗 他的话 让这二人醍醐灌顶 心中暗叹 果然是一中之主 分析的十分有道理 那请问师兄 等下到了天眼宗 我们该如坐 全凭师兄安排 其中一人恭敬地说道 我们建阁在东狱 不比他们建阁 到时候还是要仰仗两位师弟 等下到了天眼宗 两位师弟先给他们宗门来一个下马威 让他们知道 我们到乾宫的厉害 师兄放心 到时候师兄在一旁看着 看我们如何拿捏小小的天眼宗 第129章 交易 建兄 你今天又来给我们送弟子了吗 玄君硕看到建一鸣 又带着两名弟子来到天眼殿 打趣道 玄兄说笑了 我今天是来 你就是这个什么天眼宗的宗主 建一鸣的话还没说完 直接被到乾宫两名弟子中的一人打断 一脸不屑地看着对方 嚣张道 见到我们到乾宫的人 还不赶紧磕头 知道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吗 我们懒得和你废话 给你两个选择 一 停止对我们到乾宫弟子抓捕 然后跪下来 和我们道歉 再把你们宗门那些东西的炼制方法交出来 可以饶你们不死 二 我们亲自动手 给你三息的考虑时间 你们这样的小宗门 也不撒泡尿找找 不等对方说什么 另一人再次开口说道 说完 眼睛瞟了一眼 站在旁边的建一鸣 似乎是在询问什么 而对方则不动声色地点点头 这两个选择有什么区别吗 玄军说像看傻子一样 看着二人 如果我们自己动手 你天眼宗将求生不能 求死不成 这名弟子再次嚣张地说道 我要是不选呢 他淡淡地说道 希望你们不要不识抬举 否则 说到这里的时候 直接一脚踢在了面前的桌子上 轰的一声 整个桌子碎裂开来 玄军说眼神呆滞地看着面前二人 这俩或是没吃药吗 又看了一眼一旁的建一鸣 眼神中带着疑惑 老子跟你说话 你没听到吗 看到对方并没有搭理他们 这两人直接来到对方面前 抬起手掌 就要给对方一巴掌 啪 然而 这人刚抬起手 玄军说直接一掌拍在了这人脸上 哄 整个人在空中旋转了十多圈 接着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右边的脸像个气球一般 瞬间肿了起来 脸上清晰地出现了五道指印 这人被打猛了 你 放肆 你敢打我道前功弟子 是不是找死 另一人见状 愤怒地骂道 拿出武器 直接朝着对方刺了过去 然而 武器还没有靠近对方 便被震飞了出去 和之前那人一样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嘴角一雪 两人抬头 看着站在一旁自始至终没有说话的建一鸣 眼神中带着一丝疑惑 似乎是在询问对方 不是说气势上不能输 越嚣张 才能将对方拿捏吗 为什么会是这样 这和你说的不一样 然而 他却仿佛没有看到一般 来人 将这两人给我带下去 关入死了 玄军朔对外面的弟子吩咐道 这两人一脸疑惑地被带了下去 甚至到现在 都没有想到明白 究竟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都是按照建阁这位宗主说的来的 为何对方眼中没有一丝惧色 玄兄 很是抱歉 今天本来是想和你商讨和解的事情 没想到 他们如此冲动 等这两人被带走后 建一鸣有些歉意地说道 你建一鸣什么时候成了道前宫的狗腿子了 再有下次 你也不用走了 玄军朔看着对方 美好气地说道 平白无辜被骂一顿 心里十分的不舒服 看对方的眼神都带着一丝怒色 玄兄 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 还请高抬跪手 放这二人一马 我现在就带着他们离开 建一鸣再次开口说道 他摇摇头 正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 对方再次开口 不放人 也不是不可以 给我两根玉玺 我好拿回去给道前宫交差 玄兄 你也知道 我们宗门对于道前宫 也是实属无奈之举 这话说完 玄军朔有点傻眼 我特么什么都还没说 你直接已经把条件说好了 两万零十一根 否则免谈 他忽然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直接伸出两根手指 玄兄 你这么做就不厚道了 我听闻其他势力的人 抓到道前宫的弟子后 都是一万一根 看着对方伸出的两根手指 他瞪大了眼睛 那是别人 你间隔 就是这个价 否则免谈 玄军朔一口否决了对方的提议 心中忽然明白了对方的来意 我带着的两名道前宫弟子 都是他们宗门的核心弟子 相当于他们宗门的核心力量 这也是 间接在保护你们宗门 五千零十 给我两根玉玺 弟子我就不带走了 建一鸣这个时候 连掩饰都不带掩饰 直接将自己的来意说了出来 不可能 一万五零十一根 正因为你是道前宫的狗腿子 你比他们更加了解我们宗门 也就是 看在咱们都是东玉的面子上 否则你这样的奸细 断然是一根都不会给你的 他再次回绝 义正言辞地说道 玄兄 你这样说 让我太寒心了 一万零十 两根 这已经是我做人的底线了 为了这两根玉玺 我都是担着天大的风险 而且玄兄 你想 到前宫的弟子 只能通过我宗门的传送证过来 如果你能给我一个优惠点的价格 我可以保证 每天都有两名弟子 本来建一鸣 还想着找个其他理由 但是想到以后这样的事情 还会发生很多次 与其不断地找理由 还不如直接摊牌 我就知道你这老小子 没编什么好屁 果然是冲着 我们宗内的玉玺来的 市场价 爱要不要 我们天眼宗也不差这几名弟子 两人在这里扯皮了好久 最终比正常的价格 低了一千零十成交 他又找玄君朔 购买了几包塔衫 这种东西 间隔的弟子也有用 至于其他东西 对方却不出售 建一鸣带着玉玺和其他东西 满意地离开了天眼宗 回到建阁内 太上长老 第一时间出现在他的身边 怎么样 搞定了吗 看着对方急切地问道 搞定了 这是两根玉玺 他拿出两根玉玺 递了过去 好好好 我这就安排人使用 道前宫果然是我们的复兴 看着手中的玉玺 忍不住感叹道 第130章 顶不住了 就这样 建阁开始了愉快地刷活动之旅 几乎隔几天 就会有两名弟子 去到天眼宗内 和他们商议和解的事情 但是这些弟子无一例外 全部都被留在了宗内 建阁获得的玉玺 也越来越多 几乎隔几天 就有一人突破之龟玄境 这让建阁宗主 刀兴得合不拢嘴 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破天的富贵 竟然真的砸到了他们头上 道前宫的公主 脸色却越来越难看 在他们山门外面 这些势力的胆子越来越大 一些老家伙的加入 甚至已经有人开始 攻打道前宫的滬山大镇 他也派人出去 和这些势力的人交涉过 然而派出去交涉的人 差点没有回来 外面那群人太疯狂了 为了能够获得 天眼宗内的东西 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 诸位道友 咱们与其在这里 和道前宫的人好着 为何不直接去天眼宗 逼迫他们交出这些东西 毕竟天眼宗 可是比道前宫容易对付多了 这群势力围在这里的时候 有人提出了异议 马德 我怀疑你是道前宫派来的奸血 想要断我们的修行之路 这人刚说完 马上有人站了出来 大声呵斥的 对 天眼宗现在是个滚刀肉 你不想提升修为 赶紧滚一边去 还有 你要敢去找天眼宗的麻烦 现在就灭了你 天眼宗已经放出消息 但凡有一人 敢对他们宗门出手 他们就关闭清玄阁 大不了一死 他们一死不要紧 谁给我们炼制玉玺 炼制二锅头 你他妈是不是有病 大家将将他抓起来 断人修行 犹如杀人父母 那人仅仅只是说了一句话 直接引起了公分 他们不是打不过天眼宗 这里的龟玄境强者 都不知道有多少位 南狱和西狱的人 都纷纷赶到这里 不为别的 只为能够在清玄阁内 兑换一种东西 这个时候 有人提出攻打天眼宗 根本就是在找死 说出这个提议的人 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直接被人抓了起来 甚至有几名龟玄境动手 这一下 更加没有人敢提议 去攻打天眼宗 到了他们这个级别 能用临时解决的事情 都不叫事情 杀鸡取卵这个道理 他们比谁都清楚 于是乎 这些人形成了一种默契 蹲守道前宫可以 但是谁也不敢提出 找天眼宗的麻烦 现在的天眼宗 被所有的势力护着 他们之间可以竞争 但是不能伤害到天眼宗 是天眼宗 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一根小小的玉溪 就能让人有概率 突破至龟玄境 如何不让他们疯狂 然而 道前宫这边彻底骂了 越来越多的势力 加入对他们的围剿 宗门内 已经乱作一团 他们宗门内 确实有化圣境的强者 但是人黄塔的缘故 根本不敢出事 而龟玄境又拿外面的势力 没有任何办法 灵天雄仇的头发 都快掉光了 宗内有许多弟子 生出了退宗的念头 甚至 已经许多长老和弟子 都开始抗议 公主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我们已经派出去 许多弟子 去和天眼宗商议 但是没有一名弟子 能够回来 如今 我们宗内 有数百名弟子 生出了退宗的念头 到乾宫的议事殿内 众多长老在这里议事 其中一位长老开口说道 对 我们下 已经有十几名清传弟子 昨天找我 说 让我给开个退宗证明 他们要离开这里 在这里和等死 没有区别 又一位长老 无奈地说道 放肆 一群废物 连门下的弟子 都看管不住 灵天雄听着 几位长老的话 脸上露出一丝怒涩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此时的道乾宫 已经成了这副景象 公主 如果再没有办法解决 外面的势力 还没将我们怎么样 恐怕我们自己 心内乱起来了 已经有许多弟子 进行抗议了 他们说 一位长老 脸上带着一丝忧虑 缓缓开口 说什么 灵天雄问道 他们说 谁当初惹的天眼宗 就让谁去认错 凭什么 让我们这些弟子顶包 这种情况 越演越烈 已经有弟子 暗中悄悄离开了宗门 甚至有的人 听到天眼宗的悬赏后 已经暗中出卖了 几十上百名弟子 咱们宗门再不结局 到时候 即便老祖出山 也无力回天了 这人刚说完 周围其他的长老 也纷纷点头 一群废物 一个天眼宗 就将你们弄成了 现在的模样 灵天雄表面愤怒 其实内心也清楚 但是 让他低头认错 实在做不到 更何况对方 根本就没有 要和解的意思 不然 为何派过去的弟子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公主 当初是灵南宗 灵长老 去找天眼宗的麻烦 我们提议 让灵长老 亲自过去道歉 或许能够 化解此次危机 必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放弃灵长老 叫他交给对方处理 这位长老 说到这里的时候 眼神中赏过一抹 很辣之色 不错 灵长老在宗内 已经养伤许久 但身上的伤势 却不曾好转 恐怕已经伤了根基 与其让他留在宗内 还不如交出去 给我们宗 做出一些贡献 马上有人附和道 这件事本 就是因为灵南宗引起 这群长老自然 第一个想到的 便是这个方法 胡闹 我们宗内 如何能够做出 这种背信弃义之事 这些人的提议 让灵天雄脸色 变得有些难看 如何也没有想到 这群人竟然说出这样的话 公主 我觉得此事不妥 如果我们交出灵长老 以后我们在大陆上 还有何威延 忽然有一名中年男子 站了起来 开口说道 前长老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几天前 还是到玄境 怎么几天不见 就已经归玄境了 一直听说 宗内有人勾结外面的势力 拿自己的弟子 去与天眼宗兑换东西 这人不会就是你吧 这位前长老的话 刚说完 马上就有其他长老 应测测地说道 胡说 我在到玄境积累数年 最近突破了 有什么问题吗 是吗 可是我听说 你门下 只砸一弟子 就有三百多名 如今听说 只剩下了不到一百名 公主 我突然觉得 交出灵长老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可以很好地解决 我们现在的危机 这位前长老 听到刚才之人的话 马上改口说道 第131章 道前宫的打算 公主 这件事 我们还是要从长计议 如果就此妥协 以后在天云大陆 恐怕也抬不起头了 到时候 别说我们的敌对势力 即便是那些弱一些的宗门 也会看我们的笑话 道前宫商业了半天 最终也没有提出一个好的建议 有人同意 便有人反对 天眼宗能够让其他势力找我们麻烦 我们自然也可以找其他人 去他天眼宗找事 联系几位龟玄境九重巅峰的强者 不信他天眼宗能够抵挡得住 这时候一位老者 缓缓开口说道 我们怎么没有想到 欠我们道前宫人情的人 也有不少 我们宗内的人出不去 不代表我们不能找其他人 马上有人点头 赞同这人的说法 灵天雄听到后 心中一动 或许这个是一个方法 公主 天眼宗那边提供的东西 如果我们能够研究出其中的炼制方法 眼前的困境自然迎刃而解 当即有人提议道 哼 你说得轻巧 如果能够研究炼制方法 当初我们还会去找天眼宗的麻烦吗 马上有人不懈地说道 这个或许我们可以试一下 不过如何弄到这个东西 你们有什么提议 这个提议同样让灵天雄眼睛一亮 这个方法他也想过 不过一直都没有实施 公主 最近宗门内人心惶惶 我们可以将那些妖言获重 还有那些想要退出宗门的弟子 通过剑阁那边将他们送到天眼宗内 用来兑换这些东西 这样一来 不但可以杀鸡儆猴 让那些心神不定的弟子 沉下心来 安心修行 同时也可以筛选掉一些 对我们宗门有二心的弟子 咱们山门处的那些势力 想要抓捕我们的弟子 与其白白便宜了他们 还不如我们自己去兑换 用来研究对方的东西 一位长老认真地分析道 不错 一举三得 那就先这么安排 忠于求和的事情 先放一放 我们研究出这种东西 炼制方法的时候 也是天眼宗覆灭的时候 林天雄点点头 同意了这几人的提议 这些事情 你们去和剑阁那边接触 适当也给他们一些好处 还有提醒剑阁 他们不要透露出来 是我们让这么做的 不然天眼宗那边起了疑心 我们这边就不好操作了 我们做两手准备 一边研究对方 那些东西的炼制方法 一边找人去他们 宗门制造麻烦 给他们制造压力 是公主 事情商议结束后 这群人便离开了这里 开始从各自的弟子中 挑选一个 对宗门有二星的人 打算送到剑阁去 林天雄同样联系强者 天眼宗一天不解决 他一天都无法安心修炼 天眼宗呢 剑一鸣 这次带着二十名到乾坞的弟子 再次到来 哈哈 一鸣兄 这次怎么这么多 玄军朔看着他身后的 二十名弟子 很是吃惊 之前的时候 都是两名两名的过来兑换 这次竟然移下来了二十名 这不得不让他起了疑心 到乾坞再傻 也不会一次派过来二十名 之前派过来商议和解的 全部都留在了这里 怎么可能还会派出来 如此多的人 一鸣兄 你不会随便抓的路人甲 然后冒充到乾坞弟子吧 他眯着眼神 开玩笑式的为其说道 玄兄 先将这些人抓起来 咱们细说 剑一鸣将他拽到一边 小声说道 玄军朔心领神会 吩咐弟子 将这二十人 全部带到了地牢内 玄兄 我也不瞒你 这些是到乾坞那边 亲自送来的 想要让我来找你 兑换一些玉玺 绝对都是到乾坞的弟子 不过都是一些 资质比较差 或者说 对宗门有二薪的人 看到这些人 被带走后 他缓缓开口说道 哦 这是为何 到乾坞的公主 看着不像傻子 怎么会平白无故的 送弟子过来 难道他们觉得 我们不敢杀人吗 听到对方的解释 玄军朔皱起了眉头 疑惑道 对方的话 让他有些不解 这是脑子被驴踢了 实不相瞒 到乾坞那边 想要研究 贵宗这些东西的炼制方法 但苦于没有样品 只好出此下策 见一鸣没有任何隐瞒 将自己知道的 全部都说了出来 这二十名弟子 如假包换 不知能够兑换多少根玉玺 感谢一鸣 坦白相告 这是我的一些谢意 你在这里稍等 我要找苏师弟商议一下 他从身上 拿出三根玉玺 递给对方表示感谢 对方的话 他能够听得出来真假 但是心中拿捏 不准这种东西 能不能被研究出来 理应如此 建议明点点头 表示理解 交代了几句后 转身离开了这里 苏师弟 咱们这个玉玺 或者塔山之类的东西 别人能够研究出来 炼制之法吗 玄军朔急匆匆的 来到清玄峰上 将刚才的事情 对其说明后 开口问道 放心吧 师兄 别说到乾公 就算是丹圣来了 也没有办法研究出来 苏南满不在乎的说道 有师弟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得到对方肯定会道后 终于将玄军的心 放进了肚子里 接着转身离开了这里 一鸣兄 久等了 这二十名弟子 我给你二十根玉玺 零食 还是以前的价格 至于你给到乾公多少 那就是你的事情了 说着他从身上 拿出一包玉玺 递了过去 哈哈 多谢玄兄 看到一整包的玉玺 见一鸣眼睛 都冒出了绿光 这玩意实在太神奇了 他之前兑换的 给宗门的长老使用后 宗门内 已经有两人 突破智规玄境 两人交易完 他开心地离开了这里 间隔禁地内 怎么只有十根 不是一位弟子 可以获得一根玉玺的 兑换名额吗 到乾公的长老 看着对方 递过来的十根玉玺 不解道 回前辈 是那该死的天眼宗 看着二十名弟子的修为 都非常递 故意刁难 就这十根 还是我好说歹说 才给的十根 还多花了十万零食 请前辈责罚 是我没有将事情办好 建一鸣十分愧疚地说道 第132章 层层剥削 到乾公的这位长老 听到后 心中一沉 他自然明白 对方口中的修为低 是什么意思 这次挑选过来的弟子 大部分都是杂役弟子 或者天赋很差的外门弟子 本来就是杀鸡儆猴的事情 怎么可能把核心弟子 给交出去 辛苦了 不能让你白忙活 这是给你的 想到这里 从十根玉玺中 拿出一根 递给了对方 前辈 这使不得 我能够帮到宗门 是我的荣幸 我怎么能够要前辈的东西 万万使不得 看到对方递过来的玉玺 建一鸣 义正言辞地说道 这是给你的 你就拿着 听到他的话 这位长老心中涌出一股暖意 间隔不错 间隔的宗主 是一位有情有义之人 前辈 我不能要 本来这个东西就不多 等前辈研究出了这种东西的炼制方法 到时候 晚辈定然会厚着脸皮 找前辈讨要一些 他的态度十分强硬 再次拒绝了对方 好好好 等我研究出了炼制方法 定然不会忘记你的功劳 既然你不要这个 那零食一定要收下 不能让你自己掏钱购买 这位长老 连说三个好字 他深深地看了对方一眼 从身上拿出一个储物袋 递给了对方 多谢前辈 建一鸣听到对方的话后 十分地激动 连忙道谢 长老没有再说什么 点点头 消失在了祭台上 到前宫内 我们二十个弟子 怎么才换了七个玉玺 林天雄看着手中的玉玺 冷声问道 公主 天眼宗那边 见到弄过去的弟子 修为低 故意刁难建阁宗主 这七根 还是他强烈要求下 兑换的 为此建阁宗主 落花了十多万零食 我原本想给对方一根 但被对方拒绝了 建阁宗主 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 如果不是他 恐怕这次连七根都兑换不到 这名长老面不改色地说道 同时还把建一鸣 狠狠夸奖了一顿 林天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 他也清楚 宗门内 自然不会将修为高的弟子派过去 好了 这些我先收下 你接着安排那些 对宗门有二心之人过去 是 公主 两人交谈完之后 林天雄叫来一人 将手中的玉玺 递给对方 让其交给丹阁 研究炼制之法 这人来到了道乾宫的丹阁内 是不 这六根便是天眼宗那边 炼制出来的东西 您看看 能不能研究出他的炼制方法 他对丹阁内的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 十分恭敬地说道 哦 此物就是让外面那些修饰 为之疯狂的东西 这名老者 接过对方递来的玉玺 仔细打量了一下 开口问道 不错 这个正是天眼宗的炼制出来的奇物 只要点燃后 将其烟雾吸入体内 便能让人进入到顿物状态 而这种被称作玉玺的东西 它的烟雾内 带着一丝神性气息 可以让人有很大的怠率 突破至归旋径 接着这人从这六根中 拿出一根 点燃后 他整个人身上散发出一股玄奥的气息 丹阁长老 看着白色烟雾 眼神中露出吃惊之色 尽管他没有抽 但依旧能够感受到 这其中的玄妙 那我就不打扰世博研究 这人掐灭手中的玉玺 不动声色地放进了厨袋里 接着便离开了这里 丹阁长老 学着对方的样子 点燃了一根 刚抽一口 整个人瞬间便进入到了顿物状态 脸上还带着一丝吃惊之色 道前宫外 最新消息 道前宫通过特殊手段 将自己的弟子送到了天眼宗内 用来兑换玉玺 此时守在道前宫外面的这些势力中 有一人忽然开口说道 真的假的 这道前宫也太不要脸了 竟然出卖自己的弟子 来换取玉玺 马上有人问道 是真的 这个是他们宗内的一名长老口中传出来的 刚刚就已经出卖了二十名弟子 据说 他们想要研究出来玉玺的炼制之法 不过我觉得 他们就是想要玉玺而已 炼制之法 我们研究了多久了 都没有研究出来 这人再次说道 我靠 这怎么行 我特么着急忙慌 耗费了巨大的资源 才到这边 别到时候一名弟子没抓到 特么的让他们自己给出卖完了 刚到这边 你就告诉我 他们自己开始兑换了 我的玉玺怎么办 我就是为这个而来的 对 我也是 到现在为止 连一名到前宫的弟子都还没抓到 听说天眼宗的清玄阁 出现了一种新奇的东西 只要在上面摆弄一局 就能领悟一丝大道规则碎片 我就是为了这个来的 不行 我不得想办法抓他们 特么的 这道前宫干脆改名叫 不要脸宫算了 竟然能够做出这等 不要面皮的事情 老子看不起他 麻蛋的 谁同意他们兑换了 老夫好不容易突破到了 龟玄境三重 准备冲击第四重境界 拜类道前宫 马德 太不要脸了 卑鄙无耻的道前宫 马德 道前宫简直禽兽不如 竟然亲手将自己的宗门弟子 送到敌人手中 这特么我们怎么办 一时间这些人群情激愤 我们不能再守住待兔了 要主动出击 岂不是连机会都没有了 对 大家也别藏着掖着了 这个时候再不动手 以后可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走 现在就去 马德 不要脸宫 趁着才刚刚开始 咱们还有机会 草 道前宫断我们修行路 灭了他们 这些人为了共同的利益 此时竟然空前的团结了起来 现在大家要团结一心 马德 攻破他们的护山大阵 对 我们这么多人 团结一心 到时候我们平分 于是乎 当天夜里 一大群修士 出现在道前宫的山门口 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他们一个个十分的卖力 一波结束后 另一波人再次接上 攻击几乎没有停顿过 到前宫的护山大阵 掀起了层层涟漪 公主 不好了 外面的人疯了 疯狂攻击我们的护山大阵 一名弟子急匆匆的来到林天雄身边 师生说道 第133章 不以为耻 反以为容 林天雄听到手下的汇报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外面有众多势力 他根本不敢打开护山大阵 只能下令 让长老时刻盯着护山大阵 远在东狱的天雄宗 并不知道这些 此时在天雄宗的山门处 出现了一名看起来 约莫六十多岁的老者 看着封闭的山门 正在想着 如何进入的时候 山门处 打开一道裂缝 这位前辈 请问您是来清玄阁 兑换东西的吗 一名天雄宗的弟子 出现在山门口 看着眼前的老者 时刻友好的问道 由于最近一直有修士 带着抓来的道前宫弟子前来 所以宗门安排的弟子 会上前询问 老者点点头 并没有说什么 前辈 请您在这里登记一下 弟子见到老者没有说话 直接拿出一个本子 再次说道 登记 这名老者疑惑了一下 对 是这样的前辈 来我们宗门的修士太多 所有每一个进入的 都需要登记一下 弟子耐心地解释道 好 老者接过来笔 在本子上写了一下 再次将手中的笔 递给了对方 弟子收起本子 看着上面写着的名字 司空术 但是宗门这里却没有写 前辈 您的门派信息还没有 刚想提醒对方 门派这里没有填写 结果抬头的时候 发现对方已经消失在了眼前 咦 人呢 这名弟子疑惑了一下 四处看了一下 并没有看到对方的身影 以为对方急欲去清玄阁兑换东西 也没有多想 直接关闭了入口 司空术刚才趁着山门处的弟子不注意 一个闪身 直接进入到了天眼宗的内部 他是第一次来这里 四处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路上时不时能够看到天眼宗的弟子 看着这些弟子 他心中一惊 这些弟子的修为几乎都非常高 一路上 没有看到一名弟子是运神静以下的 甚至有许多弟子都是化神静 天眼宗的弟子都这么强 心中十分的疑惑 索性也没有去做别的 看着两名弟子急匆匆的向这边走来 他悄悄的隐去了身形 小心的跟在这几名弟子身后 师兄 你又突破了吗 感觉你的气息又强了不少 其中一名弟子对旁边的人说道 运气好 昨晚在泡澡的时候成功突破了一个小境界 现在化神静中期 估计到这个月底应该能够突破到后期 被问的这名弟子谦虚地说道 师兄突破好快 差不多半个月就能突破一个境界 我就不信 估计这个月月底才能突破至化神境 你是怎么做到的 说话的这名弟子 是运神境巅峰境界 听到对方的话 眼神中露出一丝羡慕之色 你应该多泡澡 我以前也像你一样 差不多一个月才能突破一个小境界 多泡澡后 体质增强后 灵力吸收的速度更快 泡澡前 记得喝一杯酒 效果会更好 化神境的弟子 十分认真地说道 真的吗 晚点我也试试 两人的对话 传入司空树的耳中 洗澡 喝酒 这什么操作 他十分地好奇 难道是因为自己太久没有出山 已经和这个世界脱节了 泡澡是个什么新奇的修炼功法 还有喝酒这种口腹之欲 能够提升修炼 他从进入到山门开始 遇到的弟子 修为全部都很高 随便感应了一下 都能感觉到 这些弟子体内浑厚的修为 这两人的对话 更是让他摸不着头脑 他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种修炼方式 着实非常地好奇 正在他疑惑之际 这两名弟子再次交谈 自然是真的 我昨天去百宝堂的时候 任务榜单上 看到你这个月的担药任务 还没有完成 竟然还差四十瓶没有吃完 这个月还差十天就要过完了 你这肉完不成 下个月可是要加量的 这名化神经的弟子 不满地看着旁边之人呵斥道 师兄 丹药太难吃了 百宝堂给出来的任务 一天要吃两瓶丹药 一个月就是六十瓶 一瓶五十粒 每天都是拿丹药当饭吃 都快受不了了 我前天吃的两瓶宁神丹 现在打嗝出来的味道 都是丹药的味道 一听对方说百宝堂的任务 运神经的弟子 脸色马上垮了下来 眼神中闪过一丝痛苦之色 吃得苦中苦 乐正明师兄 你知道吗 现在已经是化神经巅峰 估计用不了多久 就能突破至神玄境 人家每天坚持五瓶翠灵丹外 一瓶一百粒 我要不是体质没跟上 我也要像乐正明师兄一样 每天磕五瓶 每次的任务的完成度 乐正明师兄都是第一个 超额完成 师叔还奖励了他两根玉璽 一瓶可乐 我被修饰 这点苦都吃不了 还谈什么修行 化神经的弟子 看到对方的表情 一副说教的语气 知道了 师兄 等下我就去摆宝堂领丹药 争取把这个月的任务完成 运神经弟子 点点头 无奈地说道 你看别的封上的师兄弟 每天几乎丹药不离口 都是当成零食吃 咱们天眼封这个月的任务完成度 又是倒数第一 宗主已经发火了 在这两人身后的司空术 听得都有点傻眼了 他伸手掏了掏耳朵 甚至怀疑是自己听错了 刚看到这宗门内的弟子 修为都这么高 以为他们的天赋有多强 原来都是一群靠着嗑药 硬堆起来的修为 心中嘀咕道 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屑 更加看不起天眼宗 这宗门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弟子任务 竟然是每个月规定吃多少丹药 哪个正经宗门 是强制让弟子嗑药的 不都是脚踏实地 一不一个脚印的修行吗 这种靠丹药堆积起来的修为 犹如无根之瓶 没有任何潜力可言 难道他们宗门的这些人 不知道丹药吃多了 会在体内堆积单独 这种宗门怎么敢和道乾宗作对 他们不但引以为耻 反而以此为荣 第134章 麻辣火锅 司空树听着两名弟子的对话 整个人彻底抹了 马德第一次见到这种奇葩的宗门 还什么洗澡 还什么都是丹药 这种宗门的宗主 简直就是误人子弟 他是道乾宗的人 找他 让他来这边找天眼宗的麻烦 刚才听着两名弟子的对话 本来还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的他 此刻下定了决定 一定要帮助道乾宗 将天眼宗搞垮 这种误人子弟的教导法 根本就是在坑害这些天赋卓越的弟子 跟着两名弟子 听他们聊了话后 悄无声息地离开 他按照道乾宗给的交代 开始寻找清玄峰 来此地的目的 就是破坏清玄峰上的清玄阁 只要清玄阁被破坏 道乾宗就能获得足够多的喘息时间 他开始一座山峰 一座山峰地寻找起来 清玄峰上 系统 千道 定 千道成功 宿主获得幸运值加二 宿主连续千道60天 便利店解锁新商品 火锅底料 苏南起来后 日常千道 咦 出新东西了 已经好久没有出新东西了 大部分商品 都是通过临时升级获得的 而且千道 也再也没有给过什么好东西 要么就是属性点 要么就是修为 或者寿源 这个火锅底料 让他眼睛一亮 在清玄峰的这段时间 他不止一次想要吃火锅 奈何这个世界的调料太少 再加上系统便利店里的调料 也太过于单调 这个想法 一直都未实施过 更重要的是 这个世界根本没有辣椒这种东西 打开系统的便利店 火锅底料 五百零食 一袋 麻辣味 依旧只有价格 并没有提示有什么功能 不过这对于他来说 效果什么的都不重要 好吃才是王道 从系统便利店里购买了一袋 中午吃火锅 嘴里嘀咕了一句 接着便吩咐手下的人 让他们去准备一些肉食和蔬菜 而他自己则打算制作一个火锅 是说 是说 你这是在做什么呢 旋令威来到清旋风的时候 就看到苏南在那里忙 一蹦一跳的来到他身边 开口问道 制作一个做饭的锅 等一下你是好吃的 他头也没抬 缓缓说道 此时的他 还在努力想着前世中火锅的样子 打算做一个铜锅 用来涮羊肉吃 中午吃什么好吃的 一听好吃的 旋令威的眼睛就亮了起来 尽管其他风尚也通过苏南的教导 都纷纷用他提供的调料做起了饭 但味道依旧不如清旋风尚的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说完 他不再说话 直接将手中的铜片捏把捏把 捏成了一个样子很奇特的铜锅 接着开始弄羊肉 牛肉 蔬菜 将各种各样的食材放在桌子上 拿出一些木炭 放入锅底 拿出火锅底料 火锅正式弄好 是说 这个锅好奇怪 你刚才放进去的是什么 旋令威目不转睛地看着桌子上的铜锅 好奇地问道 这个是我家乡的一种美食 名叫火锅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这个味道绝了 苏南耐心地解释道 由于没有麻将这种东西 就简单地调了一个蘸料 随着锅中的水开始沸腾 一股奇异的香味 从汤汁中弥漫出来 哇 可以吃了吗 师叔 好香啊 这个火锅底料的味道 出奇地浓郁 辣椒混合着牛油的香味 已经让他忍不住 也咽了口口水 稍等一下 马上就好了 接着苏南放进入一些羊肉 又教了一下小丫头 该如何吃 说完后 旋令威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 夹起了一块肉 放进了嘴里 啊 好烫 好香 好辣 师叔 这个火锅好好吃 一边吃 嘴里还不断地感叹 紧接着 他的额头开始冒汗 这种麻辣味 好像一团火焰一般 小脸变得红扑扑的 好吃就多吃点 苏南笑笑 也开始吃 司徒树此时正入过清旋风 麻辣火锅的味道 瞬间钻入到了他的鼻子里 嗯 什么味道 这个味道好独特 竟然有一股辛辣 混合着一些肉的香气 这个味道 让他忍不住 咽了口口水 好奇心驱使着他 朝着香味的方向飞去 远远的他便看到 在一个桌子前 坐着一男一女两人 桌子上 放着一个奇异的锅 锅里的汤汁 正在不断地沸腾 香味就是从这个锅里 散发出来的 小丫头 去厨房 再拿个碗出来 玄灵微吃的正香 听到苏南的话 不满地站起身来 走进厨房 道友要不要来尝尝 苏南抬头 看了一眼似空树的位置 淡淡地说道 他的话 让站在虚空中的司空树 心中一惊 明明这名青年的修为 只有到玄境 对方是如何发现自己的 尽管心中疑惑 但对方既然发现了 也没有必要再躲藏 如此便掏扰道友了 司空树刚落下来 玄灵微便从厨房内 走了出来 手中拿着一个碗 和一双筷子 看着出现的老者 没有说什么 将碗放在桌子上后 转身坐在了苏南身边 继续大口地吃了起来 道友 这是何物 我去的地方 也不算少 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 司空树也没有客气 坐了下来 指着桌子上的火锅 疑惑道 火锅 我家乡的一种美食 来尝尝 说着便示范给对方 如何吃火锅 他学着对方的样子 夹起锅中的一块肉 放入了口中 轻轻咀嚼了一下 肉片入口即化 进入到腹中后 一股辛辣的口感 在口腔内爆炸 接着他便感觉到 这股辛辣的感觉 顺着他的喉咙 进入到了体内 体内的灵力 竟然随着这股辛辣感 变得滚烫起来 隐隐有燃烧的迹象 心中一惊 接着他便感觉到 灵气中的杂质 正在一点点地被去除 这股辛辣感 如同火焰一般 不断断烧他的灵力 而灵气中的杂质 随着不断断烧 顺着毛孔 化作汗滴 排了出来 仅仅只是吃了一口 体内就有一种 莫名的轻松感 好东西 他忍不住感叹道 到了他这种修为 体内的任何一丝变化 都能十分清晰地感觉到 道友这是何物 竟然有如此的效果 第135章 瞎说什么大实话 司空树仅仅只吃了几口 就感觉到体内的灵力 仿佛被净化了似的 眼神中露出震惊之色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仅仅是一些食物 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功效 这个东西叫火锅 你这么大年纪了 连这么都没吃过吗 玄灵威看了一眼对方 嘴里嘀咕道 让这位小道友见笑了 老夫确实没有吃过 如此神奇的东西 竟然能够净化体内的灵力 司空树原本夹着羊肉的筷子 停顿了一下 干笑了一声 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 活了这么多年 第一次被一个小丫头给鄙视了 脸上多少有些挂不住 苏南笑笑没说话 接着拿出一瓶二锅头 拿出两个酒杯 将其中一杯放在了对方面前 道友 请 多谢道友 司空树也没有拒绝 饭都吃了 也不差这一口酒 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酒刚入肚 他的体内宛如燃起熊熊烈火 和刚才吃的火锅一样 不过火锅燃烧的是体内灵力的杂质 而这团火焰是在燃烧他的经脉和五脏 紧接着 一丝丝的汗液从他的毛孔内一出 这些汗竟然都是灰色的 咦 四生 一点不讲究卫生 你多久没洗澡了 玄灵薇看着对方胳膊上流出的灰色物质 有些嫌弃的说道 他的话 让司空树再次尴尬起来 就连他自己都开始自我怀疑 伸开胳膊 歪过头想要闻一下 一股刺鼻的味道 钻入了他的鼻孔中 难道真的是 自己太久没洗澡了 出的汗 怎么都是灰色的 正在疑惑的时候 体内的这团火焰 缓缓熄灭 嗯 心中再次吃惊 随着体内这股能量消失 浑身一股莫名的轻松感 尽管只是一丝丝的感觉 但到了他这个境界 身体内的每一个细节 他都能清晰地感知到 经脉内的灵力运转 竟然比之前快了一丝 多谢道友的酒 想到刚才喝的这一杯酒 连忙起身 对着苏南行礼 感谢道 身体排出的这些灰色物质 他运转灵力 直接将其在皮肤表面 湮灭 不必客气 来者是客 苏南摆手 示意对方继续吃饭 玄灵威则不管这些 加起肉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嘴巴都塞得满满的 司空树原本还不好意思 毕竟自己是来这里 找天眼宗麻烦的 但是这个火锅实在太好吃了 手上加菜的速度 也逐渐加快了起来 苏南则时不时地 给对方倒一杯酒 这种东西 苏南只是尝尝味道 而剩下二人 则不一样 宛如饿死鬼头胎一般 桌子上几大盘的肉和蔬菜 不到一刻钟 全部被他们消灭干净 格氏说 我要喝可乐 玄灵威满意地打了个宝格 开口说道 苏南摇头一笑 拿出一瓶可乐 递给了对方 司空树擦了擦嘴上的油渍 多谢道友款待 我偶然间得到一些茶叶 不是什么好茶 道友还请不要嫌弃 说着 从身上拿出一个精致的紫色小盒 打开后 一股清新的味道弥漫出来 再次从身上 拿出一个精致的茶壶 从小盒子 取出一小撮茶叶 小心翼翼地放进茶壶里 苏南见状 拿出一瓶矿泉水递给对方 然而他却没有接 反而从身上拿出一个小瓷瓶 打开瓶子 小心翼翼地将瓶子内的液体 倒入倒茶壶内 这个是我偶然 从一个朋友那里得到的灵泉 只有这种上等的灵泉 才能将茶叶的味道 完美激发出来 一边倒入灵泉 一边对苏南解释道 这个是误道茶 普通的水 无法将它的效果 完全发挥出来 说完 他只见冒出一撮火苗 茶壶零块粒 出现在火苗的上方 没一会儿 茶壶中的水便沸腾了起来 他再次拿出三个茶杯 这个茶壶中的茶水 刚好到三杯 一杯放在自己面前 剩下的两杯放到了对面 感谢道友的款待 一杯误道茶 聊表谢意 弄完这一切后 举起茶杯 缓缓开口说道 就放了几片茶叶 我以为是什么好东西 原来是误道茶 也好意思拿出来 玄灵威听到对方的话 眼神中闪过一丝失望之色 小声地嘀咕道 刚才看到对方的动作 他真以为是什么天才地宝 一听是误道茶 顿时有些异性阑珊 凌威 不得无礼 对方嘀咕的话 苏南自然听得一清二楚 小声呵斥了一句 司空术摆摆手 正准备说什么的时候 就听到他再次开口 瞎说什么大实话 人家已经拿出自己最珍贵的东西 来感谢我们 虽然我们天天顿悟 不需要这些东西 但也是人家的一片好心 快去给人家道歉 知道了 是说 玄灵威低着头 低声说道 接着扭头 与其十分愧疚地说道 对不起 这位前辈 刚才我不该说实话 虽然你的误道茶 在我们天眼中 连狗都不喝 但还是谢谢你 司空术张了张嘴巴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小丫头道歉的态度是很好 但他妈你听听 这话是人说的话吗 什么叫狗都不喝 还有眼前这位青年 什么叫瞎说什么大实话 小丫头不懂事 不要和他一般见识 同言无忌 多谢道友的茶 苏南连忙打圆场 将手中的茶杯端起来 就要喝 道友 我承认刚才你做的饭确实很独特 效果也很神奇 但是误道茶 可不是你们口中的普通茶叶 这种误道茶 能够提升人的悟性 喝完后有很大的概率 能够让人进入到顿悟状态 这种东西 在外面 随便拿出一些 都让其他修饰 争得头破血流 对方的话 让他脸色有些微变 语气也不再像之前 那般温和 端起手中的茶杯 解释道 师叔 他真可怜 连塔山都不知道 要不你拿一根给他尝一下 怪可怜的 玄灵威拉了拉苏南的袖子 小声的说道 司空树 合着自己刚才解释了半天 对方是一句也没听进去 心中顿时 有些恼怒 哦 听这位小道友说的塔山 效果比误道茶还好 可否拿出来 让老夫看看 第136章 该死的林天雄 小丫头的话 还请道友不要放在心上 苏南连忙解释 他并没有打算炫耀什么 玄灵威的话 虽然说的是实话 但他已经过了那种 装逼打脸的年纪 对于这人的话 丝毫没有放在心上 道友不必谦虚 既然有比误道茶更好的东西 拿出来也让老夫见识见识 司空树看到对方推辞 心中笃定 这个小丫头就是胡说八道 再次开口说道 那 这个就是塔山 难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玄灵威见到苏南 并没有拿出塔山的意思 他直接从身上拿出一个塔山 放在了对方面前 苏南有些疑惑的 看着这根塔山 塔山这种东西 因为有副作用 宗门内的弟子 都已经不再使用 这小丫头 是从哪弄来的 这就是你们口中的塔山 司空树拿起塔山 仔细地端向了一下 并没有看出 有什么特别之处 你不会连这个都没见过吧 我们东玉的修士 几乎都在抽这个 看到对方并不认识 他再次开口问道 这东西 如何能够与悟道茶相比 说着 将手中的塔山 放在了桌子上 眼神中带着一丝不屑之色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连塔山都不认识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玄灵威直接说道 司空树半信半疑地 再次拿起塔山 看了看苏南 见对方没有说话 心中更加打鼓 端起茶杯 把里面的茶水一口喝完 喝完茶 脸上还露出一副 很享受的样子 接着便拿起塔山 就要将将其放入茶杯中 你不会是打算泡吧 玄灵威看着对方的操作 好奇地问道 难道不是泡 他将使用的方法 告诉对方 对方将信将疑地 将塔山一端放进口中 手指搓出火苗 点燃后 深吸一口 四 呼 从口鼻中 冒出一股白烟 他整个人 进入到了一种玄妙的状态 紧紧一口 就让他 进入到了顿悟状态 任何人第一次 使用塔山的时候 都是这种状态 效果出奇地好 几乎百分百 进入到顿悟状态 见到对方的样子 玄灵威知道 他已经进入到了顿悟状态 等了半天 这人还没有苏醒 师叔 看他修炼 好无聊 苏南看了看他 什么都没有说 大约过了一个多时辰 司空术 才结束了顿悟 当真神奇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让道友见笑了 多谢小道友的东西 请问这个东西 价值多少 我给你零食 这等珍惜之物 实在受之有愧 睁开眼的后 直接对玄灵威行李 语气十分的客气 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怒意 怎么样 我没骗你吧 说你的物道茶 在我们天眼中 连狗都不喝 这下 总该信了吧 他看着对方的态度 一脸得意地说道 确实如小道友说的这般 物道茶语之相比 简直云泥之别 没有任何可比性 老夫很是惭愧 还请小道友说个价格 我知道这种东西 乃是无价之宝 但 司空术此时的态度 十分的谦虚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竟然让一个小丫头 给上了一颗 算了 一根塔山而已 你要感谢 应该感谢师叔 这都是师叔 炼制出来的 你刚才吃的饭 都是师叔特制的调料 对修行很有帮助 我们宗门内的弟子 做梦都想吃上师叔 亲自做的饭 你占了大便宜了 还有你喝的酒 起码也要拿一名 到前宫的弟子 才有购买的资格 他可是能够取出 体内的单独 哼哼 玄灵威一副 小大人的模样 说教导 听到单独两个字 他心中再次震惊 当才喝酒的时候 就感觉到 身体莫名的轻松 原来排除体外的灰色物质 是单独 世界上竟然还有这种 能够驱除单独的东西 实在让他大开眼界 忽然想到之前 遇到的天眼宗两名弟子 他们的对话中 每个弟子 每个月都要吃够多少丹药 心中原本十分的不屑 看不起这个天眼宗 此时忽然明白了过来 人家宗门内 有这种 能够驱除单独的东西 就算把丹药当饭吃 也完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难怪人家敢如此 也难怪他遇到的宗门弟子 修为都是非常的高 有这种酒 一切都解释得通吗 接着又想到 刚才对方说的 一名到乾宗的弟子 才能获得一个购买的名额 难怪这个宗门感 和对方作对 到乾宗的人 还要向他求助 人家有这种东西 自然不会惧怕到乾宗 这种东西 任何修士都无法抵挡诱惑 想到这里 他看苏南的眼神 都变得有些不同 多谢道友的款待 以后若有用的到老夫的地方 尽管开口 他十分客气地说道 一顿饭而已 不必如此 对了 道友还没有说 你来我们天眼宗所为何事 苏南摆摆手 别有深意地看了对方一眼 开口问道 呃 司空术一时语色 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你不会是来我们这里 打听关于清玄阁的 悬赏任务的事情吧 正当他不知道 该说什么的时候 玄灵威忽然开口 呃 对对对 我闭关出来 听闻贵宗有悬赏任务 所以前来看看 他连盲接口说道 苏南看着对方 自然知道对方的话是假话 但是也不点破对方 小家伙 听说你弄出了什么好吃的东西 在那呢 这时候 忽然从远处 飞来树到身影 人还没到 声音先传了过来 司空术听到说话声音后 朝着远处看去 这一看不要紧 来了七名修士 身上穿着的 全部是天眼宗的道袍 而且这七人的修为 全部都是归玄境 刚才说话这人的修为 是归玄境七重 其他都是三四种的样子 心中大害 天眼宗的强者 竟然有如此之多 马德 林天雄这是在坑他 传信给他说的时候 直说天眼宗内 最多有两位 归玄境一众的强者 这特么哪有一众的 这七重的归玄境强者 就算自己 都不是人家的对手 该死的林天雄 是要坑死自己吗 王八蛋 你给老夫等着 心中恶狠狠地想到 已经将对方的祖宗十八代 都问候了一遍 书族怎么都来了 你们不打麻将了 苏南看着白礼荣 打去道 第137章 我不抽 自从把麻将拿出来后 这些人几乎每天 都围着麻将桌 谁也不离开 他们的修为 也在多次打麻将中 不断地吸收 大道规则气息 如同坐火箭一般 嗖嗖地提升 总要给那些后辈 一些机会 不能只顾着 我们这些老家伙修炼 白礼荣笑呵呵地说道 还不是因为你打牌输了 将我们所有人都连累了 另一位老者 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你好意思说我 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 他瞪了一眼刚才吐槽的老者 恶狠狠地说道 关我什么事 我让彪打八万 你不听 说了怪我 老者再次嘀咕道 要不是你在一旁 一直碎嘴 我怎么可能打错牌 您想了我的发挥 白礼荣淡淡地说道 嗯 你大 你说了算 最终这名老者认怂 不再和对方争论 其他几人 更不敢多嘴 这里就刚才说话的老者 和对方是平辈 剩下的人 都要低上一倍 一旁的苏南看着几人 没敢插话 司空树听的云里雾里 明明每一个字分开都能听得懂 为什么组合在一起 完全不知道说的什么 师祖 刚弄的火锅 要不要尝一下 苏南指了指桌子上的铜锅 打断了几人的争论 火锅 好 老夫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东西 几人看着桌子上 摆着的奇形怪状的东西 诸位师祖稍等一下 我去给你们重新做 苏南说着 转身离开了这里 司空树此时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这位道友 你是 这时候 这几人看到了 站在一旁的司空树 白礼荣开口问道 他感应到对方的修为 归旋径 不过境界有些低 来天眼中的归旋径强者 他几乎都认识 面前这人 有些眼神 呃 我是来找苏道友的 司空树不敢拖大 眼前这些人 可是哪一个都不比他弱 甚至比他修为高的 也有好几人 想必也是为了 清玄阁的那几样东西吧 白礼荣说着 从身上拿出一包玉玺 从里面抽出一根 递给了对方 他看着玉玺 愣神了一下 随即接了过来 你这也太小气了 为什么没有我们呢 剩下的几人 看到只给了对方一根 自己嘴里叼着一根 并没有给他们几人的意思 顿时不满道 你们自己有 抽你们自己的 宗门也不富裕 我难道舔着老脸 天天找小家伙拿吗 他瞪了几人一眼 淡淡地说道 司空树将手中的烟点了起来 一口吸进去 一股奇异的能量 钻入体内 紧接着 这股能量在他的体内 游走一圈后 直接进入到了他的石海内 石海内是一朵金色莲花 莲花中心盘膝 坐着一尊小人 这是他的神奇 这股能量 在进入到他的石海后 神奇竟然有些躁动 张口一吸 这股奇异的能量 便钻入到了神奇的体内 他脸上竟然出现了 个人性化的表情 好像十分地舒服 盈盈感觉便强了一丝 由于摄入的奇异能量太少 就连司空树本人 都以为是错觉 这股奇异的能量中 竟然蕴含了一丝 让他十分熟悉的东西 神性气息 心中一震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竟然蕴含着神性气息 要知道 任何蕴含神性气息的东西 无疑不是天地之宝 但是对方眉头都不皱一下的 给了他一根 而且 看着似乎这种东西 在他们天眼宗很是常见 这天眼宗当真深不可测 从来到这里 看到的每一样东西 都让他的心不能平静 就这样一个宗门 道乾公还想着跟人家作对 难怪那么多的宗门 都拼了命的 要去找道乾公的麻烦 他此时都有些心动了 甚至此时都想着 马上去中狱 抓几名道乾公的弟子 只要能兑换到手中的这个奇物 与他们为敌又能如何 手中的玉璽 已经不自觉地燃烧殆尽 他的神奇 真的变强了一丝 虽然只有微弱的一丝 不仔细感应 根本感觉不到 但这也足够让他震惊的 要知道 这才抽了一根 如果每天能抽上几根 要不了多久 他必然能够突破 想到这里 心中有些火热 天眼中的几位老祖 嘴里都叼着玉璽 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 师祖 这就是火锅 这个是蘸料 只见苏南将弄好的火锅 再次放在桌子上 对几位介绍道 这个是配菜 肉类 吃的时候放到汤里 烫熟后就可以吃了 接着又告诉了对方 该如何使用 随着锅内的汤底开始沸腾 香气开始弥漫 几位嘴里叼着烟的老者 狠抽了几口 便将还剩下一小节的烟 丢在了地上 纷纷来到桌前 拿起碗筷 就要动手 嘶 这东西好辣 吃起来莫名的带劲 小家伙 我有时候都怀疑 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 竟然能够研制出这种东西 我竟然感觉到灵力 被净化了一丝 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 当真神奇 这几人边吃 边赞叹道 然而司空树并没有看着几人吃饭 他目光一直盯着地上 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那里是刚才这几位老者 留在地上 还没有抽完的烟头 太浪费了 马德 这群人怎么能这么做 这么好的东西 他们竟然不抽完 直接扔了 强忍着巨拣的冲动 忍不住吐槽的 简直爆天天物 爆天天物 他心中竟然生出了强烈妒忌之意 天天能够抽这样的东西 还能吃火锅 这个火锅更是不简单 他刚吃完 体内的灵力 竟然被净化了百分之一 要知道 到了他现在的这个境界 仅仅只是一顿饭 就能净化百分之一 已经找不出任何词来形容了 即便是天才地宝 恐怕也只是这个效果 这简直就是神仙般的生活 一直盯着地上的烟头 眼睁睁地看着一点点的燃烧 马上就要燃烧完了 他的心在滴血 道友 要来一起吃一口吗 白礼容看到对方 一直盯着这边 于是开口问道 呃 我不抽 就是觉得有些浪费了 他的话 让司空树猛一回神 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被人发现了一般 连忙摆手 其实 他根本没有听到对方说的什么 嗯 白礼容脸上出现几个问号 这人咋了 第138章 西凤九 司空树随即反应过来 脸上尴尬之色 一闪即逝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吃 我刚到这里的时候 这位道友就邀请我了 我后颜吃过了 连忙再次对几人解释道 白礼容点点头 也不再说什么 自顾自的吃了起来 师伯 这是我最近研制出来的好酒 你们要不要尝尝 苏南看着几人吃得津津有味 再次开口说道 哦 又有新品种了吗 其中一位老者 听到后 眼睛一亮 连忙追问 研究出来了一种新品种 不过效果不知如何 所以请几位老祖品尝一下 他说着 从身上拿出一个透明的玻璃瓶 有十几公分高 上面写着三个字 西凤九 这个是前两天 系统提示 他有商品可以升级 至尊版二锅头 升级出来的新酒 花费了他足足 一千五百万的零食 这几人也不客气 接过来酒 打开后 一股和二锅头 完全不同的酒香 缓缓飘出 就连一旁的司空树 都忍不住多吸了一口气 仅仅只是味道 就让他们体内的血液 隐隐躁动 只是味道 就让我有种 想要喝下去的冲动 另一位长老 深吸一口气 忍不住感叹道 其他几人同样点头 拿起酒瓶 一人倒了一小杯 白礼容最先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刚一入肚 他便感觉到了 和二锅头的不同 二锅头是提升零根 至尊二锅头 是驱除体内单独 这个西凤九则不同 进入到腹中 便化作一道 极其霸道的能量 瞬间融入到四肢百骸 他们体内的气血 争先恐后地吸收这股能量 随着吸收 体内的气血开始燃烧 连带着他的骨骼 都好似在断烧一般 不过这股能量来得快 去得也快 一刻钟的时间 体内这股酒的能量 消耗殆尽 司空树心中 再次掀起惊涛骇浪 虽然他没喝 但是刚刚他注意到 这几人体内 突然多了一股 极其霸道的能量 这能量出现的瞬间 竟然让他产生了一丝心境 这究竟是什么酒 仅仅一小杯 就让他产生了心迹之感 哈哈 好酒 我竟然感觉到 骨骼和气血 被断烧提传了一般 仅仅一小杯酒 体质隐隐有了一丝蜕变 白礼容睁开眼睛 眼神中同样是吃惊之色 他的感受最深 到了他这个修为 灵力不断地淬炼着身体 可以说 他的身体 已经被灵力淬炼了无数遍 已经达到了归旋径的巅峰 但仅仅一小杯酒 竟然让他的体质 再次获得了提升 这还只是一小杯 如果长期使用 岂不是率先能够肉体化胜 想到这里 更加的激动 其他几人自然也想到了这个 眼睛死死地盯着这瓶酒 司空树听到后 已经彻底麻木了 特么的 这天眼宗 究竟是个什么鬼宗们 他甚至都开始怀疑人生 难道真的是 已经和这个世界脱节了 什么时候喝的酒 都有这种效果了 还能让体质产生蜕变 在他愣神的时候 这几人已经争先恐后地 将一瓶西凤酒给瓜分干净 火锅更是吃得连汤都不剩了 小家伙 这种酒 倒玄境以下 禁止使用 我怕他们的身体 承受不住这酒内的霸道能量 总感觉这股霸道的能量 有些熟悉 但又一时想不起来 白礼容吃饱喝足后 点燃了一根烟 缓缓说道 苏南自然也感觉到了 这酒蕴含的霸道力量 当即点点头 表示自己明白 几人吃完后 一人给他一个储物袋 你研制这些东西 定然花费极大 这些是给你的研制经费 过段时间 我将咱们宗内的几个零食矿脉 全部给你弄完 他们交代了下 转身离开了清旋风 苏南打开储物袋 每一个储物袋内 都有一千多万的零食 这群师祖是真有钱啊 他忍不住感叹道 感觉每次他们随手一丢 就是几千万的零食 司空树眼睁睁地 看着几人把酒喝完 又看到地上的烟头 燃烧殆尽 他感觉无比的心痛 道友 刚才他们抽的那个 你们天眼宗出寿吗 看着站在一旁的苏南 缓缓开口问道 师祖他们抽的烟 我们宗门内也不是很多 需要拿到前宫的弟子 来这里 才能兑换购买的名额 不过有塔山 就是之前那个小丫头给你的 这个可以购买 他从身上拿出一包塔山 放在对方便前 这个多少零食 看着塔山 司空树眼睛一亮 虽然不如刚才那人给他的 但这个塔山他尝试过 比物倒茶的效果 可是好太多了 这个一根两百零食 一包两千 给我两两包 随即从身上拿出四千零食 递给了对方 接过来塔山 着急忙慌地打开后 拿出一根 叼在嘴里 抽了起来 道友 那个玉西 除了拿到前宫的弟子 来兑换外 没有其他途径了吗 司空树 长长地吐了口烟 再次不死心地问道 目前是这样 你也知道 我们宗门实力弱小 独自一宗 没有办法与其对抗 也只好出此下策 但凡我们有其他办法 也不会将玉西拿出来 毕竟怀必其罪的道理 苏南开门见山地说道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阳谋 你们要想抽玉西 想要突破龟玄境 那就乖乖地 用道前宫的弟子来换 要么谁也别抽 要么就按照天眼宗的规矩来 毕竟宗内的龟玄境强者 不是赤素的 想要硬闯 首先要掂量一下自己的实力 即便能够打过 也得不到 天眼宗很早就说明了 想要抢夺 大家就玉石俱焚 已经尝到甜头的那些势力 自然不肯放弃这些东西 没尝到的 自然不甘落后 这个宗门去了 我没去 那以后 岂不是要在他宗门前 抬不起头 这些人都心知肚明 整个大陆 只有这一个宗门 能够炼制出这些东西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他们这些人都有了烟影 一天不抽浑身难受 他们现在连灭天眼宗的想法都没有 而且谁敢与天眼宗作对 他们第一个不同意 万一人家急了 不给提供了 那才是真正的玩犊子了 这种烟影 不论什么修为 都无法抵制 第139章 单格的画饼 司空树在苏南的带领下 参观了一下清玄阁 这里的东西 每一样都闻所未闻 让他大开眼见 随便一样东西 拿出去 都是修士争抢的存在 离开天眼宗后 直接朝着中周而去 清玄阁的东西 让他也有些心动 到前宫内 公主 我们宗门护山大镇的西北角 已经被人撕开一道口子 守卫在那边的弟子 损失了数十位 公主 宗门护山大镇的东南角 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损失了十多位弟子 公主 护山大镇的东北角 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此时的林天雄 已经有些心烦意乱 不断有弟子 向他汇报外面的情况 好在道前宫的护山大镇 比较强悍 撕开的口子 用不了多久 会再次封闭 也正是因为这个 才没有彻底被攻破 外面的势力 与他们打起了游击 甚至有许多阵法师 专门寻找到 前宫护山大镇薄弱的地方 只要撕开一道口子 抓走后便急速从猎口处离开 根本不给道前宫反应的机会 宗门之大 不可能每一个地方 都有高手把手 而且 外面的这些势力 从来不贪 建好就收 有的地方撕开一道口子 仅仅只抓了一名弟子 便离开 从不练战 更不会与他们硬碰硬 这些被抓的弟子 第一时间被传送 回了东域这边 公主 丹阁长老想要见你 一名弟子从外面走了进来 公身行礼后 开口说道 哦 莫非是研究出炼制之法了 请他进来 林天雄听到后 原本阴沉的脸色 瞬间消失不见 连忙吩咐道 是 没多久 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 走了进来 见过公主 苏长老不必多理 丹阁那边是研究出炼制之法了吗 他摆摆手 急切地问道 已经有了一些头绪 不过样品已经使用完 我来此 便是想要再要一些样品 被称作苏长老的老头 摇摇头 缓缓说道 林天雄听到 并没有研制出来 脸色再次阴沉起来 只要再有一些样品 保证能够研究出来炼制之法 我们把玉璽中间的那种黄色物质 剥离出来后 通过逆向推理 这种黄色物质的制作之法 已经有了一些眉目 但是样品实在有些稀守 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实验 看到对方脸色有些难看 这位苏长老连忙补充道 他有些无奈 这种样品 都是用他宗门内的弟子去兑换的 虽然做得比较隐秘 可一旦被人发现 暴露出来了 恐怕不用外面的势力攻击 他们宗门自己率先瓦解了 公主 我们单格通过研究发现 玉璽中的黄色物质 是一种复合灵药 经过了一种特质的灵液 浸泡后 才让其有了独特的功效 而里面的灵药成品 我们已经分析出了一大半 如果能够 将其中使用的灵物 全部逆推出来 我们便能马上炼制此物 我们还在其中发现了 神经碎屑的痕迹 不过对方的炼制之法 十分的奇特 竟然能够将神经碎屑 完美溶倒到灵物中 在燃烧的时候 神经碎屑与那些黄色灵物 如同炼丹一般 混合在一起 进入到体内 这种白色烟雾 极其容易吸收 我们因掌握了一丝炼制之法 只是没有了样品 无法再次研究 苏长老看到对方不说话 从身上拿出了一个小瓷瓶 瓶中倒出来一些黄色粉末 将粉末递到对方眼前 再次开口解释 这些其实就是浴溪烟内的烟丝 被它们研磨成粉 好 我再想办法 给你弄一些样品 灵天雄伸手捏起一些黄色粉末 放在鼻子上 闻了闻 确实有一股奇特的香味 再加上对方刚才的解释 让他心中有些异动 看来丹阁确实快要研究出来了 脸色略微好转了一些 答应了对方的请求 多谢公主 请公主放心 只要有足够的样品 我们很快就能够研究出来 这些东西的炼制之法 到时候 我们宗门必然会成为天云大陆上 最顶尖的存在 苏长老是懂画饼的 见到对方答应后 他连忙信誓旦旦的保证到 只要我们研究出来这种炼制之法 咱们到前宫内 将会出现大量的归旋径强者 到时候 别说外面的这些势力 即使是整个大陆的修饰 都要看我们的脸色 弹指尖 灰飞烟灭 我知道公主心软 不忍心将自己的弟子 送到对方宗门 所有的成功 都要经历无数次的实验 高风险才有高回报 而且 被用来兑换玉玺的弟子 都是对我们宗门有二心之人 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 将对咱们有二心之人 全部清理掉 将来宗门内 所有的长老和弟子 都会记得公主的付出 您背负的是 我们宗门的未来 接着这位苏长老 再次扑爱起对方 不但给对方画饼 还会扑啊 林天雄听完后 终于下定了决心 苏长老 你先回去 我会尽快让人 把样品给送来 咱们宗门的未来 就靠你了 公主放心 我等定将竭尽全力 在苏长老离开后 他换来一名长老 去将宗门内 那些修为低 天赋低的弟子 挑出五十名 通往剑阁那边 让他们去天眼宗 兑换一些玉玺过来 刚才苏长老的话 让他也想通了 这些修为低 天赋低 在宗门内混日子的弟子 与其便宜了外面的那些势力 还不如让他们最后 为宗门发光发热一次 毕竟到前宫的名头 很是响亮 许多散修 或者家族弟子 都是慕名而来 数万名的弟子中 有一少半 都是在宗门混日子的 是 公主 而这位长老 没有丝毫犹豫 之前就是他挑选的弟子 之前私吞的两根玉玺 早已经被他抽完 正想着该如何 再去弄一些过来的时候 就接到了这样的命令 当即满口 答应了下来 剑阁内 剑宗主 这里是八十名弟子 你去与天眼宗交易 剑阁禁地的传送祭台上 密密麻麻的弟子 堆成了山 全部都是昏迷了过去 第140章 特制玉玺 剑一鸣 看着面前堆成山的 道前宫弟子 陷入了沉思 这特么道前宫 是想要做什么 日子不过了 家大业大的人 果然就是不一样 弟子随便用 前辈 这是 剑一鸣 看着面前成堆的弟子 咽了口口水 有些忐忑地问道 他也不傻 这么多的弟子 如果是眼前这位 长老私人的行为 那他还真不敢 直接将这些弟子 去天眼宗兑换玉玺 平时偶尔坑几名弟子 小打小闹 对方也不会觉察 但是如此大量的弟子 他要是带到天眼宗 去兑换一些东西 到时候 被道前宫的公主知道了 他吃不了兜着走 到时候别说他 即便是剑阁 恐怕也会陷入危机 这是我们公主的意思 将这些弟子 拿去天眼宗 兑换东西 这些都是 对我们宗门有二心之人 你大可放心 这位长老说着 还从身上取出一个令牌 这个令牌 正是道前宫公主的令牌 令牌是为了证明 是公主的命令 他自然明白 对方的疑惑 直接开口解释道 这个储物袋内 是两百万零食 用来购买那些东西 同时还从身上 拿出一个储物袋 丢给了对方 是 晚辈这就去做 公主需要如此多的玉玺 是打算做什么 建一鸣 有些脑抽地问了一句 问完就后悔了 这种事情 人家怎么可能对他说 问这么多做什么 不敢问的不要问 知道太多对你不好 果然和他想的一样 这位长老冷哼一声 呵斥道 晚辈之错 他连忙道歉 你只管去做 到时候少不了你的好处 是 晚辈这就亲自去 看着面前八十名道 乾坤弟子 他有些犯愁了 这种事情 定然是知道的人 越少越好 脑海中灵光一闪 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伸手一挥 凌空托起 八十多名昏迷的弟子 转身离开了境地 同时 伸手打出一个法诀 这是一个小型隐匿阵法 用来屏蔽到乾坤宫的弟子 来到境地外 寄出非洲 将这些弟子 全部放在了非洲内 这是一艘小型的非洲 这八十名弟子放进去 已经色得满满当当 剑阁的其他长老 看到非洲后 纷纷上前询问 但见一鸣根本不给 对方说话的机会 化作一道流光 急速而去 这把玄军朔 都给惊掉了下巴 本来还好奇 对方为何会驾驭 非洲前来 当看到上面 密密麻麻的到乾坤弟子后 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了 别人都是一个 两个的送过来 这家伙 直接整了一非洲的人 一鸣兄 你不会将到乾坤给端了吧 这不是我来兑换的 我只是跑腿的 至于其他的 你别问 问了我也不会说 你就说 能够兑换多少玉席 建一鸣摆摆手 开门见山的说道 一鸣兄 你稍等 这种事情 不是我能决定的 我去问一下我师殿 玄军朔从身上 掏出一根力群 递给对方后 转身离开了这里 清玄风上 苏师弟 这事定然有蹊跷 恐怕是到乾坤 故意安排的 只是不知道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他把自己心中的疑惑 说了出来 苏南听后 也有些疑惑 道乾坤这是打算做什么 难道打算批量制造 归玄境的强者 会不会他们 也打算批量制造 归玄境强者 如果是这样的话 恐怕对方是 打算反击了 虽然建一鸣 没有明说 但是肯定 和之前那次一样 为道乾坤做事的 见到对方不说话 玄军朔再次开口补充道 容我想想 他摇摇头 心中也有些拿捏不准 系统 在吗 在 苏南换出系统 系统 能不能给我指定的玉席 或者其他眼中 加入一些东西 或者提升这些东西的副作用 加大烟影之类 宿主 可以花费额外的零食 将指定的商品 添加你想要的副作用 系统机械的声音 在他的脑海中响起 虽然他不知道 到乾坤 这么做有什么目的 但是这个商品 可是从自己这里 拿出来的 所以 不管对方做什么 他直接 从源头上做些文章 不管你们有什么阴谋 都会瞬间瓦解 我购买两包玉席 同时给这两包玉席 增加百分之一万的副作用 加大烟影 定 宿主 是否花费五十万零食 给两包玉席 增加百分之一万的副作用 加大烟影 我靠 五十万零食 你怎么不去抢 系统给出的方案 让苏南忍不住吐槽道 这儿八斤的一包玉席 才多少零食 这家伙 弄个山寨版的 竟然比正版 还要贵这么多呗 特么还有没有天理了 但是系统 却没有任何回复 是 最终还是咬咬牙 选择了是 宿主花费五十万零食 特制玉席制作成功 已放入系统背包 十点 要不我 去给对方打发走 咱们不对换他呢 看到许久不说话 玄军硕开口说道 不必 师兄 你将这两包玉席给对方 还有 如果对方还要买其他商品 记得一定要找我来拿 苏南从系统背包里 取出了两包玉席 递给对方 玄军硕点点头 转身离开了这里 再次来到天眼店的时候 将两包玉席递给了对方 玄兄 怎么只有两包 这可是八十名弟子 看着手中的玉席 建一鸣脸色有些不悦 这四十根 他怎么吃回扣 本来还打算吃一些回扣 一鸣兄 我们清玄阁也没有多少了 你这样跟进货一样 而且这些是谁兑换的 你不说 我也清楚 你懂得 玄军硕无所谓的说道 他没有把话说明 建一鸣无奈的交出了零食 他心里也清楚 能够让他兑换玉席 已经很不错了 可能对方还是 看在他的面子上 也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吃不了回扣 就依旧在想办法 想到这里 他再次提出购买了几包塔衫和二锅头 不过这几包塔衫和二锅头 玄军硕也是找苏南拿的 自然也是花费零食 让系统给加了一些料 两人交易完成后 建一鸣急匆匆的离开了这里 他只留下了两包塔衫和两瓶二锅头 剩下的全部交给了到乾宫的长老 对方看着手中的物品 并没有多说什么 转身消失在了祭台上 第141章 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到乾宫内 公主 这是从那边弄来的东西 一共是25根 刚从剑阁那边送弟子的这位长老 从身上拿玉析 递给了对方 从这里拿十根 送到丹阁 让他们研究炼制这只法 林天雄拿出十根 递给对方 吩咐道 是 这人接过后 转身离开了这里 林天雄从烟河中抽出一根玉析 拿在手里 仔细观察 这么一根小玩意 竟然有如此的功效 嘴里嘀喃道 之前林峰从东玉那边带回来的塔衫 他试过一根 比悟到查好 但也没有到了让人疯狂的地步 但是 这种东西 竟然能让天雲大陆上 一多半的势力 全部聚集在这里 不惜与道前宫为敌 这是让他没有想到的 如果不是现在特殊情况 道前宫怎么会如此狼狈 拿起一根玉析 随手点燃后 吸了一口 瞬间一股飘飘欲仙的感觉 充斥在他的石海内 紧接着一股神秘的能量 也出现在石海内 这是 林天雄有些好奇 这股能量 竟然有些像神奇的能量 这股能量刚出来 他石海内的神奇 马上睁开了双眼 张口轻轻一吸 将这股能量 全部吸入体内 神奇明显感觉 变强了一丝 嗯 林天雄心中很是震撼 其内 果然蕴含着神性气息 而且还蕴含如此之多 难怪如此多的修饰 为之疯狂 果然有他的独特之处 一边感叹 一边再次抽了一口 不说别的 单单就这种 让精神放松 飘飘欲仙的感觉 就让人欲罢不能 更何况 还蕴含了神性气息 一边思考 一边抽着玉璽 脸上一副享受的表情 烟头烫到手指的时候 才反应过来 不知不觉已经抽完了一根 仅仅一根 他就明显感觉到 体内的神奇 强大了一些 将烟头丢在了地上 准备冥想一下 当才的玉璽 给他带来了诸多灵感 修炼上一些 想不明白的地方 也有了一些思绪 盘膝而坐 整个人瞬间入定 脑海中思绪万千 周围的灵气 急速地朝他汇集而来 这是进入了顿悟状态 平时一直无法 想明白的事情 此刻以一种 他无法理解的速度 迅速解决 石海中的神奇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强 灵天雄此时 有一种预感 这次顿悟结束后 他的修为 能够再次上升一个台阶 整个人 隐隐与大道贴合 他的神奇 从使海内飞出 出现在他头顶 在神奇出现的一瞬间 他感觉到大道规则 便出现在周围 似乎触手可得 心中惊喜万分 沉下心神 专心地吸收着 大道碎片中的能量 马上就要突破的时候 神奇忽然回到了石海内 整个人 也从顿悟中脱离了出来 之前获得的提升 也在此刻消失不见 整个人再次回到了 之前的状态 石海内的神奇 变得躁动不安 不断地传递出 一股强烈的欲望 似乎想要抽玉西 灵天雄想也没想 从身上拿出一根浴烯 直接点燃 深深地吸了一口 死 呼 一口下去 原本躁动的神奇 再次安静了下来 刚才进入顿悟的那种状态 再次出现 整个人变得异常亢奋 果然是个好东西 竟然能够将之前 未领悟完成的 接着领悟 心中赞叹道 灵天雄 给老夫滚出来 正在他打算继续顿悟的时候 忽然从外面 传来一道声音 死空树 这个声音 灵天雄非常熟悉 之前就是 他让对方去天眼宗找麻烦的 没想到对方竟然会来得这么快 嘴里呢喃了一句 接着便将手中 刚抽了几口的玉西掐灭 小心翼翼地放入储物袋内 刚做完这一切 死空树就走了进来 死空兄 别来无恙 灵天雄脸上露出了笑容 连忙上前打招呼 少在我面前假惺惺 你传信给老夫 说让老夫帮你去天眼宗 给对方找些麻烦 死空树看了一眼对方 冷声说道 我本打算过段时间 亲自登门感谢 没成想死空兄过来了 他似乎没有听出 对方语气中的冷意 脸上依旧带着笑容 感谢 灵天雄 你好样的 老夫与你有何仇恨 你竟然如此坑我 看着对方虚伪的嘴脸 死空树气不打一出来 死空兄 何出此言 灵天雄此时才听出 对方语气中不满之意 疑惑道 你之前是如何告诉老夫的 说天眼宗的事例是怎样的 见到对方装傻 死空树差点动手 还是忍了下来 沉声问道 他今天来这里 是有特殊原因的 不然就刚才进来的时候 就要和对方动手了 天眼宗 不过是东玉的一个小宗门 他们宗门内 最多一两位归玄境修士 而且全部是归玄境一众的修为 出什么问题了吗 此时的灵天雄 使海中玉西带来的神秘能量 让他反应有些迟的 好一个 最多一两位归玄境修士 老夫告诉你 东玉天眼宗内 我见到的就有二十位位归玄境修士 其中修为最强的一位是 归玄境九重巅峰 最低的也是五重 其他都是七重八重 你告诉老夫 这是你口中的小宗门 故意坑害老夫 你居心何在 真当老夫好欺负不成 要不是老夫修为高 拼死逃出来 恐怕明年的今天 就是我的忌日了 对方的话 直接让他怒了 司空兄 这中间定然是有什么误会 小小的天眼宗 怎么可能有如此多的归玄境修士 对方的话 让他有些猛逼 误会 好一个误会 司空树气急而笑 他对着外面虚空一抓 在大殿外的四名弟子 直接被他虚空抓来 师父 师父救我 这四名被他抓在手中的弟子 脸上露出惊慌之色 大声呼救 念在你我之间多年感情 这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 这四名弟子 我带走了 等你什么时候 给老夫一个合理的解释后 我便将你的四名弟子 归还于你 司空树不给对方解释的机会 一个闪身 直接消失在灵天雄的面前 司空兄 他此时有些猛逼 刚刚发生什么事 对方从近来到离开 总共不到二十戏 他真的是来找自己 要说法的吗 第142章 贩卖弟子 也是因为玉玺的原因 灵天雄的反应很是迟钝 从对方出现 质问自己 到抓着自己四名徒弟离开 总共没有说几句话 他此时心中还在疑惑 天雁宗真的这么强 不是说只有一两名归玄境修士吗 怎么突然这么多 二十名归玄境修士 还有一位归玄境九重巅峰的 其他都是七八重 特么的 什么时候归玄境的强者 跟大白菜一样了 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看着对方愤怒的表情 又不像是假的 从司空树进来后 他就看到对方的气息 十分不稳定 现在看来 对方应该是在天雁宗吃了亏 对方如今 有这么多的归玄境强者 难道是因为玉玄的原因 林天雄忽然想到 刚才抽玉玄的感觉 越想越有可能 对方能够炼制这种东西 宗门内的人 定然是一天十二个时辰 不停地抽 所以才能够有 如此多的归玄境强者 难怪这么多的势力 不去天雁宗抢这些东西 如果司空树的话 是真的 那么一切都解释得通了 显然这些势力 也不敢与天雁宗作对 而且人家有玉玄 自然而然会选择 与他们到前宫作对 不行 得让丹格加快研究炼制之法 这是唯一一个 可以与对方抗衡的办法了 想到这里 他心中就有一种莫名的烦躁 从储物袋内 拿出刚才没抽了几口的玉玄 再次点燃后 深吸一口 整个人瞬间冷静了下来 这种东西 就是好 天雁宗果然有他们的独到之处 竟然能够研制出这等好东西 嘴里弥喃了两句 接着便把刚才的事情 抛之脑后 整个人进入到了一种 玄妙的顿悟状态 享受着这种 飘飘欲仙的感觉 不只是林天雄 与间隔交易的这位长老 和林天雄交代完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去耽搁 而是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迫不及待地拿出玉玄 自己点燃上了一根 这种东西 能够增强十海内 神奇的强度 让他欲罢不能 正在吞云吐雾的时候 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李长老 在吗 外面传来了一位男子的声音 这位被称作李长老的人 名叫李松茂 他听到外面有人叫他 连忙将手中的玉玺掐灭 放入储物袋内 接着起身来到门口 缓缓打开房门 是本志兄 快请进 被称作本志兄的人 名叫于本志 是到前宫 更门的长老 到前宫 一共八门 分别为 前 坤 坎 梨 镇 训 更 对八门 对应八卦中的八个方位 于本志在门口 左右看了看 直接走了进去 李师兄 东西弄到吗 他进门口 迫不及待开口问道 师弟放心 师兄出马 自然手道青睐 李松茂拍拍胸口 自信地说道 接着便从身上 拿出六根玉玺 递给了对方 怎么只有六根 我可是从我根门中 抽出去二十名弟子 看着手中的六根玉玺 他有些不满地说道 师弟 这还是我极力争取的情况下 你应该也知道 咱们私自弄出去的弟子 大多数都是天赋低 或者修为低的弟子 这种弟子 在天眼宗 本就不受欢迎 人家要的是 咱们宗门的精英弟子 普通弟子 三名弟子 才能够兑换一根 而且还要花费两万零食 如果是精英弟子 一名弟子 就可以兑换一根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毕竟主动权 掌握在人家手中 看到对方不满 李松茂连忙解释道 先这样用 等下次 我们悄悄从其他门中 弄几名精英弟子过去 反正别人也不知道 现在 咱们宗门这么乱 正适合 我们浑水摸鱼 见到对方不说话 他再次开口 于本志点点头 算是接受了这个结果 师殿 你切记不可张扬 如果被公主知道了 咱俩吃不了兜着走 师兄放心 这事 我有份寸 必然不会被发现 接着 两人交谈了几句 于本志 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里 他离开李松茂的住处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 回到自己的住处 而且向着 另一个方向去 他同样来到 一名长老的房间内 怎么知道两根 我可是抽出了七名弟子 你也知道 咱们抽出去的弟子 都是天赋低的 于本志用同样的说辞 和对方解释了一下 这几人之前 就尝过一根玉玺 不然也不会如此胆大 私下贩卖宗门弟子 玉玺的诱惑力 让他们选择铤而走险 在他们看来 到前宫外面 众多势力 他们宗门能不能守得住 都是一个问题 既然如此 还不如便宜他们自己 即便被人发现了 也可以找借口说 被人抓走了 能够提升自身的实力 对于他们来说 才是最重要的 这几人拿到玉玺后 都选择第一时间 窝在自己的住处修炼 这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让他们欲罢不能 而司空树这边 他急匆匆的离开了到前宫 他之所以能够进来 是因为当初 林天雄给了他一枚宗门令牌 可以随时进入 不然 即便是他归玄境的修士 也不可能如此轻松的进入 也不知道这四名弟子 能兑换几根玉玺 我感觉再有十多个玉玺 修为定然能够再次突破 想到这里 他的飞驰的速度更快 除了到前宫后 祭出非洲 全身灵力注入非洲 以归玄境的修为 驾驭非洲的速度 根本不是普通修士 能够比拟的 眨眼功夫便出现在数千里之外 再去到前宫的路上 他就想着 该如何合理地抓捕 到前宫的弟子 原以为会扯皮许久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竟然能够如此简单地 抓捕成功 而且 还是名正言顺地抓捕 对方连反驳的理由都没有 此时 他已经打定主意 等到了天眼宗 兑换了玉玺后 便找个地方闭关 等过一段时间 对方找不到他后 再用这个理由 再次抓几名弟子 那么的 这个林天雄太抠了 竟然只有四名弟子在门口 嘴里吐槽了一句 再次加快速度 朝着东玉那边 急迟而去 第143章 这个烟盒是空的 公主 你这是 丹阁长老来到林天雄的住处 原本是想询问一下样品的事情 他已经望眼欲穿 之前对方便答应给他弄样品过来 结果等了两天 连根烟头都没看到 最终决定去找公主问一下 丹阁是道前宫内 一个极其特殊的地方 它并不属于八门中的某一门 而是一个独立的存在 进入公主的住处 都不用门口的守卫通报 对方刚进来 便看到林天雄侧靠在椅子上 嘴里还叼着一个玉玺 于是便发现了最开始的一幕 是少贤啊 我这是帮你一起研究这种东西的炼制之法 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里了 林天雄看着丹阁的长老 笑呵呵地问道 说着的时候 嘴里还吐出了一口白色烟雾 被称作少贤的便是丹阁长老 瞿少贤 一位极其强大的龟玄境八重炼丹师 到前宫内所有的高级丹药 全部出自他手 再到前宫内 是一位极其特殊的存在 这也是为何 林天雄见到对方闯入自己的住处 也没有发火的原因 有人说 但凡他分出四分之一的时间 用来修炼 现在恐怕已经是化圣经的强者 可见其恐怖的天赋 平时对所有的事情 都是一副淡漠的表情 但得知天眼宗出了一种奇物后 便一发不可收 每天都在钻研这种东西的炼制之法 公主 你之前说的样品 为何还没有送来 瞿少贤皱了皱眉头 看着对方嘴里的玉玺 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悦 我不是已经安排李松茂给你送去 他没有送吗 此时他作证了身体 再次开口 我在耽搁等了两天 并没有见到任何人送样品 瞿少贤摇摇头 放肆 这李松茂是活得不耐烦了 听到没有给送过去后 连忙一副愤怒的样子 开口骂道 少贤 你先回去 我马上让他给你送去 刚骂完 忽然看到对方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他手中的玉玺 连忙再次开口 想要将对方支走 不然恐怕自己手中的这根玉玺 都要保不住了 正好我过来 公主便将样品交流吧 瞿少贤指了指他手中还在燃烧的玉玺 又看了看一旁桌子上的烟盒 眼神有些火热的说道 好似下一刻就要铺上一般 林天雄条件反射一般 将桌面上的烟盒拿在手中 另一只夹着烟头的手放在了背后 随后似乎感觉有些不合适 我只有这么一根 而且还是快要燃烧完的 其中间的神秘物质已经被破坏 恐怕已经没有了研究价值 你看这个烟盒也是空的 说着把拿在手中的烟盒给对方看 当着对方的面将烟盒在手中捏了一下 接着又将手中的玉玺给掐灭后 像丢垃圾一样 连同烟盒一起丢在了角落里 对方随意扫了一眼烟盒 目光并没有停留 又看了看已经燃烧了一半多的烟头 目光在这上面停留了一下 似乎在想要不要去捡 由于片刻正准备向角落走去的时候 林天雄连忙将其拦了下来 少贤 我们有新的 我都交给了李松茂 我马上让他与你送过去 何必在这个已经没有任何价值的废品上 浪费时间 公主说得也对 既然有 那我回去等着 瞿绍贤点点头 艰难地将目光从地上那少半只的烟头磨开 这就对了 你先回去 我这就去找李松茂 说完就要往外走 对方也跟着走了出去 见到瞿绍贤起身离开后 林天雄长长地出了口气 呼 好险 马德 我可是公主 怎么感觉和做贼似的 嘴里嘀咕了一句 接着抬头看了一眼远处的弟子 示意对方过来 公主 有何吩咐 这名弟子来到他身边 弯腰行李后 十分恭敬地问道 你去通知李松茂过来 本座有事找他 是 待这名弟子离开后 他左右看看 确定没有人后 回到自己的住处 第一时间走到 之前丢烟头的角落 接着将地上的烟头 捡了起来 又把一旁 被他捏扁的烟盒 也捡了起来 接着伸手 从烟盒内 抽出一根 皱皱巴巴的玉玺 还好还好 没有断 嘴里嘟唠了一句 接着便将这根烟 放回了储物袋内 以后 绝对不能把烟盒 放在外面 太危险了 差点将我的宝贝 给弄断了 连他自己都没有发现 他看玉玺的眼神 都不一样了 又将他当才掐灭 没有抽完的 少半根玉玺 随手擦了一下 过滤嘴处 接着叼在嘴里 点燃 深深的吸了一口 然后 他整个人 都放松了下来 再次斜靠在椅子上 眼神变得有些迷离 李松茂嘴里 叼着玉玺 已经把让他 给单格送样品的事情 忘得一干二净 这两天 几乎没有出门 窝在房内 头发都有些凌乱 李长老在吗 正当他抽得飘飘欲仙 整个人 进入到一种 玄妙的顿悟状态时 忽然外面 传来一道声音 让他从这种状态中 脱离出来 随后将手中 还没有抽完的 烟头掐灭 放进了锄屋袋里 打开房门 走了出去 看到是一名 到乾宫的弟子后 脸色有些不悦 找我何事 公主命弟子来 让长老前去大殿 这名弟子弯腰 与对方行礼后 恭敬地说道 知道了 李松茂淡淡地说了一句 转身再次回到屋内 将还没有抽完的玉玺点燃 舒服地抽了起来 原本皱着的眉头 此时也舒展开来 抽完后 又在这里躺了一会 忽然一拍脑袋 糟了 忘记公主找我有事 嘴里嘀咕完 连忙向大殿走去 她刚来到大殿门口 正好遇到 同样过来的林天雄 公主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李松茂连忙开口问道 我让你给丹阁送的玉玺 你可曾送去 听到对方的话 她脸色一变 连忙攻身 请公主恕罪 这两天触摸到了瓶颈 一时之间忘记送了 我这就去送 说着就要转身离开 等等 你给丹阁五根便可 剩下的五根交给我 我有其他用处 见到对方要离开 她连忙将其拦下 缓缓说道 第144章 定然能值不少 李松茂听到后 眼神中闪过一丝纠结之色 之前让她送给丹阁的 都被她抽完了 如今剩下的 只有她自己的那份 缓缓从储物袋内 拿出五根 递给了对方 林天雄接过来后 不动声色地 将其放在储物袋内 将剩下的送到丹阁 是 李松茂应了一声 转身离开了这里 对方离开后 林天雄同样没有进入大殿 反而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一回到住处 迫不及待地拿出一个玉玺 放在嘴边 点了起来 再关李松茂这边 她这次没有拖延 静止来到了丹阁这边 曲长老 这是公主让我送来的样品 接着从身上 拿出三根玉玺 递了过去 怎么才三根 徐少贤接过来 脸色有些不悦 让她等了这么久 却只给了三根 这个东西实在太难弄 我们需要从天眼宗那边弄来 本来是一名弟子 可以兑换一根的购买名额 但是 公主不忍心 将宗门弟子送出去 送出去的 全部都是一些 对宗门有二薪的杂役弟子 李松茂有些无奈地解释道 她害怕对方去找林天雄质问 也只好如此了 等我消耗完 再找公主想办法弄一些过来 有劳李长老了 她皱了皱眉头 似乎接受了这个解释 缓缓说道 曲长老先研究 我去与公主说此事 对方的话 让李松茂心中一动 连忙开口说道 也好 那便多谢李长老 都是为了宗门 曲长老太客气了 两人仅仅交谈了两句 曲绍贤便迫不及待地 回到了丹阁内 李松茂离开这里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 回到自己的住处 反而朝着公主大殿走去 然而到了那边 被弟子告知 林天雄不在宫殿内 他再次去对方的住处 公主 玉西已经送到了丹阁 李松茂进入到对方的房屋后 恭敬地说道 一股淡淡的烟草味 飘入鼻子中 他心中一动 忽然明白了对方 为何向他要回了五根 林天雄没有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曲长老说 五根实在太少了 不过小好 让我帮其传达 让 见到对方不说话 李松茂再次开口 不过说话 一直吞吞吐吐 当你传达什么 林天雄冷声问道 今天抽一根烟 都不能好好地抽 一根烟 被他掐灭了两次 虽然这次 几乎也算抽完了 心中十分的不爽 曲长老说 小好实在太快 让公主再想办法 弄一些过去 而且还说 只要再有一些 便能够研制出来 这种东西的炼制之法 到时候咱们宗门 能够炼制这种东西后 便能够批量 增加归玄境修饰 咱们宗门 必然能够站在 世界的顶端 为了能够 让对方幸福 这些话 全部都是他胡编乱造的 毕竟 只有说得严重一些 对方才能够相信 而且 他身上的玉玺 几乎也没有多少了 林天雄没有说话 他此时心中 在纠结 选哪些弟子 送过去兑换 这两天 他自己都没有发现 已经有了一些烟影 这个烟影 比之前的塔山 要厉害得多 只要隔一会儿不抽 便会觉得心烦意乱 把他做到 整个人的精神 十分的违靡 这可是用我们宗门弟子的性命 来兑换的 当我们宗门弟子是什么 猪狗一般的货物吗 尽管他心中 已经有些异动 但脸上没有任何表现 语气十分冰冷地说道 公主息怒 我知道这样做 定然会让公主为难 但先为难 咱们宗门最近 因为天眼宗的原因 已经有许多弟子 暗中打算离开 我已经观察了许久 这些弟子 显然对我们宗门不忠 对于不忠之人 我们留他何用 与其让他们偷跑出去 便宜了外面的势力 不如给我们宗门发光发热 李松茂的话 竟然和之前 单阁中的一位长老说的话 一般无二 也罢 这件事就安排你去做 记得一定不要让其他弟子看到 将这些蛀虫 全部都清理掉 林天雄思索片刻 似乎做出了艰难的决定 最终答应了下来 公主英明 相信我们到乾宫 在您的手中 变得更加强大 见到对方答应下来 李松茂心中一喜 谄媚地拍起了马屁 你速去安排 丹阁那边拖不得 我们到乾宫也耗不起 是 他答应后 离开了这里 回到自己住处后 从身上拿出一个令牌 需要玉西的 请安排弟子过来 注入灵力 对着令牌说道 做完这一切 才安心地躺在床上 舒服地点了一根玉西 师父 玉西给送过了吗 丹阁内 一名弟子 看到徐少贤进来后 连忙问道 送来了 不过只有三根 这公主太小气了 三根怎么够研究 这名弟子 正是他的清传弟子 和他一样 对恋要十分的执着 这也没有办法 毕竟是用宗门弟子 来兑换的 我们不可能 拿所有的弟子 拿去兑换 徐少贤将兑换的事情 简单地与其弟子 说了一下 修为高的 才能兑换得多吗 如果在天眼东就好了 我听说 他们那边的弟子 都是不限供应这些东西的 师父 你说 如果把我送出去 不知道能兑换多少 这名弟子眼神火热地 盯着手中的玉西 嘴里嘀咕道 徐少贤听到对方的话 心中一动 追问道 师父 我就是随便说说 您不是说 天眼东那边 我们到乾宫的弟子 修为越高 兑换的越多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可以把我自己送过去 给师父多兑换 一些这种东西 供师父研究 师父 如果能够研究出来 这种东西的炼制之法 你的实力 必将能够再次提升 真正地达到单神之境 他的弟子 小心翼翼地说道 你说的话 很有道理 咱们先研究这个东西 如果研究不出来什么 咱俩就去天眼东那边 老夫归玄境的修为 定然能够兑换不守 徐少贤眼睛一亮 心中暗叹 他怎么没有想到这个 第145章 引诱其他长老 什么 五百名弟子 剑兄 你老实和我说 道乾宫是不是与你有薛海深仇 是夺妻之恨 还是有杀父之仇 玄君硕看着停留在 天眼殿外面的一艘非洲 而非洲上 有五百名的道乾宫弟子 人都骂了 别人都是一个两个的抓过来 而且偶尔也才有几个人 来这里兑换 再看看剑一鸣 上次带了八十名弟子 他就已经很吃惊了 谁能想到 这次竟然高达五百名弟子 这让他不得不怀疑 对方是不是真的 与道乾宫有什么深仇大恨 剑一鸣一头黑线 有些无语地看着对方 玄凶说笑了 整个大路 恐怕也只有你们天眼宗 敢与道乾宫作对 我只是跑个腿而已 还有一些 等我再回去一趟 差不多有八百多名弟子 说完 他便转身离开 剑一鸣也没有想到 道乾宫的人这么狠 出卖自己的弟子 跟喝水一样简单 之前还是八十名 这次直接弄了八百 玄君说 看着面前全部昏死过去的 道乾宫弟子 陷入了沉思 他并没有怀疑 这些弟子身份的真假 毕竟每一名弟子身上 携带的身份令牌 足以证明一切 道乾宫弟子的身份令牌 非常特殊 仿造出一枚令牌的价格 远比一根玉析 要贵得多 只是他想不明白 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道乾宫竟然自己出卖弟子 没过多久 剑一鸣再次回来 同样带着一非洲的人 玄兄 你清点一下 这里一共是八百名弟子 这道乾宫的弟子 几乎快堆成小山了 这些能够兑换 多少个购买玉析的名额 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还是以前一样 两名弟子 一个购买玉析的名额 这里一共八百人 四百根玉析 玄君说淡淡地说道 玄兄 你看我这么照顾你们天眼宗 能不能多给线 剑一鸣听到还是四百根 再次开口问道 如果一直是这样 他连回扣都吃不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破天的富贵 从身边溜走 你稍等一下 我去商量一下 有劳玄兄 清玄风尚 苏师弟 剑阁那边又送来八百名弟子 玄君说将刚才的事情 简单地说了一下 一根一万零石 将这两条玉析给他们 苏南从拿出一条玉析 这些全部都是系统特殊处理过的 接着又拿出正常的十根 这十根 你给剑阁的宗主 给他十根购买名额 不要梦魂了 玄君说看着手中的东西 心中明了 剑兄 这十根是我距离力争 才帮你争取到的 同样是一根一万零石 这四百根 是那八百名弟子兑换的 剑一鸣看到十根玉析 心中一喜 多谢玄兄 他拿出一个储物袋 递给了对方 里面是五百万零石 两人交易完后 他便转身急匆匆地离开了这里 到前宫内 公主 这是一百根玉析 只清除了一部分 对我们宗门有二星之人 同时 花了两百万零石 李松茂拿出五包玉析 并且还有一份资料 资料上全部都是记录着 送去弟子的名字 林天雄看着五包玉析 眼睛一亮 他的玉析 已经没有剩下几根了 看都没看资料一眼 直接将四包 放进了储物袋内 剩下的一包 将其打开 从里面抽出来十根 递给了对方 将这十根 送到单格 让他们研究 接着又拿出两根 这个是给你的奖励 你做得很好 多谢公主 带对方离开后 林天雄迫不及待地点了一根 四 呼 一种莫名的舒爽感 充斥在体内 让他欲罢不能 李松茂回到住处后 没多久 便有人陆陆续续地找他 每一个人 都跟做贼似的 偷偷摸摸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见一鸣几乎每隔几天 便会去天眼宗一趟 全部都是驾驭着非洲 至于里面有什么东西 外人则不得而知 李松茂嘴里叼着烟 脸上尽是惆怅之色 随着兑换次数 越来越多 弟子明显不够用了 不行 我得想办法 把其他门的长老 全部拉下来 得从他们那里 弄一些弟子过来 整个到前宫内 弟子数万名 虽然公主那边的弟子 还能耗一段时间 但不是长久之计 嘴里呢喃了两句 说做就做 他开始暗中联系其他长老 钱师兄 在吗 他第一个找上的 便是镇门的大长老 镇门平时所负责的是 宗门内的一些杂事 相当于其他宗门的杂役堂 他的话音刚落 一名看起来约莫五十多岁的男子 走了出来 李长老 今天怎么空来我这脸 对方看到李松茂后 缓缓说道 还记得五十年前 钱师兄曾经救过我一次 我一直记在心里 最近公主奖励我一种奇物 第一时间想到的 便是钱师兄 他并没有将自己的目的说出来 反而打起了感情牌 李师弟说的哪里话 当年只是举手之牢 合足挂齿 师弟快请进 这位钱长老 摆摆手 虽然话语中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 但态度明显比之前好上许多 两人走进屋内 李松茂拉拢长老的方式 也非常简单直接 直接从储物袋内 拿出一根玉玺 一阵肉痛 心中不断想着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师兄 这是前两天公主奖励给我的 一共两根 咱们师兄弟 一人一根 将玉玺递给对方后 开口说道 哦 这是何物 这位钱长老 接过对方递来的小木棍 有些疑惑 李松茂直接向对方 掩饰了如何使用 师兄 这种东西 你亲自体会一下便知 我便不打扰师兄 说完不给对方说话的机会 转身离开了这里 等他离开后 这位钱长老 按照对方说的方法 点燃了玉玺 吸了一口 紧接着眼神中露出了震惊之色 他本以为只是普通的东西 没有想到会有如此逆天的效果 李松茂之所以笑过什么的 一句也没提 只是告诉对方如何使用 他相信 任何人都无法抵挡 这玉玺的诱惑 果然和他想象的一样 在他回去的第二天 这位钱长老便来到了他的住处 进门的第一件事便是问他 这种东西该如何获得 而李松茂表演了一段精湛的演技后 最终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将获得方法告诉了对方 对方听到后 表示下次再去兑换的时候 他也可以提供一些弟子 接着李松茂 如法炮制 开始联系其他长老 于是乎 整个宗门的长老 除了耽搁外 几乎全部沦陷了 第146章 免费劳动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长老 被成功引诱 玉玺明显供不应求 兑换的频率更高 而且李松茂每次找林天雄 说兑换玉玺的事情 对方也是一口便答应了下来 丝毫不带犹豫的 道前宫外面围着的众多势力 渐渐地发现了问题 之前的时候 他们随便在对方的护山大镇上 撕开一道口子 就能抓几名道前宫的弟子 然而最近却不如之前了 每次都是撕开一道口子后 搜寻半天 都看不到一名弟子 奇怪 这道前宫的弟子 全部都躲藏起来了 数次失守后 这些势力的人 有些莫名的烦躁 都给我加大力度寻找 不幸找不到 于是 这些人变得比以前更加疯狂 公主 外面的势力 越来越疯狂 我们该如何应对 道前宫的大殿内 坐着数十位的长老 其中一人开口说道 随着外面势力变得疯狂 这些长老门下的弟子 每天都在减少 看着一名又一名的弟子 不断减少 他们的心都在低血 仿佛是在看玉西 一根一根的 从自己眼前消失一般 诸位长老 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林天雄 听着这人的汇报 皱了皱眉头 最近一段时间 每天沉迷于修炼 完全不清楚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每天不是在抽玉西 就是在抽玉西的路上 几乎就没断过 公主 我认为为今之计 暂时取消弟子 再到前宫内巡视的任务 毕竟外面那些势力 想要抓捕的是这些弟子 李松茂第一个站起身来 恭敬地说道 最好的解决办法 便是将弟子 全部隐藏起来 外面的势力 抓不到咱们宗门的弟子后 自然放弃了 再加上外面的势力 修为都很强 我们宗门内的弟子遇到后 也是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另一位前长老 也站起身来 顺着对方的话 也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林天雄点点头 前长老说得不错 其他长老有什么看法 我等觉得 李长老和前长老的提议都很好 完美解决了 咱们宗门最近的困难 我同意李长老的提议 我也同意前长老的提议 这些长老几乎想也没想 纷纷表示同意 取消弟子 在宗门内的巡视任务后 如何应对外面的势力 咱们总不能视而不见 让他人肆意破坏宗门护山大阵 尽管林天雄 每天沉迷于玉西 但依旧是到前宫的画室人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公主 取消弟子巡视后 我们可以派长老出去巡视 这样一来 对方即便是撕开了我们的护山大阵 但是有长老们出手 外面那些势力也讨不到好处 甚至还让他们忌惮 我到前宫的实力 真到我们好欺负不成 李松茂再次开口说道 不错 李长老的话 正是我打算说的 我等同意 李长老的提议 我等定然让外面那些人 有来无回 这些长老纷纷拍胸脱保证保 他们也没有办法 最近玉西已经公不应求了 不得不出此下策 而且这个提议 是他们私下商量了好久 得出的结论 毕竟宗门内的弟子 总共就这么多 如果再被外面的势力抓一些 他们自己都不够 用来兑换玉西了 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 与其被其他势力抓捕 还不如给自己贡献一下 大殿内 在座的长老 几乎都在抽玉西 即使一些没有抽玉西的人 也在李松茂的引诱下 让对方抽了起来 他总不能在自己负责的地方 好羊毛 弟子本来就已经不多 再兑换下去 他就成光感司令了 那就按你们说的来 剩下的事情 你们自己安排 林天雄点点头 同意了这群长老的提议 说完便转身离开了这里 刚刚议会 只过了不到一刻钟 他已经有些心烦意乱 会议过程中 已经有好几次 想要从储物袋内 拿出玉西来抽 但都被他忍了下来 于是草草地结束了议会 迫不及待地想要 回去来上一根 烟影已经深入骨髓 这种让他飘飘欲鲜的感觉 让人欲罢不能 待对方离开后 大殿内的长老 都十分默契地看了看彼此 接着也便转身离开了 天雁宗 清悬风尚 苏师弟 咱们宗门内的地牢 已经装不下了 现在送来的到乾公弟子 该如何处置 这段时间 其他那些势力还好 但是间隔 几乎隔三差五 就送几百名弟子过来 咱们的地牢 已经没有任何位置了 要不要将他们全部杀了 以绝后患 白白养着他们 确实有些浪费资源 玄君硕开口说道 他送到了我们这里 怎么能一直关在地牢里 这简直太浪费了 苏南看着对方 缓缓开口 哦 师弟有什么好的提议吗 他连忙追问道 咱们宗门的杂役弟子 几乎都被遣散完了 而到乾公的这些弟子 不正好是杂役弟子吗 咱们宗门的山 还有那么多荒地 让他们给我们开肯荒地 没事种种菜 种种灵药什么的 每天只要给他们一颗屁股 单便可 这可是比杂役弟子 都好用 又不用给他们奖励 谁要是不服 直接送他去西天 相信用不了多久 咱们宗门 必然会变成一座宝地 如此廉价的劳动力 上什么地方去找 苏南侃侃而谈 将自己的想法 说了出来 玄君朔 越听眼睛越亮 一拍脑袋 我怎么没有想到 还是师弟的脑袋好使 反正咱们宗门现在 也不用吃屁股蛋 全部都是吃饭 之前的一些库存 也可以清理一下了 不错 到时候一天十二个时辰 让他们每个人 干满八个时辰 没杀他们 就是好事了 让他们干的活很合理 还可以让他们 用自己的灵力 给灵药灌溉 加速灵药的成熟 他越说越觉得 自己说的很有道理 苏南听到一阵无语 好家伙 这简直就是 狗资本家附体 一天八个时辰 他是怎么想出来的 资本家看了都流泪 第147章 也是我太心急了 守在道乾宫外面的这些势力 彻底抑郁了 好几天都没有抓过 一名道乾宫的弟子 甚至许多人 还有许多人 为此丢掉了性命 蹲守在外面的势力 都在互相讨论着 接连几天 他们再次失守候 这里的一些势力 已经萌生了退役 这道乾宫是怎么回事 竟然把弟子都隐藏了起来 进去后 根本没有遇到那些巡视的弟子 莫非他们有什么阴谋不成 整个道乾宫内 几乎看不到一名弟子 甚至连杂役弟子都看不到了 我也觉得奇怪 他们的杂役弟子 竟然也被保护了起来 之前遇到一名杂役弟子 正要的得手的时候 忽然冲出来一位 龟玄境抢者也不与我缠斗 只是夺下我手中的 这名杂役弟子便转身离开 这不正常 非常不正常 之前即便抓到了他们的弟子 对方也是想办法阻拦我们 但是最近偶尔发现一名弟子 当得手 马上会出现一名龟玄境抢者 对方只抢夺弟子 不与我等厮杀 外面的这些势力 你一言我一语 私下小声地讨论着 随着时间推移 一个又一个的势力 纷纷离开了道乾宫 不是天眼中的东西 没有诱惑力 而是在这边实在没有任何的收获 到乾宫内 最近外面的势力 越来越少了 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李松茂的住处 好几位长老 其中一位缓缓说道 外面势力少了 对我们到乾宫不是好事吗 李松茂有些不解道 但是随着外面势力 针对我们宗门的次数变手 我们如何兑换玉玄 凭空消失这么多的弟子 我们要做何解释 这位长老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这倒是有些难办 李松茂听到对方的话 皱起了眉头 最近对于玉玄的需求量 越来越大 之前一天三四根 但是现在一天最起码 也要二十个弟子 别看到乾宫内 有数万名弟子 但是这样下去 根本不是办法 之前我们故意放出去的弟子 但是数量依旧太熟 外面的人几乎都要放弃了 再这样下去 恐怕真的没有弟子去兑换了 又一位长老开口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我们公主应该也是在抽玉玄 不要慌 恐怕公主会比我们还要急 李松茂忽然想到之前 去找林天雄的时候 在他的房间内 闻到了一丝烟味 诸位不要紧 我去公主那边打探一下消息 几人点点头 谁都没有说话 此时的林天雄 看着手中仅剩下的一根玉玄 脸上露出纠结之色 正想着该如何去弄这些玉玄 最开始的时候 还想着与天眼宗对抗 但是自从抽了玉玄后 他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 公主 李长老求见 一名弟子走了进来 弯腰行李后 恭敬地说道 哦 快让他进来 听到弟子的汇报 忽然想到了什么 连忙说道 是 这名弟子 公身走了出去 见过公主 李松茂走进来后 对其行礼 李长老 上次给你的两个玉玺 使用了没 林天雄看到对方进来后 直接开口问道 嗯 已经被我抽了 他愣了一下 怎么也没有想到 对方开口问的 就是这个 你来本座这里 有什么事情吗 听到对方已经抽了后 整个人瞬间 没了精神 有气无力的摊坐 在椅子上 淡淡地说道 公主 丹阁那边又来催了 想要玉玺的样品 我们还要去换吗 看着对方的样子 李松茂心中一动 缓缓说道 哦 丹阁那边研究出什么了吗 林天雄听到丹阁的瞬间 来了精神 不清楚 不过看他们的样子 应该还没有研究出来 什么丹阁 他根本就没有去 只是随口编造的理由 这种事情 不用想 对方也肯定没有研究出来 不然 早就供不出来了 还用等到现在吗 一群废物 浪费了如此多的资源 竟然一点进展都没有 听到没有研究出来 林天雄脸上 闪过一丝失望之色 随即开口骂道 确实是 丹阁那边 有点不像话了 我们耗费了许多 灵师和弟子 对换来的玉玺 全部给他们用来研究 什么也没有研究出来 愧对公主 对他们的信任 显然他们自己 也知道浪费了宗门的资源 都不敢亲自找公主 反而私下找我传话 为了让他们 能够快速研究 我把公主奖励 给我的两根玉玺 也都给了他们 李松茂见到 对方恼怒的样子 也连忙接话 顺着他的话 愤愤不平地说道 花费了如此多的资源 真当我到前宫弟子的命 不是命了不成 听着李松茂的话 让他更加生气 本以为丹阁能够研究出来 到时候就可以实现玉玺自由 但是 丹阁研究了这么久 却是一点进展都没有 这让他如何不恼怒 他们还有脸张口 让我找公主要 公主放心 我这就去回绝他们 想要样品 门都没去 让他们死了这条心 一群什么玩意 我呸 李松茂说完 转身就要往外走 转身的同时 余光扫了一眼林天雄 对方面无表情 似乎在思考什么 公主 我这就去回绝他们 不拿出研究成果 别想花费宗门的 一丝一毫资源 再次对其双手抱拳行礼后 义正言辞地说道 这次他不再看对方 反而慢慢地向外走去 等等 正当对方快要 走到门口的时候 林天雄终于开口 将其拦了下来 公主 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放心 我一定将公主的意思 原原本本地转告他们 李松茂回头 看了看他 再次郑重地说道 我刚刚仔细想了想 天眼宗的玉西 确实很是奇特 一时半会儿研究不出来 也属于正常现象 这也不怪耽搁 他们也在尽全力研究 也是为了我们宗门的未来 而且已经研究了很久 怎么能够半途而废 那岂不是说 前面浪费的资源 再者说 我被修饰 本就逆天而行 岂能轻言放弃 也是我太心急了 第148章 不攻自破的道前功 李松茂听到对方的话 心中一喜 不过脸上却面无表情 公主 我们岂能如此放纵单格 要知道每一次的样品兑换 可都是用咱们宗内的弟子来做交易 这不是公主的责任 本就是单格办事不力 我这就去回绝他们 他的态度依旧十分的强硬 言语中都透露着 对宗门弟子的关心 林天雄听着李松茂的话 心中一阵怒火 心中已经将对方的祖宗十八代 都问候了一遍 马德 老子都已经在找借口了 你特么就不能给个台阶 顺着我的意思吗 这个时候 显得你大意凛然了 之前外面那群势力 不断偷袭我们宗门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如此伤心 我at警号警号 at警号 at你at警号人民币百分号 如果不借着单格这个理由 特么的 怎么给老子兑换玉玺 你特么的是真该死啊 现在特么知道关心弟子了 之前做什么了 我知道李长老是为宗门弟子着想 但是我们已经花费了许多资源 如果不继续 前面的那些弟子 岂不是白白牺牲了 尽管心中对其祖上问候了一遍 但与其依旧十分的温和 脸上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恼怒之色 似乎再和对方商量 我知道公主的意思 是不忍心让之前的弟子白白牺牲 但是刚得到消息 外面的势力已经撤回去了一部分 而且大部分弟子都让我们隐藏了起来 如果再找天眼宗兑换样品 我们该如何对其他弟子和长老解释 到时候恐怕会让宗门内的其他弟子心寒 李松茂自然明白对方话语中的意思 但是却将心中的顾虑说了出来 这种事情他不能提议 不然后面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 必然会被拉出来背过 这种出卖弟子的锅 他可背不起来 他现在做的就是 击对方撇清自己的立场 并且将这其中的厉害关系也都说了出来 而且就在他刚进来的时候 便看到了房间角落里的烟头 恐怕对方和他一样都想要预夕 只是不好意思开口罢了 既然对方不开口 他自然也要装傻 毕竟这种事情 谁敢第一个提出来 谁就要背这口锅 你之前不是有调查过 对宗门有二薪的弟子 将这些弟子全部拿去兑换 对方说的 林天雄自然也考虑到了 再次开口说道 公主 对宗门有二薪的人 已经全部处理完了 剩下的几乎都是 对宗门比较忠心的 我们之前已经兑换过好几次了 现在剩下的弟子 几乎都是正式弟子 而且天赋都很不错 李松茂直截了当地回答道 还有杂役弟子吗 这些杂役弟子 以后我们还可以再招 等外面的势力 全部都撤走后 我们开门招收弟子 定然会有无数人 想要进我们宗门 林天雄再次说道 杂役弟子 倒是还有一些 但是都是分布在八门中 必然会引起其他弟子和长老的猜忌 他再次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为的就是让对方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一些杂役弟子而已 告诉他们 我有大用便可 林天雄想都没想 直接开口说道 一听杂役弟子 还有心中顿时一喜 他根本没有把这些杂役弟子放在眼里 如果说正式弟子 或许他还有些顾虑 正式弟子是一个宗门的根本 而杂役弟子 则是可有可无的 等外面的势力 全部撤走后 咱们再招杂役弟子便是 见到李松茂脸上还有一丝犹豫 马上再次说道 是 我这就去安排 要把杂役弟子全部送出去吗 嗯 两人交谈完后 李松茂心情大好地离开了 回到自己的住处后 便将刚才的事情和其他长老交代了一下 你们门下的杂役弟子 此时全部都是公主点名要的 至于其他弟子 你们自己看着办 杂役弟子和正式弟子 不都是你们说了算吗 这些长老听到李松茂的话后 眼睛一亮 心中马上有了决断 当天晚上 这些人便凑出来了将近一千多名弟子 接着联系剑阁这边 打算将其送到天眼宗 而天眼宗这边也是彻底抹了 看到剑一鸣带来的道前宫弟子 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哪个宗门 能够如此大规模的贩卖自己宗门的弟子 一批一批的贩卖 苏南知道这件事后 心中乐开了花 他自然知道这是因为什么 心中不禁感叹 这系统加了料的烟 果然厉害 都不用其他势力出手 恐怕要不了多久 道前宫自己就将自己毁灭了 果然和他猜测的一样 几乎每隔几天 剑阁那边就会送来一批弟子 这些弟子 清一色全部都是道前宫的弟子 从最开始的杂役弟子 到后来的正式弟子 天眼宗原本遣散出去了一多半人 此时因为道前宫弟子的加入 整个宗门再次恢复到了以前的样子 不过这些弟子 全部都是杂役弟子 被封印了修为 在天眼宗内辛苦劳作 为此天眼宗内 还进行了一次商讨 最终决定 这些杂役弟子 每天工作 给他们寄贡献分 贡献分前一百名的杂役弟子 可以奖励一根塔山 连续五次获得前一百的 可以成为天眼宗的正式弟子 成为正式弟子后 待遇和其他弟子一样 他们相信 只要能够获得正式弟子的待遇 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天眼宗 就算是赶他们走 他们都不会离开 而且随着道前宫如此 大规模地进行兑换 苏南也不断地 获得系统的反现奖励 他的修为 早已经达到了归玄境 系统便利店里的商品 也经过不断的升级 此时已经五花八门 整个清玄阁内 摆放着各种各样的东西 如今的清玄阁 已然成为了天眼宗的圣地 甚至苏南 这个阁主的身份 在这些弟子眼中 比掌门地位还要高 不管是以前的血魔教弟子 还是后来的道前宫弟子 只要进入天眼宗后 得到了清玄阁的奖励后 他们便瞬间忘记了之前的宗门 彻底地成为了天眼宗的一份子 第149章 崩溃的塔古 随着道前宫的弟子越来越少 守在外面的势力 也都纷纷撤离 十天半个月 都抓不到一名道前宫的弟子 尽管玉西再有诱惑力 他们也没有办法获得 而且这段时间 对道前宫的抓捕 给天眼宗带来了 很长一段时间的发育 此时的天眼宗归玄境 都有十几位之多 甚至他们的老祖 都已经到了归玄境巅峰 无事可做的这些势力 终于想起了人皇塔 于是再次朝着东玉这边聚集 人皇塔前 塔古此时愁眉苦脸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何这次的人皇塔出世 没有人前来 最开始的时候 还有诸多势力围在这里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些势力的弟子 都纷纷离开了这里 到最后 整个人皇塔 只剩下了他自己孤零零地站在这里 正在他想这些的时候 忽然看到远处 飞来一艘非洲 紧接着又是一艘 眨眼间密密麻麻的非洲 全部出现 正当他疑惑的时候 非洲落在了人皇塔的外围 从非洲上下来的 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年轻弟子 这些人出现后 第一时间出现在了传送入口 前辈 现在还能测试吗 有弟子看着塔古 恭敬地问道 嗯 可以 可以 随时都可以开启 他先是愣了一下 马上反应过来 这些人是来参加人皇塔试炼的 马上点头说道 马德 竟然还有些激动 这是什么鬼 塔古心中吐槽道 以前的时候 哪一次人皇塔出世 不都是这些修士求着自己 谁能想到 这一次竟然会这样 吐槽归吐槽 但是手上的动作也很快 伸手一挥 十二个传送阵 再次被激活 传送阵已经开始 人皇塔入门测试 开启 正当他准备迎接这群修士的时候 忽然听到外面有人说 我靠 忘记了 先去清玄阁一趟 忘记带塔山了 哦对 我也忘记了 你们先进 我要去一趟天眼宗 你不说 我都忘记了 一起 一起 大家一起 在塔古目瞪口呆的 看着要参加试炼的修士 纷纷再次离开了人皇塔外围 这 特么什么情况 谁告诉我 这特么什么情况 你们不是要参加试炼吗 怎么又离开了 累了 毁灭吧 他彻底被这群修士给整抑郁了 不管是准备参加试炼 还是不参加试炼的人 听到刚才几名修士的话 也纷纷反应了过来 对了 即便没有预期兑换 塔山咱们还是能够买的 对对 一起去 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原来是塔山 走走走 咱们也去 别到时候这些东西 也被他们抢完了 毕竟这个可是比物道查还要好的东西 这些人一拍脑袋 也反应了过来 连忙转身 离开了这里 都朝着天眼宗的方向去 塔古是彻底梦了 特么的 这活谁愿意干谁干 你们以为人皇塔是什么 是你们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吗 他心中恶狠狠地骂道 但是无论他心中怎么谩骂 也都无济于事 几乎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刚才还密密麻麻的修士 瞬间消失的一干二净 再次剩下了他一个空巢塔林 天眼宗这边 原本静悄悄的山门处 忽然出现了一大批的修士 这群修士飞过来的时候 人数之密集 远远看去 好像乌云压顶一般 急速地朝着这边来 负责守卫天眼宗山门的弟子 看到这种情况 整个人都不淡定了 山门处疑似出现大量神秘修士 这名弟子拿出传音令牌 急忙说道 玄军朔此时正在宗门禁地处 和几位师祖打麻将 二万 堂 三条 哈哈 我糊了 正当他准备推牌 糊的时候 身上的令牌亮了起来 拿起令牌 随手一点 山门处疑似出现大批神秘修士 令牌中传出了一名弟子的声音 玄军朔听到后 脸色一变 师祖 你们玩 我出去看看 他并没有说明原因 说完话 急匆匆地朝着山门处而去 发生什么事了 白礼容有些疑惑地 看着对方离开的身影 疑惑道 不知道 我也出去看看 看见小子刚才的表情 定然是有大事发生 另一位师祖 摇摇头 随即站起身 也走了出去 玄军朔来到山门处的时候 外面已经出现了密密麻麻的修士 放眼看去 根本看不到镜头 几乎全部都是修士 尽管心中十分震撼 但依旧硬着头皮 站在山门处 他并没有打开 护山大阵 诸位道友 那我天眼宗 是有什么事情吗 他缓缓开口问道 玄宗主 你们说到乾公的弟子 可以兑换玉玺 但是塔山 是不是不用到乾公的弟子 就能够直接购买 站在最前面的修士 开口问道 呃 理论上是这样的 玄军朔 被这人问得有些发猛 那我们是前来购买塔山的 还请玄宗主 打开山门 听到对方的肯定回答后 这些人眼睛一亮 再次开口说道 呃 你是说 你们全不是来购买塔山的 看着外面密密麻麻的人群 不确定的问道 不错 我们都是来这里购买塔山的 此时的玄军朔 才明白过来 这些人并不是到乾公那边的报复 诸位道友排好队 挨个购买 说着便打开了护山大阵 这群修士见山山门打开 都争先恐后的往里进 大家不要急 都有份 不要急 玄军朔一个不留神 直接被这群人挤在了一旁 这群人疯了一般 往里冲 从禁地出来的这位师祖 看到如此多的修士 以为是有人攻打天眼宗 脸色一变 浑身散发出射人的气息 好大的胆子 竟然擅闯我天眼宗 随着他的一声利喝 整个天眼宗的上空 一道莫名的威压出现 紧接着 这群修士的上空 一道巨大的身影缓缓出现 最先冲进来的修士 被这股威压 直接压迫地瘫倒在了地上 师祖 误会 这是误会 玄军朔刚从地上站起身来 看着虚空中的巨大身影 连忙大声喊道 他们不是来闹事的 是来这里购买塔山的 然而 几乎都这道虚影的威压 压制的 对方根本听不到 第150章 人黄塔正式开启 随着这位师祖的气势爆发 紧接着 天眼宗再次出现了 十几道恐怖的气息 每一道气息 都是归旋径强者 十几道巨大的虚影 出现在虚空中 俯视着下面的修士 不管是在天眼宗外面 还是已经进入到 里面的修士 全部都摊坐在了地上 他们知道 天眼宗现在很强 但是从来没有轻声感受过 这恐怖到令人窒息的气息 这些修士 连一丝反抗之心都生不起 每一道虚影的出现 都宛如天威一般 震慑着在场的每一位修士 你们是何宗门 既然敢善传我天眼宗 既然来了 那就全部都留下来吧 一道接着一道的声音 在天眼宗内响起 别说这些这些来天眼宗 购买塔山的修士 即便是天眼宗的弟子 此时都心神俱颤 他们只是知道 宗门内隐藏着数位师祖 但是从来没有想到 会有如此之多 这仿佛连天都要撕开的气息 让他们头都抬不起来 而被人抓来得到 乾公和雪魔礁的弟子 此时也是瞪大了双眼 心中充满惊骇之色 尽管他们知道 天眼宗很强 但是任谁也没有想到 会如此之强 特别是在最中间的那道虚影 站在那里 仿佛就是这片大陆的掌控者 在虚影的周围 其恐怖的气息 让虚空都产生了丝丝裂纹 宛如世界末日一般 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 天眼宗竟然能够强到如此地步 如此多的归玄境强者 这些修士彻底麻了 这十几道身影 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石海中 师祖 这些都是误会 误会 玄军朔急忙踏上虚空 来到这些人面前 经过半天的解释 才弄明白 这些人都是来清玄阁 落买塔山的 当这些归玄境强者离开这里 虚空中的身影缓缓消散后 这些修士才缓缓地输了口气 刚才的威亚 让他们大气都不敢喘 此时他们才明白过来 天眼宗为何敢与到前宫作对 为何敢把这种好东西 光明正大的拿出来出售 人家本就有这个底气 吓死了 刚刚一瞬间 感觉自己去鬼门关溜了一圈 其中一位修士 背后已经被汗湿透 心有余悸地说道 不曾想到 天眼宗竟然强悍到如此地步 如果没有看错 刚才的全部都是归玄境强者 甚至最中间的那位 已经归玄境巅峰 差一步就要跨入化圣境 紧紧散发出来的气息 就让我差点尿了裤子 兄弟 你比我强 我刚已经吓尿了 道友 你不是一个人 经过这个插曲 这些前来购买塔山的人 此时开始老老实实地排起了队 也不再争先恐后地抢夺 在天眼宗弟子的带领下 这些人终于来到清玄阁 前辈 给我来一包塔山 这是零食 价格还是原来的价格吗 一位修士看到苏南后 小心翼翼地问道 不错 还是之前的价格 说着从身上拿出一包塔山 递给了对方 多谢前辈 就这样 一个接着一个的修士 从清玄阁排队 一直排到了天眼宗外围 外面还有一大群修士在等着购买 苏南一个人自然忙不过来 接着让其他弟子帮忙 一起出售 单单这群修士购买塔山 就弄了整整七天 定 便利店消费达到三千万零食 系统返现修士加二百年 系统的声音在他的脑海中响起 真大方 苏南嘴里呢喃了一句 这两百年的修为 直接让他的修为 再次突破了两个小境界 这群修士购买完塔山后 再次来到仁皇塔外围 此时的塔谷已经麻木了 他再次打开传送入口 这次的修士并没有和之前那般 忽然离开 一个接着一个进入到仁皇塔内 每次的测试都会持续一周左右 这次的测试 比之前的成功率还要高出不少 几乎进入到里面的弟子 全部都通过了测试 一轮接着一轮的测试 所有通过测试的人都在这里静静地等待着 塔谷告诉他们 仁皇塔快要正式开启 再有几轮测试 通过测试的人数到达一定程度后 便会开启 随着时间推移 一个月后 原本沉寂的人皇塔忽然开始颤动 紧接着从仁皇塔的塔顶处 出现了一道金色光芒 这道光芒直冲云霄 仿佛已经洞穿虚空 延伸到另一个世界一般 紧接着一道悬崖的声音从上空传来 随着悬崖的声音越来越大 仁皇塔塔山每一层的门纷纷打开 似乎是在回应这道声音一般 每一层的门中 开始出现数道金色光芒 这些光芒仿佛长了眼睛一般 向四周快速飞去 而站在仁皇塔外围的修士 一道金芒落在其中一名修士身上 这名修士还没有反应过来 整个人便化作一道白光 消失不见 仁皇塔正式开始 每一位通过的修士 都会受到仁皇塔的指引 带领你们进入到仁皇塔内 仁皇塔周围的修士 所有通过测试的人 全户都化作白光 消失在了原地 还有树道金芒 顿入虚空 消失不见 苏南此时正在清玄峰上喝茶 金芒出现在他的面前 正当他疑惑的时候 整个人仿佛被控制一般 直接从清玄峰上消失不见 不管是东玉还是中周 易或者是南玉 金芒都是瞬间便达到 到前宫内 还在养伤的林峰 一名弟子正在给他上药 忽然间整个人化作白光 消失不见 这名弟子脸色一白 急忙朝着公主大店去 李长老 这次你再弄一些弟子 去兑换一些玉璽 丹阁那边的样品 肯定不够了 林天雄正在与李松茂谈事情 公主 我们宗门的杂役弟子 已经不够用了 怎么办 那就把那些修为低的弟子 全部弄出去 穷谁不能穷丹阁 丹阁是我们宗门发展的 重要核心 是 李松茂正准备离开的时候 公主 不好了 少公主化作一道白光 消失不见了 什么 分儿消失不见了 林天雄大吃一惊 连忙追问 不单是林峰 所有通过测试的人 全部都消失不见了 天眼宗内 之前抓到的道前宫弟子 也化作白光 消失不见 公主 要不要我们一起去查一下 李松茂听到后 连忙说道 不必 你先去把玉璽弄来 第151章 考核开始 苏南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牵引 直接进入到了仁皇塔内 同样是第一层 不过和最开始进入的地方 明显不同 他打量了一下四周 总感觉这里很是奇怪 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但是一时之间又想不起来 这一层的空间 十分的空旷 和他一起传送进来的修士 同样好奇地打量着周围 不知道仁皇塔所谓的试炼 究竟是要做什么 欢迎诸位进入到仁皇塔 正在众人疑惑的时候 塔林的身影缓缓出现 在仁皇塔内 不能杀人 否则抹杀 说到抹杀的时候 一股森然的气息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让周围的修士 不禁身体一颤 这里是仁皇塔的第一层 仁皇塔一共有33层 从现在开始 只有通过了当前的考验 你们才会进入到下一层 如果能够达到33层 你们将会得到仁皇塔的传承 也将会成为仁皇塔的新一任主人 塔古的声音再次温和下来 果然传说是真的 只要有人能够达到33层 就能够获得真正的人皇传承 传说仁皇已经超脱了我们这个世界 能够获得他的传承 必然会成为下一个仁皇 考验是什么 赶紧感慨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周围的修士 听到能够成为仁皇塔的主人 原本沉默的众人 都变得异常兴奋 这可是仁皇的传承 试炼正式开始 随着塔灵化音刚落 这个空间内出现了一道巨大的光柱 带上你们之前测试获得的身份牌 挨个进入光柱内 光柱可以检测你们的修为及天赋 根据天赋的不同 每个修士进入的层数也不同 接着在这一层的周围 出现了33个光圈 每一个光圈对应着仁皇塔的一层 现在开始 塔古刚说完 便有一名修士走了出来 来到巨大的光柱前 小心谨慎地伸手触摸了一下 发现没有危险后 跨步进入到了光柱内 李东升 24岁 宁神静后期 下品地灵根 紧接着从光柱内 一道空灵的声音响起 从仁皇塔第一层开始考核 这道空灵的声音结束后 塔古开口说道 这位名叫李东升的修士 被光柱弹了出来 那边那个入口 是第一层的入口 塔古向他指了指 李东升点点头 朝着光圈那边走去 紧接着第二名修士上前 进入到了光柱内 傅文青 20岁 化神静初期 上品天灵根 从仁皇塔第八层开始考核 声音刚结束 周围的修士 顿时露出了震撼之色 这人是谁 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竟然20岁 就达到了化神静初期 不认识 这天赋也太恐怖了 上品天灵根 直接从第八层开始 这人好像是一名散修 我记得听人说过 私散修都能这么高的修为 如果进入到大宗门 有足够的资源 那还得了 能够进入到这里的修士 几乎都是天赋很好 但是这种20岁就化神静的 却实很少见 即便是在大宗门内 也是凤毛麟角 这太不公平了 为什么不是从第一层开始 切 这有什么不公平的 人家化神静 八层以下 几乎没有难度 傅文青从里面走出来后 脸上带着一丝骄傲之色 他是一名散修 无视任何大宗门的弟子 能够有如此成就 他有骄傲的资本 塔古告诉对方 第八层的入口 这人并没有第一时间 选择进入 而是静静地站在这里 似乎想要看看其他人的情况 紧接着第三位修士走了出来 赵强武 27岁 宁神静后期 夏品地灵根 从仁皇塔第一层开始试炼 刘海波 30岁 化神静初期 夏品地灵根 从仁皇塔第五层开始试炼 董玉山 23岁 宁神静后期 极品地灵根 从仁皇塔第二层开始试炼 接连好几名修士 并没有太经验的天才 大多数都是从第一层开始 他们的灵根 除了最初的傅文青之外 都是地灵根 苏南有些好奇地观察着中间这道光柱 每一名修士进入的时候 他便隐隐地感觉到 在光柱内便会出现一股玄奥的能量 这股能量直接进入到对方体内 似乎是这股能量 在检测这些修士的天赋 修为 以及古灵 是说 你也来了 正在他好奇的时候 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喊他 扭头一看 不是别人 正是宗门的小丫头 玄灵威 苏南向他招招手 示意他过来 小丫头 有没有信心 师叔放心 绝对让你刮目相看 玄灵威扬起小脸 骄傲地说道 那你准备爬到多少层 他有些宠溺地揉了揉对方的脑袋 打去道 哼哼 最少二十层 小丫头信誓旦旦地说道 扑痴 也不怕闪掉大牙 还二十层 不知天高地厚 忽然一道不和谐的声音 从后面传了出来 走出来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 眼神中带着一丝不屑之色 小姑娘 人黄塔的考核 不单单是要天赋 还要非凡的悟性 这时候又有一人 缓缓说道 上一次人黄塔出世 据记载 天赋最高的人 才达到十八层 你知道是谁吗 谁 玄灵威还没说话 周围其他修士 好奇地问道 夜与天夜大地 这人十分恭敬地说道 四夜大地都才到达十八层 岂不是说 我们完全没有机会了 我靠 那我还来这里做什么 原本还很激动地修士 听到这人的话 顿时变得沉默起来 要知道 能够承达到地境的人 哪一个不是绝世妖孽 他们怎么能够比得上 怎么样 小丫头 还有信心吗 苏南笑呵呵地看着他 再次问道 哼哼 我将来也能达到地境 玄灵威赌气一般 嘟着小嘴 师叔很看好你 加油 他没有再说什么 摸了摸对方脑袋 鼓励道 师叔放心 我一定说到做到 第152章 集体破防 出生牛 独不怕虎 哈哈 小姑娘到时候可别哭鼻子 周围的修士 听着玄灵威的话 哈哈大笑 谁也没有放在心上 所有人都挨个 进入到光柱 师叔 我先去测试 如果你先到20层 记得等我 轮到了玄灵威 他转身对苏南说道 好的 他点点头 玄灵威进入到光柱内 玄灵威 15岁 神玄境初期 极品天灵根 从仁皇塔第13层开始失恋 静 寂静 周围死一般的寂静 之前说话的那位青年 脸色有些难看 还有一同嘲笑 玄灵威的修饰 都沉默了 心中已经掀起惊涛骇浪 怎么可能 15岁的神玄境 幻觉 一定是幻觉 怎么可能15岁 便达到了神玄境 这些人心中 都是类似的想法 从来没有听说过 谁能够在15岁 达到神玄境 即便是之前这些人 口供中点夜大地 15岁的时候 也才只是化神境 这个小姑娘 究竟是个什么妖念 这还是人吗 极品天灵根 这特么是几十万人中 都不一定有的极品天灵根 这人是谁 难道是大地转师 玄灵威 玄灵从光柱内走了出来 仰着小脸 得意地看着周围 众人看着她 咽了咽口水 就连塔林 古井无波的脸上 也闪过一丝惊讶的表情 那边是第15层的入口 随时可以进入 有什么不懂的 现在可以问我 接着 她十分温和地 对她开口说道 马德 看看这塔林 特么的 都对这小姑娘刮目相看 其他人测试后 只是冷冰冰地 指着传送入口 到了这里 竟然脸上还露出了笑容 人跟人的差距 果然比人跟猪的差距都大 恐怕只有一人 对于玄灵威的测试结果 没有感觉到意外 这人便是苏南 这小丫头 几乎每天都是 在她清旋风上蹭吃的 各种酒 各种对修为有益的 她都没放过 即便是含有神性气息的东西 她都不知道 吃了多少个 达到神玄境 还是苏南为了让她夯实基础 刻意压制着她的修为 不然比现在还要高出许多 怎么样 本小姐说到做到 不就是小小的20层 她一脸神气的来到刚才 嘲讽她的修士面前 骄傲的说道 嗯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没想到姑娘天赋如此超反 最开始嘲讽她的那位青年 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之色 小丫头瞥了对方一眼 转身回到了苏南身边 师叔 我厉害吧 厉害 非常棒 师叔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敷衍 接着又一名修士 走进了光柱 乐正明 21岁 神玄境中期 极品天灵根 从人黄塔第15层开始失恋 正在这群修士愣神的时候 又一道声音传了出来 众人纷纷抬头 眼神直勾勾地看着光柱中的人 我靠 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怎么又是一个21的神玄境修士 估计咱俩都出幻觉了 我也听到了 草 一刀杀了我吧 我特么才明神镜 人家都已经神玄境了 塔古大人 我怀疑有人作弊 但是我没有证据 这个虽然不如刚才的小姑娘 但也差不了多少 特么的 他们真的是人类 特么的 这都是什么类型的妖孽 竟然出现了两个 这群人顿时不淡定了 大师兄 我刚才怎么没有看到你 乐正明从光柱内走了出来 玄灵威马上大声喊道 小师妹 见过师叔 他顺着声音 看到了两人 连忙走了过来 对弃恭敬的行李 苏南摆摆手 不错 进步很大 都是师叔栽培 乐正明恭敬地说道 我靠 我没有听错吧 这人 是刚才小丫头的师兄 没有听错 这两人竟然是同一个师门的 没天理 简直没天理 他们好像是天眼东的弟子吧 旁边的那位青年 是清玄阁的阁主 清玄阁阁主 怎么也能进入到这里 人黄塔不是有年龄限制吗 不清楚 不过对方应该超过了三十岁 虽然看起来年轻 这些修士中 有人认出了他们 高朋赫 二十一岁 神玄境初期 极品天灵根 从人黄塔第十五层开始试炼 正在他们小声讨论的时候 又是一道声音响起 草 我靠 我泥马 什么玩意 他们直接爆出了粗口 竟然又是一个 还让不让人活了 马德 什么时候顶尖天才 这么不值钱了 今天随便一看 就出现了三个 这名青年从光柱中走出来后 朝着那边走去 见过师叔 乐正师兄 小师妹 他来到了苏南这边 打了声招呼 我靠 还是天眼宗的人 这天眼宗是要疯了 即便他们有清玄阁 也不可能人人都如此变态吧 这三人只要成长起来 恐怕未来都是大帝之子 他们已经动不住了 受不了这种打击 一个两个的 神玄境跟不要钱似的 沈兴月 十九岁 神玄境中期 极品天灵根 老子不完了 这特么还没开始考核 倒心就被击碎了 这特么极品天灵根 跟不要钱似的 不是说数万人中 都不一定有一个极品天灵根吗 这是什么情况 极品天灵根啊 要是我的多好 这个不会也是天眼宗的弟子吧 话音刚落 便看到沈兴月朝着苏南这边走来 见过师叔 被他们打了声招呼 静静地站在一边 师姐 你好厉害 玄灵微笑嘻嘻地说道 都是师叔的栽培 在这些天眼宗弟子心中 最尊敬和敬佩的人 就是苏南 如果没有他 也不会有今天的他们 马德 果然是天眼宗的人 我特么现在加入天眼宗 还来得及吗 有人酸溜溜地说道 要是去死吧 我的道心已经彻底毁了 人跟人怎么比 我宁神静 人家神玄境 我地灵根 人家极品天灵根 累了 毁灭吧 这试炼不参加也罢 第153章 我怕我宗门误会 接下来的十几位修士 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神玄境 极品天灵根 全部都是从第15层开始 然而这些人 无一例外 全部都是天眼宗的弟子 周围的人 已经不想说话了 就连前面的塔灵 都瞪大了眼睛 这种妖孽级别的天才 如果放在以往 几十万人中 都不一定有一个 这下好了 一次出现了20多位 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 这20多位 竟然是同一个宗门的 你敢信 我决定了 这次试炼结束后 我就投奔天眼宗 不知道他们 还收不收弟子 我也想好了 回去就把我宗门给吵了 人家天眼宗 才是真正的修行 一起 一起 我早就看我那个宗门不顺眼了 这些修士 看着天眼宗如此多的天才 忽然想到了什么 纷纷开口说道 杨叶 21岁 化神近初期 夏品天灵根 从仁皇塔第五层开始试炼 正在他们小声讨论的时候 又有声音响起 刚从光柱上中出现的杨叶 正想着自己的资质和修为 定然能够震惊其他修士 他一脸自傲地看着其他人 心中已经想好了 接下来该怎么说 甚至已经准备迎接周围修士羡慕的目光 以及恭维的话 马德 刚才看了天眼宗的那些弟子 此时竟然感觉 这个夏品天灵根 也就那样 俺也一样 这天赋 一般般 道友 你还要努力啊 别人都是从十几层开始的 忽然感觉 化神境也就这样 道友 不必气馁 你也不错 不是从第一层开始的 杨叶此时心中已经开始骂娘 什么玩意 你们特么是不是耳朵瞎 劳子可是天灵根 天灵根 你们特么连地灵根都不是人 怎么有脸说的 心中将这些人的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 但是却不敢说出来 毕竟人家说的确实是实话 比起天眼宗的弟子 差距还是有的 心中十分郁闷地朝着第五层的传送入口而去 等劳子通过了试炼 掌控人黄塔给你们看看 恶狠狠地吐槽了一句 转身进入了传送入口 他是第一个进入到试炼里面的 而其他修士 即便是通过了测试 也没有选择第一时间进入 反而在这里围观 一个接着一个修士 进入光柱进行检测 这里有数百名的修士 宋丽华 二十七岁 宁神境后期 夏品的灵根 从仁黄塔第一层开始试炼 朱燕京 二十四岁 宁神境后期 夏品的灵根 从仁黄塔第一层开始试炼 接下来的修士 看起来平平无奇 别说神玄境了 连一个化神境都没有出现过 马德 这才是正常的 看着心里舒服多了 是啊 这个看着就很舒服 天眼宗的才是奇葩 还好终于没有天眼宗的人了 不然我这破碎的道心 恐怕要变成粉末了 天眼宗的都不是正常人 我们不能变态比 其他修士 暗暗松了一口气 心中自我安慰到 在他们心中 没有把天眼宗 当成对比的对象 当已经高到了一定程度 他们心中的攀比之心 自然而然就消失了 笔上不足笔下有余 正是他们此时的心态 只要有人垫底 他们就很开心 能够出现在这里的修士 没有一个修为很差的 最差的也是地灵根 甚至还有几个别是天灵根 这些人 放在整个天云大陆上 都是天才级别的人物 只是天眼宗不按常理出牌 你们都不失恋 在这里站着做什么 苏南看着身边的天眼宗弟子 有些好奇地问道 这些人 自然不会像其他修士那般 与其他人攀比 师叔 我们想知道 你的修为究竟到什么境界了 其中一位弟子 小声地说道 对 我们都很好奇 师叔的修为究竟到什么境界了 从来没见师叔动过手 对对 我也很好奇 知道师叔很强 但是很好奇 师叔的灵感究竟是什么灵根 又有两名弟子 小声地说道 剩下的弟子 纷纷点头 眼神中都充满了好奇之色 我也是 我问过师叔好几次 但是每次都不说 所以我也很好奇 玄灵威更是像小鸡吃米一样猛点头 苏南摇摇头 没有说什么 原来这些人的目的是这个 索性也不再管其他人 静静地等待着测试 孟炳修 二十一岁 化神境中期 中品天灵根 从人黄塔地时层层开始失恋 这时候又一名修士进入到光柱内 这个空间里 响起了塔灵的声音 看到没 这是我们到乾宫的弟子 这才是真正的天才 天眼宗那些嗑药的人 如何能够与我宗相比 忽然一道声音从后面传出 到乾宫 这个名字他们一点都不陌生 之前他们的宗门 还去这个宗门抓捕弟子了 此时听到到乾宫 他们整齐华一地朝后面看去 甚至有的修士都已经准备动手了 塔灵大人说 这里不准动手 你想被抹杀不成 刚才说话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凌峰 此时他身上的伤还没完全恢复 看到有人想要对他动手 急忙说道 不好意思 忘记这里人黄塔了 抓习惯了 这位正准备动手的修士 也反应了过来 尴尬地说道 你刚才说 光柱内的弟子 是你到乾宫的弟子 有人疑惑道 自然 我到乾宫的弟子 每一个都是妖孽级别的天才 凌峰一脸自傲地说道 孟师弟 这边 看到对方从光柱内走出来后 他连忙喊道 孟炳修仿佛没有看到 对方一般静止朝着 天眼宗的方向而去 这下不吹了吧 还你到乾宫的人 人家都不搭理你 看到不搭理对方 马上有人吃笑道 凌峰脸上也有些挂不住 静止朝着孟炳修而去 将对方拦了下来 孟炳修 你耳朵聋了 我刚才喊你 没听到 来到对方面前 呵斥道 凌师兄 我已经不是到乾宫的弟子 请你自重 孟炳修瞥了对方一眼 淡淡地说道 还有你不要乱说 我怕我宗门的人误会 我现在是天眼宗的弟子 说完后 静止朝着苏南这边走来 见过阁主和诸位师兄 他十分恭敬地对这些人行礼 第154章 恐怖的天赋和修为 凌峰有些傻眼了 脑海中不断地回想着 当才孟炳修的话 请你自重 我怕我宗门误会 怕我宗门误会 误会 紧接着便看到对方来到苏南身边 恭敬地行礼 这让他很受打击 这都是之前和自己一起来到冬裕 参加人黄塔试炼的 怎么扭头就成了天眼宗的弟子了 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也不怪凌峰 自从他受伤后 一直都在疗伤 到乾宫发生的事情 他根本不清楚 孟师殿 天眼宗这边的弟子 看到孟炳修后 都纷纷打招呼 孟炳修之所以说出刚才的话 是因为他真的想要 和到乾宫划清界限 在天眼宗的时候 尽管最初是被抓来的 但并没有受到什么虐待 而且 他亲眼看到到乾宫的弟子 被他们公主送过来 兑换玉姓 已经心寒了 再加上天眼宗对他们确实不错 偶尔也能获得一些特殊的修炼资源 并没有把他们这些人当作奴隶 这宗门 才是他理想的宗门 宗门内没有勾心斗角 大家都很和睦 即便他是从到乾宫来到天眼宗的 但宗门内的弟子 都没有歧视过他 这更加坚定了加入天眼宗的决心 而刚才的话 除了说给林峰听之外 更是说给天眼宗的人 哈哈 笑死了 哈哈 周围一片嘲笑声 林峰此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接下来的弟子 同样有十几位 都是之前到乾宫的弟子 但是 他们清一色的走到了天眼宗这边 这个空间内的 几乎所有的弟子 都快要测验完成 苏南皱了皱眉头 有些疑惑 没有看到沐梦瑶 记得当初他也是完成了考验 有资格进入到这里的 扫视了一圈 都没有看到对方的身影 是说 是说 该你了 正在他思考的时候 忽然被身边的人提醒到 这个时候 空间内的修饰 几乎都已经完成 嗯 好 苏南愣了一下 接着点点头 朝着光柱内走去 而天眼宗的弟子 眼神中都充满了好奇之色 不仅是天眼宗 周围其他修饰 同样都是如此 苏南刚进入到光柱内 就有一股奇异的能量 进入到他的身体内 这股能量 进入身体的一刹那 直奔他的石海而去 检测到有未知能量 入青石海 是否屏蔽 这个时候 忽然想起了系统的提示音 屏蔽 苏南愣了一下 当即回复道 随着话音刚落 石海中出现了 另一股神秘的能量 将这股能量屏蔽在外 光柱中的能量 在石海中转了一圈后 直接消失不见 苏南 22岁 归玄境九重巅峰 极品神灵根 从仁皇塔第三十层 开始考核 塔林的声音刚出现 整个空间内 鸭雀无声 玄灵威和他周围的 天眼宗弟子 都张大了嘴巴 苏南从光柱内走出来 像没事人一样 来到了天眼宗这边 你们在发什么呆 该去进行试炼了 他的声音不大 但是周围的修士 却听得一清二楚 实在太安静了 师叔 真的已经归玄境 九重巅峰了 其中一位弟子 磕磕巴巴的问道 他的语气中 充满了不可置信 和震惊之色 刚才塔林不是说了吗 苏南淡淡的说道 随着便利店的 返现奖励 他的修为 几乎每天都在增长 至于林根 早已经强化到头 咕咚 四周整齐的咽口 水声响起 我靠 这还是人吗 二十二岁的龟玄境 终于有修士 反应了过来 嘴里的难道 我知道对方很强 天赋很高 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会到达如此程度 龟玄境九重巅峰 只差一丝 便能达到化圣境界了 我做梦都不敢做这样的梦 这些人 已经无法用言语 形容心中的震撼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本以为神玄境 就已经很强了 但这位二十二岁的龟玄境 直接将他们的道心 给碾成了虚无 二十二岁的龟玄境巅峰 你们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呃 意味着二十二岁 便达到了龟玄境巅峰 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妖念 我感觉和人家一比 我连垃圾都算不上 你怎么敢和人家比的 塔琳此时 出现在了苏南身边 我带您去三十层 她的语气十分的温和 还带着一丝恭敬之色 眼前这位青年 很有可能成为她的新主人 说话不自觉的 用上了敬语 呃 好 苏南倒没觉得有什么 对于她来说 能够现在的修为一点都不吃惊 系统每天反现修为 她还每天吃便利店里的东西 达不到现在的修为 才有鬼了 你们别愣着了 快去参加试炼 她在跟着塔琳离开的时候 对天眼宗的弟子说道 是 师叔 这些人的语气 比之前更加的恭敬 就连一只狠批的玄灵威 此时也只是默默点头 交代完后 苏南跟着塔琳 朝着其中一个传送入口而去 身影一闪 整个人消失在了这个空间内 我靠 终于敢大声说话了 刚才我连大气都不敢喘 那么的 这人真的是人吗 我都怀疑她 是什么大能转世 吓死我了 从来没有见过 谁能够在22岁 达到这种程度 从此 她就是我的偶像 我要去天眼宗 等从人黄塔出去 我就去天眼宗拜师 哪怕让我当的杂役弟子 我都要去 极品神灵根 有这种灵根吗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在这之前 我以为最强的灵根 就是极品天灵根了 她已经不是人了 绝对是神奇转世 随着苏南的离开 这些瞬间沸腾了起来 都在感叹对方的天赋和修为 走吧 师叔让我们去参加试炼 我们不能给天眼宗丢人 天眼宗的乐正明 忽然开口说道 是 大师兄 这些人纷纷 朝着自己对应的入口 传送了进去 剩下的其他修士 感叹了一下后 也开始进入了试炼 苏南被塔林 带入了一个奇异的空间内 这里便是第三十层 塔林对她介绍道 这层的考验是什么 正在她疑惑的时候 忽然在她面前 出现了一道虚影 主人 这道虚影刚出现 塔林便极为恭敬地说道 很多年没有人 能够来到这里了 第155章 两个问题 晚辈苏南 见过前辈 当这个虚影出现的时候 苏南行礼道 不必客浅 我叫龙前 这只是我的一道神念 龙前摆摆手 态度十分地友好 能够出现在这里 说明你的天赋很不错 二十多岁 已经快要到达化圣境 她上下打亮了一下对方 再次开口说道 运气好而已 前辈谬赞了 苏南谦虚地说道 不用谦虚 在如此年龄 便能达到这个修为 必然是一位大气运者 你是第三个 到达这一层的试炼者 这座塔 开启了数十次 算上你 也只有三人达到了这里 可惜前两人 都没有完成我的考核 龙前的眼神中 露出回忆之色 说完叹了一口气 龙前辈 前两人的天赋如何 她有些好奇地问道 人黄塔开启了数十次 传说中 万年才会出世一次 岂不是说 数十万年来 仅仅三个人达到了要求 可以想象得到 这一层的考核难度 会有多么难 而且她也很好奇 之前两人的天赋 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 他们的天赋 与你也差不多 第一个出现在 第三十层的修士 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 当初出现在这里的时候 十九岁 修为好像是化圣境四重 如此高的天赋 实在有些可惜了 其语气中带着惋惜之色 苏南听得瞠目结舌 好家伙 十九岁 化圣境四重 这天赋的妖孽到什么程度 才能有如此成就 十九岁啊 自己全天二十四小时开挂 也才归旋境九重 甚至比第一位到达这里的 还要晚上几年 就这天赋 竟然对方还说和自己差不多 这根本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如果系统 可能自己连跟人家提鞋都不配 妥妥的气韵之子 大到蠢了 他应该是一名意识穿越者 不过可惜不是 龙前嘴里呢喃了一句 不过话并没有说完 苏南心中一阵 对方和自己一样 也是一名穿越者 这样的话 他心里稍微舒服了一点 毕竟穿越者都是有挂的 估计对方的挂 比他的系统还要厉害很多 想着这里 心中狠狠地鄙视了一下自己的系统 看看人家 再看看你 简直啥也不是 系统 第二位 比第一位稍微强一些 二十岁 已经到达了化圣九重巅峰 仅差一步成就第一位 可惜也没有通过考验 这第二位 应该是一位转生者 前世可能是一位递进强者 不过我没有询问 龙前说完 满不在乎的摇摇头 我靠 合着 只有我最差 听到对方的话 他心中忍不住吐槽道 马德 果然能够通过考验 来到这里的人 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亦是穿越者 递进重生者 这种放在小说中 妥妥主角级别的人物 竟然都没有通过对方的试炼 这试炼 究竟变态到什么程度 心中突然也有一些忐忑 看来得不到什么传承了 怎么样 小家伙 准备好接受考验了 看到对方的表情 龙前大概猜出了对方的想法 笑呵呵地问道 龙前辈 这个考验有危险吗 苏南小心翼翼地问道 化圣级别的人物都没有通过 自己这种归玄境小人物 怎么可能玩得成 别到时候把小命搭进去了 他还是很惜命的 怎么 怕了吗 哈哈 听到对方的话 龙前哈哈一笑 确实有些怕 毕竟我才二十多岁 还有大好的年华 他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之色 随即恢复了过来 将自己心中的想法说了出来 这么说 你是准备拒绝参加 试炼了吗 对方脸上带着一丝玩味之色 再次问道 呃 能吗 他再次小心翼翼地问道 不能 龙前一口回绝道 苏南嘴角一抽 不能拒绝 还问个毛线 同时心中开始想着 等下该如何逃命 毕竟前面两位 开着挂 都没有完成考验 自己何德何能 能够通过考验 他又不是那种 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中二青年 系统 有没有什么保命的东西 我怕等下 我有危险 暂时没有 敬请期待 系统的声音 在他脑海中响起 我靠 你这什么破系统 没有别人的挂厉海 就算了 连保命的东西都没有 系统 你忍心失去我 这么优秀的宿主吗 你遇到过像我这么有责任心的人吗 你看你的便利店 被我经营的多好 日入好几十万 然而 无论他怎么说 系统也没有再做出任何回应 考验没有任何生命危险 只需要回答我 两个问题即可 你真的要拒绝吗 龙前看到对方 久久没有说话 放弃了逗对方完的心思 缓缓开口 真的只要回答你两个问题 就可以吗 苏南瞪大了眼睛 有些难以置信的看着对方 不确定的问道 对 只要回答两个问题即可 怎么样 真的不打算参加考验了 对方点点头 回答错误了 不会有什么惩罚吧 他再次开口问道 对方只是说回答问题 万一回答错误 有什么惩罚 还是谨慎一些为好 回答错误了 也没有惩罚 而且能够出现在 这第三十层 即便回答错误了 也会有奖励 对方有些无奈的回答道 实在想不明白 眼前这个家伙 究竟是怎么修炼到 现在这个境界的 还有奖励 真的吗 一听奖励 苏南眼睛一亮 这可是一位绝世强者 甚至很可能已经突破了 这方世界 对方给的奖励 能差吗 真的 你要不要参加试炼 显然对方的 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参加 我被修饰 自当无所畏惧 一个考验而已 龙前辈尽管放马过来 奖励什么都无所畏 主要是想要参加考验 在得到对方的肯定回答后 他马上像变了个人似的 义正言辞地说道 龙前贼脚一抽 看着对方欠抽的表情 他突然有点想抽对方一巴掌 前辈 我已经准备好了 请说出你的两个问题 第156章 同事天涯沦落人 好 你且听好了 宫廷御业酒 加大锤 减去小锤等于什么 龙前也不磨叽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问题 哈 苏南懵了 这什么情况 这叫什么问题 他伸手掏了掏自己的耳朵 心中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 等等 对方既然能够问出这种问题 莫非对方也是从自己的那个世界穿越过来的 如果说对方也是和自己来自同一个地方 那么最开始 他在仁皇塔第一层 看到的那些汉字 就解释得通了 之前就猜测过对方 是和自己来自同一个世界 回答不上来吗 龙前看到对方脸上阴晴不定的表情 心中有些失望 有些失望的问道 不是 前辈 你确定是这个问题吗 对方没有说话 只是点点头 这个简单 二百二块也正好是一副拐钱 看到对方点头 他马上开口说道 嗯 这个回答让龙前眼睛一亮 你是从华下来的 能回答这个问题 必然是从华下来的 但是他依旧有些忐忑的问道 是啊 龙前辈 你应该也是吧 这个问题 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苏南缓缓说道 哈哈 果然 果然被我等到了 龙前哈哈大笑 神情变得有些激动 小家伙 你是哪一年穿越过来的 不等对方话说 他再次开口问道 嗯 2024年过来的 前辈你呢 苏南倒也没有怀疑对方 毕竟就刚才这个问题 但凡不是华下人 别说回答了 问都问不出来 这个问题当初在华下 还抓了好几名敌特 我比你早几年 那个时候 咱们华下的第一艘国产航母 刚下水 他脑海中带着一丝回忆之色 嗯 不对啊 龙前辈 你不是说 这塔已经开启了数十次 按理说都几十万年了 你怎么只比我早了几年 这个时候 苏南才反应过来 对方之前说的 让他很是疑惑 对方穿越过来的时候 是2017年 怎么可能在这里 已经几十万年了 两个世界不在 同一个时间维度上 怎么样 后来咱们华下发展的如何 龙前简单的解释了一下 随即再次开口问道 能够在这里遇到 和自己一同过来的人 自然激动无比 咱们华下的第三艘航母 已经下水了 这才几年 竟然都有第三艘了 还是咱们华下厉害 前辈 还要问第二个问题吗 什么前辈不前辈的 我就比你大几岁 叫我龙哥就行 接着两人 又互相聊了一些 华下的事情 咱们的无人机 已经遥遥领先了吗 怎么还没有 把小樱花给灭了 那边还没回家 咱妈就是太心软了 早该揍他们的 马德 等我回去了 第一过去 就把这个狗热的给灭了 把他们的魂给抽出来 弄到咱们猎势林园内 让他们跪在那里 亿万年 然后就替咱妈去揍他 几乎都是对方问 苏南回答 看得出 对方很想念原来的世界 忽然苏南想起了什么 龙哥 你要来一个吗 说着从身上 拿出一包玉玺 从里面抽出来一根 递给对方 我去 没想到 你小子还有这种东西 实不相瞒 我已经好久没有抽过这玩意了 看到递过来的玉玺 龙前十分的激动 连忙接了过来 熟练的点燃后 深深的吸了一口 一脸陶醉的表情 缓缓说道 就是这个位 我还没有抽过这种好烟 不怕你小子笑话 我没穿越以前 抽的都是塔衫 根本舍不得买这么好的 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也自己尝试 制作这种东西 但是无论用什么东西制作 也做不出来这种味道 我这里还有塔衫 龙哥 要不要再来一根 听到对方说塔衫 苏南心中一动 嗯 你还有塔衫 一听到塔衫 对方的眼睛都亮了 系统 能不能给我来一包 原来的塔衫 没有任何副作用的那种 宿主 可以花费一万零食购买 先生 你是真的够 系统 听到系统的话 气得差点骂娘 当初升级塔衫 都花费了好多零食 现在也要零食 特么的 无奈 只要花费一万零食 购买一包 来 龙哥 你尝尝 还是不是原来的味道 对了 我这里 还有其他的 说着 他从便利店里 购买了一大堆东西 各种饮料 还有二锅头这些酒 靠靠靠 你竟然连这些东西都有 你穿越过来的时候 该不会带了个便利店过来吧 难道 你能回到咱们华夏 去进货吗 这不公平 为啥我穿越过来的时候 就给了一个 杀怪爆修味的垃圾系统 爆了修为 想要功法什么的 还要额外花费零食 马德 坑逼的系统 当初为了搞零食 简直九死一生 看到对方拿出来的这些东西 龙前蹦不住了 这东西 他太熟悉了 忍不住吐槽道 我也不能回去 我的是签到系统 不过签到了好几年 才奖励了一个 类似便利店的东西 我购买这些东西 也是需要花费零食的 无论做什么 都是需要零食 简直就是掉钱眼里了 他并没有向对方隐瞒什么 大家都是穿越者 而且系统这个东西 都是绑定的 想要抢夺 也做不到 再者 通过刚才两人的聊天中 能够听得出来 对方是一个爱国的人 一个能够热爱华夏的人 坏又能坏到哪去 同是天涯沦落人 听到他的吐槽 龙前心中终于平衡了一些 直接拿起一瓶二锅头 两人碰了一杯 龙哥 你这只是一道神念 也能吃吗 忽然想到 对方开始说 自己是一道神念 有些疑惑到 能 虽然是神念 但是我这边的感受 本体都能感受得到 要不是这边的世界 无法承受本体的气息 他早第一时间过来了 反正本体也能感受到 我和他本就是一体 我吃就是他吃 他哈哈一笑 显然十分的开心 塔林此时有些看愣了 他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主人 像今天这样 这么的 他实在想不出 合适的形容词 海燕娜 愣着做什么 还不赶紧给我们倒酒 正在他想着这些的时候 龙前瞪了他一眼 开口说道 苏南 不是 龙哥 塔林不是叫塔古吗 什么塔古 他自己编的 我就叫他海燕 第157章 人黄塔不见了 两人在人黄塔内 又吃又喝 龙哥 我现在也没明白 你弄这个塔 是为了寻找传承者吗 久过三旬 苏南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听对方说 他还活得好好的 又不怕自己断了传承 收几个徒弟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费尽巴拉的 弄个人黄塔出来 老弟 你有所不知 听哥哥 给你慢慢说 你也知道 哥当初带着系统穿越过来 已经站在了世界巅峰 但是也是会时常想家 研究了数万年 终于找到了一条回家路 龙前此时 已经有一些罪意 回家的路 你的意思是 苏南听到后 脸上有些激动 不错 正是回我们华夏的路 但是这条路 即便是我 想要回去 也十分的困难 听到说对方的话 他默然 像对方这样的强者 都是困难 以他现在的实力 恐怕是不用想了 老弟 想不想知道 这条回家的路 看到对方沉默 龙前缓缓开口说道 苏南点点头 他也有些心动 现在不行 不代表以后不行 他也有系统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定然也能成为 像对方这样的强者 这个回家的路 就跟现在的这个塔 有关系了 回家的路 便在这座塔上 这座塔 严格意义来说 是我的系统 给我推荐了一种 回家的方法 对方指了指塔身 缓缓说道 这个 苏南有些好奇 对 这也是我寻找传承者的关键 只有寻找到和自己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 让其代替我现在的位置 那么我就可以回去了 说到这里 龙前端起一杯酒 一饮而尽 说起来容易 但是想要寻找一个和自己来自同一个世界的人 何其困难 数万年都没有遇到 不过努力终于没有白费 怎么样 老弟 考虑获得我的传承吗 说到这里 苏南算是彻底明白了 明白为何第三十层的只是问两个问题 就这一个问题 但凡不是华夏那边 或者说零几年之后 穿越过来的人 根本回答不上来对方的问题 龙哥 你这种问题 有瑕疵 想到这里 他忽然开口问道 哦 什么瑕疵 对方有些好奇的问道 假如从咱们华夏穿越过来的人 并不是两千年后的 而是在很早之前的 你这种问题 对方也问不出来 再者 你在第三十层设置这种问题 万一有穿越者过来 天赋不怎么好 到达不了这一层 怎么办 苏南将自己心中的疑惑 说了出来 我说的两个问题 当然不会真的 只有两个问题 能够达到这里的 我自然会想各种问题 关乎我们华夏的问题 至于你说的第二个疑惑 为什么会出现在第三十层 一个穿越者 即便没有天赋 那定然也会有金手指 或者系统之类的 如果连这个都没有 那还算什么穿越者 简直是给我们穿越者丢脸 麻蛋 说的好有道理 竟无言以对 龙前 好了 老弟 做好准备了吗 我已经好久没有回家了 苏南 最后一个问题 假如你回去了 是回到你穿越前的那个时间 还是时间能够自己定 龙前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应该是 回到我穿越来的时候 好吧 我没问题了 苏南点点头 你获得我的传承后 就可以掌控此塔 我也会在塔内 留下关于如何回家的记录 如果有天 你能够寻找同样来自 咱们华夏的人 自然也可以回去 龙前说完 伸手虚空一指 苏南整个人消失在原地 再次出现的时候 是在一个灰色的空间内 里面什么都没有 这里便是磁塔的核心之处 塔内积攒十万年的能量 都在核心内 等你练化后 修为也能获得一次制的飞跃 龙前的声音 在他脑海中响起 话音刚落 塔鼓出陷在了他的面前 接着 他从身上 逃出一颗金色的珠子 金色珠子出现的一瞬间 便飞向苏南 落在他的头顶上 一丝丝金色的能量 弥漫出来 钻入到他的体内 这些能量极其的精准 苏南盘息而坐 开始练化 将这些东西 全部带给本体 他都缠得不行了 看到对方开始练化后 龙前伸手一挥 将苏南给他的东西 全部装了起来 终于可以回家了 说完转身离开了这里 此时 还在塔中试炼的修士 纷纷被一股力量 驱散出去 我靠 搞什么鬼 我马上就要通过 第三层的试炼了 草 这人黄塔什么玩意 怎么出来了 我是失败了吗 怎么回事 特么的 怎么就出来了 这些人 全部都被传送了出来 老子的传承 就这么没了 该不会是一个 假的人黄塔吧 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人黄塔忽然开始 发生了变化 整个塔 开始缓缓缩小 你们看 人黄塔在变小 这是什么情况 难道被我说中的 真的是一个假塔 几乎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人黄塔消失在了 众人眼前 我靠 真的没了 这特么是怎么回事 这就没了 难道有人已经获得了 人黄塔的传承 苏南却不知道 外面发生的情况 正在缓慢地吸收着核心的能量 他的修为 以极快的速度提升 眨眼间便达到了化圣经 在人黄塔外围的一处密地中 主上 不好了 人黄塔不见了 只见一人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 你说什么 人黄塔不见了 是 刚才许多人都看到了 人黄塔消失不见了 怎么可能 难道有人获得了传承 这两人正是血魔教的两人 因为到乾宫的原因 所有势力全部都去了中州 这让血魔教有了可乘之机 再也没有人破坏他们的阵点 终于将33个阵点建造完成 等待着人黄塔的开启 耗费了巨大的资源 为此樊千明都把自己的家底掏出来了 结果 你特么告诉我 塔不见了 话音刚落 他急忙朝着外面飞去 来到人黄塔出事的地方 只看到一群修士站在这里 而人黄塔则无影无踪 草 樊千明吐出一口鲜血 差点晕过去 第158章 大结局 在人黄塔所在的地方 忽然空间一阵波动 紧接着一道身影凭空出现 这人正是苏南 他在塔内炼化了整整一年 这才将整个人黄塔掌控 此时 他的境界已经达到了地境巅峰 随时都能突破 但是 他有一种感觉 只要突破了 必然会离开这个世界 去往更高的地方 出来后 周围空荡荡的 一名修士也没有 随着人黄塔的消失 所有修士都渐渐地离开了这里 七天眼东一天 嘴里呢喃了一句 紧接着身影消失 几乎眨眼的功夫 便出现在了天眼宗山门处 此时 有一群修士站在外面 将你们的炼制之法交出来 否则死 其中一位中年男子 眼神中带着一丝狠辣之色 威胁道 这些正是到前宫的李松茂 还有林天雄等人 当初他们让人带着弟子 前来兑换玉玺 但是 人黄塔正好开启 苏南去参加试炼 整个天眼宗内并没有多少存货 直接拒绝了他们的兑换 最开始他们 还觉得没有什么 随着时间越久 他们的烟瘾越大 最后没有办法 只要亲自来到天眼宗 随着人黄塔的消失 他们宗门的话 圣经强者也纷纷出关 这时候 他们的有了底气 想要将其霸占 在他们身后 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 师伯 跟他们费什么话 直接动手吧 林天雄来到老者身边 恭敬地说道 我们获得的预期 都是来自天眼宗 只要攻破他们的护山大阵 自然能够获得炼制之法 老者点点头 静止来到天眼宗的山门处 伸手一挥 一股恐怖的力量 从其身上散发出来 哄 整个天眼宗的护山大阵 发生了剧烈的震荡 什么人 赶来我天眼宗撒眼 一声力喝 从天眼宗内 飞出来树道身影 没想到 一个小小的天眼宗 竟然有如此多的 龟玄境修士 当真是小看了你们 这位老者 看到飞出来的修士 眼神中露出一丝吃惊之色 即便是他们到前宫 也不过如此 而且这些龟玄境修士 全部都是六七重以上 龟玄境多又能如何 不过是一些龙尾罢了 实相地交出你们的炼制之法 否则全部都要死 到前宫这位化圣境的老者 激笑着说道 话音刚落 再次出手 他只是简单的一拍 虚空中出现一道巨大的手掌 手掌迎风而掌 瞬间化作数十丈大小 朝着天眼宗的人拍去 老夫还没有领教过化圣境 今天正好见识见识 说话的是白礼荣 天眼宗修为最好的一位师祖 看到手掌袭来 他一步跨出 在他身后 凝聚出一道数十丈高的虚影 他挥动拳头 身后的虚影同样挥动着拳头 哼 虚影的拳头与空中的手掌 撞在了一起 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狂暴的能量 周围修为 稍微弱一些的修饰 直接昏死了过去 这种能量 让天眼宗的护山大阵 都出现了一丝裂缝 可见其恐怖程度 登登登 百里荣厚退了十多步 从他的嘴角一出鲜血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咦 你很不错 竟然能够接住我这一掌 如果再给你一些时间 恐怕就要迈进圣境了 化圣境老者露出惊讶之色 他本以为对方 只是一个普通的归旋径修士 刚刚的接触 他瞬间感觉到 对方恐怖的能量 仅仅只差一步 便能跨入到化圣境 可惜 不入圣境 终究只是蝼蚁 如果你将炼制之法交出来 我可以放你一马 也可以给你我化圣的心得 必然能够 让你短时间内 迈入圣境 废话少说 我天眼宗宁肯战死 在他身后的归旋径修士 同样一起出手 整个天空出现了 数道巨大的虚影 既然你们找死 那我便成全你们 这位老者再次伸手一拍 这次明前 比之前的力量更加巨大 随着虚空中手掌的出现 在手掌周围 出现了一道道黑色的裂缝 虚空似乎都承受不住 对方的力量 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是圣境的力量 手掌快速下落 天眼宗的人 感受到了一股 强烈的压迫感 全部朝着空中的 巨大手掌袭击而去 然而这一切都是屠楼 他们的攻击 在碰到这个手掌的时候 瞬间消失不见 都不能让其停滞一丝 手掌下落的速度极快 眨眼间便出现在了 这些人的头顶上方 这种堪比天威的攻击 他们已经无法阻挡 纷纷撑起护体灵力 打算硬扛 然而这道手掌 快要接触到这些人的时候 忽然消失不见 预想中的狂暴能量 并没有出现 嗯 天眼宗的这些人 心中有些疑惑 老东西 这就是你所谓的圣经力量 白礼容看着对方 同样讥笑着说道 语气中充满了嘲讽之意 真当我不敢杀你们不成 老者心中也十分疑惑 就在刚刚 手掌快要拍到这些人身上的时候 他竟然与虚空中的手掌 仿佛被什么给隔开了 以至于直接消失不见 要知道 这可是用他灵力催动的 怎么可能断开了 不幸邪的他 再次出手 然而这次和之前一样 手掌刚落下来 便直接消散开来 正当他疑惑的时候 原本凌空而战的他 忽然感觉到体内的灵气消失不见 紧接着 整个人直挺挺地从空中摔了下去 我靠 这道前宫的话圣经强者在弄什么 不知道 这也许是一种全心的羞辱其他人的方式 在不远处 有人围观 看着这名老者从空中掉了下去 有些不解 这位画圣经强者 心中焦急万分 一身的修为 凭空消失 连一丝灵气都没有 哼 头朝下 一头扎进了土里 不得不说 圣经的体质确实强 扎进入半米多深 只有两条腿路在外面 灵天雄急了 连忙跑过来 想要将其拔出来 哼 圣经果然很强 就这道栽葱的技能 我们就学不会 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虚空中 出现了一道身影 你小子 我就知道你没事 百里容认出了这道身影 这么是苏南 见过师祖 哈哈 老实说 是不是你获得了仁皇塔的传承 又一位师祖来到他身边 眼神中带着一丝激动之色 苏南没说话 只是点点头 果然是你 当初全部都出来了 只有你没有出现 我猜测 就是你小子 这么说 刚才也是你出手的 这人指了指地上 正在往外拔的话 圣经老者 开口问道 他也没有否认 你现在什么境界 看到承认后 再次追问 现在也就是地境巅峰 随时都能突破 苏南满不在乎的说道 死 周围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好家伙 这才多久 就地境巅峰了 到乾宫的话 圣经强者 在听到后 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周围的其他势力 都纷纷傻眼了 苏南虚空一抓 到乾宫的化圣老者 被抓在手中 你在我眼中 也不过是蝼蚁而已 话音刚落 老者还没来得及说话 直接化作一团虚物 这一操作 直接让周围的人 都看傻眼了 化圣经强者 在其手中 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这天眼宗以后 谁还敢招惹 诸位道友 我们清玄阁正式开放 所有需要购买东西的 明天可以前来购买 到乾宫除外 苏南对周围修士 说了一句后 转身离开了这里 第二天 天云大陆 出现了一道重磅消息 到乾宫 被人一夜之间 覆灭了 至于谁做的 无人知晓 不过在他们心中 都有答案 只是谁也不提罢了 天眼宗也在一夜之间 成为了整个大陆 最强的宗门 清玄阁的再次开启 已经成为了 天云大陆上的一个圣地 每天都有修士 前来拜访 即便不买东西 因为这里 有一名活着的大帝 天云大陆的修士 也变得有些奇怪 以前熟人见面 都是大声招呼 现在多了一种方式 敌烟 仿佛已经成为了一种 全新的交友方式 而苏南 在天眼宗待了数十年 将宗门内的数十位修士 都提升到了化圣经 今天 就打算离开了吗 清玄风上 玄君朔问道 是啊 我想上去看看 我会找机会回来的 苏南淡淡地说道 嗯 玄君朔还想再说什么 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 清玄阁内 我已经准备了海量的东西 足够咱们宗门使用上万年 我先去上面 给你们探探路 说完后 他不再压制身上的气息 整个天眼宗上空 出现了一道巨大的漩涡 苏南身体缓缓上升 渐渐地消失不见 仙剑 我来了 全数完 我来讲完 我来讲完 我来讲完